你和妻子结婚请了半个娱乐圈做嘉宾 更是耗尽人脉把妻子捧成身价过异的影后 最后换来的是对你长达半年的冷暴力和净身出户 然而你不仅没伤心难过 反而一脸的解脱 六年前 你和苏雪两人奉子成婚 那时你是国内知名的音乐制作人 苏雪还是刚毕业的一位娱乐圈新人 确认关系后 你就公布了与苏雪的恋情 并为她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请了大半个娱乐圈做嘉宾 还动用自己圈内人脉 为她的演艺事业铺路 很快苏雪就在圈内冒头 频繁出现在各大综艺 一度成为国内某档真人秀的女医 婚后九个月 苏雪为你生下一名 可苏雪的事业心很强 女儿出生仅一个多月 她就表态要复工拍戏 一方面考虑到女艺人事业寿命较短 一方面为了更好的照顾女儿 你果断暂停了自己的事业 回归家庭成为了一名全职奶爸 而家庭主妇的生活 并没有想象中简单 光是孩子每天的哭闹和换尿 就足以让出为人妇的你精神崩溃 明明每天都很忙 但一天下来发现 好像又什么都没做 这种落差 焦虑 迷茫 再加上长期在家照顾孩子 没有什么正式的交集 导致你抑郁了好长一段时间 不过为了女儿 你依旧咬牙坚持着 而苏雪则靠着你现成的人脉 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 可她依旧不满足 甚至为了拓展自己的事业 拉着你上明星婚姻探讨综艺节目 在节目中 苏雪被定位为事业型女王 而你则是以苏雪老公的身份面对观众 还被莫名地贴上了你强男弱 吃软饭等负面标签 对于这些 苏雪没有站出来为你说一句话 反而她越来越觉得 你除了长得帅点和有点小才华之外 似乎真没什么用 一位过气的音乐制作人 哪配得上她这身价博弈的女王 从那时开始 苏雪就已经萌生了要和你离婚的念头 但她心里清楚 这么多年对你的亏欠实在是太多了 经过大半年有预谋的冷暴力后 苏雪在一个月前向你正式提出了离婚 对此 你也没多说什么 毕竟当初苏雪怀孕本就是一场意外 在一场庆祝宴会上 你被不靠谱的哥们惯得鸣鼎大醉 苏雪之前没谈过男朋友 第一次就中了特等奖 你选择承担责任 才会跟苏雪结婚 也许离婚了会更好 见你如此爽快的同意了 苏雪也是直接带着你来到明正局 并申请办理离婚手续 在一个月的冷静时期里 你和苏雪向女儿廖恩贝说明了情况 并让她自主决定以后跟着谁生活 廖恩贝斩钉截铁的选择了 对此 苏雪心里很不适自卫 她十月怀胎生下的女儿 不但没有一丁点挽留自己 反而是坚决地要跟在你身边 所以她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要是你想要孩子的监护权 那房子 车子 以及现存的财产 就全都归她一个人所有 如果你不同意 那就上法庭打官司 最后 你选择了女儿的抚养权 金钱虽然很重要 但是亲情更加重要 而且你也不想再跟苏雪扯上任何关系 很快 你就带着女儿贝贝搬了出去 为了女儿上学方便点 各地在魔都一高档小区租了一套房子 好在你闲暇时候 为圈内人写了不少歌 手里还有几十万的存款 一切都准备妥当后 时间转瞬来到离婚这天 再等离婚证制作的间隙 苏雪满脸不屑地道 女儿一个月学费大几万 你确定能负担得起吗 我的女儿可不能过平民一样的日子 也不知道你非要征贝贝的抚养权干什么 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给你一千万 你把贝贝抚养权给我 你面无表情的道 我会照顾好贝贝的 没钱了可以征 但陪伴和关爱你给不了 苏雪冷笑一声 挣钱 你怎么挣 就以你现在的知名度 写一首歌也就几万块钱 挣个生活费都够呛的 别死要面子行不行 你这样子真的很可笑 娱乐圈更新迭代即快 你为照顾女儿隐退五年 现已在圈内沦为半透明的存在 甚至你被贴上软饭男标签后 可以说在大众心中口碑不好 但你仍旧很平静说道 我怎么挣 挣多少钱 就不劳你费心了 苏雪无语的叹了口气 很快 双方证件上的钢戳盖好 工作人员就把离婚证 递给了你和苏雪 你拿到离婚证的那一瞬间 脑海中突兀的响起了一道电子音 检测到宿主面临人生转折 前世记忆觉醒 突然间你感觉脑中无数记忆苏醒 原来你上辈子在地球 这辈子重生到了南星 那些前世的经典音乐 影视作品以及明星人物 在这一世有很多都没有出现 你豁然开朗 难怪以前你在创作词曲时 总会再遇到瓶颈时灵感乍线 然后如流水般写完一首歌 原来有重生这层原因在 现在彻底觉醒了前世记忆 那不等于随身携带着一个海量作品户吗 对了 离婚的微博我已经写好了 现在发给你 你照着发一下 都推得干干净净 你神情平静地点点头道 可以 没问题 谢谢你 苏雪十分意外 她没想到你会这么爽快答应 心里莫名有些刺痛 转身离开 这眼着上了明镇局门口停车位上的一辆导师姐 而你也从明镇局出来 拦了一辆出租车 很快便离开 刚坐上车 顿时感觉心情轻松自在 离婚这档子遭心事 早就被你抛到了脑后 现在觉醒记忆 你更多想的是如何从幕后转到台前 而你思索还没几分钟 手机铃声便响了起来 是你的上司曹金明打来的 喂 老曹 出什么事了吗 先前有跟曹金明提过一嘴今天离婚的事 所以你很清楚 曹金明非万不得已 是不会在这个时候来打扰你的 曹金明与代交集 是啊 仁南 出大事了 那个陆亦凡被爆出税粉 人设已经完全崩盘了 你眉头皱了皱 那这也太坑了 不知道要牵连多少人 曹金明苦笑声 可不是吗 我打电话给你 就是想跟你确认下 你那边有没有适合的资源 看能够补今晚凌距离档器 听到这话 你顿时眼睛亮了起来 老曹 如果今天晚上没有嘉宾 我可以离替他录制 随着你的话说完 哐当一声 很显然是曹金明的手机掉落在地上的声音 几秒之后电话被捡起来 仁南 你可别开玩笑啊 凌距离虽然收视率不高 但好歹也是个老牌节目 有好几万的观众 这要是出了问题 影响可就大了 你知道老曹的顾虑 换做以前你绝对不会如此鲁莽 可是现在 你有这个信心 老曹 你还不了解我的为人吗 我怎么会拿台里节目当而行 我肯定会保证节目风格 原有的节目环节一个不少 还有 我懂节目的要求和流程 连对脚本 磨合的时间都少了 救场如救火吗 不然你有更好的办法 曹金明脑子里嗡嗡坐下 完全被你给弄糊涂了 一位幕后的音乐人 要取代顶流 去做互动演出 还宣称保证收视率 这怎么感觉如天方夜谭一般 不过 救场如救火这几个字 却是说到了曹金明的心坛里 那就咱们试试看吧 四个小时之后 魔都电视台 邻居离栏目组 一处偌大的演播厅内 栏目总导演曹金明 正在进行最后的安排 一名留着短发的中年女士 面色阴沉地走了进来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魔都电视台台台长冯青 身边还跟着一个体态 有些发福的男子 他便是同台另一栏目 寄过凌晨的总导演黄耀华 曹金明一看到黄耀华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这娘炮找来了台长 就是为了看他出丑 冯青看到曹金明便静止走了过来 曹道 我听说小廖主动请您 要做零距离的补卫嘉宾 曹金明点点头 脸上露出笑容 对 台长 事情是这么回事 曹金明还没来得及解释 冯青却是一挥手 打断了他的话 他年纪轻 血气方刚 你也还很年轻吗 曹金明神色一暗 黄耀华见词也阴阳怪气的 小廖的妻子苏雪是一线大明星 可小廖就是个普通的幕后音乐人 一个幕后的音乐人能来做嘉宾吗 况且节目后面还有才艺展示 别倒是给咱们电视台丢脸 曹金明善笑声道 我再怎么安排 这也是我栏目的事 用不着你的娘炮来指手画脚 黄耀华一听这话 顿时就慌了 他朝着曹金明伸出了一个兰花指 哎哟 你怎么还骂起人来了 冯青喝止了一声 行了 你们都是老员工 这是在台里 注意点影响 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晚了 老曹 你可得看好了 别闹出什么大的动静来 就在此时 化妆完毕的你来到演播厅 黄耀华的目光落在了你的身上 瞬间双目睁得如同灵一般大 只见你浑身上下都在发光 黄耀华一脸的不可置信 一旁冯青也忍不住撩了撩自己的短发 这一刻 他仿佛见到了夏日的阳光 若是他在年轻二十岁 只怕早就被女异的神魂颠倒了 曹金明也暂雪地拍了下你的肩头 不错 见到几人这夸张的模样 你尴尬地笑笑 我本来就很年轻了 你心里很清楚 自己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魅力 不仅仅是因为自己形象的改变 更多的是因为系统给了你魅力光环这个方 就在这时 廖制片直播要开始了 一旁的工作人员在你身后出声提醒道 你硬了声好就往直播间方向走去 在曹金明一声令下 这一期零距离节目终于开始了 主持人做了一个简短的开场白 接下来就是介绍嘉宾的时候 镜头落在你身上 你嘴角勾起一抹浅浅的互度 大方帝自我介绍道 各位零距离的观众 我叫廖仁南 是本期节目的嘉宾 你一出现在镜头前 观众们都感觉眼前一亮 弹幕也随之猛增起来 有些观众认出了你 但更多的是被你的颜值倾倒 本期零距离 临近情人节 所以是以爱情为题目 观众们通过云端连线 说说自己的情感经历 主持人和嘉宾则是在一旁开导 安慰 最后做出评价提出意见 你有六年婚姻经历 感情里的一切你都经历过 面对各种问题 你都能够娓娓道来 再加上你还有重生的经历 给观众一些关于感情的建议 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好 屏幕前的观众也罢 大家都对你的好感又多了几分 节目进行的出奇顺利 不知不觉就到了尾声 节目主持人温柔地道 感谢广大的朋友收看我们的节目 在节目的最后 有请我们的嘉宾廖仁南 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 你取出一把早已准备好的吉他 正聚精会神的调音 神情平静而从容 而在指挥室中 曹金明听到你要唱歌人 直接麻麻了 怎么没提前说一声啊 对于你的词曲创作能力 曹金明是极为信任并且推崇的 但对于你的唱功 曹金明却是不敢恭维 而演播听内 你依然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做了一个深呼吸 朝摄像师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 镜头也开始对准了你 亲爱的观众们 我想告诉你们 如果爱 请深爱 若不爱 请离开 希望大家的爱情别留遗憾 一首后来送给你们 原本你准备的是另一首歌曲 但听了这么多爱情故事 此时此刻 只想唱这首后来 不是唱给你的前期苏雪 而是唱给屏幕前 对爱迷茫的朋友们 以波动琴弦 旋律响起 忧郁歌神和身灵奇境 既能加成生效 一瞬间 你整个人都变了 这一番变化 让在场的工作人员 以及云端的观众们 纷纷都是疑问 后来 我总算学会了 如何去爱 可惜你 早已远去 潮湿在人海 后来 终于在眼泪中 明白 有些人 一旦错过 一时间 无论是现场的工作人员 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 都情不自禁地沉浸了进去 橙子花 白花瓣 落在你蓝色 白着裙胸 爱你 我轻声说 你这几句唱出来 嗓音浑厚饱满 音色婉转出彩 栏目演播厅里的众人 包括冯青和黄耀华 大家纷纷一惊 他们在圈子里混了这么多年 对你还是多少有一些了解的 都知道你是有才华的音乐制作人 擅长词曲创作 而因为唱功太过于惨不忍睹 所以一直都是给别人写歌 自己去身于幕后 可现在这几句唱下来 众人不由地惊讶至极 你管这叫唱功惨不忍睹 曹精明高兴的眼泪都快飙出来 来不及细想 完全沉浸在音乐中 至于云端屏幕前的观众们 更是完全沉浸其中 你都如何回忆我 带着生活是很沉默 这些年来 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 后来 我总算学会了 如何去爱 可惜你 早已远去 消失在人海 后来 终于在眼泪中 原本还在疯狂刷屏的云端聊天室 瞬间悄无声息 所有人都沉浸在这首歌里 根本没时间发信息 直播厅外也爆发出一阵惊呼声 几名工作人员小声议论着 好友感情 听的人想哭啊 台长冯青也情不自禁地鼓气掌 眼睛里闪着点点泪花 这个真好 料人难唱功也好 众人都忍不住跟着歌曲哼唱起来 在那个时候 大家因为不够成熟 或者各种现实的原因 不得已而导致感情破裂 时隔多年后 才发现那份情感的可贵 醒悟过来是什么都不在 徒有满腔的遗憾和怀念 很快你的演唱 也进入了尾声 但情绪不但丝毫眉睫 反而更加丰富 细腻了 你唱完整首歌 依旧一动不动 保持着姿势 足足过了十几秒 你才轻笑一声 将吉他放了下来 原本应该响起的掌声 此时却是一片寂静 足足过了半分钟 终于有人反应过来 开始鼓掌 所有人都如梦出息 纷纷站了紧 为你鼓起掌揽 与此同时 你的这首后来 也在不知不觉中 影响着远在天南地北的人 某条公路上 一位中年人正开着一辆出租车 静静地在城市中穿行 等待着有需要的乘客 无意中车在影响播出这首后来 男人心中一动 将车拐了个弯 朝着一家花店驶去 这些年来 他十天有九天在外面奔波 偶尔休息也在外面跟朋友打排 陪老婆和孩子的时间是少之又少 对于这些 他的妻子从来没有抱怨过 一直悉心在家里照顾儿子和公婆 也算是尽心尽力了 今天男人不打算再继续拉人了 反正接下来的时间也挣不了多少钱 他准备满树花送给妻子 今晚早点回去陪陪孩子和老婆 某间商品房里 一对年轻的夫妻正吵得不可开交 妻子埋怨丈夫没有本事赚的钱不多 丈夫埋怨妻子在网上挥霍无不 不懂得生活 两人差点砸东西 大打出手 正好智能音箱准点推歌 播放了后来这首歌 两人似乎听懂了歌里所唱 不再吵闹反而紧紧相拥在了一起 既然相爱 何必等到后来 街角某间大排档 一个男人正在喝闷酒 桌上白满的空皮酒罐 不久前 他跟女友分手了 加上工作不顺心 所以出来发泄下 本来 他跟女友关系挺好的 就是因为一件小事 吵着吵着变成了大事 现在相互已经快一个星期没联系了 正喝着间 听到店里音响传来了这首 后来 男人挣住了 拿出了手机 给女友发过去一条消息 抱歉 我是真的喜欢你 没有估计到你的感受 很快 他就得到了回复 我也错了 你在哪呢 我这就过去找你 男人顿时热泪盈眶 第六章 破记录了 指挥室内 领导 破记录了 一位统计人员跑了过来 激动的喊道 各项数据多少 没等曹敬明开口 冯青抢先问道 统计员喘着粗气道 最高时段收视率25% 区间留存率最高95% 整体流量同频时段全往第一 我的天 冯青双眼放光 嘴唇都因为兴奋而颤抖 成绩不错 你们这次算是无心插柳柳成音 冯青如此反应 一点都不夸张 要知道 上一次台里周年庆 邀请了四个娱乐圈的一线明星 结果当天创下的记录 也才只有收视率22% 留存率90% 而今天 料人男单凭一己之力 居然打破了这个记录 区间留存率高达95% 这证明 但凡听到这个情感栏目 或者说是听到 后来这首歌的观众 95%的 都在一段时间内 持续听了下来 表面上这个数据没什么温度 但只有在电台行业工作过的人才知道 要达到这个数据 是多么多么的不容易 料人男这是怎么做到的 不过细想也是没毛病 他在节目中 可是首发了一首精品情歌啊 真是实至名归 而此时 料人男和主持人 从直播间走出来 听到破纪录的消息 他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冯青健壮 顺势上前搭话 小廖 你这次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啊 你有这么好的唱功 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 或许你早就火了 不敢当 台长说笑了 料人男一脸谦虚 这么有才华 还这么谦虚 前途无量啊 冯青心中一动 转过身来 看向了曹金明 台里这一季的先进奖 就归你们 零距离 阻了 另外 我也会跟电视台申请 再给你们一个突破奖 这是你们应得的 曹金明笑道 那麻烦台长了 不麻烦 冯青笑眯眯的 又指着料人男说道 另外还有通告费用 必须按要求支付给料人男 小廖可是为我们台里 避免了一次直播事故 是真真正正的大功臣啊 可不能亏待他了 知道的 台长 曹金明在一旁笑着说道 对了 还有 冯青正要说话 忽然一扭头 像是看到了什么 咦 黄岛人呢 刚刚不是还在这呢 台长 黄岛刚听到这月先进讲归我们组 他就拉着脸走了 旁边的工作人员开玩笑道 原本黄耀华是抱着看好戏的心态 想要看料人男的笑话 眼见直播没有翻车 还成了大型真相现场 他只好兴兴地走了 黄耀华这格局 也忒狭隘了点啊 冯青文言 摇了摇头 左右看了看 微笑道 大家别跟黄岛学 节目是我们的 做的好事 我们的荣幸 要跟料人男学 把电视台的事情 当自己的事情 说得好 台长 半个小时之后 料人男坐上了曹金明的车 原本 零距离这次直播成绩如此好 所以的工作人员都欢呼雀跃 甚至有人建议开个 爬梯来庆祝一下 曹金明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立刻派人下去准备 没过多久 一个小规模的晚宴 在会议室内开始 桌子上放着各种美酒佳肴 琳琅满目 所有人都很兴奋 恨不得一醉方休 料人男也端着酒杯 跟大家碰杯庆祝 不多时 就在一群人其乐融融的时候 料人男退了出来 跟曹金明说 想回去了 一开始 听了料人男的话 曹金明一百个不同意 可是当他知道料人男要回去看女儿的时候 立即就明白了过来 还主动要送料人男回去 曹金明有轻微的脂肪肝 平时只点饮料不喝酒 所以开车也不爱 料人男也就答应了 另外 料人男和曹金明之间的关系 可不仅仅是上司那么简单 而是有着不少的交情 六年前 两人都是当红制片人 地位相当 而且因为年龄的关系 料人男的潜力更大一些 但料人男在最巅峰时 选择了隐退 曹金明继续留在圈子里 一晃六年过去 两人的差距越来越大 不过 他们不像一般同行 是竞争对手关系 而是促成了忘年交 互相欣赏 前段时间 料人男宣布付出 曹金明立刻向他发出邀请 建议他加盟 零距离 完全当自己人对待 这份恩情 料人男一直记在心里 此时此刻 车子开动后 曹金明一直在和料人男说个不停 人男 你实话告诉我 你这些年退出娱乐圈 是不是败失恋唱功了 对 料人男干脆撒了个小谎 他总不能把自己 有系统的事情说出来 毕竟就算说出来 也没有人会相信 你的底子那么差 看来是下了不少苦功了 对了 你师父叫什么名字 我认识吗 撒一个谎 必然得用另一个谎来圆 料人男只能硬着头皮说道 是啊 师父是普通圈外人 不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 哎呀 你师父真是太厉害了 竟然能把你的水平调整得这么好 曹金明说着说着就来了兴致 哦 我没有贬低你的意思 在我心里 你就是个大明星 料人男笑了笑 放心 曹哥 我不会多想 嗯 那就好 你也不早点说明 害我为你白担心一场 这就好办了 有你这样的作曲水平 有你这样的歌喉 那以后找通道 不守道勤来 再说了 我觉得要挣大钱 得先打出品牌来 我们可以合伙成立一个工作室 自己包装 自己宣传 然后 曹金明眉飞色舞 侃侃而谈 未来三年的发展 就这么规划出来了 顺便定下了好几个的小目标 虽然啰嗦了点 但料人男知道 老曹说的句句在里 而且 曹金明之前就跟他提过 和开工作室的事 他也挺有意愿的 不过 料人男现在的关注点 不在工作上面 曹哥说的也是 但工作上的问题 以后再说吧 他看了一眼手表 马上就要十点了 也不知道贝贝在家怎么样 我现在只想回去看他 哎呀 这是我倒忘了 放心 快到了 曹金明加快了速度 第七章 贝贝不是不乖 贝贝只是想爸爸了 到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料人男和曹金明 打了声招呼 就火急火燎地往里走去 爸爸回来了 料人男刚用指纹解锁 房门还没完全打开 就有一个穿着幼稚园服装的女孩 从门缝里钻了出来 扑到了她的大腿上 直接趴成一个挂件 贝贝 料人男揉了揉女儿的脑袋 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廖先生 您可算回来了 贝贝晚饭就吃了一个蛋 我各种方法 都是过了 可她非要等您回来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说话的是梅姨 是料人男请来的保姆 她这也是为了既方便工作 又能照顾料恩贝 梅姨是她的一个远房亲戚 而且是多年的老熟人 有她帮着照顾女儿 料人男很放心 文言 料人男瞪了女儿一眼 贝贝 你不是说要配合爸爸工作吗 怎么我第一天上班你就不乖了 料恩贝听了这话 顿时委屈地堵起小嘴 贝贝不是不乖 贝贝只是想爸爸了 扑吃 料人男和梅姨都被逗笑了 好了 梅姨 接下来的就交给我吧 时间不早了 你也赶快回家吧 料人男笑着道 其实 料恩贝是一个很乖巧的孩子 有一种过于同龄人的懂事和体贴 自理能力非常的强 他这次不吃饭 料人男觉得 是自己去工作了 料恩贝放学没见到爸爸不适应 应该没什么大的问题 那行 就麻烦料先生了 梅姨笑呵呵的硬了声 然后把厨房收拾一下 就自己回家了 料人男把饭菜热了下 又煎了三个荷包蛋 他大口吃了两个荷包蛋 剩下的一个留给料恩贝吃 料恩贝就像一只懒猫一般 整个人躺在料人男怀里 任由他一口一口的喂进小嘴里 如果是平时 料恩贝像这样撒娇 料人男肯定不会惯着他 这样容易养成他任性的性格 但今天 也许是刚跟苏雪领了离婚证 他觉得 有一点对不起料恩贝 就暂且惯他一回了 料恩贝扎巴着嘴 吃的那是半儿香 很快就把碗里的饭菜一扫而光 吃完之后 他摸着肚子 靠着椅子 打起了宝格 看着料恩贝的模样 料人男一脸欣慰 他把剩下的菜吃完了 本来肚子就不饿 吃几口就当消夜了 稍稍休息一会 料人男便叫料恩贝去洗澡 他早就教会料恩贝如何洗澡了 每次只需要放好水 料恩贝能够自己进去洗 不过孩子毕竟小 每次料恩贝洗的时候 料人男都叮嘱他别关门 而他会全程守在外面 以防万一 趁着料恩贝在洗澡 料人男守在外面看看手机 他发现有两条未读灰性消息 是苏雪一个小时前发过来的 后面房 车过户的事情 我已经委托律师全权代理 希望你积极配合 还有 官宣离婚的微博 你怎么还不发啊 稍稍想了想 料人男打开微博 进入到苏雪主页 发现他在下午领证后 就立马发布了离婚的消息 苏雪还在微博文字下 附带了一张自己的美颜照 还有一个他公司旗下的直播购物链接 到现在 这条微博下的评论 点赞已经很多 好美啊 恭喜女神重回单身 流口水点GPG 等了这么久 终于等到女神离婚了 我的机会来了 哦耶 购物链接里的东西 大家买了吗 好不好用啊 卧槽 怎么娱乐圈的明星夫妻都分了 见此 料人男有些无语 这个女人看来是钻进前沿子里去了 居然连宣布离婚时 都不忘记抓流量 能做到这个份上的 也属实是奇葩了吧 不过很快 料人男就释然了 现在两人已经分开 他跟自己没关系了 废这个心干嘛 翻出离婚官宣文本 料人男直接复制 粘贴 点击发布 便摁灭了手机 等料人被洗澡完 料人男也赶紧冲了个走 弄完时已经十一点钟了 原本料人被还嚷着 要看小猪配齐的 他每天睡觉前都会看个几集 但是被料人男给压进了卧室 小孩子还在长身体的阶段 每天最好都要早点睡 料人男在这些方面 是非常重视的 料人男想了下 看来以后这种晚于八点的通告 最好也不要接了 一切为了料人被好 现在料人被年龄还小 胆子也小 所以料人男都是跟他睡一张床 每次在临睡之前 妇女俩都会聊会天 贝贝 你想妈妈吗 五岁多的小孩子 最容易有心理问题 料人男能够放得下 孩子却未必 爸爸 你怎么总没事提他 我想他干嘛呀 我都没见过他几回 料人被人小鬼大 冲着他翻了一个白眼 这些年来 苏雪为了工作 总是全国各地非 很少有时间陪料人被 料人被到现在五岁 过了五次生日 苏雪只有一次到场了 而且当时就算他人到了 但也是拿着手机不放 心思一点都没在女儿身上 所以 料人被对苏雪并不亲热 料人男哭笑不得 说道 爸爸的意思是 你要是突然想妈妈了 记得要跟爸爸说 爸爸可以带你去见他 爸爸 料人被突然提高音量 嗯 料人男一愣 我有个更好的建议 你要不要听听 说说看 料人被眨巴眨巴大眼睛 一本正经地说道 要不你再给我找一个妈妈吧 找一个你喜欢 也喜欢你的女人 这一句话 瞬间让料人男破防 原来小孩什么都懂 料人男眼中闪过一丝泪光 但嘴上还是开玩笑道 那贝贝你觉得 爸爸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料人被一脸认真地道 我想想啊 一定要大眼睛 小嘴巴 大波浪 小蛮腰 大长腿的那种 咳 听了料人被的话 料人男尴尬地咳嗽起来 料人被咧嘴一笑 嘻嘻 爸爸 我是不是说到你的心砍里去了 心砍个鬼 料人男谈了他的额头一下 从哪里学的这些歪词语 以后少看点网络电视 给我赶紧睡觉 很好心没好报 料人被撇撇嘴 一头扎进他的怀抱 料人男笑笑 很快 两人便进入了梦乡 料人男睡了 可他不知道 一位UP主恋爱达人却因为他 还在服案工作着 恋爱达人是抖音旗下的 一位才艺型主播 他经常会给广大的网友 分享一些好听的歌 偶尔也会翻唱一些经典的歌曲 在抖音收获了近一百万的粉丝 可最近平台比较卷 圈里也没什么新歌出来 所以他发布的作品数据都不太好 连破五十万点击的作品 都没爆出几个 而今天晚上 他在找素材的时候 无意间听到了料人男 在邻居里栏目唱的 后来 他被感动的那是一塌糊涂 而同时 他又激动了起来 作为十年老UP主 他笃定 这歌上传后 绝对会火的一批 所以 回到家后 他立马开始剪辑视频 第八章 女神李谦默 平时 UP主恋爱达人 碰到不是特别满意的歌时 总觉得剪辑的坑坑巴巴的 但抖音每天都得更新 只好硬着头皮去分享 不过今天 他却是迫不及待 急着要去分享这首 后来 他除了完整碌碌料人男 谈唱后来的那一段 还把料人男给观众们 情感方面的经典答疑 剪了进去 无形之中 使得歌手的形象更加饱满 一个小时后 视频剪辑加工完毕 他立马选择上传文件 同一时间 一条名为 Emo神曲 后来 听完不哭算我输 的短视频 在抖音平台流传开来 发送出去后 仅一个小时 爆火的迹象就出现了 以前 他发布一个视频 一小时最多有五万浏览 外加上一万赞 一千来条评论 但这一次 浏览量直接突破三十万大关 点赞高达十万之多 评论也有一万多条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这条视频直接爆火了 而且每刷新一下 点击都在几万的速度上涨着 看到这一幕 UP主恋爱达人 失乐得合不容嘴 准备蹲点关注数据 可也许是工作太累了 居然不知不觉睡着了 在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转中四点了 他刷了一下数据 视频播放五百万 点赞一百万 评论三十万 还收到抖音平台的一条战短 恭喜Emo神曲 后来 听完不哭算我输 视频获得平台热门推荐 这可是 没有任何假流量 靠实力获得的纯推荐啊 UP主兴奋地跳了起来 大喊一声 这辆人男真是牛啊 而5G时代 消息流传超快 一些专门搬运的UP主 看到这条视频火了 纷纷开始拷贝分流量 一时间 这条视频流向全球 与此同时 盛雪传媒工作室内 苏雪一边逛着LV网上商城 一边监督手下员工们工作 而这些员工们 正浏览着各个论坛上的热门帖子 看看有没有什么 对苏雪的负面言论 今天苏雪官宣了离婚 她还是非常紧张的 生怕自己的事业 会受到辽人男牵连 于是 她下令 让工作室所有员工 都加班加点 同时也动员起合作的水军们 让他们盯着各个论坛帖子 只要看到有人在诋毁苏雪 立刻控屏 把舆论压下去 就在这时 苏总 辽总上节目啊 苏雪的助理小跑步过来说 苏雪吓得一个机灵 翻了个白眼道 什么事情 至于这么激动 另外 我已经跟廖仁南正式离婚了 以后别在我面前称呼她为廖总 明白了 苏总 您看看这个 女助理将一部手机递到她面前 里面播放的 正是奥普主恋爱达人剪辑的视频 刚看了开头 苏雪便忍不住吐槽起来 真是不知天高地货 居然自己上自己的节目 我之前真的是看错人了 她这吃相还真掉割 难道不知道自己 不会唱歌吗 别丢了我的脸 不过 她也不能让我难看 毕竟 我们都离了婚了 当看着廖仁南一个接一个的 回答着感情方面的问题时 她更加得意的笑了起来 现在后悔有什么用 早干嘛去了 而当她看见廖仁南拿起吉他时 神情相当抗拒 不会吧 她真要唱歌 她觉得 这是一个愚蠢至极的决定 而下几秒 当廖仁南边弹边唱 苏雪直接目瞪口呆 越到后面 她的惊讶就越多 表情也越来越丰富 我的天 这 怎么可能 真没想到廖总这么会唱歌 女助理也惊喜地道 苏雪一听就气不打一出来 啪的一声将手机摔在桌子上 还廖总廖总的叫 你是不想干了吗 需要这么夸张吗 她这歌一般 唱得也很一般 我看她肯定活不了 知道了 苏总 我以后一定注意 女助理嘟着嘴 委屈的差点哭起来 无趣的离开了 都说一日敷七百日恩 她也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苏总只是看了她前夫的一个视频 就生气成这样 而此刻 苏雪仍旧一脸的愤怒 口口声声装清高 现在来蹭我的流量 没门 她起身走出办公室 有件重要的事情要交代下去 下国已入深夜 隔着太平洋的漂亮国 才刚刚夕阳西下 纽约时装秀后台 李千默踩着高跟鞋来到化妆间 她身高一米六八 瘦而不柴 精致立体的五官 透着浓郁的风情 身穿一袭红丝绒礼裙 展现出玲珑曲线身材 一双修长眉腿 尽收眼底 整体高贵优雅的身姿 尽显人间有物 李千默是同心出道 下国人心中的国民好闺女 一直拥有着超高的人气 而在六年前 十七岁的她 却忽然舍弃了自己在华夏的事业 跑到漂亮国学习深造 闹得沸沸扬扬 在读了四年书后 李千默成功国际著名音乐学校毕业 之后便顺势踏入欧美娱乐圈 经过这两年的努力 她已在欧美娱圈站稳脚跟 不仅是为高学历明星 还是跨唱歌 跳舞 演戏 话剧等多领域全能艺人 小欧 接下来的工作是怎么安排的 李千默坐在化妆镜前 让工作人员给自己卸妆 小欧全名叫欧瑞 是李千默的贴身助理 跟了她两年多 欧瑞打开 手机备忘录道 一个小时后是时装晚宴 的午夜场表演 今天就这两项了 嗯 李千默点点头 另外 熊猫侠的片酬已经付过来了 与CG公司的代言费也谈妥了 看你什么时候 有空随时签约 最后 下国廖仁南今天官宣离婚 他还发布了新歌 后来 欧瑞汇报着自己的工作 井然有序 于廖仁南的事情 也是李千默特意交代 让他时刻留意 他在娱乐圈的动态 随时上报 对此 欧瑞虽然好奇 但一直都照办 什么 他离婚了 听到欧瑞说的话 李千默身体猛的一将 动静之大连化妆师都为之一惊 是啊 这是新闻 欧瑞把自己手机递过去 里面有截取的微博消息 以及提前存好的廖仁南唱 后来的视频 李千默立起身来 妆才卸到一半 就让化妆师停了 他颤颤巍巍的 拿着欧瑞的手机 仔细的看了起来 看微博新闻的时候还好 而当他看到廖仁南谈唱 后来 时 尤其是听到枝子花 白花瓣 蓝色白者裙这几个词时 李千默突然间就泪如泉涌 李老师 你没事吧 欧瑞和化妆师都是一脸的诧异 在他们的印象中 李千默虽然看起来温婉可人 但内心却是坚强无比 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女强人 演唱的时候 在数万人面前 一个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在拍戏时 他领雨调威亚亲自上阵 以身犯险 参演话剧时 几天几夜轮轴转 一次只能休息几个小时 对此 李千默没有任何怨言 反而微笑着接受了 何曾见过他流泪 而现在 这位女神 只是看到廖仁男的一条新闻 就已经泪流满面了 这个廖仁男 究竟是什么人 就在他们疑惑的时候 李千默却擦了擦泪水 对着面前两人道 继续卸妆吧 小欧 帮我定张后天回国的机票 好的 欧瑞以为李千默情绪好了 谁想到他随口说出的话 却是个重磅炸弹 李老师 这工作安排 还有公司 欧瑞的话还没有说完 李千默就打断了他 按照我说的去做 从现在开始 漂亮国这边没敲定的通告 全部帮我推掉 公司那边 我会去说明的 好的 李老师 欧瑞还没有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这样 做的损失所少钱啊 可是 看到李千默那坚定的目光 好像雷打不动一般 他也不敢多说什么 平息几分钟 李千默回过神来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若有所思 六年前 他出专辑妖歌 偶然间认识了廖仁男 廖仁男不仅为他创作了 侄子花开 这首歌 还参与到他歌曲MV的拍摄中 帮他设计了 在夏天通过科技手法 展现出夏雪天的奇妙建议 那年种下 雪是假的 但侄子花 白花瓣 蓝色白褶群 还有他 都是真的 李千默凭借 侄子花开一曲成名 同时也因此 对廖仁男萌生好感 而对方一直都是 跟他保持着适当的距离 李千默也不知道 他有没有察觉到自己的心思 无法承受这种暗恋的痛苦 终于有一天 李千默鼓起勇气 决定主动出击 谁料 廖仁男却突然公布 有了女朋友 还很快地就举办了婚礼 事情发展之快 让他措手不及 留下的 只有满满的遗憾和后悔 李千默以为自己 跟廖仁男再无交集 他也就心灰意冷 并离开了那个伤心之地 想不到如今 老天又给了他一次机会 而且 从廖仁男发布 后来的歌词来看 这首歌是为他而唱的 难道他也一直对自己恋恋不忘 如今的李千默 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懵懂的小女孩 他知道如何去争取 自己一生的幸福 这一次 他一定要把握住 第九章 辉煌点破百万 获得神级歌喉 陈光威夕 叮零零 廖仁男是被闹钟吵醒的 再过十分钟 就得叫贝贝起床 他都会趁这个时间 自己先洗漱 而就在廖仁男站起身的时候 一道电子合成音 在他脑海中响起 叮 恭喜宿主辉煌点 累计达到一百万 自动兑换一次奖品 奖品自动兑换成功 恭喜获得神级歌喉 神级歌喉 不管是高音 中音 低音 绵羊音 海豚音 还是什么类型的音 统统完美唱出不在话下 随后 身体微微一颤 他只觉得咽喉一凉 有了些许异样 莫名想要放声高歌 廖仁男 这么草率的吗 他知道 后来的发布 会收割一波辉煌值 但没想到会收割这么多 出乎意外啊 随后撇过床头 廖仁男发现 手机绿灯在闪 那是有未读信息的提示 点开一看 是曹精明发来的 好家伙 原来他的视频 被发到了各大短视频平台 抖音平台 点赞 852万 评论 220万 转发 165万 收藏 120万 热度 5420万 位列抖音平台热搜前十 微博平台 话题点赞 1000万家 评论 340万 转发 280万 热度 10285万 位列热搜榜前十 企鹅平台 话题浏览量 254万 点赞量 448万 难怪会收获这么多辉煌值 原来有这层原因在 曹精明除了发这些数据 还转载了一条微博 廖仁南点开一看 发现是苏雪几小时前发布的 那时才凌晨三四点 重申一变 我苏雪是不可能复婚的 以前不好好把握我 现在后悔有什么用 下面同样配了他的一张美照 以及公司的购物链接窗口 到现在 留言已高达十几万条 支持苏女王 女神好样的 不愧为女强人 哇塞 好美啊 爱你哦 廖仁南这个吃软饭的 就是站着毛坑不拉屎 死了这条心吧 哈哈 廖仁南还有脸皮畅 后来滚一片凉快去吧 神仙姐姐 廖仁南连给你踢鞋都不配 看到这些消息 廖仁南有些无语 怎么张口就开始黑 不过 顺手往下一滑 在点赞数量第一的留言里 他看到一条长文 作为忠诚的男粉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廖仁的这首 后来 绝对不是写给他前妻的 第一 廖仁做事向来利落 当初官宣结婚就非常果断 利落的男人向来不吃回头草 第二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苏雪从初到开始 走的就是性感人设 这跟廖神 后来歌里描述的女孩完全不服 不服来变 这条长文的点赞量也非常高 似乎都是男粉在维护自己的偶像 廖仁南松了口气 有这么条消息 为自己证明清白 心中也踏实了不少 便笑着关掉手机 爸爸 有什么好事啊 笑得这么开心 廖仁南被醒了 看到这一幕 廖仁南轻笑道 有人在网上诋毁爸爸 但粉丝帮爸爸解围了 所以爸爸觉得开心 粉丝们太好了 谢谢你们 廖仁被双手合十 对着空气说 然后又捏紧小拳头 皱着细细的眉头道 诋毁爸爸的人都是坏蛋 等我长大了 帮你扁他们 哈哈 廖仁南被逗得哈哈大笑 贝贝 时间不早了 要起床了 嗯 廖仁北先开被子 爸爸你转过去 我要换衣服了 行 三下午除二 廖仁北脱下了睡衣 换上一套白色连衣裙 衣服是廖仁南睡前 提前给他准备的 穿好衣服 廖仁南便带着贝贝洗漱 还给他梳了一个丸子头 添加了几枚蝴蝶发卡 没有女儿前 廖仁南怎么也不敢相信 自己居然能应付这些细活 但生活就是这么出其不意 稍稍打扮的廖仁北 就像从画里走出的小天使 让人看一眼 便心生宠溺 给廖仁北弄完 廖仁南简单导食下自己 两人便手牵手出门 哇哦 快看 哇塞 这对妇女好养眼啊 我的天啊 真羡慕这家的女主人 帅爸靓女走在路上 总会惹人侧目平平 今天想吃什么啊 花卷 烧满 肉包子 还是鸡蛋面 小区里就有早餐店 而且里学校特别近 为了图方便 廖仁南都会带贝贝就近用餐 爸爸 我想吃炸鸡 廖恩贝扎下嘴 眼冒星光看着爸爸 早餐吃炸鸡 我给你一巴掌 你吃不吃 哦 你怎么这么暴力啊 那我不吃炸鸡 可以吃蒸绿豆糕吗 葡萄单位的 不行 我刚刚说的 四选二 那吃烧麦和肉包子吧 吃完早餐 廖仁南将贝贝送到了学校 自己则就近找了家咖啡厅 准备喝杯咖啡休息回 接下来的时间 就属于他自己了 跟苏雪没离婚前 把廖恩贝送上学后 廖仁南还有大堆事情忙 比如打扫房间卫生 还要给苏雪煲汤 炖排骨做美味什么的 苏雪口味很雕 吃不惯剧组的盒饭 所以有时候他做好美味 还要开车几个小时 专程给苏雪送到剧组 那个时候 为了苏雪的健康 廖仁南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怨言 不管多难 只要是他需要的 他都是有求必应 现在想起来 他都替自己累得慌 不过现在 终于自由了 无拘无束 真是太好了 惬意的玩了会手机 廖仁南手机请来一个电话 电话一接通 那头曹金明便兴致勃勃地道 老弟 你可真是沉不住气 我都给你发那么多信息了 你一个字都没回复 你那手 后来品质很高 网络上已经炸开了锅 这回是真的火了 真没想到啊 廖仁南善笑声 运气 低调 哈哈行 我低调 曹金明乐呵呵的 对了 冯采早上给我打来电话了 说腾辉传媒的十周年庆典 想邀请你去参加演出 你这次可真够风光的 冯采就是个挑剔的人 能让他这么做 说明他对你是真看好 通告时间在后天下午 那边的要求也很简单 就是让你再唱一遍 后来报酬按照二线明星的标准给 廖仁南道 这不太行吧 曹金明迟疑着道 二线明星的酬劳 都有二十的W网上了 我觉得挺多了吧 廖仁南笑了声 我没嫌弃酬劳低 就是想着 在人家周年庆上 唱昨天的 后来不太合适 我还是另外准备一首新歌吧 现在觉醒了前世记忆 廖仁南脑中的歌曲作品 多如牛毛 既然以后想在娱乐圈立足 那当然得趁热打铁 一鸣惊人了 啊 什么 你又有新歌了 什么歌啊 曹金明被惊讶得无以复加 廖仁南昨天刚发了一首新歌 现在就告诉他又有新歌了 这是什么超级创作型怪兽啊 又或者 他以前就写好了 曹金明认为 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廖仁南环顾下咖啡厅 淡淡地道 新歌名字叫 好久不见 第十章 狭路相逢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在街角的咖啡店 我会带着笑脸 回首寒暄 和你 坐着聊聊天 廖仁南轻哼几声 坐在这咖啡厅里 他脑中闪现的 就是这一首歌 这首歌质量很高 超级有代入感 最重要是在腾辉周年庆典上演唱 不会显得太过突兀 也很有风格 嗯 好歌啊 曹金明赞叹一句 这是你之前就写好的吗 算是吧 廖仁南微微一笑 那就定这首歌了 配乐伴奏什么的 我待会来台里弄 好的 那辛苦你了 曹金明到 回头 我跟冯谭说一声 你发心歌酬劳 可不能按原样算 翻个一倍都应该没问题 廖仁南心思简单 他可不能跟着单纯 他就是把关的 好吧 听你的 挂断电话 一口喝完咖啡 廖仁南便打了个车 往魔度电视台赶去 电视台里有专门为直播配音准备的设备 可以用来录制歌曲 至于录音师什么的 廖仁南就是制作人 他一个人就能搞定 其他人搭把手就行 他根据前世记忆 直接写好词曲 然后就开始录成品 连中间demo的环节都省了 经过三个小时的努力 好久不见 这首歌的出版伴奏出来了 能够还原前世这首歌的95% 这个程度已经很难得了 毕竟 只有廖仁南一人知道这首歌的概念 其他人都是一片空白 而这首歌伴奏有钢琴 小提琴等 虽然不复杂 但也绝不简单 很多时候 他传递一些曲调要求 乐器师都需要时间去领悟 能还原95% 廖仁南虽然觉得有点遗憾 但同时也挺满足的 下次系统抽奖 能够获得乐器知识 或者编曲专业知识 更上一层楼等 这样 他就能够百分之百还原经典了 接下来的一天半时间 除了照顾好廖恩贝之外 廖仁南就在为这首歌而忙 想到什么好的点子 就快速修改添加进去 而为了让观众听歌时 更有代入感 他还专门请录像师拍了一段Vlog 就是他独自坐在咖啡厅的画面 非常契合这首歌的主旋律 期间 廖仁南不间断收到了苏雪的几条消息 都是问他关于廖恩贝吃饭 睡觉 还有上学的情况等 廖仁南直接选择无视 以前没见苏雪这么关心过女儿 而且自己也没有义务为他报告这些 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便到了通告约定的时间 曹敬明表示 想要凑热闹 所以跟廖仁南一同前往 灰腾传媒公司颇有实力 除了同行前来庆河外 同一条产业链上的其他公司 比如抖音的副总韩尚佑 企鹅视频 甜城TV 阿里影业等行业龙头 也都派出了代表来参加庆典 灰腾传媒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红毯典礼 还排了足足有三个小时的欢庆节目 除了他们本公司的艺人站台外 还邀请了大批的明星 都是国内小品 舞蹈 唱歌等各分之一线的艺人 让廖仁南有些意外的是 苏雪竟然也参加了这个庆典 据悉他没有表演 只是来站台撑场面 对此 廖仁南无感 他不会大度到主动去打招呼 也没矫情到什么忌讳 跟前妻同台的 脸上始终挂着淡淡的笑 早已释怀 而当挑到廖仁南的时候 苏雪的脸色就变得很难看 以前他发送消息什么的 廖仁南回复都不超过三分钟 可昨天他发了好几条消息 却就像是石山大海一般 苏雪早就快气炸了 不过现在两人离婚了 他拿廖仁南丝毫没有办法 只得默默的憋着生闷气 没过多久 庆典正式开始 表演嘉宾们根据所在类别 被安排到后台休息室后场 廖仁南自然被分到歌手行列 他抽空看了下节目单 歌曲都被排在庆典的后半部分 其中廖仁南是第五个出场 在他后面是筷子兄弟 最后压轴的歌手冯坤 冯坤出道近二十年 现稳居国内一线男星 他以《烟嗓音》出名 最擅长唱苦情歌 另外 冯坤跟苏雪 曾效力于同一家娱乐公司 两人是隔背的同门师兄妹 算是一个鼻孔出气的主 当时廖仁南被恶意披露是软饭男 冯坤没少发微博 阴阳怪气地指责他 想不到现在狭路相逢 廖老师 你可以啊 能写能唱 后场闲着无聊 筷子兄弟和廖仁南聊起天来 五六年前 筷子兄弟出道有几年了 但名气却一直不温不火 偶然向廖仁南所在公司邀歌 公司把这个任务分给了廖仁南 他经过三天的打磨 写出父亲 帮助筷子兄弟 火遍大江南北 筷子兄弟因此对廖仁南一直挺感激的 两人虽然都比廖仁南年长 但对他一直以老实相称 过奖了 廖仁南笑了笑道 对了 你们今天表演什么歌曲啊 嗯 还是唱 父亲 筷子兄弟感觉有点尴尬 这么多年了 还在割韭菜 近些年 我们也没出什么好作品 什么时候廖老师有空 帮我们写一首歌呗 廖仁南点点头 可以啊 没问题 真的 那提前谢谢 筷子兄弟连忙起身道谢 他们原本就是随口说说 没想到廖仁南当场就答应了 那真是意外的惊喜啊 廖仁南那创作水准 他们是十分幸福的 就在这时 一众人涌进了后台休息室 被团团围在最中间的 是一名身穿皮衣皮裤 戴着墨镜和BuillingBuilling首饰的中年男子 男子边往里面走 有不少小艺人站起来 主动跟他打招呼 坤哥来了 筷子兄弟也起身打招呼 嗯 你们好 冯坤隔着几名工作人员 只是清扫了两人一眼 神情酷拽酷拽的 而这时正好轮到廖仁南在补妆 他便没有什么特别的动作 冯坤原本都走过去了 却突然瞥见廖仁南 便折回一步 笑着问大家道 马上要表演了 大家紧张吗 坤哥 不紧张 筷子兄弟忙道 这紧张个啥 又不是第一次登台 冯坤没好气道 你们那哥炒了几年冷饭 而且还没一点难度 如果这都还紧张 那真不适合吃这碗饭 筷子兄弟两人尴尬的对视一眼 没有搭话 说到是不适合吃这碗饭 廖仁南你第一次登台 面对这么多观众紧张吗 冯坤突然瞥向廖仁南 话语里阴阳怪气的 廖仁南淡淡地道 紧张啊 吃 你还挺诚实的 冯坤激笑着道 不过你紧张就别接啊 这可是灰腾十周年 可别被你给搞砸了 廖仁南不慌不忙 我紧张 不是因为我的唱歌水平 而是因为我是慢歌时唱 哪像某些歌手这么会写歌 电音 和声多 词还少 就算假唱外人也听不出来 那肯定不会紧张的了 扑吃 廖仁南这话一出口 后场是哄笑声一片 你 走着瞧 冯坤被气得语无伦次 想反驳什么 但又怕事情倒大 丢下一句话 便灰头土脸离开了 廖仁南表情毫无波澜 继续让化妆师补妆 不知过了多久 一名工作人员小跑步过来 廖老师 您准备一下 下一手带您上台了 嗯 好的 廖仁南点点头 眸子里闪过一丝筋芒 第十一章 新歌好久不见 兄弟加油 筷子兄弟举起拳头 为廖仁南鼓劲 嗯 廖仁南点头示意 隔着好几个座位的 冯坤看到这一幕 不屑地摇着头 廖仁南直接选择无视 跟着工作人员来到舞台边 主持人慷慨激昂地介绍着 接下来 有请音乐制作人 歌星廖仁南先生 为我们献上一首 好久不见 哗啦啦啦啦啦 掌声响了起来 台下还有不少观众 刀呼廖仁南的名字 毕竟沉寂了这么多年 现在还能记住他的 都是上个时代的人了 伴随着聚光灯的照耀下 廖仁南挥手走到舞台中央 待廖仁南立定后 聚光灯突然一按 然后舞台后方的大荧幕 亮了起来 荧幕里的画面是 一个黑发青年坐在咖啡厅 桌上摆着一杯拉花拿铁 青年黑药石般狭长的凤眸 却一直淡淡地望着门口 那看似温柔 实则淡漠的视线 足以让任何人都为之而心碎 画面游远极近 然后游进极远 最后再次落在那杯拉花拿铁上 同时显出歌名 好久不见 此曲唱都署名为廖仁南 看到这短片 原本杂闹的宴会厅 此刻安静的落针可闻 我去 这开场效果 太好了吧 后场的筷子兄弟大力 小声感叹一句 可不是吗 真文艺 观众都被带入了 肖阳跟着附和 冯昆盯盯着屏幕 轻脸着嘴 一副看这家伙搞什么花样的态势 后场间的其他艺人 也都看得十分认真 等着听 这是首什么歌 而就在这时 荧幕慢慢按下去 聚光灯再次亮起来 聚焦在廖仁南身上 廖仁南双手握着话筒 眉头微醋 心眸下垂 神情十分的落寞 就像V-lock里的那位痴情人 从荧幕里走出来了一般 轻柔而忧伤的钢琴旋律 也缓缓地揍了起来 我来到 你的城市 走过你来时的路 想象着 没我的日子 你是怎样的孤独 低沉的旋律 如流水缓缓缠结而出 简单不复杂 而在廖仁南一开嗓时 便自动加载了伤感歌神 身灵其境 神级歌喉等技能 所以 就算是简单的词曲 从他的口中唱出 也会被修饰的词性而浑厚 拿着你 给的照片 熟悉的那一条街 只是没了你的画面 我们回不到那天 这几句旋律极缓 一字一词非常简单 但从廖仁南口中唱出来 却饱含无尽的情感故事 感情深沉内敛 指导人心深处 后场室的其他艺人 都听得入迷 脸上浮现出一种沉醉的表情 这唱功 好强啊 筷子兄弟大力情不自惊道 何止是强 简直神了 萧阳纠正道 是啊 想不到廖仁南实力这妖牛 隐藏得太深了吧 大力边感叹边摇头 脸上写满的不可思议 嘎嘎嘎嘎嘎嘎 曹精明又惊又喜 直接笑出了鸭叫声 他以为这一次可以淡定从容的听廖仁南唱歌了 谁知道又猛不及防的被对方送了个巨大惊喜 之前从小白蜕变为青铜 后来进阶成白金级别 现在才发现廖仁南真身是王者 曹精明决定 以后尊称廖仁南为歌神 廖神 是 正在让人补妆的冯昆 忍不住倒抽一口凉气 搞得化妆失手跟着一抖 刚铺平的粉底都弄花了 他一致做人 能唱到这水平 冯昆低难出声 原本不屑的气焰舌了大半 唱功着实让他惊诧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在街角的咖啡店 我会带着笑脸 挥手寒暄 和你 坐着聊聊天 悄无声息的 歌曲就进入到副歌 净显词曲和旋律的丝滑 廖仁南唱出这一段 所有的观众都有点坐不住了 大家这才明白前面播放的Vlog用意 也情不自禁脑补自己的某个曾经 廖仁南依旧心眸低垂 歌声也变得更忧伤了 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看看你对境改变 不再去说从前 只是寒暄 对你说一句 只是说一句 好久不见 廖仁南唱出最后的几句歌 就像在人耳边轻声诉说盘 词曲里显得十分洒脱 但却又让人内心挣扎 让人感到抓心脑干的痛 最后又让人淡然 释怀 这是种奇妙的感觉 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这个好好听啊 嗯 确实是一首好歌 真好听 这歌旋律不简单 但歌手唱得更不简单 听得我想哭了 呜呜 台下不少观众赞叹声连连 情不自禁跟林作交流几句 有些人眼眶湿润 有些人还在暗暗擦着眼泪 这歌水准高啊 嘉宾区里的一众业界贵宾大佬们 看向廖仁南的目光 都带着几分诧异 他们出席过不少宴会 也听过不少歌手唱歌 但能得到他们这样评价的 屈指可数 苏雪 这歌挺好听的哈 想不到你老公这么厉害 坐在贵宾区里 翘着二郎腿的娱乐圈校长 对林作的苏雪笑嘻嘻道 嗯 苏雪听到这话不知如何作答 哦 忘记了 你们离婚了 娱乐圈校长反应过来 看着苏雪叹了口气 想不到廖仁南唱功这么好 有点可惜了 呵呵 苏雪尴尬的应付一句 他表面上心平气和的 内心却快被气得吐血 可惜 老娘跟廖仁南离婚可惜 只是碍于这公子的身份 苏雪不好说些什么 如果对方名气低个极等 他肯定会毫不留情的训斥回去 而除了感到气氛外 苏雪心中更是一阵酸涩 这么好听的歌 真是廖仁南写出来的 真是他唱的 以前别人夸廖仁南 他会感觉到开心 可现在两人离婚了 对方如果变得更优秀 他只会感觉到愤恨 舞台上 廖仁南歌声还在继续 歌曲进入到重复阶段 我来到 你的城市 走过你来时的路 想象着 没我的日子 你是怎样的孤独 比起刚听这歌时的惊讶 此刻大家更多是沉浸到歌中 细腻感受着歌曲背后的故事 这是一首缅怀爱情的歌曲 对救时光的缅怀 对那个他的怀恋 时间过了 人走散了 人海茫茫 两个人再次相遇的机会很小 也许你已经不在这个城市了 可我还是有着种种幻想 但只是那种简单纯粹的幻想 想看看你过得怎样 想看看你现在是长发还是短发 想看看你的神情是轻松还是疲惫 想看看你爱喝的咖啡 还是不是那一杯 第十二章 都被带入了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在街角的咖啡店 我会带着笑脸 回首寒暄 和你坐着聊聊天 料人男的歌声轻忧婉转 令在场的所有观众 都沉浸到歌的意境里 不管走过了多么曲折的路 多么期盼再次出现 那些曾经熟悉的人 而当再次见到寂寞生 又熟悉的人时 似乎却只有那句淡淡的 好久不见 只想你别来无恙 我也心满意足 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看看你最近改变 不再去说从前 只是寒暄 对你说一句 只是说一句 好久不见 料人男轻柔的嗓音 就像在人耳旁诉说一般 透着满满的忧伤 又藏着满满的遗憾 韵味无穷 而伴随着料人男的歌声 越来越低 伴奏的旋律也渐渐淡下来 奏完结尾的音符 便悄然而止 哗啦啦啦啦 全场没有什么人说话 只有热烈的掌声 声音大到 仿佛能把屋顶掀掉 其中有一些观众 一边鼓掌一边哭 又怕被人给看见 偷偷视掉眼角的泪滴 其实大家都心照不宣 谁不曾年少轻狂过 谁的爱情里 没有过遗憾 舞台上 料人男缓缓地睁开眼睛 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得益于伤感歌神 身灵气静 神级歌喉 几大技能的加持 料人男把 好久不见这首歌 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种感觉 真的很畅快 听到台下热烈的掌声 料人男微微一笑 淡淡道 谢谢 随后朝着台下鞠了一躬 鞠躬落幕 哗啦啦啦 全场又一次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之前是为 好久不见 这歌 此刻却是为料人男鼓掌 气氛达到了另一个高潮 这个好听啊 可不是吗 我刚刚都完全忘我了 台下的人 一边鼓掌 一边窃窃私语 一脸的崇拜 而后台的一众艺人们 表情也是丰富多彩 不少人都是半张着嘴巴 掩饰不住心中的震惊 料人男刚才的表现 着实让他们给惊到了 棍子兄弟 早已对料人男心悦成福 两人平常创作的歌曲 都偏向电子乐 搞气氛类 唯独料人男的那首 父亲 当时可谓是收割了不少眼泪 但也没达到今天现场 这样的效果啊 此外 接下来就该棍子兄弟 登台演出了 两人可是要唱嗨歌 现在观众的情绪 被料人男带得这么低 还让不让人唱啊 难 而先前满面嚣张的冯昆 此时也没了那股底气 作为歌手 只要稍微听几句 他就能感受到 料人男的实力 土字清晰 情绪饱满 婉转起调 流畅如高山流水般 料人男有如此实力 怎么还隐居幕后这么多年 原地出道 都能霸占歌王席位吧 想到此 冯昆感到有点心虚 待会他还要压轴表演了 也不敢保证自己能达到 现在一半的效果 风头都让料人男给抢光了 他骂大 看到现场反响如此热烈 曹精明也跟着激动的鼓着掌 他对料人男可十分熟悉 知道料人男这些年来 过得多不容易 当初料人男突然官宣结婚 他就怀疑里面有隐情什么的 现在看来 他的怀疑是正确的 难怪料人男一直这么忧郁 原来心里藏着这么多事 这小子不容易啊 此外 贵宾区的一众野业界大佬们 也都被料人男的歌声给折服了 不少人交头接耳着 讨论着台上这位年轻人的背景 这位歌手叫什么名字 说话的人是抖音副总裁韩尚佑 他刚才也被料人男的歌给带入了 回忆了很多他这个年纪不该想的画面 副总 他的名字叫料人男 以前是做创作的写过不少歌曲 后来因为结婚隐退了 最近才复出 哦 难怪 韩尚佑点点头 想到什么他又问道 对了 咱们天籁之音是不是还缺一个席位啊 是的 还缺一位歌手 韩尚佑绕有一位地道 那你说 这个料人男能不能胜任 副总 料人男应该不行吧 他只是个新人 还没有什么名气 我们请的可都是实力歌手啊 韩尚佑面色一沉 新人 你刚才不是说过 他创作了很多首歌吗 而且 那些定了的名单之中 不是也有几位小鲜肉吗 至于实力 你觉得他实力不够 不是 我是觉得 韩尚佑直接打断道 好了 不用你觉得了 尽快跟料人男经纪人接洽 把这事给定下来 至于公司内部 我会跟制片人谈的 好的 快去办吧 韩尚佑点点头 眼神愈发明亮 他作为抖音副总 主管 天籁之音 多记运营 自然看过不少艺人表演 练就了超强甄别能力 而仅仅是一首歌 韩尚佑就发现 这料人男 蕴藏着无穷潜力 很有可能崛起为 天王级别人物 因为高音一招 低音难求 像料人男这样的 绝品优质低音 更是百亿里挑一的存在 一曲终了 料人男退到了后台 曹精明早在那等着 给他递上一瓶水 同时对他竖起大拇指 唱得太棒了 爱死你了 老曹别这样 有点肉麻 料人男喝了一口水 曹精明尴尬的笑了笑 那我不说了 走吧 咱们去观众区看看表演 料人男看了看手表 我不太想看了 要不今天就先这样 我就先回去了 曹精明急眼了 不是老弟 待会还有庆功宴呢 你不参加吗 料人男摇了摇头 没什么好参加的 都是一些生意上的交流 你就带我参加吧 贝贝就快放学了 我想回去多陪贝他 曹精明点点头 耐心的引导道 我知道你是女儿奴 不过现在也才六点 待会我们在宴会厅 转一圈就离开 不会浪费太多时间的 再说了 你才是节目表演嘉宾 我代替你参加宴会 算个什么事情 料人男微笑一笑 一巴掌拍在料人男的肩膀上 算了 我看你就替我去吧 对了 你的车钥匙在哪 借我用一下 反正你免不要喝酒 喝酒不能开车 曹精明面露为难 但还是乖乖掏出钥匙 料人男也不客气 直接把钥匙收了起来 那我先走了 待会你少喝点 嗯 好 曹精明一时语色 想要说什么 但最终还是忍住了 你就这么对待上司的吗 第十三章 厉害 商界大佬主动拔剪 没过多久 仪式圆满落幕 庆典的最高潮 当属料人难唱 好久不见时 后面 冯坤作为压轴明星出场 虽然使出浑身解数来嗨场 却只是引起了一小步的欢呼 远远达不到高潮的程度 这让冯坤累病痛苦着 之后 众人稍作休整 便准备参加宴会 就像无缝连接班 宴会厅满满当当 摆了上百桌 商业大佬们坐在正中间 演员们围着中心坐 剩下的就是抖音的管理层和员工了 至于曹金明 因为他代表着料人难 自然也是跟演员们一桌 片刻后 晚宴正式开始 一张张桌子上 大家都在吃吃喝喝 气氛很是融洽 吃了一会之后 开始有人跨桌敬酒 一些小演员 一人早就坐不住了 纷纷到贵宾桌 给商业大佬们敬酒 以寻求一些商业合作什么的 这些商业大佬 可都是金主爸爸 跨桌敬酒后 场面就安静了下来 毕竟敬酒也要适量 否则就会得罪人 就在这时 只见贵宾桌的抖音副总韩尚佑 正端着一杯酒 朝着演员桌方向走来 用着餐的几个艺人 内心纷纷一惊 这位抖音副总裁 掌管着很多热门的综艺节目 而他带领打造的 天籁之音 更是热门综艺中的精品 手握多少个小目标的资源 如果能够被他看中 那就等于直接拿到 通往爆火的金钥匙 能够被韩副总敬酒 那是天大的殊荣 正坐着无聊的苏雪 自然也看到了韩副总 他眉眼一条 难言喜悦 但又强压住自己激动的情绪 虽然他也觉得 被韩副总敬酒很光荣 但他更多的觉得自己 值得这份光荣 冯昆也看到了韩副总 条件反射般的摸了摸酒杯 他已经被定为 下妻天籁之音 首发歌手 虽然是他工作室极力争取的 但那也是对他的肯定 而除了这层关系 作为这群歌手里名气最高者 韩总不是冲着自己来 那还会冲着谁 铁定是来找自己喝酒的呀 只见 韩上右手持着一只杯子 脚步沉稳 不急不缓 绕过了苏雪所在桌 绕过了冯昆所在桌 绕到了曹金明面前 举起了酒杯 这一幕 让在场的小演员们又是一惊 谁也没想到 一位做电视台综艺的导演 背景竟然如此之大 居然能够 让抖音韩总下桌敬酒 至于一旁的苏雪和冯昆两人 而更是露出一副 怀疑人生的表情 这怎么可能 这魔都电视台导演 现在名气这么大吗 这曹金明和廖仁南 什么时候搭上了韩总这条龙脉 就连当事人曹金明 此刻也是一致猛逼 先前 几个女演员围着他灌酒 他早就有点晕头转向了 此时此刻 则更是头晕得厉害 都忘记了回应韩上右 韩上右尴尬地笑了下 主动跟曹金明碰了下杯 然后将杯中红酒一饮而尽 曹金明这才回过神来 连忙一饮而尽 可即便如此 他还是觉得自己 像是杖二的和尚 摸不着头脑 很显然 韩上右是想要讨好自己 可是 自己身上有什么宝贝 能让这位大佬如此讨好 真的想不通 喝完酒后 韩上右扫视了一圈 淡淡道 曹导 怎么没看见你的搭档廖仁南 其实 韩上右在看到廖仁南的表演之后 立即让自己的助理去联系 谁料却得知 廖仁南付出没多久 还是独立制作人 处于停摆状态 根本没签约啥公司 也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一时之间 韩上右也着急了 一来是 他担心和廖仁南走正常流程 会耽误很多时间 毕竟 天爱之音 明星阵容 只剩最后一个名额了 随时都有可能跟别的明星艺人签约 二来是 他也担心廖仁南没档期 越快谈成 他的心也就越踏实 于是 庆典一结束 他就四处寻找廖仁南的踪迹 想要和他达成协议 可是却始终没有找到 韩总您好 廖仁南有点事先回去了 曹金明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韩上右看中的是廖仁南 哦 这样子啊 韩上右有些失落 他琢磨了一下 掏出自己的名片 递到曹金明面前 是这样的 我想邀请廖仁南先生 参加我司旗下的天籁之音 不知道他有没有档期 曹金明难以置信道 您说的是天籁之音 节目 韩上右点了点头 是的 我们节目还缺一位歌手 您看廖仁南先生 当然可以啊 没等韩上右说完 曹金明便斩钉截铁地道 哼 韩上右露出一丝笑容 可是 这件事你说了算吗 要不要向廖仁南本人求证一下 我肯定会向廖仁南求证的 曹金明笑得合不容嘴 不过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应该会同意的 毕竟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廖仁南真的很优秀的 就缺这么个机会 韩上右也喜上眉梢 那咱们就这么说好了 你一定帮我好好地转达 争取让廖仁南同意参加节目 好啊 没问题 服务员 这边韩上右示意服务员 把两人酒满上 端起酒杯 来 敬你 麻烦你了 曹金明有点惶恐 不麻烦的 哎呀 其实应该是我敬您的 韩上右和善地笑了笑 都一样 周遭 不少人都被自己看到的这一幕所惊呆 而坐在席位的苏雪 脸早已黑成了猪肝色 心里更是堵得慌 廖仁南将参加天赖之音 他有这等资格 凭什么 真是走了狗屎运了 另一桌的冯坤也好不到哪里去 尴尬的能用脚趾抠出四十两厅 自己的风头 居然被个过期制作人给抢了 怎样都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这廖仁南太他妈可恨了 哦 冯坤也在啊 来喝一杯 韩上又跟曹金明聊完 原本准备回桌的 谁料对上了冯坤的眼神 便走过去客气下 冯坤立马起身 把酒杯压到最低 韩董好 我敬您 能和您喝酒 是我的荣幸 韩上又笑了声 天赖之音马上开播了 期待你的精彩表演 谢谢台爱 冯坤喜笑颜开 不爽的情绪退了大半 那料人难算什么东西 不过是节目的炮灰吧 歌才是有望争夺歌王称好的 走着瞧 第十四章 李千默是孵控 锦绣高档住宅区 爸爸 你做的煎饼真好吃 廖恩贝一边说着 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煎饼 胖乎乎的脸颊 就像一个大包子 廖恩贝笑了笑 好吃的话 你可以多吃一些 尤其是青菜 都要吃完 廖恩贝有个坏毛病 他吃东西很挑剔 只吃肉类和鱼类 而不吃青菜和蔬菜 为了防止廖恩贝 因为偏食而营养失衡 廖恩贝总是换着花样 给他做各种美食 什么蔬菜沙拉 菠菜肉夹馍 胡萝卜榨汁 土豆肉饼等 廖恩贝吃了一口饼 知道的 爸爸 你好啰嗦啊 我 廖恩贝一时遇色 叮铃铃 廖恩贝掏出手机一看 是曹精明打来的 哦 廖恩贝还没来得及回答 就听到一道异样的声音 从另一端传来 廖恩贝把手机拿原点 老曹 你没事吧 怎么没事 我都喝了快一瓶红酒 真不知道那些人 怎么这么能喝 还好我有经验 先垫了几块肥肉 还喝了瓶牛奶 不然现在更难受 廖恩贝哈哈一笑 不愧是我老曹哥 不过这不是简单交集吗 你怎么还喝这么多 哈哈 高兴啊 电话那头笑出声 有个好消息 要告诉你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抖音总裁 邀请你参加天籁之音 廖恩贝连迟了一下 这个 我就不参与了吧 给别人当垫脚石 曹精明一副喝醉了酒的样子 结结巴巴道 这个我知道 不过你现在才刚起步 如果能在天籁上露脸 你的名气肯定会大涨 多少亿人求之而不得呢 那行 你帮我敲定吧 廖恩贝 斩钉截铁的说道 突然 他想起一件事 问道 对了 这节目录制时间 跟我陪贝贝不相冲突吧 不冲突 我问过了 节目都是下午录制 不耽误你们妇女亲子时光 廖仁南恩了声 那行 哈哈 好的 我就知道你会答应 那就先这样了 我明天找你戏聊 拜拜 嗯 老曹你现在怎么样 要不要帮你叫辆出租车 不用 好的很 挂了 拜拜 廖仁南刚挂断电话 廖恩贝便凑了过来 爸爸 你要参加天籁之音吗 廖仁南瞪了他一眼 怎么又听大人讲电话呢 这样不礼貌啊 廖恩贝欢呼雀跃 啊 那是真的呀 爸爸真棒啊 以后我就能在同学面前炫耀一下 说我爸爸是个大哥王了 哇 文言 廖仁南哑然失笑 事实上 对于被邀请参加天籁之音 廖仁南觉得有点意外 又觉得是情理之中 像 后来 好久不见 这些前世经典 在这时就算不爆火 那肯定也会掀起一阵风了 而有了多种神级歌唱技能加深 他这是也会往演绎这条道走到底的 所以现在 一切顺其自然吧 下国 魔都国际机场 李千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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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神 我爱你 沿着一众粉丝的欢呼 惊叫声 李千墨跟着助理往出口方向走 时不时的 他还会对着粉丝们笑一笑 叮嘱他们小心 在这两天的时间 李千墨已经办理 回归国内的手续 李千墨在漂亮国那边的签约不多 加上他在娱乐圈也有一些人脉 所以 这一次的违约 对他来说 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他回国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了全国 不少粉丝都知道了 纷纷来机场迎接他 李千墨走入贵宾通道 粉丝们便没再跟着 他来到机场地下停车室 便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又威 李千墨惊呼一声 嗨 千墨 没想到你在国内 名气依旧这么高啊 林又威拉开了麦巴赫的车门 行李放这 赶紧上车吧 那可不是 谁让我这么讨喜 李千墨俏皮地道 坐到了副驾驶 林又威的目光 忽然定格在李千墨身上 胆叹一句道 哎呀 你终于舍得回来了 叔叔阿姨一定很开心吧 当初李千墨毅然决然去海外发展 最舍不得的便是他的父母 李千墨为此 连着哭了好多天 嗯 是的 李千墨惭愧地点点头 林又威忽然一把将他抱住 说道 这次回来就不准走了 我也想死你了 不走了 李千墨斩惊截铁地道 哈哈 看来男人的魅力还真是无穷啊 对了 你有没有跟他联系 什么男人魅力无穷 这话说的李千墨有些尴尬 跟谁联系啊 李奥仁南 跟我还装饰吧 林又威几眉弄脸地道 不是的 一听这个名字 李千墨顿时面红耳赤 说不出话来 不承认是吧 那枉费我给你准备了他的一手消息 连媒体都没报到的 现在看来用不着了 李千墨眼眸一亮 是什么消息啊 林又威脚侠道 你撂哥哥的一首新歌 李千墨眼睛咕噜一转 好吧好吧 我承认 我就说嘛 林又威乐得合不拢嘴 给你看吧 以前只觉得撂人男有才 却没发现 他居然这么有才 还能唱歌 真好听啊 李千墨接过手机 认真地看起来 屏幕上 赫然是撂人男唱的那首 好久不见 画面是居中拍摄的 非常清晰 李千墨听着歌 眼泪突然就刷刷地落了下来 刚才还不承认 你看你装都哭花了 丑死了 林又威递给他一张纸 笑着道 不过你别说 这首歌还真是挺好哭的 我一个世外人 都哭得死去活来 李千墨点点头 嗯 哥太好了 他唱得也好 林又威撇撇嘴 嘖嘖嘖 瞧你这花痴样 讨厌 哪有你说的这样 李千墨想到什么 便问道 对了 又威 你家有天爱之音的资源是吧 林又威眨了眨卡兹兰大眼睛 有啊 怎么了 李千墨小心翼翼地问 节目还缺不缺歌手呀 是我不知道呀 林又威回答道 想到了什么 又坏笑着说 我知道了 你是想让廖仁南参加吧 是的 李千墨这次不藏了 嘖嘖嘖 林又威感叹道 想不到我们的李大女神 是一个超级富控啊 李千墨羞红了脸 哪有 我是觉得她有才华 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 林又威双手抱胸 承不承认 如果你不承认 那这个忙我不帮了 我承认 我是富控 林又威满意地点点头 拿起手机开始联系 一阵啊 哦 那太好了 没事后 林又威挂断了电话 到底什么情况 李千墨紧张地问 情况是这样的 原本空缺一个歌手席位 但现在已经有人选了 不过你猜 那人是谁 该不过是廖仁南吧 林又威笑着道 bingo答对了 李千墨欢呼雀跃 那太好了 林又威摇了摇头 看把你高兴的 哎 不得不说 这廖仁南真是有厌妇啊 有你这么个大美女死贴着 连我一个女的都要嫉妒了 李千墨忽然一声叹息 道 只可惜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见到他 林又威没好气地道 瞧把你着急的 我有办法 一番窃窃私语之后 李千墨对着林又威 竖起大拇指 也没听说你有交男朋友啊 怎么这么会 林又威得意地扬了扬眉 没吃过猪肉 没见过猪跑啊 李千墨白了他一眼 那就按你说的办 第十五章 你可能误会什么了吧 不知不觉 时间就到了晚上十点 虽说明天就是星期六了 廖安贝不用去学校 但考虑到孩子是长身体阶段 廖仁南还是早早哄他睡了 看着贝贝奶白的脸庞 睡着了 嘴巴还笑成一个糊涂 廖仁南觉得十分欣慰 让女儿过得开心快乐 是他现在最重要的责任 而廖安贝就像个小棉袄一样 不仅非常的听话懂事 反倒还经常语出惊人 给他制造了不少的欢乐 令他十分的暖心 见天色上早 廖仁南索性点播了一部科幻电影 打算在精神世界来一场奇幻的旅行 自从和苏雪离了婚之后 廖仁南每天都过得轻松无比 他每天再也不用担心 苏雪会突然发脾气 也不会被无止境的家务大小事 给忙得团团转 想干啥就干啥 时间都是自己的 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畅快 另一边 苏雪步履蹒跚地回到家 推开门之后便直接躺在了沙发上 高跟鞋随意地丢在一边 妈 给我泡一杯蜂蜜水 苏雪扯着嗓子叫了声 晚上 他参加完灰腾传媒的庆功宴 就急匆匆地去了另一个宴会 陪下一个嫉妒的广告商 共进晚餐 虽然 他跟人合伙开了公司 手下有十几个艺人 但也免不了要陪着客人喝几杯 下国的酒文化 就是如此 此刻 苏雪酒精直往上冲 只觉得喉咙干涩 头疼欲裂 听到声音 何如没裹着一件睡衣出来 脸色阴沉 这么晚了 大叫什么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看你喝得醉醺醺的 没个正形 真不知道怎么说你啊 苏雪舌头打劫地道 我这不也是为了工作 我都快痛死了 快给我冲一杯蜂蜜水 以前苏雪也经常应酬喝醉 每次料人男都会给他冲蜂蜜水 缓解头痛特别有效 何如没瞪了他一眼 接过来一杯白开水 头痛你活该 正好让你长点记性 蜂蜜谁可没有啊 白开水你爱喝不喝 妈 你怎么这么懒啊 苏雪捂着头 这才注意到客厅里乱七八糟的一片 忍不住埋怨 哎呀 你这白天在家闲着 也不把房间收拾一下 乱成什么样子了 嘿 你还教训起我来了 翅膀硬了是吧 觉得我是负担啊 苏雪无语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何如没道 你就是这个意思 你爸走得走 我独自一人拉扯着你长大 我容易吗 你知不知道 我为了把你拉扯到今天 付出了多少努力 你能有今天 有我大半的功劳 你现在事业有起色了 就开始嫌弃我是吧 还这种口气跟我讲话 何如没噼里啪啦一通诉苦 这听得苏雪更加头疼了 好吧好吧 就当我没说 下次绝不说这种话了 你最好记住 何如没丢下一句话 便回房间 苏雪无奈的摇摇头 端起热水喝了一口 嘴巴差点被烫起一个泡 酒都被烫醒了大半 苏雪哀嚎一声 这都是什么事啊 一日 一大早 廖仁南就接到了 咖啡馆经理的电话 说要感谢他为店里 带来了客流 免费送他几张贵宾卡 第一反应 廖仁南是拒绝的 并且谢绝了对方的好意 毕竟无功不受禄 他没觉得自己付出了什么 但没想到 咖啡馆经理态度坚决 说什么廖仁南 要是不中一贵宾卡 就给他换成等额的RMB好了 见此 廖仁南只好答应 收下贵宾卡 吃过早餐 他便带着廖恩贝 来到了咖啡厅 到了他这才发现 现在这家咖啡馆 是座无虚席 不得不说 刘亮就是财富密码 一首歌就让这家店的生意翻了一倍 这里已经变成为了一个网红打卡点 这倒是让廖仁南有些意外了 没快 咖啡馆店主亲自向廖正南道谢 然后给了他四张贵宾卡 有了这贵宾卡 只要他愿意 就可以全年免费喝咖啡了 而且 店主还给他开了一间贵宾室 让他先体验一下这里的气氛 廖仁南推脱不了 只好同意试一试 可当廖仁南来到包间 却见房里已经有人 是一名花季少女 其实 包间里坐着的少女 正是李千默 至于那什么咖啡厅赠送VIP卡的事情 还是林又威帮忙想出来的办法 为的就是让他和廖仁南 有一次偶然的相遇 此刻 李千默看着面前的男子 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六年前的画面 那时候他处于变声期 嗓子状态不好 没有适合的歌唱 而他又需要一首歌来推广 廖仁南便特意带他来这里 进行嗓音专项训练 还特意给他点了一杯咖啡 不厌其烦地教他怎么唱歌 那时候 他认为咖啡很好 廖仁南也很好 如今更是如此 一念即此 李千默眼眶微红 有些激动 廖老师 好久不见 你是 廖仁南一头雾水 李千默沉默 这两个字 对他来说 就像一道晴空霹雳 他难道不该说一句 好久不见 怎么不按剧本走 我是李千默 男人仍旧是一脸猛的状态 李千默汉言 廖老师 你不会不记得我了吧 廖仁南更加迷糊了 小姑娘 我应该认识你吗 李千默撇了撇嘴 说道 你最近写的两首新歌 不都是写给我的吗 听到这话 廖仁南倾咳了两声 小姑娘 你可能误会什么了吧 李千默 这一句话 直接把他 雷得外焦里嫩 什么 他根本对自己没有意思 甚至连自己的名字 都不记得 自始至终 都是自己一厢情愿 以前是 现在也是 李千默尴尬地问道 不是 廖老师 您全部忘了吗 六年前 您给我写过歌 就在这间咖啡厅 廖仁南皱了皱眉 却没有回答 在家带娃六年多 很多琐事 他都忘了 再加上上次觉醒系统 两世很多记忆都混淆了 所以 一些事情的细节 他更加记不清了 廖仁南 确实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李千默 咯当 如果现场再安静一点 甚至都能听到 他心碎的声音 一时间 两人都尴尬地处在原地 爸爸 你在干什么呀 身后廖恩贝的脑袋 忽然伸了出来 上完洗手间了 廖仁南揉了揉他的小脑袋 嗯 廖恩贝轻轻应了一声 眼睛盯着李千默 一眨不眨 这是您的女儿吧 好可爱啊 李千默俯身看着女孩 喜笑颜开 廖恩贝的目光落在他脸上 顿时惊叫一声 你是李千默 枝子花开的原唱 我是墨鱼哦 第十六章 难道这就是代沟 墨鱼是李千默的粉丝们的昵称 真的吗 那太好了 李千默微笑着点了点头 心中惊喜交加 想不到廖恩贝 居然是自己的小粉丝 既然从廖仁南这里找不到共振点 那就可以从他的女儿 这里突破啊 这一下不就省了 拉近距离的时间吗 池子花开 听到两人的对话 廖仁南的心猛得一沉 因为六年前 他确实写过这首歌 所以他觉得 面前小姑娘 所说的话应该属实 只是他真的记不起来 有关他的细节 而旁边的廖恩贝 早就开心地跳了起来 激动地扯了扯了任男的裤腿 爸爸 你真是太厉害了 连李千默女神都能认识 他又向前几小步 凑近李千默道 李千默女神 你好美啊 比实际上还要美 我们班的小朋友 都知道你的名字 还会跳你的舞呢 真的吗 李千默开心地道 当然是真的 我从不说谎 廖恩贝一边说着 一边后退了几步 然后扭动了一下自己 还没发育完全的腰肢 模样看起来很是可爱 但是他的每一个动作 都做到了八分的标准 李千默见状 脸上的笑容更胜了 在一旁鼓掌道 哇哦 贝贝 你好棒哦 李千默 你比电视上还要漂亮哦 廖恩贝也回夸道 听到这话 廖任男却纠正道 贝贝 爸爸不是跟你说了 不可以直呼长辈齐名吗 你应该称呼他为姐姐 姐 廖恩贝才叫出一个字 却被李千默一把拦住 小朋友 我比你大这么多 你叫姐姐不太合适吧 叫阿姨 廖任男 这个小姑娘 看起来也就二十多岁的样子 廖恩贝喊他一声姐姐 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对 再说了 女人不都喜欢 被叫得年轻些吗 廖恩贝 有些迷惑地看向爸爸 廖任男点了点头 千默阿姨 廖恩贝用一种 稚嫩的声音喊道 嘻嘻 贝贝真乖 李千默憨憨一笑 却是美艳不可方物 这下轮到廖任男迷惑了 他也不知道是为啥 难道这就是代沟 不过看到两人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他也不好多说什么 而廖任贝和李千默 则是如鱼得水般 两人牵着手 开始闲聊起来 时不时还比划着舞蹈动作 廖任男就站在一旁 他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能自己找了个地方坐下 点了一份拿铁盒 还给廖恩贝和李千默 各点了一杯饮料 看到廖恩贝 兴奋地跟自己的偶像聊着天 廖任男心里很是高兴 女儿开心 他也开心 对于李千默 他也很感谢 虽然他并没有完全记起 有关于他的过去 如此亲近一个孩子 他觉得难能可贵 而实在是过了太久的时间 廖任男担心 贝贝纠缠着人家 惹得对方不高兴 便做事看了看手表 提醒道 都十点了 贝贝 我们回去吧 待会爸爸要准备午餐了 再说了 等下地铁也比较堵 好吧 爸爸 虽然嘴上答应了 可廖恩贝 还是有些不甘心的看了 李千默也 李千默趁机道 要不 我送你们回去吧 这个点带着孩子坐地铁 也不方便啊 这样不太好吧 廖任男道 李千默玩耳一笑 无妨的 耶 好耶 谢谢千默阿姨 廖任男说话的声音不小了 却被廖恩贝的欢呼声给盖掉了 嘻嘻 贝贝好乖 咱们走吧 一听到这个称呼 李千默就窃喜 廖任男一脸错乱 但还是跟着两人 毕竟 他们都已经做了决定 几人稍稍做了遮掩 便乘坐电梯 往地下车库走去 李千默的座驾 是一辆进口宝马 百万起步的 可是 这样一辆豪车 到了李千默的手里 就跟个玩具车一般 从车库里出来时 廖任男说 有一个坎比较高 怕会刮到车底 表示 要下去帮他看一眼 但李千默立刻拦住了他 然后飞驰而过 廖任男一脸心疼 他却一点表情都没有 不只是出库 就连过出口闸 他也是擦边而过 根本不多看一眼 完全把车当玩具 而此刻 廖任男才注意到 李千默一身都是大名牌 都能抵得上半辆车 还有他身上擦的香水 唇厚不腻 估计都只好几个车轮 加上他大明星的身份 应该是不缺钱的主 想到此 廖任男也就习惯了 当然了 廖任男看得出来 李千默对车很马虎 但他的车技 还是很不错的 知道系安全带 检测车辆仪表 没有路造症 到了十字路口 适时减速 必让行人 廖任男觉得 他已经强过大半的女司机了 前面还提心吊胆的 现在廖任男安安心心地 坐在副驾驶座上 一路上都在欣赏着城市的风景 说实话 这还是 他第一次坐女人开的车 居然让他 莫名有一种放松感 在此之前 他一直都是苏雪的贴身司机 只要苏雪一个电话打过来 哪怕是凌晨两三点的时候 他也得第一时间赶过去 不然的话 几天别想清静 想想就心力交瘁 一刻钟后 李千默驾驶着车 在锦绣小区的一座单元楼下停住 他被周围的居民认出来 他依旧戴着口罩 贝贝 你家就在这栋楼吗 廖恩贝点点头 不是 我爸妈离婚后 我们暂时住在这里 李千默打量着周围 哦 这里环境挺不错 有一种温馨的感觉 我喜欢 廖恩贝眨了眨眼 可爱递道 千默阿姨 你要是喜欢的话 就多来这里玩吧 嗨嗨 文言 廖任男轻壳一声 神色尴尬 他遮着脸 狠狠地盯了廖恩贝一眼 意思是 小屁孩 瞎说什么呢 那好 相信过不了多久 我会再来玩的 李千默却是非常开心地回答道 眼神中有着掩饰不住的喜爱之色 廖恩贝接着道 如果千默阿姨也住在我们小区就好了 李千默 可以吗 我真的好喜欢这里 廖任男见这两人越来越不着调 连忙插话道 好了 李千默 谢谢你今天送我们回来 家里也比较简陋 就不要你上去做了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见 廖任男的话说得很正式 不过李千默并没有因此而生气 他只是淡淡地道 好啊 不客气 节目没几天就要开始了 期待廖老师你的表现哦 廖任男促着眉 没有说话 李千默连忙解释道 我也是无意中听到消息 得知您参加了天籁之音 廖任男也不想深究 故意打去道 哦 我昨晚才确定参加这个节目 想不到现在消息就传开了呀 李千默连忙说道 是啊 娱乐消息传很快的 廖任男点了点头 李千默松了一口气 心中却是暗自叹息 差点就暴露了 不过 他也希望自己暴露 那就可以早点 袒露心声 好矛盾啊 第十七章 神级厨艺 与李千默告别后 廖任男就带着贝贝上楼 回到家中 廖任男便开始准备午饭 而看到冰箱空空荡荡的 只有一些剩余的蔬菜 他便有些后悔了 早晨应该去菜市场买些肉的 廖恩贝可是个肉食爱好者 现在该咋办呢 就在这时 一道机械音 在廖任男脑海中响起 叮 恭喜宿主辉煌点 累计达到一百万 自动兑换一次奖品 奖品自动兑换成功 恭喜获得神级厨艺 神级厨艺 能迅速帮你提升厨艺 使你的烹饪技巧 出神入化 登峰造极 即使做出一碗简单的蛋炒饭 也能够家喻户晓 有口皆碑 紧接着 廖任男只觉得脑人一阵刺痛 就已然掌握了神奇的烹饪技巧 请客之间 他对每一种食材 都有了全新的认识 厨艺也有了质的飞跃 廖任男心里美滋滋的 有了这个技能 他就可以做很多 好吃的给廖恩贝吃了 正合他意 廖任男看着冰箱剩下的蔬菜 也不觉得痛苦了 反倒是来了兴趣 便对廖恩贝道 贝贝 一会儿我给你 做个素食锦包子哈 哦 爸爸 什么是素食锦包子啊 廖恩贝立刻好奇起来 廖任男一本正经地给他讲解 就是包子里面包各种线丁 比如粉条 豆腐丁 南瓜丁 茄子丁 黄瓜丁 哦 廖恩贝一听到只是蔬菜之类的东西 就失去了兴趣 偷偷溜开 自己玩起了的玩具 廖任男皱眉 摇了摇头 便开始认真做包子 发面 调馅料 赶皮包包子 上蒸笼 一气呵成 爸爸 是什么东西 好香啊 廖恩贝不知道什么时候凑了过来 廖任男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不愧是神级厨艺 连做个普通的小笼包 都能够达到香味扑鼻程度 这就是素食锦包子啊 马上就可以吃了 廖任男把蒸笼端出来 还拿了两副碗筷 哦 好期待啊 廖恩贝搓着小肉手 居然留起了哈打子 看到女儿这模样 廖任男不厚道地笑了 他夹起一个包子 吹了两口气 往他的碗里一放 不烫了 吃吧 廖恩贝咬了一口 然后又咬了一口 整个人都安静了下来 怎么 味道很奇怪吗 廖任男见贝贝这个表情 不由问道 不是 爸爸 这包子太 太太太好吃了 我要吃二十个 廖任男哑然失笑 行 这一笼归你 嗯 谢谢爸爸 然后廖恩贝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一个接一个的 都吃得忘我了 见状 廖任男无语地笑了笑 这说明 他的胃口并不差 只是没有碰到好吃的食物罢了 吃过午饭 廖任男就压着贝贝 去睡午觉 待贝贝睡着 他也准备迷讳 就收到苏雪发来的微信消息 明天我公司有急事处理 就不过来接贝贝了 明天 也就是周日 是苏雪的探视日 一个星期一次 见此 廖任男无奈地摇了摇头 苏雪对待女儿是真不上心 以前是敷衍了事 离婚后还是如此 成年人谁不忙 要是一个人对你很重要 再忙你 都会抽出时间来陪他 当然 廖任男只是为贝贝教区 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反正他和廖恩贝的关系 处得好或坏 也不是他能决定的 知道了 廖任男回复 类似这样的正规信息 他还是会回复的 很快 那边又传来一条 那你照顾他 细心一点啊 廖任男摇了摇头 愣灭手机 这条消息 他可没义无悔 生活总是平凡又忙碌 接下来的几天 廖任男除了照顾好贝贝的饮食之外 还做了几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 与苏雪的律师办理车 防过户手续 这意味着他真正的净身出户了 除了廖恩贝之外 他与苏雪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第二 与曹金明合伙开的公司正式成立 取名为南民娱乐 为了这家公司 两人可以说 亲近所有 不过 这是梦想的起点 一切投入都是值得的 第三 廖任男跟华夏一个专业机构 签署了作品注册委托代办 合同 让他们替自己进行歌曲版权注册相关事宜 如果 他的作品被非法侵权使用 而这个机构 没有及时查出病危权 是需要支付廖任男相应大额赔偿金的 第四 因为廖任男发表了两首原创 吸引了很多音乐平台的注意 纷纷邀请他入住 音乐平台给的分成是五五 廖任男直接要价八二 他自己是八 对方是二 廖任男坚信自己的作品足够好 而且是原创 首发 值得这个分成价格 对此 音乐平台公司犹豫了一两天 最后还是无奈答应了 第五 天籁之音官方工作人员 正式与廖任男签订了协议 接下来便会进行节目的正式录制 转眼间又过去两天 5月1日 魔都崇明导 天籁之音 第二季直播开启 大家下午好 欢迎收看由飓风地产 金大福黄金 华为人工智能 联合赞助的天籁之音 本次的参赛单位有拇指娱乐 企鹅视频 阿里影视 甜城 TV 还有明星个人工作室 盛雪传媒 南明娱乐 参赛者总计100位 大家鼓掌欢迎他们 摄像头前 何炯身穿一身西装 正卖力地介绍着 镜头扫过后台 都是一众明星爱豆 有王峰 任贤奇 胡海拳 冯坤这样的老牌歌手 也有当红流量 叶旭坤 花泽吕 曾一可 还有一些新秀之辈 比如张杰 廖仁南等 都微笑着 和直播间的观众们打招呼 短暂的停歇之后 何老师继续开口介绍 本期赛制全新升级 共包括六个环节 第一环节 海选 由评委 媒体观众投票决定通过人员 总共五票 得三票者通过 本环节有60位歌手能够入选 第二环节 EVEPK 选手一对一实力对决 由评委 媒体观众投票决定胜出人员 本环节有30位歌手能够入选 第三环节 看图写歌 由各权重投票决定通过人员 依据名次高低进行淘汰 本环节有20位歌手能够入选 第四环节 关键字写歌 由各权重投票决定通过人员 依据名次高低进行淘汰 本环节有10位歌手能够入选 第五环节 千万代言 由赞助方决定一名直通人员 其他依据网络投票名次高低进行淘汰 本环节有5歌手能够入选 第六环节 歌神之战 最终冠军将得到一元奖金 说完 画面一转 镜头前出现 一辆价值千万的超跑 一把汤尘一品的钥匙 一张用金矿箱着的巨额支票 哇 不少明星选手健壮 都发出了一声惊呼 而廖仁南却只是淡淡一笑 他已经把心态摆得很正 不论最终能够走到哪一环节 只要能够赚取一定数量的辉煌点 那自己就是这场比赛的胜利者 从节目一开始 观众们的热情就一直在高涨 千万大爷 跑车 汤品一辰 一元奖金 这夺人眼球的噱头 顿时吸引了不少网友的目光 各平台热搜榜上 天籁之音 栏目组的话题赫然在列 并且 以一个无可匹敌的热度 碾压其他所有的新闻 感觉 天籁挣了很多钱啊 这次的奖金居然直接翻倍了 好羡慕啊 只要能够拿到这个节目的冠军 那就是人生圆满了啊 我是为花泽吕来的 花泽吕 华夏歌坛永远低神 叶旭坤的粉丝在哪里 赶紧归队集合了 啊 节目组怎么选的嘉宾 为什么我的爱豆许松没有上啊 我是爱看美女的 曾一刻我爱你 楼上的兄弟 你真是 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 恶心到家了 这尼玛感觉是娱乐圈神仙打架 好刺激啊 直播间里顿时炸开了锅 热度节节攀升 一万两万 十万 一百万 这才刚开始不到半个小时 直播间的人数就突破了一百万 而且速度丝毫不减 还在继续提升 第十八章 天籁之音 开播 下面介绍本季的导师阵容 第一位是 有着华夏主流音乐教父称号的 刘焕老师 第二位是 歌声兼具磁性和爆发力的 华夏歌侯纳英老师 第三位是 歌坛啃荒者之一 殿堂级唱将 唱作人代表王子宋老师 第四位是 天才作词 作曲人 灵溪老师 第五位是 人美歌田 全能艺人 李千墨老师 随着何老师的介绍 几位导师都对着摄像机 一一打招呼 观众席的掌声 也是一阵接一阵 特别是当镜头对准李千墨的时候 更是掌声雷动 与此同时 直播间也炸开了锅 啊 千墨女神是我的 好美 等了六年 千墨女神终于又回来了 看到李千墨 我又相信爱情了 兄弟们住手 放开让我来 我先挺为敬 烦死 都特么别发弹幕了 老子都看不到女神的盛世美颜了 不只是观众 就连后场时的好几名艺人选手 也都发出了一声惊呼 盯着屏幕大饱眼福 毕竟 李千墨被誉为国民女神 富白貌美 自带仙气 那颜值 美倒无法用言语形容 关键年龄还小 正值含苞待放的花样年华 如此完美的女孩 哪个男人不想占为己有 在听到介绍李千墨时 料仁男却只是淡淡的一笑 前两天 他得知李千墨在 天籁之音中担任导师的消息 当时他还觉得挺惊讶的 于是就上网查了查 有关他的个人资料 李千墨是同心出身 背景雄厚 属于重心力捧 出道及爆红 对于这类 借助外力乘风启航的艺人 料仁男虽然不抵触 但属实也没多少好感 不过 李千墨出道后 至今林飞闻 没有任何负面言论和新闻 相反还有许多高质量作品 属于在娱乐圈出于泥而不染 对此 料仁男是很欣赏的 好了 接下来 就由我来宣布 天籁之音第二季 正式开启 随着何老师的话音落下 工作人员东的一下 敲起了铜钟 这代表着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进行的是抽签环节 以此决定歌手出场顺序 其中 料仁男抽到的是75号 属于中场靠后的位置 海选环节的歌曲 都是歌手们事先挑选好的 所以不存在 由于出场顺序 导致谁占便宜的问题 由于比赛好时长 为了便于管理 每位选手都分配有独立后场间 当然 后场室也不是只有歌手艺人 他们也可以请助手 指导老师 甚至明星等外援 来为自己撑腰拉人气 另外 后场间各个角落都装有摄像 用来展示参赛选手们的精彩瞬间 大屏幕一一闪过选手们的实时镜头 10号后场间 花泽吕被五位化妆师围在中间做造型 曾一可抱着吉他 表情有些古怪 两人身后 苏雪正插着腰 交代着什么 他看到直播灯亮起 瞬间换了一副面孔 冲着镜头微笑着道 宝贝们 记得支持我工作室的选手 爱你们哦 正如苏雪所言 花泽吕和曾一可 都是盛雪娱乐旗下艺人 这次参赛 他有两个目标 一是 捧自己旗下歌手 争取拿下千万代言 至于歌神之战 他也就做梦的时候 想想 毕竟实力摆在那里 二是 在节目中打压廖仁南 在他公布和廖仁南离婚的消息后 竟然有人嘲笑他 错失了一个好男人 这让他心里很不爽 所以 他要借这次比赛 向全华夏的人证明 离开廖仁南是正确的选择 就在这时 直播间弹幕也是猛增 曾一可好有内涵啊 喜欢曾一可这款的同胞们 前来报道 好期待花神的新造型 感觉这次又会眼前一亮 苏雪我爱你 我的女神 我的名字叫闷骚 大家有没有发现 苏雪离婚之后更美了 看来真是被廖仁南 那个吸血鬼拖累了 哈哈 我苏大女神 人气就是高啊 38号后场间 除了一些负责协助的工作人员外 几个打扮的珠光宝气的贵妇 在镜头前十分的抢眼 而此刻 叶旭坤穿着备带裤 正在房间中区域 炫自己的篮球技能 不知是炫给粉丝看 还是炫给这些金主看 叶旭坤是华夏娱乐龙头 拇指旗下艺人 属于当热重金力捧的对象 也是这次夺冠热门选手之一 看到这一幕 谁有门也兴趣高涨 哇 贵妇 流口水 JPG 好帅 坤坤的球机又进步了 看来没少练 叶旭坤就是淡定啊 这个接过眼了 还在耍球 我喜欢 你嘛 鸡你太美 赔我的眼睛 卧槽 叶旭坤已经这么努力了 想不到还有人黑 我只想问 为什么给坤坤分配38号房间 这是瞧不起坤粉吗 哈哈 才看到 38号 扑 其他的后场间 也是乐趣分成 一名小鲜肉 也许太紧张 手脚不停地发抖打战 公司的老板和制作人 静一人一边给他揉手 按摩 张杰正和欢乐家族中的几人聊天 还有人嫌奇 胡海权 冯坤等一众歌手 在认真地调整着自己的嗓子 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准备 至于这么紧张吗 扑 哈哈 原谅我不厚道的笑了 笑什么笑 你上还不如人家呢 看老板那头上的汗 同情啊 杰哥真是幸福啊 看没那那疼的 不得不说 还是老牌一人吻啊 人嫌奇大哥 加油 直播平台的聊天区 各种弹幕应接不暇 而 当镜头切到75号直播间 原本热浪如潮的留言 突然停滞了 什么情况 这是认真的吗 全景屏幕里 只见偌大的75号后场间 空空如也 镜头左右摇摆了几下 终于发现 角落里有两个人 正背对着房间的镜头 低头在玩着什么 这和其他 后场间的画风太不同了 顿时勾起大家的好奇心 快 安排移动摄像 破于无奈 导演组指的安排人工去拍摄 一名摄像大哥 扛着录像设备 风风火火的 冲进了75号后场间 立定站在这两人的身后 固定镜头拍到着大哥的表情 几分惊讶 几分尴尬 几分纠结 复杂的如同便秘一般 发愣干嘛 赶紧拍摄啊 总导演不耐烦的朝对讲机吼道 摄像大哥犹豫了下 还是打开了镜头盖 镜头窃进 再窃进些 原来两人是在 下象棋 第十九章 比赛现场下象棋 牛逼 这 一时间 所有人都愣住了 天籁剧组的工作人员 个个都是目瞪口呆 包括 天籁之声的副总韩尚佑 也被这一幕给惊到了 一时间 竟然说不出话来了 按理说 节目有执行导演 他作为总监制 是不用到场的 而他考虑到 这是 天籁这一季首播 担心会有什么突然状况 影响风平 所以亲自倒只会是控场 协调 但现在 他却是彻底傻眼了 这撂人男 可是自己请来的 不会是千挑万挑 挑到了一座温审吧 头疼 此刻 那位扛着摄像机的工作人员 则是一脸的可怜兮兮模样 仿佛在说 瞧 我又不傻 现在知道我为什么不拍了吧 就在韩尚佑 感觉到弹疼的时候 他忽然注意到 分屏直播间的在线人数 也就是撂人男后厂间 直播观看人数 非一旦没有减守 反而还在增加 并且 这个数字 还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增长着 18万人在线 20万人在线 23万人在线 韩尚佑又看了看弹幕聊天区里的评论 我的天 居然在下象棋 这是宣扬国粹啊 这歌手是有多无聊啊 不过天类的海选环节 确实无聊 这哥们是谁啊 主打一个真实 我替大家查了 这是新人歌手廖仁男 另一个是他的经纪人曹精明 人才啊 我喜欢 粉了粉啊 廖神 牛逼plus 韩尚佑眼眸一亮 瞬间就顿武了 对啊 谁规定在歌唱节目中后场时不能下象棋的 歌手自己不怕舆论 我瞎操心个什么呢 这还能额外给节目引流 如此一想 韩尚佑便吩咐到 继续拍 保持不动 很好 摄像大哥一听 玄起的心终于放下 稳了稳肩上的摄影机 于是 便见镜头前 廖仁男和曹精明两人 盘膝而坐下着象棋 如果有网友心细的话 可以看到曹精明的双手都在微微颤抖着 其实 下棋的想法是廖仁男提出的 他一开始是反对的 可是看着海选 觉得实在没意思 便又同意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会引来摄像注意 而现在 随着摄像机的靠近 他的双手抖得更加厉害了 曹精明稍稍避开摄像头 冲着廖仁男眨了眨眼睛 似乎在说 事情闹大了 咱们赶紧收起盘吧 廖仁男只是淡淡一笑 看了曹精明一眼 再看了棋盘一眼 似乎在说 继续 曹精明瞥了瞥摄像小哥 猛吞一口唾沫 对着廖仁男挤眉弄眼 似乎在说 这种情况 你当真要继续 廖仁男不动声色 拾起一枚被吃掉的棋子 在棋盘边缘轻轻一敲 淡淡道 该你了 专心下棋哈 曹精明无奈地点点头 双手哆嗦着 继续走棋 这一幕 让分屏直播间的水友们 乐何不已 哈哈 他们这是在演双簧吗 在几十万观众面前下象棋 这俩哥们真是好牛逼啊 廖仁男只剩一车一炮 对方还有两车一马 感觉廖神要输啊 不一定吧 我觉得廖神会赢 分屏直播间聊天区 已经有水友讨论起 这盘棋的局势来 弱弱地问一句 廖仁男是谁啊 是哪个娱乐公司的 您老不刷斗音的吗 这哥们的原创歌曲 后来好久不见 现在在斗音火得不得了 炒鸡炒鸡好听的 刚刚替大家查了 廖仁男所属南民娱乐 好像几天前才正式出道 之前他是幕后音乐制作人 卧槽 纯新人就能参加天籁 这牛逼了 连带着也有不少水友 讨论起廖仁男的来历 后场间的廖仁男 当然还不知道所发生的一切 仍在继续认真下灼奇 将军 廖仁男将手中的炮 往对界中间一横 沉声道 你输了 曹精明脸色铁青 你这不讲武德居然偷袭 绝杀我 廖仁男呵呵一笑 谁让你分心的 那接下来的一个月 你可得免费给我当司机了 行 愿赌服说 曹精明叹息一声 两人简单的对话 让直播间里的水友们 瞬间炸了 卧槽 这两人居然还下了赌桌 总一上下象棋还带赌 这真是小母牛道理 牛逼冲天了 哈哈 记住你了 廖仁男 粉了粉了 一局下完 曹精明趁势要收棋盘 却被廖仁男一把按住 廖仁男扫了眼现场比赛进度 现在才进行到15号歌手 便笑着道 再来一局 曹精明目瞪口呆 还来 廖仁男平静地点了点头 对 这局谁输了 谁请对方喝下午茶 一个月 这话一出 直播间又是一阵热议 我尼玛 这哥们是真性情啊 我喜欢 可不是吗 和其他选手一对比 这哥们就像再度假 集美们 大家没发现 廖仁男很帅吗 何止是帅 简直是巨帅啊 被圈粉了 一时之间 直播间热度 再次上到一个台阶 原本这只是 后场间的分屏直播 热度居然直逼节目的主屏流量 真是匪夷所思了 而随着廖仁男所在的 75号 后场间直播的热度 越来越高 其他参赛的歌手 也注意到这个分屏 当他们弄明白 事情来龙去脉后 顿时一轮纷纷 真会瓦 我怎么没想到 带富奇来下 胡海泉有些羡慕 但还是笑咪道 不过真带了 我也是不敢吓的 任贤奇露出了赞许的表情 敢做敢为 年轻就是好啊 冯昆起身看着分屏 头脑有些错乱 音乐节目里下象棋 总也还能这么玩 欢乐家族的吴欣 对身旁的谢娜道 娜姐 你有没有发现 廖仁男离婚之后 比以前更帅了 谢娜偷偷地看了张杰一眼 见张杰不再看他 连忙点了点头 吴欣花赤般地笑了 旋即又想起了一件事 对了 现在他离了婚 那岂不是说 我有希望了 杜海涛一直在旁边偷听 听到吴欣这话 他终于忍不住了 得了吧 你这水桶腰 比苏雪粗两倍 人家女神都不要 会看得上你 哈哈 吴欣狠狠瞪了他一眼 老娘的腰再粗 也抵不上你四分之一吧 滚一边去 杜海涛无语地扁了扁嘴 当然 也有不少参赛歌手 表面上不动声色 心里却是五味杂陈 比如藏一刻 他正在思考 廖任男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花泽吕则是一脸嫌弃 下象棋 真特么土 土包子一个 也许昆面露羡慕 尼玛 居然让他装到了 其中 反应最大的当属苏雪 他的脸上带着三分无语 三分鄙视 四分气氛 这廖任男是知道 我要来参加节目 故意来丢我脸的吗 谈离婚的时候 表面上装得云淡风轻 其实肯定对我恨之入骨 居然用这种方法来隔音我 真没骗 就在这时 时长差不多了 窃下个后场间 韩尚又拿着对讲机 下达了命令 他表面上板着一张脸 心里却暗暗给 廖任男点了个赞 其实 出于私心的话 他希望给廖任男 更多时长的镜头 但毕竟直播总时长有限 如果每个后场间 分配不均 其他的艺人 会有意见的 而且 他真的很怕 再给廖任男多点时间 自己的这档音乐综艺 会变成象棋研讨赛 与此同时 比赛仅然有序地进行着 有人欢喜有人忧 圣雪娱乐旗下的花泽吕 演唱了一首旧歌 卡西莫多的礼物 以四票通过海选 同为圣雪艺人的曾一可 演唱了一首旧歌 狮子座 得分也为四票 顺利通过海选 这可把苏雪高兴坏了 就差当场在后场是蹦迪 还有 拇指娱乐旗下的叶旭坤 演唱了自己的旧歌 指引你太美 以五票的好成绩通过海选 当舞章灯亮起的时候 他双手插都面若寒霜 就像是理所当然似的 毕竟是有资本捧的爱豆 那底气就是足 此刻 叶旭坤正在三十八号后场市 和几名贵妇举杯庆祝呢 另外 有不少选手得了二票和一票 甚至还有得了零票的歌手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终于 时间一点点过去 节目的一名助理 敲响七十五号后场间的房门 廖仁南老师 马上带您上场了 请到后台后场 嗯 谢谢转达 我这就过去 廖仁南放下象棋 深深揽腰 准备出发 第二十章 仙女也食人煎烟火 下面有请参赛者 原创歌手廖仁南 何炯看到幕布后的廖仁南 对着观众们抱摸道 廖仁南身着一袭白色衬衣 缓缓地踏上舞台 整个人都散发着光芒 一时间直播弹幕猛增 哇塞 好洋洋的帅哥 这张脸一看就有贵族气质 闭火 感觉这位是本届天籁最帅的歌手 没有之一 男神吴彦祖 比彦祖还帅 呀呀呀 我要给男男生猴子 由于有魅力光环的加持 廖仁南悄然间就成了观众们 心中的男神模板 获得的 清一色都是好评 哈哈 象棋哥来了 这位是最近在抖音上很火的歌手 我听过他的歌曲 当时都哭了 他是当红女性苏雪的老公 不过怎么感觉 他离婚后跟坏脸一样 好帅 期待廖神这次会唱什么歌 直播间热闹非凡 原本廖仁南作为一个新人 粉丝数量跟那些当红明星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但是 在系统魅力光环 加持 还有他的一顿骚操作下 他的人气似乎更胜一筹 就在这时 碰 随着一个爆灯 全场一阵惊诧 摄影师的镜头几百 对准导师组方位 看是哪位爆了灯 最后镜头锁定李千默 主持人何久 导演 其他歌手 观众 众人一脸猛逼 李千默是所有老师中 最严厉的一个 之前筛选了74位歌手 他留灯的不到十位 通过绿块接近十分之一 所以 料人难以出来 李千默就爆灯 这并不合乎常理 难道是灯出了故障 不 一定是灯出了故障 何老师反应很快 询问道 千默导师 您这是误案了 还是 李千默一本正经地道 不是错案 是我爆灯了 此言一出 全场一片哗然 这 李千默不是很严格吗 怎么突然就爆灯了 卧槽 感觉这个戏码 能够上热搜榜 这灯爆的 难道是对料人难的颜值肯定 靠 难道女神也沦陷了 不过小哥哥是真的帅 仙女也十人间烟火的吗 直播间弹幕覆平 与此同时 后场间的参赛歌手们 也都坐不住了 有的选手比完赛 一盏灯都没有 而料人难还没唱 就先得了一灯 还是出自最严格的导师 李千默之手 真是人比人 气死人啊 其中 最愤愤不平的要数苏雪 他双插着腰 眉头紧皱 嘴里不断地重复着 凭什么 就在这时 何老师适时地问出了 大家心中共同的疑问 哎呀 想不到李老师对料人难这么欣赏 那你一定很了解 廖先生吧 文言李千默兴致高涨 解释道 当然 我可不是无缘无辜爆灯 在这之前 料人难老师 可是一名优秀的作曲家 他的作品有 父亲 背包 逍遥探 等 都是非常受欢迎的作品 我当年唱的那首 枝子花开 也是出自廖先生之手 廖先生最近新出了两首歌 就是 后来 好久不见 相信大家都在斗音听过吧 此曲唱都是他一个人全难熬 真的非常非常有才华 我觉得本季天赖 廖老师十有八九会夺冠 此话一出 直播间弹幕再次复评 好家伙 千默导师居然直接预言 廖人难会成为冠军 我的天 李千默真是有多喜欢廖神 连矜持都飙了 连仙女都黑 你们还算是人吗 说不定 千默是真的单纯欣赏廖人难的才华呢 单纯欣赏 我信你个鬼 没看女神到这么激动 这只是单纯欣赏吗 原来女神真的沦陷了啊 请允许我哭一会 我失恋了 谁说女神高冷的 那是你不够有魅力 羡慕廖神 然而 李千默却是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他站了起来 看向一旁的刘焕 乃英 王子宋 灵溪几位导师道 待会廖老师演唱时 大家可以仔细地听一听 就知道我没有夸张了 四位导师面带微笑 最终点头致意 李千默这才重新坐下 就在这时 何老师拿起话筒 对着台下的观众调侃道 刚才千默已经替我 详细地介绍了廖人难 那我就不多废口舌了 哈哈 台下顿时响起一片笑声 李千默也觉得 自己之前的情绪 实在是太过激动了 感觉到有些羞愧 何老师又看向廖人难道 不知道廖老师 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歌 最长的电影 廖人难沉声道 何老师想了想 问道 是一首新歌吗 廖人难点了点头 哗啦啦啦啦啦 全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 因为现在是海选 不少歌手会选择唱旧歌 以求稳妥 也可以说是省事 新歌留着 闯下一关不香吗 所以 廖人难在 海选 环节唱新歌 可以说是非常良心了 当然值得称赞 那期待你的表演 何老师微笑着说 并自动退到幕后 唰的一声 舞台上的灯光暗了下去 只留一盏聚光灯 打在廖人难身上 此时的廖人难 就有如黑夜里的萤火 闪闪发光 音乐伴奏也适时响起 沉重的钢琴曲 加上古典重击 顿时凸显出悲伤情歌的韵味 给人一种说不出的伤感 所有人瞬间体会 这是一首忧伤的歌曲 与此同时 廖人难脑海中 系统提示音响起 叮 检测到宿主即将高歌 身灵奇境技能开启 伤感歌神技能开启 神级歌喉技能开启 第21章 新歌 最长的电影 刹那间 众人这才注意到 廖人难整个人的气质 都发生了变化 变得伤感 变得忧郁 变得伤感 大家都情不自禁地 被廖人难所深深吸引 刚才还兴高采烈的场面 一下子变得阴沉 悲伤起来 而几个音符过后 前奏做完 廖人难开口唱出声 我们的开始 是很长的电影 放映了三年 我票都还留着 冰上的芭蕾 脑海中还在旋转 望着你 慢慢望进你 寥寥的几句歌词 却在大家的脑海之中 勾画出一个画面 画面中 男孩独自坐在台下 看着舞台上的女孩 跳着芭蕾旋转着 可女孩跳着跳着 身影却慢慢模糊 最后消失殆尽 而男孩仍旧坐在那里 手中还握着那张电影票 眼神落寞而寂寥 舞台上的廖人难 已经完全沉浸在旋律中 眼神如同歌曲中描述的 男孩那般落寞而寂寥 他继续开口唱着 嗓音感性而动人 朦胧的时间 圈起了谁改变 如果再重来 会不会稍嫌狼狈 爱是不是不开口才珍贵 这一小段结束 突然 钢琴曲变得更加急促 古典也变得更加有力 就如同暴风骤雨来临的前夕一般 敲出悲伤情歌的 高潮前的一个重音节拍 廖人难下河一仰 深深地唤了一口气 紧了紧话筒 唱出接下来的副歌 再给我两分钟 让我把记忆结成冰 别融化了眼泪 你妆都花了 情绪在急速生疼 廖人难的唱腔 也从一开始的抒情 哀伤 变得痛苦万壮 声嘶力竭 连带着观众们的心 也跟着像坐山车似的 纠结到了最极点 观众们的情绪 也积累到了最大阀门 直 这时 廖人难一个转音 唱出副歌后半段 要我怎么记得 记得你叫我忘了吧 记得你叫我忘了吧 你说你会哭 不是因为在乎 琴刻间 心中累积的情绪 伴随着一句你说你会哭 不是因为在乎 倾泻而出 这简单而直白的歌词 却藏着让人心碎的痛 再加上廖人难的 神级歌吼 这首歌的感染力爆表 观众席上 很多人都被感动 有些泪点滴的 哭得稀里哗啦的 而导师席位上 李谦默也气不成声 抹着眼泪抽气着 他自己也不知为何 一听到廖人难唱伤感情歌 就会忍不住想要流泪 与此同时 直播间弹幕也炸了 想不到又是一首情歌 听得我都要哭了 我 我跟我女朋友分手了 她是跳芭蕾的 我们一起划过汉冰 毕业看完最后一场电影后 就分开 之后再也没有见过 所以 这首歌 是为我量身典做的吗 这歌太好哭了 感觉听廖神的歌 好废位升职啊 楼上的哥们 你是在开车吗 老司机 猝不及防啊 歌很简单 词很简单 但为什么这么催泪 就在这时 碰 碰 王子宋和灵溪两位导师 一起爆了灯 而剩下的 没爆灯的那英和刘焕导师 则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廖仁南 还沉浸在刚刚的歌曲之中 哇 现场惊呼声一片 大家惊呼是因为 廖仁南的歌只唱了一半 就获得了进入下一轮的资格 如果是老派的人气歌手 他们表示可以理解 但廖仁南可是一位新人啊 难道真如女神李切莫所说的 他是天籁这一季的黑马 一时间 许多参赛歌手 呆呆地站在后场间 看着屏幕上的廖仁南 脸上满是不敢置信之色 这歌手唱原创就算了 还如此高的质量 什么时候天籁变得这么卷了 还让不让人活了 而舞台上 廖仁南的歌声还在继续 朦胧的时间 我们溜了多远 冰刀滑的圈 圈起了谁改变 歌曲进入重复阶段 在主歌唱完之后 廖仁南情绪高涨 开始唱副歌段 他的情绪 比之前的一遍 来得更加热烈 凄美的歌词 忧伤的情绪 让人听了 觉得撕心裂肺一般 手臂都忍不住起层鸡皮疙的 记得你叫我忘了吧 你说你会哭 不是因为在乎 一曲终了 廖仁南站在原地 久久不能释怀 这就是歌手的最高境界 歌者完全融入到歌曲里 足足几分钟过去 舞台的灯光全部亮起 廖仁南才从歌里走出来 向观众们深深地拘了一躬 表达自己的感谢 轰隆隆 全场掌声雷动 碰 碰 又是两声爆灯音 哇 舞灯了 观众席上又是一片惊呼 这廖仁南也太牛了吧 这场海选环节 比赛进行到现在 已经有70多位歌手演唱 通过的歌手还比较多 但以舞票通过的歌手 寥寥无几 75号后场间 曹精明看到这一幕 激动的差点跳了起来 自从廖仁南加入了天籁 他就一直很重视 多次催促廖仁南 询问他比赛的曲目准备的如何 可是廖仁南对此一句话都没说 反而还让他放宽心 这可是高手如云的天籁之音 他怎么能够放宽心吗 而他只是个执行导演 并不擅长唱歌 根本就使不上力 而今天 在廖仁南提出要和他下棋的时候 他还以为廖仁南要认输了 这让他很失郁闷 谁曾想 廖仁南早已胸有成竹 而且是一如既往的吻了 看来 他的担心是多余的 而另一边 苏雪的脸色却是一片铁青 按照他的预期 廖仁南应该直接低于二票 被淘汰出局 或者最多三票通过海选 可结果是 他一个刚转行的新人居然以五票通过海选 这是什么狗屎乐 一瞬间 他对自己公司的两个艺人通过海选的事情 一点都不觉得香了 恭喜廖仁南先生获得五灯 通过海选顺利晋级下一环节 何炯趁机走上了舞台 哎呀 这首歌真的太棒了 下面有请几位导师们点评一下 文言 灵溪导师率先拿起了话筒 点评道 从作词上来说 我认为这是一首非常成功的歌曲 也许有人会认为他的词曲写得很简单 但大家应该都听过 有句话叫大道质简 而且这歌词里所包含的胆情 一点也不简单 反而非常醇厚 所以我爆灯了 哎呀 廖仁南不愧为优秀作词人 太厉害了 何老师笑了笑 又转头看向王子宋导师 问道 那在唱功方面 王导有什么意见 要对廖仁南提的吗 王子宋凑近话筒一点 想了想后到 在歌曲中 廖仁南把自己浑厚的嗓音 扎实的唱功和技巧 展现的淋漓尽致 我觉得非常不错了 看来王导对廖仁南 也非常欣赏 何老师总结了一句 然后望向刘焕和耐音的方向 问道 不知道两位 还有什么意见要补充的 那我说两句吧 刘焕接过话题到 最长的电影 这首歌曲 不管是从歌词 还是作曲上来说 都是属于抒情类的作品 但又与众不同 它有着多变的风格 大量的转音 和声编配等 都带着一种不特的味道 这首歌 用钢琴的柔美 加上打戒的承托 以及廖仁南高超的唱腔 把陪伴 等待等悲伤情绪 完美地演绎了出来 第二十二章 辉煌点累计达到两百万 话音落下 哇 观众席上再一次沸腾了 要知道 刘焕是华夏主流音乐教父 在娱乐圈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与其他评委偏向流量相比 刘焕是扎扎实实搞音乐的 因此他的评价最有价值 他说撂人难好 那就是真的好了 文言 何老师点头如捣算 似乎很认同刘焕的说法 多谢各位导师的点评 那么让我们再次鼓起掌来 攻注廖仁南通过海选 也期待廖仁南在下一阶段的 EVEPK比赛中 能够有更为精彩的表现 哗啦啦啦啦 现场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谢谢大家 廖仁南礼貌地对观众行了一礼 接下来 何老师继续安排下一名歌手上台表演 廖仁南则退到了后台 观看其他歌手的表现 按照以往他的性格 录完了自己的表演部分 他会巧摸摸地提前退场 可这一次 毕竟是天籁第一期 而且还是全球直播 他要是就这么离开 势必会引起舆论 被一些黑粉诟病什么的 所以 廖仁南也不着急了 准备耐着性子把节目看完 哪怕是在镜头前发呆也行 曹精明似乎比他还要认真 不停在他耳边 分析各歌手的特点 说什么事做到有地方时 廖仁南 我们真的要认真对待接下来的比赛 不能再像这一期这样应付了 我觉得 你具备夺冠的潜能 曹精明突然郑重地说 廖仁南笑着打句道 老曹 你才发现 你别笑 曹精明有点急眼 我再跟你讲正事呢 我觉得 接下来的EVPK 看图写歌 关键字写歌 这些比赛环节 都是真刀真枪 考验歌手背后团队的制作能力 你看别人团队都是好几人协作 特别是拇指娱乐的叶徐坤 背后都是国际制作人在支招 咱们难民娱乐 只靠你单打独斗 这样注定走不远啊 所以我们也应该咬咬牙 花仲金请一些制作人团队 不能输在起跑线了 廖仁南这次没笑 只是问道 那你觉得找哪个制作人 能够有超强的制作能力 又能够贴合我们的曲风 这个问题 瞬间把曹精明问住 其实 找制作人团队协助这个事情 廖仁南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谁不想多个军师帮自己出谋划策呢 但是 这个军师也不是谁都能当的 如果找国内的制作人的话 廖仁南就是顶级的制作人 论歌曲爆火敏锐分析能力 和创新能力都是一流 国内不一定有人能超过他 如果找国外的团队 毕竟各国文化差异摆在那里 而且 廖仁南也真没对国外那位制作人很赏识的 所以 他觉得 花钱去请这些不着调的人 还不如自己工作室现有的编曲 乐器助手们 合作的顺手 当然 廖仁南觉得 如果自己懂编曲 精通各类乐器 那就更完美了 廖仁南正想着间 一道系统提示声 在他脑海中响起 爹 恭喜宿主辉煌点 累计达到两百万 自动兑换两次奖品 奖品自动兑换成功 恭喜获得神级编曲技能 神级编曲 拥有此技能 你将精通各类编曲绝技 成为蓝星编曲第一人 紧接着 只感觉身体一阵酥麻 廖仁南觉得 脑海中就多了许多编曲知识 不管是摇滚 蓝调 电子 还是爵士等各种风格 他都能熟练掌握其中的编曲方法 而这还没完 定 奖品自动兑换成功 恭喜获得十八般乐器精通 十八般乐器精通 拥有此技能 宿主能掌控失眠乐器种类的99.99% 蜕变为乐器全材 身体又是一阵酥麻 廖仁南头脑中 多了海量的乐理知识 现在他 不仅能够掌握钢琴 小提琴 吉他 爵士鼓 电子琴 风琴等主流乐器 连马勋 九孔八乌 牛角袍 胡佳 艾杰克 乌德琴等这样的天门乐器 他也是成为了行家 文言 廖仁南内心狂喜不已 这系统奖励 果然跟宿主当前愿景相关 想什么来什么呀 而更令廖仁南欣喜的 则是他更加确定 自己来参加天籁 是最最最正确的决定 以往的两次 都是在新歌发布后三四天的时间 才能积累辉煌点到一百万 但这一次 他才参加第一期节目 只唱了一首歌 就收割两百万回黄点 而且后面节目正式播出 也该还会再收割一波 这得系统奖励 简直就跟不费劲似的 实在是太爽了 老曹 助手团队什么的 你就先别想了 你就安安心心把心思 放在工作室员工招募上 和艺人挖掘上 稍稍思索 廖仁南道 不是 你一个人行吗 廖仁南一脸自信地道 不用担心 我可以处理好 曹金明听得满头雾水 不过他也没有解决此事的思绪 到四点钟的时候 历十八个多小时 还选环节全部过完 这一环节通过人数是有限制的 名额只有六十人 而比赛越往后面 导师们评分越来越严 最终只有五十五人通过 于是 节目组采取了补位的方式 将之前拿到两票的选手 全部请上舞台 交由评委做二次排选 最终 还选环节六十个名额 全部确定并在全网发布 收到自己晋级的通知 歌手们都欢呼雀跃 特别是最后补位的五位歌手 几人高兴的泪洒舞台 笑称像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纷纷表态会把握住这个机会 另外 第一期节目的网络人机票选 前世结果也出来了 第一叶旭坤 115 4782票 第二花泽吕 1098154票 第三章节 978,515票 第八赠一可 689,514票 第十冯坤 524,789票 其中 廖仁南没有在榜上 他觉得情有可原 毕竟 像王峰 任贤奇 胡海泉这样的老牌歌手 都没上榜 他一个刚出来的新人 能有多少人气呢 而这个网络票选结果 可是让苏雪高兴坏了 廖仁南落榜了 活该 会写歌又怎么样 还不是败给流量 能通过 海选又怎么样 往后的环节 网络票选可占有权重 廖仁南按照这个人气 迟早要被淘汰了 第一期节目结束 观众们按照秩序退场 歌手们也都收拾着 仁南 待会儿的庆功宴 你确定不去 曹精明看着正在收拾歌谱的 廖仁南问道 得知廖仁南成功晋级 邻居离栏目组的几位同事 也是打电话来一阵吹捧 顺带着要宰他一顿 廖仁南当然不介意 只是他觉得 最近时间真的吃紧 便果断拒绝了 老曹 我就不过去了 你帮我主持吧 让你帮我结了 回头我把钱给你 曹精明笑着摇摇头 钱什么的倒无所谓 只是这是你的庆功宴 你不出面 算是怎么回事 廖仁南无奈地道 我也想去啊 只是我的情况 你应该也知道的 这样吧 等我拿到天籁的冠军那天 我一定陪你们 好好大喝一场 曹精明故意皱了皱眉 也行吧 那明天公司再见了 廖仁南头也不抬的说 好吧 突然 曹精明眼角于光 瞥见一道身影 回头一看 竟是一名女子 她穿着一条宽松的牛仔裤 外面套着一件夹克 脸上还戴着一副口罩与墨镜 将自己整个人都遮住了 不过曹精明却是一眼认出 惊呼一声 李谦默 李谦默私下看了看 见周围无人 便取下口罩 微笑道 曹导 我都遮成这样 你怎么一下就认出来了 曹精明呵呵一笑 我在娱乐圈待了二十年 每位艺人的特点都能记得住 而且 你这辨识度太高了吗 毕竟李谦默的身材 实在是太好了 双腿修长 前秃后翘 阔好腰 这简直是一百分比例的好身材 在美女如云的娱乐圈 也都是出了名的佼佼者 乃是简单的掩饰 就能盖住的 第二十三章 廖恩贝一天不打皮痒得很 李谦默不明白 曹精明所说话的潜在意思 只理解了字面意思 愣在原地笑了笑 当然了 曹精明也不是调侃李谦默 只是一种说话的习惯 对了 你来试 曹精明随口问道 虽然李谦默的人气比较高 但曹精明辈分高 资历深 所以他不用对李谦默说话讲究 我是来找廖老师的 李谦默的目光 廖仁南身上 哦 曹精明这才反应过来 加快了收拾的节奏 那你们有事聊呗 我都收拾好了 下周再见 下周见 曹导 李谦默微微一笑 下周见 曹精明也笑着回应 用一种古怪的目光 看了廖仁南一眼 然后一脸笑容的离开了 廖仁南对上老曹奇怪的眼神 不禁暗暗摇了摇头 心想这老大哥 在瞎想些什么呢 看到曹精明出了房间 廖仁南这才开口问道 谦默 你有什么事就快点说吧 我待会还要赶过去接贝贝 没什么事情啊 我就是过来陪你去接贝贝的 廖仁南听得一头雾水 难道贝贝没跟你说吗 李谦默见此 疑惑地道 贝贝有跟我发消息 让我今天五点去学校接他 我们约好晚上一起玩啊 啊 你弄错了吧 廖仁南更加猛了 廖恩贝怎么会跟你有联系 廖仁南很清楚 上一次见面的时候 两人并没有留下 对方任何的联系方式 自己连李谦默的电话都不知道 廖恩贝又如何知道 李谦默一边说着 一边从包里拿出手机 你看 这是贝贝给我发的消息 廖仁南接过手机一看 李谦默说的都是真的 只是他没想到的是 廖恩贝居然是用微博私信 来跟他联系的 难怪几天前 廖恩贝缠着他问微博 小号的密码 原来是因为这事 两人的聊天记录有几十条 南科一梦 你是谦默阿姨吗 我是廖恩贝贝 李谦默 哇 贝贝 你好 南科一梦 谦默阿姨 我想你了 什么时候来我家玩啊 李谦默 我也想去你家玩 只是阿姨这样过去太突兀了 对了 你爸爸知道 你联系我吗 南科一梦 他知道 这个账号是他给我的 南科一梦 谦默阿姨 我爸爸要参加比赛 你好像是评委吧 能不能让我爸爸通过比赛 李谦默 当然可以啊 我喜欢廖老师的歌 我也相信廖老师的能力 南科一梦 耶 阿姨你太好了 为了表达对你的感谢 我要请你今晚来我家吃完饭 你一定要来哦 李谦默 好吧 南科一梦 那一言为定 我今天五点放学 你过来接我一下 如果你不知道路 可以跟我爸爸一起来 李谦默 行吧 我知道了 南科一梦 谢谢谦默阿姨 爱你 见此 廖人男有点哭笑不得 怪不得自己一出场 李谦默就爆灯呢 这种天马行空的主意 也只有廖恩贝想得出来了吧 这小丫头 一天不打皮痒得很啊 廖人男咬了咬牙 对李谦默之前道 对不起啊 小孩子不懂事 给你添麻烦了 不麻烦的 李谦默笑了笑 像盛开的花朵 贝贝很可爱啊 我超喜欢他的 哦 快速收拾了一下 廖人男便跟着李谦默 一起往贝贝的学校赶去 这次依旧是李谦默开车 廖人男舒服的坐在副驾驶室 上路才没多久 廖人男便收到两条灰性消息 都是曹金明发过来的 曹金明 这次眼光不错 大拇指点GPG 曹金明 在圈内摸爬滚打这么久 我也能够跟着沾沾光了 见此廖人男眉头皱了皱 回复一条 什么沾沾光啊 很快 曹金明发来消息 李谦默呀 廖人男越看越不懂 李谦默怎么了 曹金明 不是 你不会还不知道 李谦默在圈内的背景吧 廖人男 曹金明 好吧 是我多想了 你也是心大 自己摆度一下吧 廖人男瞟了开车的李谦默一眼 退出灰信 打开百度软件 输入了警号李谦默背景警号字样 很快相关的消息都出来了 原来 李谦默是跟郑苗红的红三代 从小在部队大院中长大 家族中很多亲人都是军人 其中不乏一些军部高级将领 其中他有被曝光一张庆生照 他的爷爷挂了一身的勋章跟他合影 还有连府院的秘书长 级别大官都参加了 这是在圈内引起不小的震动 众人皆知 李谦默背景非常之强大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在海外发展多年后归国 依然能够轻易地拿到天籁 导师资格 说实在话 这消息让廖仁南有点惊讶 不过 对他也没啥影响 他重新打开微信软件 给曹金明发过去一条消息 廖仁南 我只是李谦默的普通音乐老师 你别多想啊 曹金明很快回过来 知道啊 我没有多想 你也放轻松点 慢慢来 廖仁南 越聊越不明白 廖仁南索性不聊了 到达目的地了 李谦默把车停在路边 笑着对廖仁南道 廖仁南点点头 那我过去接贝贝 你就在车里等吧 李谦默摇摇头 不 我跟你一起 我答应贝贝的了 哦 好吧 廖仁南感觉怪怪的 那你多挡点 被认出来就麻烦了 没关系的 李谦默表现得比廖仁南还积极 很快 两人安身走进幼儿园 尽管都戴了口罩和墨镜 还是引来了其他家长的注意 哇 帅哥靓女 好养眼啊 头一次见这么年轻的夫妻 孩子都上幼儿园了 他们自己都还像孩子一样 这美女的身材也太好了吧 特别是这一传说中的A4 感觉这两人有点眼熟 不会是哪个大明星吧 第二十四章 接廖恩贝放学 听到周围的议论声 廖仁南赶紧示意李谦默 两人往角落处靠了靠 免得被人给认出来 之后 等了大约五分钟 随着一道铃声响起 幼儿园学生正式放学 几名幼教老师领着孩子 依次排队从教学楼走出 李谦默看着眼前这些 还不到一米高的萌娃 整颗心都要融化了班 又是用手指 又是无嘴傻笑 像是瞬间得了多动症 廖仁南看到这一幕 也是觉得太好玩了 其中 廖恩贝现在五岁了 上的是朵朵班 也就是所谓的中班 按照学校平常的规定 都是先让小班的家长接孩子 然后才轮到中班和大班 两人又等了大概十分钟 一位女老师 才举着朵朵班的牌子 带着一群小朋友 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出来 并让孩子们找各自的家长 廖恩贝的个头比较高 排在队伍的最后面 他刚出教学楼大门 便点起了脚尖 四下打量着 显然是在寻找廖仁南 待看到人群中 戴着口罩和墨镜的一男一女 廖恩贝开心地露出两颗小虎牙 踩着小步伐 朝两个人奔了过来 见状 廖仁南会心一笑 赶紧上前去迎接 两人正面相向 距离越拉越近 越来越近 廖仁南蹲了下来 展开双臂 准备搂背 然而 就在这时 廖仁南会忽然一个小拐弯 从廖仁南身前绕过去 朝着后方奔了过去 廖仁南一回头 便看到廖仁南已经 扎进了李千墨的怀抱 两人拥抱在一起 脸上流淌着幸福 只剩廖仁南蹲在那里 一脸的尴尬 好吧吧 你愣着干嘛呀 咱们回去了 还是在李千墨的提醒下 廖仁南这才注意到廖仁南 过来挽起他的手臂 廖仁南扁了扁嘴 故意酸溜溜地说 我还以为我戴了个口罩 你就不认识我了呢 哪有 廖仁北做出流口水的表情包 我爸爸这么帅 在人群中闪闪发光脸 怎么会认不出呢 扑哧 李千墨被两人给逗笑了 简单聊了几句 三人便准备回家 廖仁南牵着廖仁北走在前面 李千墨单独跟在后面 想到了什么 廖仁北突然放缓步子 带李千墨走近了线 一把牵住李千墨的手 注意到这一幕 廖仁南瞪了贝贝一眼 但碍于李千墨在面前 也不好多说什么 而李千墨却是很开心 牵着廖仁北的小漏手 嘴角流露出一丝微笑 于是 三人并排手牵着手走出校门 惹得路人侧目平平 哇 这家人颜值好高啊 可不是吗 这三口之家也太幸福了吧 这画面真治愈 我要拍一张照片存着 照片记得传我一张 跨过一条马路 三人便来到李千墨的宝马车前 考虑到什么 廖仁南主动说 反正你们要聊天 不如我来开车吧 嗯 这样也好 李千墨把钥匙递给廖仁南 带着贝贝坐到了后座 由于车上没有被安全座椅 李千墨则给贝贝挤上安全带 还用一只手臂紧紧搂着他 看到这一幕 廖仁南不禁心头一动 苏雪是贝贝的亲生母亲 平常都是注意不到这些点 而李千墨还是个精致欲业 且是广受崇拜的时尚明星 居然能够这么细心体贴 实属与他的形象反差好大 廖仁南不仅对李千墨多出一丝好感 当然了 这份好感不是男女之情 只是人与人之间的欣赏 带两人都坐稳当了 廖仁南这才发动车 贝贝 你要不要看看你爸爸 今天唱歌的视频啊 李千墨问道 好呀 廖恩贝满脸期待 李千墨用手机搜索出视频 要到廖仁南出场的阶段 递到廖恩贝面前 两人一起看起来 千墨阿姨 你觉得我爸爸唱歌好听吗 当然好听了 都得了五盏灯 第一厉害 希希 听到你这么说 我好开心 一路上 两人一搭接一搭地聊着天 廖仁南似乎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从后视镜撇到 搂在一起哈哈大笑的贝贝和李千墨 廖仁南有一种自己并没离婚的错觉 准确地说是 在这短暂的一刻 他体会到三口之家的快乐 其实 他对另一半的要求不高 不需要他多么漂亮能干 能够相夫轿子开心过日子就行 奈何苏雪偏偏不是这一类 人生就是这么无奈 很快便到了锦绣小区 李千墨看了眼廖仁南 由于要不要告别了 贝贝 那今天就这样 阿姨改天再找你玩 听到这话 廖仁南一下就急了 不是 千墨阿姨 我们不是约好了 你要去我家玩吗 难道 你们大人都一样 喜欢撒谎的吗 李千墨连忙摆手 不是的贝贝 阿姨也想跟你一起玩 只是 李千墨瞥了廖仁南一眼 神情有些许的尴尬 虽然 他确实喜欢廖仁南 也表态 这次要主动出击 但他还没脸皮厚到人家还没开口 自己就往他家里去的地步 廖恩被人小鬼大 一下子就捕捉到李千墨这眼神的意思 他转过头 朝向廖仁南 气愤地问道 爸爸 难道你不欢迎千墨阿姨来我们家吗 如果不是千墨阿姨 你可能比赛就被淘汰了 你不是教育过 我要知恩图报吗 文言 李千墨尴尬地笑了笑 心里想着不至于 廖仁南犹豫着 不知道如何回答 如果换做别的女人 他肯定当场否决了 但他跟李千墨也算有过渊源 而且今天自己一出场 他就爆灯 确实给自己添了不少热度 最关键的是 廖恩被这么的喜欢他 稍稍思考 廖仁南便有了决定 笑着对李千墨道 既然你们都约定好了 如果没事的话 就上去坐一会呗 嗯那好吧 李千墨点头道 他脸上表情没什么 心里其实美滋滋的 想着又靠近廖仁南一点了 哦耶 廖恩被高兴地向他跳起来 拉着李千墨的手 就往小区走 边走还边说 千墨阿姨 我家里有好多的玩具 都可有意思了 还有 我爸爸做饭特别好吃 我留下来吃晚饭 嗯行 李千墨也不客气了 那要不你今晚就在我家过夜吧 咱们可以玩得通小脸 廖恩被越说越兴奋 这不太好吧 李千墨尴尬地笑道 看着廖恩被这得意 兴奋的小背影 听着他不着边际的各种无理要求 廖仁南感觉自己被道德绑架了 一进屋 廖恩被便拉着李千墨参观起房间 千墨阿姨 这是客厅 这是我爸爸的卧室 这是我的卧室 不过我平常跟爸爸一起睡 嗯挺好的 李千墨认真观察起两间卧室来 他发现房间里虽然没有奢华的陈设 但是却有一种简单的温馨 他很喜欢 这里是厕所 你要尿尿的话 可以自己去 好的 呵呵李千墨干大地笑了笑 正在跟眉衣交接的廖仁南听到了 也觉得尴尬到了骨子里 不过李千墨在场 他也不好纠正什么 千墨阿姨 快看到我的玩具 可有趣了 介绍完了房间 廖恩被开始向李千墨 展示自己收藏的玩具 廖仁南在一旁看着 也不好多说什么 心想着委屈李千墨 他一个人带廖恩被好几年 自然知道陪小孩子有多累 多无聊 苏雪就从来没耐心陪孩子 连一天都没有 当然了 廖仁南也想到了感谢李千墨的方法 那就是为他做一桌丰盛的晚餐 既然留了人家在家里吃饭 那就要认真招待了 第二十五章 这哪里是简单的家常菜 廖仁南准备亲自下厨 他交代梅衣去买些菜回来 然后就让梅衣先回家去了 而因为有神级厨艺加身 廖仁南做起菜来是游刃有余 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 一桌可口的饭菜就做好了 贝贝 叫千墨阿姨来吃饭了 廖仁南边用毛巾擦手 边对着玩具房喊道 知道了 爸爸 没一会 廖恩被牵着李千墨从玩具房出来 并阵阵有词地道 千墨阿姨 我爸爸做的太可好吃了 待会你一定要多吃几碗 好啊 咱们先去洗个手 李千墨笑着说 洗完手 两人来到餐厅 李千墨一下就被眼前的一幕所震惊到 明明桌上各种菜的材料 他全部都认识 可是搭配出来的菜品 他却很少见过 而且摆盘特别精致 都是一些简单的家常菜 你别客气啊 廖仁南笑着说 李千墨摆摆摆手 这哪里是简单的家常菜 比起五星级饭店也绰绰有余吧 廖仁南笑了笑 说着 李千墨指着中间一盘菜 问道 这道菜叫什么名字 摆得好像一朵花啊 没等廖仁南回答 廖仁北却抢先道 这是蒜泥白肉 由猪肉搭配蒜末做的 确实像一朵花哦 李千墨点点头 又指着一个圆盘 问道 那这道呢 里面怎么还有枣 千墨阿姨 这不是枣哦 廖仁北用筷子夹起盘中一刻道 这个是化煤 这道菜的名字叫化煤鸭舌 味道可好了 闻言 李千墨偷偷甜甜嘴唇 这倒是柠檬海折头 还有这是四锡烤夫 乳牛肉 色拌肉丝 花开富贵下 没等李千墨再问 廖恩贝主动介绍起来 李千墨举起大拇指 哇 你爸爸居然会做这么多菜 真是太厉害了 可不是吗 我爸爸就是神仇 廖恩贝插腰骄傲地说 听到这话 廖仁南会心一笑 就在这时 咕噜 一声肚子叫的声音响起 廖仁南瞪了贝贝眼道 中午在学校又挑食 肚子饿了是吧 不是我 廖恩贝贬着嘴说 还不承认 肚子可不会说谎 本来就不是 廖恩贝提高音量 是我 这时 一旁的李千墨 尴尬地捂着肚子道 中午录节目 感觉食堂菜不好 所以只吃了几口 现在感觉饿了 哦 那赶紧吃呗 廖仁南笑笑道 当成在自己家一样 好嘞 李千墨食欲满满 半个小时后 李千墨和廖恩贝靠在一起 两人都瘫软在了餐椅上 原本他都想好了 第一次在别人家吃饭 要淑女 矜持 留下一个好印象 可奈何廖仁南做的菜 实在是太好吃了 每次递出筷子 都说只吃最后一口 吃完却又忍不住再加一块 最后把一桌的菜都给扫光了 大米饭也吃了两大碗 如果不是今天来着吃饭 李千墨都不知道 自己这么能吃 幸运的是 还好有廖恩贝做伴 也跟着吃了很多 分担了部分注意力 不然他真的怕自己 吓到廖仁南 吃完饭后 廖恩贝便去做家庭作业了 李千墨在旁边陪着他 廖仁南收拾了一下碗筷 然后做了一个水果拼盘 让李千墨迟迟迟消消失 李千墨也没客气 在客厅吃了起来 由于房间里没人讲话 廖仁南和李千墨相对做 氛围莫名有些尴尬 想到了什么 李千墨突然问 廖老师 你这七天来的网络投票成绩怎么样 好像下一期就要加入网头权重了 我也没怎么关注 廖仁南漫不经心地道 成绩应该一般吧 那我帮你查查 李千墨拿出手机搜索起来 几分钟后 他的脸色暗了暗 还选环节六十名歌手通过 廖仁南的排名还不到四十位 难怪他说一半 而令人尴尬的是 越往后的比赛 网头权重会越高 这样的比赛机制也意味着 就算你是再有实力 如果人气不行 那迟早也会被刷下去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廖仁南正是出道没多久 发布的歌曲也才三首 可能很多人听过他的歌 但是却不知道他这个人 这跟那些频频在影视 综艺露面的明星自然不能比 这该怎么破局呢 对了廖老师 你最近当期紧张吗 我有一个朋友想请你 帮忙做一部电影的主题曲 李千墨想到一个办法 可以帮廖仁南增加人气 写主题曲 可以啊 廖仁南现在有神级 作曲技能加深 写首歌 那是分分钟的事情 更何况 他的脑袋里 还藏着前世的音乐库 那太好了 我待会就让我朋友 把资料传给你 李千墨开心的道 行啊 吃了水果 做了一会 李千墨说自己要回去了 廖仁南看了一眼手表 已经是晚上八点半了 觉得时间有点晚了 他也不留李千墨了 反倒是廖恩贝 听到李千墨要走 急得都快哭了 在李千墨一番好哄 并答应下次再来完后 廖恩贝才同意让他走 由于廖恩贝一个人在家 廖仁南便把李千墨送进电梯 就没再多送他了 临走时 李千墨还要了廖仁南的灰信 说是联系工作方便 廖仁南当然没有理由拒绝 几分钟后 李千墨坐上自己的宝马 拨通了林又威电话 又威 你那边有没有最近要上的电影 缺主题曲的 有啊 怎么了 把订单转给我呗 我帮你搞定 嗯 你是不是想叫廖仁南写 目的是帮他提高网络人气 好吧 什么都瞒不过你 泽泽 不得不说 你对廖仁南是真的好啊 连这事都要帮他安排 看来陷得不深啊 去 我乐意 资料记得传给我哈 行 我这就叫助理传给你 不过这首主题曲的电影 五天后就要上映了 时间可是挺紧的 原本我们准备用纯音乐代替 上映后再补录歌曲的 如果廖仁南愿意 就试试吧 先发过来看了再说吧 这边 廖仁南刚哄辈辈睡着 便收到李千墨的灰性消息 发给他的是一个云链接 下载里面是一份压缩的订单资料 订单所属公司 花火娱乐 电影名 那些年 我们追的女孩 主题取名 代定 音乐风格 流行 青春 酬劳 代商讨 附件资料 电影微减几点MP4 看完整份资料 廖仁南又惊又喜 惊讶的是李千墨轻描淡写所说的朋友 居然是花火娱乐 这家公司出品的电影都是精品 票房都非常的高 口碑也不错 看来他确实人脉超广啊 而喜悦的是 这部电影似乎就是他前世所看的 那些年 我们追的女孩 这首歌不是现成的吗 还用得着费精力写吗 第26章 神级作曲 一晃 便到了第二天清晨 宋贝贝去幼儿园后 廖仁南开始着手 那些年的曲谱 凭借前世的记忆 加上他新获得的神级编曲技能 廖仁南只用一课钟便写完了 还原度高达99% 他都被自己给嗅到了 做完这一切 廖仁南给李千墨发了条消息 准备把歌交了 早交早结束这个订单 半个小时后 花火娱乐公司门口 李千墨与林又威对视一眼 皆是一脸猛逼 林又威柳眉微醋 千墨 你说廖仁南找我们有什么事 是他对这首歌要求没弄清 还是他对报酬有疑问 还是他压根不想接这个订单 李千墨心虚地道 这个 我也不清楚 林又威美好气的道 不是 你们不是通过电话 就啥都没说 李千墨露出一副可怜兮兮的表情 当时才八点钟 我也是刚醒来 都没听清楚他说了啥 林又威急了 我的姑奶奶 你怎么这么不伤心 这是严肃的事情 不是闹着玩的 公司其他董事很重视这部电影 对这个项目也看得很紧 可不能在这个时候掉链子 不然我会死得很惨的 说的这么严重 李千墨白了他眼道 放心吧 不会出问题的 你要真不放心这部电影票房 到时候电影发布会 我帮你站台助阵好吧 免费 啊 真的吗 那太好了 林又威高兴的都要跳起来 你这么说 我就放心了 有你这么个大明星助阵 我这部电影票房肯定要报 你还真是够伟大的 为了料仁男出钱又出人 行了 客气一点哈 知道了 古奶奶 林又威美好气的回了一句 就在这时 一辆计程车在他们前方停下 料仁男从车上下来 他穿着一件淡蓝色的格子衬衫 袖子随意的卷了起来 简单却不失优雅 却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性感 好他妈的帅啊 林又威眼睛都看直了 要是能有这么帅的男人做男朋友 他也愿意出钱出人啊 料老师 你来了 李千墨热情的喊道 李千墨 料仁男对他点了的头道 料老师 你好 我叫林又威 是花火娱乐董事 也是李千墨的闺蜜 林又威递上自己的名片 料仁男接过名片 你好 林董 你好 料老师 林又威客气地道 不知道你有什么事情 我们去会议室说 行 料仁男微笑道 三人走入提前安排好的贵宾室 林又威吩咐助理 准备茶水事宜后 这才落座 料老师 你对订单有什么疑问啊 料仁男正了一下 开口道 我对订单没疑问啊 林又威一脸猛地 看了一眼李千墨 李千墨轻声细语地道 料老师 你早晨不是打电话说 约谈主题曲的事情吗 料仁男点点头 嗯 是啊 主题曲我已经写好了 就是给你们拿过来看看 啥 林又威以为自己幻听了 李千墨也是一副 不可置信的模样 说着 料仁男从公文包里 拿出一份稿子道 这是手稿 你们可以看看 是否符合电影主题曲的要求 咕噜 林又威吞了一口口水 颤围着接过手稿 只见这份曲谱满满当当 字迹相当的工整 英杰符号也十分有序 那些年 林又威第一名声 料仁男点点头 林又威解释起曲谱来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记忆中你青色的脸 我们终于 来到了这一天 桌殿下的老照片 无数回忆连结 今天 南海 要赴女孩最后的约 看着看着 林又威念出声来 用手轻轻打着拍子 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 回到教室座位前后 故意讨你温柔的骂 黑板上排列组合 你舍得解开吗 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 哇 林又威赞叹出声 抬头看向廖仁男 廖老师 这首歌的歌词 怎么跟电影这么贴合 廖仁男笑笑道 我是看了电影的微剪辑 融合了电影里面的很多片段 所以你会觉得歌词内容 与电影主线贴合 我的天 那您这功力太深厚了 林又威毫不吝啬地称赞道 想到了什么 她拨通了一个电话 喂 电话很快接通 对面是一个女生 林又威兴奋道 喂 柴岛 现在有时间吗 过来贵宾室看一下 那些年我们追的女孩的主题曲 林又威口中的柴岛 正是这部电影的总监制 文言 电话那头道 啊 怎么又要看主题曲 不是说档期时间不够 改用纯音乐了吗 林又威解释道 我这里有一份 你过来看看 哼 那头善笑一声道 林董 您该不会是从哪里随便挑了一首吧 这部电影是追忆青春的 如果歌曲跟主旋律不搭 那会适得其反 我当然知道 总之 电话里说不清楚 你过来再说吧 那行吧 我抽空过来一趟 十分钟后 柴岛才来到贵宾室 脸上带着不情愿 她看到李千默和廖仁南 稍稍收敛了下情绪 热情地跟两人打招呼 而当看到林又威时 她立马忍不住抱怨起来 林董 我现在可忙得很 你还保给叫来 这部电影五天后就要上映了 主题曲 配乐什么的都要调整 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吗 林又威把那份手稿 往桌子上一放 别的你就别抱怨了 先看看这份曲谱再说 哎哟 我现在哪还有什么时间看手稿 柴岛拿起手稿 嘴上碎碎念着 脸上浮现出一丝不耐烦 而在看到这首歌的名字 以及这首歌的前两行时 她的话戛然而止 睁大了眼睛 看着看着 她的眼睛更直了 哇塞 这一句写得真好 这歌写得也太有画面感 太青春了吧 林董 这首歌 不正是为我们电影量身定做的吗 谁写的呀 有这也不早点告诉我 柴岛很激动 滔滔不绝地说着 林又威指了指廖仁南 说道 这首曲子 就是你面前这位大才所作 哎呀 你看我 柴岛恍然大悟 微笑道 廖仁南开嗓之后 我都忘了 他是作曲人 厉害 柴岛忍不住 对廖仁南竖起大拇指 你真是太厉害了 这歌写得太合我心意了 廖仁南善善一笑 谢谢台爱 一旁的李千墨和林又威 看着柴岛那浮夸的表情 不由得都有些忍俊不惊 他们甚至都没说 这首歌的订单 是昨晚才交到廖仁南的手里 短短12个小时 准确的是 没有12个小时 就完成一首歌的编曲写词 这简直是闻所未闻啊 而且 这首曲子的品质还这么高 实在是太神奇了 一念即此 两人望着廖仁南的目光愈发火热 第27章 一举两得的办法 看着眼前工者的手稿 柴岛高兴的合不拢嘴 好了 既然曲谱都已经准备好 咱们接下来 就是找歌手来唱了 本来 他都已经退让 选择用纯音乐做主题曲 但是 那些年的出现 让他心中又有了一丝期待 毕竟一部电影上映 如果能有一首好的主题曲打头阵 那会带来不少流量 话说到这里 林又威和李千墨琪琪 将目光落在了廖仁南的身上 柴岛一拍额头 看把我糊涂的 廖老师 这首歌你能唱吗 林又威文言 不仅有些紧张 在他的内心深处 还是希望廖仁南 能亲自来唱这首歌 一来 他认为 如果廖仁南唱这首歌 会有很好的效果 再者 节约时间成本 他不确定 能否在这么短的时间 找到合适的歌手 来演唱这首歌 听了柴岛的话 廖仁南心里盘散了下 说出自己的顾虑 我可以唱这首歌 但是 四天后我要参加天籁之音 那也是要提前贝歌的 这样一来 两首歌同时进行 我可能会分身乏术 其实 廖仁南嘴上如此说着 心里却是考虑到了廖恩贝 他可不想只顾着忙自己的事情 对贝贝不闻不问的 听到廖仁南的话 柴岛和林又威 皆是一脸失望的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 一直没吭声的李千墨 突然灵机一动 兴致勃勃地说道 廖老师 其实你也可以这么做 既然天籁之音的第二期 跟这部电影上映日是同一天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首歌 既用作 那些年主题曲 又用在比赛节目上 那不就两者兼顾了吗 另外 在MV中 也可以进行一些小操作 起到互相引流的作用 对啊 听到这话 柴岛欢呼了一声 这个建议好 一举两得 林又威更是情不自禁地抱住了李千墨 狠狠地吻了一下他的脸蛋 哎呀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 文言 廖仁南想了半分钟 点点头 嗯 那就这样安排 这首歌我来唱 柴岛一听 顿时喜出望外 如是重负地说道 那太好了 林又威眉开眼笑 廖老师 您放心 我们一定会给您封后的报酬的 这都好说 廖仁南淡淡道 当下 几人便达成协议 以那些年为主题曲 同时由廖仁南包揽曲谱唱 同时 还针对歌曲录制的细节 进行了简单的头脑风暴 李千墨全程在一旁 一会看看廖仁南 一会看看林又威 觉得喜不自胜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灵光一闪的想法 不但帮了廖仁南 还间接帮了林又威 这一次的合作 简直就是无心插柳柳成音 另外 他又对廖仁南 又多了一分了解 多了一分崇拜 自己的眼光果然没错 接下来的两天 廖仁南除了照顾廖恩贝 几乎其他时间都花在 那些年这首歌上 随着这首歌越来越完善 大家也迸发出更多的想法 比如 为了更好诠释主题曲 可以请一名女演员 配合廖仁南来演出歌曲内容 比如增加一些情景剧情 让歌曲看起来更有内涵 结果 就是将一首歌 改成了一部短的音乐剧 而同时 在与廖仁南共事的这两日 花火娱乐的一众工作人员们 对他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廖仁南 不论在作词作曲 编曲 制作 还是混音 录音 母带处理等环节 都是样样精通 而且是了若执掌 浑然天成 行家一出手 就知道有没有 大家都对廖仁南 佩服的五体投地 他的口碑 在业界也进一步传开 另一边 李千默也信守承诺 不但得那些年 电影录了彩蛋 还主动参演了主题曲 MV录制 这可把林又威高兴坏了 毕竟李千默可是当红花蛋 花钱都不一定请得到 更何况 他还是友情客串 当然了 他明白李千默之所以会同意 完全是看在廖仁南的面子上 所以 只要自己不亏待廖仁南 那也算对得起李千默了 又一天过去 主题曲 那些年 全部制作完成 为了感谢廖仁南与李千默 林又威与柴岛大把研习 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会 来 廖老师 再敬你一杯 如果不是廖老师出手 我们的这首主题曲 绝对没有这么顺利完成 太谢谢你了 林又威和柴岛 轮流跟廖仁南碰杯 谢谢他 这也是大家的功劳 廖仁南也不矫情 能把这首歌录下来 他也很高兴 来 千默 你也喝呀 林又威突然Q了一下李千默 怎么不跟廖老师喝一杯呀 李千默脸色微红 端着红酒道 廖老师 我也敬你一杯 辛苦你了 廖仁南笑了笑 应该我敬你的 如果不是你 我都不会写出这首歌 听到这话 李千默心里美滋滋的 笑了一声道 那也是廖老师你有才 这机会给别人也许是个炸弹呢 林又威也插话道 不夸张 我们当时对这个主题曲 都没做什么指望了 所以廖老师 你真的算是雪中送炭 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哪里哪里 过奖了 廖仁南谦虚道 久过半寻 林又威从包里拿出一个存折 递到廖仁南面前道 廖老师 这是您的酬劳 廖仁南拿起来 扫了一眼 一百万 林总 你这 给多了 廖仁南将存折推回给林又威 不多 这是您应得的 这我不能拿 廖仁南摇摇头 按照他以往的报酬 作词十万 作曲十五万 演唱二十万 总和加起来 不会超过五十万 这也是市场上的行情价 林又威的一百万 在他看来 实在是太多了 廖老师 您真是太客气了 您都不知道 您为我们省了多少经费 所以 这报酬一分都不能少 以后我们还有合作的机会 到时候 你可不要拒绝我们 林又威很肯定地说 看到廖仁南部说话 他又接着道 如果廖老师 你不接受这存折 我直接给您带买一辆保时节也行 事实上 林又威第一次见廖仁南 除了对他的颜值感到惊讶外 对他坐计程车来 也是十分惊讶 这年头 别说明星艺人了 就连幕后的制片人 只要稍微有点名气的 那谱一个比一个大 廖仁南这么有本事 还这么低调 当真是难得 好 既然你这么说 那我就不客气了 廖仁南见林又威话 都说到这份上了 也不好再推辞 他端起酒杯 预祝你们电影上映大卖 林又威也赶紧端起了杯子 多谢 也预祝廖老师 天籁顺利晋级 再下一程 来 大家一起干杯 干杯 第二十八章 零点一折购车优惠卷 宴席散去 大家便各自回家了 林又威安排了司机 专程送廖仁南 李千墨原本是打算开车送廖仁南的 不过 他也在饭桌上喝酒了 而且 他的酒量不是很好 这会儿已经有些晕乎乎的了 索性就先准备回家休息了 下午五点还差一刻 他便给梅姨打了一个电话 让他不用去接廖恩贝了 另外告诉司机 把自己送到廖仁贝的学校门口 在接上廖恩贝后 两人打算走回去 手牵住手压马路 倒也算断练了 贝贝 你妈妈说明天早上 要来接你去玩哦 廖仁南漫不经心的说 明天是周末 也是约定的苏雪探视日 昨天晚上苏雪就跟她说了 明天会来接廖恩贝 对此 廖仁南有些意外 要知道苏雪可忙得很 很少会花时间来照顾贝贝 当然了 他虽然对苏雪没有好感 但却也不阻止廖恩贝跟妈妈亲 他可不希望廖恩贝 受到父母离婚的影响 有什么心理方面的问题 毕竟 父母完整的爱 才能让孩子健康成长 爸爸 我不想去 廖恩贝回答道 啊 为什么不想去啊 贝贝的回答 让廖仁南有些意外 廖恩贝扁扁嘴 就是不想去 没有为什么 廖仁南温柔地劝道 如果没有正当理由 那不能不去哦 你可能跟妈妈有些疏远 不过只要你们好好相处 关系会亲密起来的 毕竟他是你的妈妈 每个妈妈都很爱自己孩子的 廖恩贝嘴巴一撇 眼睛一红 两颗痘大的泪珠滚落下来 委屈地道 我不要跟他亲密 我跟他亲密了 爸爸怎么办 我要跟爸爸在一起 廖仁南揉揉他的小脑袋 傻孩子 你跟妈妈关系好了 同样也还可以跟爸爸亲啊 如果你实在想爸爸的话 那你明天就过去半天 我早点去接你 行吧 就半天 廖恩贝委屈巴巴地说 那就说定了 走了一会 刚进小区大门 廖恩贝突然停下来道 爸爸 我走累了 你能背我吗 可以啊 廖仁南蹲下来 让贝贝爬上自己的背 想到什么 他笑着道 贝贝 我准备明天去买辆车 这样就方便接你上下学了 离婚后净身出户 廖仁南把车子过户给了苏雪 这段时间去哪里 都是打出租车 坐地铁 如果是他一个人还好 但带着小孩没有车 真的非常不方便 廖恩贝一听 顿时满心欢喜 太好了 爸爸你要买什么车啊 廖仁南正思考着肩 突然脑海中 响起了一道电子音 叮 恭喜宿主辉煌点 累计达到一百万 自动兑换一次奖品 奖品自动兑换成功 恭喜获得0.1折购车优惠券一张 0.1折购车优惠券 宿主购买任何车型 可以享受0.1折的优惠 不过该优惠券只先购一辆 同时购买多辆车无效 廖仁南闻言心中一阵激动 自从得到这个系统以来 真是时时有惊喜啊 而且 这个辉煌人生系统 果然名不虚传 给出的奖励都是奥利给 廖仁南笑着道 贝贝 爸爸这次准备买一台好车 名字叫做库里南 他是越野车 空间超大的 这样周末就方便带你去郊外露营 廖仁南跟大多数男人一样 喜欢彪悍的越野车 而在越野车之中 最令人向往的 莫过于库里南了 尊贵而不施霸气 他的上一台车是美女宝马 开着像台湾剧车一样 要不是当时苏雪硬炒着药 不然他一个男人 不会选那款 现在 他选车不用顾及谁了 当然挑自己喜欢的 好业 廖恩被凑到廖仁南脖子处 亲了一口 兴高采烈地道 爸爸好棒 我喜欢库里南 我喜欢露营 本来廖仁南也有些累了 但被女儿亲了一下 他顿时精神一震 把贝贝往背上挪了挪 大步朝自己的家走去 时光飞逝 匆匆就过去一天 苏雪一早就把廖恩被接走了 看着廖恩被离去的小背影 廖仁南眼眶都红了 在他看来 孩子是依赖父母的 可实际上 父母更依赖孩子 不过很快 廖仁南定了定神 便去忙自己的事情 苏雪带着廖恩被离开后 找了一家星巴克 随意买了几份熟食 然后便准备带他去买衣服 看到廖恩被身上的旧衣服 苏雪觉得心里隔阴的慌 他一个大明星的女儿 怎么能够穿这么土 如果被狗仔什么的拍到 那不是更有损他时尚的形象 路上 苏雪一边开车 一边透过后视镜 看看廖恩被 贝贝 把你座位旁的袋子打开 里面有汉堡 薯条 拿着吃 廖恩被不为所动 摇摇头道 这些是垃圾食品 我不吃 苏雪善笑一声 星巴克乃是垃圾食品 别什么都听你爸的 他最近一段时间 是不是都没买什么菜 都没好好陪你吃饭 你看你脸蛋都瘦了 没有 然后廖恩被反驳道 爸爸做的菜可好吃了 我每天吃两大碗的 呵呵苏雪嘲讽道 他做菜好吃个鬼 餐厅的菜才好吃 你爸应该没带你下过餐厅吧 文言 廖恩被气的鼓起了腮帮子 没有回话 穷鬼一个 苏雪自顾自的继续道 待会我就带你去五星级餐厅 好好吃一顿 给你补补 你放心吧 我后面会想办法把你要回来 不让你跟着他受苦 听到这话 廖恩被一张粉脸蛋 变得皱巴巴的 我爸爸才不是穷鬼了 他对我可好了 每天都给我买好吃的 今天他还要去买车 这样周末 我跟爸爸 就可以去郊游了 买车 苏雪一副高高在上的表情道 他哪里有钱买车了 你别听他忽悠了 他一张嘴尽会骗人了 我爸没有骗人 廖恩被气的脸色发白 牙齿咬得嘚嘚响响 他今天就是去买库里男了 何方片 你知道库里男多少钱吗 他买得起库里男 也不撒泡尿自己招招 他如果有那本事 我也不会离开他 他就是个大骗子 苏雪斥责道 还有 你什么语气跟妈妈说话 你爸爸是怎么教育你的 我爸爸不是骗子 你才是骗子 廖恩被又气又伤心 愤恨地迎视着苏雪 那凶巴巴的目光 反了你 敢这么跟我说话 苏雪如果不是在开车 他真想一巴掌扇过去 好 你说 你爸爸要买库里男 你爸爸不是骗子是吧 我现在就带你过去 让你看看 他的真面目 第二十九章 喜提库里男 其中 摩都市白鹿湖区 只有一家劳斯莱斯专卖店 以前 苏雪常来这块逛 自然是轻车熟路 他决定了 待会要严厉训诫廖恩被 告诉他 什么是库里男 有多贵 更要在他面前 揭露廖仁男的丑恶嘴脸 另一边 廖仁男坐在李千默的宝马车上 他的脸色 说不出的复杂 具体的事情是这样子的 在送走了廖恩被之后 李千默给他打来了一个电话 说陪他一起去看车 那一刻廖仁男一脸猛逼 自己要买车 这李千默是如何得知的 随后 李千默又跟他说 昨晚廖恩被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问他有没有时间 让他陪廖仁男去买车 廖仁男一听 顿时无语了 这个廖恩被 真是人小鬼大 还安排起大人的事情了 到底要干啥 但是 既然都约定好了 总不能拒绝吧 那不成了捉弄人家了 廖仁男 也指的按部就搬了 李千默启动车子 廖老师 你准备去哪看车呀 嗯 廖仁男不以为意地 应了一声 去劳斯莱斯专卖店吧 李千默文言 脸色微微一变 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如果是换成其他的女明星 听到哪位要买 这么豪横的品牌车 估计都要被惊个目瞪口呆了 而他脸色之所以会变化 并不是因为这个品牌 毕竟 他好歹也是个大明星 什么豪车没见过 再加上他家境因后 家里就有同样档次的豪车 他诧异的是 廖仁男居然在这个节点 能买得起劳斯莱斯 因为全网都知道 他是净身出户 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买得起劳斯莱斯豪车 难道 他的家事不一般 好的 那你坐稳了 李千默没有多问 直接开车出发 不到半个时辰 两人来到劳斯莱斯官方店 这种档次的豪车店 来者都是非复即贵 安保措施做得非常好 两人也不做遮掩了 静止走入店内 高档豪车的4S店 格外气派 室内空间也是特别的大 店里的摆设 无异不是名牌 还有许多绿植 全是珍贵的松板 导购也很专业 都是巨男美女 穿戴非常整齐 让人赏心悦目 廖仁男和李千默刚一进店 就有一位美女导购员 笑容满面地迎了上来 廖先生 李小姐你们好 请问两位是提车 还是看车 这位美女导购员 常看娱乐新闻 自然当然认识两人 所以轻松就叫出了两人的信 而他表面上故作镇定 心里却是有诸多疑惑 咦 这廖仁男怎么跟李千默在一起 两人不会是在谈恋爱吧 这是今天大新闻啊 我的天 看车 廖仁男淡淡地道 那您正义哪款 我给您查下库存 库里男 廖仁男到 美女导购员用手机查了下 心喜地道 廖先生 您运气真好 我们店刚好就有一台库里男现货 麻烦您出示一下本店贵宾卡 我现在就帮您预约试车 文言 廖仁男皱了一下眉头 我没有你们店的贵宾卡 美女导购员愣了下 连忙解释 廖先生 是这样的 本店品牌没有专门的试驾车 都是现车当场试驾 毕竟是豪车限量版系列的 您应该能理解吧 廖仁男见对方态度诚恳 倒也没有动怒 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李千默 毕竟 他以前没试驾过这种级别的豪车 还真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规定 是有这个规定 李千默点了点头 想到了什么 他又继续道 廖老师 如果你有需要 我可以帮你拿朋友的贵宾卡 这样就可以是车了 不用这么麻烦 廖仁男回了李千默一句 又转头对美女导购道 那这样可以吧 我直接先付款 然后再验车 其他的手续能省就省 他是个直接了当的人 不想把事情弄得麻烦 再说了 他觉得一辆近千万的顶级豪车 肯定经过了多道出厂测验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还有就是 他也想看看 从系统得到的0.1折购车卡 到底有没有用 要是不能用的话 那岂不是很尴尬 而旁边 李千默文言一正 目光差异的望着廖仁男 什么时候 买豪车跟买大白菜似的了 但很快 他的眼神又变成了温柔和赞赏 他就是喜欢这样干脆利索的男人 那当然可以啊 美女导购员一脸错愕 半分钟后才反应过来 笑眯眯的问道 您是半里分期还是全款 全款 廖仁男淡淡道 好的 我这就帮您去安排 美女导购员欣喜悼 似乎还没有回过神来 他赶紧安排廖仁男和李千默到VIP接待室 端上了最好的茶水 最好的点心 唯恐怠慢了他们 然后便去向部门总监报告 毕竟 这种情况属于特例 他必须要上报给领导 否则出了问题 可吃不了兜着走 此刻 部门总监正在跟几位房地产富商 介绍着一款劳斯莱斯的终极轿车 虽然美女导购员声音压到了最低 但还是被那几名富商给听到了 一众富商的视线 不由自主地朝着廖仁男所在的贵宾示望去 忍不住在心里付费 哇靠 这位年轻人什么来头啊 买这么贵的车 也太豪气了吧 然而 接下来听到的话 更是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什么 库里男 全款购买 这一句话 就像尖真一样 猛地扎进了那些富商们的耳朵中 别人小朋友买车 一出手就是近千万的豪车 并且直接就全款一次性支付 而自己作为一名企业家 磨蹭了个半天都没个结果 真特么的丢脸啊 他们也想这样秀一波 奈何实力真的不允许 廖先生 您可以付款了 部门总监听了之后 决定亲自接待 带着财物便过来了 廖仁男拿出一张金卡 这是一张信用卡 里面有三十万存款 是这段时间 他发布歌曲 断断续续获得的酬劳 而创作那些年 林优威给的一百万酬劳 他还放在存折里没动 不过 这张卡能透支一千万 所以他也是以防万一 如果零点一折购车券 不管用的话 他就算是贷款 也要把库里男买下 毕竟等凭自己现在的本领 绝对有这个偿还能力的 财务接过卡 在机器上一刷 收据单打印了出来 而同时 廖仁男收到了一条短信 来自于手机银行 华夏银行尊敬的客户 XXXX的银行账户 尾号XXXX 于某月某日某时 完成转出交易 金额为85.125.34 存款余额为240.981.65 成功了 这台库里男全款价格为 851万多 而现在只扣款了85100的款项 当真是0.1折的优惠力度 廖仁男内心兴奋不已 区域总监满脸对笑 廖先生 咱们一起去看车吧 好 廖仁男激动到 由于是价格昂贵的顶级豪车 4S店选择直接把车停在了店里 而且是配备了专门的车库 车库门打开 遮挡不掀起 一辆通体漆黑的猛兽 出现在几人的面前 老实说 廖仁男早就在网络上 看过库里男的照片和3D 已经预警 这车一定很霸气 但现在 这样近距离看着它 廖仁男还是被炫到了 区域总监在旁边笑着道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款的特点哈 这款车前连采用了经典的 帕特农神庙式进气格山 两侧搭配矩形LED大灯组 非隐藏式的排气围管设计 内饰采用真皮搭配石木 以及金属装饰 整体设计与幻影类似 但方向盘更厚实 另外 全新的全液晶仪表盘 采用三元仪表设计 服以虚拟表盘和指针 区域总监卖力地介绍着 但廖仁男却没怎么再听 整体喜欢就行了 哪管这么多细节 我直接试驾一下 廖仁男静止上了车 点火启动 车子缓缓使出4S电车库 库里男一出车库 从店员到顾客 全都震惊 带住 眼中的那股羡慕之色 完全想藏都藏不住的 虽然他们嘴巴上都没有说什么 但心中却各个掀起了惊涛骇浪 好家伙 这车也太他妈炫酷了吧 我的老天爷啊 我的太和金眼都快要被闪瞎了 库里男 豪车中的豪车 我感觉我要跪了 一群人嗅着空气中的汽油味 仿佛这猛兽排泄出的尾气 都带着一丝甘甜的味道 格外与众不同 第三十章 什么富婆 十分钟后 廖仁男重新把车开回店里 豪车就是豪车 非常的丝滑 跟坐在云端一般 这库里男不单外观霸气 彪悍 居然也有跑车的那种急速推背感 和销魂的声浪 总之一番体验下来 廖仁男非常的满意 行吧 就这辆了 帮我办理手续吧 部门总监依写 好嘞 廖总您稍等 然后便吩咐手下 去办理相关手续 见这笔生意谈成 部门总监稍微轻松了一些 言语间也多了几分随意 询问的问题也多了起来 那个廖董 你买这么好的车 是工作室要用吗 要知道 不是为了自己使用 有不少人是拿去展览 或者是公司商务用车 必要的时候摆排场的 毕竟 一辆价值近千万的豪车 谁会拿来家用呢 不是 我就是拿来平常逮捕 接孩子放学用的 廖仁男不假思索地道 逮捕 接孩子放学 扑吃 李千莫觉得这回答莫名搞笑 直接笑出声来 而旁边的部门总监一个猎解 险些摔倒 我尼玛 我刚刚听到了什么 近千万的库里男 就是平常逮捕用的 我的老天爷啊 明星才是真富豪啊 一切办理好后 廖仁男便跟李千莫准备离开 另一边 苏雪带着廖恩贝 才刚到劳斯莱斯专卖店 东张西望干嘛 走快一点 看见廖恩贝走路慢悠悠的 苏雪忍不住斥责几句 他迫不及待 要向廖恩贝证明 廖仁男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 就在这时 那是爸爸 廖恩贝忽然惊呼一声 便快步朝那边跑过去 然而 廖仁男 李千莫刚好坐着车子走了 苏雪和廖恩贝 苏雪看着车上熟悉的侧脸 愣住了 一脸的惊骇 因为 他确实看清那人是廖仁男 开走的也是库里男 不过他仍不肯相信 这是事实 最新款的库里男 价格要近千万 他廖仁男买得起 绝对不可能啊 回过神来后 苏雪一把拽住身旁的部门总监 问道 刚才买走库里男的那两人是谁啊 部门总监职业性微笑着道 苏小姐您好 这个 是客人的隐私 我不方便透露的 他们都是受过专业培训的 绝对不会泄露顾客的信息 更何况 是这样身份尊贵的顾客 苏雪脸色黑了下来 你就告诉我 那人是廖仁男吗 部门总监一脸为难 没有回答 苏雪声音一扬 只向廖恩贝 对部门总监威吓道 我是廖仁男的前妻 你应该知道的 这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找他有证实 我这孩子有校踹病 要在他爸爸身上 孩子随时会发病 我要去 把药给拿过来 你就告诉我是不是他 耽误了 你可负不了则 部门总监看着廖恩贝 犹豫一下后 勉强点点头 哄 苏雪如遭雷击 这 居然真是廖仁男 他买了库里男 所以 廖恩贝所的一切都是真的 苏雪感觉自己的心 像被狠狠地扎了一刀 可是 他很快就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廖仁男身旁的女人是谁 苏雪总感觉那个女人有点熟悉 却是想不起来 她是谁 难道是廖仁男帮的富婆 她身旁的女人是谁 苏雪追问道 区域总监摇摇头 抱歉 这个我真的不能说 苏雪咄咄逼人 不说是吧 那我去找 你们总经理投诉你 区域总监解释道 就算您向我总经理投诉 我也不能告诉您这些信息 保护顾客信息 是我们公司行为准则明文规定的 抱歉 原先 他担心孩子的身体健康 所以才告诉对方的身份 可看样子 显然是被骗了 其他的问题 他再也不会回答了 行吧 等着瞧 苏雪狠狠地瞪了对方一眼 便带着廖恩贝离开了 两人回到车上 廖恩贝开心地道 爸爸真买了库里男 我就说吧 爸爸不是大骗子 苏雪火冒三丈 你给我闭嘴 他的行为比骗子还要可恶 他是个渣男 哦哦 廖恩贝顿时被吓得哭了起来 苏雪拨通廖仁男电话 你在哪里 现在过来一趟 怎么 有事吗 有事 有大事 赶紧过来 廖仁男听到女儿哭声 便快速开车赶到 一下车便看到苏雪臭着张脸 廖仁男直接选择无事 他现在可没义务 为他的情绪买单 贝贝 怎么了 怎么哭起来了 廖仁男见女儿梨花带雨 赶紧过去抱起他 他凶我 廖恩贝抽气着说 妈妈为什么凶你 廖仁男转过头 正想向苏雪讨个说法 却发现 他正在自己的车上找什么 你干什么 贝贝怎么哭了 廖仁男觉得莫名其妙 你帮的富婆呢 见车上那女人不在 苏雪嘲讽到 廖仁男眉头紧皱 什么富婆 苏雪呲牙咧嘴道 就是帮你买车的富婆呀 廖仁男脑袋快速转了一下 自然知道苏雪指的是李千墨 不过李千墨没有给他买车 更不是什么富婆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别吓人身攻击哈 廖仁男冷着脸道 听到这话 苏雪急了 哼哼 我人身攻击 你敢做不敢当 我当初奇怪你为什么 会这么爽快 就答应离婚了 还净身出户 原来是早就找好了下架 这么快就哄得他 给你买豪车 挺有本事的呀你 神经病 你竟子虚乌有 廖仁男忍不住呵斥道 你这么诋毁我 我可以请律师告你 还有 你不顾廖恩贝的情绪 对他莫名的语言暴力 我可以向法院仲裁 取消你的探视权 苏雪山笑道 你去啊 你婚内出轨 还骗人给你买车 真是不要脸 看法官听不听你的 廖仁男无语道 我郑重生命 买车的钱 是我自己的 合法合理 苏雪人喋喋不休 你这么个幕后制作人 能买得起这车 说出来谁信啊 对了 你现在还是歌手 但也只是个新人 十八线都探不上马 能跟我手下的艺人比吗 我奉劝你早点 自己推出节目 到时候 你肯定是手下败将 不可理喻 等着法院仲裁吧 廖仁男摇摇头 便带着廖恩贝离开了 回家的路上 廖恩贝 慢慢止住了眼泪 廖仁男安慰道 贝贝 没事了 爸爸不会再让你 单独跟他在一起了 廖恩贝点点头 谢谢爸爸 我真的讨厌他 嗯 讨厌他就先别见他 爸爸以后 天天带着你 廖恩贝嘟嘟嘴 还是爸爸最好 我最爱爸爸了 廖仁男笑了笑 继续开着车 爸爸 你这车好炫啊 我好喜欢 莫过一会 廖恩贝开始打量汽车来 完全忘了 刚才发生的事情 文言 廖仁男心里 舒服了一些 嗯 等你周末放假 爸爸就开着车 带你去郊游 好的 爸爸 廖恩贝眼睛里闪着光 想到什么 他又继续道 爸爸 你要在天爱之音里 好好表现 争取拿冠军 廖仁男笑笑道 你为什么希望 爸爸得冠军啊 廖恩贝认真地道 这就跟学校的考试一样 每次考试 我都会努力考第一 因为我知道 我得了第一名 你会很开心 同样的 如果你得了第一名 我当然 也为你开心了 呵呵 廖仁男笑着 点点头道 好的 爸爸答应你 争取拿第一名 他第一次有了 想要夺得 天爱之音 冠军的想法 第31章 EVEPK赛开启 转眼间一天过去 魔都重名导 天爱之音 第二季第二期直播开启 大家下午好 欢迎收看由 飓风地产 金大福黄金 华为人工智能 联合赞助的 天爱之音 大型舞台上 和老师念着熟悉的 开场白 而直播才刚刚开启 弹幕区早聊的热火朝天 哦耶 等了一个星期 第二期终于来了 呵 炸鸡 可乐一备好 音乐给我赶紧上 一起造起来 感觉和老师穿这套西服 好帅啊 那些吹和老师帅的 你们品味真的有待商讨 我昆昆才是最帅的 花泽吕 华夏歌坛永远低神 李切莫仙女姐姐 我爱你一万年 兄弟们 如果我说 我是来看象棋歌的 你们会鄙视我吗 何老师看着这超高的热度 也是欣慰的笑了笑 介绍着这一期的比赛规则 本期的主题是 EVEPK赛 由上一期 还选晋级的60位选手 抽签组队 进行一对一实力对决 由5位评委 30家媒体 以及云端观众 投票决定胜出人员 其中 5位评委一人顶10票 媒体评委一人顶5票 另外 还有征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 800名观众参与投票 总计票数1000票 本投票全程由魔都 白鹿湖区监管工作人员监督 结果真实有效 最后 本环节将有30位歌手能够入选 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机会 然后主镜头画面一转 对准了一间宽敞大厅 可以看到 一众明星正轮留着 在一个箱子里 抽取代数字的球 然后交由工作人员统计 何老师也解释着说 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 就是我们选手正在抽签 以此来决定各自对决的歌手 好了 对决名单陆续出来了 分别是 林志玄 PK王峰 任贤奇PK张翰 冯坤PK武艺 叶旭坤PK许飞 花泽吕PK陈祥 张杰PK江英荣 廖仁南PK赠一可 何老师一一念着歌手们的PK名单 而这些信息 瞬间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卧槽 林志玄对阵王峰 感觉这是王与王的对决 有好戏看了 尼玛 张翰居然也参赛了 我还不知道呢 他也算歌手吗 冯坤对阵武艺 坤哥这是烧高香了吗 他现在应该是在窃喜吧 廖仁南居然对阵曾一可 感觉这是一场应战哦 哼 曾一可是廖仁南的前妻苏雪公司旗下的 这下有大瓜吃了 短暂的休息后 EV EPK 赛正式开启 PK的歌手按顺序成队登台 其他的选手则在休息室后场 仁南 咱们这次又是靠后的名次 开始吧 今天准备搞什么娱乐活动 曹金明对坐在位子上 观看比赛的廖仁南说 反正廖仁南参加比赛 他也帮不上什么忙 还不如好好享受比赛 特别是 经过前几次的通告 他发现廖仁南总是成竹在胸 还能给人意想不到的惊喜 而越参与进廖仁南的计划 反倒像是越束缚了他 所以 曹金明打算彻底放手 哪有什么娱乐活动 廖仁南目不转睛的盯着屏幕 好好看比赛 分析一下歌手们的特点 听到这话 曹金明像丈二高的和尚 摸不着头脑一般 表情古怪的看着廖仁南 他觉得廖仁南实在是太奇怪了 今天早晨 廖仁南一声不吭的 突然开着一辆库里男来公司 那可是没把他给吓傻 不是说净身出户的吗 怎么还这么好横 而参加比赛 上次他还无聊下象棋 这次突然变得认真起来 真是态度180万转弯 太奇怪了 搞不懂 不过 看着廖仁南这严肃的表情 曹金明也不再多问什么 跟着一起看起歌手PK来 另一件后场事 苏雪正一脸愤恨地看着屏幕 其中正是廖仁南所在后场事分屏 昨天廖仁南的那一番话 可是把苏雪气了个半死 特别是那句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管不着 真像是点在了苏雪的死穴上一般 他拿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不过 现在 老天给了他复仇的机会 居然让曾一可抽签 对到了廖仁南 这真是太好了 苏雪发誓 一定要让廖仁南 常常得罪自己的代价 想到了什么 苏雪对曾一可问道 一可 待会对战廖仁南有信心吗 曾一可毫不犹豫地点点头 有的 我自认为廖仁南实力没我强 只是他是雪姐你的前夫 要不要 千万别手下留情 苏雪抬手制止 然后又叮嘱道 而且 你待会也不要紧张 发挥出自己的实力就行了 评委 媒体那边未及安排妥当了 苏雪所指的评委和媒体 就是评委 媒体投票的控制权 毕竟 EV1 缓解比赛 由评委 媒体 和网络投票 三部分组成 网络投票 是机器随机抓取的 是不可控的 而且还有数据参数 遗留下来 没有谁敢去作假 而评委 媒体投票 是可控的 一些想投机取巧的参赛单位 当然会优先想着 在这方面做文章 曾一可笑道 明白了 谢谢雪姐 舞台上 比赛仅然有序地进行着 陆续有歌手对决的结果发布 其中有的是大家意料之中的 比如 任贤奇以854票 战胜张翰的612票 冯坤以832票 战胜武艺的574票 叶旭坤以912票 战胜许飞的694票 花泽吕以876票 战胜陈祥的710票 也有一些PK结果 是大家意外之外的 比如 张杰以854票 战胜江英荣的670票 在大家的心目中 江英荣和张杰都是同级别的实力唱将 可是两人的得分却如此之大 而拉开分数的 正是评委和媒体部分的投票 居然都一边倒的倾向张杰 不少网友觉得 张杰这是沾了谢纳人气的光 另外 林志玄以885票 战胜王峰的884票 大家惊讶于 两人票数居然这么接近 居然只有一票之差 都替王峰感觉到可惜 很多王峰的粉丝还发起抗议 要求两人在同台PK一次 这个提议立马被节目组导演给否决了 比赛就是这么残酷 要怪 只能怪王峰人品差了点吧 就在这时 何老师播报道 好了 恭喜林志玄大哥 以一票之差 险胜王峰 希望林志玄大哥继续努力 也希望王峰大哥不要气馁 再来参加明年的天籁之音 接下来 请大家 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下一对PK歌手 曾宜可和廖人男 第三十二章 千万别手下留情 顿时 现场掌声雷动 聊天区弹幕也复评 各位朋友们 小板灯坐好 大瓜要来了 哇 我的曾宜可终于要上场了 我爱你 象棋哥这一期很重归重举啊 不知道他这次准备了什么歌 南哥 加油 曾宜可抱着一把吉他 微笑着登上舞台 廖人男也走上舞台 何老师笑眯眯地看着两人 问道 好了 马上要进行PK了 两位有什么话要对对方说的吗 这是节目设定的环节 每位PK对手都要讲几句 说完 何老师递了一个话筒 给曾宜可 曾宜可接过话筒 突然指示廖人男道 廖人男 我不会手下留情的 就这一句话 聊天区直接爆炸 哇 社会我曾哥 人狠话不多啊 宜可 我爱你 你好美 尼玛 我一个男人 都觉得曾宜可要比我有男人呗 尼玛 这曾宜可胆子真大 很敢说啊 曾宜可论辈分 都要叫廖人男一声姐夫 居然这么没大没小 比赛就是比赛 谈什么辈分 何老师也是被这话惊到 哑然失笑 他又把话筒递给廖人男 问道 那么廖人男呢 你有什么话要说 廖人男接过话筒 淡淡道 千万别手下留情 哄哈哈 现场一阵雷动 继而响起热烈的掌声 说得好 还有观众大喊道 何老师也笑笑道 哎呀 火药味真的好浓啊 那么我也不多说了 咱们直接开始比赛吧 根据抽签规则 请曾宜可先行演唱 请廖人男做好准备 何炯播报的同时 舞台中央已经放好了一把椅子 和架子话筒 曾宜可静止坐上去 灯光落在她的身上 另外她 还有一位伴奏的人 在旁边陪着一起弹奏吉他 同时大屏幕上显示出 曾宜可要唱的歌曲的信息 歌名 Baby Sister 作词 曾宜可 作曲 曾宜可 编曲 薛峰 出品 圣雪娱乐 与此同时 背景画面一变 整个舞台成了蓝色的海洋 里面有巨大的粉红色蘑菇飘荡着 还有粉色的鲸鱼 在跳来跳去 舞台氛围变得十分卡哇伊 紧接着 编曲也响了起来 曾宜可有节奏的波动吉他 用绵羊音唱出声来 姐姐的英文说 Sister 姐姐的日语是Only Same 姐姐的韩文是On and I 法语没人叫我怎么讲 Oh Oh Sister Baby Sister Oh 曾宜可歌声一出 顿时引起网友热议 舞台怎么这么粉 曾哥这次改风格了吗 好卡哇伊啊 这绵羊天嗓太迷人 听得我浑身都酥了 这确定是唱歌 不是念的吗 怎么感觉甚得慌 我认为还是唱Brother吧 哈哈 Brother 笑死我了 舞台上 曾宜可还继续唱着 她时不时的抬抬手 想要引起观众们的大合唱 妹妹的英文说 Sister 妹妹的日语是I am o you too 妹妹的韩文是Don't sing 法语没人叫我怎么讲 Oh Oh Sister Baby Sister Oh 随着这一句的重复 歌曲正式结束 舞台灯光重新亮起 何老师走到中间主持 好的 曾宜可的歌曲演唱完了 现在开启评委 媒体投票权限 以及网络端获得权限的网友们 喜欢这首歌的 请为她投票 三分钟投票通道 正式开启 三 二 一 投票结束 请锁票 何老师邀请曾宜可 来到评分显示的屏幕前 好了 分数已经统计出来了 让我们看看曾宜可的这首 Baby Sister 能够得多少分呢 请看大屏幕 何炯话音一落 屏幕上的计分器便疯狂地滚动起来 个位数 出来一个八字 十位数 出来一个七字 百位数 还在继续滚动 曾宜可紧张到了极点 手捂着胸口 起起伏伏的 现场的观众们也都非常非常的紧张 大家眼睛都死死的盯着屏幕 突然 滚动的百位数停下来 显示出来一个八字 何老师也试试的道 好的 恭喜曾宜可获得878票 其中 导师团给三人30票 媒体团给13人65票 网络投票783票 共计878票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成绩了 大家为他鼓掌 曾宜可笑着 跟大家招招手 与此同时 后场室里的苏学此刻也是比较忙 他跟花泽吕 还有工作室的制作人 几人一起在计算营 料人难的概率 在纸上写写画画着 导师得票 30票 媒体团得票 10票 878-10-30加1 等于839票 看到这结果 苏学扬起头笑了 因为这批歌手里 人气最火爆的叶旭坤 也才得到830的网络投票 料人难作为一名新人 上一期的网络人气排名 还没进到前30名 他想要拿到839票的成绩 几乎就是天方夜谈 苏学感觉自己赢定了 他势必要在这一把 将料人难踢出天籁之音 不是跟老娘顶嘴吗 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 直播还在继续 一段广告过后 何老师画风一转 好了 接下来请歌手互换位置 有请料人难带来参演歌曲 那些年 文言 料人难迈步走到舞台中央 第三十三章 效果拉满 待料人难立定 舞台灯光按下去 同时 中央剧型屏幕开始播放歌曲的信息 歌曲名 那些年 作词 料人难 作曲 料人难 编曲 料人难 电影 那些年 我们知的女孩 出品公司 南明娱乐与花火娱乐 见此 直播弹幕区一阵热议 哇 料人难 这次又发新的原创歌曲 词 曲 编 唱全包 这也太有才华了吧 咦 这首歌 那些年 怎么跟正在上映的电影 那些年 我们知的女孩 类似 大家没注意到一个细节吗 这歌是南明和花火联合出品的 所以这代表着什么 卧槽 我懂了 料人难要唱的这首歌 应该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难得这波操作666啊 屏幕中 歌曲信息播放完 没像其他歌手那样 镜头切转到舞台 而是继续播放着一条影片 正是 那些年我们追的女孩都微剪辑 柯景腾穿上帅气的西装 来参加沈嘉宜的婚礼 婚礼庆典结束后 大家拍照留念 廖英红突然搭着新郎的肩膀道 新郎大哥 大哥商量 新郎道 什么商量 廖英红渐渐地道 我们红包包这么多 想亲新娘 不知道可不可以 新郎看了一眼沈嘉宜 道 新娘说好 我就没问题啊 沈嘉宜犹豫了下 笑着道 好啊 几人蠢蠢欲动 新郎拦住几人道 想亲新娘可以 不过呢 待会你们想怎么亲新娘 就要先怎么亲我 这样才公平啊 许伯淳无语地道 没听说过来宾要亲新娘 还要过关斩将的 谢明和插话道 对啊 许伯淳又道 你这样太小气了啦 谢明和也附和道 这样不对了 新郎得意地道 那就没办法了 沈嘉宜的闺蜜 胡家伟笑着道 哈哈 你们打得如意算盘 而胡家伟的话没说完 旁边一直没吭声的柯景腾 突然冲了出来 重重朝着新郎吻上去 大家都惊呆了 沈嘉宜也惊呆了 愣着愣着 最后却捂着嘴笑了 其他几名男同学见状 也都一窝蜂地冲了上去 想要强吻新郎 亲完新郎的柯景腾 轻抹了一下嘴唇 转向沈嘉宜道 那我就继续幼稚下去哦 沈嘉宜笑笑道 一定要哦 看到这一段微剪辑 节目直播弹幕区 直接炸了 卧槽 这是电影 那些年 我们追的女孩的主题曲 料人拿着资源很广啊 居然和花火都有合作 惊喜啊 感觉这部电影不错 值得一看哦 刚刚买了票 今天晚上就去看这部电影 跟我的初恋一起哦 现场观众不少人 也是议论纷纷的 显然在讨论电影的 这一片段剧情 天籁之音 总监制韩上佑 看到这空前高涨的热度 脸上也是浮现出一丝微笑 而后场室的一众歌手们 看到这一幕 也是又惊又喜 天籁之音 节目还能这么晚 打开眼界 牛逼 后场室的苏雪 连早就 仗得像河豚一般 气鼓鼓地念叨着 怎么能这么干 节目组也太偏谈廖仁南了吧 靠电影来拉人窃 廖仁南太不要脸了 这就是投机取巧 念叨来念叨去 他又说不出个所以然 只怪自己没想到 这么好的点子 就在这时 舞台中央一束光亮起 打在廖仁南的身上 大家可以看到 廖仁南不知何时 已经换上了白色衬衣 棕色衬裤 也就是微电影中 柯景腾的同款 现场顿时一片沸腾 好帅 有的观众大声喊着 与此同时 音乐声缓缓切入 廖仁南也唱出声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记忆中你青色的脸 我们终于 来到了这一天 廖仁南的声音 清澈通透 给人那种校园学长的感觉 有种薄荷音 也比较空灵 让人的耳朵 感觉非常的舒适 就想要一直听下去 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 回到教室座位前后 故意讨你温柔的骂 黑板上排列组合 你舍得解开吗 谁与谁座他又爱着他 与此同时 中央屏幕上 继续显示着电影中的片段 沈嘉宜上课忘带课本 柯景腾主动把书让给他 自己接受老师的惩罚 柯景腾上课不专心 沈嘉宜便会用原子笔 朝柯景腾背上猛刺 蓝色的墨点 留在他白色的校服上 留下了洗不掉的印记 沈嘉宜为柯景腾准备爱心考卷 帮助他一起复习 慢慢的 歌曲进入副歌部分 廖仁南也提高了嗓音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好想告诉你 告诉你 我没有忘记 那天晚上满天星星 平行时空下的约定 再次相遇我会 紧紧抱着你 与此同时 微电影里的剧情 也变得剑拔弩张 柯景腾未向沈嘉宜证明 男子汉气概去打拳 两人因为赌气而争吵 大雨 泪水 误会 哭泣 影片在最高潮处 嘎然而止 毕竟 电影不能透露太多的剧情 能够吸引住观众就行 廖仁南也唱着歌 进入循环阶段 这一段没在播放影片 都是专心的听廖仁南唱歌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呆呆地站在镜子前 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 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 穿上一身帅气西装 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 第34章 最高分诞生 廖仁南生情并茂 脸上带着对青春的悔恨 如同电影中的柯景腾附体一般 现场观众及直播间的谁友们 也都被廖仁南的情绪所感染 不由纷纷跟着激动了起来 毕竟 谁的青春不曾懵懂 谁都有过一世的美好 那一年 那些年 想到这里 很多人都忍不住流下了泪水 连他们自己都有些措手不及 舞台上 廖仁南还在深情唱着 那天晚上满天星星 平行时空下的约定 再一次相遇我会 紧紧抱着你 紧紧抱着你 歌曲进入到尾声 音乐也慢慢淡出 廖仁南唱完最后一句 玩耳一笑 就在大家以为歌曲结束的时候 他却看向了身后的大屏幕 大家的目光 也都跟着聚焦在屏幕上 只见屏幕没有画面 却有音频播放出来 沈嘉仪 柯腾 你怎么学习这么不认真 按你这样 月考进不了前十的 柯景腾 屁了 我是天才 不需要认真都能学好 沈嘉仪 哎呀 天上好大一头牛在飞 柯景腾 别不信 咱们可以打赌 我输了剃寸头 你输了砸马尾 怎么样 沈嘉仪 赌就赌 谁怕谁 紧接着 屏幕一亮 只见 在一所漂亮的中学 一位穿着校服 扎着马尾边的女生 手捧着课本 自信地从操场走过 镜头拉近 女孩明媚的笑容 清晰可见的酒窝 有频率摆动的马尾 还有那超级治愈的回眸一笑 满满都是青春的味道 而在这个时候 观众们也看清楚了 饰演女孩的演员 正是李千墨 哗啦 现场顿时惊呼声一片 这是李千墨 哇 女神好美啊 马尾边女神 我喜欢 不少观众大喊出声 坐在导师席的几名评委 也都一脸差异地看向李千墨 他们事前一点都不知道这事 李千墨则是眼口轻笑 微笑着向台下的观众道谢 何炯适时走上台 笑着道 没想到能在电影中见到千墨 真是意外之喜啊 千墨 你作为当事人 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吗 李千墨整了整衣衫 站起身来道 哼 没错 大家看到的片中女孩 就是我饰演的 希望你们会喜欢 也恳请大家支持电影 那些年 我们追的女孩 当然 再次我要生命的是 我只在片尾参与了这部电影的彩蛋 而这部电影的女主角 是由非常有才华的年轻女演员 陈妍希扮演的 希望没有误导到观众 最后 希望大家给 那些年 何廖人男加油 谢谢 文言 何炯笑着道 哎呀 虽然千墨只是参与了彩蛋 也是让大家一保眼福的 大家说是不是 说完便把话筒对着台下 是的 太美了 台下的观众一起喊出声 何老师会心一笑 看了手卡一眼 继续道 好的 谢谢李千墨 为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画面 咱们言归正传 继续进行后面的流程 现在开启评委 媒体投票权限 另外 网络端获得权限的观众们 喜欢那些年 这首歌的 也请为廖人男投票 三分钟投票通道 正式开启 三 二 一 投票结束 请锁票 何老师邀请廖人男和曾一可 来到评分显示的屏幕前 好了 分数已经统计出来了 那么在这个EV1环节中 廖人男和曾一可 谁更受到大家的喜欢 谁能够继续参加 天籁 谁又将止步于此呢 请看大屏幕 何炯话音一落 屏幕上的计分器 便疯狂地滚动起来 各位数 出来一个两字 十位数 出来一个一字 百位数 还在继续滚动 现场的观众们 都大声地喊着 叫着心中期待廖人男的得分 见此 曾一可再次紧张起来 眼睛死死地盯着屏幕 而后场室的苏雪和花泽吕 两个人也是凑到屏幕的最跟前 花泽吕嘴里不断地念着 八这个字 他估摸廖人男这首歌 能过八百分 因为就算是廖人男得了八百一十二分 那也代表着他要输给曾一可 只不于这场比赛了 而苏雪则是直接六 六 六地念着 在他的心中 廖人男只够六百分 一时间 全场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反倒是 作为当事人的廖人男 却是神色依然的模样 屏幕上 百位数 还在继续滚动 继续滚动 速度越来越慢 最后滑过六 滑过七 滑过八 定格在了数字九上 哗啦一声 现场彻底沸腾了 何老师也是被惊呆了 半想才反应过来 主持道 我的天 恭喜廖人男 获得九百一十二票的好成绩 其中 导师团给三人三十票 媒体团给两人十票 网络投票八百七十二票 共计九百一十二票 目前 廖人男是我们本场的最高分 也是本季节目第一位过九百分的歌手 大家鼓掌恭喜他 哗啦啦啦啦 现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还有不少人高呼廖人男的名字 直播间弹幕也是猛增 卧槽 九百分 廖人男这场疯神了 居然比我坤坤得分还高 这票是怎么投的 词 曲 编 唱全包 人家这是靠实力取得的得分啊 廖人男牛逼 plus 而参赛的其他歌手们 看到廖人男这个得分 也都是表情丰富多彩 就算和老师宣布了结果 叶旭坤仍是一脸不敢置信 居然有人比自己的得分还高 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啊 看见现场观众都在欢呼 他心里更加的不爽了 这料人难算什么 自己才应该是最受欢迎的 而刚刚获胜的人贤奇 冯坤 张杰几人 都是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显然是被这分数给吓得不轻 林志玄推了推鼻梁上厚厚的镜片 表情带着几分惊讶 同时又有几分欣喜 他渴望遇到这样强劲的对手 后场时的花泽吕 大张着嘴巴 咕噜一声咽了口口水 然后看向身旁的苏雪 苏雪则一张脸早黑成了像木炭一般 第35章 辉煌直破200万 苏雪看着大屏上的分数 眼睛都直了 912分 现在虽然比赛还没完 但料人难无疑是全场最高的 这怎么可能吗 更可怕的是 料人难这分数 还是自己动了手脚的 如果自己没动手脚 那不是得分还会更高 天呐 同样震惊的 还有天籁的总监制韩尚佑 主持这档节目两年了 他对这种PK颇有心得 也对得票有更深的理解 排除掉评委 媒体投票 料人难获得的网络投票有 912-3010等于872票 如果 按照网络投票总数915来计算 那料人难的网络支持率高达98.5% 这就算是天籁之音 上一季的歌王 也没拿到过这么好的成绩吧 恐怖如斯啊 舞台上 何老师还在继续主持着节目流程 曾一可 根据节目规定 你将止步于此 不知道 还有什么 要对观众们说的吗 曾一可轻斥一声道 我只想说 投机取巧 肯定走不了多远 他这话一出 现场顿时轰然一片 一可 说得好 你是最棒的 这话明显是在呛料人难 我曾哥好刚啊 不攻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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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在这些声音出来后 立马有大片的声音 呈压倒性趋势出来 什么投机取巧 媒体投票相差这么多 你敢说 你没投机取巧 输不起就别来参加节目啊 丢人现眼 愿赌服输 这些话一出 现场不少的观众 也跟着附和起来 现场一片都是愿赌服输的喊声 听此 曾一可也不敢多说了 生怕惹恼了观众 查他的猫腻就完了 毕竟他的得分就有水分 他小脸一皱 把话筒递给何炯 气急败坏地下了台 欲 现场响起一片虚声 何老师也不想事情闹大 连忙远场道 无规矩不成方圆 天赖在规则这方面 肯定是卡得死死的 请观众们放心 同时 天赖也鼓励歌手们创新 所以希望歌手们在规矩之内 大胆地推陈出新 何老师的这番话 虽然是不动声色 却也是间接为廖仁南正身了 这种以主题曲模式的推广 在节目中是被允许的 那么 廖仁南你以高分赢的比赛 有什么想对观众们说的吗 廖仁南接过话筒 笑笑道 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 我其实也是诚惶诚恐 我以后也会坚持原创 写出更多高质量的歌曲 分享给大家听 也希望大家别忘了支持 那些年 我们追的女孩 这部电影 好的 放心吧 台下有观众喊道 哈哈哈哈 现场笑声一片 何老师也笑呵呵地道 我说句实在话 看了那个微剪辑 真的很难控制自己 不去看这场电影 我已经跟我助理说了 今晚包场情组妹的同事们 一起去看这场电影了 呵呵 谢谢何老师支持 廖仁南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不用谢 何炯也是一点笑容 那就请你到后台休息 观看其他选手的演唱吧 廖仁南点点头退场 何老师则继续主持节目 来到后场室 廖仁南就看见曹金明站在门口 隔着老远就冲自己竖了的大拇指 行啊 你这资源藏得够深啊 低调 廖仁南微微一笑 抬手示意曹金明 别举着大拇指了 曹金明一言行 不过 他的目光又落在了廖仁南身上 直勾勾看着对方的眼睛道 仁南 你不会抛弃我的吧 此话怎讲 廖仁南诧异着道 在他的印象中 老曹一直都是一本正经的 像现在这样动情的 还真是很少见到 这样子的老曹 着实让他有点不适应 曹金明认真道 你看你 这么有才 资源还这么多 上次是李千默 这次是花火娱乐林董 随便挑一个 我都有危机感了 其实 曹金明这话 说的不算夸张 李千默和林又威 都是圈内的大美女 多少精英男士心目中的 完美女神 在一众女明星里 也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可现在 如此优秀的两个女性 却都围着廖仁南 叫谁不吃个醋呢 文言 廖仁南伸手 在曹金明额头探了探 曹金明一头雾水 问道 你这是干什么呀 看你有没有发烧啊 廖仁南笑着道 切 曹金明推开他的手 两个人都忍不住笑了 节目按部就班地继续着 终于在下午四点钟的时候 结束了 EVEPK环节的三十位 晋级歌手 全部选了出来 除了廖仁南这一匹黑马外 其他歌手晋级 都是情理之中 要么是有实力的 要么是有背景的 与此同时 天来之七的人气榜也出来了 叶旭坤第一名 花泽吕第二名 廖仁南位列第三名 林志玄第四名 参赛的歌手们 看到这个榜单 纷纷都望向了廖仁南所在方向 其他的前几名 要么是当红流量 要么是有艺术家头衔 看着让人觉得理所当然 但是廖仁南这匹黑马 却是突飞猛进 让所有的人都是大吃一惊 后场时的苏雪 看到了廖仁南排名 气得当场未病犯了 之前他嘲笑廖仁南没人气 现在这数据 无异于打自己的脸 不过 好在花泽吕的人气 压了廖仁南一名 这让他还有些许期待 歌手席 廖仁南看到自己的人气排名 从三十名开外 一下子挤进了前三 既觉得意外 又感到欣慰 由此看来 这次的引流 算是非常成功了 只能说 努力就有回报 有才华总会被看见 而在人气绑出来没多久 廖仁南也听到了 脑海中那道熟悉的系统音 叮 恭喜宿主辉煌点 累计达到三百万 自动兑换三次奖品 第36章 十倍购物返现卡 定 奖品自动兑换成功 恭喜获得乐理精通 乐理精通 宿主将掌握全部的音乐理论知识 精通音乐基础理论 包括读谱 音程 和弦 节奏 节拍等 熟知高级音乐知识 包括和声 腹调 曲式 旋律 配器法等 成为真正的乐理博士后 定 奖品自动兑换成功 恭喜获得音乐制作设备精通 音乐制作设备精通 宿主将熟知音乐制作软 软件和设备的操作和应用 精通录音 会音 母带处理等相关技术 在音乐制作行业 肆意驰骋 音 奖品自动兑换成功 恭喜获得十倍购物返现卡 十倍购物返现卡 宿主购买任务物品 能够获得十倍返现 注 一 本卡返现额度上限 50万软卫币 二 使用期限 三天之内 紧接着 料人男子感觉到头脑一阵酥麻 就俨然确定 自己掌握了乐理和音乐制作设备知识 而十倍购物返现卡 也存放在了系统包裹 他需要用的时候 直接下达指令就行 这一连串的系统奖励 让料人男觉得飘飘然 不过很快 他就沉下了心 他知道自己以后 是要走音乐创作路线 那这乐理和音乐制作设备知识 算是跟自己发展的主线一致 可这十倍购物返现卡 是干什么用的呢 当然了 料人男只是想想 并没有深思 毕竟系统奖励 谁会嫌少呢 没一会儿 这期比赛正式结束 料人男收拾好东西 便跟曹靖明告别 准备回家去了 贝贝还等着他去接呢 刚到地下车库 料人男便看到两道熟悉的身影 你们两个怎么在这呢 只见李千默和林又威 两人戴着口罩和墨镜 坐在一辆敞房跑车上 挨着料人男的库里男 文言 李千默摘下口罩 朝料人男微微一笑 算是打招呼了 林又威取下脸上的墨镜 笑着说道 我们等你呢 料老师 今天晚上是不是该庆祝一下 料人男呵呵一笑 回答道 于情于理 是该请你们吃顿饭的 但是 我待会儿要去接女儿放学 林又威晃了晃手中的墨镜 道 这个千默都替你安排好了 已经派司机到贝贝学校门口等着了 待会儿等贝贝正式放学 你跟老师通过视频 就说 让司机帮忙待接 你就不用过去了 料老师 你放心吧 这个司机跟了又威八年 绝对靠得住的 李千默怕料人男友疑虑 还在一旁补充道 好吧 料人男点点头道 既然对方都安排到这份上 料人男也不好再推辞了 不然就真有点不识抬举 听到这话 李千默笑了 那走吧 料老师 餐厅我也定好了 好吧 料人男尴尬的应了一声 他感觉怪怪的 自己怎么总在说 好吧 但除了这个词 他真不知道说啥了 只怪这两人太热情了 这边 花泽吕 曾一可 还有两人的助理和司机 一行人来到地下车库 苏雪不停地在两人身边叮嘱着 都是关于天籁后续比赛的事情 曾一可在这一期被淘汰 还是有点出乎苏雪意料的 苏雪原本认为动动手脚 再差也能够让曾一可 进入看字写歌或看图写歌缓解 谁知道半路杀出了个成咬精 现在 圣雪娱乐旗下 就只剩花泽吕这颗旗子了 苏雪怎么也得好好规划 让花泽吕能够走得更远 如此 圣雪也能收割最大的利益 三人正聊着间 苏雪眼睛瞥到一边 正得一下就停住了 花泽吕 曾一可两人 顺着苏雪望的地方看去 只见一辆敞篷跑车 还有一辆当辆的库里男 相继从车位驶出去 这两辆车 挺豪得哈 花泽吕笑着打趣道 嗯 魔度有钱人就是多啊 曾一可也附和着道 可不是 一辆车都进千万了 真是够有钱的 花泽吕一脸羡慕的神色 学姐 你是想换车了吗 曾一可笑眠眠问道 苏雪闭口未答 花泽吕 曾一可两人 这才注意到苏雪 不知何时脸崩得老紧 显然是生气了 原本 两人见苏雪关注这车 所以随便说几句调侃一下的 现在却变成这个局面 两人也不知道为什么 纷纷处在原地 不知如何是好 足足半分钟过去 见车驶出视线 苏雪这才得出答案 那台新车是撂人难的 啊 不可能吧 学姐 这句话像炸弹一般 在花泽吕 曾一可两人脑中炸开 曾一可扯着苏雪的衣服问道 学姐 你说的是气话 对吧 廖人难他跟你离婚 钱不都是 怎么可能有钱买得起库里男呢 肯定是搞错了 苏雪瞪了他一眼 谁跟你开玩笑 我亲眼看见的 怎么可能搞错你 而这时 一直愣在旁边的花泽吕 男男自语道 那廖人难 怎么这么有钱 还有 他怎么跟李千墨 林又威 走得这么近 什么 苏雪瞪大了眼睛 你说另外两人是李千墨和林又威 花泽吕点头如倒算 对啊 圈里的女艺人 开什么车 车牌号是多少 我都能记住的 刚刚那辆兰博基尼厂棚 就是林又威的座驾 车的颜色和车牌也对得上 错不了的 曾一可听的一脸震惊 问道 你没事记 女艺人车牌号干嘛 苏雪听到这话 也看向花泽吕 感受到巨大压迫 花泽吕哩一下 连忙解释道 我这是 这些都是人脉资源啊 学姐不是经常教导我们 在娱乐圈混要广见人脉 哦 曾一可似懂非懂的应了声 苏雪也赞赏的点点头 呵呵 花泽吕傻笑了声 内心其实长舒了口气 她系这些女艺人的车牌 哪里是为了广见人脉 就是为了哪一天 自己不想努力了 悄悄这些女艺人的车窗 少走几十年弯路而已 只要给她机会 已婚富婆 她也不介意 而像李千墨 林又威这两人级别 有言 有料 又有背景的大仙女 给她们做舔狗 那都是烧高香了 她当然更没少做功课 听着花泽吕的话 苏雪却是陷入了沉思 她回想那天 在劳斯莱斯专卖店 看到的廖仁南车上的那张侧脸 跟刚才那戴墨镜的女人联想起来 还有这段时间 李千墨对廖仁南的支持 苏雪豁然开朗道 原来那个富婆 就是李千墨 第37章 想要个仙女妈妈 啥 曾一可和花泽吕两个人 都惊讶出声 是这样的 苏雪便把在劳斯莱斯 遇到两人的事情 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 我的天啊 难怪李千墨会这么挺廖仁南 原来两人关系这么不一般 曾一可感慨不已 但想到什么 她又质疑道 可是廖仁南都快三十 还离过婚的 李千墨年轻漂亮 怎么会看上她呢 苏雪轻吃一声道 这还用想吗 还不是靠骗的 当初她不也是这么骗的我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啊 嗯 应该是 曾一可赞同的点点头 而全程 花泽吕在旁边听着 时不时的点点头 表面上她没说什么 其实内心在躺下 尼玛 廖仁南居然抱上李千墨 这么好的事情 怎么没轮到我 她廖仁南一个土鳖 运气怎么这么的好 先是祸害学姐 现在是李千墨 以后可能还有林幼威 天杀的 太特么可恨了吧 花泽吕此刻撕碎廖仁南的心都有了 此刻 苏雪跟曾一可商量着 要怎么抓住廖仁南的把柄 想到什么 花泽吕道 学姐 我有一个好办法 来对付廖仁南 苏雪道 那你说说看 是这样 我们可以从你女儿入手 花泽吕便把自己的计策 跟两人仔细地说了一遍 苏雪眼睛一亮 这计策可行 就按你说的办 另一遍 廖仁南跟着李千墨和林幼威 来到了凯撒国际餐厅 凯撒国际餐厅是全球连锁 在摩都也是出了名的五星级餐饮 很多富人会选择来这里聚餐或者招待 而作为如此知名的大品牌 当然 凯撒的消费也是非常的高 单单是一个普通包厢费 那都是好万其不的 尽管如此 对于来凯撒庆祝 廖仁南也欣然接受 他现在根本就不差钱 林幼威开给他的一百万酬劳 现在还原封不动地在存着呢 而且 因为两人 廖仁南一次性觉醒了三个系统技能 那是钱能衡量的吗 答案是否定的 所以 廖仁南觉得没什么 其中 李千墨和林幼威提前订了包厢 点了菜 廖仁南只管跟着两人就行了 到包厢闲聊没一会 司机便从幼儿园把廖恩贝给接过来了 廖恩贝一看到廖仁南 便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熊抱 廖仁南也在女儿额头 蜻蜓点水清了几下 俩妇女的亲密互动 看得一旁的李千墨和林幼威 心都快被萌化了 见人都到齐了 服务员正式上菜 林幼威不知道跟廖恩贝说了句什么 哄得贝贝挨着跟他坐在一起 留着廖仁南和李千墨挨着而坐 廖仁南倒没觉得什么 李千墨却是脸红了 上菜后 几人边聊边吃着 廖恩贝尝了几盘菜 突然放下筷子道 爸爸 我感觉这菜 还没有你做的好吃 林幼威呵呵一笑道 贝贝 这里是五星级餐厅 菜都是明厨做的 你应该是疼你爸爸 所以故意夸你爸爸 做的菜更好吃 不是的 廖恩贝摇摇 小脑袋道 五星级餐厅又怎样 明厨又怎么样 真的没我爸爸做的好吃 林幼威无嘴笑着 表示质疑 廖恩贝扁扁嘴 认真地道 哼你不信可以问千墨姐姐 千墨姐姐到过我家 吃过我爸爸做的菜 这句话信息量太大 听得林幼威差点呛住 林幼威喝了口水 看向李千墨 带着质问的口吻道 千墨 你还到过廖老师家吃过饭呢 怎么都没听你说啊 文言 李千墨原本消退的脸色 瞬间又红了起来 他故作镇定地道 是啊 吃过 林幼威一副坏笑 文 那你觉得这菜 跟廖老师做的比 那个更好吃呢 当然是廖老师做的菜 更好吃了 李千墨斩钉截铁地道 扑吃 林幼威在喝水 差点喷了 打句道 看来你这评判 也有爱心加分了 李千墨白太眼 没有 廖老师做菜真的很厉害 爱信不信了 看到李千墨认真的模样 林幼威信了七八分 但同时仍有质疑 便笑着道 那我有机会 一定要去尝尝廖老师的手艺了 廖仁南笑着道 欢迎的 李千墨突然来了兴趣道 你到时候一定要尝尝 廖老师做的糖醋飞鱼 那真实的一觉 特别特别的好吃 真的吗 林幼威好奇道 那是怎么味道 于是 几人就着美食话题 热聊了起来 这一聊就是半个小时 贝贝 你爸妈分开 你难过吗 想到了什么有趣的 林幼威猛不丁地 把话题 拉到廖恩贝身上 廖恩贝手托下巴 轻松地道 不难过呀 反正有爸爸陪我 妈妈要离开我们 是他没有眼光 见廖恩贝这么想得开 林幼威笑了笑 继续问道 那你有没有想过 找一位新妈妈 有啊 廖恩贝悠然道 我还要上学的 不能总陪着爸爸 所以得给爸爸找个办 扑哧 林幼威和李千墨 都被廖恩贝 这小大人的模样 逗笑了 廖恩难也乐得直摇头 想到什么 林幼威追问道 贝贝 你想找什么样的新妈妈 像你千墨姐姐这样的 可以吗 李千墨听到这话 神经瞬间绷紧 他在餐桌的掩护下 想替林幼威一脚 却被他给躲开了 闻言 廖恩贝兴奋地道 当然可以啊 千墨姐姐人美心好 我就喜欢千墨姐姐 这样的妈妈 说完 他不忘看向爸爸 却见廖恩难低着头 像似没有听见一般 自顾自夹着菜吃 廖恩贝恨铁不成钢地摇摇头 哈 听到廖恩贝的回答 林幼威乐的嘴都合不拢 而李千墨原本羞红的脸 此刻更加焦红欲滴 想到什么 廖恩贝眼睛咕噜一转 大声道 爸爸 待会咱们去逛街吧 我好久没逛街了 爸爸已经是鱼目脑袋了 他认为 要得到李千墨这样的仙女妈妈 自己一定要主动地努力起来 好啊 廖恩贝兰笑着道 心里想着 系统包裹还有一张 十倍购物返现卡 使用期限为三天 正好给用了 第38章 贤妻良母李千墨 廖恩贝给了个建议 在场三个大人 几乎是一呼即应 几人快速吃完饭 结账 便准备去逛街了 说到结账 廖恩贝兰叫来服务员 却发现 李千墨早已经先垫付了钱 这令他挺觉得不好意思的 又欠了人家小姑娘的一份人情 该怎么还呢 一切都弄好后 几人直奔逛街目的地 在凯撒餐厅的哀身 就有一条商业步行街 十多分钟的车程便到了 几人找到车位停好车 便开开心心地逛起街来 天府商业步行街 号称华夏最奢华的购物街 里面全是各种高端奢侈品店铺 都会选择来这里购物 毕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所以谁也不需要藏着野者 几人才走没多远 便看见一家迪奥精品店 尊敬的顾客 你们好 欢迎光临迪奥精品店 请你们畅想购物 见有客人到了 几个迎兵员 骑身弯腰45度角 鞠躬问好 林又微带头走了进去 李千墨牵着贝贝紧跟着 廖仁南则走在最后面 这家迪奥精品店很大 从服饰 包包 香水到珠宝 都是应有尽有 就吸引了店里许多人的眼光 特别是几个女店员 看到廖仁南后 眼睛都直了 真帅 都说女孩对包 是毫无免疫的 林又微看到货架上的包包 眼睛里的光 就像被瞬间点亮般 拉着李千墨和廖恩贝逛了起来 廖仁南也不方便跟着 自顾自地逛起了邪幅去 没一会儿 林又微看中一款包包 千墨 你看这款马鞍手拿包 真是挺时尚的 李千墨拿过包 跨起来照照镜子 林又微打量一番 夸赞道 嗯 配你还真不错 彰显淑女气质 导过员健壮 连忙介绍道 这款马鞍手拿包 采用蓝色印花面料精心制作 彰显现现代风范 包内单设有四个卡槽 一个贴带和一个拉链口袋 搭配可拆卸的链条 可手拿 肩背或鞋胯 可以日常单品或晚装搭配 非常实用哦 两人按照导过员的介绍 各个细节处翻看了一遍 都觉得还挺满意的 最后看了眼吊牌 药软妹币十一万多 林又威笑着点点头 而李千墨却细眉一皱 把包放回了货架 林又威一头雾水 凑近李千墨 而语道 这个价位不算贵啊 他知道李千墨是大款 曾经跨过上百万的包 这不就是小屋见大屋吗 李千墨笑着摇摇头 小声道 仁南在这 你觉得买这包合适吗 他自己当然觉得不贵 但今天料仁南在场 怎么也得克制一点 别还没进门 就把人给吓退了 林又威瞄懂 乐呵着道 你还真是恨家 这么快就当嫌妻良母了 李千墨脸微红 瞪了他一眼 林又威笑着摇摇头 也不再抢求李千墨 接着去看其他的精品 半个小时后 料仁南手提着几个袋子 过来跟李千墨他们会合 他收获颇风 给廖恩贝买了好几条款式漂亮 并且面料超级舒服的公主裙 还给他挑了两双新款小圆头皮鞋 他除了是手工七卉皮革外底 上蜡小牛皮后跟处 还是有V字漏花与手工缝线 穿着既牢固又漂亮 另外 料仁南自己也买了 一款黑色莲帽运动衫 他融合刺绣与印花工艺 采用棉织起绒布精心制作 超大版型 搭配袋手式口袋 非常时尚 咦 你们怎么没买东西 料仁南走近三人 才发现他们两手空空 他又稍微计算一下 自己买的东西加起来 总价有差不多20万 而购物返现卡 额度是50万 所以剩下的近30万空间 是他特意留给李千墨和林又威的 文言李千墨笑笑道 我们没有看中合适的东西 所以就没买了 林又威在一旁听着 牵抢着点了点头 哦 料仁南应了声 但心里总觉得怪怪 爸爸 我跟你说个事 一直被忽视的 待在两人身后的廖恩贝 突然凑到廖仁南面前说道 你说 廖仁南蹲下来 好听贝贝说话 廖恩贝凑到廖仁南耳边 说了几句悄悄话 呵呵这样啊 廖仁南笑着道 带我过去看看 跟我走 爸爸 廖恩贝傲娇的牵着廖仁南 往刚刚逛的包包区域方向过去 李千墨和林又威不知道两人要干啥 所以在原地等着 就是这个包包 廖恩贝指着一个货驾道 廖仁南点点头 对导购员道 两种颜色 一样一个 给我包起来 好的 先生 导购员高兴的快跳起来 廖恩贝牵着廖仁南 又来到女士服装区 这件外套 这条小小裤 还有这条白褶裙 廖仁南点点头 对导购道 都包起来吧 好嘞 您稍等 女导购眼睛温热地看着廖仁南 都像要把他融化盘 全部选好 廖恩贝和廖仁南 重新回到收银台 导购员则提着两人 刚刚选购的几样东西 李千墨一看 顿时明白过来 摸着贝贝的头 笑着道 好呀 贝贝 原来你刚刚叫爸爸过去 是想给姐姐买东西 林又威也是又惊又喜 非都是 我们刚刚看中的款式 贝贝你居然都记住了 还真是人小鬼大 嘻嘻 廖恩贝开心地 笑出两颗虎牙 结账吧 廖仁南拿出一张金卡 递给了收银员 李千墨刚要制止 廖仁南拦住道 本来该我出钱请你们用餐的 谁知道 你们提前把账几付了 所以现在购物的钱 一定要我来付哈 不然我会生气的 好吧 看廖仁南一脸认真 李千墨也不好拒绝 但他脸上虽然没有大的表情 其实心里早就乐开了话 第三十九章 看图写歌 环节开启 很快 结账完毕 一共花费了约五十一万软妹币 廖仁南在收到金卡扣款的同时 也收到了自己另一张银行卡的收款通知 华夏银行尊敬的客户 XXXX的银行账户 尾号XXXX 于某月某日某时完成转入交易 金额为5173200.00 存款余额为5796844.26 好家伙 果然是十倍购物反现 简单逛个街 就挣了500万 这挣钱速度 也没谁能比了吧 由于已经到了晚上七点多 廖恩贝明天还要去上学 他们便没再安排其他的活动 简单闲聊几句 就各自回家了 到家后 给廖恩贝洗漱 哄他睡觉 弄完已经快九点钟 廖仁南便快速洗漱 准备看着电影放松下 期间 他收到一条回信 来自于苏雪 苏雪 那天把贝贝弄哭 是我的不对 我给贝贝寄了个洋娃娃玩具 算是给他赔礼道歉 快递号码是 新号与人民币警号at 你别忘了去看快递啊 见此 廖仁南面不改色 快速回复了好的两个字 就没再管回信消息了 廖仁南 还是那个原则 他不会去促进俩母女的关系 也不会阻碍他们相互来往 一切任由他们自己发展了 接下来 每天的生活 忙碌又充实 廖仁南算是幼儿园 魔督电视台 南明娱乐工作室 还有天爱 四点一线来回 对于廖恩贝 廖仁南每天都会在 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 到幼儿园来接贝贝 久而久之 他跟学校的老师 及其他家长 也都慢慢的熟络起来 当大家发现 这位就是天爱之音的歌手后 更是争先恐后 想要得到他的签名 廖仁南也是毫不吝啬 每个人都满足到 廖恩贝终于如愿以偿 在学校跟着火了一把 对于电台工作 廖仁南只是当做兼职来做 定期排查 主持例会就行 原本他的职位是音乐兼职 本来工作量就没多少的 特别是栏目进入正轨的阶段 更不需要他操多少新的了 如果廖仁南想懒散一点 其实远程遥控就行 不过 这不是他的风格 对于南明娱乐工作室 廖仁南则暂时全部 交由曹精明来管理了 工作室才刚开张不久 大事情没有多少 繁琐事倒是一大堆 曹精明做过监制和导演 统筹能力那是相当牛 这些对他来说都不是事 对于天爱之音 这是廖仁南除了照顾辈辈外 最在乎的重要事情了 毕竟节目能收获名誉 还能够收获流量 而有流量就能刷系统奖励 这是个良性循环 另外 天爱接下来的比赛环节 分别是看图写歌 关键字写歌 千万代言等 难度比起之前的 海选EVEPK 算是上了不止一个台阶 而且 之前的如果算是单独歌手作战 后面则更多强调 歌手身后的资本雄厚程度 毕竟天爱的节目规则 就是这么玩的 比如 第一期的总冠军陆航 实力可以说是重归重矩 但那人脉可以说相当强大 把圈内一众音乐制作牛人 都给搬到节目来助阵 如此重心捧月 不拿冠军谁打 所以 在上期EVEPK 环节结束后 曹经明就多次跟廖仁南商量 应该花重金 请一批制作人来备战 林又威也主动抛来橄榄枝 说 只要廖仁南 需要用到花火娱乐制作人 说句话就行 不过 对于这些 廖仁南全部拒绝了 他现在拥有了 神级编曲 乐器精通 乐理精通 音乐制作设备精通等技能 参加看图写歌 关键字写歌 不是手道琴来吗 请其他制作人助阵 反倒是给自己添乱 剃头挑子一头热 曹经明 林又威两人说了几次 也就没再提这事了 又过去两天 苏学给廖仁北送的洋娃娃 快递到了 廖仁南第一时间取来 交到了廖仁北手上 廖仁北拆开看 发现是细绒毛的 他捂着鼻子看了几眼 便放在了房间柜子上 见此 廖仁南无奈地叹了口气 廖仁北从小对细绒毛过敏 这是廖仁南跟苏雪说过无数遍 可从苏雪送绒毛洋娃娃来看 他根本就一直都没伤过心 廖仁南也没多说什么 无所谓了 唯一令廖仁南欣慰的是 贝贝多了一个李千墨 这样的明星朋友 从上次逛街 给李千墨送了礼物 他对贝贝更加的热情了 三天两头就来找贝贝玩 教贝贝练舞 给贝贝讲笑话 辅导贝贝做作业 非常的用心 当然了 廖仁南也不让人家白忙活 每次都会准备丰盛的饭菜 好好招待 时光飞逝 转眼间两天又过去 魔都崇明导 天籁之音 第二季第三期直播开启 大家下午好 欢迎收看由巨峰地产 金大福黄金 华为人工智能 联合赞助的天籁之音 大型舞台上 何老师仅仅是念的开场白 就惹得台下的观众们 惊叫声连连 直播间弹幕区的聊天留言 也是密密麻麻的布满屏幕 哦耶 等了一个星期 第三期终于来了 哇 终于进行到了 看图写歌 环节 感觉天籁的这期最后看点了 好期待呀 可不是吗 现场写歌才是最刺激的 看看这期歌手们 能挤出哪些好歌 兄弟们 听说叶旭坤背后的资本 把漂亮国最牛的音乐制作团队 都请来了 看来他们这次 是直奔冠军宝座呀 坤坤滚开吧 重阳媚外的玩意 我最期待廖神演唱 廖神 坤坤 怎么这么跳 把我花花不当回事吗 只是当音乐节目 大家图个乐呵而已 这么认真淡麻 都特么别吵吵了 好好看节目不行吗 发这么多弹幕干嘛 我都看不见屏幕了 傻娘 你不会关掉弹幕吗 第四十章 直播间热度超前 看着节目超高的热度 何老师眉开眼笑 介绍着比赛规则 本期的主题是 看图写歌 顾名思义 由天籁节目监委出一幅图 各歌手及其协助团队 自定利益进行写歌 先创作完成的歌手 倒续进行舞台演唱 根据表演倒续名次 将会有相应的票选增幅 第一名表演增幅15% 第二名增幅14% 第三名增幅13% 按规律依次排列 15名往后将不再有增幅 歌手每次表演完成 由各权重投票打分 全部30位歌手表演结束 依据得票高低进行淘汰 另外 歌曲创作时间为24小时 期限内未创作出歌曲的歌手 直接被淘汰出局 本投票全程由魔都白鹿湖区 监管工作人员监督 结果真实有效 最后本环节将有20位歌手能够入选 希望大家能够把握出机会 紧接着 主镜头画面一转 对准各歌手后场间 跟海逊等模式相同 30名歌手每人一间后场室 各自携带团队参与比赛 而除了唱歌舞台之外 各后场间的互动花絮 也是节目的一大看点 1号后场间 染着黄色头发的叶旭坤 正和几名各种肤色的音乐制作人 一起讨论着什么 也许是怕观众不认识这些人物 叶旭坤的工作人员专门立了一块牌 来介绍这些制作人的头衔 有来自漂亮国的说唱歌手夏库尔 他拥有7500万的全球唱片销量纪录 被称为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嘻哈艺术家 有来自鹰匠国的摇滚音乐家大卫 他写下过不少的传世作品 多次引领全球音乐潮流 最夸张的是 叶旭坤团队居然把 《樱花国90岁高龄九让时》也给请来了 《九让时》是宫崎俊作品的御用配乐师 为《樱花国》创作过不少经典的歌曲 直播间 看到各国大师 齐聚 网友们也热议纷纷 好家伙 不得不说叶旭坤的资源 就是强大 可不是吗 毕竟是有富婆关照的人 只是苦了坤坤 每天要刷钢丝球了 太有排面了 我坤坤才是最时尚 最国际化的男人 其他歌手都是土编 尼玛 怎么看见九让时一直在咳嗽 好怕他突然挂掉 噗 你们要笑死劳资 好继承劳资花呗嘛 5号后场间 张杰正在镜子前 练习嗓音发声 离他不远的一张会议桌 围坐着几位国内音乐制作人 这几人在国际上 可能没啥知名度 但在华夏娱乐圈 还是非常有存在感的 快乐家族的谢娜 无心 渡海淘几人也在场 看到镜头对过来 不断坐着鬼脸 这间分屏直播间的热度也不差 杰哥好认真啊 他火不是偶然的 杰哥是个好歌手 希望他这期能突围 争取多待几期啊 快乐家族来这里干嘛 真是哪里有热闹 哪里凑 快乐家族在创作上 可能帮不了杰哥 但是帮杰哥拉拉人气 那还是在行的 咦 杜胖子好像又长胖了 17号后场间 任贤奇正在和小虫聊着什么 旁边还有周华健 李中胜 张振月等几个人 大家有说有笑 气氛十分的融洽 全然没有像在录节目的意思 见此 网友们也非常感兴趣 一路看下来 就属任贤奇团队最淡定了 00后表示不懂 这些怪叔叔想干嘛 后生 立正 好好听 这些都是华夏歌坛的前辈 我尼玛 纵贯线居然在这么一档节目合体了 真是意想不到啊 我说点实在的 从任贤奇这助手团队阵容 看得出来他很重视这比赛啊 你实在个屁 尽说些废话 20号后场间 苏雪正在一张黑板上边写边说 会议桌上 花泽吕 冯昆 以及几位国内外的音乐制作人 竖起耳朵认真听着 每个人的表情都非常严肃 像是在准备一场大战一般 其实 花泽吕和冯昆 应该分属不同后场势 两人此刻在一起 也是有故事的 那是因为 自从上次曾一可 PK失败被淘汰后 苏雪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了花泽吕身上 论着音乐制作团队资源 他是有一些的 但是再怎么比 也没有叶旭昆等强大 所以 苏雪灵机一动 想到了他的诗歌冯昆 可以来一个双剑合并 虽然 他们是两个独立的参赛者 但既然都参加同一比赛 干嘛就要分开呢 整合资源 集中优势 那大家胜算不都大些吗 之后 冯昆收到这个邀请 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所以 两个队伍正式合成为一个 才有了现在观众所看到的画面 当然 这种类似的合作 节目组是允许的 节目组只要求你能拿出新歌 怎么拿出来的 他们是不管的 此刻 看到眼前这一幕 网友们也来了兴趣 感觉苏雪气场好强大 镜头前只听到他一个人在说话 参赛的不是冯昆和花泽吕吗 怎么感觉苏雪才是主角 苏雪也太会刷存在感了吧 败好感啊 难道没有人注意到花花的衣服吗 亮片好多 真酷啊 穿这衣服是酷吗 建议你去看看脑科 我想问问那些黑花花的 难道你们良心不会痛吗 舞台主屏上 镜头画面依次切换着 展示每个后场间的花絮 这是节目组设定的环节 也算是对歌手的一种展示 一个接一个 主屏上画面不断切换 就在这个时候 接到28号后场间 网友们满怀期待 准备看看亮仁南团队规模 却发现这间后场室里面 是空无一人 准确的说是 只有亮仁南一个人 什么情况呀 我南哥请的音乐制作人团队呢 卧槽 我知道了 亮仁南该不会想单打独斗吧 这项南哥能干出的事 而且 他现在发布的几首歌 可都是兼顾词 曲 唱 编啊 火九剑 这期有好戏看了 期待硬 网友们彻底炸锅了 都疯狂的输出 其实 不单单是观众们 天籁之音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们 也傻眼了 什么回事 亮仁南的助手团队 还没有接过来吗 天籁总监制韩尚佑 皱着眉头问道 一位工作人员连忙回答 不是的 我们去接了 但是亮仁南拒绝了 只有他一个人 啥 韩尚佑眉头皱得更深了 亮仁南怎么想的 他这不是瞎胡闹吗 原本 韩尚佑是没有资格 管亮仁南这事的 但是几期节目接触下来 他对亮仁南印象特别好 打心底希望他能走更远 可是 歌曲创作环节 他一人来参赛 这太武断了吧 韩尚佑心中充满了遗憾 算了 通知和老师做下说明吧 免得网友们瞎猜下去 韩尚佑对着话筒吩咐道 好的 总监 没一会 30名歌手助手团队 全部都介绍完毕 主镜头再次一转 聚焦到和老师身上 好的 观众朋友们 歌手团队阵容刚刚介绍完毕 下面咱们继续接下来的比赛流程 咱们今天的 看图写歌 环节 主题到底是关于什么内容呢 请看大屏幕 第41章 创作速度惊人 和老师话音一落 舞台居中的大屏幕画面 便开始加速滚动起来 50多张美图 在交替轮换着 有关于森林 湖泊 山川 沙漠 大海的 有关于虫鱼鸟兽 庄稼丰收的 还有一些人物美图 画面一边滚动着 和老师一边解释道 大家现在所看到的 就是节目尖尾选择的 50个比赛主题图 当然了 大家看图写歌 对主题只有一个 所以算是50选一 这也是为了规避作弊行为 一时间 台下的观众 及后场间的歌手们 都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些图片 就像看考试题目一般 有些人的心态很轻松 有些人的心 却像要跳到嗓子演出 特别是后场间的苏雪 此刻 他是紧张到了极点 因为 他利用圈内人卖渠道 弄到了一大半的主题 所以 几天前就开始 为这场比赛做准备了 但是 毕竟主题没有拿权 他也没有那么高的效率 能够为每个主题 准备一首新歌 于是 他只能祈祷运气好点 能够抽中准备好的题目 如此的话 胜率飙升 屏幕上 美图还在切换着 越滚越慢 最后 定格在其中一幅图上 一轮巨大的红日 被海面遮去一半 蓝色的海水 涌起滚滚浪花 浪涛拍打着岸边的礁石 往远处望去 天和海连在一起 海和日融为一体 无边无界 见词 何老师笑了笑 主持道 好了 主题确定了 歌手们开始准备吧 倒计时正式开始 与此同时 各后场间的计时器 都读起秒来 从24点开始倒计时 各个后场间的歌手 及其协助团队们 听到这个指令 立马激动起来 群策群力开始写歌 由于每个歌手团队 制作出一首新歌 再快也要大几小时 所以前期一般 不会有歌手登台表演 不过 仅仅是看到 后场间分屏的花絮 都够观众们乐呵一阵了 一号后场间 叶旭坤团队下的 各国音乐制作人 开始发力 都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 其中 有位思维活跃的制作人 已经在向老板阐述歌曲了 而叶旭坤 一直有礼貌的 在旁边听着 这个画面 瞬间引起大家热议 哈哈 怎国语言都有 怎么有种身在国外的感觉 你嘛 这叶旭坤种们 像个傀儡一样 他不是也会写歌吗 就他那三脚猫的水平 能在这种大场合上线吗 再说一般 别给我坤坤 不然我要放大了 牛奶冲击波 五号后场间 张杰和几位制作人 交流着意见 他跨着吉他 时不时弹几下 看谁写的顺嘴 而快乐家族的那几个人 彻底在旁边当起了观众 网友们也乐在其中 杰哥弹吉他的样子好帅啊 娜娜真是有福气啊 感觉刚刚谈的旋律很一般 大家觉得呢 扑吃 现在好安静 难得呀 十七号后场间 任贤奇 小虫 周华健 李中胜 张振月几人围坐着 各自面前都摆着笔记本 但上面写出来字寥寥无几 场面一度陷入尴尬 不过这不影响网友们发弹幕 快写啊 怎么不动笔捏 时间紧迫啊 你嘛 搞创作哪是那么容易的 你请你来 大家放下期待 纵贯性能合体 已经是最大的收获了 二十号后场间 冯坤 花泽吕 几几位制作人 在商讨着什么 而苏雪单独坐在一旁 脸色铁青 花泽吕时不时看看他 观众们可能 不知道苏雪为什么生气 花泽吕却知道其中的缘由 因为他们压的题目 都落空了 这也就意味着 找关系偷提 所投入的几百万打了水漂 此刻 苏雪气得想骂人 但是在镜头前 他怎么也得忍住 没办法 只能现场创作了 苏雪想通 振作起来 各位制作家人人 咱们先集思广益 想一首适合花泽吕的 稍后再来写坤哥 适合的曲风 这样能够节省精力 大家觉得怎么样 文言 有制作人回答道 只要坤哥没意见 我们当然也没意见 听到这话 苏雪望向冯坤 哥 你应该不会有意见吧 毕竟你是老资历了 心态也稳定一些 不像花花这么年轻 行吧 就按照你说的办吧 冯坤高帽子被一戴 瞬间也觉得飘了 反正就是1%的增幅 投票而已 我也不差这么一点数据了 苏雪一脸喜色 多谢坤哥体谅 花泽吕也对着 冯坤鞠了一躬 表示感谢 多谢坤哥关照 28号后场间 不知道从何时起 天籁节目组工作人员 已经开始害怕 看了任南的分屏 因为他总会搞点事情 之前是下象棋 后来是节目上打盹 现在是一个人 单挑创作歌曲 所以 当要切掉任南分屏时 节目工作人员心都是悬着的 此刻 画面一转 果然 又是画风格外不同 只见廖任南已经坐在了音乐 录制器材的位置 正调试着各种配音设备 见此 所有的观众 歌手们 以及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都是一头雾水 按照创作流程 不是应该先谱曲 填词 最后才编辑 录制音乐吗 难道廖任南已经进行到编曲这一步了 可是 从主题宣布后开始 才过去半小时啊 怎么可能吗 摄像组注意 回放廖任南所在后场室的画面 看看他的创作动态 大概是怎样的 天籁总监制韩上 又吩咐道 之前一直都是各个分屏轮流介绍的 根本就没有太关注到 廖任南所在后场间 所以 现在只能看回放了 很快 28号后场间 廖任南的动态出来了 24点 倒计时正式开始 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 23点45分57秒 廖任南抱着吉他 开始谱曲了 23点35分14秒 廖任南试音完毕 曲谱修改完成 23点30分08秒 廖任南开始调试各配音设备 所以 廖任南的创作流程 都是按照顺序进行的 哄 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这创作速度 怎么可能吗 但同时 大家又都有一个疑问 廖任南创作速度是够快 那质量到底如何呢 就在这时 一位查看录像的工作人员 报告道 总监 廖任南创作的歌曲名字 抠出来了 直接投到大屏幕上吧 韩上又吩咐道 他知道 现在收看节目的观众 应该都在等廖任南成果 索性直接公布出来 这样能达到最大的吸引力 几秒后 主评画面对准一个笔记本 镜头倍数不断放大 可以看到 曲谱都有些潦草 但是歌曲名比较公正 有七个汉字 阿拉斯加的海湾 第四十二章 华夏娱乐圈这么卷 其实 当廖任南看到那张图 一轮巨大的红日 被海面遮去一半 他脑中闪过不少歌曲 包括大海 飘洋过海来看你 看海 听海 海阔天空 浪花一朵朵 阿拉斯加的海湾 等 不过稍稍思考 廖任南便果断选择了 阿拉斯加的海湾 这首歌 因为 他有 一谋歌神技能 能把这首歌发挥到极限 可能等他再解锁 其他的歌唱技能 也许会考虑演唱 其他的几首吧 由于 阿拉斯加的海湾 这首歌 在廖任南的歌单里 循环过 他记得非常清楚 再加上 他有创作歌曲的 各项技能 把这首歌给做出来 就跟复制没两样 半个小时 绰绰有余 正在寒上又等人 查看廖任南 所在后场间录像时 只听见叮咚一声 廖任南 所在房间的铃声响起 何老师一惊 半想才反应过来 回到舞台主持道 28号廖任南所歌成功 他将是最后一名登台演唱 同时获得15%的票选增幅 请其他歌手团队继续努力 何炯的这一条通知 就像一道晴天霹雳 在所有人心中炸开 啥 才刚刚过去40多分钟 廖任南一首歌就创作完了 而且要知道 节目规定的写歌 可不仅仅是谱曲 写词 还要自己编曲 润色 最后制作出demo 廖任南全部都弄完了 这怎么如天方夜谭一般 各个歌手们都是只摇头 不愿相信这是事实 特别是来自国外的几位 顶级音乐制作人 包括漂亮国说唱歌手夏库尔 英将国摇滚音乐家大卫 樱花国90岁高龄九让十等 此刻全都是一脸猛逼的模样 华夏国的娱乐圈这么卷的吗 大意了 不该来的 不过同时 他们还有一些理智 他们更多的认为 廖任南有可能是写不出歌了 然后自暴自弃 最后索性抢先锁歌 争取拿15%的投票增幅 这也算是一种战术 大家更愿意相信 是这种情况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廖任南也太草率了 这完全就是舍本竹目 群众的耳朵是灵敏的 作品好坏分不清吗 时间一秒一秒过去 除了廖任南这个异类外 其他的歌手团队 都在争分夺秒创作着 真走到这么一步 廖任南后悔这么早锁歌了 因为实在是太无聊了 主要就是节目有规定 在各参赛选手全部锁歌前 歌手是全封闭管理的 这也就意味着 廖任南即使交了作业 还是不能够出去的 没办法 廖任南开始各种销磨时间 打盹 自己跟自己下象棋 玩游戏等 终于等到中午十二点钟 节目组放饭通知出来 廖任南迫不及待 就往餐厅跑去 终于可以逛逛 透下气了 但是 到了餐厅后 廖任南又有点失落 因为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想想也对 任务都没做完 谁还有心思吃饭呢 因为在用餐的时候 倒计时也不会暂停 任南 你怎么吃这么少啊 突然 一道低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廖任南扭头一看 正是任贤奇 小虫 周华健 李中盛 张震月几人 也都跟在他的身后 每人还戴着一副墨镜 嗨 齐哥 廖任南大喜过望 总算有人来了 打招呼道 三位纵观仙大哥 小兄弟 你好 嗨 小兄弟 四人依次拍了拍 廖任南的肩膀 算是回应 呵呵 他们平常喜欢耍酷 你别觉得怪哈 任贤奇笑笑 指着一份飞鱼道 这个挺好吃的 你可以尝尝 说完 他端起一份 递到廖任南面前 好的 谢谢 廖任南接过 他感觉挺神奇的 居然在这个平行世界 与任贤奇 纵观线产生了交集 而且 廖任南觉得 任贤奇和蓝星上的他 性格秉性都差不多 对人特别的温和 咱们坐一桌吧 拿好菜后 任贤奇问道 当然好啊 廖任南端着菜 跟上几人 没一会 几人边吃边聊了起来 任南 你不愧为资深作曲人 创作速度好快呀 想到了什么 任贤奇夸赞道 也没有啦 廖任南轻笑一声 谦虚道 就是运气好 碰到熟悉的主题而已 对了齐哥 你的歌弄得怎么样 文言 任贤奇 小虫 周华健 李中盛 张振月 他们相视一笑 说道 曲都还没写好呢 难啊 李中盛 不由地叹了口气 二十四小时 写一首歌 这不是 把人往死里逼吗 张振月 也忍不住吐槽起来 当然了 我们是可以完成任务 但总不能明知是垃圾 也强忍着拿出来吧 那岂不是说 连制作人的底线 都不要了 可不是 一旁的小虫附和道 我娶媳妇 都没这么紧张过 头都快摸脱了 周华健 也忍不住插话 可能这就是 节目要的效果吧 不吃 几人哄堂大笑起来 小七哥 你们扑曲弄得怎么样 我能够看看吗 稍稍平静后 廖仁南好奇地问 可以啊 任贤奇一边说着 一边从包中 取出一份手稿 这些是我们几个人做的 你随便看吧 反正都不成形 也不是什么秘密 廖仁南接过 翻看起来 其实曲子质量都很高 但可能是打磨时间不够 都嫌弃得不太顺畅 突然 廖仁南翻到一份 特殊的稿件 轻轻哼了几声 赫然是伤心太平洋 前几句的旋律 不过这份曲谱 被打了大叉叉 这份质量 不是很高吗 怎么还给气了 廖仁南疑惑道 这是我写的 小虫接过稿件道 不过只写出了个主旋律 其他副旋律一个 都想不出来 所以就算了 廖仁南淡淡地点点头 内心却是澎湃无比 伤心太平洋 这首歌 算得上是 任贤奇的最经典歌曲之一 其实 廖仁南自己 也可以站为己有 优先发不出来 但他总感觉 唯有任贤奇本人唱 才有那种轻伤的味道 这个平行世界 怎么能少了这首经典呢 对于这个旋律 我挺有灵感的 如果可以的话 我能够接着 把这首歌写完吗 廖仁南茅碎自荐道 我当然没问题 小虫毫不犹豫 一点头道 只是这样弄 节目组同意吗 应该没问题吧 节目组又没规定 歌手之间不能合作 廖仁南想想道 那你试试 如果写出来了 我付钱给你 任贤奇开心地道 这个好说 廖仁南道 任贤奇兴奋地道 那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第四十三章 这家伙是劳资的客星吗 于是乎 待吃完饭后 廖仁南便去到 任贤奇的十七号候场室 参与创作 网友们不知其中经过 当突然看到这一幕 顿时纷纷热议起来 卧槽 廖仁南怎么开始串门了 这是什么操操作 什么操操作 明显是要帮任贤奇写歌呀 自己歌弄完了 还帮别的歌手写歌 这廖仁南也太牛逼了吧 我只想早点听听他写的 阿拉斯加的海湾 听歌名还是挺伤档次的 别发不出来是手口水歌 那就让人笑掉大牙了 闭嘴吧 喷子们 连廖神这种优质歌手都喷 你们还是人吗 廖仁南牛逼 plus 期待 与此同时 看到廖仁南的这一顿操作 天籁节目总监制寒上右 也被整不会了 不过 看到节目蹭蹭上涨的热度 他也不好出面干涉什么 毕竟热点在这 顺其自然吧 而在场的其他歌手们 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都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 叶徐坤觉得自己妒忌的 要疯了 尼玛 又被廖仁南给装到了 原本他想靠这节目火一把 顺势登上华夏歌坛第一位置 谁料 却总是被廖仁南抢风头 这家伙是劳资的克星吗 20号后场间 苏雪在看到这一幕 眼睛都快绿了 他一面催促着制作人们干活 一面喋喋不休的说歌不停 全是在嘲讽廖仁南 得死吧 看你能蹲他多久 等到歌曲公布出来 全网就知道 你是什么水平了 说干就干 廖仁南完全投入到 创作《伤心太平洋》 来 他正式开始帮人嫌弃写歌 剧节目开始才过去六小时 也代表着 他还剩下十八个小时 来完成这首歌 这对他来说 处处有余 十分钟谱曲 五分钟填词 十分钟编曲 论色 仁南 这曲好顺滑 词也精辟 你这实力也太强了吧 当小虫 纵贯献几人 见识廖仁南的能力 纷纷佩服的五体投地 就是灵感乍线而已 面对这些夸张 廖仁南总是淡淡地道 除此之外 廖仁南发现跟 任贤奇 小虫 纵贯献几人 一起合作非常开心 几人都是老顽童的性格 极易相处 他也跟着学到了 很多生活中的哲学 时光飞逝 很快就到了晚上九点多钟 由于是二十四小时封闭创作 所以廖仁南今晚得 睡在节目组了 有纵贯献 小虫 人嫌齐几人陪着 廖仁南倒是没觉得 无聊什么的 反倒是一种新奇的体验 只是 他有点想贝贝了 节目组给每位歌手开放了 一个与家人通话的特权 廖仁南毫不犹豫 打给了廖恩贝 把鼻 是不是想宝贝了 视频一接通 没等廖仁南出声 贝贝抢先着说 当然想了 慕阿廖仁南隔着屏幕亲了一下 慕阿廖恩贝回亲一下 努努嘴道 也不用太想我 再过一天你回来 就可以看到我了 在节目中好好听话 认真比赛 这才是关键 知道了 贝贝 见廖恩贝一副小大人的样子 廖仁南不由乐了 廖恩贝放心的点点头 那我不在你身边 你睡得着吗 嗯 有点睡不着 廖仁南故意撒娇道 廖恩贝安慰道 乖 就一天啥都别想 蜀绵羊 一下就能睡着 噗哧 廖仁南憋不住笑了 因为 这是他平常哄贝贝睡觉时说的话 想不到现在反映到了自己身上 他觉得挺有意思的 廖恩贝继续道 对了 跟你说个事情哈 后天 也就是你比赛完 我邀请了签默和又位阿姨 来家里做客 你也不知道多约约别人 这样怎么拉近关系连 提前告诉你一声哈 贝贝一副操碎了心的模样 悬然没觉得 自己有做的什么不妥 在他心中 李谦默是当妈妈的理想型 实在不行 林幼威也行 好吧 廖仁南皱着眉头硬道 不过 你下次别自作主张啊 不然别怪我揍你 居然又一次被通知 可沐已成舟 能咋办呢 文言 廖恩贝委屈道 我又没有做错什么 干嘛说我了 大人教育小孩 还需要理由吗 廖仁南小声斥责道 知道了 廖恩贝不情愿地应了声 小声嘀咕道 年纪大就可以不讲理吗 白眼狼 你说什么 没 睁眼闭眼 便到了第二天 廖仁南起来吃早餐时 发现大家都非常疲惫 还有不少人眼睛都熬黑了 不用想就知道 这些人是通宵搞创作了 把一群在娱乐圈顶层的音乐制作人 逼到这份上 只能说 天籁节目组太会玩了 另外 廖仁南还听到一个新闻 说是苏雪和冯坤两个人 昨天晚上吵了起来 据悉 两人原本是合作的 可苏雪性格太强 硬要求先给花泽吕写歌 待完成后 再给冯坤写 起初还一派祥和 可倒计十月往后 制作人团队也都慌了 给冯坤写的歌 太差强人意了 最后两人倒掰了 现在都各自在后厂室待着 对于这件事 廖仁南也就随便听听 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完全不关自己的事 又过去几个小时 各后厂室24小时倒计失牌归零 何老师出现在舞台上 倒计室结束了 歌手们辛苦了 根据节目组统计 很遗憾地告诉大家 截止到目前为止 有五位歌手没有锁歌 按照拟定的规则 他们将自动被淘汰 这五位歌手分别是胡亥权 与此同时 也恭喜剩下25位歌手 锁歌成功 现根据锁歌所花费的时间 安排出如下的演唱顺序 第25 廖仁南 挣15%投票增幅 第24 叶旭坤 挣14%投票增幅 第23 袁贤齐 挣13%投票增幅 第22 花泽吕 挣12%投票增幅 第17 张杰 加7投票增幅 第16 林志玄 加6投票增幅 第8 冯坤 加0投票增幅 请歌手们做好准备 依次登台表演 第44章 这是哪里来的小丑 随着和老师一声令下 看图写歌 演唱环节正式开始 除开直接淘汰的五位歌手 剩下的25位歌手 按照锁歌的先后顺序 倒续进行登台演唱 随着比赛的进行 观众们期待的尬场面陆续出现 一位歌手创作的曲子居然仿照大海阿故乡 当初被节目组建乐团识破 直接被淘汰出局 并且终身不能再参加抖音旗下的综艺 被抖音拉黑 这位歌手的心路高度 注定大打折扣了 还有一位歌手 拿出的歌旋律向童谣 歌词向流水帐 最后满票1000票 只得到了网友426票 打破天籁开播以来 歌曲得分最低纪录 基本不用比赛完就知道 他这个环节肯定会被淘汰 其中 第八号歌手是冯坤 他的表演的曲目是 深海近处 歌词内容详细如下 秋天的风 夏天的吻 和泪痕 寂静的夜深 寂寞像雪崩 My love My love 枕边的余温 依然会拙人 怎么说起 怎能忘记 爱情太短 我们怕来不及 怎么说起 怎能忘记 深夜共舞 舞到深海近处 冯坤的这首歌演唱完 引起了剑乐团的争议 有部分人 认为这首歌与主题无关 涉及到海的词寥寥无几 应该直接被淘汰 另一部分人 认为这首歌是隐喻 以深海象征男女感觉 贴合节目的主题 最后 节目组经过一番讨论 考虑到冯坤在娱乐圈的地位 评定这首歌为合格的 只可惜 在之后的票选环节中 1000位网友投票 这首歌只得了612票 气得冯坤 当场就板着个脸 接受采访时 还冷嘲暗讽说出 那个女人不是好东西 被这个臭女人给算计了之类的话 何老师废了好一番嘴皮 才把这事给圆了过去 不至于闹出什么重大直播事故 但网友们都是火眼金睛 在弹幕区里热议纷纷的 哈哈 我坤哥脾气好爆啊 冯坤口中的臭女人 应该指得他师妹苏雪吧 肯定是苏雪了 自己把歌拿到手 就不管别人了 这不是过河拆桥的小人吗 坤哥真惨 另外 第17号歌手张杰 他演唱的歌曲名为 穿越人海 主旋律如下 穿越人海 在你耳边轻轻说爱别走远 一阵阵秋风吹着脸 天有些凉了 你的围巾还围在脖子下面 已经有些旧了 却不舍得丢掉 这首歌同样引起了剑越团的争议 不过 张杰可没有冯坤那么好的运气了 被判定为与主题不符 直接淘汰出局 因为接受不了这事实 张杰当场崩溃痛哭 快乐家族的几人也急眼了 纷纷站出来为张杰发声 尽管如此 节目组到最后也没有改决定 对此 网友们也疯狂吃瓜 尼玛 这七的战火 怎么这么旺 感觉天籁节目组有点双标啊 乔杰哥这哭的架势 看得出来是真爱音乐 应该是抖音针对田城TV 所以选张杰来出气的吧 说句公道话 这歌虽好 但跟主题 距离有点大 别的不说 可惜张杰还有加七投票增幅 所以说 没有实力 一切都是浮云 当然 节目中也有表象好的歌手 林志玄一首《海上明月》 获得全场观众的掌声 《海上升明月》 《星系千里外》 《玩起五湖》和《四海》 都是一个爱 这首歌得到826票的好成绩 其中包括6%的投票增幅 得知分数 林志玄笑容满面 显然是挺满意的 由于歌手登台的顺序 是根据锁歌时长 倒序进行排名的 所以 越有实力的歌手 越会排到后面再出场 节目越往后 也便越精彩 就在这时 何老师登台 笑着主持道 哎呀 歌曲有点多 请大家谅解哈 不过接下来的 可都是重磅歌手 下面有请盛雪娱乐旗下的花泽吕 为大家带来歌曲 《是我的海》 大家掌声欢迎 随着话音落下 花泽吕闪亮登台 只见他细碎的头发 快要盖住眼睛 身穿一套牛仔背带裤 头戴着一顶金色皇冠 脖子处还挂着一圈亮片 造型十分的惹眼 看到他这个装扮 网友们都坐不住了 终于轮到花花了 华夏歌坛永远低神 哇 花花造型好酷啊 尼玛 楼上的家伙 眼睛是长真眼了吗 是美是丑分不清 扑吃 这是哪里来的小丑 要笑死劳资吗 都别避避 好好听花神唱歌 接下来 随着舒缓的音乐奏起来 花泽吕单手拿着话筒 自我陶醉地唱出声来 这些日子以来 突然间变成一片空白 这段日子是否 沉睡中忽然哭醒过来 太多意外 没想 要勉强我感慨 太多困难 会让人害怕看未来 唱主歌的部分还好 当唱起副歌的时候 花泽吕瞬间不对劲了 便见他仰头闭着眼 一手拿着麦克风 另一只手像是无处安放 不断在驳梗处游走 脸上浮现出极度沉浸的表情 我怎么对你依赖 是我的海 阳光的下午慢慢感染 当海不蓝 飞起的梦想都变尘埃 第四十五章 歌曲《伤心太平洋》 唱到后面部分 不知道是忘词 还是特别设定 花泽吕连嗓音都变了 用一种近乎丝毫的声音 唱出了下面的歌词 是我的海 寂静的下午默默离开 海也不蓝 转过身不能再宠爱 我多想大声喊 我多不想明白 我只想唱来一些温暖 在 我们心里 不会腐坏 直到旋律结束 花泽吕才想脱离出来 慢慢睁开眼睛 并对着观众们 自信地笑了笑 一些花粉顿时沸腾起来 啊 花花好帅 我爱你 那些垃圾看到没 这才是好歌 这才是优质歌手 花泽吕 滑下歌坛永远低神 尽管花粉闹出的动静很大 但仍然掩盖不了 不少网友吐槽 哦 特么的 刚刚这是在做法吗 简直亮瞎我的太和金狗眼 现在这些人的审美 真的是欣赏不来 滚下台去 别丢人现眼 兄弟们 他终于唱完了 再多唱一秒钟 我就感觉要挂了 与此同时 何老师也适时地回到舞台 微笑着主持道 感谢花泽吕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 下面开始歌曲投票环节 歌曲投票通道已经打开 请被开放投票权限的网友们 喜欢是我的海 这首歌的请投票 三 二 一 请锁票 那么花泽吕的这首 是我的海 能够拿到多少分呢 请看大屏幕 紧接着 屏幕上的数字一阵滚动 各位数出来一个五 十位数出来一个八 最后 百位数出来定格在八上 好的 恭喜花泽吕获得885票 其中包含正12%投票增幅 截止到目前为止 花泽吕是我们的第一名 大家鼓掌祝贺他 呼啦啦啦啦 现场响起稀疏的掌声 作为当事人的花泽吕非常开心 咧着嘴跟观众们招着手 后场间的苏雪也非常兴奋 不断对着镜头 做着双手合十感谢的姿势 再次祝贺花泽吕获得高分 请回到后场室休息观看比赛 等现场稍稍平静之后 何老师也继续报幕 下面有请第23号歌手任贤奇 为我们带来歌曲 伤心太平洋 何老师报幕的同时 任贤奇已经走上舞台 没等他开口问话 任贤奇却先说道 何老师 在演唱之前 我有个重要的事情 需要讲一下 请讲 何老师笑容可居的道 任贤奇一脸认真的道 我想要在全国观众的面前 感谢一下歌手廖仁南先生 谢谢他非常无私地为我写出 伤心太平洋 全程毫无保留地参与到 每个歌曲创作环节 我对这首歌 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廖仁南真的是一位才华横溢 杰出伟大的音乐制作人 他的名字应该被更多人记住 为他点赞 任贤奇噼里啪啦 就是一顿猛夸 并且句句不离廖仁南这个名字 足以见得 他对廖仁南是多么的欣赏 听到这段话 何老师还有点诧异 问道 所以按照你说的 这首歌是廖仁南作词 作曲 编曲 全程包揽的 虽然大家都看到了 廖仁南有写手任贤奇写歌 但是他具体参与到何种程度 这是大家不得而知的 也是不少人好奇的点 何老师本来准备把这个问题 留到任贤奇表演完后再采访 但他他自己先提到了 便顺口问了出来 嗯 是这样的 任贤奇点头道 哇 我的天啊 何老师听后 忍不住感叹道 在封闭式作歌的环节中 廖仁南除了完成自己的任务 居然还帮竞争者写了一首歌 这 也太牛了吧 哇 廖仁南好厉害 廖仁南YYDS 台下有不少观众喊道 歌后场间的歌手和制作人们 也都坐不住了 毕竟之前廖仁南出现在 任贤奇的后场间 大家也都猜到了 他可能参与了歌曲创作 但是大家也只是觉得 他最多给点小建议 帮忙润色什么的 谁料廖仁南才是主角 并且是作词 作曲 编曲 全程包揽 这么草率的吗 不过在感慨之余 歌手们现在更多关注的是 廖仁南写出的作品质量 到底如何 如果只是口水歌 谁都能够做到 是锣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何老师也懂其中分寸 简单闲聊几句后便道 好的 相信大家也很期待这首 《伤心太平洋》 那现在 就请任贤奇为我们演唱 好的 何老师 任贤奇客气道 何炯点点头 推到幕布后 舞台灯光暗下去 伴奏旋律响起来 任贤奇在一段高亢的前奏后 唱出声来 离开真的残酷吗 或者温柔才是可耻的 或者孤独的人无所谓 无日无夜无条件 任贤奇简单的四句一出口 观众们都情不自禁点点头 从他们的表情上便可以看得出来 对这个旋律还是非常满意的 而那一众歌手及制作人们 都是清一色惊讶的神情 因为这个不仅不是口水歌 反倒是非常的好听 至少是中高层作品了 我等的船还不来 我等的人还不明白 寂寞默默沉默沉沉入海 未来不在我还在 唱到这个时候 很多观众闭着眼睛 开始享受起这首歌 而同台比赛的其他歌手 也都大为的震惊 因为这首歌旋律大气 歌词精明 代入感极强 莫名就让人有种伤心 无疑是高质量制作 这样的好作品 真的是24小时 能够创作出来的吗 准确的说 是不到24个小时 死 想到此 一众歌手们都倒抽一口凉气 不过耳朵间的歌手们 却有的已经在挑刺 这首歌 怎么跟主题有点不相关 就在这时 任贤奇唱出副歌部分 一波还未平息 一波又来清晰 茫茫人海狂风暴雨 一波还来不及 一波早就过去 一生一世如梦初醒 深深太平扬底 深深伤心 这几句一唱出来 一众准备拿主题挑刺的歌手们 瞬间躺平了 而俗话说外行看门道 内行看热闹 那些协助创作的作词者们 表面上风平浪静的 内心却如这首歌的歌词描述的般 一波接一波的 就连高达90岁的九让时 也忍不住集中注意力 看起屏幕上的歌词 好家伙 把伤心比作太平洋 也太形象了吧 这才是真正的隐喻啊 紧接着 歌曲经过一次重复 便接近尾声 哗啦啦啦啦啦 都不用何老师说 观众们便自发鼓起掌来 掌声支大连棚顶都快掀开 这个时候 何老师回到舞台中央 跟着大家一起鼓掌 从何老师脸上那激动的神情 看得出来 他也非常喜欢这首歌 等掌声小些 他才主持到 好了 感谢人嫌棋为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 伤心太平洋 下面开启歌曲投票缓解 请获得投票权限的网友们 喜欢这首歌的 请为他投票 三 二 一 请锁票 那么 这首伤心太平洋 能够得多少分呢 请看大屏幕 第46章 高光时刻 随着何老师话音落下 大屏幕上分数栏开始滚动 数字越滚越快 最后停住 显示的得分为901分 这个分数一出来 现场顿时响起哇的叫声 显然很多人都没有猜到 任嫌棋的分数会这么的高 这个是真的吗 就连任嫌棋自己 都忍不住怀疑问 小七哥 是真的 何老师听后笑着回答 并面向观众宣布道 好的 恭喜任嫌棋的这首 伤心太平洋 获得901分的好成绩 其中包括13%的投票增幅 那么截止现在为止 任嫌棋赞列第一名 听到这话 台下一些喜欢任嫌棋的粉丝 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并齐声呼喊出任嫌棋的名字 何老师也加入到起哄行列 毫不掩饰对任嫌棋的欣赏 足足过了半分钟 大家才没再喊了 何老师也采访到 小七哥 对于你自己这次精彩的表现 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 任嫌棋想了下 诚恳地道 真的谢谢大家 能喜欢伤心太平洋 这首歌并给我投了这么高的分数 也谢谢我的老东家 还有的协创团队小虫 周华健 李中盛 张振月几人 最后 我想再次郑重的谢谢廖仁南 如果不是 他帮我做词作曲 就不会出来这么好的歌 谢谢廖仁南 节目组的摄像组 连忙给了廖仁南一个对脸特写 廖仁南笑着白白手 没有说话 而他越是这样谦虚 越惹得粉丝们激动 一些喜欢廖仁南的粉丝 更是惊叫了起来 那喊声几乎大到 快要把录音棚都给掀掉了 而直播间的弹幕 在这一刻几乎覆平 我觉得 伤心太平洋 是这一期到现在为止 我听过最好听的歌了 可不是吗 而且跟主题太贴合了 不得不说廖仁南太牛了 所以说廖仁南的创作能力 真的是吊打其他一些制作人啊 这么一来 我更加期待廖仁南的演唱了 廖仁南牛逼 等喊声维持了一会 何老师才主持到 从大家的热情程度来看 大家真的是很喜欢这首歌 不过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后面还有两首精彩的歌曲 咱们千万不要错过 下面有请第24号歌手叶旭坤 为大家带来歌曲 Hawk Me 请大家鼓掌欢迎 何老师说完 便退到一旁 舞台也按了下去 等灯光再亮起来的时候 台上变成了粉色的海洋 叶旭坤极限舞美 都是穿得粉粉的 非常的卡哇伊 伴随着旋律响起 叶旭坤也唱出歌 Baby just help me help me Baby just help me help me 每一次心动的原因 全部都是因为你 用一首歌的时间 在海边荡个鞦韆 一个片段唱完 趁着中间过渡 叶旭坤也带着几个舞美 开始绕着舞台边跑边跳 坐视邀请台下的观众跟着舞动 还把一些事先准备好的粉色气球 往台下抛给站台席位的粉丝们 一些粉丝 特别是女粉丝 见状更是激动的惊叫起来 现场一度热闹非凡 等歌曲的尖奏走完 叶旭坤继续边唱边跳 被时间偷走 没做完的吗 想去的星球 还来不及带你走 想报警之后 就永远不再放手 在叶旭坤唱跳的同时 直播间弹幕也疯狂滚动 坤坤好帅啊 这就是坤坤的实力啊 简直吊打其他的歌手们 还比什么比 直接把第一拿过来 那撂人男算什么鬼 我坤坤才是最厉害的 除了肆意吹捧的 也有不少吐槽的 尼玛 一个大男人穿成这样 简直是比女人还娘 这腰真是比女人都会扭啊 看得我鸡皮疙瘩起了一身 我只想说我是华夏人 这种半英文的歌曲 欣赏不来 一看就是重阳媚外的主 好像不加点英文 就不会唱歌了 稀你太美 几分钟后 伴随最后一个音符落下 叶旭坤的歌也演唱完了 何老师重新回到舞台中央 冲着镜头主持道 谢谢叶旭坤 为我们带来歌曲 Hop Me 真的是非常的青春有活力 坤坤跟喜欢你的粉丝 打个招呼吧 文言 叶旭坤抿名嘴 对着镜头招了下手 并没再有多有的动作 健壮何老师笑着道 不跟观众们说两句吗 你看你的粉丝这么热情 而这随意的一句话 不知道怎的触碰到了 叶旭坤的怒点 只见他当场板起了脸 面无表情地道 不想说了 我的粉丝都知道我话少 听到这句回答 何老师有点尴尬 不过 他还是笑着原场道 看来坤坤很替粉丝们着想 知道大家很期待这首歌的分 那么我们也不多说什么了 就直接开始投票环节吧 现在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请获得投票权限的网友 喜欢这首歌的请为他投票 三 二 一 请锁票 那么 叶旭坤这首 Hawk Me 能够得多少分呢 请看大屏幕 大屏幕上分数栏开始滚动 数字越轨越快 最后停住 显示的得分为911分 哇 好棒 坤坤你是最牛的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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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等和老师宣布 台下坤粉尖叫起来 并提前大喊欢唱庆祝着 就好像比赛已经结束般 而叶旭坤健壮也毫不谦虚道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 我就是我 叶旭坤 啊 这又引起了坤粉们的一阵激动 何老师健壮 生怕这样下去 把节目规则给打乱 连忙出来主持道 谢谢粉丝们的热情哈 不过现在节目还没比完 下面请大家 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最后一位歌手登台表演 他就是廖仁南 带来的歌曲是 阿拉斯加的海湾 第47章 阿拉斯加的海湾 随着何老师话音落下 舞台灯光暗了下去 再次亮起来的时候 只见场中央朦朦胧胧的 背对着站着一个人 随着音乐奏起来 这位舞者转过身 大家才看得更加的清楚 这是一位穿着婚纱的新娘 新娘双手蜷缩放在胸口 脸上的表情落寞而难过 最后蹲坐在舞台上 埋头大声哭了起来 而这个时候 歌曲前奏放完 廖仁南唱出声来 上天啊 难道你看不出 我很爱他 怎么明明相爱的两个人 你要拆散他们啊 仅仅只是唱了一小段 大家就被带入进去 莫名的感觉到难过 而在这个时候 舞台不满雾气 廖仁南才从舞台的一侧 慢慢走出来 他穿着一件白色宽领衬衣 边走边深情地唱着歌曲 我不在他身旁 你不能欺负他 别再让人走进他心里 最后却又离开他 因为我不愿再看他流泪了 廖仁南唱出这几句的感觉 就像真在与上天对话 他与其斯文而温柔 每字每句平凡 简单 但内里藏着的 无穷无尽的爱慕 全部都是为了他 随着歌曲的递进 廖仁南的情感 也变得更加饱满 以后的日子 你要好好照顾他 我不在他身旁 你不能欺负他 别再让人走进他心里 最后却又离开他 每段歌词情感的递进 让观众更加充满感想 思绪都不禁随着歌声 飘向了远方的他或他 情感也变得缠绵而无奈 而此时 廖仁南的歌声 也更加的感伤 因为我不愿再看他流泪了 希望我的努力 能够赶伤他 有天 我能给他完整的一个假 可若你安排了别人给他 我会祝福他 上天你别管我先 让他幸福吧 一通歇斯底里的诉说后 歌词的主角 终于说出了他心中的话 我爱他 但他若爱别人 就让他先幸福吧 世间的真爱 不过如此吧 在歌曲的最高潮过后 廖仁南嗓音降了下来 上天啊 你千万不要偷偷告诉他 在无数夜深人静的夜晚 我依旧在想他 歌曲一遍唱完 这细腻的动人感情 直达人心的歌词 可以说 恰无声息 便融化了所有人的心 不少的观众 默默留下感动的眼泪 而有的泪点滴着 更是泣不成声 后场室内的一众歌手们 也都被带入了歌曲 等到他们反应过来时 都忍不住倒抽一口凉气 这么高质量的作品 廖仁南嗓如何写出来的 最令人细思极恐的是 这歌是在节目比赛 高压的情况下写出来的 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完成了 这廖仁南嗓什么怪物 还让不让别的制作人活了 而不单单是歌手 协助团的几位坐词人 包括90岁高龄的九让时 脸上也都浮现出 不可思议的神色 可能 这首歌的歌词 没所什么华丽的词汇 但那字里行间饱含的情感 却是扑面而来 所谓大道质简 说的 就是这个道理 这才是真正的作词高手啊 这些昔日里被人恭维的艺术家 不禁在心里记住同一个名字 廖仁南 与此同时 直播间的弹幕也爆炸覆评 好听 这情感太浓密了吧 兄弟们 我一个大男人听这歌 居然不争气地哭了 呜呜呜呜 廖仁南这歌写得太好了 世间最美的告白 莫过于此吧 廖神牛逼 PLUS 舞台上 表演还在继续着 歌曲进入到重复阶段 上天啊 难道你看不出 我很爱他 怎么明明相爱的两个人 你要拆散他吗 旋律是一样的 歌词是一样的 但听众们的体会 却是不一样 有人想念 有人感伤 有人释怀 有人遗憾 偌大的演播听 翘无声息 每个人都全身心沉浸到歌里 半分钟后 伴随着最后一个音符落下 这首歌才正式结束 而大家仿佛在歌里待了一个世纪 心里带着不舍 哗啦啦啦啦啦 都不用和老师来带动 现在响起热烈的掌声 不少观众更是激动地站起来鼓掌 掌声之大 只能用震耳欲聋这个词 还形容了 好了 谢谢大家的热情 实在是看大家没有要听的意思 何老师才开口道 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相信你们大家都觉得没听够吧 没听够 料人难 再来一遍 观众们也非常配合地喊着 而就在这欢乐的氛围中 一道声音却是非常刺耳 这歌不合主题 根本就没有提海字 这声音是从观众席位置传出的 引得不少人朝声音源头看过去 何老师带着耳返能听到 也就意味着大多数人能听到 料人难也听到了 他刚准备开口解释一下 何老师却抢先一步说 我觉得有义务帮大家阐明下这首歌 在阿拉斯加湾 因为冰山水和阿拉斯加海域的水密度 盐度 有极度大的差异 导致海水出现了两种不一样的颜色 它们一碰上了 就会形成双色的海洋 这一片海 呈现两种颜色 虽然看起来是同一片海 但它们并不能融合在一起 这也就好比一对相爱 却无法走到一起的情侣 也正是料人难歌曲里的 所蕴含的核心 所以 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隐喻 跟咱们的主题图片 是完全贴合的 第四十八章 系统还是走偏了 何老师说得好 料神厉害 等何久解释完了 台下有观众喊道 料人难也笑着道 何老师不会为何老师 只是真的太原薄了 把我所想的都表达出来了 哪里 你写出这么好的词曲 才是真的厉害 何炯诚心地夸赞说 然后继续主持道 相信 现在大家对这首歌都没意义了 那现在开启投票通道 请获得全线的网友们 喜欢这首 阿拉斯加的海湾 请为料人难投票 三 二 一 请锁票 那么 这首歌能够获得多少分呢 请看大屏幕 屏幕上分数栏开始滚动 数字越轨越快 个位数显示一个五字 十位数显示一个八字 百位数还在滚动着 见词 所有人的心都提到嗓子演出 特别是有两位歌手 比如花泽旅和叶旭坤 紧张得连呼吸都忘了 毕竟料人难得得分 将觉得他们的排位 他们可不想被一位幕后转为歌手的小明星给压住了 而后场室的苏雪 也紧张得手指拽得发白 嘴里不停喊着 八这个字 虽然他不愿意料人难得这么高的分 但从现场观众们态度的反馈来看 这首歌的分数应该是不低的 所以推而求其次 他更希望料人难指得885分 这样的话就与花泽旅的得分相评了 而料人难减去投票增幅的点数 其实实际投票就输给花晨宇了 这才是他想要的结果 大屏幕上 百味数还在滚动着 越滚越慢 然后咚的一声 显示出一个九字 剑词 一众歌手都集体傻眼了 眼珠瞪得一个比一个大 特别是花泽旅 直接石化在原地 一副怀疑人生的表情 靠 一向装斯文的叶旭坤 也忍不住抱了粗口 脖子处得轻筋都拖了起来 而刚才还在幻想的苏雪 此刻像四辈狠狠甩了一耳光 满脸都涨得通红通红的 哇 现场观众惊叫声连连 985分 何老师也激动地喊出声 恭喜料人难的这首 阿拉斯加的海湾 获得985分的好成绩 其中包含15%的投票增幅 现在25名歌手比赛全部完成 这也就意味着料人难 是我们这期看图写歌的第一名 根据节目事先的规定 料人难本场比赛获得第一名 将累计获得一个徽章 何老师主持着间 一个李一小姐上台 用红布托盘把金色徽章 端到了料人难面前 料人难微笑着接过 挂到了自己衬衣口带处 金色的徽章 在美光灯的照射下 十分的耀眼 何老师继续介绍着说 军之夜的比拼将会为料人难 带来3%的投票增幅 再次祝贺料人难 另外请各位观众 别忘为本期晋级的歌手 投送个人人气票选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天籁之音 一刻钟后 天籁第三期节目全部结束 料人难简单把妆给卸了 便去厨物室取包和衣服 他准备去洗个澡换身衣服 因为待会还要去幼儿园接贝贝 而自己头发和身上的香味太重了 从包里拿衣服时 他瞥了手机一眼 发现灰信有十多条消息 都是在他录制节目时发送过来的 来自曹金明 诸如准备的怎么样 节目开始了吗 压力大步 表现太好了吧 等这些 从料人难进入封闭 后场势就开始了 他摇头微微一笑 拨通了视频通话 曹金明很快接通 喂 人难 比赛结束了是吧 恭喜你啊 有顺利拿下一程 还获得了徽章 不用谢 低调 料人难轻松微笑着道 对了 你不知道我录节目 不能带手机的吗 还给我发了这么多的消息 废话 当然知道了 曹金明眉开眼笑道 不过你也不用管的 我就是发了图个安心的 图个安心 料人难哑然失笑 想不到你一个在圈里 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老男人 居然还有这么细腻 柔情的一面 嗨 等你到我这年纪 你就有体会了 曹金明忍不住感叹一句 想到什么 他又提议道 晚上出来庆祝一下呗 啊 料人难想起昨天晚上 料恩贝说过的话 当即摇了摇头 不行啊 今天已经有约了 是谁啊 该不会是李千墨吧 曹金明疑惑道 他一直觉得 这两人有苗头 料人难故意插开话题道 老曹 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八卦了 好吧 曹金明无奈地叹了口气道 不过 我还是要说你一句啊 以前你成家忙 我约你你不出来就算了 现在你恢复单身了 还是每天这么的忙 约个饭都没空 这个就有点输不过去了吧 听到这话 料人难有点难为情 道 好吧 改天一定跟你好好喝一杯 这才对嘛 曹金明开心的道 好了 我要去冲个凉 待会还要接贝贝 行 你去忙吧 曹金明道 嗯 再聊 挂断电话 料人难拿上衣服 准备去沐浴下 刚踏出化妆间门口没几步 他脑中就响起熟悉的系统音 叮 恭喜宿主辉煌点累计达到三百万 自动兑换三次奖品 文言 料人难心里一喜 又是累计三百万 看来自己的人气 现在越来越旺了 叮 奖品自动兑换成功 恭喜获得神级书法 神级书法 拥有此技能 宿主写字将飘若浮云 绞若金龙 铁书银兜 冠绝古金 秒杀东晋王熙智 书法 这是嫌弃我写字丑吗 好吧 还真是不咋叠 不过有这个技能 字丑将会成为过去 定 奖品自动兑换成功 恭喜获得神级车技 神级车技 拥有此技能 宿主弯道超车 将变得轻而易举 并能把每一辆车的性能 发挥到淋漓尽致 其实 刚听到车技 这两个字的时候 料人难心里颤了一下 心想着这个系统怎么转型 有点越走越偏了 待听到后面的解释 知道此车技非比车技 他悬起了心裁放下 这个技能不错 定 奖品自动兑换成功 恭喜获得完美身材 完美身材 使用此技能后 你的身体将彻底蜕变 肩宽臀窄 人余线 八块腹肌 统统都有 男人见了羡慕 女人见了爱慕 文言 料人难无语的笑了笑 好家伙 放心的太早了 这系统还是走偏了 就在这时 料人难感觉 头脑一阵酥麻 俨然多了许多书法 驾驶方面的知识 他有绝对的自信 就算是这两方面的顶级牛人 在自己面前 也只有被吊打的份 而紧接着 料人难感觉身体一阵燥热 像有东西 从体内毛孔里 不断往外面渗透似的 同时 还散发出难闻的怪味 他也不敢多想了 连忙往洗澡间跑去 第四十九章 李千墨准备主动出击 来到浴室 料人难连忙将身上的衣物脱掉 检查了一下自己身上的状况 果不其然 他的皮肤上 已经覆盖了一层黑色的淤泥 闻起来还有一种刺鼻的怪味 他连忙用水冲洗 这一冲 他惊喜地发现 只要身上的皮肤接触到水 那种焦躁的感觉 就会减轻不少 于是 料人难便加大水量 美滋滋地洗洗澡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 看着自己光洁的身体 料人难满意地点点头 他擦干身体 准备穿衣服 却发现刚才进来的急 居然把衣服放在了外面 想着这是在南浴室 突然阿德两声惊叫响起 他扭过头一看 发现两个女人 正在自己身后 正是李千墨和林又威 李千墨胆子可能比较小 看了一眼就闭上了眼睛 林又威则是盯着看了好几秒 才后知后觉地转过身去 你怎么不穿衣服啊 两个女人齐声问道 料人难扯过柜子上的衬衣 力锁地穿上 淡淡道 这里是男士洗澡间 我当然可以不穿衣服 我还想问你们 怎么在这呢 还不是因为千墨关心你 没等李千墨回答 林又威抢先道 何处此言 料人难疑获问 李千墨详细解释道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 原来 李千墨这期虽然不用点评 但作为导师 仍然要参加节目的 今天林又威也有过来 两人原本就约好比赛完 跟料人难和贝贝一起吃晚饭 所以 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 李千墨便一直盯着料人难行踪 一得空便带着林又威跟过来 谁知道跟着跟着 一眨眼的功夫 人就不见了 两人找了会 根本找不着 便去找人问 有位工作人员告诉他们 料人难往浴室方向去了 两人便来到浴室 发现里面确实有人 但叫了几声没人音 于是 他们就在门口等起来 谁料这一等就是半小时 而就在刚才 房间里还突兀的响了一声 像似有东西摔倒了 李千墨担心 是料人难洗澡太长时间晕厥了 所以决定 进房来看一看 谁知道 刚好撞见料人难光着半个身子出来 所以 我们也不是故意闯南浴室的 李千墨说着说着 有点委屈的想哭 哦 那不好意思 是我误会了 料人难点点头 诚恳地解释道 也许是水冲的声音太大了 根本就没听到 你没有叫我 至于你说的那个摔倒的声音 就是我不小心把棚头落到地上了 真的对不起啊 哦 这样啊 听到这话 李千墨心情好了点 笑着道 不过 你也不用道歉 反正人没事就好 料人难拍拍胸脯 人没事 好着脸 扑痴 事情说开了 三人都笑了 没意会 稍稍收拾下 三人就出发了 准备去超市 因为晚上要到料人难家吃饭 所以必须先采购食材什么的 他又不知两个女孩的口味偏向 便带着他们两个去超市买菜 而为了避免车子跟丢什么的 他直接让两人坐自己的车 这样一来 就省了很多事 车子才开动没几分钟 林又威就说 有点口渴 闻言 料人难递给他一瓶纯净水 林又威费力扭开 却又盖好放下了 见状 李千莫好奇地问 又威 你不是口渴吗 怎么不喝啊 算了 忍一会 林又威摆摆手 解释道 我怕会弄湿衣服 不然就要停车了 怪麻烦的 你喝吧 我慢点看 不会撒的 料人难听到后插话道 呃 知道那好吧 林又威做了一番思想斗争 最后还是同意了 他小心翼翼打开瓶盖 想着水会左摇又晃一出来 却发现水面很平 便赶紧喝了一大口 然后把瓶盖扭上 盖好后 林又威才放心一些 端起瓶子看里面的水纹 瞬间眼眸一亮 惊喜地道 哇 水面纹丝未动脸 料人难你开车太稳了吧 据我见过的哈 就温爷爷的专车司机 能做到这样 当时是温爷爷来慰问 我跟着爸爸 有幸坐过他的车 不过看他司机年纪很大了 而且给高管开了一辈子的车 所以 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一旁的李千莫听了 也欣赏的看了料人难一眼 呵呵 过奖了 料人难淡淡一笑道 可能车子也有加分吧 听到这话 林又威转头看车内饰 点点头道 嗯 你这车很有档次 我挺喜欢的 料人难点点头 便专心开车 气氛陷入短暂的尴尬 而李千莫扭过头 发现林又威盯着料人难 使劲地看着什么 他又不好直说 便给林又威发了条灰信 用脚踢了他一下 暗示他看看手机 林又威会议 拿起手机 李千莫 看啥呢 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林又威 看料人难啊 你眼光真不错啊 李千莫 怎么突然这么说 林又威 装什么装 别说你之前没看到 肩宽臀窄 人鱼线 八块腹肌 料人难身才太好了 瑟瑟点JPG 流口水点JPG 看到这条消息 李千莫瞬间脸红 李千莫 流氓 朋友夫不可欺 怒火点JPG 锤头点JPG 林又威 你们又不是合法的 我就要欺怎么了 得子点JPG 李千莫狠狠瞪了林又威一眼 然后发了条消息 你敢 林又威 好吧好吧 不开玩笑了 不过我觉得吧 你如果真的喜欢料人难 就要抓紧了 像料人难长得这么帅 身材又这么棒棒的 哪个女孩看到了 都会喜欢吧 而你虽然长得漂亮 但架不住别人主动啊 女追男 只割层煞 你又想六年前的事情重演 看着一长串的消息 李千莫陷入了思考 想了想后回复 我也想啊 可是也不能太主动了吧 因为 我总觉得 他对我不冷不热的 而且非常的客气 这个时候 捅破窗户指告白 会不会太急了 弄巧成拙 林又威鄙视李千莫一眼 回复道 谁让你告白了 你不会旁敲侧击吗 李千莫疑惑 怎么旁敲侧击 林又威无语 算了 有机会我帮你一把吧 成了你得报答我 李千莫 可以 驾驶位置 料人难发现 身后两个女人 几没弄眼的 手机还轮流的响起 不用废脑想就知道 两人在偷偷发消息 他也不想废脑细胞去琢磨 两人在聊什么 要偷偷的用手机聊 专心体会着神机车技 带来的驾驶乐趣 两个字 奥利给 第五十章 林又威试探 一刻中车程 三人倒到一家沃尔马 把车停好之后 便开始购物了 不知是为了考验料人难 还是单纯的猎奇而已 林又威全部挑一些难的 平常家常饭桌上不见的菜买 类似于孔雀菜 泡泡青 鱿鱼 腊肥牛 鼻奇 鲍鱼 九尺扇虾等 任挑一个家庭主妇看了 都会迷糊 不过这南部导有 神级厨艺 加深的料人难 他只是扫一眼这些食材 就知道该出什么样的成品 另外 他还补买了几样加工这些菜 所需要用到的特殊工具 东西全部买好 时间刚好 快到五点钟 也就是幼儿园放学时间 料人难开车顺到街上料恩贝 便直接往家里开去了 到家后 料人难系上围裙 就一头扎进厨房 见状 林又威给李千墨递了个眼色 然后哄着料恩贝到房里玩 李千墨当然知道林又威的暗示 他握拳喊了声加油 也跟着进了厨房里 料老师 我闲着 需要给你帮什么忙吗 李千墨看见厨房过碗瓢盆 感觉到头有点晕 料人难看了他一眼 拿过一袋大蒜刀 帮我把这个给包出来吧 待会要用 好吧 李千墨花痴一笑 可当他接过大蒜 却立马犯了难 不过他灵机一动 用手机查了查 然后行动起来 灶台边 料人难快速地加工着食材 清洗 高窃 瓢洗 泡或者烟 很快 刚刚还杂乱无章的原材料 瞬间变成了色泽鲜艳的半成品 料人难打开集成灶 淋油 加菜 翻炒起来 李千墨在桌旁边包饭边看着 就像目睹一位厨神现场表演一般 看着肩 他不禁思绪飘远 那是某一个清晨 女人穿着男人的白衬衣 笨拙地做着鸡蛋煎饼 男人光着上半身从后面走来 搂住女人纤细的腰肢 说了一句但都肩不好 你怎么这么笨 女人小嘴一撅说 我就喜欢吃你做的吗 男人亲了女人一口说你休闲 我来给小宝贝做 嘻嘻 李千墨傻傻地笑出声 全然没有注意到廖仁男 不知道何时站在了他的身旁 廖仁男拿走仅有几粒 包出来的算半 时宜着问道 千墨 你应该从来没做过饭吧 李千墨点点头 嗯 我都是在公司吃 家里爸妈也不让我动手 难怪 廖仁男笑了下 突然看见李千墨脸很红 便问道 咦 你很热是吗 要不去外面吹吹空调 啊 是吗 李千墨后之后觉摸摸脸颊 故作镇定边道 这里再炒菜 确实有点热 那我去外面休息一下 廖老师辛苦你了 说完 李千墨讨也是的出了厨房 又过去半个小时 廖仁男把菜全部做好 李千墨帮着端上桌 有几样青菜 还有炭烧鲜鱿鱼 烧枝辣肥牛 红烧狮子头 蒜蓉九尺扇虾等硬菜 满满当当摆了一桌 林又威从房里出来 没欢眼笑地道 廖仁男你太客气了 我一来 你做这么多菜 不是你要买这些菜品的吗 难道别人还不给你做 没等廖仁男回答 李千墨抢先回呛一句 林又威也不客气 你这样说就不对了 廖老师才不会这么没隔绝 再怎么说 我们也成功合作过 相对重视一些 也是理所当然的 好了 大家都坐下来吃吧 别辜负了美食啊 廖仁男觉得 两人这样说下去 肯定是没完没了的了 便出口打断他们 嗯 吃吧 林又威坐下 迫不及待加了一口菜 送到嘴里 也某某的一亮 哇 这味道太好了吧 李千墨淡淡道 我就说吧 廖老师厨艺 比五星大厨还好 爸爸厨艺 确实是全世界最棒的 廖恩贝也补充道 嗯 确实好 从现在开始 咱们都别说话了 努力干饭 林又威兴奋地道 顺便又加了一筷子菜 送到自己嘴里 哼 廖仁男看见 林又威这没气质的模样 不厚道地笑了 道 想吃什么随便吃 千万别客气啊 接下来 林又威聚精会神吃菜 根本都顾不上说话 尝了这盘 觉得好吃 尝了下一盘 觉得更加好吃 最后的局面是 一桌都是美味佳肴 简直吃得手忙脚乱 很快 一桌菜全部消灭光 林又威 李千墨 廖恩贝三个人 摊坐在椅子上 一副毫无抵抗力的样子 特别是林又威 他穿着素身连衣裙 可这回衣服小腹处 都被撑圆了 惹得李千墨和廖恩贝 哈哈大笑 剑都吃完了 廖仁男钻进厨房 把事先做好的水果沙拉 从冰箱里面端了出来 让大家吃了消消食 几人边吃边聊着天 廖仁男 我可以问问你 你为什么会离婚吗 你知道 毕竟你是这么的优秀 见漫漫话题聊开了 林又威 抛出一个严肃问题 廖仁男笑了笑道 聊得好好的 干嘛突然问这 文言 林又威有点尴尬 想着自己问了 不该问的问题 而廖恩贝却忍不住了 直接插话道 这个问题 我爸爸不愿意说 我可以帮他回答的 我爸爸离婚 完全坐在我妈妈 他瞧不上我的爸爸 他把我爸管得死死的 不然他看电影 玩游戏 还动不动检查他的手机 这都还可以忍受 关键是他隔三差五 莫名其妙地发脾气 就拿我爸当出气筒 后来好了 我爸不乐意了 他也没撤了 所以都是他的错 听见廖恩贝 头头是道地说了一通 林又威和李千墨 觉得又感动又好笑 林又威笑着打句道 既然你那个妈妈这么不好 那你想要找一个新妈妈吗 当然要啊 廖恩贝毫不犹豫一点点头道 毕竟我要上学 不能一直陪着爸爸 他会孤单的 而且我如果再找新妈妈 他一定要足够的优秀 要配得上我的爸爸 噗哧 李千墨和林又威 直接被廖恩贝 小大人的模样给逗笑了 那你觉得 千墨阿姨优秀不 能够配得上你的爸爸吗 林又威成绩追问道 廖恩贝看看李千墨 再扫了眼廖仁男 露出虎牙 笑着道 当然可以啊 我喜欢千墨阿姨 第五十一章 发现苏雪的手段 贝贝 我告诉过你 小孩子不要乱说话哦 廖仁男插话道 他虽然说话的语气很温柔 但说的话 却没那么温柔 其实 廖仁男觉得 李千墨确实很漂亮 但却还没到达 那种喜欢的地步 而且 他才刚刚经历一次 失败的婚姻 虽然已经从那些阴影中 走了出来 但也还没有做好 接受一段新感情的准备 听到廖仁男的说的话 廖恩贝不争气地哭了起来 小肉包子脸 立马变得通红 贝贝 哭干嘛 你爸爸不是怪你 李千墨连忙 把廖恩贝搂进怀里 林又威也在一旁安慰道 是啊 贝贝 要怪就怪阿姨 别哭哈 慢慢的 廖恩贝 哭声变小了点 最后止住了哭 后面 林又威也没再试探什么 他也摸不准廖仁男的想法 几人都是聊聊天类 电影 工作是什么的 不知不觉 便到了晚上八点半钟 李千墨和林又威 表示要回去了 廖恩贝得之不乐意了 拉着两人的手不肯松 后来两人安抚一番 并答应 下次再来聚会 廖恩贝才肯放手 林又威叫了自己公司的 专车司机来接他 顺道吧 还能够把李千墨给送回家 廖仁男把两人送上车 便自己回来了 他让廖恩贝看会 小猪佩奇 自己把厨房简单收拾一下 之后便盯着贝贝洗澡 睡觉 顺便自己也洗漱完毕 廖仁被睡着 才刚十点钟 他准备看会电影放松下 才刚刚打开电脑 手机就震动一下 他拿起手机看 是灰性语音消息 来自苏雪 廖仁男 你婚内出轨 你知错吗 从声音可以清晰地听出 苏雪说话 舌头有点打结 显然是喝酒了 廖仁男眉头一皱 回复一条 你喝醉了 瞎说什么呢 那头很快发来 我没醉 我有 你出轨的证据 我 我劝你下期节目直接退赛 不然我让你身败名裂 廖仁男摇摇头 我们现在离婚了 请你不要无理取闹 而且我参不参加节目 跟你有一丝的关系吗 那头很快回复 与其咄咄逼人 当然有关系了 你是阻挡我成功的绊脚石 先是我 然后是曾一可 后又是冯昆 现在是花泽吕 我 以及跟我有关系的人 都被你给害了 廖仁男无语地笑了声 什么时候这些人都 跟自己扯上关系了 不过 他没这个耐心分析 直接回怼道 我告诉你 让我退赛是不可能 你如果有什么证据 就尽管曝光出来吧 千万别客气 廖仁男自诩一身正气 没做过什么有被良心的事情 深正不怕影子嫌 说完这句 没等苏雪回话 廖仁男就关机了 专心去看自己的电影 转眼便到了第二天 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已经是早晨七点多钟 昨天看电影晚了点 居然给睡过头了 廖仁男赶紧叫醒贝贝 带着他穿衣洗漱 然后到小区楼下吃早餐 赶在上课开始前 把贝贝送到学校 他这才有空揣口气 刚想查看一下手机消息 发现昨晚关机还没来得及开 便连忙按下开机键 手机系统刚开始正式运行工作 灰心消息便滴滴滴的响得不停 一下就有九九家未读消息了 廖仁男点开 发现除了几条来自于苏雪外 大半都来自于曹精明和林又威 他点开曹精明对话框 仁男 你上娱乐新闻了 怎么打你电话没人接啊 这条新闻发给你 你自己看看哈 锦号头条新闻 锦号 廖仁男业会李千墨被曝光 两人交往已有一段时间 南方属于婚内出轨 锦号红字新闻 锦号 重磅 廖仁男约会李千墨录音曝光 两人已经正式同居 你怎么电话关机了 千万别想不开啊 看到消息回我一下 他再次点开林又威的灰心 他发送的消息和新闻 也都跟曹精明相差不多 快速扫了一眼 廖仁男便知道这些新闻 肯定跟苏雪昨晚说的证据有关 他当时只以为 这个女人是发酒疯 谁料 她居然是真疯 点开新闻 廖仁男想看看 到底是什么事情 看完几条新闻 廖仁男气不打一出来 原来从昨天出天来拍摄基地开始 就有一名侦探 偷偷地跟着他们 从他们到超市 去幼儿园接贝贝 再到会出租屋等 每个地方都有偷拍 而最令人可恨的是 这个新闻报道出来 居然直接当林又威不在 故意编造廖仁男 是和李千墨私会 手段太恶毒了 而当廖仁男 看到有关自己录音的那条新闻 他顿时打了个冷战 对方居然真的爆出了 他与李千墨的对话录音 还贴了一张 两人在房间里的模糊照片 断章取义 不过 但凡是谁 看到这张照片 听到录音 都会联想 两人已经同居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录音和房间照 是怎么被拍的 廖仁男眉头紧锁 突然 他注意到录音里 有段音箱准点爆食的声音 那是他为贝贝特意录制的 廖仁男瞬间豁然开朗 想到了苏雪先前 给廖恩贝寄的洋娃娃 不出意外的话 肯定是被动了手脚 想到此 廖仁男开车挡回家 找到那个洋娃娃 果然里面有个摄像机 这个摄像机 是带联网功能的 能够远程遥控 进行提取数据 看到这个东西 廖仁男一切都明白了 他给曹金明 发送一条消息道 老曹 我没事 别担心 事情我已经弄清楚了 待会就会解决的 紧接着 他给林佑娃娃 发送了类似的消息 最后 他点开李千莫聊天框 发送一条消息 千莫 不好意思啊 给你添麻烦了 不过这件事 我马上会解决的 你只管 把责任往我这边推就行 有任何问题 及时联系哈 第52章 私会事件大反转 短暂的平息下 廖仁男考虑到自己在 公关这方面 没什么经验 他还是决定 先去趟公司 找曹金明 一起商讨对策为妥 而曹金明 果然没让他失望 很快就制定出 一系列的对策 第一 委托律师事务所 发布维权声明 第二 编写澄清帖子 报名事件原委 请个娱乐大V转发 证明廖仁男清白 第三 报警备案 寻求法律援助 理清头绪之后 各单位分工协作 十多分钟后 一则维权声明 出现在网络上 南鸣娱乐 ad摩都新权律师事务所 20新号新号年6月20日 针对部分主体 在网络平台中 发布针对廖仁男先生的 不实言论 甚至 通过移花监目的方式 捏造诗实话题 引发严重负面影响的 恶意造谣事件 廖仁男先生 已委托本律师事务所 启动名誉维权诉讼程序 现已完成 而紧接着 廖仁男和曹靖明两人 也分别用各自微博账号 转载了这篇维权声明 紧号 ad廖仁男超话 明目张胆的造谣污蔑 是在挑战法律的底线 我们会持续取证 追责到底 绝不姑息 紧号 最后 就是写成亲帖子了 但这却有点让廖仁男头痛 倒不是因为帖子难写 毕竟他只需要自述出事实 由写手润色加工成文即可 令他头痛的是 如果全部说出实情 势必会把林又威拉下水 也不知道后续反响如何 而如果不提林又威 就解释不了他和李千墨 单独约会的事情 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另一边 盛雪于乐工作室 苏雪绷着脚丫 窝在旋转椅上 十公分高跟鞋随意散落在地 神情看起来非常的疲惫 虚弱 雪姐 廖仁男那边发布声明了 一名工作助理 小跑步过来道 苏雪轻柔下太阳穴 有气无力地道 拿给我看看 助理双手端着一个平板地了过去 苏雪在平板滑拉几下 消息很快就见底 便问道 就这几条 没有其他的吗 没有了 助理道 文言 苏雪冷笑一声道 他们只字不替林又威 看来也不想把事情闹大 应该是的 那雪姐 我们要做点什么呢 助理笑着问道 当然要了 我可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 苏雪斩金结铁道 稍稍思考了一下 他继续说道 立刻通知采购组 让他们买多点水军 继续加大舆论攻势 就往私会 出轨 同居这些话题上瘾 越抢眼的字眼越好 另外 多联系一些权重高的自媒体 大V 深巴一下廖仁男和李千默的黑历史 比如 李千默在节目中 肆意吹捧廖廖仁男 无底线给他爆灯 训私舞弊等 通通都给我拔出来 哼 这么多黑料 我看他们怎么洗白 助理点点头 好的 雪姐 我这就去办 半个小时后 这边 蓝鸣于乐工作室 曹经明正时刻关注着网络上 有关锦号廖仁男 李千默私会锦号超话的风评 相关的评论几乎是曾几何事增长 一条说两人同居 一条说只是师生关系 到底哪边是真的 傻呀你 当然是斗阵 锦号师生同居 锦号 廖仁男真会瓦啊 破 气得老子吐血 还我的女神李千默 李千默怎么会看上廖仁男 这个老男人的 廖仁男就是个披着羊皮的渣狼啊 这年头啥都是假的 什么忧郁男神 不过是个假人设罢了 我倒相信廖仁男是清白的 他不像是这种人 楼上先把自己内裤洗干净 再来替渣男洗白吧 越往下拖 曹经明只觉得越生气 人男 你说咱们越澄清 怎么风评越差了呢 廖仁男皱眉道 这还用想 肯定是那个疯女人 又在添油加醋了 曹经明无语道 他还真是有够狡猾的 摸准了你 不会提灵又威 所以专往这边引导风评 咱们这真算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啊 实在不行 要不你跟他谈谈 私下解决这事 和廖仁男苦笑声道 怎么私下解决 他可是要我退赛 其实我对这比赛得失 没看得那么重 只是辜负了贝贝 以及粉丝对我的期望了 还有就是李千墨 我如果这样顺从了 那不首先坑了他吗 所以我绝对不能退缩的 只是看怎样想得两全的办法 就在这时 曹经明的助理 三步并两步冲了过来 速度之快 都快没杀住 把他撞翻 貌貌实实的 什么是这么着急 曹经明小声责问一句 助理揣着粗气道 曹总 林又威那边发布消息了 是关于廖总的 哦 曹经明感觉十分惊讶 廖仁男也吃了一惊 两人接过平板看了起来 就在几分钟之前 林又威确实发布了一则消息 警号花火娱乐 警号 at李千墨 at廖仁男 大家好 我是林又威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我一直都在忙于新电影的筹备 根本无暇看娱乐新闻一眼 刚刚闲下来 通过我的同事 才知道 李千墨和廖仁男 卷进了一场舆论风波 我了解了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 只是觉得 事情非常的好笑 因为我 就是参与的当事人 而事实 与真实大相征庭 就在昨日晚 为了感谢廖仁男和李千墨两人 对我电影那些年的支持 我祖局提议 前往廖仁男家聚餐 下方有我们三人的互动 集合影照 大家可以自行查看确定真伪 而这居然被有心人士拿来利用 虚解 还引导大众 对两位优质一人恶评 我对此真的感到很无奈 和不堪其忧 特在此发布消息 陈述事实 希望还李千墨和廖仁男一个清白 很抱歉 占用大家的时间 祝你们每天都笑口常态 林又威 而在这条微博的下面 整齐附着九张高清图片 分别是林又威和李千墨一起到超市购物 以及两人在廖仁男家用餐的照片 比较用心的是 林又威还贴了超市购物小票 及三人的行动路径照片 并在照片上辟了几个字说 如果有任何的疑虑 可以前往这些地点调看监控 整个条理十分清晰 第53章 重磅 李千墨长文告白 截止到目前 这条微博下面已经有不少留言 尼玛 我差点就信了那些新闻 我就说嘛 李千墨这么多年龄绯闻 不像是会做出这事的女孩 那些造谣者真是太可恶了 这不完全就是颠倒黑白吗 建议走法律程序 廖神好样的 坚强挺住 绝不擦房 知识说出真相 有微好勇敢 弱弱地问一句 难道你们没觉得 李千墨和廖仁男 很般配的吗 很好奇 什么人会干出这么缺德的事 见此 曹金明长于一口气 对身旁廖仁男道 你说每个人想法还真不同 你看你千方百计 不想扯上林又威 人家小姑娘 自己就全部都给交代了 看他这语气和用词 一点都不介意被影响 看来你魅力够大的啊 说完 曹金明还意味深长地 拍了拍廖仁男的肩膀 廖仁男当然听懂了 白了他一眼道 你还真是吃瓜不嫌是大 就是你这种心态的人多了 巴不得娱乐圈出点什么事 弄得有理都说不清楚了 曹金明幸灾乐祸地笑了声道 谁让你掉别人胃口 好好问你跟谁一起吃饭 你硬是闭口不透露一个字 现在好了 弄得全网皆知了 这是老天惩罚你 不对我坦诚啊 得了 廖仁男举起双手 做投降撞道 以后都对你坦白 行了吧 这才对嘛 曹金明得意一笑道 事情解决 收工了 廖仁男笑笑道 辛苦 两人收起笔记本 打开会议室门 准备出去 突然框插一声响起 走在前面的曹金明 和郑冲进来的助理 直接撞了个满怀 嘴巴都快贴到一起了 曹金明抹了一把嘴唇 面带无语道 我的天 刚刚不是跟你说过一次吗 做事稳扎稳打一点 这么毛躁冲动干嘛 又不是天要他下来了 这助理听了 不但没生气 反倒满脸带笑 兴奋地道 曹董 天没有他下来 桃花运倒是冲着廖董来了 曹金明皱眉道 少卖官司 说人话 你们自己看 助理把平板递过 廖仁男顺手接过 和曹金明看起来了 上面也是一条微博长文 ID名是李谦默 内容如下 关于热搜上有关我的消息 林又威已经到明了真相 应该不需要我多说什么了 我想跟大家说些 你们不知道的事情 其实这两天的新闻 只说对了一半信息 我跟廖老师没有约会 而是我单方面喜欢他 你们没有听错 我喜欢廖仁男 早在六年之前 因为机缘巧合 我跟廖老师有过合作 他给我写了首歌 名字叫 枝子花开 从那时开始 我就对廖老师才华钦佩有加 曾想着对他坦白心声 可是却因种种原因开不了口 最后鼓起勇气时 他以心有所属 自此 我也封闭内心 从没对任何人提过这事 而一个月之前 我偶然得知廖老师离婚的消息 虽然替他感觉到难道 但同时 我内心对廖老师的 那种喜欢重新复燃 并且愈演愈烈 所以 我暂停在国外的工作 果断回国 追求自己的幸福 本来准备等时期成熟 再向廖老师袒露心声 谁料发生这两天的诋毁事件 所以我决定不再 也瞒下去了 最后 希望我的这份告白 不会给廖老师带来负担 永远爱你们的李切莫 咕噜 整条消息看完 廖仁南不禁猛吞了口口水 转过头去 果然曹精明一脸坏笑的看着自己 可以啊 你 魅力越来越大 廖仁南轻摇了下头 这丫头 他应该还没弄清楚 这条消息发出来会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吧 曹精明仍然笑着 人家小姑娘都不怕 你在这担心个什么呢 直接原地官宣得了呗 这样喷子们都得闭嘴了 哥 请李幸吃瓜好吗 廖仁南白胎眼道 事情哪有那么简单 况且 唉 说了你们也不能体会 男离婚女未婚 有啥不能体会的 曹精明笑着道 便说着 一把将廖仁南手中的平板拿过来 我来给你念念粉丝们的心声哈 说着 便滑到李切莫这条长文的评论去 现在才短短十多分钟 评论已经快达十万条 哇 姐姐好勇敢 加油追爱吧 再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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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舍不得 但是祝福你们 廖仁南好好对我的女神 不说不觉得 现在看两人的面相 挺有夫妻相的 便宜廖仁南这小子了 男才女貌 支持官宣 当然了 曹精明都是挑正面的评论念的 听着这一条又一条 廖仁南赶紧抬手制止 道 打住 打住 后续的事情就不劳您操心了 您哪里凉快 哪里去休息一下吧 廖仁南说完 便陶冶式的离开了 城南别墅区 李千默抱着枕头 盘腿坐在沙发上 心咚咚咚的直跳 而他的手机也在茶几上 不停滴滴滴的响着 不过 他却不敢去打开手机 也不敢去刷网上的娱乐新闻 因为 他不用看都知道 现在有关自己的各种话题 肯定是满天飞了 叮咚 门铃的声音响起 李千默起身去看 发现居然是林又威 便按了解锁键 给你发消息 打你电话 你怎么都不接啊 一看见李千默 林又威就抱怨道 就是不想接啊 李千默撇撇嘴道 你倒是有能耐 都找到我家来了 不来你家 怎么找你 林又威朗声回一句 想到了什么 又笑眯眯地道 千默 够勇敢啊你 昨天还左右担心 生怕别人不接受 还做不成朋友的 今天就直接告白了 而且是全网告白 厉害 说着 林又威还对着李千默 竖起大拇指 第五十四章 苏雪气炸 见林又威 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李千默有点生气 撇撇嘴道 你如果专程过来 是为了取笑我 那你成功了 舅舅请回吧 当然不是了 林又威收敛点笑容 解释道 你努力追求心爱的人 又没有爱着别人什么事 谁又没权利取笑你啊 而且你不知道 现在网上 你的粉丝和料仁南的粉丝 都是喊话 希望你们在一起 真的吗 李千默不敢相信 脸上露出一丝笑道 我现在都不敢碰手机了 当然是真的了 要不你自己看看 说着 林又威把自己的手机 做事要递给李千默 而李千默没接 反倒退后几步 还是算了 我要借一段时间的手机 林又威不动声色地笑了下 安慰李千默道 既然不想看那就别看 不过 你自己也不要太敏感了 嗯 我知道 李千默点点头 想到什么 又问 那你说 我现在该做点什么吗 我单方面 发布这条微博 都没跟料仁南提前打招呼 你说 我现在需不需要跟她联系下 文言 林又威无语地摇摇头道 看来女人不管长得多漂亮多优秀 都是会有长出恋爱脑的时候 你看你都发长文向她告白了 而且是全网深情告白 她当然也会看到了的 所以你现在什么都不用做了 给她空间和时间好好地考虑下 如果她喜欢你的话 会主动联系你的 嗯 有道理 李千默点点头 下一秒去又问 可是如果她不联系我呢 那是不是代表我没戏了 啊 这个问题把林又威也问倒了 她眼睛咕噜一转 很快变道 我觉得不至于吧 你看你哪里都完美 除非她 说着 林又威对李千默使背眼色 还伸出一根手指头弯曲了一下 你瞎比喻什么呢 李千默斥责道 料仁南她 当然不是了 哈哈 林又威坏笑了一声 轻拍了下李千默的臀部 你也知道 那你还瞎担心什么 放心吧 她会主动联系你的 看我站在玄关 都快十分钟了 就不准备邀请我进去做会吗 我还穿着高跟鞋脸 脚都有点痛了 这就是你的代客之道 进来吧 包挂在悬架上 自己挑鞋子换 李千默心不在焉地说 然后自己回到沙发 见此 林又威扁扁嘴 挂好包 换好鞋 贴着李千默一坐 把她往边上一挤 毫不客气地道 家里有吃的没 马上快中午了 我早晨没吃多少 现在肚子都饿了 有啊 那边 李千默往厨房那边一指 只见 橱柜上凌乱摆放着 几瓶牛奶和面包 餐桌上还有些水果 和坚果之类的 算了 看你这状态 中午 想在这里蹭饭 是不可能的了 林又威摇摇头道 我还是拭去点 自己提前交外卖吧 哦 好吧 李千默随口一答 林又威彻底无语了 难民于乐 料人难之身 坐在某间会议室 心情有点复杂 他的面前放着台笔记本电脑 屏幕上显示的 正是那条长文 此刻 李千默的这条长文 话题讨论量 已经上升到了 微博话题热度第一 而且还在一个 很快的速率增长着 顺带着 料人难的微博评论区 也沦陷了 不少粉丝 在他的微博下留言 喊话他给李千默 一个答复 答复 该怎么答复 料人难却食饭了难 如果同意吧 他真的不知道 跟李千默在一起 以后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 毕竟他是歌手 李千默是多方位艺人 两人都是公众人物 如果两人交往 他们的一举一动事 必会遭到种热议 被放到放大镜下看 而且 两人会很忙 工作的圈子也很复杂 更何况 他还不是独自艺人 还有一个脱油品女儿 也许 现在一切都看似很好很和谐 可两人以后 是否也会因为忙碌 或者娱乐圈工作压力 而渐渐产生隔阂 最后破碎分裂 毕竟 他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 想到此 廖任男真的没有勇气 毫无顾忌的同意 如果不同意吧 李千默年轻貌美 性格又好 还跟廖恩贝特别合拍 而且 别人还喜欢了你六年 六年 一个女人有多少个六年 如果自己错过了 可能会被所有人 骂大傻叉吧 难 这个决定真的难 至少廖任男 不知道该选择哪个 呼 廖任男深深地舒了口气 打起手机 准备干点正事 先前只顾着忙 苏雪在洋娃娃里 藏录像设备这事 还没来得及处理呢 他必须做个了解 下午三点 另一边 盛雪娱乐 苏雪办公室里 苏雪翘着二郎腿 嘴里喋喋不休地 谩骂着 花泽吕和曾一可 两人坐在对面听着 时不时地点点头 磨动下胳膊 这两人 苏雪抱怨 足足有一个多小时了 他们只感觉身上很麻 脚麻 腿麻 屁股麻 腰麻 脸麻 耳朵麻 两人内心直呼造孽啊 为什么 为什么廖任男的运气这么好 他算个什么东西 凭什么这么嘚瑟 还敢找新欢 真是个渣男 苏雪边拍桌子边骂 发泄着心中的不满 原本 他以为自己离开廖任男后 肯定是过得洋洋得意 风生水起 而廖任男呢 则会跟在他屁股后面苦苦哀求 求他回心转意之类的 到时候他就说句 你不配 狠狠一脚 把他给踹开 而谁料 现在落魄不堪的是他自己 他现在不仅事业受阻 还要遭受网络上的指责 就是李千墨发长文 跟廖任男告白后 现在全网都是催两人在一起的 有部粉丝到他微博下留言 说他是李千墨的手下败将 甚至 还有不怀好意的粉丝 扒出他的家庭出生情况 拿来跟李千墨的家世做对比 称李千墨就是真凤凰 他则是鸡窝飞出的假凤凰 这样一比较下来 不少人嘲讽他一手好牌打的稀烂 说他错过了最好的男人 这么的 想到这些苏雪火冒三丈 直接把桌上东西给掀了 框擦 花泽吕直接被苏雪 这突如其来一下 给吓得人羊马翻 哎呀 曾一可也大叫一声 连忙摸了摸自己的脸 因为桌上有很多尖锐的东西 他可不能被这些东西划到 毕竟他是女明星 也是靠脸吃饭的 第五十五章 关键字写歌 环节开启 就在这时 咚咚 敲门声响起 进来 苏雪没好气得到 敲门的是罗飞 他是圣雪娱乐的外聘法律顾问 也是苏雪的私人律师 罗飞推开门 看见满目的凌乱 仍旧是镇定自若 就像没看见这些杂乱一般 笑眯眯的打招呼道 苏总 一段时间没见了呀 你过来干嘛 有事吗 苏雪立声问道 苏雪平常心情好 还会客气的称呼人 叫谁都是你 当然了 比他未分高的除外 苏总 是有点事 罗飞也习惯了 淡定地道 文言 苏雪看了曾宜可和花晨宇一眼 两人当然懂了 打声招呼就开溜了 心想这律师来得真几时 待房门关上 罗飞才道 苏总 我刚刚收到消息 您前夫那边要起诉您 当律师的 特别是有能耐的律师 在各个层面都有资源 消息灵通得很 和苏雪觉得很好笑 两人难要起诉我 起诉我什么啊 他起诉您在玩具杨娃娃 偷装袖真录像设备 非法监控他人的隐私 苏雪狡黠一笑 我哪有偷装 那杨娃娃 本来就是送给我女儿的 我担心我女儿的安全 装个录像 看看怎么了 是他们做见不得人的事 被人发现了 还生气了 不是这样的 罗飞摇摇头道 法律师不管您 买这杨娃娃的起因 他只管事情的结果 而事情的结果是 他拍到了你前夫的隐私 并且在网络上传播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您是有一定责任的 听到这话 苏雪急了 那这样说 我还要起诉他呢 他出轨李千墨 这个总没错吧 也不是这样的 罗飞又摇摇头道 廖仁南他不算出轨 因为他跟李小姐交往时 你们已经办理离婚了 他是自由之神 苏雪听到这话 满脸不耐烦道 不是这样 不是那样 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罗飞解释说 我建议您啊 趁着这事还没有完全闹僵 您可以去跟廖仁南谈谈 道得歉什么的 毕竟一日赴七百日恩 我想他不会做得那么绝的 在法庭之下 所有事情都好说 而一旦上了法庭 那就都不好弄了 碰 没等罗飞说完 苏雪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厉声道 要我主动跟他去谈 还让我跟他道歉 没门 他要起诉我事吧 让他去起诉吧 我跟他奉陪到底 罗飞听到这话傻眼了 耐心地劝道 苏总 您不能带着情绪处理事啊 这样事情只会越闹越大的 和苏雪冷笑一声道 事情大了怎么了 我从来不怕事情到大 还有你 有没有点本事 如果这点小事都搞不定 那你等着被换吧 我 罗飞动了动嘴皮子 却不知道说什么了 接下来两三天 廖仁南以苏雪庄 设向偷拍的事情 正是联系了律师团队 准备起诉到高层法院 诉求取消苏雪 对廖恩贝的监护权和探视权 而比较遗憾的是 律师团队也给了廖仁南预判 这个诉求被法院通过的概率 总体上不到30% 毕竟 只要苏雪死咬着 是为了照顾贝贝安全 才安装的摄像头 而拍摄的录像外泄 不过是个突发意外 她自己也是不知情 就单单这条 法律就约束不了她 比较乐观的是 通过苏雪的这个行为 可以定义她不顾廖恩贝的情绪 伺一凭个人情绪掌控贝贝的行为 没做到母亲应有的责任 凭借这一点 可以取消苏雪一段时间的探视权 最后 廖仁南权衡了一下 决定采取后者方案 另一边 为了照顾李千默 林又威直接在她家住了下来 以此方便安排她的饮食起居 李千默一切也都还好 表现还算稳定 正常 而令林又威出乎意料的是 都两三天了 廖仁南居然连一个电话 甚至一条灰信消息 都没有发过来 这还是有点出乎她意料的 像李千默这么完美优质的女人 多少男人排队抢着要跪舔的 谁拥有谁 就是挖到聚宝盆了 人家却还是倒贴的 只需要点个头就可以 她居然没有任何反应 林又威觉得自己 真的看不懂这个男人了 而李千默却还比较乐观 毕竟 比起六年前的那种打击 这还是算不了什么的 只要廖仁南没有再婚 那就是代表她还有机会 所以 李千默觉得自己应该振作起来 不能用舆论 来强迫廖仁南做任何决定 不然 即使廖仁南最终选择了自己 那她也觉得 廖仁南是被迫妥协的 这不是她想要的结果 看到李千默这么能安慰自己 林又威也放心了 只能感叹 陷入恋爱的女人 智商真的是附属 再说廖仁南 其实她心里一直放不下 李千默对她告白的事情 而虽然事情摆在这里 她心中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所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而她除了纠结于这件事情外 还有就是跟廖仁南的相处了 在得知李千默告白自己爸爸时 廖仁南是非常欣喜的 想着她爸爸肯定会答应 谁料 她却是一点都不主动 这样一来 廖仁南着急了 时刻都在廖仁南耳边吹风 爸爸 千默阿姨性格这么好 不比妈妈好百倍吗 有时 廖仁北又会搜索出 李千默以前拍的节目或者广告 爸爸你好好看看 想不到千默阿姨的身材这么好啊 泽泽 错过了这村可没这妙 而对此 廖仁南要么是采用棱处理 庄总没有听到 要么就是 嗯 啊得糊弄过去 时间长了 廖仁北也没耐心了 直接赌气不理她了 看到廖仁北这模样 有那么一刻 廖仁南觉得自己 是否真的错过了 终于 几天时间过去 转眼又到了周末 魔都重名导 天籁之音 第二季第四期直播开启 大家下午好 欢迎收看由飓风地产 金大福黄金 华为人工智能 联合赞助的天籁之音 第二季第四期 熟悉的大型舞台上 和老师微笑坐着开场 与此同时 直播间弹幕区复评 来了来了 兄弟们 终于到周末了 哈哈 这期是 关键字写歌 环节 期待应 我想说 我是来颗廖仁南和李千莫CP的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一起 花花我爱你 这期一定要崛起啊 永远支持你 花花算个球 给我昆提鞋都不配 歌才是华夏乐坛的顶流 你们聊点跟节目有关的不行吗 很好奇 这期会出什么关键字 这才是最刺激的吧 直接来一个 把这些歌手都给我淘汰了 大奖我来领 楼上的别做白人梦了 你的公投 喊你去搬砖了 第56章 节目组求生欲超强 原本 天籁只是音乐综艺的一哥 而自从五天之前 李千莫全网向廖仁南告白后 节目流量是蹭蹭蹭地往上飙升 现在 直接把分类音乐拿掉 成功晋升为综艺一哥了 对此 天籁节目组一众高层 都是乐得合不拢嘴 作为廖仁南的推荐人选 天籁的总监制韩尚佑 直接被升职加薪 成了总公司经理 而何老师也被加了鸡腿 所以 介绍比赛规则也是笑名你的 大家好 本期的主题是 关键字写歌 顾名思义 由天籁节目监委 选出一个关键字 各歌手及其协助团队 按照规定进行写歌 写歌首要要求是 歌曲名和歌词内容 必须都涵盖该关键字 否则被判定为擦边 总体说起来 本期关键字写歌 与上期看图写歌规则大同小异 主要有以下几点区别 一是 创作时间由24个小时 缩减为12个小时 这将更加考验歌手能力 及其协助团队创作水平 二是 总计20位参赛歌手 只有一半能获得投票增幅 前后两名相差1%幅度 三是 本期增加了导师点评流程 每位歌手演唱完毕后 会有各位导师针对性点评 这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带动观众们理性投票 避免盲目跟票情况 另外 本环节共计20名歌手 仅有10名能够晋级 希望各位歌手 及其协助团队们抓紧机会 和老师介绍完规则 换了张提示卡片 继续道 好了 下面来介绍节目五位导师点评阵容 他们分别是 音乐教父刘焕老师 华夏歌后南英老师 殿堂级唱将王子宋老师 天才作词人灵溪老师 全能艺人李千墨老师 请大家鼓掌欢迎他们 呼啦啦啦 现场立马响起热闹的掌声 五位导师也轮流站起来 一一跟观众们打招呼 而比较特别的是 在镜头对准李千墨的时候 现场的尖叫声顿时多了好几倍 还有人大叫廖人南这个名字 这让李千墨很手足无措 他对着观众微微鞠了个躬 便慌张地坐下了 好了 接下来是介绍我们的歌手 看看他们这期请了哪些团队助手 何老师话音落下 主镜头画面一转 对准各歌手后场间 部分夺冠热门歌手 比如叶旭坤 花泽吕 扩大了协助团队阵容 其他的歌手 比如任贤棋 林志玄等 协助团队阵容 都跟上一期差不多 不过 常看节目的网友们 却发现一些不同之处 纷纷发弹幕指了出来 卧槽 怎么感觉后场是摄像头变多了 而且对脸运动摄像机也很多 是啊 观看的分屏也多了好几块 这是要把歌手们监控起来吗 还真是 这阵容堪比监控最危险囚犯了吧 哈哈 这画面好高清 昆昆脸上的粉 都给照得一清二楚 节目组这应该是怕观众说造假 所以加大了监控力度吧 此刻 正坐在总指挥室的韩尚佑 看到这些评论也是点了点头 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 就在上期看图写歌结束后 节目虽然流量提上去了 但却也收到了很多网友的差评 比如 说什么节目有剧本 很新人炒穴头 无底线造假等 毕竟 廖仁南只用一个小时 就创作出一首新歌 并且还用剩余的时间 帮人嫌奇写出了一首 高质量的伤心太平洋 这实在是超出了网友们的认知 就连韩尚佑亲眼目睹这一切的人 也都不敢相信 这是事实 所以 网络上一片质疑 那也是情有可原的 怎么解决呢 节目组经过商讨决定 唯有加强比赛透明化程度 才能够让观众没有话说 所以 第一步便增加了 后场是摄像头数 让歌手及其团队们 在观众们眼皮底下来创作 这样就没话说了吧 就在这时 介绍完各明星后场试 主画面再一转 一个奇怪的设备 出现在镜头前 这是一个大型透明圆球 在监督人员的查看下 工作人员们 把一张张写着汉字的纸 折叠后放进小球 对着镜头比个特写 然后再扔到圆球里 这些汉字 都是华夏常见的汉字 比如 有效 天 升 心 看 减 破等 何老师也解释说 这是节目组为了选关键字环节 特意请合作公司制作的挑选设备 为了规避电子作弊行为 所以直接采用人工手摇 摇动设备 也有个歌手们进行 其中 本期的关键字主题 一共有100个汉字 所以算是100选1 现在这100个汉字 已经全数装进小球 并投入到设备中 如果大家有意义 可以自行查看回放 下面开始摇起来 接着 在工作人员带领下 20位歌手一次上台 各自摇动设备几秒 镜头前 100个小球在设备中 不断滚动着 看到这一画面 弹幕再次爆炸 破 笑死劳资了 这画面真这么滑稽 看来这一期 节目组的求生欲 增加了不少 感觉这样也可以作弊 比如摇这个球的 每位明星 都合作控制力度 来摇球 就可以选出指定关键字 楼上的小脑 被驴踢过吧 这些歌手都是竞争者 还尼玛合作呢 眼见20位歌手 摇球完毕 何老师也继续主持道 好了 各歌手摇球完毕 那么大家合力 选出了哪个汉字的球呢 请开启 说着 一位身材苗条的 李仪小姐上台 弯腰把落到出口的球取出 旋转开 然后把纸张展开 所有人都摒弃名神 直直地盯着镜头 这时 微晃的镜头 也稳定下来 显示出一个新字 何老师也宣布道 好了 本期的关键字是 新 请各位歌手开始创作吧 12小时倒计时正式开始 何老师话音落下 主屏幕上闪现出一个 方方正正的 新字 与此同时 各后场间的12小时倒计时中 也都开始运行 歌手们都像得到指令一般 迅速地忙活起来 第57章 写歌这么容易 一时之间 由于歌手们登台演唱 至少要12个小时后 主舞台上 也没什么看点了 与此同时 各后场间歌手们的表现 也就成为了观众们注意的焦点 主屏幕也开始轮流播放 各后场间歌手们的动态 1号后场间 来自各国的创作大拿 正在进行着头脑风暴 叶旭坤则挺直腰板 在旁边认真地听着 时不时点点头回应 自从上次看图写字 合作后 几位音乐制作方面的魁才 也都慢慢形成了默契 他们在赛后做了反思 认为最后紧获得第二名 是因为相互协作不够 所以在这期开始前 几人就做了多次团建 就是为了培养团魂 在这一期 他们剑指第一 该后场间热度 也是名列第一 坤坤好认真啊 哥哥别太累了 虽然上次第一次撂人难 但是我还是看好叶旭坤 毕竟创作团队实力摆在这 加油坤坤 这次怎么也得第一名 感觉坤的团队氛围好了很多 看来这次真的是认真了 5号后场间 林志玄坐在会议桌前 表情有些严肃 其他几名音乐创作者 正轮流向他阐明着 各自对于关键字的创意 毕竟林志玄是艺术家 对音乐有绝对的辩识 他认同的创意 肯定能够爆火 对于这个后场间的动态 网友们也是热议纷纷 玄哥真有味啊 不愧为歌唱天花板 可不是 刚刚那位创作者 给玄哥讲的时候腿都在发抖 我觉得玄哥团队有点悬 这七笔的是创作 能唱没作品一样被淘汰 楼上的你闭嘴吧 是不是坤坤粉丝跑过来黑了 9号后场间 任贤奇 小虫 周华健 李中盛 以及张震岳几人 都在认真地创作着 他们也吸取了上期的教训 先不管歌曲质量高低如何 每人拿出一首像样的曲 然后几人再从中则优 共同出一首歌交差 毕竟可不能像上一次那么好乐 能够等到廖仁南再来帮他们 看到这一幕 弹幕术猛增 怎么感觉他们眉头 一个皱得比一个深啊 写歌这么难的吗 写歌当然难了 你以为是AOIU 哈哈 纵观献别搞得这么认真 最后还是交了白卷 扑 应该不太可能吧 再交白卷的话 他们可以组团退圈了 14号后场间 几位白皮肤老外特别抢眼 苏雪正认真地跟几人交流着 表达出他对于这首歌的诉求 花泽驴笔直站在苏雪身后 曾一可也过来援助了 正帮大家端茶地水 在上一期中 苏雪花百万走后门买题 最后却翻车了 所以这一期 她转变策略 把钱都投到增加团队实力上 苏雪有两个目标 第一是成功晋级 这样就能参加下期千万代言 如果到时能幸运拿到代言 那现在一切投入就都回本了 第二是比廖仁南名次高 或者直接将她淘汰 这样 她就能指高气扬站在廖仁南面前 讽刺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看到后场间这一幕 网友们都热烈讨论 花泽吕怎么像个门童 这样有点掉价啊 谁在苏雪面前不像门童 她可是最会抢人风头的 尼玛 苏雪也太扣了吧 连服务员都不肯请 拿我可爱的一可当免费工 怎么苏雪最近有点昭黑 到处都是黑她的言论 快去18号后场间 好精彩的 我是过来给大家报信的 18号后场间廖仁南开挂了 对啊 廖仁南好然 我先过去了 正在这时 几条异样的弹幕闪过 正在14号花泽吕后场间 观看的网友们 都是一头雾水 而这种情况 也在其他19个后场间 聊天区上演 大家纷纷出来 涌到18号后场间 看是什么状况 只见该后场间人气 已经高达580万 是其他19个后场间 人气总和还多 镜头前 廖仁南正经微坐在会议桌前 手拿着水信笔 在纸上快速写着 他身旁摆放的 12小时倒计时钟 才显示过去了5分钟 只见 廖仁南一笔一画 轻松自在 甚至连卧笔的姿态 都很松散 但是写出来的汉字 却潇洒飘逸 形如流水 做出来的各种音符 也是轻烈而又优雅 让人看得十分舒服 见此 聊天区复评 5分钟就开始创作了 廖哥是认真的吗 这字迹结构 也太好看了吧 尼玛 廖仁南一首字 真的很不错 没定功底 写不到这么好啊 兄弟们 这是书法节目吗 我是不是走错片场了 廖神牛逼 节目组的执行导演 显然注意到了这一情况 连忙从各个角度 来记录廖仁南的创作 同时也是为了堵住那些 说节目造假的喷死嘴 随着时间的进行 观众们也都看到了 廖仁南所写的歌 水星记 着迷于你眼睛 银河有迹可循 穿过时间的缝隙 他依然真实的 吸引我诡计 最为夸张的是 他是写一个分段的 五线谱音符 然后添一段歌词 如此反复的进行 丝毫没有卡顿 亲眼见到这一幕 一时间 所有观看的人都待住了 包括评委席的几位导师 现场台下的观众 后场间的各位歌手 及其协助团队 以及节目的各个工作人员 但凡看到这一幕的 都是目瞪口呆的表情 给一个关键词 动笔就来 而且边谱举边填词 什么时候 写歌变得这么容易了 第五十八章 毫无对手 简直吊打 镜头前 廖仁南认真的书写着 全然没有注意到自己 分屏聊天区有多火热 而得益于神级书法技能 廖仁南甚至都不用刻意 随手用水星笔写下的汉字 都是大气磅礴 精熟至极 就算是他自己 也都被这些字帅到 至于选择哪首歌曲 当廖仁南看到 星这个关键字时 不知是不是受到 阴谋歌神影响 他的脑海浮现出那首 水星记 要知道 在前世 水星记这首歌曲 在网络上很火 在抖音上拥有过意的点播量 受到了众多年轻男女们的喜爱 所以廖仁南相信 这首歌一定会在这个世界 大受欢迎 他对这首曲子再熟悉不过了 几乎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的 将这首曲子重新写出来 片刻后 水星记的歌词和曲谱 便呈现在了所有人面前 看到这一幕 哇 我的天啊 这就是传说中的天才吧 天籁的台下观众中 一片惊呼声响起 直播间弹幕区 也再一次炸脸 卧槽 这才过去十分钟不到 一首歌写完了 好家伙 写歌像喝茶似的 这哥们还是人吗 大开眼界 今天终于见到歌曲创作界的天花板了 南哥 别误导小年轻们 大家看到 你哥这么简单 肯定都想投身此曲创作了 牛 强都不服 就服我廖神 廖神牛逼 Plus 各后场市的歌手们 也一直在关注着 廖仁南的一举一动 这一刻 他们也都惊呆了 彻彻底底的被惊呆了 林志玄推了推后近况 苦笑道 我们创意都还没定下来 廖仁南他一首歌就写完了 要不要这么神速 任贤奇也跟小虫 纵观现几人开玩笑说 这还比什么比 简直是被吊打吗 咱们直接卷铺盖回家算了 哈哈 表情最为夸张的 要数苏雪和花泽吕了 他们本来就在心里 把廖仁南当作是敌人 而这期节目 他们也是以打压廖仁南 为目标的 可是比赛才刚刚 他们自己连歌名都没弄出来 对方就已经把整首歌写完了 这就好比是两个人参加考试 一个选择题第一道还没解出来 另一个整张卷子倒定 差距之悬殊 一目了然 一时之间 苏雪是又气愤又惊讶 在他和廖仁南离婚之前 廖仁南的作曲水平 他是知道的 以前廖仁南写一首歌 再快也需要一周的时间 遇到不顺利的时候 甚至要磨蹭一个多月 这也是他瞧不起音乐创作者的原因 挣钱速度太慢了 而且都是小钱 而现在 才短短一个月过去 廖仁南就能半小时写一首歌了 进步如此之神速 苏雪打死都不肯相信 他觉得廖仁南肯定是 通过什么方法偷提了 然后在观众们前演戏 给自己立上天才的人设 以此来博眼球吸取流量 肯定是这样的 想到此 苏雪对身旁花泽吕道 你去跟工作人员投诉下 就说廖仁南在作弊 嗯 好的 我遮救 花泽吕的话还没说完 一号后场间顿时一片哗然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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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绝对不可能 How can he do that 他是怎么做到的 叶旭坤协助团队的几位 歪果人国咆哮着 原来 他们并不认为廖仁南有这等本事 所以跟节目工作人员交涉着 表达他们心中的疑问和不满 很快 节目组监委立马出面 宣布道 刚刚查看了监控 比赛一切正常 没有任何歌手违规 如果哪个协助团队在无中声势 锁连歌手将会直接被取消参赛资格 节目组这话一出 原本不满的歌手 全都闭上了嘴巴 还计划去投诉的苏雪和花泽吕 也都是一阵透心凉 风波过后 观众们的目光再次聚焦在廖仁南身上 大家都惊讶地发现 他不知何时已经开始了 歌曲后续的加工润色 大家都摒弃名神地欣赏着廖仁南的操作 主旋律有声化 添加各种编曲 汇入和声 加工调式调性 和声肢体 曲式结构 所有的环节 全部都是廖仁南独自一人完成 而他的每一步操作 既扎实又流畅 看得屏幕前的所有人 心情舒畅无比 有一种欣赏大师创造艺术的美感 终于 在二十多分钟后 廖仁南带着耳机 听了遍制作出的成品 然后看了眼时间 露出一丝微笑 大家不用动脑都能够猜到 廖仁南完成了歌曲的制作 他这一次 比起制作阿拉斯加的海湾来说 还要快上好几分钟 哗啦啦啦 现场自发地响起热烈的鼓掌 廖神厉害 只有少数人站起来惊叫 倒不是大家并不觉得惊讶 而是大家觉得惊讶过头了 都彻底已经接受了 廖仁南天才做曲家的设定 其他的歌手们 也都一副躺平的表情 望着廖仁南 一副任他宰割的表情 因为 他们知道自己同廖仁南 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 这时 节目组的执行导演 也用对讲机相互通话 并通过耳麦告诉何老师 要做好播报信息的准备 毕竟根据节目规则 哪位歌手一首歌创作完 肯定会第一时间去锁歌 这样就能拿到第一名 获得10%的投票加成 所以何老师也拿起了话筒 就等廖仁南按下锁歌键 他就要对外宣布了 可就在这时 令众人不解的一幕又出现了 只见廖仁南 看了眼12小时倒计时期 然后 站起身来 深深揽腰 活动下筋骨 又喝了口水 再去上了个厕所 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 没几分钟 廖仁南从厕所出来 大家猜想他这下总要锁歌了吧 而他却又做回会议桌 重新拿起了水性笔 见词 所有人都是一乐 弹幕区也疯狂负平 廖仁这是要干嘛 廖仁南该不会是想让子弹飞一会 等等其他的歌手们吧 廖仁不会是想来书法消遣一下吧 毕竟高处不胜寒 毫无对手的感觉不太好 好熟悉的感觉 感觉廖仁要放大招了 下一秒 廖仁南活动了下脖子 然后抽出两张新的五线谱卡纸 开始写了起来 很快 两张卡纸歌名栏 各出现一行字 夜空中最亮的星 星轻 第五十九章 一个人的精彩表演 镜头前 廖仁南的笔法很快 丝毫不拖泥带水 很快 夜空中最亮的星 曲谱出来了 夜空中最亮的星 能否听清 那仰望的人 心底的孤独和叹息 夜空中最亮的星 能否记起 曾与我同行 消失在风里的身影 紧接着 就是创作 心情的曲谱 廖仁南也是游刃有余的 写出下面几句的词和谱 乘着风 游荡在蓝天边 一片云掉落在我面前 捏成你的形状 随风跟着我 一口一口 吃掉忧愁 整个过程 廖仁南奋笔疾疏 全神贯注 浑然不觉身旁的情况 其实 他根据这个星字 首先想到了水星记 在写完这首歌后 他见剩余时间很多 也没有什么事可做 便决定把夜空中最亮的星 和心情 这两首跟星有关的歌 也给写出来 因为这两首 也是跟星有关的 在前世爆火的高质量作品 当然了 其实他可以选择在任何一个 其他的时间段 发布这首歌 大可不必把自己搞得这么累 但情绪渲染到这里了 他就想把这两首歌 也给写出来 跟比赛一点关系都没有 然而 廖仁南心里是这样想的 可不代表别人也认为如此 此刻 看到眼前这一幕 一众歌手面面相去 满脸的不敢置信 这特么是比赛节目吗 这明明是被侮辱的节目吧 自己干嘛 要来自取其辱 评委席上的几位导师 从刘焕 纳英 王子宋 以及灵溪 每个人都是目光如炬的 看着屏幕中的廖仁南 各个难掩内心的震惊 毕竟 他们只是音乐领域 某一环节的佼佼者 可廖仁南呢 无疑是音乐全才 他们甚至都没底气 坐在这评委席上了 而还有一位导师李千默 一开始 他还估计会跟廖仁南产生绯闻 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什么的 所以 他时刻注意 不能跟廖仁南有过多接触 甚至不要被镜头拍到 两人眼神交流的画面 但此刻 他完全被廖仁南给迷住了 睁大眉眸 欣赏着这个正认真写歌的男人 心中对他的爱慕 又增添了好几分 就连天爱节目的总监志韩尚佑 此刻也一脸炙热地望着廖仁南 随便抽个题目 提笔就能创作 廖仁南 廖仁南无疑是本季节目最大的惊喜了 在他的脑中 只有两个字能来形容廖仁南 天才 因为唯有天才 才不合常理 才不能被定义 而看到廖仁南的动作 网友们也都瞬间瞄动 纷纷发弹幕 表达激动之情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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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在别打招啊 廖仁YYDS 廖仁 你们这些菜兵慢慢写 我再写一首 不两首歌 跟着廖仁不无聊 永远都有惊喜啊 不得不说 廖仁南现在这样子太帅了 我一个操汉子 都被迷倒了 看着歌名好像都不错 期待硬 长桌上 廖仁南仍然认真创作着歌曲 他这次与前两次不同 是同时两首歌曲进行 不过 这两首歌的旋律 早就深深刻在了他的心里 所以写出来也是游刃有余 只用了十多分钟 两首歌的词谱都弄好了 接着是主旋律游声化 添加各种编曲 汇入和声 加工吊式吊性 和声肢体 曲式结构 跟创作所有歌的流程一样 不过廖仁南是两首歌同时进行 就像是做流水线一般 而廖仁南做这一切 觉得简单 可现在观众们近距离看到这一幕 却是彻底的颠覆了他们的世界观 林志玄眉头拧成一团 跟团队开玩笑道 廖仁南这是嫌比赛难度不够 自己立规矩进行降维打击吗 人嫌妾也跟小虫 纵观现几人开玩笑说 咱们写不出来 就别写了吧 直接去求求仁南 给我们分一首歌吧 哈哈 先前一直叫嚣着 要挑廖仁南字的花泽吕 和叶旭坤等歌手 此刻都是缴械投降了 他们被廖仁南这气势给折服了 其他的歌手统一都是眼睛圆睁 嘴巴张大 脸上表情呆滞 很显然被廖仁南震惊得不轻 与此同时 廖仁南所在分屏的直播人器 已经高达了900万在线人数 而其他的后场室的分屏 都是人数少得可怜 这也就意味着 但凡进入到天爱节目的观众 都在观看廖仁南写歌 一边观看一边讨论 哈哈 还是廖仁会玩 大家看到廖仁南的直播热度没 感觉这档节目 成了他一个人的表演啊 瞧那些歪国老傻眼的样子 廖仁南真给我滑下人长脸啊 建议再给廖仁多点时间 直接一天写12首歌 直接出个专辑得了 有一个问题不得不说 廖仁南写歌确实很快 就是不知道质量如何啊 廖仁出品 必数精品 期待吧各位 集美们 好想拥有这样的优质男人 好像给廖仁生猴子啊 楼上的恐龙你走开吧 人家天后都已经预定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 廖仁南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 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创作里面 还真是 廖仁南从比赛开始 都没跟观众互动过 忙碌中 时间过得飞快 护廖仁南重重的输了口气 看向12小时倒计时钟 全才过去一半的时间 他看着自己做出的成品 满意的点了点头 便按下了锁歌键 与此同时 何老师的声音也在演播厅响起 恭喜廖仁南第一位锁歌 获得百分之十的投票增幅 时间还剩下六个小时零十三分钟 请其他的参赛歌手及团队 抓紧时间进行创作 其他的歌手们文言 都是看着排在第一位的廖仁南名牌 苦笑一声 然后继续埋头创作 他们都觉得情理之中 早预料到了这个结果 再说廖仁南 反正自己心中三首 跟新自有关的歌曲已经做完了 他也不准备再弄什么了 所以准备随便逛逛 看向了分屏直播 想要了解下其他歌手的状况 而他这一看 才发现所有的人 都在关注自己的动态 并且直播间都是生孩子 优质男人 天后预定等字样 瞬间廖仁南愣住了 眼睛咕噜一转 然后冲着镜头问道 呃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廖仁南这话一出口 直播间再再一次炸脸 哈哈 想不到廖神真的没注意到外部这一切 真是太可爱了 可不是 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 我反手就是一个赞 全粉了 真的被全粉了 廖神值得所有人的崇拜 廖仁南牛逼 廖仁南威武 廖仁南霸气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终于在晚上八点 十二小时倒计时 全部归零 何老师也是笑容可惧的 回到舞台中央 主持道 倒计时结束了 歌手们辛苦了 根据节目组统计 很遗憾地告诉大家 截止到目前为止 有两位歌手没有锁歌 按照拟定的规则 他们将自动被淘汰 这两位歌手分别是徐荣斌 与此同时 也恭喜剩下十八位歌手 锁歌成功 现根据锁歌所花费的时间 安排出如下的演唱顺序 第十八 廖仁南 正百分之十投票增幅 第十七 叶旭坤 正百分之九投票增幅 第十六 花泽吕 正百分之八投票增幅 第十五 林志玄 加七投票增幅 第十 袁贤齐 正百分之一投票增幅 请歌手们做好准备 依次登台表演 第六十章 令人捧富的表演 何老师话音落下 哗啦啦 全场沸腾 掌声雷动 毕竟等了这么久 现在总算可以听歌了 换作是谁都会激动的 随着比赛的进行 所有的歌手 都按照既定的顺序 依次登台开始演唱 整个赛程 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比起上期看图写歌 这七选手们的表现 更加令人捧富 有的歌手 唱着唱着 给人一种唱歌的感觉 完全没有一点的水平 自己都尴尬的唱不下去了 有些歌手 唱出的曲子 简直就是天马行空 并且 歌曲的主歌和副歌 也是格格不入 一听就知道 这首歌并没有经过精心的打磨 最终以低分收场 还有一些歌手 一首歌唱得很完整 但是在点评环节中 却被导师给否定了 因为这首歌的曲调 跟其他的歌很类似 粗俗点讲就是抄袭 所以直接被淘汰 不过这一切 都在情理之中 毕竟 关键字写歌 环节 只有12个小时创作时间 而且 对歌名和内容都有限定 不像看图写歌那样宽泛 可以让人有更多的创作空间 所以 在没有足够实力的情况下 也只能够表现出这种水平了 当然了 其中也有一些表现优异的歌手 比如 林志玄演唱了一首 星光灿烂 副歌部分如下 多少风雨才让我懂得这个世界 多少沉默才让我感到 只有你最正 才会真心为我难过 星光灿烂 穿过黑夜飞到你身边 年轻的心 带着那份悸动的心情 这首歌的曲谱 都是重归重矩 不过 在林志玄透亮的嗓音 娴熟的唱歌技巧加持下 最终拿到790份 此外 任贤奇演唱了一首 《泪心》 副歌部分如下 爱你的心 像漆黑的夜 天上数不完的星星 是我流着夜的泪 想你的脸 像洁白的月 友情人儿都已成对 任贤奇擅长唱悲伤的歌曲 这首歌就是典型的苦情歌 一首挽留心爱人的歌 让其他人来唱的话 或许会觉得脚柔躁作 但任贤奇唱的时候 却是带着浓浓的哀伤 让人情不自禁就被带入 最终 这首歌拿到805分的好成绩 时间流逝 比赛激烈地进行着 现场观众们的情绪 也在不断地攀升着 好了 再次感谢小奇哥的精彩演唱 下面有请第16号歌手花泽吕 为大家带来歌曲 《每一颗星辰》 大家鼓掌欢迎 何老师话音落下 舞台灯光一暗 聚光灯再次亮起来时 花泽吕已经站在舞台中央 只见 他身穿一件白色的祭司长袍 胸前还有数条银色锁链点缀 头顶则是带着一个王冠 与此同时 在屏幕的正中央 出现歌曲信息 歌名 《每一颗星辰》 出品 圣雪娱乐团队 紧接着 随着旋律奏起 花泽吕唱出声 一起巨飞 一起巨飞 在这里 每一颗星辰 是那么明亮而短暂 绽放过 在这个夏天 像一场梦 随着这首歌 台下一些性格开朗的人 也起身跟着扭起来 后场间 苏雪双手插胸 一脸享受的样子 显然是很满意这首歌 花大家欠 从国外请来的团队 制作水平 就是比国内的要强 一起去飞 一起去飞 看见了 曾经的疯狂 和突然又莫名的悲伤 感受了 风吹过脸庞刺痛的感觉 幸福的感觉 见粉丝们这么欢乐 花子吕更放得开了 唱得也更嗨了 姿态随意扭动 双手在驳梗处游走 待看到这一幕 观众议论纷纷 做法了 做法了 花花大法师开始发功了 尼玛 我以为这祸 这期会正常点 想不到老毛病 还是犯了 这花泽吕 不搞一点这些小动作 是不会唱歌了是吗 我只想问问 她这身衣服 有啥神美 你们是瞎吗 还一个劲的喊酷 而这些留言出来没几秒 立马有花粉出来控屏 喷子们 又来黑我花花了 你们良心不会痛吗 你们这些乡下人 懂什么 花花这是沉浸在 自己的歌曲里面 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 就是 不懂的人别评论 瞎嗲嗲什么呢 扰乱网络风气 花泽吕我爱你 华夏歌坛永远低神 不知不觉中 歌曲旋律渐渐淡出 花泽吕一首歌唱完 何老师回到舞台中间 主持道 辛苦花泽吕 为我们带来 这首好听的每一颗星辰 那么 这首歌在词曲方面 又有那些的优点和缺点呢 有请我们的五位导师进行点评 接着 镜头一转 对准了导师席位 其中 那音坐在第一位 镜头给了他特写 呃 那音轻了轻嗓子说 挺厉害的 我觉得值得一个高的分数 那音点评完 镜头顺位到刘焕 刘焕轻了轻嗓子道 我觉得旋律挺欢快 整首歌完成度也不错 就这样吧 后面的 王子宋 灵溪两位导师 也都给了好评 毕竟 这节目是全网直播 他们虽然是导师 但每个人心里都清楚 他们点评的对象是明星 要是说错话了 肯定会被对方粉丝们骂的 所以 大家都是尽量挑好话讲 至于评分的事情 就交给观众们吧 最后 只剩下李千莫点评了 他稍稍思考后 对着话筒道 嗯 我不是专业的歌手 也不会填词作曲 不过 我做一名听众 对于花子旅的演唱 有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 在唱歌的情感状态方面 我觉得做的有些不够 毕竟这是一首欢快的歌曲 应该展现出更多快乐的活力 这点我没有看到 第二 歌词丰富度有点欠缺 只是几个小的段落的循环 如果在多几个角度填词 可能传达的情绪就会更加饱满 第三 那就是舞台的表演了 我觉得 你这套服装与歌曲不大 不知道歌手是不是准备的太仓促了 应该搭配更年轻 更鲜艳的表演服的 这些就是我的观点 谢谢 第六十一章 李千莫别名李小刀 李千莫点评完 刹那间 整个演播厅 数千人 鸦雀无声 另外四名导师是一脸猛逼 难以置信的看着李千莫 这女神 真是敢讲啊 一众歌手 也都是目瞪口呆的模样 女神 要不要这么直接 这么犀利 点评得好 观众席上 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 千莫女神好样的 在第一位观众的带动下 其他观众也跟着喊出声 原本安静下来的直播聊天区 瞬间又被弹幕刷屏了 哈 李千莫真值啊 不愧为我的女神 讲得好 这个花花就是在做法 难道让我们在现代社会 还上演皇帝的新装闹剧吗 我建议给千莫女神取个小名 就叫做李小刀 哥哥哥 破 瞧花泽屡那猛逼啊 我要笑喷了 再说花泽屡 此刻 她的脸色阴沉如炭 花泽屡的演绎之路 一帆风顺 对于自己的音乐 更是有着绝对的信心 现在被人当面指出缺点 简直就是在打她的脸 而且 她垂涎于李千莫显赫家世 一直都是在暗中爱慕着她 幻想着某天逆天改命 做太子爷 现在 被自己的女神这么一痛对 那就等于是梦想原地破灭 这让她痛上加痛 这 后场间的苏雪 也是气鼓鼓的模样 脸色要多难看 有多难看 这个李千莫 是因为花泽屡 是我圣雪旗下的人 才故意刁难是吧 简直是岂有此理 以何老师的情商 自然知道 李千莫这一番点评 对她会带来多么大的影响 便赶紧原场到 多谢李千莫导师的点评 然听起来有些严厉 不过俗话说 忠言逆耳 相信李千莫老师也是 希望我们喜欢的花花 能够发挥出更好的实力 李千莫笑着点点头 何老师继续主持道 好了 老师点评环节完毕 那现在开启投票通道 请获得全线的网友们 喜欢这首 每一颗星辰的 请为花泽屡投票 另外 本投票环节 全程由魔都公正局监督 结果真实有效 获得全线网友的身份记录 也将全程存档对外公开 有疑问的朋友 可以自行查看记录 投票通道正式开启 三 二 一 请锁票 那么 这首歌能够获得多少分呢 请看大屏幕 屏幕上分数栏开始滚动 数字越滚越快 最后显示出795字样 见此 何老师播报道 恭喜花泽屡的这首 每一颗星辰 获得795分的成绩 其中包含8%的投票增幅 请花泽屡先到台下休息 观看其他的歌手表演 文言 花泽屡脸色一沉 静止走下舞台 完全没跟主持人或观众们互动 显然对这个成绩很不满意 而后场间的苏雪 也是一脸怒容 从比赛的结果来看 以花泽屡的这个分数 虽然可以进入下一轮 但他和这一轮的荣誉徽章 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那样的话 就不能获得总决赛的投票增幅 如果李千默不说那番话 在苏雪心中 花泽屡应该可以拿到900多的高分 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冲击一下第一名了 这一刻 他对李千默 恨之入骨 舞台上 节目还在继续 何老师朗声道 下面有请第17号歌手叶旭坤 为大家带来歌曲 星球颠倒 大家鼓掌欢迎 哗啦啦啦 坤粉们热烈的鼓掌 何老师笑着退到幕布后 舞台上灯光也暗淡下来 等灯光重新亮起时 叶旭坤的身影 出现在了舞台的正中央 台上已经变成了一片蓝色的海洋 那些蓝色的东西 都是由五美穿成蓝色的衣服 拼凑而成的 至于叶旭坤 他是红色T恤 配橙色吊带裤 宛如大海中的一道红光光芒 让他整个人显得格外耀眼 与此同时 在舞台剧中大屏幕上 出现歌曲信息 革命 星球颠倒 出品 拇指娱乐团队 伴随着动感的音乐 叶旭坤也唱出口 时间停止的那一秒 秒针爱上了时针在祷告 潮汐退去后 月亮引来海啸 整个星球颠倒 呜好 登上诺亚方舟 呜好了 这个世界不能停留 不想长大 只想留在童话会本里 不停涂鸦 在演唱中途环节 叶旭坤手中突然多了个篮球 他帅气的玩了几个花活 也许是吊带裤太松了 他的肩带滑掉到一半 卷得像泡面一般的秀法 随着身子舞动一弹一弹的 就像两片花瓣一般 一套花活表演完毕 叶旭坤继续唱着歌 呜好 在挣扎 失去重力 我就拼命学会飞行 呜好了 不再害怕 没有空气 那就学会制造氧气 总能飞呀飞呀 飞到你心里 舞台下 叶旭坤 你好帅啊 一个粗狂男人的声音 声嘶力竭地喊着 整个会场的人都听得到 啊 坤坤 我爱你 其他一些女粉丝 也跟着尖叫起来 节目直播间的聊天区 也被类似留言罢评 同时 也有一些理智的粉丝 表达出不同观点 哦 草特么的 尼玛 真不知道这些人 有什么好尖叫的 看来真是无脑狂欢呢 这叶旭坤 明知机你太美 是个恶俗梗 居然还拿来炒作 别有用心啊 受不了了 如果不是廖仁男还没唱歌 我都要关电脑了 廖神快登台吧 很快 歌曲旋律渐渐淡出 叶旭坤一首歌唱完 也许是因为舞动得太过激烈 叶旭坤额头上 渗出很多汗珠 辛苦了 赶紧擦一擦吧 何老师连忙递上一张手巾 叶旭坤坦然接过 没说任何话 何老师善善一笑 转身走回台中央 主持道 辛苦叶旭坤为我们带来 这首好听的星球颠倒 那么 这首歌在词曲方面 又有哪些优点或不足呢 尤其我们的五位导师进行点评 第六十二章 意外的惊喜 主镜头对准导师席位 那英敏纯想了下 然后认真道 这首歌 歌词和曲调都很欢快 舞台设计也很有创意 我觉得挺棒的 拇指团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 创作出这么一首完成度高的作品 真的是很了不起了 不愧为行业内第一 娜姐 说得好 娜音刚点评完 台下有粉丝喊道 谢谢 你们真热情 娜音摆手跟观众互动一下 暗自松了口气 镜头一转 面向刘焕 刘焕妈撒着下巴 沉吟了下道 这首星球颠倒 曲风轻快活泼 歌词也很工整 总体来说确实不错 在今天的十几首歌曲里 这是我听过最好的一首 恭喜拇指娱乐团队 你们顶住了压力 哗啦啦啦啦 一些坤粉听着刘焕老师的点评 纷纷鼓掌 紧接着 王子宋 灵溪两位导师 也都做了点评 基本上都是夸赞 奉承之类的话 毕竟 拇指是娱乐圈的风向标 地位摆在那 如果 连行业标杆都不行 那还有谁能行呢 接下来 轮到李千默点评了 当他凑近话筒那一刻 现场气氛莫名紧张起来 特别是叶旭坤的粉丝 个个都是竖起耳朵 好奇李千默会如何点评 毕竟 李千默新货绰号李小刀 谁都不知道 他是否又会说出什么犀利的话来 站在一旁的何老师 也是绷紧了神经 准备随时圆场 只见 李千默握着话筒 认真的道 我很赞同刚才其他几位导师的点评 从歌词和旋律上来说 这首歌曲是有亮点的 而且还有舞台设计 也是非常的用心 听到这话 在场的众多观众 特别是叶旭坤的粉丝 都纷纷露出了释然之色 何老师也放松了些 主持道 千默你给的评价很高 看来是真的很喜欢这首歌 文言 李千默沉吟了一下 其实 说我喜欢这首歌 这倒是谈不上 说着 他拿起面前做记录的小本子 继续道 因为以我个人的审美 比较介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 我觉得歌手其实挺阳光的 但是妆容画得过于浓重 星球颠倒 强调的是拼搏精神 如果形象阳刚一点 会更好 其次 在舞台创意方面 中间有段篮球表演 我个人觉得这个设计有点突兀 不贴合这首歌的主题 最后 这首歌的主歌和副歌之间 有一些衔接的不顺畅 节奏一开始适中 到了后面突然变很快 这会让人挺出戏的 随着李千默的话音落下 整个演播室内 一片寂静 一群叶旭坤的粉丝们 全都是哑然失色 哈哈哈哈 女神好犀烈 短暂的安静之后 有观众喊道 这一嗓子喊得很响 叶旭坤也听得清清楚楚 脸色刷的一下就绿了 看到现场的气氛 李千默也反应过来 微笑着道 当然 这些只是一点小瑕疵 毕竟只有十二个小时创作 不可能做到那么完美的 李千默此言一出 全场更加的安静了 一众坤粉 都是耸拉着个脸 明明是被安慰了 怎么开心不起来呢 后场室内的叶旭坤协助团队 每个人都像是被双打了一般 连李千默都能找出的破绽 他们作为专业制作人 当然也都听出来了 当时因为时间太过仓促 所以才没有注意到 原本以为可以蒙混过关的 谁料反倒被当着拳王指出来 他们也是有口难辨 至于 其中几位拇指娱乐高管 个个心里也不是滋味 但脸上都带着笑容 谁敢和这背景强大的小姑奶奶较真啊 万一被摄像拍到 后果将不堪摄像 见气氛的不对劲 何老师连忙接话道 千默真的听得很认真啊 还细心地做了笔记 真的是太用心了 那么 再次谢谢五位导师的点评 现在正式开启投票通道 请获得权限的网友们 喜欢这首 星球颠倒 请为叶旭坤投票 三 二 一 请锁票 那么 这首歌能够获得多少分呢 请看大屏幕 屏幕上分数栏开始滚动 数字越滚越快 个位数显示一个七字 十位数显示一个三字 叶旭坤健壮 略感失望 他大致分析出来 百位数不是九 就是八 可现场气氛都弄成这样了 还能够得到九百分吗 大概率是不可能的 不过分数没出来 叶旭坤还是心存侥幸 万一爆发了呢 屏幕上分数栏 百位数还在滚动着 越滚越慢 最后定格在数字八上 碰龙 叶旭坤看着这个分数 有一种从高空跌落地面的感觉 他垂头丧气地摇了摇头 转身离开 走向后台 恭喜叶旭坤的这首 星球颠倒 获得八百三十七分 其中包括百分之九的投票增幅 何老师手拿话筒 对着镜头宣布道 他准备单独采访叶旭坤几句 结果一扭头 看到叶旭坤已经走到幕布边 何老师暗自叹息一声 继续主持道 下面请大家 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最后一位歌手登台表演 他就是廖仁南 带来的歌曲室 说到这里 何老师突然停住了 见此 观众们都是满脸疑惑地看向舞台 直播间弹幕区也是 说啊 等留言刷屏 何老师轻松一笑道 这个真是有点惊喜啊 我们还是让廖仁南 自己来为我们介绍吧 说完便推到幕布后 舞台灯光也按下去 何老师这一下 更加让观众们弄不明白了 都是一文纷纷 而就在这时 大屏幕亮起 显示出歌曲信息 歌名 一串星星 内容 水星际 心情 夜空中最亮的星 作词 廖仁南 作曲 廖仁南 编曲 廖仁南 出品 南明娱乐 看到这一幕信息 弹幕区直接复评 卧槽 哈哈 果然是巨大的惊喜啊 是奇怪 廖神为啥写三首歌 居然是准备搞歌曲串烧 男哥还真会玩啊 歌曲创作节目 廖神直接来个串烧 这就是天花板的姿态吧 尼玛 这就是降维打击吧 就问其他歌手们服不服 廖仁南牛逼 廖仁南威武 廖仁南霸气 唱起来吧 期待硬 第六十三章 智者不入爱河 愿种重蹈覆辙 这一刻 台下的观众们是又惊又喜 而各后场间的歌手 以及协助制作人们 各个都是面面相去 那表情难以形容 好家伙 我们创作一首都难 你却直接来串烧 人比人 气死人啊 就连坐在导师席位上的刘焕 纳英 王子宋 灵溪等人 都是目瞪口袋的表情 显然 廖仁南的这个决定 让他们有些措手不及 李千墨也是睁大了美眸 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上 满是期待之色 就在这时 大屏幕画面一闪 其他汉字渐渐消失 而水星记三个字逐渐变大 最终占据了整张大荧幕 再然后 水星记三个字崩解 幻化成一段文字 在天文学中 逃逸速度表示物体 逃脱星球隐蔽的速度 水星的逃逸速度是4.435kms 但这并不意味着逃离 我愿意 也希望你吸引我归接 与此同时 天花板上的美光灯亮起 将舞台染成了一片蔚蓝 其中 最明亮的一道光束 直直射向廖仁南 他穿着红色衬衣 站在立架话筒前 整个人透着光芒 随着晨缓的钢琴奏起 廖仁南也开口唱出声 着迷于你眼睛 银河有迹可循 穿过时间的缝隙 他依然真实的 吸引我轨迹 随着廖仁南的演唱 屏幕上不断出现 汉字片旁及步手 最后两两结合在一起 组成汉字 一个一个的汉字 最后组成歌词 如此显现出来 非常有艺术感 同时 也跟这首歌的主旋律 非常契合 莫名就营造出一种 孤独落寞的氛围 这顺眼的光景 最亲密的距离 沿着你皮肤纹里 走过曲折手臂 做个梦给你 做个梦给你 等到看你银色满记 等到分不清季节更替 才敢说沉溺 在这首歌的旋律中 廖仁南大量运用了 复古的节奏和简单的钢琴 营造出浓烈的 传统灵魂乐味道 在不经意之处 又添加古典和吉他的底色 让歌曲产生出民谣的质感 最后 在廖仁南 神级歌喉 和Emo之神技能加持下 几乎是一瞬间 大家就被带入到歌里 感觉内心都被撕扯着 好好听啊 听着感觉要窒息的感觉 这歌词好精辟啊 完全就是直击人心了 不愧为廖仁南 出手就是精品 节目直播间的弹幕区 网友们相互交流着感受 而就在这个时候 廖仁南也唱出副歌 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 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直迟远近却 无法靠近的那个人 也等着和你相遇 环游的行星 怎么可以 拥有你 舞台上 廖仁南深情地唱着 神情孤独而落寞 而歌曲进行到这里 大家终于听懂 这首歌的寓意 众所周知 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 水星上没有水 是因为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行星 因为受到引力的影响 水星不停地绕着太阳公转 可不论水星如何努力 它始终无法脱离自己的轨道 也无法更靠近太阳 这是在诉说一个暗恋的故事 就像一个人暗恋另一个人 明明朝夕相处 距离很近 却无法触及对方的心 一时之间 观众都陷入悲伤之中 其中 比较感性的人 更是当场泪崩 哭得梨花带雨 而后场时的部分歌手 比如林志玄 任贤奇 以及导师席位的刘焕 拉音 李谦默等人 眼睛里也都闪着泪光 毕竟 他们都是歌手 对感情的理解 也是远超普通人 而在这个时候 歌曲进到循环 料仁南的情绪也更加饱满 要怎么探学 要多么幸运 才敢让你发觉你并不顾忌 当我还可以再跟你飞行 环游是无趣 至少可以 陪着你 这是歌曲的又一次升华 希望与对方白头偕老 但是却没有勇气去表白 而对于暗恋者来说 也许默默陪着对方 就已经感到很幸运了吧 唱到心里去了 尼玛 弹了三年 刚刚大学分手 哭惨了我 智者不入爱河 怨肿重蹈覆辙 一个月的孤单 压抑的情绪 在听到这首歌 瞬间崩溃了 一个二十岁的大男人 第一次哭到控制不住 错过就是释怀 释怀才是人生的必修课 好歌 料神牛逼plus 所有人都在弹幕区 表达着自己的心情 而现场的观众 歌手 及节目工作人员们 也都是流泪 擦干泪水 再流泪 如此一遍一遍地重复着 慢慢的 旋律全部走完 歌也结束了 但大家仍没从刚才的 悲伤情绪中走出来 还有人小声抽气着 就在这个时候 舞台灯光慢慢暗淡下去 大屏幕上闪现出 心情两个字 同时下面出现一段文字 我还记得 那年夏天 那个城市 那个海边 我骑着单车载着 穿格子裙的你 你记得吗 而等到灯光再亮起的时候 料仁南已经换成了白色衬衣 舞台风格也变得温暖了几分 另一段与前面 完全不同的旋律揍了起来 轻快而有节奏感 待到前奏走完 料仁南也唱出声 乘着风 游荡在蓝天边 一片云掉落在我面前 捏成你的形状 随风跟着我 一口一口 吃掉忧愁 载着你 仿佛载着阳光 不管到哪里 都是晴天 蝴蝶自在飞 花也飘满天 一朵一朵 因你而香 前一秒 料仁南的嗓音 还是沉着 落寞 如气如素 这一秒 料仁南的歌声 变得清澈而稚嫩 让人感觉非常的治愈 几乎是一瞬间 台下的观众们都觉得 刚才的悲伤情绪不见了 心情立马就好了起来 那种青春的美好 像似扑面来 第六十四章 夜空中最闪亮的星 主要是 这首歌的旋律节奏极强 词也非常清新 明彻 料仁南才只唱了个开头 大家就有一种被治愈的感觉 一些性格外向的观众 还有几位参赛的歌手 都情不自禁跟着舞动 几位坐在导师席上的老师 也都跟着律动的起伏 有节奏的摆动着身体 当然 这节奏 不只是古典 更是与旋律平行的 可以催化出节奏 韵律的动机线条 那是一种 让人自由自在 就像使人置身于 大自然怀抱中的美好感觉 难以用言语描述 乘着风游荡在蓝天边 载着你 仿佛载着阳光 哇 这歌太治愈 太好听了 听着就上头 不仅歌好听 料仁南笑容也治愈 心情不好 压力大的时候适合听 我要学这首歌 直播间里的观众们 纷纷发弹幕讨论着 而伴随着旋律的推进 料仁南也唱出副歌 试图让夕阳飞翔 带领你我环绕大自然 迎着风开始共动每一天 手牵手 一步两步三步四步 望着天 看星星 一颗两颗三颗四颗 连呈现 背对背 默默许下心愿 看远方的心 是否听得见 它一定实现 料仁南满怀感情地唱着 嘴角带着一丝青涩的笑容 台下的观众 也在不停地挥舞着双手 一些情侣还相互牵着手 配合着音乐的节奏摆动 大家都觉得 喧嚣的环境 复杂的社会交往 人性的污垢 全部烟消云散 变得无比的开阔 充满了阳光 充满了热情 充满了美好 一时之间 不少人又落泪了 但这一次 他们却是喜极而起 听到这首歌 我想到了我中学的画面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 怀念那是懵懂的爱情 羞羞的 甜甜的 我叫星河 他叫晴天 我们叫星青 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 这是在打贪吃蛇游戏吗 楼上的兄弟 这个接过眼 你还能搞笑 是多缺心仰 赵家辉 你在听吗 我爱你 弹幕区再一次被留言锁占满 接下来 歌曲又循环了一遍 旋律便慢慢淡下来 廖仁南握着话筒架没说话 下一秒 打在廖仁南身上的探照灯熄灭 天花板上的美光灯也按了下去 而大屏幕上显示出星星点点 其中有一颗星格外亮 不停地闪烁着 就在这时 屏幕上出现七个大字 夜空中最亮的星 与此同时 又有一行小字浮现 人生多苦难 只有精力了 才能迎来更好的明天 蜕变出更好的自己 请你时刻牢记 你就是夜空中最闪亮的那颗星 紧接着 一束光照亮廖仁南 他这次没换服装 但手中多了把吉他 众人一看 就知道廖仁南这是要边弹边唱 纷纷都是充满了期待 毕竟 他前面演唱的两首歌已经很优秀了 所有人都觉得 这首质量肯定也不会差 不过到了这一刻 大家又都迫不及待揭晓 这是首什么类型的歌 舞台上 廖仁南缓缓拨动琴弦 眼神中透着一股坚毅 前奏弹完时 他也唱出声 夜空中最亮的星 能否听清 那仰望的人 心底的孤独和叹息 夜空中最亮的星 能否记起 曾与我同行 消失在风里的身影 唱这几句歌词时 廖仁南嗓音压得很低 给人一种空灵感 就像是在每个人的耳边诉说一般 那种感觉直击人心 而观众们 也很快就从前面那首歌曲中回过神来 瞬间就沉浸在了这首歌曲之中 好听好听 太好听 边弹边唱 廖仁南真的还有才华 为什么听到这首歌 我心脏痛 眼泪也会止不住的流下来 这种心情谁又能体会 楼上的是兄弟还是吉美 你别在这里搞恐怖片 耳侧又是一首好歌 果然 廖仁南出品 必数精品啊 直播间的弹幕区 大家发表着感触 廖仁南也有节奏的弹奏吉他 唱出接下来的副歌部分 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 和会流泪的眼睛 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 越过谎言去拥抱你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 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 夜空中最亮得心 请指引我靠近你 听到这里 大家这才反应过来 终于听懂了这首歌 但每个人对这歌的理解 却又各不相同 有的人想到了爱情 对他或他深深的思念之情 有的人想到了友情 朋友就像是夜空中那些闪耀的群星 一直陪伴在我们身旁 有的人想到了亲情 当我在生活或工作遇到困难 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时 当我没有勇气去面对未来一切时 亲人就像是夜空的星星一样 给我勇气 给我拥抱世界 拥抱未来的勇气 这首歌歌词写太好了 能治愈人的音乐 有种心灵洗涤的感觉 这辈子遗憾的是 没活成父母喜欢的样子 也没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更没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 却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不过 我还有改正的机会 愿往后的眼泪 都变成奔跑中滴下来的汗水 直播间弹幕区都是正能量的流言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精神一阵 感觉自己的灵魂都在这一刻得到了净化 紧接着 伴随着歌曲一个循环 旋律慢慢淡下去 三首歌演唱完毕 舞台灯光全部亮起 廖仁南露出一丝微笑 朝着台下鞠了一躬 哗啦啦啦啦啦 全场掌声雷动 很多情绪激动的 更是直接站起来 使劲的鼓掌 第六十五章 这首歌具有一定的革命性 观众席上 有的人灿烂地笑着 有的人眼神透着一股坚毅 还有的人眼角泛着泪光 而不认识现场观众 后场室的歌手 还是导师席位上的五位老师 又或者是节目组工作人员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廖仁南身上 炙热无比 当然了 像苏雪 叶旭坤 花尘旅这几个 以廖仁南为敌的人 心里还是对他很不爽的 但是 现场的反应实在是太轰动了 他们也翻不起什么浪花 就在这时 和老师一边鼓掌 一边走上舞台 谢谢廖仁南为我们 带来歌曲串烧一串星星 真的是没首度非常好听 相信大家都得没听够吧 说着 和老师把话筒 对准台下 是的 再来一遍 观众们也都热情回应 呵 和老师也是被逗笑了 看了眼廖仁南道 现在再来一遍 应该是不可能了 不过以后 咱们多的是机会听廖仁南唱 现场咱们还是继续进行比赛的流程 请五位导师 分别点评下廖仁南的表现 镜头对准导师席位 那影想了想后道 不得不说廖仁南你真的很懂唱歌 听到这个评价 观众们自发给廖仁南鼓起掌来 那影笑了笑 待掌声停下后 继续道 要知道流行歌曲 最重要的就是像说话一样 用语气把文字给带出来 廖仁南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好 他有非常强的叙事能力 能用歌曲表达所有的情感 这点很多歌手做不到 廖仁南你真的太厉害了 那姐说得好 廖神 台下有观众大声喊着 文言 谢谢那影老师的褒奖 廖仁南一脸谦逊 他的这句客气话 让那影有点手足无措 便笑着道 没有 你当之无愧的 廖仁南笑着点下头 没有再说话 紧接着 镜头对准刘焕导师 刘焕直接竖起大拇指道 棒 真的每首歌都很棒 廖仁南这三首歌 分别用到了钢琴 大鼓 吉他几种乐器 每一种在歌曲中 都用得恰到好处 并且每一首歌的完成度 都是非常的高的 真的很难想象 这是在十二个小时内 创作出来的 哗啦啦啦啦 听到刘焕老师点评 全场掌声雷动 就在镜头即将切换到 下一个导师的时候 却是被刘焕制止了 道 呃 不好意思 我还没有讲完 哈哈哈哈 现场哄堂大笑 刘焕也跟着笑了 然后继续点评道 我最喜欢这三首歌中 夜空中最亮的星 这首歌 这首歌具有一定的革命性 从这我们可以看出廖仁南 已经不考虑到我们现在 所谓啊 什么流行风 这一类的因素 就是天马星空 我现在打算做这么个个 我就做了 其实这个是最需要 流行音乐人是有魄力的 廖仁南太棒了 给你点赞 说完 刘焕再次对廖仁南 竖起大拇指 轰隆隆隆隆 现场爆发出更加热烈的声声 所有人都用一种热切的目光 看着廖仁南 再次被他的才华所折服 毕竟 刘焕老师可是娱乐圈的 太陡级任务 能得到他这么高的评价 足以说明廖仁南的能力 谢谢刘焕老师加免 廖仁南恭敬地鞠了一躬 刘焕连忙站了起来 必定前途无量 多谢夸奖 廖仁南谦虚地道 又鞠了一躬 见状 刘焕也再次起身 回鞠一躬 撲哈哈 众人看着这一幕 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接下来 殿堂集唱将王子宋 和天才作词 任灵溪两位导师 都给了廖仁南高度的赞扬 王子宋称赞廖廖仁南 拥有宽广的嗓音 是一位难得的歌手 灵溪更是直接了当地说 廖仁南写的这几首歌词 是他见过最漂亮的词 没有之一 再接下来 就该李千墨点评了 镜头一转 李千墨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全场就已经是一片尖叫声了 廖仁南 也不知道是谁叫了一声 听到这喊声 李千墨有些不好意思 捂着粉唇笑了 看到这一幕 观众们的欢呼声更大了 直播间里的弹幕 也越来越多 大家看到没 李千墨听到廖仁南的名字 就瞬间变成小乖乖女了 由此可见 不是女神高冷 只是 你没有让女神 放下高冷的资本而已 看到李千墨这个表情 他对廖仁南 应该是爱得很深了 虽然很不情愿 但是李千墨这样的女神 就是应该配廖仁南这样的才子 我愿意主动退出 楼上的你是谁啊 后脸刷存在感吗 何老师见状 微笑着做了个手势 请大家安静一下 让我们听听李千墨的意见 李千墨诚印一下 认真的道 这三首歌 每首都很好 我都非常喜欢 说完这句话 他的脸上 已经是一片飞红 不知道接下去该说什么 而所有的观众们 都像禁止般 等待着李千墨的下一句话 李千墨证了证 有些手足无措 何老师连忙插话道 那你不以一个 非专业歌手的角度 给大家叨一叨吗 扑痴 李千墨文言 也是哑然失笑 毕竟他也觉得 自己的评论有些犀利 没想到被当成梗 止住了笑声 李千墨认真地道 作为一个非专业歌手 我认为廖仁南的三首歌 几乎是接近完美的作品 首先 廖仁南的舞台设计 非常新颖 有小心思的 因为水星际透着伤感 心情洋溢着青春 夜空中最亮的心 则表达励志 由伤感到开心 最后因释怀而升华 这几乎是我们人生 必经的过程 真的寓意很深 其次 我觉得廖仁南的声音 有一种超强的共情力 他可以穿过这把椅子 击中到我的内心深处 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然后 廖仁南歌曲的定调也非常好 使得他的音色表现得 非常的好听 动人 有魅力 所以到高音的时候 也非常的通透 辽阔 让我们听着非常的舒服 最后 这三首歌风格差别很大 但每首词都写的恰到好处 这个真的是很难做到 由此可以看得出 廖仁南驾驭文字的能力 真是达到了一定的境界 当然了 还有很多其他的优点 因为实现我就不宜展开了 文言 何老师也笑笑 总结道 看来李千墨是觉得 廖仁南写的这几首歌 是哪一哪都好 李千墨这才反应过来 翘脸一红 开个玩笑哈 何老师俏皮地道 那导师点评完毕 现在开启投票通道 请获得全线的网友们 喜欢这首一串星星的 请为廖仁南投票 三 二 一 请锁票 那么 这首歌能够获得多少分呢 请看大屏幕 第66章 见证历史的时刻 屏幕上 分数栏开始滚动 数字越轨越快 个位数显示一个零字 十位数显示一个零字 看到这一幕 观众们都都很惊讶 既然十位 各位都是零 那就要看百位数了 大家猜测 百位大概率是9 因为廖仁南唱这几首歌时 现场反响还是非常好的 如果百位数是9 那廖仁南的分数 就是900分 现在 全场最高的分数 是叶旭坤的837分 真如此 廖仁南那也是吊打他们了 大屏分数栏 百位数越轨越慢 最后 也显示出一个零字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愣住了 一轮纷纷 怎么回事 观众席上有人惊呼 直播间弹幕的网友们 也都坐不住了 尼玛 零分 节目设备出故障了吗 太尴了吧 节目编程员出来给个说法 一时之间 所有人都看向了 栏目指挥式方向 何老师通过耳麦 似乎听到了什么 应了一声 好的 然后 转头对着台下 朗声解释道 各位亲爱的观众 刚刚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 但我们的计分系统 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分数的位数设定 有点小问题 就是 我们平时比赛 只会统计三位数 不能显示出四位数的得分 现在我们的程序员 已经开始调整了 众人一听 更是一头雾水 而就在这时 只见屏幕显示区域 从三位数增加到四位 并重新显示出一个数字 1068分 轰滑一声 全场一片哗然 大家更加坐不住了 我的天 怎么会超过1000分 有人问 听到这话 有人解释说 廖仁南是有投票增幅的 他的投票总数是1100票 哦懂了 这廖仁南也太牛了吧 廖神 观众席上 很多人都惊叫了起来 而后场间的一众歌手 包括叶徐坤 花晨吕 苏雪等人 以及来自国内外的音乐制作精英 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屏幕 你妈 1086分 这也太夸张了吧 但转念一想 又觉得没什么好喷的 毕竟 廖仁南在节目中可是 发了三首原创歌曲 且每首都是精品中的精品 拿到这分数 完全就是实至名归 只是 要不要这么降维打击 不给人留一丝脸皮的吗 导师席位的几名老师 包括刘焕 拉音 王子宋 以及灵溪 也都是一点震惊 他们也相互交流几句 表达自己激动的心情 而李千墨 也是瞪大了美眸 满脸的惊喜掩饰不住 就连节目指挥室内 从总监制韩上右 到下面的工作人员 大家就像见证历史般 激动得手 都在颤抖 何老师也很激动 平复了一下心情后 主持道 恭喜廖仁南的这首 一串星星 获得1086分的好成绩 其中包含10%的投票增幅 现在18名歌手比赛全部完成 这也就意味着廖仁南 是我们这期 关键字写歌的第一名 根据节目事先的规定 廖仁南本场比赛获得第一名 将获得一个金色徽章 何老师主持着间 一个李小姐上台 用红布托盘 把金色徽章 端到了廖仁南面前 廖仁南微笑着接过 挂到了自己衬衣口带出 金色的徽章 在美光灯的照射下 十分的耀眼 何老师继续介绍着说 这个徽章 在天籁冠军之夜的比拼 将会为廖仁南 带来3%的投票增幅 由于廖仁南在 看图写歌 环节 有获得过一个金色徽章 所以现在累计获得两个徽章 也代表着廖仁南在决赛业 将有总计6%的投票增幅 再次祝贺廖仁南 哗啦啦啦啦 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此时 这一期的节目 已经到了尾声 何老师把廖仁南 请到了台中央 最后要告诉大家的是 下期就是千万代言缓解 我们将邀请八家 全球知名企业的广告策划部 前来与歌手们 磋商广告歌曲 及签订合同 那么这八家全球知名 他们分别是哪几家呢 为女性谋福利的 宝洁集团 全球举备供应的 可可乐乐集团 只生产好牛奶的 一牛集团 大自然的搬运工 农夫集团 全球游戏在线人数第一的 王者农药集团 华夏手机龙头企业 华为集团 估计网络全覆盖的 华夏移动集团 华夏新能源龙头车企 比亚地集团 听到这些企业的名字 台下的欢呼声越来越大 一众歌手们也都齐声喝彩 非常的激动 毕竟 这些都是全球知名的品牌 那代言费也是非常的可观 动辄就是大几百万 甚至上千万的 随便拿到一个 都够吃上一阵子了 关键是还能拓展名气 简直就是双赢的 看见大家都欢呼雀跃 和老师也很激动 大声主持道 那再次祝贺本期 成功晋级的十位歌手 他们分别是 廖任南 叶旭坤 花泽吕 林志炫 任贤奇 请大家热烈鼓掌 祝贺他们 咱们下期千万代言 环节再见 十分钟后 廖任南推到了后台 刚来到自己的临时休息室 便看到了 靠在门边曹精明 廖神 你可来了 曹精明笑着道 一千多分 牛啊 谦虚 廖任南笑了吓道 不是让你不要过来的吗 你怎么还是来了 等了很久了吧 不久 曹精明摇摇头道 还得亏我来了 不然这么精彩的场面 我就错过了 真的 没想到你居然能闯进 千万代言 真的是想都不敢想象啊 不过 最不可思议的是 你能一个多小时写一首歌 那些歌 是你提前写好的吗 曹精明叽叽喳喳 说个不停 乐聊任南想回答 但不知道如何说 便道 这个问题 稍后再谈啊 我先要去洗个澡了 身上的气味太香了 闻着挺怪的 曹精明连忙点头 好的 那你先去吧 好 廖任南拿好事 先准备的衣服 就往后台洗漱间走去 就在这时 他的脑海中 想起那熟悉的系统音 叮 恭喜宿主辉煌点累计 达到四百万 自动兑换四次奖品 第六十七章 那个独自美丽的李千墨呢 廖任南文言 顿时乐了 才一期节目的功夫 直接累计四百万人气 看来自己真的红了 准确说 应该是翻红 没给料任南多于反应时间 他脑中系统音继续提示着 定 奖品自动兑换成功 恭喜获得情歌之神 情歌之神 拥有此技能 宿主唱歌娓娓道来 注入心底的每一个音符 都是一抹雌性魅力 让人听了 耳朵都会怀孕 定 奖品自动兑换成功 恭喜获得饶舌之神 饶舌之神 拥有此技能 宿主音乐节奏感将倍增 同时变得伶牙俐齿 妙语莲珠 巧舌如簧 一分钟能飙一千的汉子 而且 字字发音清清楚楚 定 奖品自动兑换成功 恭喜获得摇滚之神 摇滚之神 拥有此技能 宿主能轻松转换成摇滚老炮 一开口便震撼全场 让人激情澎湃 鼓舞人心 就连古戏老人听了 都忍不住跟着摇摆 定 奖品自动兑换成功 恭喜获得民谣之神 民谣之神 拥有此技能 宿主能轻松转换成高阶文艺青年 0.01秒钟走心 唱的人泪与纷飞 唱的人如痴如醉 听到这里 廖仁南心中大喜 毕竟 在这两次的写歌环节中 面对同样的歌曲主题 他可以做出的选择 实在是太多了 还有很多更加经典的歌曲 可以契合天籁节目组主题 可他为何不选那些歌曲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暂时只觉醒了 伤感歌神 神级歌喉 这两个技能 廖仁南想要将自己的实力发挥到极致 就必须要唱偏向伤感一类的歌曲 当然 如果换成其他类型的歌曲 廖仁南同样可以发挥得很出色 但他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 要做就尽全力做到最好 不过 现在一次性觉醒了 饶蛇之神 摇滚之神 情歌之神 民谣之神 这几个技能 这样一来 他就能覆盖八成以上的曲目 以后选歌再也不用顾及 歌曲类型和风格问题了 还有 下周就是千万代言 环节 刚好这些技能都能派上用场 只能说 这些奖励简直就是 雪中送炭 不多时 简单冲了个热水走 廖仁南便从浴室出来 曹金明缠着他左问右问的 廖仁南都是打马虎眼 搪塞了过去 于是 曹金明也失去了兴致 便提出今晚聚餐 还说这场庆功宴 他已经等很久了 希望廖仁南不要推辞 然而 廖仁南却推托说 他晚上要陪廖恩贝 便将这次的庆功宴 推到了本周末 曹金明无奈 只能同意 两人又聊了几句 这才到此离开 廖仁南开车来到贝贝的幼儿园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 正好可以接小家伙放学 昨天晚上 因为要比赛的缘故 他都没有在家休息 而是让梅姨陪着贝贝 说实话到这一刻 他真的挺想贝贝的 等了几分钟 叮铃铃铃铃铃铃 伴随着一阵铃声响起 小朋友们鱼贯而出 廖仁南排在队伍的最前面 这样廖仁贝只要探出头 他就能第一时间看见 连续出来几个小朋友后 他终于看见了廖仁贝 同时廖仁贝也看到了他 爸爸 廖仁贝快速地冲过来 一把搂住廖仁南的大腿 廖仁南顺势蹲下 把廖仁贝抱了起来 Mu-a mu-a 廖仁贝亲了爸爸一口 廖仁南也会亲一口 父女俩紧紧贴在一起 哼 廖仁贝忽然别过脸去 不再理会廖仁南了 翻脸简直比翻书都要快 廖仁南温柔地问抱 哼廖仁贝又把脸别到另一边 哼 爸爸如果有错 你要告诉爸爸呀 不然爸爸怎么敢 廖仁南一番好话哄着 廖仁贝终于说出原因 爸爸 我都好几天没见到千墨阿姨 我想她了 而且 她再不来教我跳舞 我就要生疏了 听到这话 廖仁南沉默了 确实 自从那告白事件后 廖仁南就与李千墨 是不相来往的状态 已经过去快一个星期了 倒不是她不想联系李千墨了 只是不知道 以哪种状态去面对 而今天在节目中 廖仁南虽然表现很出色 但李千墨对他的点评 却是多多少少带着偏向的 这点廖仁南还是知道的 略意沉吟 廖仁南道 既然这样 那你明天晚上 让千墨阿姨过来吃饭吧 正巧我也有朋友 要过来庆祝 咱们直接举行一个爬提哈 好耶 爸爸你太好了 廖恩贝搂着廖仁南猛亲一口 眼睛笑着一刀月牙 嘻嘻 终于可以见到千墨阿姨咯 哈哈 乖宝贝 廖仁南也笑了 走 咱们回家去吧 城南别墅区 李千墨正窝在懒人沙发上 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 林又威则正做着晚餐 因为不太熟练的缘故 整个灶台是乱七八糟的 本来 林又威自己照顾自己都够强 现在还要过来照顾李千墨 其实他也是欲酷无泪 而且 连着吃了两天的外卖 他也不想碰那些东西了 所以 林又威决定 做点健康的家常菜 毕竟上次在廖仁南的家里 吃那丰盛一餐的感觉还没忘 可是他却忘了 人与人的厨艺是完全不同的 同样的一盘食材 廖仁南弄出来是美味 而在他手里 就变成现在锅里躺着的 一团快成江湖的东西 这让他有些进退两难了 终于 他还是硬着头皮 把菜给盛上了桌 千墨 过来吃晚餐了 林又威对着沙发去叫道 结果没有人回答 他走过去 看见李千墨正发着呆 林又威无语的道 早晨出去还兴高采烈 回来后就成这个样子 不就是 料人难不理你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此言一出 李千墨顿时欲哭无泪 埋怨道 不是 你懂不懂安慰人啊 林又威没好气的道 还安慰你 我还要骂你呢 你看你这样下去 都快成忘符石了 这还是以前那个 是男人如粪土 永远独自美丽的李千墨吗 都是料人难惹的货 听到这话 李千墨瞪了他一眼 道 算了 你还是别说了 越说越偏了 哎 这都什么事啊 林又威无奈的叹息一声 就在这时 滴滴两声 李千墨的手机进来消息 他拿起一看 瞬间满血复活 太好了 料人难他让我 明晚过去吃饭 真的吗 林又威有些狐疑 李千墨心情美滋滋的 当然是了 走 去吃饭吧 好吧 林又威点点头 看到桌上的菜 李千墨目瞪口呆 不是 又威 你这炒的什么菜 是人吃的吗 怎么这么吓人 林又威美好气的说道 看不上你就别吃 李千墨翻了个白眼 道 不是 你突然发什么火 谁惹你了 林又威无语道 还能是谁 猪呗 第六十八章 千锤百炼 方为人上人 转眼间 一天过去时间 李千墨别墅的主卧室里 宽敞的床上横七竖八的躺着 各式风格的名牌华丽服装 李千墨看着镜子里 梳妆打扮好的自己 有些不确定的看了眼身旁的林又威 问道 真的穿这一套吗 我怎么感觉跟平常没什么区别啊 林又威拍了拍李千墨的肩膀 吐槽道 哪里没区别了 你这样仙气飘飘 都可以去走红毯了 李千墨穷鼻微醋 对着镜中的自己 仔细端向一番 还是说道 可我确实感觉没什么改变啊 林又威闻言白了他一眼 你本身就是甜言系大美女 这个妆容和服装 就是凸显你的气质 让你的优点更加明显 如果论风格的话 那肯定变化不大 林又威一边说着 一边在手机上点开了一张照片 难道你想要这种欧美辣美风格 李千墨低头一看上面 摸着搔手弄姿的图片 顿时一脸嫌弃的道 别 我才不要呢 那不就对了 你呀 就是碰到撂人男眉自信了 你要相信这个世上 没有哪个女人比你更美了 相信我 拿出你自己该有的模样 自信一点 林又威语重心长的道 李千墨闻言有些委屈的道 可我总觉得 他看我跟看其他的女生 都是一样的深情 呵呵 林又威轻轻一笑道 正所谓千锤百炼 方为人上人 拿出你当时在国外渔圈 摸爬滚打的斗志来 总能够搞定撂人男的 李千墨眼底闪过一丝坚定 点点头道 嗯 反正这次我豁出去了 不撞南墙是不回头 林又威听此 有些感叹道 撂人男还真是祖坟冒清烟了 能让你李千墨那么清新 都硬赶着往上贴的 李千墨呲牙笑了一下 拿起柜上的包包道 不说了 我要出发了 哒哒哒 伴随着高跟鞋声响起 李千墨打开了别墅大门 林又威望着李千墨 那里男人女人都为之疯狂的曼妙背影 微微举手做拳道 加油啊 不多时 李千墨开车来到 撂人男所住的小区 因为之前来过好几次了 他轻车熟入 就找到撂人男家 呼 深吸一口气后 李千墨按下门铃 滴答 房门电子锁打开 李千墨看着屋内的景象 整个人都呆住了 嘴巴更是微微张大 怎么回事 还有其他人 不过转念一想 他也就明白了 撂人男邀请了不止他一个 与此同时 房间的几人也注意到动静 一双双眼睛齐刷刷看过来 只见 李千墨穿着一身 粉蓝相间的长裙 白皙透亮的皮肤 看起来是那么健康 乌黑的头发瀑布般 垂直的劈在肩上 脸蛋微微透着点蛋红 绝美 嗨 千墨你来了 曹精明健壮 连忙迎了上来 曹大好 李千墨微笑着道 李老师好 千墨好 其他四人也都来打招呼 你们好 李千墨汉手一一打招呼 神情有些许尴尬 就在这时 千墨阿姨 你终于来了 廖恩贝从这几人身后钻出来 牵起了李千墨的手 嗨 贝贝我好想你 李千墨蹲下身子 揉揉廖恩贝的小脸蛋 一边说着 一边将手里的东西 递给廖恩贝道 来 这个是阿姨送给你的玩具 你可以DIY做装饰手练什么的 哇 太漂亮了 我好喜欢 廖恩贝两眼放光 牵着李千墨进了房间 正好廖仁南从厨房里出来 千墨 你来了 廖恩南微笑着打招呼 廖老师 李千墨回应一声 脸上闪现出一丝羞涩 千墨 我来为你介绍一下 这两位是我工作室里的同事 廖仁南指向两个年轻女人道 说完 他又指了指 另外两位中年男人 这两位是我以前的同事 也是我的好朋友 李千墨笑着点点头 我们刚才都打过招呼了 哦 那就好 廖恩南笑着道 那你坐着吃会水果 或者跟贝贝玩一会 待会我们在天台上吃饭 如果你觉得闷或者无聊 也可以先去天台玩会 廖仁南租的这个房间是顶楼 上面还有一个大的露天天台 他是最近有空 才花时间把它给整理出来 天气好的时候可以上来乘凉 看星星 不会有那种住在商品房的爹们感 嗯 我知道了 说着 李千墨往楼梯口处走去 准备先上去看看 这时 廖仁南这才注意到 李千墨穿了一身正装 还跨着自己送的那个包包 他心中一动 换过廖恩贝 询问道 贝贝 昨天我打的消息 你是直接发给千墨阿姨的吗 当时 廖仁南为了邀请李千墨 特意编辑了一条信息 其中 包括今晚会在哪 以及如何庆祝 都有什么人参加 还问李千墨 如果介意人多 就下次再来陪廖恩贝玩等 文言 廖恩贝摇摇头道 没有 当时我把他不小心删了 我看你在洗澡 就自己随意发的 哦 好吧 廖仁南神色复杂地点点头 他现在明白了 天台上 几盏灯亮着 李千墨四处看了看 布置得还挺温馨的 靠墙处是一间新大的凉亭 下面有一张大的桌子 旁边摆着椅子及沙发 墙壁上则是艺术涂鸦 中间空地 还有一个铁制的鞦韆架 旁边有小孩子玩的挖土机 玩具车什么的 天台四周边缘处 则被花河盆栽树 所包围 闲着无聊 李千墨在沙发上坐下 刷一下手机 而没一会 一阵骚痒从脚跟处传来 他低头一看 脚上皮肤已经红了 还拢起一个小包 怎么还有蚊子 李千墨嘀咕一句 准备到楼下房间去 因为他的皮肤 对蚊子特别敏感 只要被叮咬一下 就会红一大片 而李千墨才刚站起来 嘶啦一声 他低头一看 发现裙子扯开一条口 莫名的 李千墨眼泪流了下来 本来 他从禁房那一刻开始 就已经心情不好了 先是面对生人的陌生感 后来发现穿错衣服 接着是被蚊子咬 现在裙子还被挂破了 瞬间 李千墨心情糟糕到了极点 哪怕是在最艰难的时候 他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无助过 他只是想在喜欢的人 面前表现得好一些 为什么就这么难 就在这时 千墨 廖仁南的声音在旁边响起 第69章 你喝酒 我吃饭 李千墨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 只见 廖仁南不知何时 已经站在了他的旁边 手里还拿着两瓶花露水 其中一瓶是曲纹花露水 另一瓶是这样花露水 这天台上小蚊子挺多的 廖仁南晃动曲纹水几下 开始在李千墨周围喷洒起来 待喷地面区域的时候 他的目光扫过李千墨的脚步 顿了下道 你脚背怎么都红了 是被蚊子咬了吧 擦擦这个吧 效果很好的 廖仁南一边说着 一边将这样花露水递过去 嗯好的 谢谢了 李千墨接过花露水 心头一暖 廖仁南淡淡一笑 一边喷洒曲纹水 一边说道 要不 你到贝贝的屋子里坐一会吧 一个人待在天台 也很无聊 嗯 我知道 马上就过去 李千墨点头说道 他的身子刚离开沙发 却又坐了下去 倒不是他不想起身 而是他的裙子 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只要一起身 里面的内衣就会暴露出来 但是 如果不动的话 总不能一直躲在天台 那也不是个办法 这真是一个尴尬的境地啊 旁边 李千墨的这些小动作 都被廖仁南看在眼里 六年来 他独自照顾女儿廖恩贝长大 已经养成了一副 很好的观察能力 他在李千墨身上扫了几眼 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所在 他便快速把屈纹水喷洒完 然后脱掉外套 放在李千墨身旁 漫不经心地道 你把这件衣服穿上吧 天台上面还是挺冷的 文言 李千墨心中一惊 抬头去看廖仁南 却发现他在看别处 一时之间 李千墨也搞不清楚 是廖仁南知道 他的衣服破了 还是只是个偶然 谢谢啊 李千墨接过大衣 干嘛总说谢谢啊 廖仁南笑笑道 那个 你身上穿的这套衣服 不适合在天台吃饭 我待会给你找你套衣服 放在贝贝房间的床头柜上 待会你自己过去换哈 我就先下去了 廖仁南丢下一句话 就朝楼道口走去 嗯 好的 李千墨应了一声 心里瞬间暖暖的 等了几分钟 李千墨披上外套 挡住衣服裂口处 去到贝贝房间里 床头柜上放着一套运动服 看起来非常干净 还带着一股洗衣液香味 李千墨到卫生间换上衣服 顿时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 脚上现在也不痒了 心情又没好了 就在这时 廖恩贝走进房间 笑眯眯地说道 千墨阿姨 我们来玩玩你送我的 那个DIY手练玩具吧 嗯 好啊 李千墨笑了笑道 然后 两人就开心地玩了起来 过了一会 千墨阿姨 其实我本来在做作业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过来这里吗 廖恩贝忽然在李千墨耳边低声道 李千墨正了正 道 不是你自己要玩玩具吗 难道有别的原因 不是 廖恩贝摇了摇头 一副神秘的表情道 因为我爸爸跟我说 你在房间里很无聊 所以 让我别做作业了 先过来陪你玩一会 所以我爸爸还是很喜欢你的 说到这里 廖恩贝咧嘴一笑 露出了两颗小虎牙 一脸的得意 文言 李千墨也笑了 大约半小时后 天台爬梯正式开始了 廖仁南专门为贝贝做了适合他吃的菜 还为他准备了一张独立的小餐桌 而大人们也都 围坐在餐桌前 开始庆祝起来 曹经明端起红酒杯 提道 来 咱们大家一起举杯 祝贺廖仁南通过关键字写个 环节 再拿下一成 祝贺南哥 祝贺你 仁南 其他人纷纷举起了酒杯 附和着道 廖老师 祝贺你 李千墨也忠地说道 廖仁南也端起酒杯 笑呵呵地说道 谢谢大家 今晚大家吃好喝好 千万不要客气 干杯 所有的酒杯碰到一起 举杯供应后 曹经明眼睛咕噜一转 又给自己斟了一杯 朝向着李千墨 笑着道 千墨 谢谢你今天给我们家仁南 这么高的评价 不然 他可就要被淘汰了 哪有 李千墨忍俊不惊 轻笑一声道 廖老师创作能力这么强 怎么都不可能被淘汰的 曹经明白白手道 你说的也对 但是音乐节目水深得狠 没有你的帮助 仁南不会走得这么顺的 所以必须得感谢你一杯 李千墨看了看酒杯 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拿起了杯子 两人一饮而尽 李老师 我也敬您一杯 谢谢您对南哥的关照 两人酒杯才刚放下 廖仁南的同事 也举起酒杯说 李千墨脸颊微红 正要再给自己倒酒 却被廖仁南给拦住 廖仁南轻描淡写地道 我跟你们说啊 千墨可是我今天请的贵客 而且人家还是一个女人 你们就这么欺负他的吗 边说着 廖仁南给千墨再拿了个杯子 倒了一杯苹果醋 啊 千墨 你就喝这个吧 好的 李千墨低声回答 他瞥了一眼廖仁南 翘脸瞬间更红了 看到这一幕 曹经明笑着打趣道 那既然你心疼千墨 你就替他把酒喝了呗 廖仁南满不在乎的说道 我这个人不爱喝酒 那不如这样 你喝一杯酒 我吃一碗饭 我更加爱吃米饭 哈哈 你个老六 几人都被逗笑了 不吃 李千墨也笑出了声 这时 老曹 你别禁锅着喝酒啊 桌上廖仁南的一位老同事 开口说道 廖仁南这菜做的 真的挺好吃的 你们都尝尝 真的吗 曹经明夹了一筷子 送到嘴里 瞬间眼眸一亮 嘿 还真是好吃 难怪仁南要吃米饭 我也要多吃米饭 哈哈 大家又是一阵哄笑 话都说开了 大家也都放松了些 开始敞着肚皮吃起来 实在是 廖仁南做的菜 太好吃了 众人边吃边 嘖嘖称叹 连聊天都顾及不上了 因为人多 所以不到半个小时 一桌菜就被吃得一干二净 第七十章 想不到廖仁南这么暖 不知不觉中 就到了晚上十点钟 廖仁南的几位好友 都纷纷离开了 只剩下李千默还在 见李千默脸上带着一丝醉意 廖仁南主动提出要送他回去 因为两人都喝了酒 所以并没有开车 而是让公司的司机来接他们 而李千默的车 就停在了廖仁南家小区 两人在小区楼下 安静地等着司机 气氛变得有些尴尬 瞥了一眼李千默 廖仁南觉得有必要 把那件事情说清楚 便诚恳地道 千默 那上次的事情 谢谢你替我解围啊 哦 那边 没事的 李千默一听谈到那个话题 内心瞬间紧张起来 声音也大了几分 哦 我只是说说实情而已 不想让那些媒体颠倒黑白 哦 廖仁南点了点头 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不过 你应该知道的 我情况比较特殊 所以暂时 说到这里 廖仁南欲言又止 李千默见此 故作轻松地道 我当然知道 廖老师 你也不要有压力 反正顺其自然吧 嗯 廖仁南弩弩嘴 微笑道 不过 你现在 对于我和廖恩贝 已经是很特别的人了 哦 真的吗 李千默听到这话 心跳顿时加快了几分 其实 我也挺喜欢贝贝的 他特别听话 而且非常聪明的 今天我教他玩DIY串珠 他的创造能力也很强 跟你性格挺像的 李千默随口说了一通 说到最后 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说的啥 贝贝他也很喜欢你 廖仁南笑着说了一声 并没再说话 气氛再次陷入尴尬 突然想到了什么 李千默开口问道 对了 廖老师 下气添赖的 千万代言 你有做什么准备吗 文言 廖仁南眉头一簇 没有啊 不是品牌方的广告歌曲要求 都还没有发布吗 按照节目组的规定 品牌方广告曲要求 是在节目开始前36小时发布 李千默笑笑道 这只是表面上的规定了 毕竟很多人不按规矩办事 那倒也是 廖仁南点点头 说到这里 李千默便道 那我通过内部渠道查查 收到资料了 就发给你 不用这么麻烦 我可以 廖仁南挽拒 然而 没等他说完 李千默已是开口 廖老师 你也别客气了 再客气 就是不礼貌了 这话说出口 连李千默自己都一惊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竟会跟廖仁南开起玩笑 也许是今晚 他喝了少许红酒 也许是今天跟廖仁南的相处 让两人的距离近了些 好吧 廖仁南淡淡一笑道 没过多久 公司司机就到了 因为有外人在场 所以两人并未多说什么话 待把李千默送到公寓后 廖仁南便自己打道回府 别说呢 李千默进屋后 几个房间看了看 都没看到林又威的身影 于是 就给林又威发了条灰信 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很快 林又威回了条 我刚出公司 待会就回 李千默没多想 一头扎进浴室 美滋滋的吸气澡来 没一会 他便听到了公寓门禁解锁声 猜想着林又威应该回来了 刚好洗澡完 便擦干出来 就见林又威站在浴室门口 还对着自己几眉弄眼的 咋啦 李千默一头雾水 林又威从身后拿出衣服和丝袜 正是李千默先前换下的那件连衣裙和袜子 他还把撕裂处亮出来 一副色迷你的表情道 千默 可以啊 进展够神速啊 而且 还玩得这么激烈 李千默眼睛咕噜一转 反应过来后顿时羞红着脸 咬着牙齿道 又威 你想啥呢 我这衣服和丝袜 都是被钉子勾破的 你还真是会联想 扶女 哦 那好吧 林又威闻言 整个人像泄气了般 有气无力地道 我就说 你哪有那胆呢 李千默翻了个白眼 这跟胆量有什么关系 林又威撇撇嘴道 当然有关系了 你在料人男面前 不就是缺点胆量吗 泄 李千默不懈地哼了一声 我跟你说啊 今晚的聚餐真是一波三折 说着 李千默便给林又威 讲起今晚发生的事情 当说到刚进料人男家的场景 扑吃 哈哈 林又威笑得前腹后仰 我都能想象到 你当时的囧态了 真是笑死我了 当说到料人男给他拿花露水 和送给他外套 林又威赞许地点了点头 没想到料人男平时 那么冷酷的一个人 竟然会有如此细心和温暖的一面 那你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啊 你看连料人男的外套都穿上了 关系进了一大步啊 说到最后 提起料人男说的那句 你对我和贝贝都是很特别的人 林又威一脸的无语 好家伙 千默 你还真是一个大傻妞啊 人家这算是变相告白脸 可你这回答的傻啊 我都难以想象料人男当时的尴尬了 你等着单身一辈子吧 不至于吧 李千默扁扁嘴道 而且当时我不确定他 到底是什么意思 而且我也太紧张了 都不知道要说啥 林又威美好气的道 那个时候还要你说啥 又不是搞演讲比赛的 你啥都不用说 直接往他怀里一钻 其他不就水到渠成了吗 李千默文言 恍然大悟的点了点头 瞬间感觉自己错过了几百个亿 想到什么 李千默问道 你不是也没谈过恋爱 怎么这么会啊 林又威指到气昂地道 没谈不会学吗 我之前监制的一部电影 其中的一个女主角 就是这样把男主搞到手的 文言 李千默眼睛一亮 那你发给我看看 好 林又威点点头 甜点红唇道 我们一起看吧 又想到什么重要的事情 李千默笑容可惧地道 又威 那个你有没有 天来那边的资源 能够提前弄到下期千万代言中 那些企业的广告曲要求啊 有啊 林又威毫不犹豫地答道 那我帮你弄到了 你怎么报答我呀 还要报答 李千默柳梅威促道 上次帮你客串 那些年 我可是啥要求都没提 再说你不帮我 我就去找别人了 别 我的小姑奶奶 林又威连忙求饶说 你怎么还急眼了呢 我这就安排人给你爸 李千默嘴角一扬道 这还差不多 第七十一章 这可真是亲闺女 一日 在早上六点半的时候 廖仁南自然而然醒来 因为每天七点要送贝贝上学 所以她形成了自己的生物中 不过今天是周末 贝贝不用去学校 她就不用着急了 廖仁南侧过头看了一眼 发现手机信息灯再闪 打开一看 李千默昨晚十一点多 给她发来几条灰性消息 廖老师 这份是天籁节目中 各大企业的广告要求 你可以先研究下 廖仁南动动手指 回复了条 收到 谢谢 便将文件下载下来 开始浏览 五分钟过后 廖仁南看完了资料 其实 这几个商家的广告曲要求 跟廖仁南估摸得差不多 例如比亚地集团 要求体现速度和激情 例如华夏移动 主要强调年轻一代的个性 还例如农夫集团 核心点要展现纯净和阳光 他们只是给了个主旋律 其他就交给创作者自己发挥 其实就是空头话 等于跟没说一样 所以 廖仁南觉得 真正重要的 还是在于歌曲的质量 如果一首歌足够好听和独特 这些要求 也就形同虚设了 死索片刻 廖仁南心里就有数了 便将文档关掉了 爸爸 你怎么醒得这么早啊 一旁忽然传来廖恩贝的声音 说话间 他还翻身 趴到廖仁南的小肚上 廖仁南把他头摆正 让他趴得更舒服些 当初贝贝还很小的时候 他就很享受这种感觉 说爸爸的肚子软绵绵的 现在贝贝长大了 廖仁南觉得不适合 一般都会拒绝 当然了 他偶尔也不拒绝 毕竟以后女儿长大 可能再也不会这样了 爸爸 我们今天去哪玩啊 廖仁南眯了几分钟 又睁开眼睛问 廖仁南想了想到 咱们今天去欢乐谷吧 听说那边新到了 几个好玩的项目 哦 那好吧 廖仁北点点头道 不过 我想叫千莫阿姨 一起过来玩 不行 廖仁南闻言 确实摇了摇头 昨天你们不是才见过面吗 而且 他每天都有工作要忙 他不忙的 廖仁北扁扁嘴道 千莫阿姨跟我说了 只要想他 随时可以联系他 而且 我知道你对千莫阿姨 也有好感 那你为什么不答应跟他在一起呢 听到这话 廖仁南正了正 思索片刻 他反问道 有好感就要在一起吗 有些喜欢 并不是非要走到一起不可 而是以彼此觉得最舒服的方式去相处 不要以为在一起了之后 就是最后美好的结局 这段话 廖仁南其实也是说给自己听的 可能年轻时他不明白 但现在他彻底懂了 正在这时 错 廖恩贝提高嗓门道 喜欢了 当然要在一起 不在一起的喜欢 那就是耍流氓 廖仁南愣了愣道 你是不是又玩手机 偷偷乱刷视频了 你别岔开话题 廖恩贝翻了个白眼 道 我可告诉你 喜欢千莫阿姨的人很多的 我们的体育老师就喜欢 经常刷他的视频 还有很多的女老师 也都喜欢千莫阿姨 所以 你有点危机感吗 廖仁南 不等廖仁南开口 廖恩贝又继续道 还有 如果到时候 你真没跟千莫阿姨在一起 那我就认他做干妈 我要跟他在一起 你也不用有什么意见 我不干涉你做决定 你也不能干涉我 廖恩贝噼里啪啦说了一通 完全一副小大人的模样 廖仁南 这可真是亲闺女啊 接下来两天 廖仁南处理了很多重要事情 首先 就是魔督电视台的兼职工作 他彻底跟单位解除了合作 倒不是他觉得没时间 或者报仇太低了的 而是被迫的 因为每次邻居离直播 但凡请明星嘉宾过来 进行一些互动什么的 在线观众居然都问廖仁南在做什么 还让廖仁南出一下劲的 弄得明星嘉宾非常尴尬 考虑到这一点 廖仁南觉得自己已经不适合 再做这份工作了 再者 廖仁南和曹金明商议后 决定加大对工作室的投资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现在南明发展成了一个 中等规模的娱乐公司 不仅可以应付处理日常工作事务 还有设备齐全的录音室和摄影棚 这样以后 廖仁南街拍广告 或者制作专辑 录制MV等就非常的方便 而且 以后跟别的公司谈合作 或者签约别的艺人也更加有底气些 有了这些 廖仁南就可以很方便的去拍摄广告 或者录制MV 制作专辑等 而且 以后再去找别的公司谈合作 或者拓展签约新的艺人等 也会更有底气 还有 关于苏雪违法安装监控事件 法院的仲裁已经下来了 判定取消苏雪半年探视权 对此 廖仁南虽不太满意 但也是无可奈何 只能说以后注意避免 类似的情况再发生了 不过 这也算是给苏雪一个教训了 最近这段时间里 苏雪时不时给她发消息或打电话 廖仁南全部都拒接 还拉黑了她所有联系方式 她自己放下的错 让她自己好好受着吧 最后 天籁节目组按时公布了 各大企业的广告要求 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 广告主 比亚地集团 核心产品 王朝系列新能源轿跑 演唱者性别 男女不限 歌曲风格 嘻哈 摇滚 电子 R与B 歌曲主旋律 速度 激情 勇敢 竞价 一个亿 具体要求 一 必须简短 通俗 不能出现过于晦涩词句 二 必须负载商品信息 并且要符合品牌个性 三 歌词和曲调都应该通俗浅显 一记 一唱 一流传 四 必须具有煽动性 能增加品牌效力 五 第二 广告主 华夏移动 核心产品 动感地带 演唱者性别 男女不限 歌曲风格 嘻哈 摇滚 电子 R与B 歌曲主旋律 青春 张扬 个性 竞价 9000万 具体要求 同上 略 第三 广告主 华为集团 核心产品 P70系列手机 演唱者性别 男女不限 歌曲风格 流行 电子 R与B 歌曲主旋律 梦想 竞价 7000万 具体要求 同上 略 第四 广告主 王者集团 核心产品 王者农药 演唱者性别 男女不限 歌曲风格 流行 嘻哈 摇滚 电子 R与B 歌曲主旋律 团结 坚韧 不服输 竞价 6000万 具体要求 同上 略 第五 广告主 农夫集团 核心产品 墨牙全系列 演唱者性别 男女不限 歌曲风格 流行 电子 R与B 歌曲主旋律 纯净 阳光 自然 竞价 5000万 具体要求 同上 略 第六 广告主 一牛集团 核心产品 一牛酸酸乳 演唱者性别 女 歌曲风格 流行 电子 R与B 歌曲主旋律 青春 纯真 个性 竞价 3000万 具体要求 同上 略 第七 广告主 可可乐乐集团 核心产品 雪达系列 演唱者性别 男女不限 歌曲风格 流行 嘻哈 摇滚 电子 R与B 歌曲主旋律 激情 时尚 潮流 竞价 三千万 具体要求 同上 略 第八 广告主 宝洁集团 核心产品 七彩空间 系列 演唱者性别 男女不限 歌曲风格 流行 电子 R与B 歌曲主旋律 清爽 快乐 竞价 两千万 具体要求 同上 略 第七十二章 千万代言 环节正式开启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 廖仁南对外界 基本处于封闭状态 除了照顾好廖恩贝之外 他都是 在忙于歌曲创作 同时梳理头脑中跟下期 千万代言 有关的歌曲 曹经明曾经不止一次 向他提出过 是否需要请音乐制作人 协助团队的 但全都被他言辞拒绝了 毕竟在辞取创作这一块 他对自己有绝对的信心 而廖仁南觉得 唯一不确定的因素 那就是 商家广告代言 会被内定 毕竟每个广告 都是上千万级别的 那些人可不会轻易 让一个普通人拿到手 果不其然 在比赛即将开始的前一天 李千默给他传来了一条 关于天籁代言的重要内情 其中两条信息 第一 关于比亚地集团的广告曲 比亚地方具有决定权的高层 已经私下与拇指娱乐达成了协议 将由拇指娱乐叶旭坤 来代言这个广告 并且 后续还会有一系列的广告合作 代价是 拇指娱乐必须私底下 做出30%的广告费降额 而且不能让外界知道 毕竟 叶旭坤是目前华夏娱乐圈 势头最猛的小鲜肉了 比亚地方对拇指娱乐的能力 也很有信心 而且 两家之前也有过合作 所以非常的重义 比亚地此举明摆着是 名 力 流量 我都要 而拇指娱乐方面对这要求 是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几乎是跪舔的态度 现在连歌都录制好了 就差等着上节目官宣 当然了 这是资本与资本之间的交易 叶旭坤在中间 就是充当工具人的角色 第二 关于华夏移动的广告曲 华夏移动方目前与盛雪娱乐 有非常强烈的合作欲望 自从千万代言 环节正式开启后 苏雪带领着花泽吕 曾姨可等 自己工作室的小鲜肉和女艺人 几乎花费了所有的精力 在攻关华夏移动广告部团队 那几乎是没日没夜 对这些 一众广告部的高层们讨好 各个方面的好处都给到足 功夫不负有心人 苏雪几乎达到了自己的愿望 现在 虽然华夏移动的高层没有拍板 但华夏移动广告部的几位高层 几乎是默认了这个合作 毕竟 广告部的这几位高层有决策权 他们稍微动动手指倾斜一下 这件事情也是八九不离十了 介于此 现在明面上有八家广告商 排除一家需要女性歌手演唱的 廖仁南能和他们公平竞争的 其实仅仅只有五家而已 其中还包括保洁的 女性七彩空间广告 这就是现实 所以 李千莫建议廖仁南把主要精力 放在可可乐乐农夫集团两家的代言上 毕竟 这两个广告标价稍低 竞争会没那么大 相对而言得标率较高 对于 李千莫提的这个建议 廖仁南表达了感谢 但是没有明确表态 是否会按照这做 毕竟他从来都不按套路出牌 终于 三天时间过去 转眼又到了周末 魔都重明导 天籁之音 第二季第五期直播开启 大家上午好 欢迎收看由飓风地产 金大福黄金 华为人工智能 联合赞助的天籁之音 第二季第五期节目 本季主题是 千万代言 八家全球知名企业广告策划部将 在节目中 与十位歌手磋商广告歌曲 及签订合同 歌手级观众们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熟悉的大型舞台上 和老师激情澎湃 坐着开场 与此同时 直播间弹幕区复评 啊 终于等到 千万代言 环节了 期待 个人觉得 千万代言 是节目最刺激环节 这无异于真刀真枪的一场厮杀 我想说 我是来颗料仁南和李千莫CP的 他们到底在一起没 哈 记得上季冠军一神 拿下五千万代言费 其他歌手都羡慕得眼红了 对啊 我也记得 有位没拿到代言的歌手 直接累撒舞台 太搞笑了 我是新来的 上季最高 才五千万代言费嘛 这期可是都翻倍了 不得不说 节目组资源越来越强 这些企业也是越来越大手笔 目测 这期比亚帝的一个亿代言 非我家叶旭坤莫属了 因为只有我家坤坤 有着高贵的气质 那我家花花 就拿华夏一栋的代言吧 倒不是够不着那一个亿 主要是看不上比亚帝垃圾车 你嘛 刚开始 你们就护黑了吗 嘿嘿 这些流量爱斗就好了 扯上品牌方干嘛 别人招谁惹谁了吗 一群荡精都闭嘴 老子只是来听歌的 看着这超高的热度 和老师也是笑容满面 继续主持道 根据节目既定规则 十位歌手 都有竞争八家企业广告的权利 不过最后 能够拿到该企业代言的 将有且只有一位歌手 本期的千万代言环节 总共持续五天四十个小时 为满五天提前确定广告曲的 商家 歌手双方正式签订合作合同 提前结束这一环节 而满五天 仍未确定广告曲的 投歌权利将自动锁定 由品牌方在现有竞品中择有选择 其中 品牌方有绝对的选择权 决定挑选哪位歌手参赛歌曲 另外 依次进行排列 竞技名额为六名 如果出现广告代言金额相同的歌手 将依据网络人纪值高低 进行二次排名 听到这一系列规则 网友们也都一轮纷纷 卧槽 这规则好不公平啊 对啊 那不是谁都愿意挑选 名气比较高的歌手吗 这就是现实啊 在资本面前 谁都得低头 感觉廖仁南这次有点悬 不会一个代言都拿不到吧 尼玛 那按照这个竞赛模式 廖仁南资源这么有限 真的很有可能被踢出局了 嘻嘻 各位香巴佬傻眼了吧 要说高逼格 还得是我昆昆 楼上傻鸟闭嘴 如果昆昆本期夺冠 劳资第一个砸电脑 保持中立 全新大乱杀 期待硬 第73章 十位歌手红毯秀 就在众人议润纷纷时 何老师总算是介绍完了 千万代言环节的规则 他换了一张提示卡 继续主持道 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晋级的 十位歌手走红毯登场 依据上期节目结束后 网络人计投票的排名顺序 他们分别是 第一位歌手 廖仁南先生 随着何老师话音落下 镜头猛地一转 对准歌手席位区 就在这时 廖仁南从正门走了进来 步伐轻松地踏在红毯上 还冲着镜头摆了白手 他穿着蓝色衬衣和黑色衬裤 整个人显得非常的沉稳 在上一期的节目中 他不但拿到当期节目冠军 连随后的网络人计投票 也获得了最多的票数 这令他十分的欣慰 廖仁 当廖仁南走到红毯正中间 台下有观众高声喊道 直播间里 也清一色都是廖仁 南哥 廖冠军等弹幕 走到歌手席位 廖仁南再次大方地 跟观众们挥了挥手 然后才落座 有请第二位歌手 叶旭坤先生 待廖仁南坐下后 和老师卡点播报 被念到名字 叶旭坤不急不慢地 插都从正门进来 他依旧是背带裤配泡面头 不过他这次背带裤颜色偏亮 头发也是一早陷染的 感觉自己状态特别好 当走到红毯正中间 叶旭坤用左手食指在嘴唇上 比划出一个虚的手势 还对着镜头wink一下放了个垫 然后又把手挪到腰腹部 比划了一个爱心的手势 一套动作如行云流水 惹得现场的女坤粉尖叫连连 都差点去压昏过去 而直播间的网友们 更是疯狂发着弹幕 啊 我低骂 好帅 叶旭坤 我爱你 我坤最时尚 太特么帅了 与此同时 也有很多网友吐槽 你骂 哦 操 谁仇字让我没顾虑 我去教他做人 我只是来听廖神唱歌的 为什么让我看到这一幕 坤坤 你的篮球掉了 叶旭坤走到歌手席位 坐在了第二个座位上 不懈地瞟了廖人难以 自从出道开始 他是一路高光 到哪都是焦点 打榜都是第一 而这一次网络人气投票 他竟然只拿到了第二名 这让他很是不爽 不过 叶旭坤所在的经纪公司 已经跟迪阿D达成协议 内定了这一个亿的广告 他已经开始在想象 当这个消息公布出来 这在场的一众平民歌手 当然也包括身旁的廖人难 会是何等的震惊和羡慕 想到自己马上就能出一口恶气 叶旭坤的嘴角勾起一抹阴险的笑意 有请第三位歌手 花泽吕先生 何老师继续卡点播报 话音落下 花泽吕身穿丁夹克 脚踩牛仔靴 单手插兜走上红毯 他胸前的几圈心状项链 和颈部的十字标纹身印记 显得非常的有个性 其实这几天 花泽吕频繁被苏雪叫出去应酬 他感觉非常的疲惫 身心早就已经透支了 令他感到安慰的是 付出终有回报 他最终获得了广告主的沉默 所以 尽管现在很累 当面对镜头的时候 花泽吕还是努力的笑着 因为他知道 这样的笑容 会让人觉得很稚嫩 果然 花泽们看到这一幕 顿时激动不已 花花好帅 帅炸了 做花泽吕的歌迷 不要太幸福了 宝贝怎么这么憔悴 是最近练歌太辛苦了吗 爱他 粉他 超值得 与此同时 也有很多网友吐槽 卧槽 什么玩意 尼玛 真理解不了这茁壮 纯兔了 评论区还一帮叫粉的 长见识了 为什么有种想上台抽他的冲动 楼上的哥们 抽人犯法 淡定啊 花泽吕走完红地毯后 在歌手席第三位坐下 他还对叶旭坤笑了下 不过被无视了 花泽吕撇了撇嘴 拿起一瓶打广告的牛奶 悠哉地喝起来 有请第四位歌手 任贤奇先生 任贤奇是白衬衣配黑西裤 打扮得非常的商务 连连对着镜头左右挥手 穿得好正式啊 小齐哥 一身正气 齐哥能够晋级 我已心满意足 冠不冠军无所谓 齐哥 加油 争取搞一个代言 网友们也一轮纷纷 有请第五位歌手 林志玄先生 林志玄穿着一件格子衬衫 看起来非常的普通 当走到红毯中央 他把后镜矿往上推了推 微微摆手跟观众打招呼 真是低调的艺术家啊 林志玄穿表情有些拘谨啊 就像走错了片场 他太努力 太热爱 太优秀 网友们都随意发表着自己的看法 随着时间推移 何老师有条不紊地 引导着歌手们走红毯 就在这时 带上一位歌手落座 何老师朗声播报道 有请第九位歌手 关闭局女士 伴随着一阵热烈的掌声 关闭局从正门走进来 他穿着一件抹胸连衣裙 展现出风雨的好身材 鸣嘴微笑着跟观众们打招呼 菊姐 你真的好美 咦 菊姐是不是牙齿矫正了 感觉嘴部变化有点大 碧局 自信点 你是最棒的 期待你的表现 待关闭局落座后 何老师拿着话筒道 有请最后一位歌手 王兴林女士 哗啦啦啦 现场自发响起热烈的掌声 王兴林身穿一身黄色套装 从正门优雅地走了出来 当走到红毯正中间 他踮起一只脚 两手笔小猩猩 露出妩媚的表情 惹得现场的男粉丝们 一阵躁动 其中 王兴林今年24岁 出道已经四年了 唱的歌曲大多为催泪情歌 在天籁节目中 他演唱歌曲得分 一直起起伏伏地 徘徊在被淘汰的边缘 不过 一路乘风破浪 他熬到了今天 总算是拨开云目间月明 所以 他还是非常开心的 也十分享受这个舞台 好看的 王兴林 崔秦教主 私下反差好大 乖乖小工具 你不要太迷人了 老婆你又皮了 网友们疯狂发弹幕交流着 因为后续剧情需要 新加了两位女性歌手 希望你们不会觉得突兀 后续千万代言 环节全程高能 保证爽翻天 请读者大佬们别错过 第74章 争取代言又不是靠抢的 就在这时 何老师微微侧身 对着另一个镜头 继续主持道 好了 十位歌手都已入座 那下面 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广告主 请看大屏幕 这间巨大屏幕一闪 出现几间大的会谈室 里面各作着数名营销策划师 这些会谈室都是透明的 也是为了方便节目拍摄 而这些营销策划师 都穿着职业正装 显得十分的专业和干联 能来这里参加节目的 要么是掌权 要么有实力 都是这些企业中的佼佼者 他们分别是比亚地集团 银策代表 华夏移动银策代表 华为集团银策代表 何老师念着广告主的名字 镜头也各自给了他们特写 因为这个大屏幕 是通过网络在线连接的 所以双方都是 能够看到对方的实时动态 所以当被念到公司名字时 这一众银策代表都站了起来 笑容满面地对着镜头打招呼 看到屏幕前这一幕 网友们都发着弹幕 感觉这些营销策划师派头好足 当金主就是有底气 华夏移动这几个年纪太大了吧 有两个一看就贴了假发片 扑 宝洁集团这画面好搞笑 装饰粉粉嫩嫩的 只有一个男代表坐在那 求他的心里阴影面积 所以这样一对比就知道 哪家公司压力大了 则思虚谨慎 难道大伙没注意到 王者农药的银策部 居然让电竞美女主播苏大爷来了 这是要捧他出道吗 楼上的兄弟 你搞错目标了吧 一个小网红能跟明星比 提鞋都不配 此刻 八家广告主全部介绍完毕 何老师转过身 看向十位参赛歌手 朗生宣布道 那么现在 请各位歌手做好准备 拿出你们最好的歌曲作品 与自己契合的银策代表商掐吧 哗啦 现场立马热闹起来 原本还端端正正 坐着的几位歌手 突然就跟屁股上了弹簧似的 一溜烟的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各自朝着自己心仪的 广告主会议室走去 而像王心灵 关闭局这样的女艺人 则是迫不及待的跑了过去 这一幕也引起了不少网友的讨论 哗 都这么激动干嘛 争取广告代言又不是靠抢的 哗 催泪教主太搞笑了 跟他的人设反差好大 这样一笔 还是昆昆和花花吻呢 一看都单手插兜 不紧不慢的 头可断 发型不能乱 血可溜 造型不能糾 尼玛 那些吹昆昆 花花吻的 没看到我男哥吗 还淡定坐着眉起来呢 没错 正如有的网友所言 廖任男仍淡定的 坐在歌手席位上 因为这些代言广告曲的要求 都是提前三天就对外公布了 所以十位歌手都是做了功课的 每位歌手会竞选哪几个代言 也都是提前做了充分的讨论 廖任男当然也不出外 不过 他只在背曲上做了功课 根本就没考虑人际关系什么的 至于选择代言的先后顺序 廖任男坚信 这就像做试卷一样 由简到难 从前到后 就肯定是没得错了 但是 他首先排除七彩空间的广告 除了觉得一个歌手 代言卫生棉广告 不太好之外 他对代言费2000万这个数字 也有点抵触 另外 一牛酸酸乳限定广告曲演唱者是女性 廖任男自然而然也排除 所以 他毫不犹豫选择 可可乐乐公司作为第一个目标 见其他歌手都动身了 廖任男不急不忙地站起身来 朝着可可乐乐会谈室走去 当他来到会谈室 看到叶旭坤 任贤奇和林志炫等也在 一共有五位歌手来竞选 显然 他们也是这么考量的 王兴林和关闭局两人 则去了隔壁一牛集团 毕竟 这家公司广告曲限定女歌手来演唱 相对而言 他们都有二分之一的身份 那概率 还是相当大的 而花泽吕 则是直接去了七彩空间会谈室 谁也不知道 他是脚踏实地 还是单纯对这家公司产品感兴趣 此刻 可可乐乐集团会谈室内 这个公司的几名营销策划师都正经微作者 其中一共有五人 为首的是两个中年人 一男一女 男的约莫五十岁 名叫颜鹏 他外貌长得挺普通的 但留着小胡须 长头发 穿着打扮也非常时尚 女的约莫四十岁 名叫黄如晴 他是一头短发 画着精致的妆容 颇有几分知性之美 会议桌前 见自家公司广告代言如此抢手 两位银策主管也是有些受宠若惊 谢谢大家这么捧场 期待有机会跟你们合作 黄如晴赶紧起身 与几人打了个招呼 希望有机会跟贵公司合作 任贤其连忙说道 林志炫也学着他的话 打了个招呼 料任男子起身 跟两人眼神交汇了下 一脸平静的道 期待合作 而叶旭坤却是 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既不说话 也没什么肢体动作 仍旧稳稳地坐在会谈桌前 不知是在耍酷 还是在走神 直播间网友看到这一幕 纷纷发表着自己的看法 卧槽 叶旭坤好不礼貌啊 是啊 太拽了 搞不清自己定位吗 这样一比较 还是老一人有素质 这跟年龄有什么关系 我料神不也很年轻 寒养高得很 又黑我昆昆 踩死你们这些蚂蚁 蚂蚁啊嘿 简单闲聊了几句 黄如晴也进入正题 道 相信大家也提前了解了 我们公司的广告曲要求 如果你们觉得自己 作品符合条件的话 请将歌曲demo 拿给颜总监看一看 黄如晴一边说 一边指了指颜鹏 颜鹏是公司银策的音乐总监 在音乐方面 有一定的专业背景知识 而黄如晴 则是公司银策部门中 偏商务接洽 谈判方面的 颜鹏文言 对着几人点了下头 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 那就先听我的吧 任贤旗率先道 第75章 这小鲜肉太飘了 说话间 任贤旗拿出U盘 起身递了过去 颜鹏笑着接过 插进笔记本卡槽 然后带上强降噪耳机 并打开音频播放软件 这套设备是栏目组 为这些广告方准备的 专门用来监听歌曲的 当然了 电脑所播的歌曲内容 观众们是听不到的 毕竟这些歌手们拿出来的 都是还未发布的原创歌曲 如果没被这家公司选中 那完全可以再投下架 而就算在所有的公司都没中标 那也可以去其他平台上发布 一点都不受影响 此外 这些监听歌曲的人员 也都签有保密协议 如果有人故意泄露这些歌 那么无论是其个人 还是所属公司 都会受到严格的惩罚 一切准备就绪 颜鹏点击播放键 开始听起demo来 他眉头紧锁着 神情十分的专注 当劲到副歌高潮部分 还微微点头打着拍子 一旁的人嫌奇看到这一幕 心中也是一景 望向颜鹏的目光中充满了期待 同时 他想从对方的表情中 看出一些端倪来 而其他等待的歌手 也都是一脸的紧张 之前他们在电视里也看到过 天籁的千万代言缓解 那时候他们只是单纯的 觉得很刺激 很过瘾而已 但现在身为竞选的当事人 他们却感觉到了一种莫大的压力 几分钟后 颜鹏听完整个demo 取下了降噪耳机 颜老师 你觉得怎么样 任贤奇焦急地问 颜鹏眼珠转动了下道 总体来说还不错 但也有一些小瑕疵 任贤奇点点头道 那行 我调整调整 再来竞选 文言 小七哥 就是颜鹏迟疑了下 才继续说道 实际上 你这哥的曲风 跟我们想要的广告曲 也有一些偏差的 颜鹏之所以直言不讳 也是为了不让任贤奇浪费精力 因为任贤奇这首demo 属于江湖侠客风格 而可可乐乐要求以激情为主旋律 所以 两者差距还是太大了 根本不是调整一下的问题 此刻 颜鹏的这一段话 如一盆冰水淋在任贤奇身上 任贤奇愣了下 玄机点了点头 哦 明白了 抱歉啊 颜鹏一脸歉意 任贤奇苦笑道 没关系 看到直播镜头前这一幕 网友们也纷纷坐不住了 卧槽 感觉齐哥好失落的样子 肯定失落了 这打击力度 无异于高考指得了250分吧 心疼齐哥 不过这就是现实 尼玛 选个广告曲而已 要不要这么严格 楼上的嘴炮哥 你这么有能力 你来 这时 黄如晴在旁边提醒道 谁还有意愿的 让严总监继续听吧 林志玄见状把自己U盘递了过去 道 听听我这个demo吧 看看是不是你们需要的 严鹏起身接过来 没一会就戴着耳机 听了起来 眼神有点飘忽不定 几分钟后 他摘下耳机 怎么样 行吗 林志玄满怀期待地问道 严鹏搓着手道 这首歌的质量挺高的 但就是 说到这里 严鹏停住了 林志玄将眼镜往上一推 笑着道 严总监尽管点评 没关系的 这也是双向选择 谁都不能抢求的 文言 严鹏点点头 继续说道 就是总体上还行 但还是差了点感觉 那 要不这个我戴定吧 行啊 我接受 林志玄故作轻松地道 严鹏如是重负地道 谢谢您的理解 没事 林志玄道 看到这一幕 留言区负评 二杀 玄哥这样的艺术家 也被刷了 不理解啊 人家是戴定好吗 而且 玄广道曲 又不是保艺术 天王都有可能被刷的 胆绝颜总监求生欲很强啊 说话小心翼翼的 可不是吗 当这剑歌官压力挺大的 这么多明星的粉丝 看着 那有请下一位歌手吧 黄如晴微笑着说道 不等其他人回答 叶旭坤连忙起身 先听我的吧 我还有急事 说完 他将幽盘放在桌子上 往盐棚的方向一推 脸上带着一丝高傲 幽盘滑到一半停下了 严鹏 只得起身把他够过来 然后插进笔记 醋没认真听起来 叶旭坤则坐在椅子上 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死死盯着严鹏 想要从他的脸上 看出一些端倪 坐在这等了十多分钟 叶旭坤心里早就不爽了 如果 不是现场直播 他都想发飙了 三分钟后 歌曲听完 严鹏摘下耳机道 跟林老师的歌一样 质量很高 但是差点感觉 我可以 选主提取 真的有点太扣细节了吧 没等严鹏话说完 叶旭坤直接打断道 你一直在说感觉 但感觉是什么东西呢 根本就是看不见摸不着吗 算了 我觉得 你们不懂欣赏我的歌 这个代言 我不想竞选了 叶老师 你误会了 黄如晴尴尬的笑了笑 连忙解释道 其实严总监没有 贬低你哥的意思 对此 叶旭坤不屑一顾 直接起身 自行把优盘拔出 离开了会谈室 看到直播间这一幕 昆粉们都不淡定了 昆昆生气了 后果很严重 卧槽 这言什么总监 评委怎么这么差 对啊 好作品都欣赏不了 还来着丢人现眼 人肉他 骂死他 也有部分网友 持相反的意见 尼玛 叶旭坤这态度 太目中无人了吧 要不要这么拽 以为是自己家呢 这娃太飘了 迟早被交做人 看着叶旭坤离开的背影 严鹏无奈地叹了口气 叶旭坤居然拿一首全英文歌 来争取在华出售产品的代言 这他敢通过吗 通过了回去不得 被公司高管群殴 而且叶旭坤这歌 也不合广告曲要求 单通俗浅显 一记 一唱 一流传这条要求 就过不了 严鹏看待叶旭坤是当红明星 对他的点评 已经是够保留了 谁知 这还惹得他怒气冲冲 只不过 歌曲只有严鹏一个人听了 他甚至人诉苦都没地儿 希望大家有事 坐下来好好谈 黄如晴笑着打圆场 说道 毕竟选对公司有利的广告曲 是我和严总监的本职工作 这不是我们个人能够决定的 所以请大家都体谅我们下 文言 任贤奇 林志玄 廖仁南 及其他两位歌手 都点了点头 短暂交流后 继续见别歌 接下来 严鹏又听了两位歌手准备的demo 他都没有明确表态 只是说会择优挑选 瞟了眼在座的几人 黄如晴笑着说道 那现在就只剩下廖仁南的demo没听了吧 是的 这是我的歌曲 廖仁南把优盘递了过去 严鹏接过优盘 插进笔记本卡槽 然后干搓了把脸 揉了揉耳廓 其实听了这么久的歌 严鹏都感觉耳朵有点麻木了 关键是 这些歌都千篇一律 没有什么让他耳目一新的 有的甚至根本不符合广告曲基本要求 这让他挺头疼的 振作了下精神 严鹏点击播放键 开始听廖仁南的歌 刚听到歌曲开头旋律 严鹏腰步一挺 立马坐直了些 而待听到歌词后 他则是眼神猛的一亮 再听到副歌部分 和严鹏惊讶地笑出了声 第76章 一个小时锁歌 要不要这么卷 这个时候 直播主镜头 是完全对准严鹏的 所以 严鹏的表情 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眼间的人会注意到 他原本紧锁的双眉 此刻已完全舒展开来 并且 嘴角浮现出一抹浅浅的笑容 脖子更是有规律的动作 俨然是跟着音乐 在打着节拍 看到镜头前这一幕 直播间弹幕也猛增 卧槽 严总监DNA动了 是啊 感觉严鹏好享受的表情 那料人男这首歌 应该很炸 尼玛 你们男粉高兴什么呢 也许别人说是很烂呢 楼上的沙雕 如果听到很烂的歌你还笑 那是有多闹残 嗯哇 好吃 我只是一位普通的吃瓜群众 要知道 直播间的观众 虽然听不到歌曲内容 但却能听到几人对话 还能够看到 歌手及剑歌官们的表情 所以 能从这些来做出一些判断 会谈室内 黄如晴刚才一直跟 在座的几位歌手客套 此刻看到大家的反应 他才注意到 严鹏的异样 而这个时候 严鹏已经听完歌 并摘下了耳机 怎么样 严总监 黄如晴好奇地问道 严鹏点点头 微笑着道 质量很高 主旋律齐合度也很高 说完 他在黄如晴耳边轻声道 这首就是我想要的 严鹏的声音不大 但同在一张桌上 对面的人贤旗 林志玄 廖仁南 以及另外两名歌手 却是听得清清楚楚 几个人的表情 瞬间变得很复杂 反观 廖仁南 依旧是一脸平静 黄如晴文言 微微一震 问道 你确定吗 非常确定 严鹏斩钉截铁地说道 我觉得可以直接宣布了 就是这首歌了 真的非常合适 黄如晴见严鹏一脸喜色 也很是开心 不过 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商洽 做事风格属于稳重型 并不会洗心余色 而且 他不知严鹏说的确定 到底是有多大的程度 考虑到这两点 黄如晴觉得 还是得稳妥点 便小声提议道 这才开场四十分钟 不如再等一会儿 毕竟是高达三千万的代言 他也不好就此妄下定论 另外 他还想等一下其他歌手 比如还未来参选的花泽旅 也许能找到更合适的广告歌曲 严鹏点了点头 凑到黄如晴的耳边道 那行吧 毕竟官宣广告曲等事宜 主要归黄如晴管理 他主要负责挑选歌曲 想到什么 严鹏侧过身 对廖仁南问道 廖老师 你最擅长的是什么曲风啊 嫩古典 流行 嘻哈 R与B等 都有涉略的 完全随性吧 廖仁南笑着回复道 严鹏点点头 赞赏道 那你是全才啊 什么类型的歌都能写 不敢当 你褒奖了 廖仁南谦虚道 两人便闲聊起来 看到这一幕 网友们热议 严鹏应该是确定 选廖仁南的歌了 看他对廖仁南多欣赏 楼上的是男粉吧 这就开始一赢了 咋便聊天节目了 怎么没人来竞选了 花泽吕快来参选可可乐乐 就差你一个人没投歌了 此刻 从各会谈室的分评 可以看到花泽吕还在七度空间 跟几个女人有说有笑着 不知不觉中 过去十分钟 林志玄笑着道 那你们聊会 我去其他几家看看 好的 林老师您请便 谢谢知识 黄如晴连忙客气道 嗯 再聊 林志玄摆摆手便出了会谈室 由于二十多分钟前 任贤其知道自己歌曲风格不合适 早就另投别家了 于是会谈室里就只有廖仁南 及另外两名歌手了 又过去五分钟 你们聊会吧 我们也去转转 另外两名歌手一起说 好啊 谢谢你们知识 黄如晴微笑着道 最后 会谈室里只剩廖仁南一个歌手了 欠词 严鹏有些尴尬 朝黄如晴使了个眼色 压低声音道 还等什么呢 就这一首吧 我相信张董一定也会喜欢 这首广告曲的 他口中的张董 指的就是可乐乐华夏分公司总负责人 严鹏想了想 又补充道 这真的是一首很新颖的广告曲 也很符合现在的时尚流行趋势 一定能让我们的产品销量大增 而且 这一个小时就签了代言 这得是多大的新闻啊 到时候上个热搜啥的 不也等于是变相打广告吗 比你花个几百万 效果不好多了 严鹏在黄如晴耳边 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一副心急如焚的模样 好吧 那就依你的 黄如晴终于被说动了 文言 严鹏一喜 道 那我操作了 黄如晴给点头 操作吧 严鹏起身 在靠墙的一块电脑液晶屏上 先选择撂人男的名字 然后点击广告曲锁定按键 当当当的一声 一道电子播报音在整个演播厅响起 恭喜可乐乐集团锁歌成功 其中获得竞选的歌手是廖仁男先生 一时之间 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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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场的男粉都兴奋了 并热烈地欢呼起来 正在七彩空间会谈室 跟几个女人聊天的花泽吕 此刻是彻底的猛圈了 他准备稍微再聊一会 就过来和可乐乐投标的 可尼玛 一个小时不到 就锁歌了 一个小时啊 要不要这么卷 而且 得标者还是廖仁男 卧槽 这对他来说 是双重打击 花泽吕都不敢想象 待会要如何面对苏雪 一顿骂 肯定是免不了了 其他几位 刚刚投过标的歌手 包括任贤奇 林志玄等 则是有些失落 虽然 他们已经预知了结果 但还是挺觉得难受的 同时也有些羡慕廖仁男 而现场的几位导师观察员 包括拉音 刘焕 王子宋 林熙等人 都是面面相去 显得十分的震惊 通过前几期的节目 他们知道 廖仁男极其擅长原创 是个很有才华的音乐人 截止到目前为止 写出了最长的电影 夜空中最亮的星 等高质量流行曲 不过 会写流行歌曲的人 不一定能够做广告曲 因为这是不同的领域 更何况 廖仁男所写的歌曲 都是偏向情歌方面的 而广告曲最讲究 利用文化元素 所以他们没觉得 廖仁男有什么优势 但现在 事实证明他们错了 此刻 几人都很好奇 廖仁男到底是创作了什么歌 第77章 广告曲外放 全场欢呼 再说李千墨 此刻 他也是震惊无比 两只白皙的嫩手紧紧攥着 一双美目瞪的滚圆 一脸惊喜交加的模样 因为他很清楚 廖仁男没有提前打关系 这在千万代言环节 其实是特别忌讳的 毕竟 选择哪首歌 是这些剑歌诗说了算 如果花点钱钱 能够拿下一个代言 那也是值得的 更何况 你不去打关系 而别人会去 那起点就不一样了 因此李千墨在知道 廖仁男根本没做任何小动作时 也是为他捏了一把冷汗 不过此刻 李千墨是喜出望外 玄起的心也终于放下了 而在这个时候 弹幕也炸开锅 卧槽 廖仁男第一个锁歌 太牛逼了吧 我廖神果然非同反响 才过去一个小时 三千万代言就到手了 廖神牛逼 廖神威武 廖神霸气 膜拜廖神 别喊口号了 我只是奇怪 到底是啥个 与此同时 天籁节目组 也挺意外的 尤其是韩尚佑 更是睁大了眼睛 一半洗一半惊 他高兴的是 毕竟广告主所歌 那就意味着合作达成 这对天籁节目来说 无疑是一种肯定 如此好口碑相传 以后来参加节目的广告主 不就越来越多吗 他惊讶的是 一个小时 代言就谈成了 这又彻底打破了记录 而且 居然又是廖仁南 天才 妥妥的天才啊 赶紧通知何老师 要上台主持了 韩尚佑突然想起一件事 通过对讲机提醒道 毕竟 刚才的播报是电子触发 后续的主持 还是要由主持人来做的 何老师明显有些措手不及 匆忙整了整自己的仪表 然后就直接出镜了 并通过视讯 连线会谈室 主持道 恭喜可可乐乐代表团 找到了众意的广告曲 同时也祝贺廖仁南先生 成功拿下三千万的代言 哗啦啦 全场掌声雷动 廖仁南也站起身来 分别与严鹏 黄如勤两位总监 一一握手 然后三人也极有默契 一起朝着镜头招了招手 何老师也是一脸笑容 主持道 再次祝贺两方合作成功 稍后节目组会安排 两方签署相关合作协议 另外 按照节目的安排 现有一件事情 需要严鹏 黄如勤两位总监 做出相关的决定 那就是 贵公司的这首广告曲 是否选择对外播放 如果贵公司选择外放的话 将会获得抖音公司旗下所有平台 一个月的广告免费宣传期 需要说明的是 商家选定了广告曲 有的会选择外放 也有的会选择保密 选择保密的商家 一般会等到新产品上市时 在发布会上进行播放 进而引发焦点话题 而抖音公司推出这个政策 也是为了吸引广告主 尽量在节目中外放广告曲 如此一来 天籁也能吸引更多的观众 演播听 听到和老师所说的话 外放 观众席上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连观察团的几位导师 包括拉音 刘焕 王子宋 灵溪几人 也是化身为热心观众 跟着兴奋的喊着 一时之间 严鹏 黄如晴两人也陷入了思考 你有什么意见 黄如晴歪着脑袋 问严鹏道 严鹏微笑着道 反正我们公司 近期没有新品上 那就直接外放呗 毕竟 广告曲的本质 就是为了宣传 没有必要藏着掖着的 还不如直接把热度给吵起来 到时候 热搜第一第二 都是我们的 黄如晴便点头 便对着话筒道 何老师 我们选择外放广告曲 哦耶 黄总监 严总监 好样的 还没等何老师宣布 台下就已经爆发出了 雷鸣般的掌声 一些想听这歌的观众 更是欢呼起来 黄如晴和严鹏健壮 也是非常的开心 这时 何老师也是一脸笑容 主持道 感谢两位老师 选择外放广告曲 那现在请把歌曲 传给我们工作人员 稍后将为大家播放这首歌 耶 众人又是一阵欢呼 很快 三分钟时间过去 何老师又开口道 歌曲传送完成 现在开始播放 请看大屏幕 一时间 全场安静的落真可闻 而正在各会议室里 跟见歌官交流的歌手 也都停下了说话 想要听听 到底是首什么样的歌 打败了他们 各会谈室的企业工作人员 也都是跟着 想要一保耳服 就在这个时候 舞台中央的大屏幕 呼的一亮 显示出一首歌的信息 歌名 找字节 作词 撂人男 作曲 撂人男 编曲 撂人男 网友们见状 顿时意润纷纷 卧槽 又都是撂人男 一个人包办的 这一如既往的 撂神的风格 这个歌名 好期待 快播 闹什么要额子 由于只是音频 没有MV画面 屏幕上只有音符 在不停地跳动着 但这并不妨碍 大家期待这首歌 几秒过后 音乐响起 呀啦啦啦啦啦啦 昨天晚上做了个梦 我走进撒哈拉沙漠 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 摄氏66.6度 快要焚化我低眼珠 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 因为 撂人男友 饶蛇之神 技能 他唱快歌 不仅能字字清楚 而且还非常有节奏和律动 他唱出来的每个歌词 就像被音符宰着一般 都上下不停跳动着 耻辱人性 再加上这首歌 节奏非常的强 引得大家都情不自禁 想跟着舞动 而这个时候 歌曲第二段 也唱了出来 汗水被那雨水冲走 结束四十天的折磨 荒漠已然变成了绿洲 彩虹下有一棵大树 大树上有一个苹果 咬下一口 我就全明白 可不可以让我再让我 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 找自己 找自己 第七十八章 既生活于歌曲之中 激情澎湃的曲调 简单洗脑的歌词 在场的人都下意识地 跟着旋律摇晃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听到这个歌 就感觉有一股清凉 朝着身体冲劲来 一时间所有人都 觉得神清气爽 正在此时 旋律骤然加速 进入了高潮 哗啦啦啦啦 天在下雨 哗啦啦啦啦 云在哭泣 哗啦啦啦啦 低于我的心 不用说 我只会胡思乱想 不用跟我说 我只会妄想 哗啦啦啦啦 让我去淋雨 我只希望 能够再能够 再一次回到 那个美丽时光里 找自己 动听的音乐 就像是飞舞的蝴蝶 在空中翩翩起舞 也像是叮咚的泉水 在山间流淌 有时候 也像是璀璨的星辰 在夜空中闪烁 现场的观众 包括五位观察团的导师 还有节目组的工作人员等 都露出享受的神情 可可乐乐会谈室内 严鹏先指了 纸屏幕上的广告曲要求 然后竖起大拇指 仿佛在告诉大家 这就是真正好的广告曲 黄如晴也跟着音乐 摆动着身体 不过他穿着一身的OL装 这跟他知性的外形 有点不搭 直播间的弹幕 在这一刻炸裂 好听 这歌够洗脑的 料神又出精品了 可不是吗 像一盆冰水浇在身上 透新凉啊 尼玛 我上班偷偷看节目 被带着手舞足蹈起来 现在老板正看着我 我应该咋办 在线球剑 料神牛逼 PLUS 其实 料仁南选择的这首 找自己原本也是 某款汽水饮料的广告曲目 而可可乐乐的 这款雪达产品 同样也是碳酸类的饮料 所以他觉得十分贴合 毫不犹豫 便选了这首歌 事实证明 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不知不觉之中 歌曲也进入循环 挤在公车里 像个沙丁鱼 上班下班 每天是规律 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 每个面孔写着无奈 爸爸妈妈 彼此没有爱 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 可不可以让我再让我 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 去逃避 去逃避 和第一遍的演唱相比 这一遍要更加有激情 但是听着旋律和歌声 听众们就能感觉到 歌手肯定是跨着吉他 边唱边跳狂欢着 而情绪是会传染人的 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活力和畅爽 但随着这样的情绪 歌曲后半部分开始 躲在我的屋檐下面凹 睡在我的被单里面凹 听着细雨滴滴答答 我只希望 能够再能够 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 找自己 找自己 伴随着旋律放缓 歌曲也进入尾声 有些人似乎还没有听够 和同伴一起哼着曲调 直到音乐完全停了 几位观察团导师才落座 并开始商议起来 有人喜欢 有人讨厌 正在其他会谈时 投标的叶旭坤 听到这首歌时 全程都是猛逼的状态 一直到歌曲结束 他都在质疑 都在鄙视 一场大雨 一棵大树 一口苹果 挤在公车 上班下班 滴滴答答 你妈 这些是歌词吗 怎么这么妥 这么小颗的歌 就能够拿到代言 什么鬼 他心里很是不爽 而正在七彩空间 会谈时的花泽吕 此刻则是对着 几名美女员工 做出张开双臂 两手摊开的动作 What 这么一首垃圾歌 就特么拿到代言了 花泽吕顿时有一种 痛失三千万的感觉 如果早点过去参选的话 那拿到代言的 肯定是他了 想到此 花泽吕看向苏雪 果然后者正一脸 恶狠狠的表情看着他 花泽吕觉得完了 今天应该不止一顿骂了 应该是被一顿痛骂吧 歌曲放完 何老师再次献身 主持道 感谢廖仁南先生 也感谢可可乐乐集团 为我们带来原创广告曲 找自己 那下面有请观察团的几位导师 帮我们解析一下这首歌曲 镜头转向观察团 好听 真的贼好听 那音操着东北口音道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旋律很简单 词也很简单 但就是觉得好听 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 反正我个人是挺喜欢的 呵呵 何老师笑着点点头 我们懂 他又转向刘焕 问道 那刘老师有什么看法 刘焕拖着下巴 笑着道 这首歌是二语弊的音乐风格 主旋律就是几个和弦网附 但简单的往往是很高级的 另外 我觉得廖仁南的嗓音也有加分 清亮 透彻 干净 纯粹 跟歌的主旋十分贴合 挺完美的一首作品 哗啦啦啦 全场掌声雷动 谢谢刘焕老师的点评 何老师转向灵溪 继续主持道 那不知道林老师 有什么意见 要说的 文言 灵溪拿起一张歌谱 在众人面前展示一下 啊 这是我刚刚拿到的 这首广告曲的歌词 有的人可能对歌曲的 创作背景不了解 不懂这首歌要表达什么 那么我们就细细地分析一下 歌词第一段 讲了一个离奇的梦 第二段 讲了现实的一些无奈 正是因为这些无奈 于是作者 想要回去找 那个美丽梦里的自己 此言一出 观众们恍然大悟 纷纷点头 灵溪停顿缓口气 积蓄到摄氏66.6度 快要焚化我的眼珠 这样的温度 对于我们来说 已经是相当高了 但在撒哈拉沙漠 并不是最高的温度 料人难通过一场梦 寻找自己 然后再描述自己 现实中的一天的生活 最后提到爸爸妈妈 彼此没有爱 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 以此来探索 自己现实的生活 这是具有批判 讽刺意味的 背后蕴含的东西太多了 绝没有字面上那么简单 这就是寄生活于歌曲之中 是非常具有艺术性的 灵溪说完将曲谱放在一旁 朝料人难比了个大拇指 哗啦啦啦啦 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第79章 华夏没有乐坛 只有娱乐圈 文言 谢谢林老师褒奖 料人难恭敬的道 灵溪也站了起来 对着料人难招了下手 算是一个简单的质疑 那李千默导师呢 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何老师继续主持道 镜头转向李千默 李千默美眸一眨 拿起话筒道 前面几位导师说的都很好 那我再给大家讲一点吧 我最喜欢的 就是这歌的利益 用一种诙谐幽默的手法 表达出自己的生活态度 就像大多数普通人一样 面对突然的成功 或者铺天盖地的压力 都容易迷失了自己 而这个时候 我们要时刻告诉自己 不能在物欲横流的世界 忘记自己 要找自己 找到真正的自己 不放弃梦想 听到这话 找到真正的自己 嗯 这句话说的太好了 何老师微微一笑 继续主持道 好的 谢谢五位导师的解析 同时 再次恭喜两方合作成功 请和可乐乐银色团 到后场休息 也请廖仁南继续投标 争取再多拿些代言 闻言 廖仁南又与严鹏 黄如晴一一握手致意 这才告辞离去 严鹏和黄如晴等人 也都来到舞台侧边 想要接着看一看热闹 走出会议室 廖仁南便来到 农夫集团这边 由低到高 从一到南 就是他的投标顺序 但还没等他走进 农夫集团的会谈室 就听到里面传来一阵骚动 只听见 叶旭坤高傲地道 你给我的这首歌 标出这么多问题 那你知道我这个发不出去 在华夏乐坛 能够有多火吗 听到这话 挂着汪杰胸排的男子 开口道 能够火爆一时的歌曲 也不能够代表 这首歌没糟点 他能火 只是因为 他够解压 够直接 够简单 给无数的普通人 一个宣泄解压的点 更不要说 是做了完整的歌曲 配上了舞美 跑了通道 加上宣发 能火也是非常正常的 两人剑拔弩张 气氛顿时有些尴尬 周围的人更是一脸猛逼 廖仁南也是一脸诧异 这年头 都这么刚的吗 这可是实况直播啊 需要说明的是 汪杰是港都乐坛的一位歌手 曾经红遍大江南北 却在最红的时候 被人下毒毒坏了嗓子 导致他再也无法唱歌 之后 汪杰就淡出了鱼圈 做起幕后音乐制作人 并且开始崭露头角 而现在 被农夫集团赏识 请过来当剑歌官 而两人吵起来的原因是 叶旭坤 把原先在颗可乐乐头的广告曲 原封不动地拿到了农夫集团这边 这是母子娱乐团队的战略 毕竟两家企业 一个是生产汽水 另一个是生产纯净水 他们觉得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所以 他们决定采取一搞两头的方法 这样能够最大程度的省时省力 更何况 他们觉得这两家代言费 只有三千万和五千万 比起比亚迪的一个亿代言 还是有点差距的 所以他们只计划 随便拿其中一个代言就行 可是 当汪杰剑听叶旭坤demo时 忍不住提了几个小建议 叶旭坤好歹也是一位 拥有上亿粉丝的顶流 被一个过季艺人指手画脚 他顿时火冒三丈 直接开对了起来 而汪杰是个钢铁直男 说话也是直来直去 于是便演变成了现在这一幕 此刻 听到汪杰的话 叶旭坤也是快气炸了 哼 叶旭坤冷笑一声 嘲讽道 你说捧火一首歌很容易 那你来火 一个试试 汪杰摇摇头 无语地道 我能不能做到 这个都无所谓 但我想告诉你的是 我的身份是剑割官 你拿一首纯英文歌来 竞选农副集团的广告曲 这个是绝对通过不了的 叶旭坤指高气扬的道 英文歌怎么了 你敢歧视英文吗 现在 可是全球国际化的时代 居然还有 你这么老土的人 汪杰丝毫不拒 沉声道 老不老土无所谓 反正只要有我在 你这demo就过不了 这时 旁边一位挂着刘斌胸牌的男人 急忙说道 别别 大家消消气 都是为了工作 说完 他又扭头 看向汪杰道 老汪 你也注意下言辞 这是现场直播呢 啊完了 我不奉牌了 叶旭坤冷笑一声道 又不是只有你这一家广告主 人家的剑割官 比你们有眼光多了 留下这句话 叶旭坤愤恨地走出了会谈室 叶旭坤出来的时候 正面迎上廖任男 险些一头撞在一起 幸亏廖任男反应够快 及时躲了过去 当看到这一幕 坤粉不乐意了 卧槽 怎么都特么针对我家坤坤 是嫉妒吗 这个汪杰 就是以老卖老 刷存在感 还刷到我坤坤面前了 是啊 英文哥多fashion 真的老古董 坤坤别生气 拿下比亚地代言 打他们的脸 大部分的网友 持反对的意见 当年汪杰爆火的时候 叶旭坤还不知道 在哪里玩泥巴呢 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了 就因为汪杰不如以前火了 就得受这种奇耻大辱吗 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 简直是有些病态了 只能说 华夏没有乐坛 只有娱乐圈 杰格好样的 刚死这些的伟娘 叶旭坤越来越飘了 走路都不看人了 差点把料任难撞倒 顿了顿 汪杰诉苦道 我今天这个年纪 以我的资历 我去说一下晚辈 有什么不可以的 而且我说话直 但只是针对音乐 又没有人身攻击 还让我注意说辞 又不是搞语言艺术的 实在不行 你们另请他人吧 别 还得麻烦你 刘斌连忙道 这可是花仲金请过来的老师 反正都已经得罪 叶旭坤了 可不能再把这个爷惹了 那就一点好处都没落着了 那好吧 汪杰看向其他歌手 朗声道 如果你们能接受 我这个剑曲风格 那就来试试吧 第八十章 想拿鞭炮炸露天焊测 刹那间 汪杰的这句话 可谓把在座的几位歌手 都给问妈了 不过 在荆棘丛生的娱乐圈 从来都是不缺头铁的人 任贤齐把优盘递过去 道 汪老师 先听听我的demo吧 汪杰微笑一下结果 装在好后便听起来 听了两分钟后 便摘下耳机道 任老师 你的这首歌曲 风格太沉着了点 跟我们要的主旋律不符 其实 我有尝试着 在你歌曲中间找 看有没有匹配的片段 但是很抱歉 没事 任贤齐点点头 苦笑一声道 都被剧习惯了 文言 汪杰善笑了声 其他几人也都笑了 汪老师 听听我的吧 看能不能复合 一名歌手 把demo递了过去 汪杰点点头接过 弄好后听起来 才听了一分钟 他便摘下耳机道 你的歌曲 前面加了一段铃声 可能是为了标新立异 但是作为打工人 听到这个铃声 实在太吓人了 就像睡觉睡得正沉的时候 突然听到闹钟响起一样 大多数人 对于这两个铃声 肯定是有PTSD的 应激过后 是一大段打电话的旁白 OS 这个旁白的内容 是关于一个说唱艺人 参加节目的过程中 被经纪人和导演 崔狗 崔哥 崔排练的烦恼 那这个主题 离普通人实在太远了 代入感很弱 所以很抱歉了 汪杰边说边笔划了一下手势 一边让在场的歌手 都能听明白 这名歌手文言 勉强挤出一丝笑 哦 明白了 多谢汪老师指点 嗯 汪杰微微汗手 看到直播间这一幕 网友们热议纷纷 卧槽 三杀了 牛逼 感觉汪杰不知道尺度 太毒蛇了吧 楼上的 星姐才叫毒蛇 汪杰顶多算严格 确实是 汪杰的点评都很专业 又不是胡乱瞎说的 哈哈 有请下一位投铁的 就在这时 花泽吕走进会谈室 也不管还在排队 等着的廖仁南和林志玄 静止把优盘递给汪杰道 杰哥 听听我的demo吧 汪杰面无表情结果 装在好后便听起来 期间 花泽吕露出牙齿笑着 显然对自己作品很有信心 一分钟后 见汪杰还在听 花泽吕看了眼刚才那个 汪杰听了一分钟的歌手 脑袋里冒出菜逼两个字 两分钟后 见汪杰还在听 花泽吕瞥了眼廖仁南 之前可可乐乐的代言 就是 他没有注意到 居然被廖仁南给紧漏了 这次可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三分钟后 汪杰终于听完 摘下了耳机道 实在是太可惜了 听到这话 花泽吕眼神猛的一亮 开始脑补 实在是太可惜了 这么好的作品 现在才拿过来吗 哈哈 老子果然是最牛的 高光时刻啊 不过 花泽吕提醒自己 尽量要保持低调点 不能像叶徐坤那个傻鸟一样 无脑高调 于是 花泽吕笑眯眯的道 杰哥尽管点评 我是你的粉丝 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 汪杰点点头 叹了口气道 实在是太可惜了 你这首歌的力挺好 但也许是用力过猛 最后成了一滩稀烂 花泽吕文烟 整个人都梦了 这打开方式不对啊 不是要捧的吗 怎么开始踩了 他有一种从天上 摔到地下的感觉 而汪杰没有要停下的意思 继续道 比如这歌的Full 真的太简单了点 显得非常的小而刻 歌曲厚重感完全没有 听到这一句 花泽吕脸都绿了 汪杰根本没注意他的表情 还在继续道 还有这歌整个氛围营造的 确实是非常的炫酷 炸裂 但这种炸裂的程度 不亚于我们小时候 拿鞭炮去炸那个露天汉测 整个一大坨都爆裂开来 漫天飞翔的那种炸裂 我感觉 这个就像赶集的时候 各个摊位都会把面前的喇叭音量 调到最大 放DJ舞曲一样 这只是为了招揽客户 而不是去欣赏这歌曲里面的内容 所以说 从抓住听众的耳朵这个角度来说 这歌Hawk是成功的 但除了炸裂之外 值得鉴赏的东西 还是比较有限的 也可能是因为我的艺术造诣还不够高 解读不出来其他的艺术细胞 抱歉 汪杰叙叙叨叨的说了一大堆 最终还是说道 听到这两个字 花泽驴脸彻底变成了黑探色 他瞪了汪杰一眼 拿过自己的demo 愤恨的冲出了会谈室 看到这一幕后 花粉坐不住了 心痛花花 我要哭了 这泥马 分明是故意压花花 为了炒作吧 太他妈可恨了 居然这样贬低花花 大家一起骂死他 天籁节目组是怎么搞的 请来这么一个垃圾的评委 楼上沙雕嘛 汪杰又不是天籁请来的 他是农夫集团的剑割官 花花别气呢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与此同时 扑吃 有歌手早就忍不住了 但这才敢笑出声来 直播间网友也都乐坏了 拿鞭炮去炸那个露天汉策 这比喻好贴切啊 扑 求花泽驴的心里阴影面景 这花泽驴和叶旭坤 就是天籁的河豚二人组啊 嘎嘎嘎嘎 感觉刚才这一幕 是我今日份最快乐的事了 继续 继续 有请下一位投铁的 紧接着 老汪 这是我的 林志轩将demo递给他 汪杰接过 笑着道 林老师 你也做好心理准备 林志轩点了点头 浮了浮鼻梁上的眼镜 汪杰便认真听起来 足足过了三分钟 等歌曲结束 汪杰才开口道 不错 这是到目前为止 最符合我们要求的主旋律了 林志轩文言顿时松了口气 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旁边的几名歌手 看向他的目光 都充满了羡慕 廖仁南也对他 投以欣赏的目光 直播间聊天弹幕 也在这一刻复评 卧槽 汪杰难得这么好的语气 看来 这个代言 应该是林志轩拿了 五千万 艺术家就是艺术家 关键时刻还是稳住了 不一定吧 廖仁南还没投标呢 就在这时 不过 还是有几个问题 要讲一讲的 汪杰猛不叮地道 第八十一章 人家在车里 他们在车底 文言 林志轩刚扬起的笑容 瞬间就止住了 汪杰摸着下巴道 你这首歌的混音编曲部分 我觉得衔接的有点生硬 另外就是 在结尾部分 你选择煽情 我觉得可以煽情到底 这样 就到了另一个境界 汪杰提出不足和建议 林志轩却陷入了沉思 林志轩思索一番后 点点头道 嗯 你这两点提得很好 是我没考虑到 建状 汪杰道 那这首歌 我就先带定吧 行 林志轩坦然道 到现在为止 汪杰松口 给出带定的广告曲 就只有林志轩的 而汪杏林 关闭局两位女歌手 还在一牛集团会谈室 争取代言 丝毫没有要过来投标的意思 这也就是说 只剩廖仁南一个位投标了 那也代表着 有五成的胜算 这是一个很高的概率 与此同时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廖仁南身上 直播间的网友们 都热烈地讨论着 卧槽 你们觉得廖仁南 会不会也被杀啊 这个还真说不好 毕竟汪杰这么毒蛇 真是好搞笑 我都有点想粉汪杰了 这才是纯粹的音乐人 楼上的 你搞错了主角吧 我廖仁南才是主角 期待廖仁南表现 这个时候 廖仁南走到汪杰旁边 拿出U盘连接好 道 汪老师 这是我的demo 劳烦你听一下 见到廖仁南如此 汪杰微笑着点点头 毕竟谦逊有理得的人 谁都是会喜欢的 于是 汪杰戴上耳机 开始听了起来 一分钟过去 两分钟过去 三分钟过去 汪杰始终都是同一个表情 要知道 先前汪杰见 听几位歌手的demo 要么是皱着眉头 要么是脸上充满纠结 要么是微微摆动打节拍 但此刻 汪杰彻底变成了 没有表情 一时之间 大家也都梦了 杰神 有观众大声喊起来 直播间弹幕也猛增 汪杰咋实面无表情 至少笑或者怒一下 给个反馈啊 这明显是不爽 男子们等着吧 准备接受暴风咒语 尼玛 楼上是昆昆的粉丝吗 这就过来黑了 料神坚挺 足足第四分钟后 汪杰才摘下耳机 主镜头对准汪杰 给了他最大特写 节目制作人知道 大家都等着他开口 嗯 那个 汪杰刚想说话 但话到了嘴边 又咽了回去 现场所有人 更加揪心了起来 在座的几位观察团导师 也都纷纷站了起来 想要看个究竟 就连天籁节目组的制作人 此刻也都是面色凝重 死死地盯着摄像机和大屏幕 毕竟谁也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相比之下 料仁南却是一脸的淡然 没有丝毫的慌乱 这时 同为迎策官的刘斌 有些等不及了 问道 汪老师 这个是怎么回事 可以 汪杰文言 面色平静地道 哦 刘斌点了点头 那就是跟林志玄老师一样 先判定为代选 然后两者中择一 不是 汪杰摇摇头 善笑一声道 和我说的话 有这么难懂吗 有点 刘斌撇嘴 点头道 汪老师 你能多说几句吗 其实他内心想说的是 你不是挺会毒舌的吗 怎么话突然变这么少了 行 汪杰朗声道 我的意思是 料仁南的这首歌 在曲谱 编曲 节奏 利益 衔接等方面 都很好 我们的广告曲 就定这首歌了 哗啦 一瞬间 全场沸腾了 会谈室内的 几位歌手也是目瞪口呆 看向料仁南的目光 充满了敬佩 就连林志玄 刚才还被众人夸奖 此刻也瞬间觉得自己不香了 反而有些羡慕地看向料仁南 观测团的导师们 一个个也都激动万分 仿佛要得标的 就是他们自己 而节目组的所有人 包括总监制韩上又在内 都是一脸激动 如果料仁南再拿下一个代言 那就真是的史无前例了 料仁南要火了 天籁之音也要彻底火了 直播间弹幕也猛增 卧槽 料仁南又拿到代言了 才三个小时 拿下两个代言 要不要这样牛逼 看来 音乐人都是惺惺相惜 你们都说汪杰毒蛇 看他对料仁南都温柔 所以 料仁牛逼 plus 你们瞎逼逼什么 都还没锁歌呢 那就这样 确定了吗 刘斌问道 实在是太突然了 他有点缓不过神来 听到这话 汪杰把歌曲进度条拉回 提醒道 你们都把耳机戴上 自己听听这首歌 包括后期广告 画面制作什么的 反正料仁南也在这里 可以试试合一合 文言 几人点头 都戴上耳机听起来 几分钟后 几人都放下耳机 广告曲剪辑员道 副歌很适合润色 没有问题 后期制作员道 料仁南形象很眼光 应该很上景 几人一一都说好 见状 刘斌道 那我去锁歌了 当然了 还有什么好等吗 汪杰道 刘斌起身 在靠墙的一块电脑液晶屏上 先选择料仁南的名字 然后点击广告曲锁定按键 当当当的一声 一道电子播报音 在整个演播厅响起 恭喜农夫集团锁歌成功 其中获得竞选的歌手 是廖仁南先生 一时之间 廖神 没开二度 在场的男粉都兴奋了 并热烈地欢呼起来 正在一牛集团会谈室 跟几人谈判的王兴林 和关闭局 此刻也是彻底的猛圈了 农夫集团的代言 又被拿下了 而且又是廖仁南 这可是五千万的代言 这帅哥是开挂了吗 拿代言跟闹着玩似的 原本 他们准备稍微再聊一会 就过来农夫集团投标的 看来这一趟免了 而其他几位 刚刚投过标的歌手 包括任贤奇 林志玄等 都是面面相去 苦笑着 好家伙 又成了陪衬 我们也是 曾经辉煌一时的 大明星啊 怎么到廖仁南面前 就成为了叉胜 显得这么憋屈呢 至于叶旭坤和花泽吕 两人心里更是极度不爽 人家拿代言 他们俩挨屁 这是人家在车里 他们在车底啊 不过还好 两人都有最后的砝码 一个是比亚地 另一个是华夏一栋 狗猪吧 这些屈辱 倒是一并还给廖仁南 第八十二章 纯粹的音乐人 在这一刻 观察团的几位导师 包括拉音 刘焕 王子宋 林熙等 也都化身为看热闹的观众 站起来为廖仁南鼓掌 至于李谦默 他那双白皙鲜嫩的双手 都拍红了 廖仁南又拿到一个代言 这简直比 他自己拿到一个代言 都还要让他高兴 与此同时 何老师通过视讯 连线会谈室 主持道 恭喜农夫集团代表 同时也祝贺廖仁南先生 成功拿下五千万的代言 目前累计获得八千万的代言 哗啦啦 全场掌声雷动 廖仁南也站起身来 分别与汪杰和刘冰两人 一一握手 而在两人握手之时 向来不苟言笑的汪杰 却是看向了廖仁南 面带喜色地道 年轻人 前途无量啊 过奖了 廖仁南谦虚的道 谢谢 这一幕 让台下两人的粉丝们 发出了一片尖叫声 然后三人也极有默契 一起朝着镜头招了招手 何老师同样面带微笑 主持道 再次祝贺两方合作成功 稍后节目组会安排 两方签署相关合作协议 另外 需要询问汪杰 刘冰两位剑歌官 贵公司的这首广告曲 是否选择对外播放 如果贵公司选择外放的话 将会获得抖音公司旗下所有平台 一个月的广告免费宣传期 演播听 听到何老师所说的话 外放 观众们齐齐叫道 观察团的几位导师 也都激动的大叫起来 甚至 连天爱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也都举权高呼着 一时之间 刘冰看了一眼汪杰 示意他拿主意 毕竟 这次的广告区间选 决策权已经交给两人了 只要两个人商量好 其他的都好说 汪杰沉音片刻 一挥手道 外放吧 廖仁南的这首歌 写的真的很不错 让大伙都听听 开心一下吧 文言 何老师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宣布道 感谢两位老师 选择外放广告曲 那现在请把歌曲 传给我们工作人员 稍后将为大家播放这首歌 等等 我有个提议 镜头前的汪杰 忽然插话道 如果直接放demo 体现不了这首歌的质感 不如我们干脆现场来 哗啦 汪杰此言一出 全场一片哗然 毕竟 这是前所未有过的事情 节目组当然不会反对 就是看廖仁南觉得怎样 何老师看了一眼廖仁南 微笑着说道 与此同时 众人的视线齐刷刷地 朝廖仁南望去 汪杰也是目光灼灼地 看向身旁的廖仁南 没问题 廖仁南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其实 廖仁南能体会 作为一名纯粹的音乐人 那种对音乐品质的热烈追求 如果只是因为怕麻烦 就让他们放弃音乐品质的话 将就了事 那无异于抹杀他们的艺术生命 耶 廖仁南好样的 观众席上立刻爆发出一片喝彩声 那这样吧 汪杰看着廖仁南 欣慰地道 你唱歌 我帮你配吉他 那就太好了 廖仁南微笑着说 然后又看向镜头道 何老师 我也有一点要求 我想跟剪辑组沟通一下 做点背景化什么的 这要不了多少时间 但能让观众代入感好些 既然已经决定要做 廖仁南自然是要尽力而为 相信这也会为自己 带来更多辉煌值 当然没问题 何老师微笑道 还要谢谢你的体贴 为我们的观众着想 汪杰也是向廖仁南头 去赞赏的目光 哪里哪里 大家能喜欢我的歌 是我的荣幸 廖仁南一脸谦逊的道 哗啦啦 顿时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直播间的弹幕 也是疯狂滚动 佩服 汪杰和廖仁南这样的歌手 才是真正的音乐人 感觉汪杰很欣赏廖仁南 对他说话都不同寻常的温柔 可不是吗 其实这就像上学的时候 老师看到那些成绩好的学生 眼睛都会发光一样 卧槽 汪杰和廖仁南要同台合作了 相信一定很诈 赶紧的 期待音 不多时 何老师开口宣布道 谢谢大家的等待 下面请掌声欢迎廖仁南 为我们带来农夫集团广告曲 哗啦啦 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与此同时 舞台中央大屏幕亮起 显示出歌曲信息 歌名 爱的就是你 作词 廖仁南 作曲 廖仁南 编曲 廖仁南 紧接着 屏幕上出现一个动态的画面 在一片金黄色海滩上 摆着一架黑色的钢琴 旁边是高大的椰子树 远处有蔚蓝的海浪 下一秒 美光灯打在廖仁南身上 他穿着一件白色衬衣 露出阳光般的灿烂笑容 就像完全融入身后的画面般 看到这一幕 网友们炸锅 廖仁南好帅啊 廖神太阳光了吧 感觉就是个大男孩 苏雪真是瞎了眼了 这么优秀的男人都放弃了 极美们 我想恋爱了 几秒钟过后 吉他声响起 正是汪杰弹奏出来的 他的表情轻松又自然 而舞台中央的廖仁南 脑海中响起一道声音 叮 情歌之神既能触发 情歌之神 拥有此技能 宿主唱歌娓娓道来 注入心底的每一个音符 都是一抹雌性魅力 让人听了 耳朵都会怀孕 带汪杰前奏弹放 廖仁南也唱出声 在爱的幸福国度 你就是我唯一 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耶耶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 开头就是一小段副歌 立马抓住听众们的耳朵 三个节拍过后 汪杰拨动琴弦频率变缓 旋律也慢了下来 廖仁南深情地唱着 失去才会懂得珍惜 但我珍惜你 伤越痛就是爱越深 我不相信 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 每一次我们靠近 你让我忘了困惑 忘了所有烦心 第八十三章 更能写出这种感觉 真的太高级了 眼波听嘞 廖仁南的歌声 是那样的甘甜 就像一股泉水 叮咚叮咚流淌滋润着 大家的心甜 他那深情投入的演唱 让人听得如临其境 有一种洞彻心扉的享受 大家在视觉被抚慰的同时 听觉也得到了极大的舒缓 这简直就是双重盛宴 而伴随着旋律的上扬 歌曲进入到副歌部分 廖仁南的声音 变得更加清润 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 捧你在我手心 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 在爱的纯净世界 你就是我唯一 永远永远不要怀疑 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 如此形影不离 我大声说 我爱的就是你 在爱的幸福国度 你就是我唯一 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 直白的歌词 简单的旋律 然而 从廖仁南的口中唱出 却是变得那么的与众不同 将爱一个人的深入骨髓 展现得淋漓尽致 整首歌曲不仅旋律优美 动听 还似乎散发着甜蜜的爱情味道 让人不得不爱 一时之间 全场的所有观众 尤其是女歌迷 全都露出了陶醉的表情 这白色衬衫 干净的发型 海边 沙滩 椰子树 还有阳光大南海 这不就是初恋的感觉吗 观察团的几位导师 包括纳英 刘焕 歌声左右摇摆着 如果再给他们一人发个荧光棒 那他们就跟普通观众无区别了 俨然成了廖仁南的铁杆歌迷 其中 李千默最为特别 他的翘脸红扑扑的 双眼亮晶晶的盯着台上的廖仁南 这是廖仁南自出道以来 唱的第一首甜蜜型情歌 他觉得廖仁南在唱情歌时 歌声有一抹神奇的魅力 让人听了 就像会被卷进他的漩涡一样 当然了 李千默知道自己 早就陷入了他的漩涡 此外 天爱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们 但凡是不需要时刻保持紧绷状态的 也都一边做事 一边偷偷听着廖仁南的歌 实在是太好听了 一个节拍都不容错过 直播间的聊天区 也在这一刻抚平 唱功好棒 好清新的歌词 好优美动听的旋律 这首歌的旋律真的很干净 廖仁南的声音 唱情歌好浪漫 有些人最可悲的是 这辈子都没有遇到一个 可以用命去爱的人 不停地放纵自己 伤了自己 伤了别人 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 然后狠狠地 无脸笑 JPG 滴滴滴 楼上的银材 你的尾巴掉出来了 与此同时 歌曲进入到循环部分 廖仁南声音变得更加动情 失去才会懂得珍惜 但我珍惜你 伤越痛就是爱越深 我不相信 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 每一次我们靠近 你让我忘了困惑 忘了所有烦心 听到这里 所有人都听懂了这首歌的含义 歌词字里行间透露着 珍惜当下 珍惜眼前人 不要等到失去才后悔 要大胆 热烈 直白地 把爱情送给唯一爱的那个人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 在爱人心中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 在爱情面前 遇到困难和挫折都不是事 只要有爱人的陪伴 温柔地呵护 以及内心里 真心为对方付出的坚定 就一定能够享受爱的幸福 趁着歌曲见戏 廖仁南走到汪杰身旁 朝着他挥了挥手 想着跟他有一些互动 汪杰也非常热情地回应 还顺势秀了一波吉他技能 两人的这一波精彩表演 惹得台下粉丝惊叫练练 在爱的幸福国度 你就是我唯一 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耶耶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 就是你 耶 唯一爱的就是你 伴随着旋律弹出 歌曲也进入尾声 有些人似乎还没有听够 仍旧挥手跟着摆动着身体 直到音乐完全停住了 现场的所有人 包括参赛的歌手 几位观察团导师 还有工作人员等 都自发地鼓起掌来 而一向跟廖仁南唱反调 喜欢叫嚣的花泽吕 和叶旭坤两人 此刻却是也不蹦跋了 安静地缩在某个角落 显然是被这首歌的逼格 所震撼到 歌曲演唱完 廖仁南也邀请汪杰 一起朝台下鞠躬致意 这让现场的粉丝们 更加激动了 有些人甚至已经喊得 满脸通红 一副筋疲力竭 随时都会倒下的模样 何老师再次献身 主持道 感谢廖仁南和汪杰先生 为我们带来这么棒的舞台 那下面有请观察团的 几位导师 帮我们解析一下 这首歌曲 镜头转向观察团 哼 那鹰脸红红的 害羞的笑了声 他边用手给自己扇风 边舒了口气 点评道 这样说吧 如果我现在18岁 我也想要追求廖仁南 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那鹰还不自觉地 看了眼李千墨 观众们自然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 廖仁南 李千墨 在一起 有人跟着 嚷叫着起哄 这除了让李千墨 慌乱外 何老师也有点慌 连忙装作没听见到 看来那鹰老师 真的很喜欢这首歌 那不知道刘焕老师 又有怎样的评价呢 镜头对准刘焕 刘焕想了想 啊 我觉得农夫集团 选这首歌 作为广告曲 真的非常合适 廖仁南的形象 非常阳光 清爽 跟农夫集团的山泉水 十分贴合 而且 廖仁南的声音 和这首歌的曲调很配 我甚至都体会到了 喝纯净水的那种清澈感 令人心旷神疑 这真的是一种 真的是太高级了 说完 刘焕对着台上的廖仁南 做出双手合十膜拜的神情 第84章 这明显是陷入爱河了 轰隆隆 全场掌声雷动 点评得好 台下有人高呼 其他人也都齐声附和 好 很显然 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感觉 却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 而刘焕老师 不愧为专业人士 一下就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主镜头对准廖仁南 他也是微微鞠躬 对刘焕点评表达感谢 那不知王子宋导师 有什么要说的吗 何老师继续主持着 摄像也给了王子宋特写 王子宋拿起话筒道 我觉得廖仁南的嗓音条件特别好 如果非要用几个词来形容的话 我觉得他的声音 有一种清澈 通透 光泽 飘渺 无可挑剔吧 哗啦啦啦 全场再次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王老师这几个词 形容的真的太好了 何老师笑着称赞 继续主持道 那灵溪老师呢 你有什么看法 镜头挪到灵溪身上 灵溪沉映一下 道 大家都知道 这首歌里有很多肉麻的句子 比如有你和我同事停止呼吸 你就是我的唯一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等这几句 可以说是告白的京句 这种歌词写出来不难 但是我们却都不敢写 因为没有人能够驾驭这些词 唱得不好 会适得其反 显得很油腻 但廖仁南却表现得恰到好处 这个应该就是他的厉害之吧 谢谢 廖仁南汉首示意 看样子 林老师对廖仁南的歌词 也是情有独钟啊 和老感慨一声 笑着说道 那最后就是李千墨导师了 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 这个时候 直播剪辑师也是非常调皮 分别给了李千墨和廖仁南特别 然后将画面拼接在一起 所以 两人也算是间接同框了 同时 可以清晰地看出 两人的表情对比 只见 李千墨脸上长起了一层红韵 一双水眸眨了眨 深深地吞了一口气 还很害羞地对着镜头一笑 这些小细节都被特写镜头 放大到了极致 而廖仁南却是一脸的平静 待看到这一幕 弹幕直接覆平 同学们 千墨姐姐 这是紧张了吗 BBQ了 李千墨这明显 是陷入爱河的表情 我的女神 感觉要失去你了 廖仁南 好好对我的女神 不然为你是问 楼上的沙雕 又厚脸皮刷存在感 好登队 在一起 顿了顿 李千墨由衷地说道 真的很好听 歌词也很有诚意 相信写出了很多人心中 在恋爱时的那种感觉吧 听到这话 是的 台下观众纷纷附和 何先生也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然后继续主持道 好的 谢谢五位导师的解析 同时 再次恭喜两方合作成功 请农夫集团银策团到后场休息 也请廖仁南继续投标 争取再度那些代言 由于汪杰 刘斌 还有其他的事 所以准备直接退场了 汪杰心中一动 向廖仁南伸出了手 那拍摄广告时 我们再见了 好的 廖仁南微笑着与对方握手 谢谢汪老师的特别关照 太客气了 汪杰眉头微醋道 呵呵 两人都笑了 几人的这一番互动 又是惹得观众们一阵惊叫 不知不觉 就到了午餐时间 节目组非常人性化 给大家准备了食物 其中 广告主代表安排在一个餐厅 歌手们安排在另一个餐厅 这也是为了避嫌 而虽然说 节目组给每个人 都准备了午餐 但有的明星艺人 及他们的经纪人或助理等 都会另外给准备丰盛的食物 毕竟 大部分的明星 是讲究排场的 比如 叶旭坤和他的经纪人团队 已经开始大吃大喝起来 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饭菜 比如澳洲大虾 深海鲍鱼 鲸鱼鱷等 满满当当摆了一桌 甚至连黑桃A和金箔盛代 都安排上了 几人用高脚杯喝着酒 显得特别的高雅 花泽吕也不差 上午一个代言都没拿到 苏雪当然免不要骂他一顿 但是面子上 苏雪还是顾及的 所以给花泽吕准备了丰盛的食物 一群人边吃菜边喝酒 看起来十分的高调 其他的参赛歌手 虽然也打了食堂的饭菜 但大部分人都没怎么动 都是自己经纪人或助理 另外准备了可口的美食 唯独只料人男 什么都没准备 事实上 曹青明有提议要来为他助阵 但都被料人男给言辞拒绝了 毕竟工作室才刚刚起步 料人男叮嘱他要时刻盯着 至于料人男这边 反正也是现场直播 到哪都能够看到的 至于吃饭的话 只是一顿中餐罢了 料人男也没有什么讲究 直接在食堂打了一份菜 一个人独捉 吃了起来 他自己觉得没什么 但在别人看来 却是另一种意味 叶旭坤摇摇红酒 跟贵妇碰杯 撇了料人男一眼 心里暗道 会写歌又怎么样 还不是个土编 叶旭坤和苏雪 齐齐给了料人男 一个大大的白眼 一脸的鄙视 就这 还能当时尚明星 真掉价 就在这时 料老师 你自己没另外带菜吗 李千默笑着道 他手中提着一个餐盒 自从上次聚餐后 李千默现在跟料人男讲话 随和了不守 没有 料人男点点头道 我什么都可以吃的 哦 李千默眨了眨水眸道 我带了菜 你吃一点吧 我也吃不完 李千默一边说着 一边从食盒里 拿出一叠叠菜来 都是一小份一小份的 用很精致的盘子装着 这些都是他自己动手准备的 当时也是想着 能给料人男吃 没想到 还真被他给碰到了 谢谢 那我不客气了 料人男拿着筷子夹起来 而这一幕 落在在场其他歌手的眼中 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第八十五章 代言刚开始 就要结束了 餐厅里 人贤其几两位男歌手 贴过头 冲着料人男看了一眼 眼神里充满了羡慕 李千默这样的神仙女朋友 谁不想拥有一个 王兴玲也是一副羡慕 嫉妒 恨的模样 不过 他羡慕的对象是李千默 对于女明星来说 虽有很多的追求者 但真正适合的没几个 他也期待一份甜甜的恋爱 关闭局同样如此 他还朝着花泽吕的方向 看了一眼 脸上浮现出一丝无奈 花泽吕则偷瞄了一眼李千默 嘴上吃着笑着 胆心却是在滴血 为什么 为什么女神偏偏会看上料人男 料人男一个离过婚 笨三的 还有个脱油瓶的老男人 自己不比他好过上百倍 他真的想不通 而苏雪心里也好不到哪里去 一张脸黑的像木炭一般 离婚后的料人男 不但在事业上一帆风顺 在爱情上更是春风得意 仿佛回到了六年前的 那个意气风发的他 苏雪现在已经开始怀疑 自己当初是否做错了 我去下洗手间 苏雪找个理由离开 这个餐厅 她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 至于叶旭坤 也好不到哪去 她毕竟是一个年轻人 喜欢青春靓丽的女孩 像李千默那样的人间有物 那当然就是更加完美了 叶旭坤天天陪那些贵妇玩球 她都感觉自己 要被榨干精力了 欲哭无泪啊 坤 我想吃虾 旁边的贵妇说 来了 宝贝叶旭坤立马回过神 满脸堆笑道 马上给你包 张嘴 餐桌前 味道怎么样啊 见廖任南吃了几口 李千默一脸期待地问 廖任南没直接回答 反而笑着问道 这些菜都是你做的吗 因为她尝了几口 就感觉菜咸淡不均 火候也不怎么稳定 绝对出自菜鸟之手 不是 是我的一个朋友做的 感受到廖任南的眼神压力 李千默直接选择撒了个慌 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撒谎 反正就是鬼使神差的下意识反应 或许是 因为廖任南实在是太优秀了 而她才刚学做菜 只懂个皮毛不自信 不想在她的心中 留下不好的印象吧 廖任南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直接了当地说道 看来 你这位朋友的厨艺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比如 这个黄瓜切片 可以横着切 这样厚度更薄 绿色会更明显 也不容易塌秧 鸡肉 如果你怕煮不烂 可以先闹一下水 还要注意用热锅冷油 这个青椒肉丝的话 需要提前腌制 上浆 可以去新增香 锁住水分 自然就嫩滑多汁 汤想炖成奶白色的话 就要多一些肥肉 因为这是蛋白质 脂肪 在高温下 乳化的结果 肥肉蛋白质更多 青菜焯一下水再炒 就不容易变色了 水里要加一些盐 油 能保持脆嫩的口感 料人难以道道地点评着 哦 李切莫听到这么多的专有名词 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头晕晕的 只能应付着回答几声 同时 她心里有点失落 自己做出的菜 居然都有问题 你太笨了吧 恰巧这时 李切莫手机响了 便道 那廖老师 你先吃哈 如果不好吃就别吃 我待会过来收碗 好 廖任南点点头 十五分钟后 李切莫才忙完过来 发现廖任南已经吃完 饭盒收好了放在桌上 她无心打开饭盒一看 却发现里面都空空的 廖任南居然把菜都吃完了 李切莫顿时心里一暖 难道他知道这是自己亲手做的 想到此 他更是疼得一下 脸就红了 下午两点钟 千万代言环节继续 时间过去四个小时 这也就意味着还剩三十六个小时 而截止到现在 除了廖任南拿下两个广告 其他的歌手都是零收获 所以说 大家都还挺着急的 不过 重头戏都在后面 所以大家虽然着急 但是并不慌乱 一时间 大家都把目光盯在了 灰腾集团的王者农药代言上 此刻 灰腾集团的会谈室 里面也是人满为患 所有的歌手包括王心灵和关闭局 两人也都来了 第一次十个人聚集在一间会谈室 其中坐在广告主代表团的 分别是电竞主播苏大言 另一位是华夏音乐人中间 苏大言是王者农药的首席电竞主播 拥有接近五千万的粉丝 在游戏界是第一女网红 她的风格是胸怀博大 游戏火好 开车够稳 简称博大精深 中间是高学历 著名音乐人 是目前华夏多家歌手综艺 比赛的点评导师 看到眼前这一幕 网友们热议纷纷 卧槽 感觉越来越激烈了呀 可不是吗 这可是六千万的代言 国内数一数二了吧 平民歌手 都给我起看 这个代言 非我昆昆莫属 尼玛 本来我是冲着苏大言来看的 现在看到这么精彩的比赛 觉得女神索然无味 料神加油 再拿下一成 见人都到齐 苏大言笑着道 大家如果有准备好的话 可以把demo拿给中总监听 我来 默等大家反应 叶旭坤率先到 并把U盘递了过去 不过他没递给中间 而是递给了苏大言 还闭着镜头 对他放了个电 苏大言当然懂 不过他没什么反应 接过U盘递给了中间 中间接过 听了起来 几分钟后 中间笑着对叶旭坤道 这demo非常好 歌曲旋律 既酷炫又炸 歌词是中英结合 非常的时尚国际化 加上你唱功也很好 真的是一首完美的作品 而听到这话 叶旭坤眼神也猛的一亮 评价这么高 这是要被选伤了吗 果然劳资才是最屌的 在场的歌手 也都是议论纷纷的 难道刚开始就要结束了 第86章 跌下神坛了吧 差那间 灰腾集团的会谈室 也是人声鼎沸 叶旭坤仍然端坐着 等待着中间的下句话 或者是 他希望中间能直接宣布 让自己锁定代言什么的 这样多有排面 可这时 中间却没再说话 这让叶旭坤 有些摸不着头脑 那这个代言 叶旭坤主动问道 哦 要稍等会中间笑了笑 解释道 公司要求我们最少要 拿五首歌进行对比 否则就会被追究责任 这个是公司的采购通责 叶旭坤嘿嘿一笑 点点头道 明白了 他认为 这是板上钉钉了 等一会又何妨 而直播间的坤粉 也彻底的沸腾了 坤坤终于崛起了 是金子不会被埋没的 嘿嘿 那些黑坤坤的人 现在可以闭嘴了吧 尼玛 终于碰到一个 有品味的剑歌官了 泪目啊 我为身为坤粉而骄傲 坤坤牛逼 你是永远低神 见状 叶旭坤笑眯眯的 让出位置道 那就请其他的歌手 来见听吧 反正这些人 已注定成为陪衬 叶旭坤不介意 让他们多蹭点流量 鲜花是需要绿叶 来衬托的 听听我的吧 花则驴把油盘递了过去 他表情有些松懈 不抱希望的样子 毕竟 叶旭坤的那首歌 能得到如此高评价 绝对不是普通的歌 肯定跟主旋律很贴合 中间认真听着Demo 花则驴显得有些违靡 而其他的歌手 也都观察着局势 看看这个局面 还有没有可能改变呢 唯独叶旭坤 一个人心情大好 几分钟后 中间听完了Demo 眉开眼笑得道 真的太棒了 这首作品太好了 文言 花则驴不由的一正 中间接着点评道 尤其是这首歌里的 freestyle部分 真的是神乎奇迹 将整首歌的意境 提升到一个高的层次 还有你的歌声 便识度也特别高 让人听了忘不了 兮兮 花则驴文言 忍不住眼口而笑 居然也被选中了 这惊喜来的太意外了吧 也就是说 后续他将跟叶旭坤进行PK 那至少有二分之一的概率 能够拿到这个六千万代言 花则驴 一下子就得意起来了 直播间的花粉 也都活跃起来 感觉这个代言 肯定是我花花的 评价这么高了 看了一天了 花花终于扬眉吐气 劳子倒哭了 要跟叶旭坤PK 真是王与王的对决 尼玛 如果花花这局还不拿到 那我就罢看了 花则驴 华夏歌坛 永远低声 听听我的demo吧 任贤奇笑了笑道 他的目光在花则驴 和叶旭坤身上扫过 心中不由叹了口气 看来自己真的老了 都跟不上这个时代 中间笑着结果 开始听了起来 过了三分多钟 中间摘到了耳脉 嘴角请起一抹笑容 这真的是超完美的一部作品 就是武侠歌曲的经典代表 听了让人仿佛置身于 一个江湖侠客的新世界 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 希望有机会 能够收藏 任贤奇 他真的很惊讶 因为这一天以来 他几乎每一次 都是被否定的 他的自信心 已经荡然无存了 这是他得到的第一个肯定 不得不说 心情十分的好 不过 任贤奇有些纳闷 为什么每个投标的 都是被剑歌官夸奖的 而在场其他歌手 也是一脸的茫然 都看不懂目前的局势了 而之后 令他们更不解的事情发生了 接下来的几位歌手 包括林志玄 王心灵 关毕菊等 也都获得了一致好评 这样一来 大家都猛圈了 难道在这个代言的选拔赛上 大家都表现得如此之好吗 网友们看到这一幕 也纷纷发弹幕讨论 这是个啥情况啊 越来越看不懂了 心里落差最大的 应该是叶旭坤吧 毕竟现在大家再次回到 同一气跑线啊 原本以为竞选都结束了 怎么反倒 越来越激烈了 还剩廖任男没竞选 看他能不能破局吧 见上一位剑歌丸 苏大颜甜甜一笑 啊 那有请下一位歌手吧 廖任男站了起来 把优盘递了过去 苏大颜赶紧接过 然后交给了中剑 同时看向了廖任男 顿时 他心脏猛的一跳 魅力光环 任何人见到你的那刻起 你就成为他心中的男神舞板 对于已经见过你的人 效果会根据见面 次数部分减弱 这一刻 廖任男在苏大颜心目中 简直就是最完美的男神 如果不是在录节目 他早就想贴上去了 然而 廖任男依旧是云淡风轻 对他一丁点的感觉都没有 末几分钟 中间听完 拾一折道 感觉有点瑕疵 歌词有几处不大 哗啦一声 会谈室内一片哗然 大家都觉得很意外 廖任男的本事 他们是清楚的 而灰腾集团的剑歌官 点评这么松 大家都认为廖任男 肯定会获得更多赞赏 却没想到 竟会被指出问题 一时之间 所有人都以为廖任男 肯定是失误了 或者是他写的歌 跟广告曲要求不贴合 只有这两个结果了 而现场的很多观众 有大部分是廖任男的支持者 他们不甘心地看着这一幕 情绪都是非常的低沉 观察团的几位导师 包括那音 刘焕 王子宋 灵溪几人 也都是觉得不可思议 一直以来 他们都知道廖任男实力 可以说是出手必精品 且一手比一手要好 谁都想不到会 闹出这么一幕 但转念一想 谁都会有失误的时候 也是情有可原了 至于李千默 则更替廖任男感到难过 一双眼眸红红的 他倒不是为这个代言可惜 而是不想看到廖任男受挫 而反之 廖任男的黑粉 倒是很活跃 不 廖任男就是小丑 跌下神坛了吧 哼 还以为廖任男有多神 想不到也有这一刻 土鳖就是土鳖啊 蹦到不了几天 我昆昆才是最掉的 现在排除廖任男 那就是九选一了 不知道最终会选谁 第87章 超级大反转 全场猛圈 闻言 廖任男身面不改色 像是什么样的结果 都能接受一半 他正要说话时 不过 中间却继续道 这也只是个小问题 廖任男一正 玄机点了点头 其他歌手也有点猛 不明白中间要干嘛 进行到这里 灰腾集团的代表团 也开始商议了起来 而那些歌手 则在一旁等着 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 电竞女主播苏大言 也在和几人聊着天 闲聊几句 顺便涨粉 他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想到什么 苏大言撩撩头发 道 大家平常如果没事的话 可以玩玩王者这款游戏 真的是非常刺激 非常好玩的 花泽吕文言 脸上露出笑容 色咪咪地道 美女推荐的游戏 我们当然会去玩 但是 你能不能代代我 我对这个游戏不太会 听到这话 一旁的关闭局 瞥了花泽吕一眼 只不过没有人注意到罢了 叶旭坤则给了花泽吕 一个不屑的眼神 这什么狗逼玩意 还当众泡妞 苏大言环顾四周 目光落在撩人男身上 嘴角勾起一抹笑一道 哥哥们提的要求 妹妹当然不会拒绝 这时 叶旭坤一本正经的道 玩游戏当然是要玩的 不过真要当上了王者代言人 一定要有自己的职业素养 不能玩其他的游戏 要多为王者宣传 苏大言夸赞道 坤哥说得太好了 叶旭坤笑得合不拢嘴 瞟了眼苏大言曼妙的身材 他心中萌生出一个想法 渐渐歌团几人还在讨论 苏大言便起身拿出几瓶水 挨个一一地递给了歌手们 当他把水递给叶旭坤的时候 对方回塞了一个纸条给他 不用看都能猜到 上面会写什么 他不以为然地抿了抿唇 继续给其他的歌手分水 当递到撂人男的时候 苏大言故意攻身低一点 好让对方能更清楚地 看到自己深邃的事业线 河水一起递了过去 还有一张小纸条 那是苏大言写给廖仁男的 自己的酒店房间号 廖仁男根本没注意这些 正准备接过水的时候 这是干什么 花泽吕忽然察觉到什么 指着矿泉水瓶惊呼一声 众人也是一惊 纷纷侧目 只见苏大言吓了一跳 手中的纸条掉在地上 花泽吕连忙过去捡起 大声道 廖仁男你可以啊 居然在节目上玩这一套 花泽吕心里爽极了 终于可以置之廖仁男了 你不是很拽吗 现在就让你翻车 不是 你这人怎么回事 廖仁男无语的道 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你就嘴硬吧 花泽吕咄咄逼人道 这如果不是你越炮的证据 我录完节目直播吃饷 现在就让大家看看 你的真面目是啥样的 花泽吕一边说着 一边展开了纸条 观众们都是惊诧万分 迫不及待想看纸条内容 几位观察团导师 也包括李千默 则是持观望的态度 他们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也不相信 事情是花泽吕描述的那样 会谈是其他歌手 也是一脸的好奇 花泽吕拆开纸条 镜头给了大特写 只见上面写着凯撒608 还有一团英文的签名 廖仁男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个应该是你的酒店房间号吧 花泽吕摆摆纸条 傲然地说道 廖仁男痴笑一声道 我很久没住过酒店了 而且 这后面也不是我的署名 花泽吕文言 脸色有些难堪 仔细看了看签名 随后 有人说道 这个签名 应该是三个英文字母 YXK YXK 另一人道 叶旭坤 顿时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 叶旭坤给吸引了过去 什么情况 花泽吕更是目瞪口袋 与此同时 直播间热议纷纷 叶旭坤写的纸条 怎么在廖仁男手里 然后廖仁男递给苏大言 托 会不会是叶旭坤喜欢廖仁男 所以托苏大言递给廖仁男的 楼上的卧龙凤厨 根本就不关廖仁男的事 他只是个受害者 尼玛 我只关心花泽吕 何时直播吃详 此刻 叶旭坤只以为是自己 递给苏大言的那张纸条 被他给弄掉了而已 便赶紧解释道 没错 这张纸条是我写的 我后续有个游戏的通告 想跟苏大言请教一下 所以就给了个地址 不过 我的办公室团队都在 绝对不是 我个人约哦 是的 苏大言一脸茫然 但还是点了点头 现场和直播间里的观众们 也是七嘴八舌地讨论了起来 显然都是不太相信这样的回答 这时 好了 各位观众和老师通过视讯 出面解围道 刚才剑歌团的结果出来了 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吧 钟老师 不知道您最终挑选了哪一位歌手 作为灰腾集团王者农药的代言人 文言 中间面带微笑道 我们准备直接锁歌了 还是听广播来宣布吧 此言一出 再做几位歌手 是既紧张又期待 直接锁歌 那就等于没得改了 他们迫不及待 想要知道结果 毕竟这是好不容易才有的机会 万一幸运之神降临了呢 说话间 钟间起身 在夜经屏上操作一番 见此 歌手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观众们也是紧张兮兮的模样 紧接着 只听得当当当一声 一道电子播报音 在整个演播厅响起 恭喜灰腾集团锁歌成功 其中获得竞选的歌手 是廖仁南先生 声音落下 全场陷入一片寂静 参与竞选的几位歌手 都是各个猛逼的模样 在他们看来 这九位歌手之中 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被选上 可他们唯独没有想到 廖仁南居然会被选上了 毕竟 中间唯一对廖仁南的demo 提出了意见 钟总监 你不会是 选错了歌手吧 叶旭坤不敢置信地问道 第88章 球俩二货心里阴影面积 在叶旭坤的理解里 肯定是中间 想着选自己 但不会操作锁歌软件 而做出了失误的操作 一定是这样的 文言 没有输入错啊 中间摇了摇头 一本正经的道 我们要选的 就是廖仁南先生 他的这首歌 非常的热血澎湃 十分贴合王者农药团结 坚韧 不服输的主旋律 我们代表团一致商议 觉得这首是最好选择 等这首歌外放的时候 你们也就会明白的了 中间说的轻描淡写 但这些话 落在其他歌手耳中 却像是一道 惊天轰雷劈在身上 所有的歌手 都有一种 美梦破灭的感觉 尤其是花泽吕和叶旭坤两人 他们刚刚还觉得自己 站在了巅峰 可这一刻 他们就像是坠入了地狱一般 其他的几位歌手 包括王心灵 和关闭局等 也都好不到哪里去 纷纷羡慕地 看向廖仁南 廖神 好样的 观众席上一片欢呼声 刚才还替廖仁南感到憋屈 难过的人 此刻 却是无比的激动和振奋 观察团的几位导师 包括纳英 刘焕 王子宋 灵溪几人 都是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这样才符合常理嘛 而原本 眼睛都红了的李千墨 也露出一抹妩媚的笑容 他太为廖仁南感到高兴了 而天籁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当然也包括总导演韩尚佑 都是脸上挂着欣喜的神色 这尼玛 简直就是惊天大反转啊 都说综艺有剧本 但就算是有剧本 也没这么精彩吧 看着直播间 节节攀升的观众数量 韩尚佑心中 别提有多高兴了 另外 这次获得代言的 又是廖仁南 只能说 自己真的太特么的 有眼光了 韩尚佑觉得 这七节目录制完 董事会必须得给自己加鸡腿 欣喜之余 但大家心中都 装着一个疑问 这尼玛 是有剧本吗 强硬制造反转 哈哈 看见叶旭坤和花泽驴 两个傻逼样 今日份的快乐又加倍了 实话实说 真的有点看不懂 中间的这个决定 的确是让人始料未及 不少人都对此表示不解 而很快 直播间里的万能网友 给出了一个标准答案 兄弟们 我搞清楚了 你们可以去看看中间的音乐综艺 他有个外号叫夸夸教主 卧槽 还真是的 夸得越高 摔得越惨 哈哈 笑死劳资了 尼玛 中间才是真正懂东义的 把节目效果拉得满满的 所以说 兜了一圈 还是廖仁南实力最强了 廖神牛逼 Plus 就在这时 廖仁南也跟着站起身来 与中间 苏大言 一一握手 其中 苏大言在趁着握手的时候 轻轻捏了捏廖仁南的手 还挤了几自己的大熊猫 对着廖仁南 抛了个媚眼 对此 廖仁南没有理会 还绕到中间身边 站得离他远了点 见此 苏大言嘴角抽了抽 脸色都暗了几分 然后三人一起 朝着镜头招了招手 捕捉到这一幕 网友热议纷纷 这苏大言好会聊 真是任何机会都不放过 扑 叶旭坤和花泽吕泡不到的妞 居然在舔廖仁南 求这俩二伙的心理阴影面积 尼玛 如果我是廖仁南 也会这么做的 毕竟网红价太低了 楼上的 你不装逼会死吗 看到苏大言的对拨 估计你就缴械投降了 集美们 找男人 就应该找廖仁南这样的 与此同时 何老师事业训连线 主持到 再次祝贺两方合作成功 稍后节目组会安排 两方签署相关合作协议 另外 刚刚中总监似乎已经 提前透露了一个消息 就是贵公司准备把广告去外放是吗 是的 中间文言 点点头 好的 何老师也笑着道 谢谢贵公司的支持 按照节目设定 贵公司将会获得抖音公司旗下所有平台 一个月的广告免费宣传期 那现在请把歌曲 传给我们工作人员 稍后将为大家播放这首歌 嗯 中间应了声 便去操作 耶 观众席上爆发出一阵欢呼 连观察团的几位导师 及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也是化身为热心观众 跟着兴奋的喊着 很快 三分钟时间过去 何老师又开口道 歌曲传送完成 现在开始播放 请看大屏幕 刹那间 现场鸦雀无声 在场的几位歌手 都竖起了耳朵 他们想要听听 究竟是怎样一首歌 击败了他们 其他人都翘首期盼着 想要一饱二服 紧接着 舞台上大屏幕一亮 显示出歌曲信息 歌名 逆战 作词 廖仁南 作曲 廖仁南 编曲 廖仁南 与此同时 激昂的旋律 响了起来 哒哒哒哒 网友们听见了 顿时一润纷纷 卧槽 这旋律好带感 听着就热血沸腾 廖仁南这是要唱 Rock的歌了吗 这是第一次啊 兄弟们 我在上班偷偷看直播 但好想跟着节奏跳 忍不住啊 廖神出手 避数晶片 摇滚之神 拥有此技能 宿主能轻松转换成摇滚老炮 一开口便震撼全场 让人激情澎湃 鼓舞人心 就连古戏老人听了 都忍不住跟着摇摆 就在这个时候 歌曲前奏播完 Demo中唱出声 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战场上 各色英雄登场 在战胜烈火重重的咆哮声 喧闹整个世界 硝烟狂飞的训号 王者时代正来到 热血逆流而上 力气再发烫 勇士也势不可挡 第八十九章 滑下第一嗓音 动感的音乐 热血的歌词 火爆 形象的游戏场面刻画描写 配上廖仁南带有金属质感的嗓音 听了之后 让人仿佛自己穿越到了王者时期 手拿力气站了起来 朝着敌方疯狂厮杀 前方一个个敌人倒下 而自己的脸颊 也被飞来的利剑 擦出一条血痕 在这首曲子的带动下 有的观众高举起了手臂 随着旋律打着节拍 而在这个时候 副歌唱了出来 Come on 逆战逆战来演 英雄要狂野 闯荡宇宙摆平世界 哦 逆战逆战狂野 英雄要发现 战斗是我们绝强起点 我要操控我的权势 张扬我的声势 看这场龙战再演 这战场十大热血勇士 一路向前飞驰 捍卫世界的英雄 Fighting 再一绝 整个高潮部分 全程高能 一气呵成 前面积攒的所有力量 在这一刻下 喷涌迸发 廖仁南用他有力的歌声告诉我们 就算前方有再多的艰难险阻 也要勇往直前 逆流而上 努力拼搏出 属于自己的天下 其实 廖仁南最终选择这首歌 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当时纵观几首游戏广告曲 他只觉得 逆战够热血和洗脑 关键歌词还朗朗上口 这样传唱度必然高 而唯一不太合适的地方是 逆战 原本是机甲类游戏的主题曲 现在换成王者农药的广告曲 有点不太合 但这也难不倒廖仁南 他稍微调整下歌词就行 所以就如是实施了 而结果 显然是令人满意的 此刻 现场观众们听到这歌 已经彻底的嗨了起来 有的挥舞着手中的荧光棒 有的跟着白手打着节拍 还有的跟着歌声嘶吼着 气氛火热非凡 观察团的几位导师 也都跟着嗨唱起来 特别是那音和刘焕导师 在听到廖仁南飙高音的部分 脸上出现了难受 扭曲的神情 毕竟这么高的音 如果给他们两人唱 那也是十分有挑战的 可是 等廖仁南唱出来时 两人又是露出舒畅的表情 还对着音频上的廖仁南 竖起了大拇指 李谦默也跟着歌曲旋律 做着一些可爱的小动作 显得非常的有朝气和活力 听着这首歌 他都感觉自己 变得精力充沛了 而在这个时候 歌曲进入循环 联盟一场 未来继续顽强 看着战火飘摇 瓦解对手力量 熊熊气势再出发 逆战逆战来也 英雄要狂野 闯荡宇宙摆平世界 相比于第一遍的那种陌生感 此时所有人更多的是享受 就好像沉浸到歌曲之中 在游戏中肆意厮杀一般 那种酣畅淋漓的快感 令人上瘾 这战场十大热血勇士 一路向前飞驰 捍卫世界的英雄 fighting再一绝 随着旋律弹出 歌曲也结束了 何老师再次献身 笑着主持道 感谢廖仁南先生 也感谢灰腾集团 为我们带来原创广告曲 逆战 那下面有请观察团的几位导师 帮我们解析一下这首歌曲 镜头转向观察团 真的很棒 那英站了起来 显得手足无措 再想了一下 他羞涩一笑 看向镜头道 还是那句话吧 我永远挺廖仁南 哗啦啦啦 那英这话一出 现场一片掌声 廖仁南也笑着点头示意 镜头顺位 到刘焕面前 刘焕妈撒着下巴 思索几秒钟道 我想提醒大家的是 这是廖仁南第一次 唱rock类型的歌 廖仁南的嗓音清晰 响亮 爆发力十足 可以说很好的渗透了 网游产品的那种热血感 同时 传达出一种年轻人 敢于逆流而上 不放弃 坚持自我的态度 这个真的挺让惊艳我的 哗啦啦啦 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换作以前 刘焕如此夸赞一位歌手 肯定会引起观众的欢呼 或许是因为廖仁南 他的这种无所不能 谢谢 廖仁南攻深 谦虚地道 紧接着 镜头对准王子宋 王子宋真诚地点评道 从节目开播到现在为止 我发现廖仁南的音域相当宽 三个八度内 是非常稳定的 高音从B4进行到B6 跨越两个八度 基本没问题 这在国内是比较稀罕的 而且 廖仁南的音色辨识度很高 咬字还非常的顺畅 高音部分爆发力十足 声音叫原叫松 非常的开口通畅 总体来说是没有任何缺点 当之无愧是华夏第一嗓音吧 王子宋这话一出 全场掌声雷动 就连刘焕 那音两人 看向王子宋的目光 也是充满了震惊 毕竟 王子宋自身就是高音方面的强者 属于华夏歌坛最顶尖的那批人 王子宋能够给出这么高评价 无疑是对廖仁南的绝对欣赏 谢谢王导师的褒奖 廖仁南攻深致意 王子宋同样起身 对着廖仁南回礼 下一秒 镜头一到灵溪面前 灵溪想了想 点评到 从作词的角度来说 这首歌能够涵盖游戏描写 以及情绪的抒发和渲染 两者兼具 且做得非常完美 这是具有相当深厚的功底的 哗啦啦啦 观众们自发的鼓起掌 这个时候 唯一没有点评的 就剩李千墨了 镜头一转 给了李千墨一个大特写 他嫣然一笑道 几位评委说得太好了 那我就说一点别的吧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 映射出一种人生态度 我们不论在生活 工作 还是成长道路上 不可避免会遇到很多阻碍和质疑 而这首歌 就好像在告诉我们 无论阻碍有多难 质疑有多大 只要我们不停的战斗 我们就都能逆流而上 用自己的坚毅 顽强 勇往直前 这就是逆战 逆流而战 哗啦啦啦 全场掌声雷动 千墨女神 点评得好 有观众呼喊道 第九十章 强势霸占热搜榜 听此 何老师微微一笑 继续主持道 好的 谢谢五位导师的精彩解析 同时 再次恭喜两方合作成功 请辉腾集团迎策团到后场休息 中间文言 与廖仁南握了握手 跟观众打了个招呼 这才告辞退场 何老师接着说道 由于时间已经过去八个小时 那么我们今天的环节到这里就结束了 现在 来为大家总结一下 今天共锁定三个代言 金额总计 一亿三千万 额标者全部是廖仁南先生 大家鼓掌祝贺他吧 镜头 给了廖仁南大特写 廖仁南微微鞠了一躬 向观众们和导师团说了一声谢谢 又转身朝栏目组那边挥了挥手 表达了自己的谢意 哗啦啦啦 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全场所有人都在热烈的鼓掌 掌声之大 能够把顶棚掀掉 廖仁 有观众还兴奋地喊道 在场的其他歌手都是 一脸羡慕地望着廖仁南 这不就是他们梦想中的高光时刻吗 其他广告主的剑歌官们 也是一脸炙热地望着廖仁南 将这个名字牢牢地记载了心里 导师团和节目组工作人员 也都一脸欣赏地看着廖仁南 直播间弹幕区也是瞬间屏幕 一天拿衣三千万代言 这是又破了天类的节目记录啊 卧槽 廖神这完全是一枝独秀 简直就是毫无对手 廖仁南大吼一声 还特么的有谁 廖神牛逼 带现场安静点 何老师继续道 千万代言 环节 今天就告一段落 还剩下 宝洁集团 一牛集团 华威集团 华夏一栋 比亚地集团 五家广告主 共计三一一千万的代言 等待十位歌手继续收歌 请大家继续努力吧 那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哦耶 观众席上响起一片欢呼声 歌手们心情都好受了些 重新燃起了斗志 花泽吕和叶旭坤两人 刚才还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顿时又嚣张了起来 料仁南拽个毛线 重磅戏还在后头呢 走着瞧 一刻钟后 今天的节目彻底收尾 料仁南来到休息室 曹金明第一时间打来电话 提要一起聚餐什么的 料仁南一听 直接给回绝了 曹金明本来就有轻微脂肪单 这样三天两头的聚餐喝酒 估计要不了多久就要进ICU 当然了 曹金明自然明白 料仁南对自己的关心 心中暗暗记下了这份人情 两人便约定等比赛结束 一定要好好地庆贺一番 之后 简单收拾了一下 料仁南便出发去贝贝幼儿园 准备接女儿放学 节目结束刚好四点半钟 跟朝九晚五的上班白领一样 这点让料仁南很是满意 五点钟 准时接到料仁背后 妇女俩一同去了菜市场 虽然料仁南带了口罩做遮掩 但仍被几个卖菜大妈给认出来了 不仅给她的菜多点精良 还要非要收她的钱 料仁背看着这一幕 顿时呵呵大笑起来 看来老爸是真的红了 没枉费她一直为老爸鼓劲啊 另外 料仁南也不会占这样的小便宜 等着离开大妈的摊位点距离 按买菜的数额用灰心付了款 晚上 料仁南做了丰盛的晚餐 妇女俩饱吃一餐 那就是完美的一天 吃完之后 随意玩了会 然后洗漱 哄贝贝睡觉 老婆孩子 不 老婆还在路上 事业孩子热炕头 这对于料仁南来说 是最重要的事情 没一会 贝贝便睡着了 料仁南准备看会电影 放松一下 就在这时 她的电话响了几声 是她的助理发来的灰信 都是微博热搜消息 警号no.1 天籁之音料仁南破纪录 八小时拿下一亿三千万代言 警号 警号no.2 天籁之音一小时锁歌 可可乐乐广告曲 找自己 警号 警号no.3 天籁之音灰腾集团广告曲 逆战重磅发布 警号 警号no.4 天籁之音农妇集团广告曲 爱的就是你 强势首发 警号 警号no.5 廖仁南李千莫 CP 警号 警号no.6 天籁之音夸夸教主中间 警号 警号no.7 从缅甸逃回男子 自述水捞满地是血 警号 警号no.8 叶旭坤以挑逗王者主播苏大言 警号 警号no.9 警号 廖仁南看着榜单上 清一色都是自己的名字 他心中早有准备 相信 几家广告主看到这 一定也非常的开心 毕竟 能够上热搜前十名就相当于给自己产品 做了一次免费的宣传 而且 网友们的热议留言也都很积极正面 尼玛 这个廖仁南是谁啊 也太牛皮了吧 一下子拿三个代言 简直就是包场 都可以做张专辑了 哈哈 每一首歌都好好听 完全听不过来啊 卧槽 苏雪居然是廖仁南的前妻 这么有言有才还有才的男人 苏雪居然都错过了 他脑袋是被驴踢过了吗 粉了粉了 廖仁南牛逼 随便看了会 廖仁南便关掉手机 就在这时 他的脑海中响起 那熟悉的系统音 叮 恭喜宿主辉煌点 累计达到三百万 自动兑换三次奖品 廖仁南文言 顿时欣喜不已 又是累计对奖三次 现在 刷系统奖励的频率 真的提高了不少啊 这才是廖仁南最想要的 比什么节目奖金都诱人 而没等廖仁南多想 系统声音继续道 定 奖品自动兑换成功 恭喜获得神级体力 神级体力 拥有此技能 宿主将变得体能十足 百发百中 力持千斤 活力四射 持续输出24小时 不觉得累 听到这话 廖仁南眼珠一转 百发百中 力持千斤 活力四射 持续输出24 这系统果然还是跑偏 开始安排这种技能了吗 第九十一章 争取华为八千万代言 就在这时 系统的电子音继续 定 奖品自动兑换成功 恭喜获得5G精湛 5G精湛 拥有此技能 宿主对任何舞蹈 看一眼便精通 且能清除于蓝而胜于蓝 跳出的每一个舞蹈瞬间 都是风暴高光时刻 定 奖品自动兑换成功 恭喜获得控场精通 控场精通 拥有此技能 宿主将获得一万场 万人活动控场经验 包括顶级演唱会 突发事件处理等 控场将会变得易如反掌 紧接着 随着系统电子音落下 廖仁南的头脑中就 多出了很多的信息 其中 包括各种舞蹈的诀窍 他现在已经是舞王了 还有各种会议的控场经验 他甚至都可以主持国会了 当然了 也包括各种演唱会的控场经验 都是万人起步的 同时 廖仁南感觉体力变强了很多 一天忙下来的那种疲惫感 在这一瞬间 就烟消云散了 听到这里 廖仁南也明白了 原来系统是让他获得 更全方位的音乐技能 现在有了这三个技能 连开个十几场巡回演唱会 完全就跟闹着玩似的 除此之外 也有其他妙用 嗯不错 廖仁南喃喃自语 满意地点了点头 便打开电脑 继续美滋滋地看电影了 与此同时 圣雪鱼乐茶餐厅 一大群人正围坐在 摆满美味佳肴的餐桌前 边吃边喝着 不过 大家似乎很拘束 有一些放不开 因为此时的苏雪 正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 给人很大的压迫感 从天籁开播到现在 投资了好几千个W了 今天居然一个代言都没拿到 想到此 苏雪便恶狠狠地瞪了花泽吕一眼 真是没用的东西 苏雪在心里决定了 如果这个千万代言 环节结束 花泽吕没有任何贡献的话 扫地出门 或者 雪藏 你自己没用 就不要怨人无情 苏雪这辈子最讨厌没用的男人 以前是廖仁南 接着是冯昆 现在是花泽吕 在他眼中 这几人都是没用的男人 一想到廖仁南 苏雪就更爱气 但就千万代言 环节开始第一天 三家广告都被廖仁南给收割走了 这对他来说 无疑是最大的打击 不过 现在 苏雪也不得不佩服廖仁南了 他已经今非昔比 不但恢复到了六年前的巅峰状态 更是在这六年里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创作能力 完全是惊人的 后悔 他真的后悔死了 不过 现在他已经彻底跟廖仁南闹掰了 对方还拉黑了他的所有方式 苏雪也是没有办法联系廖仁南的 但是 苏雪觉得 事情还有回旋余地 毕竟六年的感情摆在那里 两人还有共同的女儿廖恩贝 一切都会有转机的 当然了 苏雪还有最后一丝的高傲 哪怕是重新回到廖仁南身边 他也要让廖仁南对他百般讨好 然后在顺势找个台阶下 把话说开 所以 他目前还是会 继续斗气下去 另一边 凯撒酒店VIP包间 叶旭坤正在和几名贵妇 以及公司的一众高管 一起吃吃喝喝着 他一会给贵妇包虾 一会给高层敬酒 忙得不亦乐乎 这时 其中一位高管 笑着道 坤坤啊 新给你接了两个通告 一个是亲爱客栈 另一个是快跑吧 都是综艺 文言 叶旭坤面露苦涩道 飞哥 我最近工作都排得满满的 哪还有时间去参加综艺啊 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 说到这里 他对着身边的贵妇 投去一个暧昧的眼神 那名贵妇 也对他挑了挑舌头 听到这话 名叫孙正飞的男子 一愣 他也看了一眼贵妇 然后沉着脸道 这有什么的 就是综艺而已 又不让你动脑动手 你去录一下面 跟着做做节目比赛什么的 非常简单的 其实 这些综艺 都是新街的 而且也是这些贵妇的意思 他们毕竟是幕后的投资者 在这场 千万代言环节中 那也是投入了大笔的资金 结果现在的反馈是差强人意 他们当然不爽了 毕竟玩归玩 钱还是首位 要赚的 所以 几人商议后决定 加大对叶徐坤的工作量 勤能捕捉吗 当然了 明面上 他们当然要说得漂亮点 叶徐坤想了想 点头道 那好吧 我去参加 孙正飞笑着 露出一口黄牙道 这才对吗 你毕竟现在是刚出来的新人 什么都是需要经过磨练的 等你积累一定的工作经验了 就可以开工作室 自立门户 而且到那时 你也是有实力的老义人 自然会受到各方的尊敬 对啊 昆昆 我们还会让你受苦吗 几名贵妇也在旁边附和着 开始给叶徐坤画大饼 叶徐坤喜笑颜开 端着酒杯道 那就谢谢各位的提携 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们的 睁眼闭眼 便到了第二天 魔都崇明岛 何老师身着正装 笑着主持道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天爱之音 千万代言 今天是环节第二天 五天四十个小时倒计时 还剩下三十二个小时 其中还有宝洁集团 一牛集团 华为集团 华夏移动 比亚地集团 五家广告主 卫索哥 请各位歌手多多努力 争取多拿下代言吧 何老师话音落下 好几位歌手都朝着 华为集团的会谈是走去 毕竟比赛进行到了现在 大家目标也都非常明确 像比亚地集团 已经内定叶旭坤 可以说是天爱内部传开的消息 而华夏移动的门槛也很高 有些歌手都试着去打关系 但是得到的反馈非常之少 所以大家也都是不太抱希望的 现在算下来 那唯一能有点盼头的 就是华为集团的代言了 广告费高达八千万 而且还相对比较公平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这个时候 廖仁南不急不忙地看着 反正 争取代言没有先后之分 讲究的是广告曲的质量 廖仁南不介意让其他人先 没意会 第一位歌手人贤齐 已经把demo递过去 华为集团的剑歌官也开始听了 其中 华为集团的剑歌官 是一位华裔ABC 名叫赵木齐 年龄约五十多岁 在国际音乐界 斩获过不少大奖 不过这个人脾气有些古怪 此刻 才听了半分钟 赵木齐便摘下了耳机 皱着眉头说了一段英语 他旁边的翻译 连忙解释道 赵总监说 您投的歌旋律太古典了 跟我们要求的主旋律 完全不适合 您另投其他家吧 第九十二章 对女神都这么凶残 赵人嫌其善笑了一声 脸上露出一抹失落 然后拿起U盘 退出了会谈室 遭遇再一次的挫败袭击 他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这时 坐在会谈桌前的 名牌上写着柳燕两字的 打扮得光鲜亮丽的女人 轻声宣布道 接下来请下一位歌手 林志玄老师来试歌了 由于参赛的十位歌手都来了 所以代表团干脆把demo都收起来 按照顺序挨个的来监听 这样效率会更高显 林志玄文言 坐在会谈桌前 神色恭敬 丝毫没有架子 赵木齐戴着耳机听着 脸色不是特别好看 同样是听了半分钟 他摘下耳机摇摇头 对翻译说了两句英文 听此 一旁的翻译点点头 然后看向林志玄道 不好意思林老师 您的歌也不太符合 林志玄一正 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 问道 具体是什么原因 我可以调整的 比赛进行到这一步 所有人都有些着急了 如果连这个机会都错过了 那越往后 就更加难了 翻译员传达了林志玄的意思 赵木齐文言 斩钉截铁地回了一句 翻译员听了之后 有些尴尬的道 对不起啊林老师 这个改不了了 哦 明白了 呵呵林志玄勉强挤出一丝笑 结果自己的demo做到了后排去 哗啦一声 现场的观众们顿时一片哗然 而看到这一幕 弹幕曲也覆平 尼玛 林志玄老师好失望的神情 真的是心疼啊 卧槽 任贤旗和林志玄老师 都是半分钟就给否定了 这个会不会太草率了点啊 是的 感觉这个剑歌官派头超大 说话也推直接了点 完全不给人留于地的 给大家科普一下 这个赵木齐很有范的 在国际上都是出了名的 曾给好莱坞影业做过配乐 一首歌都是上千万了的 嗯 我倒是喜欢赵木齐的风格 直来直去的非常果断 poo 感觉这个翻译员 夹在中间好为难的样子 没给大家过多的反应时间 刘燕总监又宣布道 那有请下一位歌手 关闭局来试歌了 关闭局点点头 收摄下自己的仪表 在会议桌前正惊微作 赵木齐已经戴上耳麦 听着demo 只听了约十多秒钟 可以说才刚刚进入 到歌曲的开头部分 框叉一声 赵木齐便摘下耳机 扔在了会谈桌上 这个突然的举动 把关闭局吓了一跳 其他的歌手 也都是一脸的惊讶 即便是赵木齐 背后的那些公司代表 也都是相互看了一眼 面面相觑 赵木齐捋了捋落腮胡 对着关闭局 说了一串英文 关闭局听不明白 将目光投向翻译 翻译员顿了顿 不知该怎么解释 欲言又止的模样 倒不是他听不懂这些词汇 而是其所表达的意思 太难听了 就在这时 叶旭坤看向翻译员 笑着道 你如果不会的话 我来帮你翻译吧 说完 他看向关闭局 道 为什么 华为的广告曲 要求展现成长 要求突出梦想 可你的投标曲 唱调有气无力的 哪里有丁点梦想了 为什么拿这样的作品 来浪费我们的时间呢 叶旭坤一字一句 执意了出来 不 关闭局原本被吓了一跳 心里早就有些发出的 此刻 听着这一番犀利的话 顿时哭出了声来 他从座位上站起来 目光扫过歌手中的几人 找到花泽吕的身影 正打算走过去 而花泽吕则是侧过身 假装什么都没看到 见此 关闭局眼着面 离开了会谈室 哭声也越来越大 等关闭局走后 花泽吕偷偷白了叶旭坤一眼 心里暗骂着 可么的就你会懂ABC 卯杂 这个时候 刘彦总监又宣布道 那有请下一位歌手 王兴林来试歌了 王兴林文言 笑容满面地坐了下来 等待着见听的结果 突然砰的一声 赵木齐一掌重重地拍在桌上 啊 王兴林惊叫一声 吓得站了起来 赵木齐一把扯掉降噪耳机 用别角的中文 冲着王兴林吼道 我搞不懂真的 你们怎么想的 梦想 Dream 我要的是梦想 你们拿这么悲伤旋律 能唱出梦想 Could It really waste my time Woo 王兴林眼眶红红的 小声抽气起来 做音乐 不能偷懒的 拿一首垃圾来PK 这不就是 糊弄人 赵木齐丝毫没有要停下的意思 额头上的血管都鼓了起来 嘴里喋喋不休的念叨着 一时间 会谈是一片寂静 连演播听的观众们 也都目瞪口呆 鸦雀无声 直播间聊天区 倒是异常热闹 卧槽 录个节目而已 要不要这么激烈 赵木齐真是顶级钢铁直男 对女神都是这么凶残的 呵呵 你们相把老董个屁 艺术家都是有脾气的 好家伙 连这四杀了 连女神都不放过 这个但言真的有看透 糟老头别骂了 心里女神都哭了 再骂老子进来吹死你 就在这时 Stop 停一下 一道身影上前 朗声制止道 此人正是廖仁南 只见他微微醋眉 神色淡然自若 所有人都喘了一口气 终于有人出面说话了 但同时 大家也都聚精会神地看着 不知道接下来会是个什么样的情形 而赵木齐则是有些发了 猛逼地看着眼前的年轻人 廖仁南走到王兴林身边 目光直直地看向赵木齐 朗声道 音乐本身没有 高低贵贱之分 存在集合里 每位歌手都有各自的风格 这是容不得任何人评头论足的 而且 这是一场双向选择的游戏 谁都没有权利指责另外一方 更别说这样涉及到人身攻击的了 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我觉得 我们有权利霸露这起 第九十三章 竞选要不要这么刺激 一旁的翻译员 也不断地把廖仁南说的话 都翻译给赵木齐听 赵木齐的面色愈发的难看了起来 但他却没说任何话 此刻 一直待在赵木齐身后的 几位企业代表团高管 也凑过来对他说着什么 类似的注意知识直播 再这样下去 就没广告取选了 需要先待定几个等 赵木齐听到这些话 心中的怒火更甚 连手都开始颤抖起来 他避开这些人 从背包掏出一瓶药 倒出几颗 救着水吞了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是面面相去 柳燕赶紧站出来 对着镜头解释道 赵老师这是在服药 不是别的东西 他身体有点小问题 不过没什么大碍的 在场的人文言 都点了点头 赵木齐吃了药一会儿 手颤抖的幅度小了许多 王心灵也止住了哭 拿过自己的demo 回坐到歌手席后 当看到廖仁南时 他露出一丝微笑 廖仁南 谢谢你啊 廖仁南点一下头道 不用谢 一切恢复正常 柳燕总监宣布道 那有请下一位歌手 叶旭坤来试歌了 叶旭坤文言 一脸傲娇的坐了下来 其实试歌到现在 他对自己的这首歌 也没有太大的信心 而且 这个老头够难缠的 跟个神经病似的 反正 能否拿到代言无所谓 架势歌调绝对不能输 毕竟这么多粉丝看着呢 赵木齐带着降噪耳机 认真地听了起来 也是才二十多秒钟 刚进入到主歌一两句 赵木齐便摘下了耳机 叶旭坤心里一颤 估摸着没好事了 赵木齐刚准备咆哮 但又压下了怒火 本着脸说了几句英语 翻译员刚准备说话 却被叶旭坤给拦住了 他是懂英语的 这个老头说的是 华而不识 与主题不符 叶旭坤可不想他翻译 不然被全国网友听到了 那多有损颜面的 眼看拿代言无望 叶旭坤刚要拿过demo 便听见赵木齐身后的 代表团议论着什么 他想着 事情或许有转机 便决定继续等一会儿 代表团几人轮流表达着意见 大概是 叶旭坤是当红小鲜肉 粉丝基础很多 是值得考虑的 仅有几位歌手没事歌了 这样下去 就可能轮空了 文言 赵木齐板着脸 标出几句英语 翻译过来是 就算后面都选不上也没关系 轮空我也不要这首歌 我虽然是ABC 但是我讨厌英语 华夏的产品 为什么要用英文歌 听到这话 叶旭坤的脸色 瞬间变得铁青 换作是另外 任何一位评委 他肯定都要过去怒怼了 而面对的是国际音乐家赵木齐 叶旭坤却是不怎么敢造次 毕竟 赵木齐在国际音乐圈 都是有一席之位的 并经常在各种大型比赛中 充当点评的嘉宾 如果现在得罪了赵木齐 说不定哪天就会因此吃亏 直播间看到这幕 网友们热议纷纷 叶旭坤这次 怎么这么老实 看来也是欺乱趴音的 尼玛 想不到赵木齐这么爱国的哈 挺有态度的 还好廖仁南先前有出头 在前面对了赵总监 不然昆昆那首英文歌头标 肯定是要被骂惨的 所以说 这些歌手都比较中立啊 只有廖仁南是敢做敢为的 而昆粉看到不好留言 也纷纷都开始反驳 这个赵木齐老头 真是什么评委啊 弄得很牛的样子 还是我昆昆心胸大度 都不追究别人责任的 廖仁南算的什么球 跟我家叶旭坤能比吗 赶紧上吧廖仁南 坐等你被赵老头 骂成什么比啊 紧接着 参与了监听 都是直接被刷掉 赵木齐一点情面都没有讲 就在这时 柳燕宣布道 那有请下一位歌手 花泽吕来试歌了 花泽吕撅着小嘴 忐忑地坐了下来 赵木齐戴耳机听着 眉头越皱越深 二十秒钟 他摘下耳脉 叹息一声 正要说话 却被花泽吕一把拦住道 赵老师你不用说了 这首歌可能不合适 哈哈哈哈 所有人听到这话 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花泽吕又补充道 这首歌 满意的准备放到 下一张专辑算了 花泽吕说完拿过优盘 转头看了苏雪一眼 想着自己至少留住了颜面 苏雪应该要夸奖自己的 而殊不知 苏雪正看着花泽吕 无语地摇了摇头 这 真是太不争气了 等榨干他的剩余价之后 雪藏看来是迟早的事了 有意思 现场观众欢呼着 根本就不嫌是大 直播间弹幕 也瞬间复平 哈哈 花花好耸 求生欲太强了吧 尼玛 居然连着酒杀了 赵木齐真够严苛的 大家也见怪不怪了 可以看看赵木齐 以往参加节目的视频 都是这种变态风格的 哼 只剩廖神还没有上场了 不知他能不能改变这个局面 坐等廖仁南被批 还真把他当的神了 他能拿到之前的代言 不过是没碰到 这么严格的导师 楼上的是昆粉 还是花粉 这就开始无脑黑了 就连天籁总导演韩尚佑 此刻也是眉头紧簇着 选广告曲按照这个进度下去 还真的有可能要被轮空了 其实 按照千万代言 环节设定 如果投标的所有歌手都轮空 那么广告主就要 进行二次筛选 从中挑选出相对满意的广告曲 而如果最后一首都不选的话 那是要赔给节目组违约金的 但华为集团本就是天籁赞助商 所以它是属于有特权的单位组织 是能够把广告曲进行轮空的 所以一时间 大家对这场竞选结果 也是充满了好奇 这时 刘燕开口宣布道 那有请最后一位歌手 廖仁南来试歌了 第九十四章 创作戒天花板 廖仁南文言 面色平静地坐了下来 脸上看不出任何的情绪 赵木齐子绷着脸 带着耳机听着 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两人 现场的气氛 也是非常的凝重 廖仁南的死忠粉们 都期待他能有好的表现 而像花泽吕 叶旭坤这样 他们本来以廖仁南为竞争对手 又或是廖仁南的黑粉等人 他们更希望看到的 就是廖仁南被羞辱的一幕 按理说 先前廖仁南为了维护王心灵 对得赵木齐这么的不爽 现在肯定是要被针对的 他们都等着看好戏了 当赵木齐按下播放键那一刻 大家都在心中默默读着秒 一秒 五秒 十秒 十五秒 这时 花泽吕和叶旭坤两人 以及廖仁南的黑粉们等 都在心中暗暗揣摩着 赵老头要拿下耳机 现场开始发飙了 然而 他们期待的一幕并没有出现 赵木齐还继续见听着 二十秒 三十秒 虽然时间很短暂 但是在这一刻 对于所有人来说 每一秒都是漫长的 尤其是廖仁南的黑粉 此刻已经坐不住了 在直播间里嘲讽 这不对劲啊 应该进入到主歌了呀 赵老头有点安静啊 赵老头骂起来啊 给我对死廖仁南 特么的赵老头 摔耳机 拍桌子啊 快 这应该是暴风骤雨前夕吧 末日快点来啊 而廖仁南的支持者 也疯狂发弹幕 为他加油打气 都是廖仁坚挺住 黑粉退退退等留言 四十秒 五十秒 镜头持续给着赵木齐特写 五十五秒 就在这时 赵木齐双眼放光 原本阴沉的脸上 也浮现出一抹笑意 然后 他的手微微颤抖了起来 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什么 赵老师 怎么了 旁边几人一头雾水 与带焦急地问着 我的药 赵木齐道 柳燕恍然大悟 赶紧把赵木齐的药翻出来 给他倒了几颗 又递上一杯清水 赵木齐就着水把药吃了 这才感觉好瘦一些 手也不再颤抖了 看到赵木齐状态好点 周围的人才松了口气 直播间弹幕 也瞬间覆平 卧槽 这泥马 我的小心脏 怪吓人地 兄弟们 我看见了 这要是咪打坐轮 是抗焦虑和震惊作用的 楼上的牛逼 你不去当特务可惜了 赵老头刚才是被什么刺激了 难道是廖仁男的广告曲吗 好家伙 这样说来 廖仁哥一定不差 期待快点放出来 想到什么 刘烟问道 赵老师 您没事吧 要不要 没什么 赵木齐摇了摇头 说着 他又戴上耳机 道 我先把歌听完啊 于是便听了起来 只见 这一次 赵木齐脸上没有了之前的阴沉 反而露出了一丝激动和欣喜 偶尔还会咯咯地笑几声 开心地像个小孩子一般 众人看到这幕 更是好奇起来 又过了几分钟 赵木齐笑容满面 将耳脉摘了下来 赵老师 柳燕轻轻唤了一声 锁哥吧 赵木齐指着廖仁南 开心笑着对柳燕道 您是说廖仁南 得标了 柳燕询问道 赵木齐点点头 of course 他说得轻描淡写 但听在众人耳中 却如同晴天霹雳 所有人都是一愣 旋即齐看向廖仁南 就在这时 赵木齐越过会坛桌 向廖仁南伸出了自己的右手 廖仁南一震 但还是伸出了右手 两只手握在一起 赵木齐呵呵一笑 用声色的中文道 年轻人 好样的 我对广告曲比较急 所以脾气不好 请别怪 你的音乐 我喜欢 然后赵木齐皱眉 努力地回想着 却找不到合适的词语 突然 他抬起头 看向屋顶 道 天花板 同时 对廖仁南竖起了大拇指 哗啦一声 现场一片哗然 大家显然都被这一幕 锁金住了 其他的歌手 也都是用一种羡慕的目光 看向廖仁南 正如赵木齐所言 廖仁南 对于他们来说 无疑就是天花板 观察团的几位导师 包括纳英 刘焕 王子宋 林熙等 全都目瞪口袋 李千墨也是惊喜交加 这一幕显然是他 万万没有想到的 即便是天爱节目组工作人员 包括总导演韩尚佑 也是觉得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毕竟赵木齐对这首广告曲 要求有多么的严苛 他们都是看在眼里的 可现在赵木齐完全是另一副态度 可见他有多欣赏廖仁南的作品 也就在这一瞬间 弹幕区直接复评 好家伙 天花板 赵木齐对廖仁南评价好高啊 你嘛 看赵老头都那样了 显然是很满意廖仁南的歌了 卧槽 廖仁南也太牛背了 居然连赵老头都征服了 哈 不愧是廖仁出手必经品啊 节目组赶紧外放吧 老子等不及了 一时间所有人都很好奇 这到底是一首怎样的歌 能让赵木齐如此欣喜若狂 而在这个时候 柳燕已经锁歌 当当当的一声 一道电子播报音 在整个演播厅响起 恭喜华为集团锁歌成功 其中获得竞选的歌手 是廖仁南先生 廖仁 在场的男粉都兴奋了 并热烈的欢呼起来 哗啦啦 全场掌声雷动 廖仁南也站起身来 与赵木齐 柳燕一起 面向镜头 何老师通过视讯连线 主持道 再次祝贺两方合作成功 稍后节目组会安排 两方签署相关合作协议 另外 按照节目的安排 现有一件事情 需要赵木齐 柳燕两位总监 做出相关的决定 那就是 贵公司的这首广告曲 是否选择对外播放 如果贵公司选择外放的话 将会获得抖音公司旗下 所有平台 一个月的广告免费宣传期 观众席上 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不光是他们 连观察团的五位导师 以及节目组工作人员 也化身为狂热观众 纷纷呐喊起来 声势浩大 震撼人心 第95章 惊人的海豚音 文言 柳燕若有所思 来参加选举时 公司高层讨论过这个问题 最后决定对歌曲暂时保密 等恰当的时候再公布 但他是做宣发的 此刻看到观众们声势这么大 如果直接否定 而掉观众胃口 似乎也是不太好的决定 考虑到此 柳燕便道 请允许我打一个电话确定下 当然可以 何老师笑着道 柳燕便退到会谈室角落 护着话筒拨通一个电话 所有人的心都跟着提了起来 几分钟后 柳燕通完了电话 快步走到镜头前 在这一刻 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这时 柳燕点了点头 背着话筒道 何老师 我们选择外放广告曲 哦耶 华为 好样的 还没等何老师宣布 台下就已经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一些想听这歌的观众 更是欢呼起来 赵木齐和柳燕健壮 也是非常的开心 感谢两位老师 选择外放广告曲 何老师一点笑容 主持道 那现在请把歌曲 传给我们工作人员 稍后将为大家播放这首歌 耶 众人又是一阵欢呼 很快 三分钟时间过去 何老师又开口道 歌曲传送完成 现在开始播放 请看大屏幕 一时间 全场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很好奇 这到底是一首怎样的歌 能够碾压其他所有歌手 就在这时 舞台中央大屏幕一亮 显示出歌曲信息 歌名 我的梦 作词 廖仁南 作曲 廖仁南 编曲 廖仁南 网友们见状 便一轮纷纷 厉害了我的歌 又是词曲唱全部操板 好家伙 两三天一首歌 廖仁南的创作灵感 都不会停滞的吗 廖神出手 必数精品啊 期待 廖仁南 牛逼 plus 紧接着 一段大气恢弘的钢琴独奏 响起来 那别有一番铿锵的曲调 给人莫名其妙的力量 一段旋律过后 歌声传了出来 一直的一直的往前走 疯狂的世界 迎着痛 把眼中所有梦 都交给时间 Demoli 廖仁南的声音很好听 婉转但充满力量 那嗓音特别细腻 宛如在人耳边诉说一般 一下就让观众沉浸进去 随着这小段旋律结束 他的音阶也拔高几分 想飞就用心的去飞 谁不经历狼狈 我想 我会忽略失望的会 拥抱遗憾的美 我的梦说别停留等待 神级歌喉 宿主拥有此技能 不管是高中低音 绵羊音 海豚音 还是各种类型的音 统统完美唱出 不在话下 刹那间 廖仁南的歌声 如同一阵微微的春风 浮去了大家的悲伤 如同一红潺潺的细流 洗涤着大家的心灵 如同一缕灿烂的阳光 照亮大家的心扉 短暂的停顿后 廖仁南唱出副歌 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 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 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 因为你是我的梦 是我的梦 随着歌曲之中 空灵的海豚音响起 所有人都释然了 现场有的观众 虽然嘴角弯着 但眼眶已经红了 他们哭了 既是因为凄美伤胆的歌曲 也是因为这惊人的海豚音 观察团的几位导师 有两位对视了一眼 还有三人都是 一脸震惊的摇了摇头 显然是被这歌声给震住了 天籁工作人员 包括总导演韩上佑在内 所有人都停止了那么几秒 瞠目结舌的立在原地 显然也被惊讶住了 至于华为集团的代表 每个人都是一脸的赞许 尤其是首席剑歌官赵木齐 更是闭着眼睛 沉浸在了这首歌中 与此同时 直播间弹幕 瞬间炸锅 卧槽 海豚音 要不要这么惊艳 好听 廖仁南真是帅气 实力兼备 不愧为天花板 喷子们听到了吗 都跪着膜拜吧 罪人罪心 随着旋律放缓 歌曲进入循环 执着的勇敢的不回头 穿过了黑夜 踏过了边界 路过雨路过风往前冲 总会有一天站在你身边 泪就让它往下坠 溅起伤口的美 哦别以为失去的最宝贵 才让今天浪费 我的梦说别停留等待 这一遍 虽然旋律不变 但是歌词变了 大家都听懂了 这首歌传达的意思 不是所有的梦都能实现 不是所有的话都来得及告诉 不是所有的爱都有结果 但在梦想面前 我们还是应该不具困难 勇往直前 有些恨 有些爱 有些痛 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人生怎样能不留遗憾 因为你是我的梦 世界会怎么变化 都不是意外 记得用心去回答 命运的精彩 世界会怎么变化 都离不开爱 记得成长的对话 勇敢的说 我不再等待 这一段 歌曲中加入了说唱部分 更加阐明歌者 对人生的态度 梦想可能遥远 但并不是遥不可及 这个世上没有莫等生 人人都能以梦为马 去往一心向往的地方 纵然沿途无人喝彩 心有至爱 终会拨开云雾 望见碧水蓝天 所以 当廖仁南看到华为公司用 梦想作为广告曲主题时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首歌 歌词是何等的深刻 何等的精辟 同时 它传达的理念 与华为集团发展历程 不谋而合 华为集团从一家 木木无闻的小公司 硬是凭着坚韧与执着 在冷眼与嘲笑中 一步步走到今天 成为华夏人 引以为傲的龙头企业 这就是对梦想 勇敢追逐的精神 第九十六章 这拨狗粮 来得猝不及防 舞台音响之中 歌声还在继续 泪就让它往下坠 溅起伤口的美 哦别以为失去的最宝贵 才让今天浪费 我的梦说别停留等待 就让光芒折射泪尸的瞳孔 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 待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 因为你是我的梦 我的梦 你是我的梦 因为你是我的梦 在一段空灵的海豚音后 伴随着旋律放缓 音乐也慢慢结束 而虽然歌曲结束了 但其给人的感染 却是更加深刻了 追梦的路上 可能困难重重 充满荆棘 但保持乐观的心态付出 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你的人生终将辉煌 哗啦啦 演播听所有观众 包括观察团的导师 天籁的工作人员 还有广告主代表团等人 全都不约而同的起立 自发为廖仁南鼓掌 掌声雷动 廖神 观众席上很多人 边鼓掌边呐喊 直播间弹幕数量 也创下历史新高 这首歌有深度 我一个大猛男 都听得落泪了 人一定要有梦想 万一实现了呢 粉了粉了 廖仁南 廖神牛逼 plus 见状 廖仁南面色平静 对着镜头 微微拘了一躬 这一下 哗啦啦啦啦 台下的掌声更大了 全场唯一没有鼓掌的 大概只有叶旭坤团队 以及苏雪 花泽吕几人 可此刻 却没人理会他们 众人的目光 都聚焦在廖仁南的身上 视讯中 何老师也在鼓掌 脸上满是兴奋之色 等掌声稍稍平息后 继续主持道 感谢廖仁南先生 也感谢华为集团 为我们带来原创广告曲 《我的梦》 那下面有请观察团的几位导师 帮我们解析一下这首歌曲 镜头转向观察团 那音仍然站着 沉吟了一下道 网上都说我音域宽 能跨越高中低音等 我今天想对大家说的是 廖仁南才是真正音域宽的歌手 从比赛出到现在 不论是低音 中音 还是高音的歌曲 他都能轻松驾驭 不但坚固 还音色统一 穿透力强 听感绝佳 这是相当厉害的 哗啦啦啦 那音点评完 现场掌声雷动 镜头对准刘焕 刘焕也站立着 他促眉想了下 笑着道 其实除了唱功实力 经验和技术之外 情感表达 也是一个好歌手必备的素质 在这方面 我认为廖仁南是 当之无愧的华夏第一 他有着非常强烈的表演欲望 和灵魂力量 每次演唱时 都能够将自己完全投入到歌曲中 他的嗓音透彻 而又富有感染力 会感到非常舒服 说到这里 刘焕也学着赵木齐的动作 指了指防顶到天花板级别吧 哈哈 台下一片哄笑 接下来 王子宋和灵溪老师两位导师 也分别从唱功技巧 和词曲协调方面 被廖仁南 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末廖 也都笑着指了指天花板 把所有人都逗乐了 最后 轮到李千墨点评了 镜头给了他大特写 只见 李千墨一双大水眸 还带着一丝丝红韵 显然是刚刚哭过了 不过这样一来 显得他更加的娇艳动人 李千墨沉音片刻 动动粉唇道 这样说吧 这首歌 我准备单曲循环 现在直接把这demo录下来 等正式版出来了再替换 反正 每天都要听一听 此言一出 全场掌声如雷 李千墨 廖仁南 再见 有观众起哄喊道 李千墨这才意识到 自己刚才的话说的有些暧昧 顿时就羞红了脸 谢谢 廖仁南微微欠了欠身 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而节目组立马把李千墨 修红脸的镜头 和廖仁南微笑的镜头 拼接在一起 直播间弹幕区 立马就爆炸了 哇哦 好养眼的一对 这拨狗粮 来得猝不及防啊 节目组剪辑好友心 必须要加鸡腿了 李千墨廖仁南在一起 看着节目蹭蹭上涨的热度 节目组工作人员 包括总导演韩尚佑等 在心里也非常感谢两人 为天籁制造了不少热度 同时 他们慢慢也刻起了两人的CP 这不就是男才女貌吗 视讯中 何老师微微一笑 继续主持道 好的 谢谢五位导师的点评 同时 再次恭喜两方合作成功 请华为集团银策团到后场休息 由于时间已经过去四个小时 那么今天上午的环节到这就结束了 现在来为大家总结一下 截止目前 共锁定四个代言 金额总计为211千万 得标者全部是廖仁南先生 大家鼓掌祝贺他吧 哗啦啦啦 又是一阵掌声响起 镜头 给了廖仁南大特写 他与赵木齐 柳燕两人 一一握手致意 这才冲着镜头摆摆手 带掌声小点 何老师继续道 千万代言 环节 今天上午就告一段落 还剩下 宝洁集团 一牛集团 华夏移动 比亚地集团 四家广告主 共计两亿三千万的代言 等待十位歌手继续收割 请大家继续努力 咱们下午两点准时再见 这时 镜头扫过台下的观众们 Oh yeah 所有人都是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对着镜头挥挥手 暂时告别 镜头再一次扫过参赛歌手们 除了廖仁南 保持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其他几名歌手 都是勉强挤出一丝微笑来 而像花泽吕 叶旭坤更是垂头丧气的 脸黑的就像要马上哭起来似的 不过 也情有可原 比赛一天半 给个零鸡蛋 谁笑得出来 第九十七章 打得火热 天籁宽敞的餐厅 午餐时间 本来应该是欢天喜地 吃吃喝喝的时间 可是现在所有人都没有那么高兴了 要知道 这才一天半的时间 廖仁南就以一己之力 将可可乐乐 农夫集团 灰腾集团 以及现在的华为集团等 这四家公司的代言 全部收入囊中 这是何等的 让人嫉妒 所以 哪怕桌子上摆满了美味佳肴 但众人却没有心思去吃了 只是时不时地偷瞟一眼廖仁南 不自觉地想看一看 他在干嘛 哪怕廖仁南那边 发出一丁点动静 都足以吸引他们一百分的注意力 而另一边 廖仁南倒是十分的泰然 在节目组餐厅点了几个简单的饭菜 准备对付着吃一餐 就在这时 一双娇小玲珑的美角 配着奢侈品牌的高跟鞋 映入廖仁南眼帘 廖仁南抬头一看 俨然就是李千墨 李千墨提着一个粉色饭盒 正笑盈盈地看着廖仁南 廖老师 我多带了一点菜 你可以帮我吃一点吗 求之不得呢 廖仁南笑了笑 拉开一把椅子道 你也做吧 谢谢 李千墨应了一声 便落座 把菜摆出来 有青菜烧牛肉 山药炖排骨 公保鸡丁 蒸蒜苗 孜然蘑菇 胡萝卜炒青菜等 菜色非常的丰富 除此之外 还有一份浓汤 廖仁南有神级厨艺 加身 只要一闻 他就能分辨出里面的主料 有百合 雪梨 还有少量枇杷和甘蔗 都是对嗓子好的食物 他心中顿时涌起了一股暖流 廖仁南想起了什么 嘴角露出一丝笑意道 这些都是 你那位朋友的手艺吗 不是 是我做的 李千墨如实说道 他也猜到了上次 应该是被廖仁南识破了 不然他也不会硬着头皮 把菜吃个精光 你尝尝吧 说出这句话 李千墨有点没底气了 遍补了一句道 可能味道差点 不会啊 闻着很香 廖仁南说着 加了一块放进嘴里 津津有味的吃完后 又加了一句道 味道也很好 其实说来也奇怪 这是廖仁南有生以来 真真正正吃到的 第二位女人 专门为他做的饭菜 第一个是他的母亲 第二个就是李千墨了 至于苏雪 当时从结婚到离婚 他就从没下过一次厨房 就算有一次廖仁南高烧不退 苏雪也没动手 为他准备一丁点什么 不过这样也好 谁也不欠谁的 此刻 李千墨看见廖仁南吃的这么大口 心里也是暖暖的 便跟着他一起吃起来 明显是放松了许多 廖老师 我感觉做婚菜 还是挺不稳定的 时好时坏的 你什么时候教教我呗 当然可以啊 我告诉你啊 做婚菜最讲究火候 就是廖仁南笑着道 正准备解释一番 却发现脑中全是专有名词 上一次就因为全是术语 让李千墨听得一头雾水 于是廖仁南便道 算了 还是改天现场教你吧 好呀 李千墨花痴一笑 改天现场教 那不就是变相约会吗 嗯苦尽甘来啊 李千墨想到什么 又问道 廖老师 接下来的两个代言 都是比较棘手的 你有什么打算吗 廖仁南文言 笑了笑道 继续忙呗 我头很铁的 扑痴 李千墨也被这话逗笑了 笑着举起一个拳头道 那加油 哈哈 两人都笑了 而这个画面 被其他人看见 餐厅所有人 特别是参赛的其他几位歌手 心里都是五味杂陈 任贤奇和林志玄 是坐一桌的 两人朝着廖仁南方向看了一眼 林志玄苦笑一声 道 看来咱们真的是老了 是时候该退出歌坛了 让位置给年轻人了 任贤奇文言 也笑道 可不是吗 真的是有点跟不上现在的潮流 不过 咱们华夏乐坛 有这么新鲜的血液 我还是挺为他们高兴的 这倒是 林志玄点点头道 声声不息 才能涌传不止 王兴林和关闭局两人 也在同一张桌上用餐 两人虽是竞争对手 但是比赛到现在 碰过了不少的面 早已从对手变成朋友 看见这一幕 关闭局疑惑地问道 你说他们都是当红衣线 特别是李千墨 家世还那么的好 他们这么光明正大交往 都不怕影响事业的吗 王兴林柳眉微醋 思索了片刻 道 他们应该不怕吧 不然也不会这么自在了 李千墨那显赫的家世 早就支撑他无所畏惧了 而廖仁南是创作型歌手 靠实力来闯荡鱼圈的 也是不惧怕流量的 再说了 如果两人真的都喜欢对方 就更加不会在意这些了吧 关闭局文言 偷偷看了花泽吕一眼 陷入了沉思 再说花泽吕所做的那一桌 气压则是低到了极点 苏雪本就对花泽吕在这次的 代言活动中表现非常不满 所以节目一结束 就批了花泽吕一顿 连午餐都没来跟他一块吃 花泽吕自然也是心里很不爽 而现在 他看见廖仁南和李千墨打得火热 心里更是羡慕极度恨 不过 花泽吕却是没任何办法 现在 他只祈祷能够把华夏移动的代言拿到 这样至少算有个交代 而另一桌的叶旭坤 心情也是不爽到了极点 他廖仁南一个离过婚的二流明星 居然能够有这么大的艳赋 想到这 廖仁南就要气得吐血 只能说 这个李千墨也不是什么好女人 就算是家庭背景 雄厚有钱怎么了 反正劳子也是不缺钱的少爷 叶旭坤决定了 今天比赛结束之后 去高级会所挑个美点的公主 好好地放松 发泄一下 反正关了灯都一样 无所谓了 时间飞逝 眨眼就到下午两点钟 千万代言 环节继续 时间过去十二个小时 这也就意味着 还剩二十八个小时 而截止到现在 除了廖仁南拿下四个广告 其他的歌手都是零收获 所以说 大家都还挺着急的 第九十八掌 这就是体制 真是太腐败了 现在的状况是 只剩下华夏移动 比亚地集团 伊牛集团 宝洁集团 一共四家广告主了 其中 伊牛集团要求 广告曲演唱者 性别为女 所以只能在王兴林 和关闭局之间挑了 到目前为止 伊牛集团还在持续比稿中 让关闭局 王兴林 调整了几遍歌曲 倒不是说 他们的作品都很好 而难以从中取舍 而是广告主 对双方的作品 都不太满意 这个就比较尴尬了 此外 还剩下一个宝洁集团的七彩空间产品 广告主倒是不排斥男性代言 但一名男歌手代言女性产品 怎么也会被人诟病一番的 所以大部分歌手也是比较排斥的 于是 节目一开场 叶旭坤一屁股坐到了比亚地集团的会谈室 而花泽吕则是静止走向了华夏移动的会谈室 至于其他的歌手则是一脸的茫然 一时不知该如何选择 有几位歌手索性坐在歌手席位上 静观其变 看到了这一幕 网友一轮纷纷 尼玛 这叶旭坤还翘着二郎腿 也太嚣张了吧 可不是 看花泽吕那逼模样 目中无人的狠了 这俩人基本内定了代言 看其他歌手一点反抗想法都没有 爱终究还是斗不过资本 有点没意思了 料人难上啊 你不是很牛逼吗 哈哈 现在知道怂了 楼上的 你中午吃屎了吗 嘴这么臭 就在这时 只听得框插一声 林志玄站起身来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 他那销售的身躯上 林志玄推了推后矿眼镜 脉步走进华夏移动会谈室 而此刻 华夏移动代表团 席位上 居中坐着的是银策部部长 名牌上写着林圣英三字 一副大副平平的模样 林部长旁边是部门经理 名牌上写着江辉两字 也挺着一个圆肚子 靠边坐着的是剑厅官 名牌写着胡志勇三字 身材不胖不瘦的 林老师你好 赶紧请坐吧 见林志玄走进了会谈室 江辉非常圆滑地打招呼 另外两人也点头失忆 而花泽吕却是白了林志玄一眼 他居然有胆子进来 不过也没有关系 谁进来 让他好好吃吃扁 这是我的demo 林志玄把优盘递了过去 江辉笑着接过 递给了胡志勇 然后道 我们华夏移动的广告曲要求 早就已经公布出去了的 主旋律就是青春 张扬 个性 适合我们动感地带的卡配套的 明白 林志玄扶了伏鼻梁上的眼镜 点点头 趁着这个空隙时间 胡志勇已经接入U盘 开始戴上耳机 听广告曲了 见状 江辉搓了搓手 微笑着道 到现在为止 只有花泽吕一人投标了 不知道其他人为什么不投 也可能是要求比较高吧 但就花泽吕的广告曲 我们还是挺满意的 多谢领导的后爱 花泽吕文言插话道 脸上不由地浮现出了一谋笑容 呵呵 林志玄善笑了声 却没有说话 当然了 江辉略感尴尬 解释道 我们是严格按照正规流程办事的 一切也都还没有定 林老师 您尽管是哥 我们的剑歌官胡志勇是懂行的 他也是音乐专科生出来的 江辉这段话 既是说给林志玄听的 同时也是说给所有的参赛歌手听的 就是要告诉大家 你们不投稿 是你们的事 我还是非常公平公正的 嗯 林志玄微笑汗手 这个时候 胡志勇听完歌 摘下耳机 林老师的广告曲怎么样 江辉迫不及待地问道 胡志勇迟疑一下 道 歌曲是非常好听的 相信一定会很受欢迎 但是跟主旋律 还是有点远了 其实这番话 是早就准备好的说辞 只是借胡志勇的口说了出来 那真的太可惜了 江辉露出遗憾的表情 看向林志玄道 不过林老师您这歌 完全可以投其他平台 绝对会火的 没关系 林志玄微笑道 事实上 他也知道网上的传闻 只是还有点不太相信 而当他踏进会谈室 感受到里面的氛围 就已经猜到了结果 那你们先忙吧 林志玄接过幽旁 起身道 居中的林圣英也起身 对林志玄伸出手道 谢谢林老师能投稿 希望以后 有机会再合作吧 嗯 行 林志玄握了握手 我送送您 江辉把林志玄 送到会谈室门口 这才转身 看到这一幕 欲 观众席位 虚声一片 直播间弹幕 也开始猛风 尼玛 好假呀 这铁定是内定了呀 这还用怀疑吗 不知道圣雪娱乐 砸了多少钱 应该还有其他的投入吧 卧槽 这就是体质 真是太腐败了 看着恶心 对呀 真是没意思 只可惜不能快进啊 乔花则吕 那个嚣张样 真是太受不了了 谁给我去灭灭他 你们这些酸柠檬 为什么看我家花花不爽 他也是靠实力争取的 有错吗 花则吕 华夏歌坛永远低深 一时间 华夏移动会谈室 再次陷入沉默 直播间的气氛 也变得古怪起来 而天籁节目组导演 连忙把镜头四处切换 分别给导师团 歌手席位 甚至一些漂亮的美女观众等 多一些奋镜头 不然真的没什么看点 就在这时 框叉一声 廖仁南站起身 朝着华夏移动会议室 迈步走去 原本 他想等其他歌手先投标的 可是见大家一直都没动静 他也就不打算继续等下去了 而看到廖仁南起身 导演连忙给了他特写 廖仁南是一脸泰然 但台下的观众 节目组工作人员 还有华夏移动代表团几人 都是眉头紧锁了起来 大家都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反倒花泽吕是喜出望外 他正期待廖仁南能来投标 这是一个报仇血恨的好机会 第99章 歌曲开头就是王诈 廖仁南走进会谈室 找到位置静止坐下 江辉也回过神来 满脸堆笑道 廖仁南你好 欢迎欢迎啊 廖仁南微笑着点头 与几人一一握手 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 他还是会的 打过招呼后 江辉也不拐弯抹角 开门见山地道 感谢你对我们公司的大力支持 那请让我们听听你的广告曲吧 廖仁南把优盘递了过去 嗯谢谢 江辉接过优盘 回头看向了胡志勇 吩咐道 快给听听 仔细点啊 虽然名额内定了 但江辉知道 在镜头面前要做得漂亮些 知道 胡志勇应了一声 结果优盘 认真操作起来 事实上 胡志勇之前很少关注于圈 所以并不知道廖仁南 但是这两天里 他以广告主代表身份参加节目 算是间接认识廖仁南 他对音乐有一定的了解 知道廖仁南创作出 这么几首经典的广告曲 是需要多少音乐 才能做支撑的 所以 胡志勇打心底里 其实很佩服廖仁南 算是一位心境男粉了 镜头前 江辉说着官方客套话 廖仁南也随意地打几句 旁边的胡志勇准备就绪 聚精会神地听起demo来 然而 才刚听一个开头 原本围攻着背的胡志勇 腰杆便猛地挺直了些 随后 他脸上的表情 越来越夸张 之后更是 惊喜得几乎快叫起来 就像中了几个亿的大奖 而胡志勇动静太大了 哪怕是 隔着几个座位的花泽吕 也感觉到了 他的反常行为 花泽吕立刻不爽了 这胡志勇给廖仁南的作品 这么大反馈 那不就是在变相 打自己的脸吗 于是 避着镜头 花泽吕给江辉使了个眼色 江辉几人都说过好处的 自然跟花泽吕一个鼻孔出气 便连忙瞪了胡志勇也 而胡志勇完全沉浸在歌曲里 根本就没发现周围的异常 反倒是越来越兴奋起来 迫不得已 江辉用手肘撞了一下他 胡志勇这才反应过来 他摘下耳机便迫不及待到 这首歌真的挺标心立异的 风格非常非常的新颖 完全是颠覆性的存在 而且 他还拿咱们一动动感地戴卡做歌词 真的是太惊喜了 要不你们也听一听吧 胡志勇开口噼里啪啦的说了一通 就像是发现大宝藏要跟人诉说一般 只听得哗啦一声 全场一片哗然 观众显然被胡志勇的话给惊讶到了 都很好奇他到底听到了什么样的歌曲 而反观江辉 林圣英 以及花泽吕几人 则是眼睛都绿了 尼玛 这小胡怎么回事 平时挺机灵的 这个时候犯魂 真草蛋 江辉面露一丝尴尬 但仍挤出一丝笑 冲镜头道 我也是有点音乐造诣的 那就试着听听看似不适合 说完 江辉一把将胡志勇的耳脉拿过 还逼着镜头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居中而坐的林圣英 也一副不信邪的模样 拿起另一副耳脉戴上 胡志勇脸色一沉 将歌曲播放条拉回原点 0.1秒钟 超强的旋律响起 开头就是王炸 江辉和林圣英两人 虽然绷直身体 洋装镇定 但他们的眼睛却骗不了人 就像通了高压电的灯泡一样 墨地亮了起来 可以说 只需要听开头一段 如果是平常正规比赛的话 他们肯定果断选择这首歌 但是 这不是正规竞赛 他们已经和圣血于乐 是绑在一条船上的人 哪里还能更改的呢 如果稍稍有操作不好的话 几人的前途都将毁于一旦 所以 他们很清楚该如何做 江辉摘下耳机 沉着脸道 还行吧 曲风是很新颖的 但是 感觉有点偏了 怕很多用户接受不了啊 而旁边的胡志勇 听到这句话 脸色一下子就黑了下来 这么一首新颖的 完全贴合年轻人个性 张扬标签的广告曲 他竟然要直接排除 真是暴天天物啊 要知道 胡志勇是华夏移动内部人员 自然也知道 广告曲早就定好了 如果没听到这首广告曲还好 但听到了 他心里就过不去这道看 而他只是一个人为言轻的执行者 完全没有任何的实权 所以也是于事无补 其实 我觉得这是一种大胆尝试 说不定会引起一阵音乐狂潮 而且 这首歌的利益很独特 至少有近七层的年轻人会喜欢的 至少我就非常喜欢 胡志勇迟疑了片刻 还是忍不住说道 连手都在颤抖着 新颖虽然新颖 但这也意味着风险 一直没说话的林圣英 开口说话 咱们公司现在普及5G网络 做到华夏每一处都有信号塔 这就是脚踏实地的表现 所以我们宁愿选择保守的策略 林部长说的有道理 江辉也在旁补充道 那既然大家产生分歧 我们还是投票决定吧 刚好我们这里有五位代表 赞成留下这手的举手吧 而听了这话 举起手来的只有胡志勇一个人 那还是直接排除掉吧 江辉扬装很失落的神情 对廖仁南道 实在是对不起了您 您可以另投其他价 文言 廖仁南淡然地笑了笑 其实他也料到会有这么一个结果 不过他没有考虑这么多 而是想着 尽可能地挣辉黄直 那才是对他最有用的东西 但是 哄 观众席上爆发出一阵虚声 大家显然是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他们所听到的事实 与这最终的结果 明明是背道而驰 可是 却被这些人死死控制着 让人根本没有反抗之力 就像胡志勇的那种无力感一般 而观察团的几位导师 包括拉英 刘焕 王子宋 林希等 也都是表情非常凝重 他们当然知道 一点其中的内幕 只能说在资本运作面前 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 李千墨也是神色很不悦 他后悔自己没有暗暗的 帮廖人男打通一下关系 原本这么高评价的作品 却不能享受其应有待遇 这种打击 对于创作者来说 应该是非常巨大的吧 与此同时 直播间的弹幕 也是密密麻麻 尼玛 这几个一栋的糟老头 明显是睁着眼说瞎话 委屈廖神了 白瞎了这么好的作品 操 这就是现实吗 好想哭啊 反观花则吕 则咧着嘴笑着 他还挑了挑眉 就像在对着廖人男挑衅一般 俨然是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就在这时 林部长 您的电话 董事长找您 几人身后 一言未发的秘书道 第一百章 连资本都给撼动了 文言 这个时间点 董事长找我干嘛 林圣英难难道 而他虽然嘴上念叨着 还是屁颠接起电话 喂 董事长 我是林圣英 林圣英一边说着 一边往角落走去 江辉往这边望了眼 对着镜头随便说几句 维持着当前的局面 很快 电话那头传来几句话 哦 这件事情啊 林圣英点点头 微笑着道 您不用派人来了 我们马上就搞定了 电话那头吼了一声 又大声说了几句话 林圣英脸色一沉 低声应道 好的 知道了 嘟嘟嘟 一阵盲音响起 林圣英挂断通话 林部长 怎么 江辉看到这幕 立马上前问道 林圣英沉着脸道 董事长秘书马上要过来 江辉皱眉道 那个老头过来干嘛 我也不知道 林圣英摇摇头道 还有这个广告选取的事 先对外宣布暂停吧 啊 江辉傻眼了 二个屁 林圣英瞪他眼道 董事长亲自发的话 快点照做 哦 江辉应了声 心有余悸 他连忙跟节目组说了声 然后宣布道 我们公司对广告选取 临时有点小的改动 所以就暂时搁置 稍后会继续处理 喻 观众席又爆发出一阵虚声 由于正好是广告播出的时间 直播间便暂停了一会儿 轮流播放赞助商的广告 大概过了十分钟左右 现场的观众可以看到 华夏移动会谈室里 多了一位受虚的中年人 他正在与林圣英 江辉 以及胡志勇等人交谈 林圣英和江辉两人的脸色都很难看 看向胡志勇的目光充满了怨毒 胡志勇却是别过头 一脸的坦然 又过了五分钟 直播间重新开启 胡志勇坐在原来的位置上 中年男子挨着他并肩而坐 名牌上写着冯涛两个字 林圣英和江辉两人 则是坐在了后排 脸色都十分的难看 面对主镜头 冯涛微微一笑 道 现在 我要向各位宣布一个重大的消息 由于我们公司高层 有了新的指示 所以关于广告曲 之前做的任何决定 现在重新推翻 我们将重新挑选 所有歌手的广告曲 听到这话 哦耶 观众席顿时响起一片喝彩声 连观察团的几位导师 包括纳音 刘焕 王子宋 灵溪等 也都是一脸的喜色 李谦默更是没开眼笑 直播间弹幕区 也是一阵沸腾 卧槽 这是有转机了吗 意外的惊喜啊 料人男出手就是不一样 连资本都给撼动了 哈哈 乔华夏一动两个狗官那耸逼样 真的是太解气了 所以现在算是重头来过 而且是绝对公平的竞选了 节目才正式开始 期待IN 反观花泽吕先前还十分得瑟 现在完全傻逼了 确定好的竞选 想重新开始 就重新开始的吗 什么情况 而坐在台下嘉宾位的苏雪 此刻也是有点猛圈了 原本圣雪娱乐拿到华夏一动代言 几乎就是临门一脚的事情 现在发生这一番变化 不知意味着什么 想到了什么 苏雪给江辉发去一条信息 怎么回事啊 那头很快回复 听天由命吧 苏雪不懂 刚准备再问些什么的时候 直接显示你与对方不是好友关系 见此 苏雪差点原地实话 但他还是心存侥幸 希望这一次的洗牌 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利益 就在这时 冯涛扭头看向胡志勇 到 歌手提交的demo呢 让我听一听吧 胡志勇文言 点了点头 连忙找花泽吕 林志玄 以及廖仁南几人 重新要来U盘 并调试做好准备 冯涛带着降噪耳机听起来 胡志勇也带上另一副耳机 在听的时候 胡志勇还在平板上写写画画 给冯涛讲解着什么 冯涛听后 连连点头 几分钟之后 冯涛摘下耳机 对着镜头道 这几位歌手的广告曲质量都很高 现在都暂时待定吧 最后再一起做决议 另外 其他歌手如果有准备广告曲 也可以来投标试一试 文言 原本坐着不动的几位歌手 纷纷起力行动了起来 他们都知道 这是大主管亲自下来控局了 应该能找到所谓的公平 于是一时间 华夏一动的会谈时 也热闹起来 冯涛和胡志勇两人的 办事效率非常的高 大约二十分钟时间过去 另外六名歌手 一共六首demo 全部时刻完成 其中 叶旭坤是没有准备的 直接弃拳 他此刻也是有点后悔 哪知道还会出现这反转 谢谢各位歌手的支持 请允许我向上级禀报下 冯涛对着镜头说道 然后退到会谈室角落 他避开节目组的收音器 跟董事长通了个电话 几分钟后 冯涛重新回到镜头前 便对胡志勇说了句话 胡志勇点了点头 然后去到锁歌台前 开始操作起来 所有人都知道 他们是要干什么 顿时一个个心中 紧张到了极点 尤其是那些参选的歌手 更是感觉自己的鼻孔里 好像灌了水泥一样 都有点喘不过气来了 这可是九千万的大代言啊 华夏数一数二的存在了吧 这马上就要揭晓了 能不让人紧张吗 就在这时 当当当的一声 一道电子播报音 在整个演播厅响起 恭喜华夏移动集团锁歌成功 其中获得竞选的歌手 是廖任男先生 一时之间 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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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场的男粉都兴奋了 并热烈地欢呼起来 而观察团的几位导师 以及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包括总导演韩商又在那等 都是露出一副 不敢置信的表情 他 廖任男 居然真以一己之力 撼动了庞大的资本 第101章 廖任男成了精神象征 这个时候 何老师连线会谈室 主持到 恭喜华夏移动代表团 挑选到众议的广告曲 同时也祝贺廖任男先生 成功拿下九千万的代言 廖任男文言 与冯涛 胡志勇等华夏移动的代表 一一握手 至于 后面的林圣英和江辉 廖任男却是没有理会 冯涛也十分欣赏廖任男 邀请他到最中间的位置 三人一起朝镜头挥了挥手 哗啦啦 全场掌声雷动 何老师一脸笑容 继续主持到 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 廖任男共拿到三亿的代言费 提前锁定本环节第一名 根据节目组规则 廖任男将额外获得 金色徽章一枚 这枚徽章代表着 廖任男在参加冠军之夜 能获得3%的投票加成 那么综合前两个环节的累计 廖任男共获得总计9%的投票加成 就在和老师主持着间 一位李一小姐来到会谈室 用红布托盘把一枚金色徽章 端到了廖任男面前 廖任男微笑着接过 挖到了自己衬衣口带出 金色的徽章 在美光灯的照射下 十分的耀眼 哗啦啦 演播厅再一次响起 雷鸣般的掌声 廖任男也隔着镜头 对着观众们拘了一躬 表示自己的谢意 和老师略微停顿了下 继续主持到 再次祝贺两方合作成功 稍后节目组会安排两方 签署相关的合作协议 另外 请冯总做出相关的决定 就是贵公司的这首广告曲 是否选择对外播放 如果贵公司选择外放的话 将会获得抖音公司旗下所有平台 一个月的广告免费宣传期 演播厅 听到和老师所说的话 外放 观众席上响起一片欢呼声 观察团的几位导师 包括拉音 刘焕 王子宋 灵溪几人 也化身为热心观众 跟着兴奋的喊着 毕竟 这一首广告曲 可是撼动了资本 那肯定是非同寻常的 谁不想一包二福呢 面对大家的欢呼 冯涛捧了拱手 表示感谢 等掌声小了点 他才继续道 非常感谢大家这么高的热情 但今天锁定的这首广告曲 是要跟我们的动感地带卡同步发布 所以说 今天就不能对外公布了 不过好消息是 我们动感地带卡的上市时间 就在下个星期三 也只需要几天的时间 所以大家不会等太久 欲 观众席上 一片哗然 显然所有人 都有些失望 好事多磨骂 冯涛一反严肃的形象 撒了个交道 而且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董事长刚刚确定了 这首广告曲 将会赶拍MV 届时会邀请廖仁南一同参与 所以到时候绝对 不会让大家失望 哦耶 观众们终于是欢呼了起来 这真是意外的惊喜啊 哪怕要等上几天 大家也觉得值了 好的 何老师微微一笑 继续主持道 那再次恭喜两方合作成功 请华夏移动银色团到后场休息 也请廖仁南继续投标 争取再多那些代言 闻言 冯涛和胡志勇两人 一一跟廖仁南握手致意 这才告辞离去 而江辉和林圣英两人 则是耸拉着跟在后面 等待他们的将是严惩 廖神 好样的 观众们齐声呐喊起来 直播间也都是廖仁南 廖神牛逼plus 华夏歌坛真神等留言 反观 圣雪娱乐的花泽旅 苏雪几人 个个都是脸黑的像木炭一般 要知道 苏雪这一次 可是将全部的堵住 都压在了华夏移动的身上 而现在 所有的计划全部泡汤 这对她的工作室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真可谓是人才两空 而花泽旅 也是目瞪口呆 再也不敢去对视苏雪 她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般 一脸茫然地走出了会谈时 而此刻 正在比亚地会谈时的叶旭坤 看到这一幕 也是觉得很好笑 平民就是平民 就算是唠叨点内幕 那也是会被推翻的 真可谓是阴沟帆船 一笑大方啊 这么一对比 叶旭坤越发觉得 自己与众不同 毕竟她的这个代言 可是比亚地高层 拇指娱乐 以及天爱节目组 三方一起约定的 所以 这是板上钉钉 没得改的事情 因此 看到廖仁南再次拿到代言 叶旭坤心里 确实会有点不爽 但却并没有觉得 那么的隔音 特别是 当叶旭坤 看到盛雪娱乐一众人 这么落魄的模样 她反倒有一股优越感 反正金额最高的代言 已经被自己拿到了 还有什么需要去争的呢 到时候就如此宣传 一样是逼格满满的 叶旭坤觉得可以了 更何况 叶旭坤觉得自己一人 坐在比亚地会谈室 高枕无忧的样子 有一种无敌 是多么寂寞的感觉 而且 这是在华夏全国直播 俨然就是高贵的象征 廖仁南他比不了 想到此 叶旭坤心里更爽了 与此同时 歌手席位的几人 也都释然了 因为他们都知道 这个比亚地的代言 完全没可能拿到 所以 他们甚至都没准备 投比亚地的广告曲 直接躺平了 而就在这时 只听得框插一声 坐在席位上的廖仁南起身 所有人的目光 都不由自主地落在了 廖仁南的身上 这个时候 廖仁南迈步朝着 比亚地的会谈室走去 哗啦一声 全场轰然胜一片 廖仁 观众席上 有人兴奋地喊着 就连观察团的几位导师 包括纳因 刘焕 王子宋 灵溪 也都是热情的骨折掌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 只要廖仁南站出来 所有人就都相信 这件事一定会成功 廖仁南俨然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 李谦默也是目光灼灼地盯着廖仁南 在他的心中 廖仁南已经是最后的胜者 直播间弹幕区也再次刷爆了 廖仁南加油 廖神 我们看好你 往前冲 廖神牛逼 廖神威武 廖神霸气 几乎在场的所有人 都记住了这个名字 第102章 音乐还能这样玩 另外 天来的工作人员 包括韩商又在内 他们虽然都很欣赏廖仁南 但此刻 却更多的是感到惋惜 不得不说 廖仁南这份魄力 还是很值得称赞的 可是 就这样收尾 不也很好吗 何必追求尽善尽美 难道 一定非要撞了南墙 才肯回头吗 毕竟 这是三方共同商议的结果 根本就是没有更改的余地 即便是 韩商又这个总导演 也是无法干涉其中的 只能按照指示去行动 换句话来说 廖仁南 这就是在挑战绝对的权威 挑战不可能 而当看到廖仁南 走进会谈室的时候 比亚迪的代表团成员们 脸上都露出友好的笑容 其实说到底 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 他们全都只是工具人 配合着演一场戏吧 当然 他们其中的几位 还是非常欣赏廖仁南 所以 几人准备给廖仁南一个台阶下 这样双方都相安无事 而正坐在会谈室里 悠然自得的叶旭坤 则是一副看乞丐的模样 用眼角看着廖仁南 扑痴 还真当自己是哪吒 想要逆天改命吗 可笑啊 当然了 叶旭坤自然是求之不得 正需要一片绿叶来衬托自己呢 就在这时 廖仁南已经走到比亚迪的会谈桌前 代表团几人都被廖仁南身上 所散发出来的气场所震撼到 一个个的都微微有些发乐 廖老师你好 快请坐吧 汪晴第一个回过神来 他是迎策公关分组的主管 廖仁南微笑着点了点头 在汪晴的对面坐了下来 这位是我们迎策的 最高主管萧南萧总 汪晴指着右手边的一位中年人 向廖仁南介绍 说完 他又指着左手边的一位 身穿格子衬衫的男士 道 这是我们的剑格官 杨鹏杨主任 你们好 廖仁南站起身来 伸出右手道 你好 你好 萧南 杨鹏两人也跟着站了起来 依次与廖仁南一一握手 简单寒暄几句后 汪晴微笑着 朗声道 感谢你能来给我们公司广告取投标 这是对比亚蒂的一份宝贵的支持 反正先不管这个广告取的挑选 可能最后结果会不尽如人意 但是 就你对比亚蒂的这份关注 比亚蒂将为你提供一辆坐骑作为感谢 其中 车型随你选 费用全免 听到这话 哗啦 观众席上的人 都是一片热议 而歌手席的几人 也是怯怯私语着 很显然 比亚蒂送的这份奖励 让他们有点动心了 想不到随便投标 就能白拿一辆车 早知道就做个准备去试一试了 只可惜 世上没有早知道 直播间的网友 也都坐不住了 卧槽 廖仁南也太有牌面了 出面就弄到一辆车 楼上的 你格局太小了吧 感觉这汪晴就是在推散 就是送你辆小破车 让你别参与这个选歌了 可不是吗 这一辆车 也值不了多少钱 还能够借助廖仁南打播广告 这比亚蒂高管 不愧是做赢策的呀 尼玛 Demo都不听了 就开始推散了 要不要这么坚决 虽然我是廖神的无条件支持者 但是感觉他 这波真的选了 廖仁南闻言 微笑着道 那感谢比亚蒂的好意 车我就先收下了 不屑的 汪晴和杨鹏 都是点了点头 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道 心里想着 想不到这么轻易就劝退了 这会失之谋 计策不错 然而 就在两人暗自庆幸之时 廖仁南话锋一转 又接着说道 不过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 我不是来给你们使办的 而是给贵公司添油助力的 所以现在我收了你们的礼物 那就更加好好争取这个代言了 汪晴 杨鹏 两人脸上的笑容淡了几分 我知道 现在贵公司正处于 弯道超车的关键时期 我觉得我的这首广告曲 能够助贵公司一臂之力 廖仁南接着说道 其实 在这个平行世界 现在正值比亚地车企 与国外车企势力 相抗衡的时期 在此之前 华夏车市的一大半份额 都是被国外品牌霸占 近两年来 比亚地集团率先开拓新能源市场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继而取得不错的成绩 正处于弯道超车的好时机 而众所周知的是 大型企业都是非常 注重广告效应的 一手高质量的广告曲 不仅能够让产品迅速打开口碑 还能够凸显产品的格调 所以说 这也是比亚地愿意花一个亿 去挑选广告曲的原因 一时之间 廖仁南此言一出 汪晴和杨鹏两人 皆是脸色一变 实在是廖仁南的这句话太傲气了 他完全是 以一种最温柔的语气 说着最高傲 最犀利的话 汪晴和杨鹏都感受到了 一股沉重的压力 都快有些招架不住了 廖神 加油 观众席中有人高呼 他们当然明白 这其实就是一场博弈 心里都给廖仁南打着气 观察团的几位导师 也都是目不转睛的望着廖仁南 期待着他会有什么精彩的表现 而歌手席位的几人 包括王兴林和关闭局 还有任贤齐和林志玄等 都是面面相去 嘴角挂着一丝微笑 他们显然都被廖仁南 说出的这些话 给惊讶到了 可能 在他们喝醉了 才有勇气 说出这番话来吧 会谈桌上 廖仁南不给两人踹袭的机会 又补充着说道 我的这首广告曲 就是为车企量身创作的 它的拓展价值 绝对是物超所值 你们可以听一听 对了 贵公司该不会 不打算听我的demo吧 廖仁南一边说着 一边把U盘放在会谈桌上 当然不会的 汪秦善笑一声 对着镜头道 这是在参加直播节目 我们当然是按规则行事 说完 他拿过U盘 递到杨鹏面前 杨鹏见状 敏唇笑了下 作为路人 他挺佩服廖仁南的勇气的 但作为任务执行者 他觉得廖仁南 有点过于自傲了 杨鹏将U盘插入电脑卡槽 稍稍调试一番之后 戴上耳机开始见听 才0.1秒钟 一段强烈而有节奏的 如心脏跳动般的 汽车引擎发动机声音 在他的耳畔响起 杨鹏张大嘴巴 双目瞪圆 听到这音乐后 脑袋细胞里的那种愉悦 刺激 兴奋感 完全是压都压不住 推使着杨鹏 立马跟着兴奋起来 卧槽 音乐还能这样玩 他感觉自己 几十年积累的音乐观 瞬间彻底被颠覆了 这个 香 真特么的香 第103章 这才是超级公关 才半分钟 杨鹏都有点等不及 再多听一会这歌了 他就急不可耐地取下耳脉 越过汪琴 对铜牌的萧南道 萧总 这歌 等等 没等杨鹏多说什么 萧南便抬手阻止道 萧南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看向廖仁南道 我相信你的歌曲质量 肯定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选举唯独是多样的 有些质量很高的歌 不一定是最适合的 当然了 廖先生您应该明白 我说的是不适合 不单单指歌曲方面 萧南说的这一段话 可谓是隐喻又直白 他算是再次点名了 这首广告曲 是三方约定的 话都说到这份上 那我懂了 廖仁南便笑了笑道 不过也没关系的 华夏现有的车企 也不止贵公司一家 如果贵公司觉得不合适 完全没有必要勉强的 我相信 肯定有其他的车企 会对这首广告曲有意愿的 反正我这首歌 是不能浪费的 哈哈 现场观众都是捧腹大笑 廖神厉害 还有人忍不住喊出声来 所有人都很兴奋 就像是廖仁南在带领着他们 与比亚地对抗一般 呵呵 确实有点意思 观察团的几位导师 也都相互议论着 对廖仁南的言行 嘖嘖称奇 李千默也是欢呼雀跃着 虽然大言的事情 八字还没一撇 但他觉得 廖仁南已经胜利了 而一众歌手们 也都是纷纷愣住了 谁也没想到 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他们都对廖仁南 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一次 不单单是对廖仁南 创作才能的佩服 更是对他人格魅力的佩服 而直播间网友 也是瞬间炸锅 卧槽 皮肤汗大树 动了动了 楼上的家伙会不会用词 廖仁只是皮肤吗 怎么也得是大象吗 感觉必须得有绝对的实力 才能像廖仁南这样霸气 不然容易被人围殴 廖神牛逼 廖神威武 廖神霸气 而在直播镜头里 迪亚地代表团 几人的表情都是 给了特写的 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只见廖仁南 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而他对面的汪晴 萧南两人 却是一副愁眉不展的模样 局势发生了明显的反转 其实 汪晴和萧南两个 也想笑对镜头 但一想到 廖仁南的话中话 他们实在是笑不太出来了 如果 廖仁南的这首广告曲 真是一把锋利的武器 那如果 让给了其他车企 不就是 变相打自己的脸吗 而且 现在是 全华夏直播 声势已经造出去了 到时两首广告曲都会发布 如果拿来一笔交的话 那不就更加会扩大舆论吗 所以在这一刻 廖仁南的这首广告曲 变相价值已经成倍增加 如果针头标给其他车企 肯定会有人愿意买账的 所以 从廖仁南坐在会谈中的那刻起 一定的三方协议 就被挑战了 当然了 是否让这个挑战出现 那就看比亚地的决定了 想到这些 汪晴和萧南两人的后背 都不禁要渗出一阵冷汗 尼玛 他们哪里算得上是迎策公关 这料任南才是真正的超级公关吧 而此刻 看到汪晴和萧南两人 左右为难的模样 叶旭坤也是有点慌了 尼玛 这代言名额不知要改吧 说好的约定呢 要不要这么晚 叶旭坤也是急了 连忙插话道 萧总 咱们这个可是商定好的 明白 萧南摆了摆手 示意叶旭坤不要多说 紧接着 萧南又勉强挤出一丝笑 面向镜头道 这个代言的事情 我们需要开会讨论一下 可能会有所调整 也可能维持原样 等到时候 再向大家公布 欲 观众席报 发出一阵嘘声 汪晴和萧南见状 脸色有些难堪 而这个时候 刚好也到下午五点钟 临近今天的节目结束 何老师便出面 微笑着主持道 好了 由于时间已经过去四个小时 今天的环节就告一段落 至于比亚地集团的代言 咱们明天八点准时继续 再次感谢飓风地产 金大福黄金 华为人工智能 对本节目的联合赞助 也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欲 观众席上依然是一片虚声 显然观众们都没得到答案 心里都是不愿意这样结束 但韩上又还是下令停止了直播 因为他看到直播间热度还在增加 有好几条相关消息还上了热搜 这些数据是骗不了人的 证明大家对节目越来越感兴趣了 十分钟后 节目彻底收尾完成 廖任南来到休息室 曹金明仍就是第一时间打来电话 接通后就是对廖任南一顿的吹捧 廖任南谦虚几句之后 便转问公司的情况 他决定等天籁之音录制完 就好好地规划娱乐公司了 他的目标可不局限于这档节目 只能说这只是一个跳板吧 毕竟廖任南现在人气也上来了 而且刷得的系统奖励也很弃权 他完全有实力 在影视歌等方面全面开花 进而驰骋娱乐圈 这才是廖任南想要的 挂断电话后 廖任南便简单收拾下 便直接开车回去了 今天节目结束的有晚点 已经赶不上去接贝贝 所以他提前通知了梅姨 让她去幼儿园待接 末一会儿便到了家 一进门 廖任南就闻到了香喷喷的饭菜 这个时候 廖恩贝也冲了过来 一把就抱住廖任南的大腿 这样持续了一分多钟 见廖恩贝还不松开 廖任南便笑着问道 咋地 干嘛还不松手 熙熙廖恩贝眼睛 弯成一刀月牙 道 我在抱爸爸的大腿啊 怎么能松手呢 廖任南笑了笑道 为什么这么说 廖恩贝挑草莓道 你拿下了几个亿的代言 那不是很有钱吗 我要跟着你吃香的喝辣的了 第104章 你以后的老婆 可是我的后妈 听到这话 扑斥 廖任南忍不住笑出声来 他捏了捏贝贝的小落脸蛋 问道 你听谁说的 就是我的音乐老师呀 廖恩贝露出两颗小虎牙 一脸认真的道 他是爸爸你的粉丝 知道你赢了比赛 都高兴坏了 所以今天还让我们 多看了会儿动画片 廖任南笑着点点头 哦 这样啊 嗯啊 爸爸 廖恩贝两颗葡萄式的眼珠 滴溜溜的转动着 然后 他想到了什么 又拉着廖任南蹲下身子 操到他耳边 低声说道 爸爸 我告诉你啊 我们音乐老师也是大美女 大长腿 小卖腰 不过 反正你有签默阿姨了 我就不给你介绍了 廖恩贝一边说着 一边冲着廖任南 几眉弄眼 廖任南站起身 轻敲了下他的小脑瓜 道 你说你这么小一个人 专门盯着爸爸干什么 整天都不操心一点正事的 哪里不是正事了 廖恩贝白了他一眼 扁扁嘴道 你以后找到老婆 那可是我的后妈 你前面的那一位 就是因为我没有管 所以才弄成这样 所以 你现在选择的 我是必须有发言权的 廖任南 他也是被廖恩贝 这一套一套的歪理 给吓唬住了 便笑着道 那好吧 爸爸的终身大事 就交给你操心了 嗯 没问题 廖恩贝翘起小嘴巴 满意的点点头道 那我都好几天没有 见到千莫阿姨了 什么时候约着见一面呗 廖任南道 这是你们两人的事情 我不管的 廖恩贝奴嘴道 那好吧 我随意安排了 另一边 比亚地摩都总部 一场紧急的会议 正在进行着 宽大会议桌的 最中心位置上 坐着一位精神绝朔的中年男人 他手中拿着一份资料 正是有关廖任南的信息 想到什么 中年男人朗声问道 这个廖任南的人气 现在具体怎么样 在娱乐圈算几限你 陈副总是这样的 汪秦文言连忙回复道 廖任南出道时间虽短 但他的名气增长飞幅 在天籁近两期的人气榜排名中 他把其他参赛者都给压下去了 目前已经能算得上是一线明星了 而且在天籁的这季节目中 廖任南的夺冠呼声是最高的 一共八个代言他就拿了五个 其中还包括华夏移动的大单 陈副总微微汗手 又问道 那歌曲你们听了吗 质量怎么样呢 萧南立刻探出头 回答道 这首歌质量非常高 比拇指娱乐的要强 如果推出来必定会火 事实上 萧南这是撒了的谎 他根本就没听过 廖任南的那首demo 当时 他只想着是三方约定 没必要那么多此一举 谁曾想会出现后续的局面 不过 杨鹏是专业做广告曲的 他能够给予肯定的 那质量绝对不会差 更何况 拇指娱乐叶旭坤的广告曲 萧南也是提前有听过的 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 陈副总点点头 问道 那你们的解决方案呢 萧南咽了一口唾沫 道 我们迎测部门开会 提出了两个方案 第一个是 维持与拇指娱乐的协议 同时签署与撂人南的协议 这个优点是 不违约 两方都能够兼顾 缺点是 代言费增加 第二个是 直接解除与拇指娱乐的协议 然后转跟廖仁南合作 这个优点是 成本维持不变 缺点是 会跟拇指娱乐闹得不愉快 陈副总文言 眉头微醋道 那照你这么说 廖仁南的广告曲 是必选项吗 萧南点点头 语气中带着一丝愧疚 道 廖仁南的这首广告曲 名气已经打下去了 如果给其他车企拿走 那对我们是最不利的 陈副总沉吟着 点了点头 锦绣高档小区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已经是晚上九点半了 廖仁南已经哄着贝贝 进入了梦乡 其实说是哄着 也不完全准确 贝贝现在喜欢用娃娃 把自己后背给围起来 然后再紧紧的贴着廖仁南 这样他就能够轻易入睡 廖仁南查过了 这是因为孩子还小 缺乏安全感 看来以后在这方面 要对贝贝多加注意了 没一会儿 廖仁南就收到一条灰性消息 这是李千默给他发过来的 有关华夏移动的那部消息 原来 今天华夏移动总密会临时到场 是因为胡志勇趁着空隙时间 偷偷把广告选取真实情况 汇报给了公司的最高层 而江辉和林胜英两人 为了吞得更多的钱财 竟然将圣雪娱乐上交 给华夏移动的一笔用金 全部都据为己有了 这样等于华夏移动上下 都没打点到 钱全部都进了江辉 和林胜英两人的口袋 原本 两人以为 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谁知道半路杀出来一个撂仁南 而胡志勇也早就看不惯 于是一根导火索 将事情彻底带了出来 现在江辉 林胜英两人都被撤掉了职务 并正在接受审查 而胡志勇 则因为举报有功 直接升职了 之后 跟李千墨随意聊了几句 廖仁南便结束了对话 本来 他今天忙碌了一天 也是觉得有点疲惫 所以 便果断关掉手机 给贝贝盖下被子 然后闭着眼睡觉了 城南别墅区 一张宽敞的粉色大圆床上 李千墨看着灰心对话框中 廖仁南发过来的月亮晚安表情 一双水眸 争得圆圆的 他知道自己完蛋了 今晚肯定也要失眠 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入睡之前 只要跟廖仁南聊过天 甚至是突然间想到了他 李千墨就会莫名的大脑 不受控制 像蝴蝶笑影般越想越多 而且 还有一些稀奇古怪 少而不移的画面 李千墨觉得自己有病 得去挂诊治一治了 第105章 你是猴子请来的逗逼吗 与此同时 盛雪鱼乐工作室 花泽缕色缩地站着 搭拉着个脑袋 而坐在老板椅上的苏雪 正怒目狠狠地瞪着他 他嘴唇都有些发紫了 胸口也在不停地起伏着 隐隐有一种刺痛的感觉 苏雪的这个毛病 不是一两天的事情 前一段时间 他还因此去了趟医院 做了个检查 医生说 他的胸部长了许多纤维硫 主要是因为 他情绪太紧绷 动不动幕后发脾气导致的 所幸的是 这些纤维硫都很小 而且是良性的 如果能够保证心太后 慢慢修身养性调理的话 是可以自行消退的 可是 碰到最近这一档子破事 他如何能够做到心太后 而更加可惜的是 无论他骂得有多难听多狠 也改变不了 华夏一栋九千万代言 被撂人难抢走的事实 正在这时 办公室门自拉一声被打开 一名助理快步走了进来 助理静止走到苏雪旁边 准备凑到他耳边说什么 直接说吧 苏雪板着脸道 这里也没外人 助理文言 点点头道 根据内部消息 比亚地集团那边 说是准备取消 与拇指娱乐的协议 然后考虑与撂人难的合作了 文言 死 一声道抽凉器的声音 在房间里响起 花泽驴眼珠瞪得滚圆 一副怀疑人生的表情 卧槽 这拇指娱乐居然 把拇指娱乐的三方协定 都给推翻了 这可是拇指娱乐 华夏娱乐的龙头啊 这家伙还是个人吗 特么的是禽兽吧 再看苏雪 不知道为什么 在这一刻 他居然一点都不生 撂人难的气了 如果一个敌人 他跟你的差距只有一点 可能你会羡慕 嫉妒 哼 想着把对方给拉下来 而当这个敌人 已经甩你一大截 站在了天花板的高度 你只会放弃抵抗 开始仰望他 就在这一瞬间 苏雪完全释然了 对撂人难 没有任何埋怨 反倒还有点欣赏起他来 这至少证明自己的眼光不错 看中的男人 如此的出类拔萃 就在这时 学姐 花泽吕抬起头 开口道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们也可以赶制 一首广告曲 然后与撂人难进行对标 说不定会有希望的 苏雪文言 质疑道 你可以吗 失败了这么多次 他真的不太相信花泽吕了 花泽吕突然很振奋的道 我觉得 我可以的 好吧 那你去做吧 苏雪很淡然的道 他已经不在乎花泽吕的表现了 倒是开始盘算起另外的主意 转眼间 便到了第二天 天籁节目组正在筹备中 歌手席位上 除了叶旭坤和花泽吕 其他人都到齐了 人呐 没催吗 总导演韩尚又问道 催了 助理连忙回答道 应该快到了 就在这时 伴随着一阵拖沓的脚步声 叶旭坤出现在大家面前 只见 他穿着昨天的衣服 身上还有点点污渍 走起路来轻飘飘的 昨晚 叶旭坤在会所待了一整宿 走路能不飘吗 韩尚又见他这个样子 也是无奈的摇摇头 而下一秒 花泽吕顶着两个很重的黑眼圈 跟在后面走了进来 可韩尚又轻咳了声 眼睛都快绿了 对着助理吩咐道 赶紧叫化妆师过来 给他多补一点眼粉 忙碌中 时间过得飞快 三 二 伴随着几声倒计时 天籁之音节目开始 直播间也同步开启 何老师简单做了开场后 便连到昨天结束的内容 主持道 关于比亚地广告曲的问题 不知道商议的怎么样了 咱们来请代表团回答一下 镜头给了汪晴和肖南两人特写 肖南朗声道 关于本公司的广告曲 我们最后决定择优挑选 就是撂人男 麻烦等一下 一旁的花泽吕 忽然出声打断道 见此 所有人都一愣 我们也专门为贵公司 量身定做了一首广告曲 花泽吕站起身 继续说道 虽然是连赶着制作的 但我们也十分认真 希望贵司能见听一下 说着 他走到了会谈桌前 将优盘放在上面 整个过程 花泽吕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 他都差点被自己感动哭了 而看到这一幕 花粉也沸腾了 花泽吕 花下歌坛永远低神 我永远支持你 花花好认真 真的是辛苦哥哥了 有实力还这么认真 那些黑花花的 你们还是人吗 期待奇迹出现 肖南文言点点头 随即向杨鹏使了个眼色 杨鹏心领神会 拿过花泽吕的U盘 然后操作一番 开始渐听起来 持续半分钟 杨鹏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变化 他的嘴角倒是抽了抽 而只是因为有一点痒 一分钟后 杨鹏摘下了耳机 摇了摇头 见此 肖南微笑着道 对不起 可能您的广告曲 与我们的主旋律不太符合 轰的一声 花泽吕只感觉犹如一道炸雷 重重地披在了自己的身上 他最后的梦也破碎了 人像尸魂落魄一般的 拿着U盘出了会谈室 扑哧哈哈 演播厅内爆发出一片轰笑声 就连嘉宾席的苏雪 也是无语的摇了摇头 还好他没对花泽吕这出包任何希望 不然又要被他给气得纤维流发作了 直播间弹幕 也再次刷屏 尼玛 感觉这花花脑袋是不是有坑 不弄点花样出来 事不罢休 笑死劳子了 这家伙是猴子请来的逗逼吗 卧槽 还真以为谁都是廖人呢 想着要来逆天改命 想问一下 廖人男到底逆天改命没 结果到底是啥样 而就在这时 节目终于恢复了正常 肖南面对镜头 朗声宣布道 鉴于对歌曲质量的再次考察 我们决定选择廖人男的投标 作为本公司新的广告曲 而在这个时候 汪晴也起身到了夜景屏边 开始操作起来 之后 当当当的一声 一道电子播报音 在整个演播厅响起 恭喜比亚D集团锁歌成功 其中获得竞选的歌手 是廖人男先生 第106章 王者风范 吴被楷模 刹那间 观众们一开始还有点猛 但很快就都回过神来 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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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人都齐声呐喊了起来 一众歌手们 也都是集体傻眼 这廖人男到底是何方神圣 居然一路过关斩将 无人能敌 最关键的是 他连人家三方约定的代言 都给掀翻了 这尼玛 简直就是让他们仰望 廖人男 好样的 观察团的几位导师 也是满脸不可思议 他们互相对视一眼后 也跟着欢呼了起来 其中 叫声最为响亮的 当之无愧 是李谦默 这种激动 是他自己获得精英女神时 都不曾有过的 他完全忘了自己的身份 不像是一个国际巨星 俨然就是一个忠实的男分 天类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包括总导演 韩尚又在内 也都情不自禁地点了点头 他们是提前知道消息的 不然肯定会被惊掉下巴了 而全场最震惊的人 莫过于叶徐坤了 他完全是搞不懂状况 疯狂地给萧南使眼色 萧南却并没有理睬他 在昨晚凌晨 比亚蒂和拇指两方 紧急召开会议 已经都谈妥 原定的叶徐坤 那首广告曲不会被取消 但将挪用到 比亚蒂低端车型的推广上 并且代言费用 要进一步再谈 毕竟 料仁南这么高质量的广告曲 要价也才是相应的那么多 其实 一切早已谈妥 只是 叶徐坤在昨天晚上 偷偷聚会所嗨皮了 而大家都找不到他 也就没法通知他了 此刻 看着萧南那张冷冰的脸 叶徐坤也是无可奈何 怒气冲冲的出了会谈室 带道跟助理了解到全部情况后 叶徐坤一拳猛的砸在沙发上 让他去代言旧款型号的燃油车 而比亚蒂现在主推的是新能源 这不就约等于 间接把他给踢掉了吗 完全就是糊弄人 而且 料仁南的代言费是一个亿 并且是真金白银 而他原本的代言费 虽然也是一个亿 但却包含了折扣 以及一系列额外推广 比起廖仁南 要调价不少 更何况 现在换成代言旧款的燃油车 那费用不知道还要砍掉多少呢 此刻 叶徐坤感觉自己若报了 就在这时 何老师连线会谈室 主持到 恭喜比亚地代表团 挑选到众议的广告曲 同时也祝贺廖仁南先生 成功拿下一个亿的代言 萧南文言 连忙赢了上去 对廖仁南伸出手 笑容满面地道 恭喜恭喜 希望咱们前面的插曲过往不咎 以后能够相互合作愉快吧 过往不咎 合作愉快 廖仁南笑着 与萧南握手 汪琴 杨鹏 紧随其后 分别和廖仁南握了握 随后 萧南非常客气地邀请 廖仁南站到最中间的位置 四人一起朝镜头挥了挥手 哗啦啦 全场掌声雷动 直播间弹幕 也热闹纷纷 卧槽 廖神跟他们社交 好友王者风范 真是无辈的楷模 可不是吗 这就是真正有实力的表现 一点都不带虚的 尼玛 六个代言 四个多亿 全被廖神收割 要不要这么霸气 廖神牛逼 plus 镜头前 带掌声稍微小点 和老师继续主持到 再次祝贺两方合作成功 稍后节目组会安排两方 签署相关的合作协议 另外 请萧总做出相关的决定 就是贵公司的这首广告曲 是否选择对外播放 如果贵公司选择外放的话 将会获得抖音公司旗下所有平台 一个月的广告免费宣传期 演播听 外放 听到和老师说的话 观众们适时欢呼着 好想听 外放吧 观察团的几位导师 包括拉音 刘焕 王子宋 灵溪 李千默等 也都站立起身 举着拳头兴奋喊着 毕竟 这一首广告曲 可是先翻了三方约定 如果说廖仁南 给华夏移动写的那首广告曲 属于星耀级别的话 那这首给比亚地的 无疑就是王者了 这绝对不是一般的东西 谁不想听啊 面对大家的欢呼 萧南鞠躬至一道 感谢大家对比亚地的关注 那廖仁南的这首广告曲呢 就像比亚地的新能源车一样 听了能够让大家斗志昂阳 朝气蓬勃 神采意义 意气风发 青春飞扬 心潮澎湃 生龙火虎 激情四射 萧南一边说着 一边数着指头 准备表演四字成语的十连灌口 但到了最后 他发现自己知识储备不够 都有些此穷了 而且最关键的是 画风有些不对劲了 他便果断闭上了嘴巴 其实 萧南虽然说得夸张了点 但是却并没有太过离谱 今天他特意听了下 廖仁南的这首广告曲 他才明白 当时 杨鹏的那些表情 有多么的真实 用两个字来形容 得尽 扑痴 哈哈 观众们也是被逗笑了 见此 萧南笑了笑 继续说道 你们说这么好的歌 如果直接听demo版本 那不是暴舔天雾吗 所以 我们银测部也决定了 根据广告区 加拍画面版 现在 我们的制作团队已经动工了 那成品效果 绝对看比好莱坞电影的 请大家拭目以待吧 大家终于听懂萧南的意思 就是不对外开放demo版 语 煞时间 全场哗然 看到这幕 萧南便赶紧到 不过都请放心哈 不会让大家等太久的 最多五六天的时间吧 届时 我们也会邀请廖仁南先生 加盟助阵的 一定会让大家 感受到是 听方面的 双重享受 哦耶 观众们这才买账 纷纷发出欢呼声 第107章 廖神这是要干嘛 镜头里 好的 何老师微微一笑 继续主持道 那再次恭喜 两方合作成功 请比亚地营测团 到后场休息 也请廖仁南继续投标 争取再度拿些代言 文言 萧南 汪晴 杨鹏三人 再次跟廖仁南打了个招呼 然后对着镜头招了招手 便离开会谈室 去到后台 哗啦啦 廖仁南 好样的 廖仁南也做会歌手席位 观众们纷纷鼓掌为他欢呼 这时 主镜头重新给到何老师身上 他微微一笑 主持道 根据的比赛规则 廖仁南是千万代言 环节的第一名 率先拿到直通决赛的入场券 至于 第二名和第三名 还是暂缺的 希望歌手们都继续努力吧 在场歌手一下子就明白了 何老师说的是什么意思 六个代言全部都被 廖仁南一个人给收割了 他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可剩下其他的歌手都是林丹 所以 另外两个直通席位 还是空缺的 这也就意味着 只要谁能够拿下一个代言 那就是 至少是第三名 甚至是第二名了 如此 便能取得天籁决赛入场券 还能获得相应的投票加成 一时之间 这几位歌手 包括花泽吕 叶旭坤 甚至是林志玄 和任贤奇等 都涌向了宝洁集团的会谈室 与此同时 王兴林 关闭局两人 则是重新的回到了 伊牛集团的会谈室 毕竟 这家公司要求的是女性歌手 而且 代言费还是三千万 他们俩人 至少各有50%概率 拿到 而且一旦拿到 那就是本环节第二名 能够直通决赛了 这个逻辑概率 就算他们是思维能力稍弱的女生 也是 算得清楚的 于是乎 转眼之间的功夫 歌手席位 就只剩下料人男一人了 他倒是坐得稳如磐石 看到了这一幕 网友热议纷纷 尼玛 看来这些明星都被逼急了 连面皮都不顾了 可不是吗 乔花泽吕和叶旭坤两个耸逼样 现在怎么不装高贵了 特么的 只能说节目组真会玩 把明星逼到绝境了呀 卧槽 真的很难想象 林志玄和任贤奇老师 去代言七彩空间啊 那些女孩敢用吗 说句公道话 这也不是节目组能预测的 毕竟谁也料不到料人男 一人就能收割六个代言 楼上小哥头脑清晰 话说料神现在是最爽的 可以提前开香槟庆祝了 哎 等等料神这是要干嘛 不会也要去珍宝节集团的代言吧 观众们便看到 主镜头中的料人男 没一会也站了起来 往会谈室的方向走去 顿时 所有人的好奇心 都被勾了起来 尤其是花泽吕 叶旭坤两人的粉丝 更是在第一时间就 开始对料人男嘲讽 尼玛 料人男这是要抢七彩空间代言吗 要不要逼得这么急 卧槽 手握几个亿 还不放过两千万 这吃相太难看了 所以说 平民就是平民啊 那格局推小了点 掉价啊 看到这样的评论 一些男粉很生气 但是他们却是无力反驳 如果料人男真这么做 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 那真的是有失身份了 一时之间 所有的料人男粉丝 也都绷紧了神经 不过 他们也都不相信 自己心目中的大神 格局会如此的小 而就在这时 料人男越过保洁集团会谈室 连看都没往里面看 见此 一众男粉们 顿时被证身 并开始回对 黑子们 都看见没 啪啪啪 当场被打脸了吧 我料神有王者之风 怎么看得上这些鸡类 心中有屎的人 看别人都是屎 所以 格局小的是你们 这些黑料神的喷子 料人男牛逼 料人男威武 料人男霸气 咦 料神这是想去干嘛 有点想不通啊 不知道从何时起 料人男已经成为天爱节目组的焦点人物 他的一举一动 导演组都会优先给特写 于是 只见主镜头里的料人男 走到一牛集团会谈室门口 随后 一脚迈了进去 众人见状 更加疑惑了 一牛集团的代言 不是只些女性吗 这一刻 从现场观众和观察团导师 到天爱节目组的工作人员等 大家全都非常好奇 料人男到底要干嘛 此刻 在一牛集团的会谈室里 坐在主位上跟王兴林交谈的 是一位名叫周亮的剑割官 而挨着周亮坐着的 正在和关闭局商讨的那位 是宝洁集团的银策主管 名字叫做刘芬兰 两人见到料人男也都是一论 连忙站起身来 笑着点头打招呼 通过这两天时间下来 他们对料人男有一定的了解 对料人男的能力十分钦佩 也乐意让他来为一牛代言 但是 如果真让一个男性来代言酸酸辱 那尴尬程度应该 仅次于代言卫生年吧 这就是为什么一牛集团酸酸辱的广告 明确写定代言者为女性 因此 当料人男走进会谈室 无论是周亮还是刘芬兰 都是有点猛圈的 而此刻 料人男走到王兴林旁边 十分客气地道 王小姐 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有件事想跟你谈一谈 当然可以啊 王兴林眨眨眼睛 毫不犹豫地道 这时 两人走到会谈室一脚 料人男微笑一下 开门见山道 我看你们两人的代言 目前还在僵持当中 不如我们一起合作 早点拿到这个代言 可以啊 王兴林点了点头 但又撩了下头发 问道 可是 我们要怎么合作呢 事实上 为了争取这个一牛集团的代言 王兴林前后请人改了好几版demo 几趟下来钱是没少花 但王兴林感觉一牛集团的代表 对他的作品似乎越来越不满意 所以 他觉得中标的可能性很小 如果料人男能够提供帮助 他当然是求之不得的 再者 经过这两天的比赛 特别是料人男帮他解围 王兴林对料人男的好感度 仅次于男女之间的爱慕了 料人男提出的建议 他当然会认真考虑 料人男文言解释道 就是 我提供广告曲 你来唱 如果拿到代言 我们按比例分 王兴林似懂非懂的点点头 却又问道 可是 现在都是比赛中了 如果现在去录demo 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应该没问题的 料人男沉吟一下后 微笑着道 我马上开始做词写歌 然后就是编曲 润色 最后 你来演唱 很快就能弄好 啊 王兴林瞪着卡自兰大眼睛 惊讶地道 你的意思是 你词曲都还没写 第108章 强者的世界 若女子真的不懂 文言 确实还没写 料人男微笑着点点头 漫不经心地说道 不过这也无妨的 很简单就能弄完 哦 王兴林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目光中满是崇拜 他这才想起来 料人男在前面的写歌环节 那可是表现惊人的 完全是一人单挑 整个制作团队 一支独秀啊 于是 王兴林跟宝洁的代表 简单打了一个招呼 说是会优化歌曲 随后 两人又和天籁节目组 提出了几点的需求 希望对方能提供一间 独立的会议室 以及写歌 编曲等相关的音乐器材 10分钟后 一间简易的独立制作室 就出现在观众的面前 料人男迈步走进去 王兴林则紧随其后 料人男加油 台下的观众 也看明白了料人男的用意 开始为他呐喊主威 而看到这一幕 网友热议纷纷 还是料神有想法 他这是看不下去了 想早点结束比赛啊 期待 料神估计要七杀了 如果不是有宝洁 那肯定全部收割 话说 难道没人觉得王兴林 看料神的眼神不对吗 有点寒情默默哦 还真是 大家应该没忘吧 料神之前 可是帮王兴林出个头 熬我嗅到了一丝 浓浓八卦的味道 料人男还真敢想敢做啊 观察团的几位导师 纷纷对料人男赞不绝口 称他开启了一个新的代言模式 其中 对料人男的做法 李谦默也颇为认同 毕竟 只要有表现机会 就一定要把握住 只是 当看见王兴林跟料人男挨得近些 他心里就泛起一种难受的味道 那感觉就像吃了乌美一般 制作室内 料人男服在长桌上 抽出一张曲谱卡纸 开始写起了词合曲 他待在一旁 看着一脸认真的料人男 不得不说 料人男是真的长得特别帅 360度无死角的那种 尤其 现在他全身贯注工作的时候 更是让人觉得 帅到了极点 对了 王兴林 料人男想到什么 抬头问道 我给你写的这个 是一首甜歌 你应该能接受吧 其实 在这个平行世界里 王兴林的风格和人设 与地球上的他 完全不同 他当时是通过 我会好好的 这首歌 展露头角的 我会好好的 我会好好的 花还香香的 时间一直去 回忆真美丽 我是想着你 一直想着你 你在我心底变成了秘密 到现在还是深深的 深深的爱着你 是爱情的 有情的都可以 那是我心中的幸福 我知道他苦苦的 因此 从那以后 王兴林就一直在走 伤感情歌的路线 可是后面 不管他如何努力 却一直都是不温不火的 他自己也想不明白 是为什么 正因为如此 王兴林曾经也想过 改变风格 但这个想法 被他的前经纪人否定了 也就断了这个念头 可以啊 王兴林一听 廖仁南这么说 立刻点了点头 他又有点担心 便问道 只是不知道 效果会怎么样 效果没问题的 相信我 廖仁南微笑着道 你会很适合唱 你会很适合唱甜歌的 廖仁南的笑容 宛若一道彩虹 在王兴林心中划过 王兴林甚至都有一种错觉 怎么感觉廖仁南比他 都还要懂他自己 嗯 王兴林点了点头 那就按你说的做吧 那行 和和廖仁南笑了声 想到什么 便又问道 对了 你的经纪公司 应该没意见吧 我跟公司合约到期了 还没续签呢 王兴林嘴角笑着 眼神却有些黯然 或许是他们觉得 我没潜力吧 啊真的吗 廖仁南停下笔 问道 嗯 王兴林点点头 廖仁南沉吟一下 说道 那既然如此 不如加入我的工作室吧 酬劳分成 以及通告资源什么的 我绝对不会让你吃亏 真的吗 王兴林文言 眼眸一亮 想到什么 他却诱导 可是我怕拖累你 因为我 不会的 一定要有信心 王兴林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廖仁南给打断了 廖仁南爽朗的笑道 以后 你要是火遍歌坛 指不定我能跟着沾点光 在平行世界地球上 王兴林可是红遍一时的人物 这样摆在面前的好资源 怎么能够这样埋没呢 文言 王兴林立即起身 双目通红 对着廖仁南鞠了一躬 道 那就真的感谢你了 这段时间 王兴林可是节目不顺遂 公司又不太理睬他 两头都没有着落 真的是跌到谷底了 他都有点想回自己的护士行业了 虽然没钱 但是轻松 而此刻廖仁南的这番话 无疑是让他看见了努力下去的方向 也看到了希望的光芒 见王兴林这么激动 廖仁南也是一阵 笑着安慰道 没事的 你放平心态啊 王兴林情绪平复了点 抹了一把眼泪 道 不好意思啊 打扰到你做正事了 我不说话了 你专心写歌呗 廖仁南拿起卡纸 递到他面前 道 没关系的 我已经弄完了 啊 王兴林惊呼一声 仔细地看着曲谱 英杰工工整整 字迹飘逸洒脱 他目瞪口呆 这料仁南写歌 都不用思考的吗 从写到现在 也才十分钟不到吧 而且还是一直在讲话的情况下 这 就给弄完了 要不要那么夸张 这时 王兴林尝试着 哼唱了几句曲 旋律还挺复杂的 而且 词也朗朗上口 只能说 厉害 强者的世界 若女子真的不懂 第109章 李千莫吃醋了 要知道 廖仁南 王兴林两人 是在简易制作室里 虽然声音没有外放 但是可以看到画面 于是乎 观众们看到王兴林 对着廖仁南 又哭 又笑 还鞠躬 大家也是摸不清楚状况了 在一起 台下观众 启哄喊道 而正在保洁集团会谈室里 进行广告曲竞选的几位歌手 也注意到了直播间主评的动态 一时间 他们对廖仁南 是羡慕极度恨 尤其是花泽吕和叶旭坤两人 简直对廖仁南 极度到了极点 这不是在节目上 明目张胆的辽妹吗 怎么没有人来对她 不公平啊 更可恶的是 廖仁南根本就没直接参与竞争了 却还是把风头给抢走了 这完全就是骚操作呀 见词 直播间弹幕 也热闹非凡 卧槽 以王兴林看廖仁的眼神 这完全就是沦陷了吧 尼玛 先有李千默 后有王兴林 有才华真的了不起啊 兄弟们 我决定了 以后大学暴读音乐 我要做廖仁第二 大家可以看看李千默 刚刚分镜头切到他 女神都没有笑了 也对啊 王兴林这么来插一腿 千默女神该难过了吧 而节目组也很清楚 观众们想要什么 便不断地把奋进投往 观察团李千默的方向前 可以看到 李千默两只玉手扣在一起 贬着一张嘴 似乎很想看主屏幕 却又不敢看 显然被观众们猜中了 你说有些人 真是看热闹 不嫌是大 都瞎起什么哄呢 八卦就是这样出来的 那音笑着道 还真是啊 旁边的刘焕 接话道 这廖仁南明显是在写歌 哪像他们说的这么不堪 李千默听到这话 小嘴松弛了一些 心里也好受多了 制作室内 廖仁南输了口气 淡淡地道 咱们继续吧 我要把曲子录出来 然后再加编曲和润色 哦 王兴林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然后问道 那需要我给你 帮什么忙吗 廖仁南沉吟了一下 哦 那你先熟悉一下这首曲谱 或者 找几首甜歌听听 先找一找感觉吧 嗯 好的 王兴林连忙硬抱 说完 廖仁南也忙碌起来 录音 编曲 润色 调和 整个过程也是井然有序 而旁边 王兴林虽然在看曲谱 搜歌听着感觉 但他的目光 却是情不自禁的 被廖仁南所吸引 他之前合作的那几位制作人 一个个脾气拽得跟二五八万 搞起创作时 完全不让人靠近 还把纸张丢得到处都是 有一些情绪偏执暴躁的 还动不动锤门 锤桌子 优雅点说 这是艺术家脾气 实质就是神经病 王兴林现在明白了 这些人就是没实力 真正有能力和实力的 就应该像廖仁南这样 游刃有余 手到擒来 嗯 太有魅力了 不知不觉 便到了中午时间 廖仁南的出版demo做好了 就差加入王兴林的生轨 他准备中午就不休息了 直接跟王兴林一起加加班 这样的话 成品下午就能出来 等节目一开始 就能去投标了 而宝洁集团那边的竞选 目前是处于胶着状态 有六位歌手 包括叶旭坤 花泽吕 任贤奇 林志玄等 作品都被带定 只等最终决断 廖仁南 咱们先去吃饭吧 王兴林晃了晃手中的大饭盒 对着他道 行啊 廖仁南点点头 微笑着道 咱们快点吃完 再来录几遍 不知道为什么 或许是因为 王兴林悲情的歌唱太多了 使得他面部的表情 以及唱法的声线 都是非常的僵化 一连唱了好几个版本 都没能达到廖仁南想要 那种干净甜美的效果 对不起啊 麻烦你了 王兴林有些愧疚的道 没事 多试几次就好了 廖仁南笑了笑 安慰了一句 你这是转变风格 难度不小的 嗯 那我们去吃饭吧 王兴林指了指饭盒 握拳做加油状 哦 吃饱了 才有力气干活 呵呵 那走吧 廖仁南被逗笑了 很快 廖仁南在天籁餐厅 打了份盒饭 然后 两人随意找了个 没人的空桌 一起吃起来 王兴林显得很热情 说廖仁南帮他 重新找回自信 便不停地给他夹菜 廖仁南 拗不过他的执着 林志轩等人 都对廖仁南 投去了羡慕的目光 而花泽吕和叶旭坤两人 更是快羡慕 极度疯了 这廖仁南 把代言搞走也就算了 现在连美女也抛走了 要不要这么过分 而且 叶旭坤自诩都是男人 所以他觉得自己 是了解廖仁南的 廖仁南表面上装的是正人君子 背地里 还不知道怎么禽兽呢 更何况 他冲着直播镜头 就敢同时炮李千墨 和王兴林两位女明星 那避着镜头 还得了 肯定有一起玩过 还羡慕 正在这时 一道曼妙绝伦的身影 出现在餐厅门口处 李千墨提着一个粉色的饭盒 他今天也是亲自下厨做了菜 准备来跟廖仁南一起吃的 可李千墨刚刚踏进餐厅 便看到王兴林 在给廖仁南加菜 而他一点都没有拒绝 顿时 李千墨将在原地 心里咯噔一下 降到了冰点 粉唇不自觉堵起 眼眶也红了 一旁的叶旭坤健壮 立刻放下筷子 笑着迎了上去 柔声道 李老师 这边还有空位置 要不过来一起吃饭啊 李千墨根本没有理会 见此 叶旭坤望着廖仁南方向 嘲讽道 这个男人一看就很渣 怎么值得你为他这样 李千墨文言 狠狠瞪了叶旭坤一眼 道 他在渣我都喜欢 要你个傀儡多嘴 滚一边去吧 一口气骂完 李千墨转身离去 叶旭坤听到这话 傻愣在原地 心中五味杂陈 而廖仁南做的比较偏 根本没注意到这一幕 他很快和王心灵吃完饭 两人则继续回到制作室 开始录制起歌来 王心灵毕竟还是有实力的 在经过廖仁南的几次指导下 改变了唱悲伤情歌的惯性 声线语调都变得甜美起来 终于 在一点钟的时候 成品demo加工完成 时间飞逝 眨眼就到下午两点钟 千万代言 环节继续 第110章 真当自己是金字招牌了 节目一开场 跟上午的竞选模式一样 大部分的男性歌手都 涌向了宝洁集团会谈室 至于廖仁南 他则是在歌手席上看着 他已经做好了自己该做的 接下来就是静观其变了 一牛集团会谈室 关闭局帝国优盘 一脸笑容道 这是我们修改的版本 完全按照两位要求条的 应该能够满足贵司的需求 在这场代言争夺中 关闭局前后也改了四版 好歹的是 一牛集团剑歌官周亮和刘芬兰 都是给出了好评 且改到后面 都是一些微调 这让关闭局很是欣慰 他相信 只要这版交上去 代言就能到手 几分钟的时间 周亮听完了demo 果然点点头 道 嗯 效果确实好多了 真的是辛苦你们了 希望你们不会嫌麻烦 当然不会了 应该的 关闭局笑眯眯的道 只要能够拿到三千万的代言 还顺带着拿到天籁决赛入场卷 这点折腾 还是挺值得的 老师 也听听我的吧 待在一旁的王心灵 也微笑着道 这个是我的新版本 廖仁南老师帮我做的 哎 周亮还没来得及回答 关闭局就先惊呼了一声 道 你们居然还做了新的版本 那还真的是太辛苦了吧 并且 这么短时间就弄好 不得不说 真的挺厉害的 关闭局嘴上说得好听 但在他的内心深处 还是对王心灵的行为 感到有些好笑 既然 剑哥官都明确肯定了 那还能有什么改变的呢 还把廖仁南的名号也搬出来 真当他成了金字招牌了 但既然 王心灵愿意费这个力 就让他折腾个够吧 反正结果是 不会变了 哦 周亮犹豫了一下 还是点了点头 道 可以啊 其实 他从一开始就对 王心灵的歌不太认可 越往后改了几个版本 周亮就更加坚定这个想法 而现在 他同意 听这个最新版 也是看在廖仁南的面子上 毕竟 廖仁南可以横扫所有歌手 其实力之强 可见一般 而现在 周亮还是偏向关闭局的 如果早一点拿出来 他或许会考虑一下 但到了现在 他觉得关闭局的广告区很贴合了 所以就这么定了 看到这一幕 直播间的观众 也是热意纷纷 尼玛 怎么总感觉关闭局 皮笑若不笑 有点心机表啊 楼上看得挺内在啊 我只感觉他牙不整齐 估计有一点个的慌 所以说 还是心灵妹妹够位 只可惜他的风格有点丧 不然可以边唱边玩 卧槽 银财几十有 今年和其多 上面就有两位 话说 周亮看样子 已经指定关闭局了 王兴玲这把 估计没什么戏了吧 料神出品 必数精品 期待南哥 能够逆转乾坤吧 很快 操作好后 周亮也开始听起 王兴玲的广告取来 才刚听了个开头 周亮顿时眼前一亮 王兴玲居然换风格了 甜甜的 粉粉的 感觉很不错哦 周亮一边打拍子 一边继续听着 广告曲进入了副歌部分 才听了两句 他脸颊疼得爬上一丝飞红 眼神中流露出明显的兴奋和喜悦 这广告曲不就是 为一牛酸酸乳量身定做的吗 原本 周亮觉得关闭局的歌 算是非常不错的了 可是 和王兴玲的这首一对比 那完全就是缺点满满啊 都没等听完 周亮便摘下耳机 问道 这首歌 是料人难制作的吗 对啊 王兴玲点头如倒算 心里还是挺紧张的 笑了声道 有什么问题吗 周亮眉开眼笑 道 恭喜啊 我们非常满意这首广告曲 那希望后续合作愉快吧 哦 谢谢 王兴玲一脸的茫然 不是 周老师 我的哥 旁边的关闭局猛圈了 焦急的问道 抱歉啊 周亮到了声歉 对关闭局解释道 因为你的这首广告曲 声歉是显得有些成熟的 而我们一牛酸酸乳的产品定位 是面向年轻一代的朋友 并且你的广告曲里面 也没有非常贴合我们产品的元素 在这一点上是减分的 所以 真的不太合适 希望你能够理解 关闭局闻言 一副 有苦说不出的模样 王兴玲这才回过神来 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同时 他心里对廖仁男充满了感激 如果不是廖仁男出手 现在被淘汰的 铁定就是他了 见状 兴玲 好样的 有观众喊道 但更多的观众 是在欢呼着 廖神 厉害 观察团的几位导师 也纷纷起力鼓掌 廖仁男的实力 让他们又一次见识到了 李千墨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但他更多的是为廖仁男感的开心 直播间弹幕 也瞬间复评 兄弟们 我随口说的一句话 居然成真了 廖神牛逼 尼玛 这一牛集团的剑歌官 翻脸比翻书还快啊 可不不 廖神没出手之前 你什么都是好的 廖神出手了 你什么都不对劲 大家看到没 千墨女神笑了 王兴玲不是他情敌吗 这看不懂啊 楼上的哥们 你这智商 还是回炉发育吧 而且 千墨一直都是正牌的 哪来什么情敌了 我想听听 到底是什么歌曲啊 这次会外放吗 与此同时 刘芬兰也在夜经屏幕上操作起来 之后 当当当的一声 一道电子播报音 在整个演播厅响起 恭喜一牛集团锁歌成功 其中获得竞选的歌手 是王兴玲女士 哗啦啦啦 全场掌声雷动 第111章 到底是什么歌 值得3000万 就在这时 何老师连线会谈室 主持道 恭喜一牛代表团 挑选到众议的广告曲 同时 也祝贺王兴玲女士 成功拿3000万的代言 王兴玲文言 依旧是一副受宠若惊的模样 连忙站起身来 与周亮 刘芬兰等人一一握手 然后三人也极有默契 一起朝着镜头招了招手 何老师一点笑容 继续主持道 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 王兴玲获得了3000万的代言数额 位列千万代言环节的第二名 根据节目组规则 将获得天籁歌神之战 直通入场卷 同时获得一枚银色勋章 这枚徽章代表着王兴玲 在参加冠军之夜的比拼中 能获得2%的投票加成 就在何老师主持着间 一位李仪小姐来到会谈室 用红布托盘把一枚银色徽章 端到了王兴玲的面前 王兴玲微笑着接过 挂到了自己的胸口处 哗啦啦啦 眼波听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谢谢大家 王兴玲隔着镜头 对着观众们鞠了一躬 并冲着镜头道 另外 真的谢谢廖仁南 如果不是他的帮助 我可能已经被淘汰了 所以 我已经决定正式加入 廖仁南先生的男兵娱乐公司 希望能有一个好的开始吧 在一起 又有观众起哄道 你们在交往吗 而一个人喊出声 其他人也跟着起哄 节目组的执行导演也很精明 立马给了廖仁南和李千默两人 各自一个奋镜头 当分镜头切到李千默时 可以看到他一张俏脸上 挂着淡淡的失落 而廖仁南却是很坦然 他跟工作人员要了个话筒 准备说一些什么 直播镜头也给了 他一个大特写 廖仁南面带微笑 朗声道 欢迎王兴玲女士加入到南明娱乐 希望你能和南明一起走向成功 说完 廖仁南转头看向台下 道 另外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我和王兴玲女士都是 非常纯粹的音乐人 我们仅限于在音乐上 相互交流和合作的关系 绝对不会牵扯到其他 所以 请各位不要再胡乱猜测了 那样只会让大家都陷入麻烦 王兴玲文言也点点头 道 是的 希望大家多关注我们的音乐 也多支持南明娱乐 事实上 他的确对廖仁南有好感 但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 他只能把这份喜欢 埋藏在心底 力挺南明娱乐 观众们也都听懂了 纷纷回应道 导师席位 李千默听到这番话 心中先前的阴霾都烟消云散 顿时变得美滋滋的 廖仁南能站出来澄清 他还是特别开心的 要知道 之前自己和廖仁南传绯闻 他没有丝毫的避讳 而现在 他跟王兴玲传出谣言 却是如此努力的撇清 那岂不是证明 廖仁南对自己的确有好感 嘻嘻 想到此 李千默都高兴的 差点笑出声 当然 在这一刻 李千默才彻底理解 林又威说的那番话 廖仁南实在是太出色了 想接近他的女孩 不知有多少 看来 他真的要抓紧机会 争取进水楼台先得月 跟廖仁南把关系定下来 不然 哪天廖仁南看中别的女孩 他就真的要哭瞎了眼的 主镜头前 何老师微微一笑 继续主持到 再次祝贺两方合作成功 稍后节目组会安排 两方签署相关合作协议 另外 按照节目的安排 现有一件事情 需要周亮和刘芬兰两位代表 做出相关的决定 那就是 贵公司的这首广告曲 是否选择对外播放 如果贵公司选择外放的话 将会获得抖音公司旗下所有平台 一个月的广告免费宣传期 文言 刘芬兰毫不犹豫地点点头 对着话筒道 何老师 我们选择外放广告曲 在来参加节目之前 一牛集团就商定了 这首广告曲只是用来 替换掉旧的到期广告 所以 没什么需要保密的 哦耶 一牛集团 好样的 还没等何老师宣布 台下就已经爆发出了 雷鸣般的掌声 一些想听这多的观众 更是欢呼起来 周亮 刘芬兰健壮 也是非常的开心 这时 何老师也是一脸笑容 主持道 感谢两位老师 选择外放广告曲 那现在请把歌曲 传给我们工作人员 稍后将为大家播放这首歌 耶 众人又是一阵欢呼 很快 三分钟时间过去 何老师又开口道 歌曲传送完成 现在开始播放 请看大屏幕 一时间 全场安静的落真可闻 而正在保洁集团会谈室 参与竞选的几位歌手 也都停下了说话 想要听听 到底是首什么样的歌 值得三千万 关闭局也皱起了眉头 竖起了耳朵 想要听一听 究竟是什么样的歌 能够让剑歌官瞬间改变主意 如果王兴林的广告曲 还不如他的那首 他一定会在微博上 声讨一牛集团 就在这个时候 舞台中央的大屏幕 呼得一亮 显示出一首歌的信息 歌名 酸酸甜甜就是我 作词 廖仁南 作曲 廖仁南 编曲 廖仁南 演唱 王兴林 直播间网友见状 顿时议论纷纷的 你嘛 果然词 去 编都是 廖仁南一个人包办 好霸气啊 嗯 感觉这个歌名 登衣牛酸酸乳 有点搭哦 挺好奇 廖仁南给王兴林 写这首广告曲 分成是怎么谈的 不知道廖神会不会吃亏 楼上的你 真是闲吃萝卜蛋操心 王兴林都是南名娱乐的人了 还能够占得了老板的便宜 快播 我是重度急性的患者 闹什么幼蛾子 由于只是音频 没有MV画面 屏幕上只有音符 在不停地跳动着 但这并不妨碍大家 期待这首歌 几秒过后 音乐响起 耳朵里塞着小喇叭 躲在被窝里看漫画 虽然我还在象牙塔 我多么想一夜长大 亲爱的爸爸妈妈 别叫我小傻瓜 虽然我很听话 不代表我没有想法 第1112章 让人感到一股青春无双的气息 这首歌曲节奏欢快 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王兴林的声音 非常干净和甜美 带着几分18岁少女的 单纯和稚嫩 于是 这首歌在她的演绎下 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瞬间就抓住观众们的耳朵 就在这个时候 副歌也唱出来 我喜欢酸的甜 这就是真的我 每一天对于我都非常新鲜 我挑剔的味觉 有最独特的区别 我喜欢酸的甜 这就是真的我 青春期的我有一点点自恋 大人们的世界 等待着我去冒险 动感的节奏 青涩的歌词 每一个音符都如丝绸般顺滑 不仅饱含感情 还很悦耳动听 一瞬间所有人都被感动了 听着这首歌 他们都很享受 这种感觉就像是 大家都被这首歌 带回到了那个懵懂未知的青春时光 这一刻 其他的歌手也都愣住了 这真是王兴林的歌声 真是出自苦情教主之手 怎会如此的甜美 如此的酥脆 关闭局也很意外 可以说这首歌旋律不复杂 歌词也很普通 但两者结合在一起 偏偏就能让人感受到 一股青春无双的气息 相比之下 他的歌还真是老气横秋 与此同时 直播间弹幕也瞬间乍平 卧槽 我没听错吧 王兴林这是改唱甜歌了 不过好好听啊 真的好纯啊 我感觉身体某处的DNA 在不安分地跳动着 尼玛 料神这是老司机啊 就一个中午的时间 把王兴林调教得这么好 楼上的两位银财 不开车就不会说话了是吧 而在这个时候 歌曲进入循环 耳朵里塞着小喇叭 躲在被窝里看漫画 虽然我还在象牙塔 我多么想一夜长大 其实 廖仁南之所以会选择 酸酸甜甜就是我 这首歌 正是因为在平行世界地球 它也是一款酸酸乳的广告 本身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当时还拿下最佳广告取奖 而恰好 廖仁南还在这个节目上 遇到了女歌手王兴林 王兴林在那个世界 可是甜心教主 什么样的甜歌 是他不能驾驭的 并且 如果他在节目中转换角色 还能够给人带来一种反差的震撼 只能说 这简直就是天时 地利 人和 果不其然 现在观众们听到王兴林的demo 一个个是既震惊又兴奋 这印证 廖仁南的决定 是正确的 就在这个时候 demo中的音乐进入新的节拍 哈快长大 快快长大 对这个世界 say hi 我要我自我 最像我的自我 人群之中 我要最最的独特 唱我自己的歌 要唱出我的性格 我要我自我 最爱我的自我 笑过哭过 我会全部都记得 梦想总会有沙漠 梦想就是种快乐 伴随着旋律放缓 歌曲也进入尾声 有些观众似乎还没有听够 人哼着曲调 摆动着身体 几位观察团导师 也听得很认真 直到音乐完全停了 他们才落座 并开始商议起来 歌曲放完 何老师再次献身 主持道 感谢王兴林小姐 也感谢一牛集团 为我们带来原创广告曲 酸酸甜甜就是我 那下面有请观察团的几位导师 帮我们解析一下这首歌曲 镜头转向观察团 好听 我完全被带入了 王兴林唱得太棒了 那音笑眯眯的说道 真的挺意外的 想不到廖仁南能够 写出这么细腻温柔的歌 相信现场的姐妹们 都听得很开心吧 开心 很多女观众回应道 廖仁南 我爱你 也有廖仁南的迷妹尖叫了起来 紧接着 镜头对准刘焕 他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节目组也明白刘焕的意思 把镜头摸到王子宋面前 王子宋呵呵一笑 我觉得廖仁南 能够想到给王兴林 写一首甜歌 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创意 而事实证明 两人的尝试非常成功 这个太厉害了 说完 王子宋对着镜头 竖起大拇指 哗啦啦啦 台下的观众也纷纷鼓掌 谢谢王老师 王兴林也鞠躬感谢道 然后 镜头给到了灵溪的身上 灵溪沉令一下 这首歌的词写得非常生动 刻画了青少年的生活与思想 道出了他们对学校 家庭等的感受甚至不满 很容易引起年轻人的强烈共鸣 而整个高潮部分 则给人一种向往 向往明天 向往更好的未来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 会好的 一切都会好的 而歌曲最后的一段 更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表达了生活的真谛 是痛并快乐着 只有痛的生活那叫折磨 只有快乐的生活 那就不叫做生活了 生活原本就是得失平衡 以一种我们了解 或是不了解的方式 哗啦啦啦 台下再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精辟 有观众调侃了一句 而这个时候 镜头顺位到了李千墨 哇 李千墨都还没说话 观众席上已经 响起一片喝彩声 节目组执行导演也很鸡贼 赶忙给廖仁南和王心灵 一人一个愤镜头 虽然 廖仁南已经出面澄清 但观众们哪这么容易买账 总期待发生点什么新鲜事 比如 李千墨能拿出李小道风范 把王心灵给对哭 那就精彩了 镜头前 李千墨大放一笑 道 从今天开始 我的歌单里又多了一首歌 因为这是廖仁南写的 哗啦啦啦 不少男粉和墨粉 都热烈鼓起掌来 千墨女神 说得好 还有观众喊出声 李千墨的这番话 可以说是不包不贬 记在明面上 表态接受了王心灵 同时又明确表态 接受她是因为廖仁南 这也是间接表明了立场 真可谓是 说得太得体了 谢谢 王心灵微笑着 感谢道 而分镜头里的廖仁南 也是赞赏的点了点头 第113章 怎么都是夸廖仁南的 一时间 除了刘焕之外 其他导师都点评完了 镜头再次挪到他的身前 刘焕轻壳了一声 朗声道 我之所以选择最后一个点评 是因为我不想讲太多技巧 技术方面的问题 在这些方面 廖仁南已经被夸得够多了 所以我想夸夸其他的方面 大家应该知道 我也搞创作 也给人写个 其实为自己写一首歌很难 但为别人写出一首成功的歌 却是难上加难 因为每个人都对自己很熟悉 但对其他人则是比较陌生的 但是截止到目前 廖仁南给人嫌弃写了 伤心太平洋 给花火娱乐写了 那些年 还有现在给王心灵写了 酸酸甜甜就是我 几乎每首都是经典 只能说廖仁南的创作灵感 真的是太宽泛了 天花板级别的 众人文言纷纷点头 廖神 厉害 有观众激动地喊道 所以呢 刘焕的声音还在继续 并且话锋一转 对着廖仁南方向道 我觉得 将来找廖仁南写歌的人 肯定很多很多 因此 我决定先邀约一首 希望廖老师 你别拒绝哈 哈哈哈哈 观众们也都明白 刘焕的用意 顿时哄堂大笑 谢谢刘焕老师台 我一定抽空帮您写一首 奋镜头的廖仁南 也毫不犹豫的到 刘焕文言微微汗手 拱手表示感谢 哗啦啦 现场掌声雷动 而看到这一幕的歌手们 也都对廖仁南羡慕红了眼 关闭局此刻也是释然了 输在廖仁南的手下 他心服口服 直播间弹幕 也瞬间炸锅 卧槽 看得出来 刘焕对廖仁南是真欣赏 都快给夸上天了 别说是刘焕喜欢 廖仁南这样的精品才子 谁会不喜欢啊 羡慕 感觉李谦默和廖仁南真有戏了 估计很快就会传出好消息 尼玛 这不是王兴林得了代言吗 怎么都是夸廖仁南的呀 主镜头前 何老师微微一笑 继续主持道 好的 谢谢五位导师的点评 同时 再次恭喜两方合作成功 请一牛银策团到后场休息 也请王兴林继续投标 争取再多哪些代言 闻言 王兴林又与周亮 刘芬兰一一握手致意 这才到此回到歌手席 周亮和刘芬兰等人 也都来到舞台侧边 想要接着看一看热闹 一时间 歌手席位就只剩下 廖仁南 王兴林两人 对于保洁集团的代言 廖仁南实在是提不起兴趣 也就随他去了 至于王兴林 他也没准备保洁的竞标曲 所以也是边长莫及 于是 两人都观看着接下来的竞选 偶尔也聊聊天 时间过得很快 半个小时之后 保洁集团的广告曲竞选 也是终于有了结果 最终 叶旭坤拿下了这个代言 根据节目组的规则 叶旭坤获得直通决赛的资格 同时获得一枚同色勋章 在歌神之战中有1%的投票加成 原本 叶旭坤一开始也很不喜欢 保洁集团的这个代言 但看到那么多歌手都是灵感 叶旭坤也就释然了 甚至还有些自豪 此刻 他捧着同色勋章 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喻 然而 观众们并不买账 爆发出一阵嘘声 直播间弹幕区也嘲讽生一片 尼玛 看到叶旭坤这个叼毛样 我就想上去抽他 可不是 如果以后我女朋友用他代言的产品 我要打到他库位置 敢问 楼上的是卧龙和凤厨吗 用词好精辟啊 扑吃广告主选择叶旭坤做代言人 应该是考虑到他形象适合吧 见词 一些坤粉们也坐不住了 可恶我家坤坤都这么努力了 居然还有人不满意 确实是 这么多一个代言都没拿到的 居然还有脸笑别人 为庆祝坤坤闯入决赛 我今天要去操场裸奔一拳 期待坤坤在歌神之战中拿下冠军 一雪前耻 紧接着 何老师出现在主镜头前宣布道 那么 本季的千万代言 环节 到这里就圆满落幕了 再次感谢八大广告主的加盟 也感谢十位歌手的支持 谢谢各位的鼎力相助 爷 在场的一些广告主代表 也都是站起来欢呼着 而席位上的几位歌手 有的人在高兴欢呼 有的人则是强颜欢笑着 何老师顿了顿 继续主持道 最后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需要向大家宣布 那就是在两个星期之后 天籁之音将迎来最终的歌神之战 入选歌手 除了廖仁南 王兴林 叶旭坤外 另外的两位将按照人气排名进行晋级 所以也请大家在节目结束之后 踊跃地为自己喜欢的歌手投票 而在歌神之战环节中 获得冠军的歌手 将会获得一元终极大奖 说完 画面一转 镜头前出现 一辆价值千万的超跑 一把汤尘一品的钥匙 一张用金矿箱着的巨额支票 哇 刚刚还垂头丧气的几个歌手 顿时都发出了一声惊呼 台下的观众们 也是一片沸腾 好了 两个星期后 歌神之战不见不散 没一会 节目正式结束 跟前几次一样 曹精明依旧是 第一时间打来电话 廖仁南知道曹精明 肯定是邀约聚餐 于是抢先说道 老曹啊 我口头签下了王兴林小姐 并且给了他你的电话 说是让他待会去趟工作室 把纸质合同给签了 重要条款我都跟他谈好了 待会用电子邮件发给你 廖仁南已经跟王兴林达成协议 因为 广告曲是廖仁南一手操办的 所以 两人的分成是八和二 其中廖仁南是占八成 至于 王兴林加入南明娱乐的提成 是按照业内歌手一众的三期开 第114章 辉煌值突破400万 听到这话 行 当然没问题 电话那头应了一声 另外 没给曹精明任何思考空隙 廖仁南继续说道 接下来 王兴林就要参加 酸酸如广告拍摄了 你尽快给他安排个资历深点的造型师 让他的形象看起来更加青春有朝气一些 还有就是 帮王兴林多安排一些推文 人设核心就是甜心教主 主要内容就是传达 他更适合唱甜歌什么的 把这个人设给立起来 大概就是有这么几点 具体资料我稍后发给你 廖仁南一口气说完 哦 曹精明似懂非懂的应了一声 廖仁南笑着问 对了 你还有什么事情吗 呃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问道 王兴林的这些推广方案 你是什么时候想到的 就是录节目的时候啊 廖仁南毫不迟疑的说道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曹精明笑了声道 就是觉得很棒 曹精明嘴上说的很轻松 心里却是五味杂陈 廖仁南不仅参加节目 还顺带着签约了艺人 并且连造星方案都想好了 而他什么贡献都没做 一对比就像个废人一般 想想都觉得惭愧 不过 还好有机会当执行者 这样至少还有点存在感 呵呵 低调 廖仁南闻言 笑笑道 还有什么事情吗 没有了 电话那头回答道 就是恭喜你顺利晋级 歌神之战 谢谢曹哥 廖仁南笑道 那改天有时间聚餐啊 曹精明回答道 好嘞 不过等我把这些事 忙完再说吧 嗯 好的 廖仁南心满意足地挂断电话 为自己的小把戏得逞而窃喜 其实 职场就是这样 大多数人并不喜欢应酬或聚餐 但为了维系关系 而却迫不得已 廖仁南自认为 跟曹精明不需要这套 所以一般能推就推了 当然也不能伤人心 至于庆祝什么的 时机成熟时再说吧 而刚挂断电话没几分钟 廖仁南的脑海中 就响起一道电子音 电 恭喜宿主辉煌点 累计达到四百万 自动兑换四次奖品 廖仁南闻言 心中一喜 随着 他的名气越来越高 奖励也是越来越多 这真是一个良性循环 感觉不要太爽了 而与此同时 提示应继续 嗯 奖品自动兑换成功 恭喜获得神级格斗 神级格斗 宿主拥有此技能 将完全掌握格斗精髓 以利为基 以技破敌 以小博大 以己尖克敌弱 胜于敌道之时 定 奖品自动兑换成功 恭喜获得满击散打 满击散打 宿主拥有此技能 将完全领悟散打意识 远踢 静打 贴身摔 防守和出招都游刃有余 招招能致敌 定 奖品自动兑换成功 恭喜获得满击泰拳 满击泰拳 宿主拥有此技能 将灵活 利用身体达到极致 熟练运用拳 腿 肘 吸 如同连带的铁边一般 爆发力超强 让对手毫无还手之力 定 奖品自动兑换成功 恭喜获得神级永春 神级永春 宿主拥有此技能 将请客达到快 准 肯得最高境界 续近四舌 发近四猫 潮行四击 阴阳发力 出手一击必杀 电子音落下的同时 廖任男只觉全身一阵酥麻 这这才意识到自己 俨然掌握了这些技能 廖任男满意的点点头 随着他名气越来越高 以后免不了会面对 许多突发的状况 像黑粉恶意伤害明星的事件 也是没少发生过 就算没有受伤 被鳖三打个一拳 给个一脚什么的 那也是心里很窝囊 因此 曹靖明先前也提过 要为廖任男配备几个保镖 不过 廖任男一来为人低调 二来想到 几个黑衣人跟着 不太自由 所以这件事情 就暂时搁置了 不过 廖任男现在有了这些技能 他自己 就是自己的保镖了 但同时 廖任男心中 也有些疑惑 根据这段时间获得系统奖励 廖任男已经大致摸清系统的规律 系统一般给予的奖励 都是和他现在的生活 息息相关联的 而现在 系统一次性奖励 这么多功 防技能 到底是为什么呢 就在廖任男疑惑的时候 他的助理小芳 匆匆小跑步过来 焦急地道 廖总不好了 李千莫小姐 他有麻烦了 怎么 快说 廖任男咒没问到 他没想到 还真有事发生 小芳踹口气 道 好像是漂亮国的 一个弦音乐的公子哥 应该是喜欢李千莫小姐 居然追过来求爱 他派了好几辆豪车和骑手 把李小姐的车给围住了 现在 李小姐被堵在那里 进退两难 廖任男文言 脸上露出一丝担忧 问道 难道就没有治安队过来管吗 暂时没有 小芳回答道 可能这里是崇明岛 治安队过来 需要一段时间 廖任男点点头 道 走 我们过去瞧瞧 说完 他便快步赶了过去 末几分钟 小芳便带着廖任男赶到事发地点 这是 在天籁演播厅后方 约一公里的一条马路边 它的旁边 就是一个公园 由于演播厅前方 会聚集很多的粉丝和记者 所以很多明星录完节目后 会选择从这里离开 而现在 原本还算宽泛的马路 此刻 已经被堵得水泄不通 可以看到李千莫的宝马车周边 有几辆豪车 骑几名带着头盔的骑手 把围观的人群 隔在外围十米多的距离 宝马车的旁边 有一名身穿花衬衣的歪国小伙 在深情地弹着吉他唱歌 其实说唱歌也不是很贴切 准确的形容应该是在念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 这个歪国小伙 唱的是他自己国家的歌 但发音声色 咬子含糊不清 还找不着曲子垫 围观的华夏人听了 感觉 他就是在念经 在歪国小伙的旁边 还有几个打扮得很前卫 头发染成各种颜色的人 在那很暖场 面对这一幕 没有人赶上 前去指责这一伙人 但周围隐隐约约 有不少谩骂的声音 哎呀我滴个妈呀 伺得老太太我耳朵烫 这歪国人是不是有神经病 这还有完没完了呀 敢这么追女神李千墨 这些人来头应该不小啊 我管他是谁 特么的听到就烦 讨厌死了 这小歪这个德性 别说是李千墨了 老娘都看不上啊 那些人隔得这么的远 你妈再大声也没用啊 第115章 四两拨千金 其中 这位谈及他的漂亮国人 名字叫做乔思 是一位著名娱乐大亨的儿子 当初李千墨还在漂亮国时 乔思便对他 展开过疯狂的追求 不过 李千墨一点机会都没给乔思 对他更是没有半点好脸色 尽管如此 乔思依旧是死缠着李千墨 还策划过好几场隆重的示爱 可最终都落得了狼狈不堪的收场 前段时间 李千墨回国发展 乔思才消停了点 可近日不知怎的 他又动了心思 特别是当乔思得知李千墨全网向一个离过婚的华夏人告白 他更是恼火不已 想要征服他的欲望 也变得更加强烈 就在这个时候 一首歌唱完了 乔思握着话筒 望着宝马车的李千墨 用别角的中文道 李千墨 我的女神 做我的女朋友吧 你看我为了你 都学习华夏文了 这份诚意 难道你没看到吗 我是如此的优秀和痴情 你错过可就错失全世界 不过女神你不要担心 我是不会轻易的离开 会永远的守护着你 就算你现在不答应跟我在一起 但总有一天 你会发现 我是多么好 接下来 我将再为你演唱一首 英文歌 Always be my baby 真心希望你会喜欢它 听到这肉麻的表白 吃瓜群众们也不淡定了 纷纷加入到骂战行列 草泥马 还要唱 让不让人活了 这歪果人脑袋有问题吧 唱了这么久 李千墨都没下车 也就代表别人拒绝你啊 傻鸟一个 狗日的 劳资要不是受过高等教育 早一板砖 把你给拍的倒在地上 擦擦擦擦擦 大萨比 我们华夏的女神 会看得上你一个猪毛狗吗 这歪果人真他么缺的啊 不过 乔思在唱歌的时候 是加了高功率影响的 所以 不管这些群众再怎么去闹 也无法掩盖那大喇叭的声响 此刻 坐在车里的李千墨 也是十分的无语 前后的路都被堵住了 根本就是动弹不得 因此 他只能把车窗锁紧 防止有别的突发情况 同时 他环抱了紧 请求援助 并不停地按着车喇叭 显然是在抗议乔思说的话 人群的最外围 看到李千墨安然无恙 料人男士冷静了不守 同时也在思索着眼下的局势 事实上 这位漂亮国人的所作所为 充其量也就是扰乱公共秩序 就算报警 也不会受到多大的惩罚 而他和李千墨 都是公共人物 所以 这件事情一定要处理好 不然就会引起一系列的麻烦 毕竟 在场很多人都在用手机拍 说不定还就有记者在附近 不过 料人男很快便想到了 治疗歪过人的好方法 下一秒 只见料人男从人群缝隙处 往中心的位置穿过去 助理小方反应也很快 连忙帮助料人男一起开路 并抵挡住一侧人群的挤压 而有的人一看是料人男 纷纷给他让出了位置 毕竟他和李千墨的绯闻 很多人都是知道的 于是 用了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料人男便来到乔斯的侧面 并在那里停了下来 紧接着 料人男便把手伸进口袋 在里面搜着什么 看到这一幕 围观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旁边的小方也是手脚打着白子 这种局面他 还是有点小怕的 坐在车内的李千墨 对于料人男的到来 也是一脸的惊喜 但与此同时 他又有些担心 毕竟对方人多势众 而料人男只有一个人 他可不想料人男 与对方起冲突 一旦发生矛盾 料人男肯定是要吃亏的 其中 人群靠里的位置 一个穿着格子衬衣的记者 正端着摄像机 兴奋地拍摄着 尤其是 当他看到料人男进来 就更是激动不已 这可是劲爆大新闻啊 不过 现在看见料人男手里的动作 这名记者挪着嘴响了响 却猛不及防 打了一个寒颤 嘴唇哆嗦着道 料人男他该不会 再掏 掏刀子吧 这话一出 只听哗啦一声 人群中顿时响起了一阵骚动 注意安全 有人小声 喊了一句 料人男 别冲动啊 也有人提醒着 小方文言 脑袋轰得一阵 我的天 料总真在掏刀子吗 该不会一时冲动吧 完了完了 咕噜 车内的李千墨 也听到了外套的声响 狠狠地咽了口唾沫 他可不想料人男为了自己 做什么犯法的事情 那样就对不起料人男 也对不起料恩贝 他自己 也要哭瞎眼了 而此刻 正在唱歌的乔思 也注意到了料人男 不过 乔思正在弹吉他表白中 便只能用眼睛瞟着他而已 还继续地边弹边唱着 而料人男微微皱眉 还在口袋找着什么 终于摸到了 他神色一松 走上前了几步 把找到的东西 朝着乔思面前空的吉他盒 精准地扔了进去 框铃 金属相碰声响起 唱得好 料人男还笑着吆喝一声 乔思近距离听到 这一样的动静 瞬间脑袋一猛 就被干扰得破了弓 吉他直接弹错了音 那肉麻的英文歌 也唱不下去了 乔思猝着眉低头一看 发现自己的吉他盒里 赫然多了几枚 一元的钢班 乔思 看到这一幕 周围所有正在围观的人 这一刻 大家全都是愣住了 就像是被施了定身术一般 而待大家反应过来之后 立刻全都捧腹爆笑起来 你妈 真有意思 笑死我了 真笨爽料人男这操作有水平 感觉好特么的猖快 一想到这歪谷傻鸟刚才猛逼 我就是觉得心里无比痛快 今月份的快乐 被这歪谷鸟承包了 料人男好样的 干得漂亮 要知道 围观的这些华夏人 不论是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 还是年轻小伙子和小姐姐等 大家早就看这歪谷人不爽了 这歪谷人居然追爱 追到华夏来了 真当他们国家高等一些吗 就有如此的自信 来华夏这么高调表白 并且李千墨从一开始就明确拒绝了 而这歪国佬却像是没有听到一般 执意的高调弹吉他唱歌 强硬风露表白 这完全一点都没考虑别人的感受 就是野蛮人的行为 这漂亮国人个个都如此专横吗 真是不给点颜色瞧瞧 就完全不知道自己精良 所以在这一刻 料人男扔硬币的这个举动 可谓是获得所有人的称赞 他做了大家想做 但却不知该如何去应对的事情 颇有点四两拨千斤的意味 太帅太聪明 太有勇气了 第116章 有勇有谋的男人 原先还在替料人男担心的助理小芳 此刻也是完全放心了 并且是跟着所有的围观群众们 一起哈哈大笑了起来 实在是料董这番操作 太让人出乎意料了 根本就是让人忍不住不笑 反正对于料董的这一招 小芳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 而坐在宝马车内 观看着外面情况的李千墨 也忍不住咯咯地笑了起来 他还笑得肚子都疼了 完全没有半点淑女啊 一开始李千墨是真的很担心料人男 不想料人男为了自己 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情 看着料人男那一系列动作 以及围观群众们的反应 在那一刻 他难免不会多想 但显然 李千墨现在彻底明白 自己完全就是想多了 一向沉稳睿智的料老师 怎么会做这种极端的事 说起来 他还真为自己的想法 感到汗颜 此外 李千墨还有一种出乎意料的惊喜 料人男能够以如此幽默的做法 来化解这么一场正面冲突 这才是真正的智勇双全 也是值得自己依靠的优质男人 一时间 李千墨之前心中的郁闷 已是烟消云散 反倒是非常开心起来 当初在漂亮国时 李千墨就因为 乔思在大庭广众之下 向他无底线的表白 而很生气 甚至还当众 踹翻了他的音响 这杀伤力 无异于此 而先前 那位夸张大叫的格子衬衣记者 脸上露出了一丝尴尬的笑容 只怪自己鼠目寸光 小瞧了廖仁南了 在这一刻 他都有些自残行贿 此外 要说全场最为尴尬的人 当初正抱着吉他的乔思了 他本来表白得好好的 自诩还是挺有情调的 结果被这么一脚 节奏全部都乱了 不过 乔思根本就不认识廖仁南 他只觉得 对方是一名路人 便立声问道 你这是干什么 呵呵 廖仁南嘿嘿一笑 啊 我这是在打赏你啊 看你表演的这么尽心尽力 这些刚辈算是奖励你啊 乔思的中文水平很有限 听懂了大概一半的意思 便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道 这些 谁要 这话一出 嗯 廖仁南没反应过来 猝着眉头 思索了几秒钟 才恍然道 哦我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 怎么只有这些 觉得太少了一点对吧 OK 等等 说着 廖仁南转身面向人群 微笑着道 各位朋友们 大家手里有硬币的 都借给我一点哈 无脚 一脚的也都可以 我有 人群中立刻有人回答 便开始在包里翻找起来 把去超市找林的一些硬币 全都给快速地找了出来 然后 大家都是争先恐后的 要递给廖仁南 包括那位格子衬衣记者 也是贡献了好几枚硬币 大家积少成多 一会廖仁南两只手 都有点捧不下了 够了 谢谢朋友们 他连忙笑着道 便再次走到乔思面前 把刚才收集到的所有硬币 全都扔进乔思的吉他盒里 框岔 硬币撞击金属盒的声音 再次响了起来 这次比前一次 要来得猛烈千倍 而旁边 全程看着这一幕的乔思 已经是咬牙切齿的模样 他怒气冲冲地道 要你特么弄这 我不要这些的 廖仁南文言 再次点了点头 装成一副 听懂了的模样 笑着道 我这次真明白了 你是觉得自己不配 得到这么多硬币是吧 乔思一听 立马反驳道 谁说我不配了 欧廖仁南曼调思里的 应了一声 哦 那就证明你 还是值得拥有的呀 你看哪 这都是大家一起给你的 真的辛苦你了 不吃 围观的群众们 听到廖仁南说的这番话 顿时都笑弯了腰 啊 乔思露出一副抓狂的表情 怒吼道 这什么狗屁的硬币 我需要 你们这些人 来给我施舍钱吗 因为 这些意思 用中文表述有点难 他直接说的是英文 廖仁南却不管不顾 继续说道 你就别啰嗦了 你说的这些外文 我们都听不懂吧 做人要有自知之明才行啊 你的吉他 弹得真的太烂了 大家给你这么多的硬币 完全就是 很看得起你了 你应该感谢大家才对 这段中文 乔思却是完全听懂了 他立刻回怼 道 说我吉他弹得烂 你自己有几斤几两 乔思的父亲 就是漂亮国第一吉他手 他的台教音乐 就是各种吉他经典曲目 更是从三岁开始就学着弹吉他 大学和研究生也选了这个专业 至今 乔思在漂亮国吉他领域获得了多项大奖 被称为继承了他父亲优良基因的天才吉他手 吉他就是他炫耀的资本之一 不然他也不会选择弹吉他向李谦默表白 看到乔思一脸难堪的模样 他的手下立刻上前一步 哎 小子 别瞎说啊 乔思可是天才吉他手 他父亲也是想当当的人物 你有什么值得点评 对 你呀肯定耳朵有问题 吉他弹得好坏都分不清 和和料人难似笑非笑的道 你吉他技术这么的差 气焰却是这么的嚣张 还真是继承了你们漂亮国人 一向妄自菲薄的那种优越啊 不过 我告诉你 不管你有多嚣张 都是无济于事的 华夏今非昔比 华夏人也今非昔比 当然了 我也不跟你说的太远了 咱们就聊点实际的 就围绕吉他聊聊 就你那个弹吉他的执法 一看就确定根基太不稳 力道完全浮在表面上 还有 你的音准和音律问题 也是拖泥带水的感觉 真的听得挺难受的 最后 你弹出来的整首旋律 完全就是赵本宣科 一点灵气都没有 在我们华夏来说 就是一葫芦画瓢 上不了台面啊 第117章 一个是祖师爷 一个是小徒孙 其实 料人难说这些话 一半是为了戏弄这歪果人一番 另一半 他确确实实看出了 乔思弹吉他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毕竟 料人难现在可有 十八般 乐器精通 技能 吉他也是其中之一的 现在料人难跟乔思的差别 那完全可以形象比喻为 一个是高高在上祖师爷 一个是最小徒孙的水平 乔思那点引以为傲的技术 在料人难面前 只能算狗屎 而围观的群众们 都单纯以为料人难 是在对着歪果人 所以跟着凑凑热闹 包括李千默 也没有多想些什么 他单纯只是觉得 料人难为了对乔思 而故意指出他其中的一些毛病 毕竟事实是不是这样的 李千默也是不太清楚的 他的吉他水平摆在那里 哼 乔思文言 满脸不屑的道 真是开玩笑 你们其他国家的人 有什么资格指责我 漂亮国吉他水平 我们就是吉他水平的标杆啊 从某种意义上讲 吉他是欧美国家率先发展起来的 所以乔思如此说 也是情有可原的 就是乔思身后的几个混混 听了也是叫嚣起来 纷纷道 我们乔哥的吉他水平 可是漂亮国小有名气的 如果拿到你们华夏国来说 更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你们都只有甘拜下风的份 还在这里挑三拣四的 真是一点都不懂得欣赏 对啊 另一个乔思的小跟班 也附和道 你嘴上这么能说 那你谈一个试试 如果你真的能够 比得过我乔哥 我特忙 直接道理吃祥 我也道理吃祥 其他几个小跟班 也都一脸认真的 料人难闻言 淡淡一笑道 你们这些个歪国人啊 还真是自大到了极点 以为看到的就是世界的 那我给你们演示一下吧 让你们也看看外面的世界 对了 你们几个打赌的 别忘了自己许下的承诺啊 扑痴 围观的人又是一阵哄笑 然而 乔思和几个小跟班 却对此一点都不在意 他们倒是巴不得 料人难能表演 毕竟在他们看来 料人难就是一个菜鸟 等到时候他出球了 那什么都不用说了 就是自取其辱了 一旁围观的群众们 大家也都一时不知道如何 只能近看事态发展 只有李千墨 为料人难捏了一把冷汗 因为乔思在漂亮国的吉他水平排位 还是有一定分量的 而他也很少听料人难弹吉他 就算一些歌曲里有吉他伴奏 那也是经过润色的 这跟现场表演吉他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就在这时 料人难说着 走得挨近乔思一些 直接从他手中拿过吉他 对此 乔思内心其实是拒绝的 但毕竟现场也没有其他乐器了 他既然想要看到 料人难出球 就必须将吉他 让给他表演了 料人难拿过吉他 目光扫尸了一圈 最后落在乔思的那两蓝薄基尼上 他直接一屁股 往这豪车的引擎盖上坐去 乔思见此 眼角狠狠地抽出了下 张嘴想要说什么 最后还是忍不住了 赶紧的 快点表演吧 等你出球了 就是我的高光时刻 坐稳后 料人难才拿起吉他 刷一个和弦感受下 当即摇了摇头 道 音都没有调准 难怪弹得这么差 说完 料人难便认真地掉起来 旁边乔思听到这话 都差点被气得吐血 不过 他没有冲上去反驳 只是忍着看料人难到底耍什么把戏 等料人难彻底露线之时 乔思决定要疯狂地喷他 把先前受的委屈 全部都给还回去 片刻后 料人难终于调好了弦音 事实上 对于顶尖吉他大师来说 调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如此才能让琴弦之间 产生最好的音色震动 进而发挥出最佳音效 紧接着 料人难整体刷了一遍和弦 便有条不紊地弹奏起来 首先是压弦法 料人难用右手指垂直触弦 有力地往下压拔 弹响后手指顺势停在下一边弦上 然后顺滑地弹出一段音 整个出来的音色坚实有力 穿透力强 紧接着是勾弦法 料人难用右手指甲触弦后 运用指关节的力量勾向掌心 同样又只是弹出一段音 且跟上一段弦接得十分贴合 接着是扫弦 料人难用食指甲 从低音弦扫向高音弦 速度非常的快 弹出的音色也很有力度感 再者是右手窃音 料人难用右手指扫弦之后 顺势用靠近拇指方向的手掌外侧 碰弦或停在弦上 使声音急速消失 同样是弹出了一段和弦 接下来还有很多的技巧 包括爬音 大鼓音 弹指音 门音 摘音 阵音等 料人难几乎是每一个吉他高级技巧弹过去 每一项都是做到了极致 而最为夸张的是 他居然在一个很短的时间 就把这每一种弹奏手法下的音色 自由组成了一个旋律 并且 还是一段非常和谐 颇具美感的旋律 这简直就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不过 看到廖任南这些表演 乔思只是轻蔑地摇了摇头 他是打心底里 不认同廖任南的 虽然廖任南这些高级技巧全都会 但也不能够代表他就是高手 因为这些技能 乔思也是会的 而且 他觉得自己的弹奏水平 应该比廖任南还要高 就在这时 整个技巧一遍弹完了之后 便见廖任南又重复弹起来 乔思一时间也搞不清楚 这人到底要干啥 重复着弹 有意思吗 然而 乔思立马就发现了其中的区别 虽然刚才一整套高级弹奏技巧 全部音色内容都是相同的 但是速度却是快了许多 大概能够有1.5倍 紧接着 一套旋律走完 廖任南仍然没有停 速度却又加快了 这次是两倍 然后是三倍 四倍 五倍 本来 廖任南第一遍的执法 就算不慢的 等到了有五倍的速度 廖任南现在已经是快到 让人连手影都看不清了 关键是每个音色都没有错 跟前面的几乎一模一样 因为即便重复下来 大家都熟悉这套旋律了 肉眼可见 廖任南弹奏的速度 越来越快 一时间 乔思心里也是一咎 这 怎么可能吗 第118章 吉他第一称号 要异味了 就在这时 廖任南手法快到 光影的速度之后 他忽然放缓了旋律的节奏 然后把吉他背到身后 将刚才的那一套旋律 继续弹奏了起来 这是反身弹 也是一种非常高超的吉他炫技技巧 同样的 还是刚才那套旋律 廖任南一个音色都没错 并且 每个音的质感 都是那么的饱满 紧接着 背着一套旋律弹完之后 廖任南居然闭上了眼睛 这是盲弹 要知道 不是非一般的吉他高手 根本就不敢尝试盲弹的 因为这种手法 不仅仅要求技术高超 而且还要对吉他机器的熟悉 而这一刻 吉他俨然变成了廖任南手中 一把自由支配的武器 即使他闭上了眼睛 每一根和弦 每一处面板 廖任南都是一清二楚 游刃有余地把玩着吉他 同样 一套旋律的每个音符 都是做到了一百分 一时间 整套吉他秀下来 围观的人都瞪大了眼睛 嘴巴也张得大大的 甚至都忘记了赞叹 毕竟 在很多老百姓看来 娱乐圈的很多明星 都是花拳秀腿 靠脸吃饭的 他们没想到廖任南 竟然有这么大的能耐 由不得他们不佩服 助理小芳也被惊得呆住 他原以为 廖总是在耍嘴皮子功夫 逗这几个歪国人玩的 想不到他还真是个王者 居然这么厉害啊 车里的李千墨 泥南出声 眼神里同样写满惊讶 对廖任南的佩服 又多了几分 而本来还笑得灿烂的几个跟班 顿时纷纷都愣住了 笑容也僵在了脸上 什么情况 这小子淡机弹得这么溜 居然比老大都要强 卧槽 大佬这么低调的吗 还有 那自己岂不是要道理吃祥了 十斤 想到此 几个跟班面面相去 脸色相当的难看 乔思也傻眼了 他被父亲逼着 从小练吉他 自然懂得每一份熟练的代价 就廖任南刚才这一套 行云流水般的操作下来 如果没有个几十年的熟练程度 绝对玩不到 这么丝滑这么溜达 乔思清楚的认识到 他已经输了 输得毫无还手之力啊 甚至 乔思觉得 就算是他的老爸出手 也不一定能够有这么高的完成度 准确的说 是绝对没有廖任南谈的这么完美 也是被甩几条街的存在 想到此 乔思后背不禁渗出一阵冷汗 华夏什么时候出了 这么一位吉他牛人 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有啊 难道漂亮国第一吉他大国的称号 真的要异位了吗 而此时 一旁的廖任南却根本 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他弹着一套新的 非常舒缓的和弦 从乔思兰伯基尼引擎盖上起身 向着李千默的那辆宝马走去 这段吉他旋律并不复杂 但却是极其的动听 让人听了就忘不掉的程度 而当一段前奏弹完 廖任南也唱出了声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也真 我的爱也真 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不宜 我的爱不变 月亮代表我的心 一时间温柔而浪漫的吉他旋律 搭配着廖任南充满慈性的嗓音 这首歌也是被完美地演唱了出来 但凡每个听到的人都是耳目一新 最关键的是 虽然对于这些人来说 这首歌是完全陌生的 但大家仅仅在这一刻听到 就都觉得这是一首好歌 好诈 好酷炫啊 廖任南厉害 围观的人都自发鼓起了掌 并对廖任南投去崇拜的眼神 太帅了吧 要死了要死了 在场的一些女生也惊叫连连 此时也已经被廖任南彻底迷倒 甚至有不少女生 偷拍了廖任南的照片 发到了自己的微博上 助理小芳也再次被惊得呆住了 这廖总哪仅仅是王爪啊 分明就是顶级大师吧 自己居然是顶级大师的助理 好幸运啊 车里的李千默 也是惊喜不已 他是有一定音乐基础的 单单是听了这么一段 便觉得这首歌与众不同 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好听的吉他神曲 这首歌足以让任何人陶醉其中 而且还是全新的 看样子应该是廖任南新创作的吧 此外 最关键的是 根据这首歌的歌词推断 这似乎是一首用来表白歌 而廖任南正对着自己唱着 那这难道代表着 他在向自己表白 一念及此 李千默顿时小心脏狂跳 他的脸色也有些发红 下意识的 他打开车门走了下来 静静地站在车边 录完节目之后 李千默换了服装 此刻 他穿着一件浅粉色刺绣旗袍 一张俏丽无比的脸上 五官精致 离窝浅浅 修长的双腿白如玉质 匀衬又笔直 长发垂于双肩 迎风飘动 可以说 满足了男人对梦中情人的 所有幻想 而廖仁南仍然抱着吉他 正对着李千默弹唱着 姿态风度翩翩的 声音也更加动人 轻轻地一个吻 已经打动我的心 深深的一段情 叫思念到如今 见状 现场一下子安静了起来 所有人都能感觉得出来 廖仁南演唱的这一首歌 就是专门为李千默而写的 毕竟 歌词里所蕴含的意思 实在是再清楚不过了 难道廖仁南也要表白 这 今天是什么日子 真是精彩连连啊 而一旁的乔思 乔思完全还是搞不清楚状况的模样 就在这时 一个混混在他的耳边说了几句 乔思一下子全都明白了 原来李千默全网告白的对象 就是面前的这个华夏人 那么 先前那一系列互动 都是这个华夏人在捉弄自己 自己被当成傻子了 想到此 乔思怒火中烧 拳头都快握出了血色 而旁边 廖仁南继续边谈边唱着 声音也是越来越深情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你去想一想 你去看一看 月亮代表我的心 整段旋律唱完了 廖仁南看着李千默 微微一笑 与他四目相对 柔声道 虽然很突然 但我想告诉你 我喜欢你 并且我是认真的 第119章 检查下脑子有没有短路 其实 廖仁南把话说到这里 自己也不知该说啥了 因为 当正面对上李千默 那一双清澈的眼眸时 一向稳如泰山的廖仁南 思维也是突然间当机了 他甚至都忘记自己刚才说了些什么 可能刚才说出的话 连语句都是错乱的吧 主要是这一切都发生的太突然了 当然 虽然这一切都是突如其来的 但廖仁南对于李千默的好感 却是一点都不突兀 通过这段时间相处下来 他发现 李千默是真心喜欢自己 并且性格脾气比其他女生好太多 他敢爱敢恨 也很独立 最关键是 他内心充满了正能量 在这个绿茶表 拜金女到处都是的复杂时代里 这样的好女孩 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宝藏 所以 廖仁南最近一直想着 要在一个合适的场合 在双方朋友的见证下 以一种隆重的方式 向李千默表达爱慕 毕竟 女孩都喜欢浪漫 而谁料 碰到这档子事情 结果她一冲动 话就脱口出 廖仁南原以为自己跟苏雪离婚后 不会再像矛头小伙那样 随意冲动了 但现在还是重演了 或许因为对方是 独一无二的李千默吧 与此同时 李千默认真看着廖仁南 一脸的动容 谢谢你 我也喜欢你 李千默说到这里 眼中顿时蓄满了泪水 说完 她就扑进了廖仁南的怀抱 紧紧地抱住了她 并呜呜呜呜地大声哭了起来 六年多的喜欢 等到这一刻 李千默终于等到了这句话 此刻 她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眼泪更是止不住地流下来 她代表着惊喜和感动 也代表着之前默默爱慕的那份委屈 在这一刻 全都喷涌而出 就算脸上的妆花了 她也顾不得了 一时间 李千默的反应实在太大 让廖仁南有些不知所措 因为 就算是跟她生活好几年的苏雪 也从没因为她这么地哭过 或许 只有真正喜欢你的人 才会如此 不过 廖仁南也很快反应过来 将李千默轻轻搂在怀里 外围 哇 目击这一幕的围观者 都凑热闹地起哄着 闭屋 有的人还吹流氓哨 表达内心的兴奋劲 天呐 啊 祝福你们 在场有不少廖仁南和李千默的CP粉 大家更是在这一刻惊叫了起来 他们的兴奋程度 不亚于两位当事人 当然 也有不少宅男和俯女 露出一副心碎的神态 而身穿格子衬衣的记者 更是疯狂地按着快门 尼玛 这可真是劲爆大新闻 要发达了 其实 他只是一家国企杂志社的合同工 经常会受到那些有编制的正式工的欺负 可此刻 他终于可以挺着腰板了 合同工的记者咋了 也是有逆袭机会的 不过 归根结底 也要跪些廖仁南和李千默啊 沾光了 另外 现场表情最丰富的 乔思当之无愧第一 他看到李千默和廖仁南 两人非常亲密的模样 猛逼地棱在原地 脸色铁青 什么情况 自己追求了一两年的女神 竟然被一个华夏男人泡到手里了 而且看样子 还是女神主动倒贴的 这泥马 哄 乔思如遭雷击 被雷得外焦里嫩 你 你干什么 给我放开千默 乔思怒目盯着廖仁南 气到浑身颤抖地说道 廖仁南一听 顿时不高兴了 他对乔思怂怂肩道 事情都这么清楚了 难道你都还不明白吗 我真建议你回漂亮国大医院 去检查一下脑子有没有短路 是不是要来点 更加清楚的哈 乔思气得发抖 不可能 千默不可能看得上你 肯定是 而他话没说完 就看见廖仁南侧身 狠狠吻上了李千默 人群中间 廖仁南搂着李千默的腰肢 霸道地吻了上去 李千默的樱桃小嘴 像云朵一般的柔软 更有一股淡淡的柠檬香 廖仁南虽然不是第一次接吻了 但吻上阴唇的那一瞬间 他有种触电般怪怪的感觉 非常的美好 而这突如其来的轻吻 更是像暴风雨般 让李千默措手不及 他脑中一片空白 眼睛睁得大大的 任凭廖仁南这么搂着 他的小心脏更是砰砰砰的 以每秒三次的速度 狂跳个不停 一时间 哇 哦 围观看热闹的人 都兴奋地惊叫着 显然他们都被刺激得不小 那名穿着格子衬衫的记者 更是不敢置信地捂着嘴巴 脸上露出难以言语的狂喜之色 热点 这绝对是爆炸性新闻啊 这何止是单单发点财 简直是直接飞黄腾达啊 而乔思带来的几个小跟班 也都是猛圈到面面相去 他的表情 傻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你TMD太欺负人了 乔思抹了把脸 抱和一声 朝两边喊道 都傻愣着弹马 踏马的 给我动手削他 听见喊声 几个摩托骑手立马冲过来 其中两个黄毛 还每人拿着根半米长钢管 大家看到这阵仗 知道两边要干架了 都连忙往后退了退 廖仁南 愣着干嘛 快跑啊 你们别太放肆 我已经报警了 有不少正义的人是支持廖仁南 不过他们都只是普通的老百姓 还是非常忌惮这类社会混混的 都只是赶在外围 帮着廖仁南说几句公道话 却不敢烫这趟浑水 廖仁南躲到车上去 李千墨也慌了 拉着廖仁南道 而他刚转过身 便发现自己的车门 被两个骑士守住了 特么的 都给老子上 揍死这滑下种 乔思跟旁边的同伴示意了下 大家一起冲了上去 第120章 顶级高手 打人如挂画 见此 李千墨更是惊慌失措 赶紧上前护住廖仁南 对于他来说 宁可自己受伤 也不愿意廖仁南受伤 而自始至终 廖仁南却非常淡定 笔直地立在原地 他单手还住李千墨的小蛮腰 只是稍稍用力往后一带 便将他轻松地挡在了自己身后 看到这一幕 围观的群众们心都提了起来 这么多人打一个小鲜肉明星 这廖仁南肯定要被打残了 可下一秒 啪啪啪咔嚓 扑通扑通扑通 瞬间七名摩托骑手 跪倒在廖仁南的面前 捂着腹部哀忧地痛苦叫着 那两个黄毛也躺在地上 手臂都是动弹不得 并撕心裂肺地身影着 而他们手里的钢管 也早已经被踢飞 正插进了兰博基尼的轮胎 乔思嘴角都是血 门牙也缺少了两颗 他处过来的拳头 被廖仁南一把给牵住 此时 廖仁南牵住乔思拳头 稍稍一发力 哎呀 乔思痛哼一声 扑通跪倒在地 一旁 在场的人都是目瞪口呆 以他们的视角来看 刚刚混混们冲了上来 而廖仁南却是不急不慌 几乎都没看见他出手 利用身体与混混一碰 便见那些人痛苦倒地 动则山崩海啸 静则落地生根 要不是亲眼目睹这一幕的话 旁人甚至会以为 这是廖仁南找来的群众演员 帮他上演一场英雄救美的大戏 当然 他们心里很清楚 眼前这一幕绝对不是假的 因为这些混混 脸上痛苦的表情和惨叫声 都很真 我的天 廖仁南难道会武功吗 这特么是顶级高手 打人如挂花啊 一打十 太强了吧 这小鲜肉明星 牛逼啊 在场人都是大开眼界 惊叹不已 李千墨也是瞪大了美眸 樱桃小嘴张得大大的 一脸震惊地看着廖仁南 现在都无法相信 所看到的这一幕 而此刻 五个混混摊在地上 痛得完全不显人事 被廖仁南牵住拳头的乔思 连也痛得变成了猪肝色 乔思的嘴巴都是血 门牙也掉了两颗 这倒不是被廖仁南给打的 而是被他自己的一个小弟 手忙脚乱中被干管匹敲的 廖仁南直直地盯着乔思 手指微微用力 大哥 痛 大哥 饶命 乔思苦苦哀求 感觉自己骨头都快碎了 廖仁南淡淡地问 知道错了吗 乔思求饶 知道了 大哥 我再也不敢了 廖仁南吃笑一声 环顾周围道 看来讲理讲不通的时候 还是拳头好使了 这应该就是孔子讲的论语吧 噗哧哈哈 围观的人爆发出一阵笑声 说完 廖仁南松开了手 哎哟 乔思哀嚎一声 瘫软在地上 喘着粗气 这时 廖仁南的目光 落在李千墨身上 他们有没有碰到你 廖仁南关切地问 没有 李千墨硬了声 反问道 你呢 有没有哪里受伤 我很好 廖仁南淡淡一笑 真的吗 我看看 李千墨有点不太相信 绕着廖仁南检查了一番 见他毫发无伤 终于舒了口气 啊 嗯 真的没事 太好了 廖仁南笑着揉揉他的脑袋 李千墨撇了撇嘴 有些不好意思 而就在这时 廖仁南感觉到 一股灵力的拳风 从身后袭来 速度非常的快 他甚至来不及看清对方是谁 直接背着身子 用胳膊肘挡住 然后连肘带拳回击了过去 神级咏春 宿主拥有此技能 将请客达到 快 准 狠得最高境界 续进四舌 发进四猫 潮行四肌 阴阳发力 出手一击必中 背后那人 被一拳打在胸口 踉呛着向后退了几步 廖仁南这才有空转过身来查看 发现对方是一位身穿中山装的男子 他身上散发着强大的气息 一看就是练家子 而且还是位高手 别打了 这是自己人 李千墨轻贺一声道 廖仁南刚想再次进攻 闻声也停了下来 就说 你怎么来了 李千墨目光指示着那名中山装男子 开口问道 李小姐 邱永刚点头打了个招呼 眼睛胡沦一转 道 我来这边是帮老爷子办点事 正好碰到了 哦 李千墨随意应了声 便给廖仁南介绍说 这位是我家的保镖 邱叔 然后 他又将目光转向了邱永刚 道 这位是我的朋友 廖仁南 邱叔 你好 廖仁南点点头 伸出了右手 邱永刚握了握他的手 廖先生你好 其实 邱永刚是李家老爷在安排的 默默保护李千墨的高手 这是就连李千墨自己 也都不知道的 在李千墨刚被乔思纠缠时 邱永刚就注意到了 便守在一旁暗中观察着情况 毕竟 不到紧急情况 他是不能露面的 所以 当时就算廖仁南没有出面 当李千墨面临危险的时候 邱永刚也会及时出现 保护他的安危 而接下来 在看到廖仁南的实力后 邱永刚无法继续藏下去了 小姐身边有这样一位强者在 他自然有责任查个水落石出 与此同时 离崇明岛距离最近的警督也赶到了 问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他们把乔思一伙人给带走了 这些歪国人在华夏地盘惹是生非 那后果肯定是会很严重的 对于廖仁南 那几个警督也没多说什么 只是将他的联系方式留了下来 并叮嘱廖仁南 如果有事情 希望他积极配合 廖仁南一口同意 紧接着 警督把现场的几辆豪车 都安排拖车给拖走了 并开始疏散围观的人群 见此 三人随意聊了几句 便准备分开了 担心李千默受到惊吓什么的 邱叔执意充当司机送他回去 对此 李千默执拗不过 便答应了 廖仁南目送两人离开后 也跟着小芳回到车上 第121章 这不像他的风格啊 敖马车后座上 回想刚才发生的情景 李千默只觉得心里甜甜的 就像吃了蜂蜜一般 想到了什么 他便给廖仁南 发过去一条灰信 李千默 廖老师 这件事肯定会上热搜 到时网络上的舆论 你都不用管 我会处理的 那头很快回复 廖仁南 好的 那就辛苦你了 对了宝贝 你不准备改改称呼吗 看到消息中宝贝两个字 李千默神经猛的一跳 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 这根本就不像廖仁南的风格 反复确认自己没看错后 李千默这才喜滋滋的笑出声 小心脏更是扑通扑通的狂跳着 一个男人 在与你做朋友时 对你敬而远之 而在正式交往后 对你幽默随意 这才是有情调的好男人吧 李千默 不辛苦 仁南 微笑点 JPG 消息发出去的那一瞬间 李千默都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这可是他第一次直呼廖仁南的名字 这意味着什么 只有他自己知道 那头很快又回复 廖仁南 那个今天不好意思啊 太突然了 希望没吓到你 抱歉点 JPG 廖仁南说的 当然指的是那个吻 想到这 李千默顿时羞红了脸 因为那 还是他的初吻 说实话 他很喜欢 李千默 不会啊 微笑点 JPG 他本来准备回复 不会啊 我喜欢 但怕玩笑开过 引起廖仁南的误会 便还是把我喜欢几个字给删掉了 那头过了两分钟才回复 这两分钟 对于李千默来说 就像一年那么漫长 廖仁南 千默 什么时候有空 来我家玩吧 你这段时间对我的帮助太多了 我做顿丰盛的菜 好好犒劳你 另外 贝贝也想你了 见廖仁南突然变得如此严肃 李千默又有点郁郁郁市了 李千默 好啊 那个 你不想我吗 一问点JPG 那头秒回 廖仁南 想的 宝贝 刚刚跟你分开 就开始想了 见此 李千默激动地握着手机 开心得快要跳起来似的 主驾驶位 看李千默小姐一直在笑着聊天 秋叔便没有去打扰 而是专心致志地开着车 终于 等到他把手机放下来 小姐 秋叔便立马问道 你的那位朋友廖先生 他是有练过武功吗 嗯 李千默点点头 道 他在专业拳馆练过几年 是有一点底子的 刚刚李千默问过 廖仁南同样的问题 他是这么回答的 听到这话 秋叔眉头一皱 来了一个三连问 什么专业拳馆 是在魔都吗 魔都有这么厉害的吗 秋叔显然听出了其中的不对劲 因为 廖仁南回击的那一招是永春拳 他到现在 胸口都还在隐隐作痛 并且 他也感觉出来了 廖仁南根本就没有使出全力 而魔都的永春高手 他都是心里有数的 能达到廖仁南这种级别的 根本就是没有 李千默听了 摇摇头道 这俩 我没有问这么些 哦 好的 秋叔点点头 有些许的失落 其实 他想弄清楚廖仁南的身份 除了是出于保镖的责任外 另外也是他自己对廖仁南好奇 毕竟廖仁南年纪轻轻 武力却如此强大 实在是有些匪夷所思 绝对不是普通人 看到秋叔若有所思的模样 李千默也有点疑惑了 因为他一般都是话 比较少的 待了这么多年 都没听到他说过什么话 更别说这样 主动来问他话的了 想到一件事 李千默便问道 秋叔 你跟我讲实话 是不是老爷子派你来保护我的 秋叔先前搪塞他的话 李千默当然听得出来了 他只是碍于廖仁南在场 不好当面揭穿罢了 是的 秋永刚善笑了声 道 我的眼纪太差了 没有瞒过小姐的眼睛 不过老爷子也是出于关心你 嗯 李千默应了声 道 这个我知道的 不过我是大人了 总归需要有自己的自由 当然了 我也知道你做不了主 以后我自己再跟老爷子说吧 嗯 秋永刚点点头 李千默继续道 今天发生的事情 如果爷爷没问到的话 你就别跟他说了 免得他老人家担心哈 还有廖仁南 先别跟老爷子说 秋永刚又点点头 好的 锦绣高档小区 二十分钟的车程 廖仁南便回到了家 咔哒一声 他前脚刚踏出电梯 房间门就硬声开了 廖恩贝笑眯眯的冲了出来 推着他赶紧往房间里面去 咋了 廖仁南一头雾水 廖恩贝啥都没说 拉着他坐到沙发上 然后搭着他的肩膀 挤眉弄眼道 效率挺高的呀 什么感觉 哦 感觉还好啊 总共八个代言 爸爸拿下了六个 还有一个代言 也是爸爸公司签下的姐姐 给拿到的 总额到达五个亿 就是这样了 爸爸很优秀嘛 所以见怪不怪 廖仁南觉得贝贝 应该是问今天代言的事情 便如是说道 别装了 廖恩贝摇摇头 笑眯眯地道 我问的是 你亲李千莫阿姨 是什么感觉 其实 今天梅姨 接了廖恩贝回家后 她就自己回房间 开始做作业了 廖恩贝有一个平板电脑 是廖仁南专门给她买来 跟着李千莫阿姨学跳舞用的 而她当然没有这么老实了 偶尔也会偷偷用来看看视频 搜索爸爸或李千莫的娱乐新闻啥的 谁知道 今天正做作业的时候 居然弹出了一条红字消息 标题就是廖仁南李千莫官宣 这可是让廖恩贝吃了一惊 立马就点开看了起来 看了视频里的内容 好家伙 廖恩贝可是又惊又喜 以前一直以为爸爸傻傻的 想不到他也有聪明的时候 李千莫真快要成自己的后妈了 此刻 廖仁南面对着廖恩贝的逼问 他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 而很快 廖仁南反应过来 他轻轻拎起廖恩贝的耳朵 道 皮又痒了是吧 跟爸爸这么没大没小 还有 是不是又偷偷看视频了 胆子越来越大了哈 我看你是一天不打 上房接瓦 廖恩贝立马像淹了气的皮球 求饶道 爸爸 我错了 第12章 凹凸有致的好身材 其中 梅宜准备了丰盛的饭菜 廖仁南到卫生间洗了手 就跟贝贝一块吃了起来 现在食物安全问题层出不穷 没什么比在家吃更健康的了 一顿饭吃下来 时间已到九点 廖仁南允许贝贝 看了半小时动画片 稍微的消化一下 便叮嘱他去洗漱 并准备睡觉了 自从上幼儿园的中班后 贝贝就变得乖巧了许多 他自己先去衣柜间 找好玉帽 睡衣和睡库 然后进了洗澡间 自己动手洗漱起来 完全不需要廖仁南操心 比起前两年 每天十几个小时脱不开身 廖仁南真的感觉 这简直不要太舒服了 等廖仁贝洗完澡之后 廖仁南也快速洗漱完 之后就应该要睡觉了 可贝贝在床上翻来覆去的 就是不肯踏实地躺着 这样折腾了将近一刻钟 贝贝突然还立直坐了起来 说要跟李千墨通视频电话 廖仁南听到这话 皱着眉头看了眼时间 已经快到十点钟了 当下就拒绝了 谁料贝贝听了后嘴巴一扁 痘大的泪珠瞬间滚落下来 贝贝有时候装得像个小大人似的 可终究不过是一个五岁多的孩子 见此 廖仁南心一软 把手机递给他 廖仁贝立马止住了眼泪 便利索地输入密码 点开了李千墨通话 那头很快就接通 千墨阿姨 廖仁贝奶声奶气地叫道 嗨 贝贝 李千墨微笑着回应 你还没有睡觉吗 你眼睛怎么红红的 刚刚哭了吗 廖仁南侧身靠在床边 瞥了一眼手机屏幕 李千墨应该是刚洗漱完 将自己的头发盘了起来 他穿着一件粉红色的丝绸睡衣 这件睡衣有些宽松 但是却遮掩不住他 凹凸有致的娇好身材 他的妆容已经全部卸掉了 但几乎跟平常没什么两样 反倒显得他年龄更小了些 就像是16岁的女孩一般 当然 李千墨本来也才22岁 廖恩贝文言 吸了下小鼻子 道 我马上就要睡了 只是想你了 所以跟你发个视频 哦 李千墨笑了声 道 阿姨也很想你啊 廖恩贝露出一丝微笑 道 千墨阿姨 明天周末 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一旁廖人难闻言 顿时皱了皱眉 但却没说什么 可以啊 李千墨不假思索 道 阿姨明天没事 带你出去玩一天 好的 那太好了 廖恩贝喜笑颜开 道 千墨阿姨 你太好了 我爸爸还说你很忙 让我不要打扰你 李千墨笑笑道 贝贝这么听话这么乖 阿姨当然要对你好了 阿 这时 廖恩贝忍不住打了个哈气 见此 李千墨笑了笑 时间也不早了 那你赶紧睡觉吧 我跟你爸爸聊几句 嗯 廖恩贝应了声 把手机递给廖人难 便一头钻进了被窝 千墨 廖人难接过手机 坐直了些 还冲着镜头 笑着招了招手 任难 李千墨轻声叫了一句 脸立刻就红扑扑的 嗯 廖人难应了声 温柔的道 想我了吗 嗯 李千墨厌然一笑 插开话题道 刚刚贝贝说 明天要出去玩 我知道魔都郊区有一家民宿 是圈内一位明星 隐退后开的 自然风景和游玩设施都很好 咱们明天就带贝贝去那里玩吧 那当然好啊 廖人难果断点头 道 我还正愁明天不知道带贝贝去哪里玩呢 以前没明气时可以随意晃荡 现在有明气了 去哪都免不了被认出来 一个他再加上李千墨 可以说不管去哪里 一旦曝光都会引起混乱 或许 这就是成名的代价吧 李千墨被斥轻起 那好吧 我待会就给他打电话预定 这家民宿馆每天只接待两组明星家庭的 好的 廖人难点点头 那真的是辛苦你了 不辛苦的 为你跟贝贝做任何事 我都是愿意的 李千墨轻声道 想到什么 廖人难便道 那你明天早晨来我家吃早餐吧 我给你做提拉米苏 李千墨文言眼睛发光 道 嗯 好 太开心了 好想快点到明天早点见到你 嘻嘻 我也是 宝贝 廖人难温柔地道 李千墨听到这个词 脸疼得一下更红了 而在这个时候 廖人难发现贝贝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从贝子里探出了头 小身子还在抖动 明显刚刚在偷听 啪 廖人难在他的小屁股处拍了一下 然后拉上贝子盖住他的身子 便起身出房间 到外面继续说了 由于时间太晚了 贝贝也还没睡着 两人便只是随意聊了几句 便不舍地挂断了视频 刚准备回房间 廖人难发现手机 有一条未读消息 来自崇明区警署 是有关乔思事件的处罚决定 具体内容如下 经过验伤检查 几名骑手各自肋骨断了几根 乔思牙齿掉了两颗 嘴角轻度撕裂 手腕轻度瘀痕 为此 廖人难要支付五十万的医疗费 廖人难自然是非常乐意 哪怕再付出十倍百倍的代价 而让这群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他也在所不惜 另外 乔思一伙人因扰乱公共之序 将被拘留一天 作为警告处理 廖人难见此 微微一愣 这也太轻了吧 但转念一想 乔思既然敢在华夏境内 带领这样一批人 如此大张气骨 那么他的身后 必然是有靠山的 所以 警署的这个处罚 也就相当于做做样子了 当然了 廖人难也不想去深究了 反正已经出手教训过这群人 以后别再过来惹事就行 奔面手机 廖人难去了趟洗手间 然后就回到了房间 他发现廖恩被终于是睡着了 于是 廖人难懒洋洋地打了个喝歉 也倒在床上 准备睡觉了 另一边 城南别墅区 躺在大圆床上的李千墨 眼睛还是炯炯有神的 脸更是红扑扑的发烫 完蛋了 今晚又要失眠了 第123章 爸爸真的开窍了 与此同时 香山高档公寓 苏雪亮亮呛呛地 打开门进了房间 今天天籁节目结束后 他又去参加了一场应酬 因为有商界的大佬在 他也就陪着多喝了几杯 这会儿已经是半醉半醒的状态 苏雪正迷迷糊糊 摸着灯的开关 只听得啪哒一声 客厅最亮的吊灯被打开了 强光刺得他眼睛都睁不开 开灯的是苏雪的母亲 何如梅 咦 妈 苏雪舌头有些打结 道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没睡啊 何你还知道很晚了 何如梅闻言 冷哼一声道 出了这么多破事 我睡得这么我 哪像你没心没肺的 什么事一点都不操心 这个情况还能喝成这样 难怪小南就算近身出户 都不想跟你一起生活了 哼哼 哪有 苏雪往沙发上一摊 笑道 那是我甩了他 何如梅无语的摇了摇头 你好大口气 还甩了小南 人家现在不仅开了公司 还一口气拿下武艺代言 你看看你自己呢 弄出了什么名堂 苏雪闻言 不仅没生气 反倒笑道 那不是很好吗 我坐收鱼翁之力 何如梅善笑一声 美好气得道 你如意算盘 倒是打得好 可你真要是这么想的 那就抓紧时间行动啊 别等小南被妖精给迷住了 到时候就没你什么事了 什么妖精 苏雪一头雾水 何如梅气呼呼的道 就是那个李千墨呀 两人都快搞在一起了 我给你发的消息 你都没有看的吗 报应筹太忙了 我没看手机 苏雪咋吧一下嘴 道 妈 先给我倒一杯水吧 我都快渴死了 渴死你 何如梅脸都气死了 道 我看你这么弄下去 到时候就等着哭吧 没关系的 苏雪闻言 笑道 我分分钟就能 让她回心转意 得你自个 先请请酒吧 何如梅听不下去了 转身回了自己卧室 砰的一声 关了房门 苏雪被这声音 吓了一个机灵 顿时清醒不少 便拿起手机看看 到底是什么新闻 这一看 她更清醒了 苏雪这两天有派眼线 去摸两人相处的情况 她最后弄清楚了 李千墨一直对廖仁南 主动献殷勤 但是廖仁南却对她 不冷不热的 苏雪自认为 这是廖仁南 对自己念念不忘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表现 可这才一天的时间 两人的进展就如此的大 实在是有些奇怪的 难道是廖仁南心灰意冷 以为自己不会再原谅她 便退而求其次了 或者廖仁南因爱生恨 想拿李千墨刺激自己 再或者廖仁南惊虫上脑 憋不住了 不过都无所谓 只要自己稍微主动点 廖仁南必定会回心转意的 苏雪决定了 明天就去找廖仁南 并且穿上廖仁南最喜欢的红裙 她肯定会喜欢的 转眼间 一日 廖仁南刚刚睁开眼睛 脑中便传来一道提示音 爹 恭喜宿主辉煌点 累计达到200万 自动兑换两次奖品 这让廖仁南很是意外 因为 她昨天下午才刚兑换400万辉煌点 这才睡一觉 就又有了200万的点值 心中一动 廖仁南在网上搜索了下 果然如她所料 热搜榜第一 二的位置 都是有关自己的新闻 警号0.1 李千墨廖仁南暴恋情 警号 警号0.2 李千墨廖仁南亲吻照曝光 警号 警号0.3 警号 这200多万的辉煌点数 应该就来自这两条消息 同时 廖仁南心中有点疑惑 毕竟 李千墨说过会处理的 难道他是忘记了吗 不过 廖仁南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想法 因为他发现 其他有关的消息 比如 乔思骚扰李千墨 廖仁南教训那些混混的 愣是一条都没有 一般来说 这样的消息一出 立刻就能上热搜 所以说 李千墨还是有处理的 并且 他的资源很强硬 完全处理得不着痕迹 至于 正挂在热搜榜的这两条消息 廖仁南也是觉得无所谓了 在决定接受李千墨的那一刻 他就没想着 要藏着掖着了 而就在这时 他脑中的电子音继续着 定 奖品自动兑换成功 恭喜获得神级马术 神级马术 宿主拥有此技能 将瞬间掌握马术精髓 跳上马背 扬起马鞭 马四流行人四剑 身轻如夜冲向前 做到真正的人马一星 定 奖品自动兑换成功 恭喜获得满级剑术 满级剑术 宿主拥有此技能 将在空剑的力量 速度 柔韧 协调和耐力等方面 综合素质达到满级 攻防转换瞬息万变 做到快 准 狠 变 蜕变为剑术高高手 紧接着 廖仁南只感觉头脑一麻 剑术和马术两项技能 他都已经达到精通级别了 虽然不知道 这有什么用 不过 既然都是顶级技能 廖仁南觉得多多益善 看了眼时间 已经七点钟 廖仁南连忙起身 开始准备早餐了 他拥有 神级厨艺 加身 很快几样早点摆了出来 有主食是瘦肉粥 干拌面和流星蛋 副食有豆浆和素食锦汤等 算是荤素搭配 另外 廖仁南还重点做了提拉米苏 他提前准备了芝士和饼干 而咖啡 可可粉等其他材料 家里都有 十多分钟的功夫 提拉米苏也完成 然后把东西打包好 廖仁南便叫醒贝贝 督促他快点洗漱 然后就准备去接李千默了 他也是想着 昨天睡得比较迟 所以尽量让李千默能够多睡会 毕竟有一句话说 女人的好皮肤都是睡出来的 廖恩贝也十分的配合 东西很快都准备好 廖仁南便开着库里南出发了 二十分钟 便到了李千默的别墅 他给李千默发了消息 每几分钟一道靓丽的身影 便出现在了两人的视野中 今天 李千默把头发竖了起来 他穿着一件白色蓬蓬秀吊带 搭配一条牛仔刺绣短裙 显得清爽又很青春 自然 千默阿姨 贝贝 两人相互看到对方 就轻密地叫了起来 并紧紧抱在了一起 廖仁南 看见廖仁南后 李千默甜甜地喊了一句 脸瞬间就红了 廖仁南笑着摸摸他的头 二话不说便牵着他的手 道 走吧 咱们先去车上 看到这一幕 廖仁北用一种十分欣赏的目光 看了廖仁南一眼 嗯不错 爸爸真的开窍了 第124章 太偏心了 快步走到车边 廖仁南打开车后备箱 将里面的圆盒取出来 由于这个盒子是透明的 所以李千默一眼就看出来 里面装的是廖仁南做的早餐 见此 李千默便笑道 我们往前走一点吧 那里有个能做的凉亭 嗯 好啊 廖仁南点点头 李千默奄然一笑 带着廖恩贝过去 廖仁南紧跟在后面 二十米的距离 便到了李千默所说的凉亭 亭里的圆桌是红木 椅子是纯牛皮材质的 都给人一种高档的感觉 周围花团紧簇 环境非常清新 李千默赶紧为贝贝和廖仁南 找了个位置 让俩人坐下来 并将早餐从圆盒中取出 整齐地摆放在桌子中间 因为餐盒带密封功能 所以食物还冒着热气 可以直接试的 很快 三人便开动起来 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 甚至都顾不上说话了 仁南 太好吃了 你真的太厉害了 有时间一定指点我 下次换我给你们做 李千默吃完最后一口 对着廖仁南夸赞道 廖仁南闻言 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道 你做我做不都一样吗 既然你这么喜欢的话 那我以后每天都跟你做 对啊 千默阿姨 廖恩贝听了 也插话道 就让我爸爸做 他喜欢做菜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 李千默眼前一亮 感动地道 有你们 我真的好幸福 廖仁南笑着揽了下他的腰 从身旁拿出一个纸盒 递到了李千默的面前 李千默笑着接过 打开一看 顿时一脸的感动 只见里面是 一份爱心形状的提拉米苏 上面还洒了一些 可实用的闪光粉 在纸盒边缘装饰灯的照耀下 一闪一闪亮 晶晶的很是诱人 爸爸 我也想要 没等李千默说话 廖恩贝却抢先道 廖仁南瞪了他一眼 道 你看你的肚子 圆鼓鼓的像西瓜 还吃得下吗 哼廖恩贝却并不理睬 贬着嘴道 你这给千默阿姨准备了吗 太偏心了 廖仁南 他一时无言以对 还真忘了这一茬 欠辞 李千默连忙挑了一大块提拉米苏 送到廖恩贝的嘴边 道 来 第一口最好吃的位置 给贝贝吃 你爸爸是怕你吃了甜食会蛀牙 女孩子蛀牙了 就不像公主了哦 其实 看到这么精致的糕点 李千默是不舍得吃的 但这种糕点只能保存一天 还必须要存放在冰箱里 而贝贝还在为这事生气 所以李千默便决定吃了 至于 廖仁南对他的好 他记在心里了 一口吃下去 廖恩贝顿时眉开眼笑 完成了月牙 来 再吃一口 李千默笑着 又挑了一手 廖恩贝用小手挡住 道 千默阿姨 我不生气了 这口你吃吧 这是爸爸给你做的 哎呀 贝贝真怪 李千默欣慰的笑了笑 道 那我就吃了 快吃吧 廖恩贝眨着圆流的眼珠 点点头 李千默将糕点送到嘴里 顿时眼睛猛的一亮 又香又滑 甜而不腻 柔和中带有质感的变化 味道真的是非比寻常 比他以往吃过的提拉米苏 都要美味 厉害 李千默一脸赞许的 看了一眼廖仁南 哼 廖仁南笑了声 宠溺的道 以后想吃 我随时给你做 嗯 李千默脸上满是欣喜之色 便跟贝贝 你一口我一口的 吃起来 又过了十分钟 桌面上的食物 全部一扫而光 三人精力充沛 飞快地收拾了一下 然后洗手整理一下 便坐车出发了 李千默提前设置了导航 廖仁南只要跟着开就行 而全程一大半 都在高速上行驶 所以 只花了半个小时车程 就来到了魔都的郊区 魔都即使是郊区 也发展得非常好 有不少的高楼大厦 生活设施也一应俱全 其中 从主路插进一条巷龙 走过两百米长的花道 一家名为山田兴的民宿 出现在面前 这家民宿的门和围栏 以及门锁 石板 瓦片等 都是古色古香的样式 栅栏外 还有一长牌的翠竹 门前挂着一块木牌 上面写着三句诗 山是泰山可以 田是一事无忧 心是称心如意 好美的地方啊 廖恩贝不断地打量着四周 李千默听到这话 高兴地笑了下 并拿出手机 发了条消息 大约过了两分钟 一位衣着非常休闲的女人 从民宿里走了出来 嗨 千默 嗨 黄丽娅 李千默迎上去 笑着道 好久不见啊 两人轻轻地拥抱了一下 这是 李千默侧过身 准备介绍廖仁南 我知道的 黄丽娅走上前来 伸出右手道 廖老师你好 欢迎你们 我是黄丽娅 跟千默是好友 你好 黄小姐 廖仁南微笑着 和黄丽娅握了下手 接着 黄丽娅的目光 落在了廖恩贝身上 她微微弯腰 问道 你就是廖恩贝吧 好可爱啊 廖恩贝笑了笑 问道 阿姨你认识我吗 当然了 黄丽娅点了点头 道 你爸爸可是大明星 谁会不认识啊 哦 细细 廖恩贝开心地笑了 见此 黄丽娅也笑了 又看向李千默 道 你们也别站着了 快进去吧 嗯 李千默点点头 几人一同进屋 从外面看进去 感觉屋子很小 但真进了屋子 里面别有洞天 这是一栋老宅改造的 给人别样的年代感 不过设施都是现代的 使用起来还是很方便 最重要的是 里面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 增添了几分田园气息 在院子的中间 则是一个大的假山水池 各种鱼儿在水中游着 哇 水里有鱼 廖恩贝一下子就被吸引 趴在围栏上斗起鱼来 玩得不亦乐乎 廖恩男在旁边看着 丽娅 你这地方改变挺大的呀 李谦默四处看看道 那可不 黄丽娅文言 笑着道 你都不知道 你多久没来了 所以 你们今天就好好放松 当成自己的家一样 那好吧 李谦默微笑着 点点头道 我就不客气了 这就对了 黄丽娅高兴地说道 走吧 先去看看你们休息的房间 嗯 李谦默应了一声 跟在他身后 廖恩男也叫上贝贝 跟了过去 穿过一条小道 几人在一个平房套间住足 这平房框架是老宅风格 但装修都是全新的 简单中带着与众不同的味道 李谦默觉得挺不错的 廖恩男也连连点头 正在这时 谦默 你也在这里 怎么这要巧 一道声音从身后传来 第125章 比赛赢了 女二号给你 文言 李谦默和廖恩男两人 目光齐刷刷地看过去 这说话的女人 廖恩男是知道的 但并没打过交道 她的名字叫刘彩叶 是一位影后级演员 现处于半影退状态 刘彩叶的丈夫 名叫梁顺谷 是华夏数一数二的知名导演 拍过几部享誉国际的影视作品 两人都快六十多岁 属于丁克一族 过着游山玩水的日子 两岛偶尔有好的灵感 也会出面拍一部电影 嗨 刘老师 李谦默笑着打招呼 真的好巧啊 可不是吗 刘彩叶走近几步 瞥了一眼廖恩男 便笑着问 谦默 你们是一起来的吗 是的呀 他是我男朋友 李谦默爽快地道 他不认为自己需要隐瞒什么 而且在娱乐圈里面 一人之间相互不八卦 这是一条末手的规矩 嗯 盲才女貌啊 刘彩叶称赞了一句 然后又感叹道 像你们这样的年纪 真是太好了呀 哼 李谦默笑了声 反问道 您是一个人过来度假吗 不是 刘彩叶摇摇头 道 我跟我老伴一起来的 哦 李谦默点了点头 若有所思的模样 见此 刘彩叶问道 哎 谦默 你有出演过我家 老梁拍的电影吗 没有呢 李谦默笑道 不过 我正想跟 梁岛寻求合作呢 哦 这样啊 刘彩叶点了点头 声音大了几分 道 老梁就在房间里的 你要想征求合作的话 现在就可以跟他直说 我去给你把他叫出来哈 刘老师 不用的 李谦默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连忙摆了摆手 哦 好吧 和和刘彩叶善笑的声 目光又落在廖恩贝身上 便问道 谦默 这就是廖仁男的女儿吧 嗯 李谦默点点头 好可爱啊 刘彩叶欣喜的道 我正好带了侄女过来玩 他们都是一般大的 刚好都没有伴 可以一起玩的哈 我去把他给叫出来 说着 刘彩叶便往房间里去 这个时候 谦默 廖仁男上前 低声问道 你是怎么了 有什么心事吗 见廖仁男如此的细心体贴 李谦默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他想了一下 便道 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我才刚回国发展 想要在影视圈提高知名度 就要争取第一部电影 有好的口碑 而梁岛接下来要拍的这部电影 就是我这个阶段最佳的选择了 李谦默一口气把话说完 似乎想起了什么重要的点 他又补充一句 道 那个 我争取的这个角色 是没有感情戏份的 哼 廖仁男看着他天真无邪的模样 忍不住笑出声来 便拉了下他的小手 道 那不是很好吗 正好梁岛也在这 你直接当面争求一下 不就水到渠成了吗 你不知道的 李谦默摇了摇头 压低声音道 梁岛他这个人 有一点龟毛的 李谦默说出这个词 自己都觉得好笑 这个我知道 廖仁男文言 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听说他会专程 坐几个小时飞机 去英国喂鸽子 喂完之后 又飞到法国 去喝下午茶 就是这样的 李谦默文言 笑着点点头 顿了顿 又道 而且不止这些 梁岛 被手下演员很严格 动不动会出面考核他们 你说谁敢跟他比吗 廖仁男沉吟一下 问道 大家是怕赢过他 被穿小鞋吗 这倒不是 李谦默摇了摇头 道 如果谁能够赢得过他 梁岛反倒会很欣赏对方 因为梁岛的爱好很广泛 而且都玩得非常的精通 几乎能和职业选手媲美了 所以 没几个演员能够比得过的 哦 哼 廖仁男笑了声 道 还真是个怪人啊 可不是 李谦默也附和一句 然后道 我也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会在这里碰到梁岛的 所以这次尽量躲着他点吧 嗯 廖仁男点点头 而就在这时 刘彩夜带着他的侄女 从房间里走出来 李谦默见状 便将廖恩贝带过去 给两个小朋友介绍一下 并给他们找来几样玩具 两个女孩性格相仿 很快就打成一片了 刘彩夜看到这一幕 也是喜笑颜开 正在这时 一个身穿白衣的中年人 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李谦默见状 连忙背过身 廖仁男也认出他来 正是大导演梁顺谷 李谦默本来是想趁着梁顺谷不注意 悄悄地溜进房里的 谁料 梁顺谷从背后就认出了他 惊呼一声道 你这不是李谦默吗 嗨梁导 李谦默笑着打了声招呼 道 好巧 你也来度假呀 嗯 梁顺谷应了一声 正色道 我看过你投来的资料 各方面都是挺不错的 但是我这个角色 有一场基建的片段 你有学过这个吗 李谦默也没想到 梁导会这么直见 他微微一正 随即笑着道 我有练过一段时间的 真的啊 梁顺谷文言顿时两眼放光 那真的是太好了 我们比一局如何 这个看能 李谦默欲言又止 哎 老梁 刘彩叶健壮 也插话道 你又想欺负年轻人是吧 哪有 梁顺谷善笑一声 道 反正 也是闲置无聊吗 见李谦默 有点不愿意 梁顺谷便道 这样吧 今天的基建比赛 如果你能够赢我 那我这部电影 女二就定你了 连试镜都免了 怎么样 因为这部电影 是双女主剧情 所以 女二就相当于女主角 李谦默听到这话 心中一动 但却又有些迟疑 谦默 廖仁南明白他犹豫什么 便道 既然梁岛这么有兴趣 你就陪他比几局吧 我正好也对这个项目 挺感兴趣的 梁顺谷一听 对廖仁南投去赞赏的目光 问道 小伙子 你会这个项目吗 如果你女朋友不愿意 你带他比赛也是行的 呵呵 廖仁南文言 白白手道 我倒是想玩 但从来没学过 哦 梁顺谷叹了口气 这时 见廖仁南都这么说了 李谦默便道 耐行吧 梁岛你说话可要算数 当然了 梁顺谷欣喜的点点头 第126章 进步如此神速 有了决定 几人纷纷行动起来 刚好山田兴民宿里 就有一间简易的基建室 就不用另外去寻找场地了 千默 别担心 见李千默有一点焦虑 廖仁南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 安慰道 我会一直守在你身后的哈 呼 李千默输了一口气 笑着握住他的手 梁顺谷倒是兴奋不已 手舞足蹈的穿戴装备 已经迫不及待了 很快 廖仁南也帮李千默 穿上护具和手套 以及金属衣 最后给他戴上头盔 一切就绪 李千默和梁顺谷走上比赛台 两人相向攻身行礼 也代表着比拼开始 廖仁南 刘彩叶两人 则待在旁边观战 两人玩的是重剑 只有剑尖击中有效 剑身横击是无效的 击中有效部位 包括全身 急躯干 腿脚 手急臂 以及头盔等 在没有裁判在的情况下 两人约定完全遵照仪器 谁的头盔红灯亮 就代表谁失分了 比赛开始后 刘彩叶还时不时地提醒几句 看得出来 他对寄剑项目也挺熟悉的 至于廖仁南这个纯小白 则是看得一头雾水 不过 几个回合后 或许是受到神级剑术的影响 廖仁南很快就看出其中的门道 因为寄剑最重要的就是速度 如果是普通人第一次观看的话 很难能够看懂剑尖的移动轨迹 但是 廖仁南却并没有这种感觉 反而觉得两人剑尖一速偏慢 每一事落在他的眼中 简直不要太清楚了些 不知不觉中 十分钟过去 双方得分为五比零 得零分的是李千墨 计分是按照休闲的打法 谁先得十一分就算获胜 就在这时 伴随着哐当一声 李千墨的重剑掉在地上 比分也变成了六比零 梁顺骨摘下头盔 道 李千墨 你看你剑都拿不稳了 休息几分钟吧 嗯好 李千墨硬了声 也摘下头套 廖仁南连忙帮他接过来 只见他的额头上全是戏罕 便拿毛巾给他轻轻擦干 李千墨玩而笑 来 补充下电解质 廖仁南递上提前准备的功能性饮料 谢谢 李千墨笑着接过 咕噜咕噜喝起来 廖仁南看得出来 他是真的很为难 毕竟 剑术技讲究力量 速度 还有注意力兼备 非常消耗能量 见此 他也很心疼 但并没说什么 因为这是李千墨的决定 只要他不开口 廖仁南绝不会说什么 但李千墨平息了点 廖仁南低声道 千墨 你体力稍弱一点 所以接下来的比拼 还是以防御为主 而且 在转防围攻的时候 你记住主要攻击梁老的右腿 我看他右腿部位 喜欢暴露在靠前位置 而且收得也比较慢 这个部位是比较容易击中的 廖仁南一边解释 还一边做手势 让李千墨明白他的意思 李千墨点点头 笑着问 你这么快就看出门路了吗 有一点吧 廖仁南微微合手 道 看他会行不行的通呗 嗯 李千墨重重的点了点头 心中的斗志再次被点燃 与此同时 五分钟休息时间结束 李千墨 你都丢一半的分了 要加油 这个可是跟女主角挂钩的 梁顺谷一边戴着头盔 一边笑眯眯的说道 李千墨点点头 一脸的认真 然而 仅仅半分钟 低的一声响起 李千墨失去一分 他又有点慌了 转头看廖仁南 没关系 加油 廖仁南微笑着道 好好回想下 我刚才说的话 李千墨点点头 沉凝了一下 又吃起重剑 两人你来我往的比拼起来 这一次 李千墨推到了安全线靠后 偏向防御为主 挡住了梁顺谷的几次攻击 见此 梁顺谷有点不耐烦了 因为前几个环节 基本上三个来回 他就能够得分了 这让他有点着急 便不断地往前攻 而趁着梁老进攻的时候 李千墨找准一个空档 朝他的右大腿部位刺过去 低的一声 梁顺谷头盔上 闪起一道红光 李千墨看到这一幕 冲着廖仁南挥了挥手 廖仁南露出笑容 然后做了个手势 示意他不要走神 接下来都是同样的套路 李千墨连续拿下五分 其中也因失误踩到边线 丢掉了一分 比分变成八比五 这个时候 梁顺谷也变聪明了 开始以退为进 故意给李千墨机会 引得他出安全线 如此一来 李千墨又丢了两分 比分变成十比五 见此 廖仁南打了的暂停的手势 在李千墨耳边低语了几句 李千墨再次上台 转换了新的战术 他每次都能抓住 梁顺谷退的那个瞬间 加速攻击 连续得了几分 分数一下变成了十比九 梁顺谷对于李千墨的进度 也是感到非常的惊讶 他看了一眼比分牌 心中更加警惕起来 李千墨也卯足了劲 比赛也是变得异常的激烈 丝毫不亚于正规的奥运会 虽然李千墨进步神速 但梁顺谷终究实力不弱 比分停在十一比九 梁顺谷获得最后胜利 李千墨摘下头盔 笑着道 梁岛太厉害了 我自愧不如啊 千墨 这么跟你说吧 刘采画文言插画道 业余队伍里面的 你能拿到梁岛九分 算是最厉害的那一位了 哦 李千墨轻笑一声 看来我和这个女主角 还是有缘无分的 不过也没有关系 相信以后还有机会 就在这时 千墨 刚才的比赛不算数 比赛结束之后 一直没说话的梁顺谷 哦 咱们先休息十分钟 你让你男朋友跟我比 还是同样的规则 赢了女主决定你 梁顺谷自然看得出来 刚才李千墨能有如此大的进步 主要得益于廖仁南的指导 很显然 廖仁南的实力 远超过李千墨 所以 他这就算最后赢了 心里也没一点喜悦 李千墨和刘采画文言 顿时双双看向廖仁南 廖仁南沉音片刻 点点头道 那好吧 我就陪梁岛玩一局 不过事先说好了 我真没上台玩过 如果 我犯一些低级错误 您老别生我的气啊 第127章 箭头像装了定位 文言 放心吧 梁顺谷淡淡的道 你如果输了 我不会怪你 但如果你故意输 那我可要记你的仇 呵呵 廖仁南善笑了声 道 明白了 梁岛 话都说开了 梁顺谷吃点东西补充体力 准备迎接下一轮的比赛 廖仁南则是在另一边 让李谦默细致的给他 讲解一遍基建的规则 看着廖仁南生死的模样 梁顺谷确实感觉 他像个菜鸟 但刚才李谦默的那几个战术 绝对不是普通人能想出来的 这种感觉很奇怪 所以对于这个的比试 梁顺谷还是很期待的 十分钟后 两人比拼正式开始 只是一个照面 伴随着低的一声 廖仁南头盔红灯亮起 几人看了下计分器软件细相 原来是廖仁南只顾着前进 踩到活动边界线犯规了 而踩过半分钟 又伴随着低的一声 廖仁南头盔红灯又亮起 这次与上次有点不同 他踩到了后方的边界线 这么折腾两次后 廖仁南也有些尴尬 他盯着那几条边界线看了又看 并在心里再次熟悉一下规则 见此 梁顺谷眉头紧锁 他自己就是导演 如果廖仁南在演戏 肯定能看出端倪的 所以 廖仁南是新手无疑了 再说廖仁南 他此刻也有点前后左右顾不上的 虽然 他有 神级剑术 加身 可以说对剑一类都是手道擒来 但他却不熟悉规则 这完全是硬伤啊 不过 廖仁南很快就找到一个办法 既然只要击中对方身体就行 那么他可以站在原地不动 等待着梁岛过来进攻 然后再伺机进行反击 而就在这时 这一个回合开始 见廖仁南笔直地站立着 没有做任何防备的姿态 梁顺谷趁机直剑击过来 眼看就要碰到廖仁南的手臂处 却见廖仁南手臂迅速向后一缩 然后往上抬高几分距离 朝着梁顺谷的肩头点去 整个过程相当迅速 只花了0.1秒钟 随着低的一声响起 梁顺谷头盔红灯亮起 耶 李谦默欢呼出声 刘彩叶也鼓起掌 分数变成了2比1 其中 廖仁南得分为1 梁顺谷也倾笑了声 这才像比赛吗 直到这个时候 廖仁南终于找到感觉 他手持重剑身体微微前倾 寻找着机会 这次梁顺谷也是学聪明了 瞄准廖仁南的下盘攻击过来 却见廖仁南微微一个转身 便躲开了梁顺谷的这一击 而廖仁南手上的动作 却没有丝毫停顿 朝着梁顺谷的后背区域攻击过去 下一秒 梁顺谷的头盔灯 低的一声亮起来 比分直接变成3比2 廖仁南瞬间就反超了 咦 这个分数怎么增加了两分 廖仁南摘下头盔问道 梁顺谷无语地摇摇头 是这样子的 李谦默便解释道 因为机见者的背部 特别是大脊椎的那块区域 是最不会面对对手的 而一旦这个地方被敌人击中 那也就代表着必死无疑 所以 在非常规的比拼中 这个是计算两分的 廖仁南也明白了 这个时候 两方都停下了 梁顺谷便提议休息一下 补充能量恢复体力后 梁顺谷战役再次高涨 有了前车之剑 他便得谨慎起来 廖仁南也是不敢妄动 怕踩到线违规什么的 他便直接锤着剑 故意将身体危险区域 暴露在梁顺谷面前 其实 这是他的一个诱敌策略 果不其然 梁顺谷很快就被勾起了兴趣 持着剑慢慢往前移着 在距离足够近的时候 他对着廖仁南就是一击 就在这时 只见廖仁南手中的剑 猛地向上一跳 紧接着轻轻一晃 避开梁顺谷的手臂 然后顺着他的背部 梁顺谷和刘彩化都看得目瞪口呆 因为两人都是懂击剑术的 他们能够看到剑端的轨迹 只见梁顺谷的剑头 才划出一条短的距离 而廖仁南的剑端 却是一抽一划一绕一撇一点 这意味着梁顺谷一个动作的时间里 廖仁南持剑连贯 做了五个复杂动作 击剑最讲究的就是速度 两者的差距可想而知 并且 李切默和刘彩化能够看到 廖仁南的剑像是游龙走蛇一般 在空中肆意地挥洒着 一气呵成 没有一丝丝多余的动作 实在是太惊艳了 即便是国家级别的职业玩家 能够打出这个水准的也不多 也难怪李切默和刘彩华两人惊讶了 只是 他们并没有意识到 接下来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一幕 即将出现 只见廖仁南的剑头像 装了定位一般 不论梁顺谷如何攻击 如何防御 最后 廖仁南的剑头都能精准地 落在梁顺谷的后背正中区域 7比2 9比2 11比2 直接过了赛点 但是这个时候 梁顺谷却并没有停下 仍然直剑准备着下一局 见此 廖仁南也不好叫停 而这一次 梁顺谷也当起了缩头乌龟 保持防御的姿势 待在安全区 廖仁南还是那个保守的战略 两人僵持了两分钟 眼看着这样僵持下去不行 廖仁南便故意上前一大步 将胸前暴露在梁顺谷面前 这个距离比以往近 梁顺谷几乎只要轻轻一抬剑 就可以够得着了 而梁顺谷故意扬装松懈 然后趁着廖仁南一个不注意 猛地抬起手中长剑 见此 廖仁南迅速反应 也抬剑进行防御 剑锋与剑锋相对 梁顺谷只感觉手臂一麻 连忙把重剑给丢掉了 同时 他的头盔也亮起红灯 因为丢剑也是算丢分的 一时间 梁顺谷震惊地看向廖仁南 眼中满是不可置信之色 因为刚才的力道 他是切身感受到的 完全就是招架不住 如果梁顺谷不丢剑 继续硬碰硬的话 他估计自己的手臂 都得被干包废掉 第128章 就像出水的芙蓉一般 见状 廖仁南连忙取下自己的头盔 上前询问 梁岛 您没事吧 无妨 梁顺谷笑着摆摆手 道 小伙子真人不录像啊 你这水平堪比职业选手了 见梁老安然无恙 廖仁南也松了口气 当才他是面对攻击 所做出的条件反射 都忘记收敛点力道 不过 看来这位梁岛还真是 越输脾气越好啊 梁岛您过奖了 廖仁南不忘谦虚一句 并且知道 我能够反应稍微快点 可能跟学功夫有点关系 毕竟运动都是相通的 嗯 梁顺谷点点头 想到什么 他看向李千墨 道 那我的这部电影 女主角就定你了 到时我让助理联系你 李千墨一听 顿时眉开眼笑 道 那太谢谢梁岛了 哎 梁顺谷轻叹一声 陈生道 要谢谢你男朋友吧 我也是愿赌服输 于是 李千墨将目光投向了廖仁南 谢谢你 仁南 不用谢 廖仁南轻抚了下他的秀发 眼中满是宠蜜之色 没一会 便到了午餐时间 两方提议一起吃 这样会热闹一些 其中 黄丽亚提前准备了 一大桌丰盛的美食 都是来自华夏各地的招牌菜 而做这些菜的主要原材料 都是黄丽亚种的 或者饲养的 纯绿色污染 是它的一大特色 要知道 在现在这个时代 有钱人未吃一桌 无公害的菜 宁愿多花成百上千倍的马内 共六个人 刚好两两做半 午餐也是吃得非常愉快 用完餐后 便各自回房间 准备午休一会 毕竟上午玩基建比赛 大家都是比较疲惫的 因为身上流过汗 李千墨便提议冲的走 不然不容易入睡 廖仁楠深以为然 刚好 李千墨有多备一套衣服在包里 当女星的 大多有这个习惯 服装形象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时候 也派上用场了 而廖仁楠并没准备衣服 不过 套间里提供了崭新的浴袍 把衣服洗了甩单后 轰一轰 下午就可以换上 找好洗漱用品后 李千墨就进了主卧卫浴间 开始洗洗澡来 廖仁楠让贝贝在沙发上密一会 自己也到另一个房间 卫生间去冲澡 几分钟的时间 廖仁楠就洗完了 他刚准备喊贝贝一声 却发现 他已经睡着了 看来神兽上午过得很充实啊 当然 也跟今天起得早有关吧 廖仁楠便把贝贝抱到床上 让他能够睡得舒服一些 弄好之后 正在这时 啪哒一声 主卧卫浴间门被打开 廖仁楠抬眼看过去 只见 李千墨穿着一件白色真丝浴袍 脸上的妆容已经卸掉了 他还洗了头发 现在是半干的 被水打湿过的肌肤 更泛着精英的光泽 整个就像出水芙蓉般 廖仁楠都看得定住了 贝贝 睡着了吗 李千墨诧异地问道 对啊 廖仁楠回过神 笑了声道 哼 小家伙 上午玩得太累了 哦 李千墨点点头 道 你上午一定也很累吧 抓紧时间休息一下 还好啊 廖仁楠直直地看着他 微笑着道 我精力比较旺盛 哦 李千墨点点头 被廖仁楠这么盯着 他脸瞬间就红扑扑的 有点不知所措 那个 仁楠 今天真的谢谢你啊 帮我争取到了这个角色 李千墨想到什么 不由自主地说道 其实 对于李千墨来说 这个角色太重要了 他刚从国外转到华夏发展 急需一部作品来证明自己 而这时的李千墨 处境比较尴尬 如果他主动去寻求电影合作 国内的导演 并不一定会认可 那如果他退而求其次 选一些找上门的资源 那也免不了被人诟病 于是 梁顺谷的这部作品 就成为了他的首选 这也是李千墨 为何会这般谨慎的原因 当然 他其实背靠大树 并不需要这么努力 可是 李千墨就是如此要强的女人 料人难闻言 伸出一只手掌 笑了笑道 千墨 你知道 你一共跟我 说了多少次谢谢吗 至少得有这个数吧 哦 李千墨煽笑了声 道 那我绝对不再说了 好别致的茶几啊 这窗帘的配色 也很有格调啊 李千墨一边张望房间的陈设 一边说着 却就是不敢看料人难的眼睛 还有这个 李千墨又准备说什么 就在这时 料人难直接起身 搂过他的腰肢 霸道地吻了上去 李千墨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他就像一只困在密室的小鹿 被抽去了氧气 无法呼吸一般 而就在关键的时候 密室又松开一道小口 给他放进来一些氧气 才得以喘息一下 如此反复循环 李千墨逐渐适应这种节奏 这是一种身心的双重愉悦 让他感觉非常舒服 如痴如醉 李千墨属于看着瘦摸着肉的那一类 嫩滑的肌肤 沁原的香味 俗软的触感 料人难心底的欲望 也是彻底被激发 霸道地享受着怀中女人的每一处 几分钟之后 料人难的手向下面探去 越探越深 他的动作很温柔 既怕会惊扰怀中娇小的他 但是却又忍不住 正在那个最关键的时刻 突然一只小手握住了他的大手 料人难停下自己的手 轻笑了声 道 那个 我刚有点心急了 你别见怪 不是的 李千墨摇摇头 羞涩地笑道 是那个 我现在不方便 说完 他的脸更红了 多有些发烫 哦 料人难轻轻嗡了一声 伸手揽住了李千墨的先腰 道 那你躺得舒服一点 好好休息一会吧 李千墨点点头 调整了下身体 料人难从后面抱住他 然后盖上被子 便温柔地道 放心睡吧 嗯 李千墨点点头 料人难也闭上眼睛 过了一分钟 李千墨似乎碰到了什么东西 便小声地问道 人难 那个 你会不会憋得难受 第129章 我爸爸很帅吧 文言 料人难睁开眼 淡淡地道 还好吧 李千墨眼珠咕噜一转 小声地道 如果可以的话 你告诉我怎么做 我可以帮你的 噗吃 料人难被这突如其来的话 给整破房了 李千墨撇撇嘴 道 你笑什么呀 笑你很有意思啊 料人难再次抱住他 吻了上去 不知不觉 一个小时过去 李千墨的双眼 骤然间睁开 见料人难还忽忽地睡着 李千墨便侧身观察起他来 事实上 李千墨的皮肤很好 因为他用的都是最贵的护肤品 但此刻比起料人难来 却还是显得稍逊一筹 这就连李千墨 都有些嫉妒了 忍不住吐槽道 一个男人好这么好的皮肤干嘛 正在这时 千墨阿姨 我爸爸很帅吧 一道稚嫩的声音响起 与此同时 一个小小的人影出现在门口 正是廖恩贝 廖恩贝很机灵 见料人难睡着了 脚步也放得很轻 帅 李千墨点头 低声道 廖恩贝咧嘴一笑 露出两颗小虎牙 道 那个虽然我爸爸很帅 但是你也不要有压力 因为我爸爸非常专一的 说完 他又凑到李千墨耳边 小声道 因为我查过他的手机 总共有上千联系人 女的愣是没几个 而且 他还从不发朋友圈 扑吃 看着廖恩贝的模样 李千墨也是忍俊不惊 笑着道 好吧 那你以后帮我监督你爸爸哈 有情况 第一时间告诉我 放心吧 廖恩贝郑重地点点头 道 就算你不说他 我也要管着他的 呵呵 李千墨又笑了 由于廖仁南还没睡醒 李千墨便带着贝贝来到次卧 将之前轰的几件衣服拿出来 衣服都已经彻底干了 他准备把它运平一些 刚好房间里有运动 李千墨便动起手来 没几分钟 嗯啊 伴随舒展筋骨的响声 廖仁南悠悠然地转醒 爸爸 廖恩贝冲过去 笑道 你是大懒猪 这么能睡 卢卢我就是大懒猪 廖仁南故意装出猪的叫声 往廖恩贝的小肚子蹭来蹭去 哥哥 廖恩贝都逗得直笑 呵 一旁的李千墨见状 也是笑了起来 他把衣服放在廖仁南身边 道 给你运好了 待会换上吧 嗯 谢谢啊 廖仁南牵了下他的手 本来还想做点什么的 但看见廖恩贝在场 并放弃了这个想法 时间刚刚过了两点 李千墨把房间 稍稍收拾一番后 便准备出门了 走出房间没多远 就看到几个熟悉 正是刘采华 梁顺谷夫妇 还有他们的小侄女 刘老师 梁岛 你们没有午睡吗 李千墨笑着打招呼 刘采叶瞥了一眼梁顺谷 抱怨道 还不怪这老人家 完全就是坐不住 见梁顺谷不说话 他便继续道 你不是要找人家吗 他们都来了 你怎么还不说话 梁顺谷没好气的 白了流彩话也 笑着道 是这样的 反正下午 闲着也是闲着 咱们继续找点项目玩玩 李千墨懂了 笑着道 梁岛 您那是兴趣广泛 我们没您过的积极 还真没什么能比的 梁顺谷笑了声 思索一下道 我也不废话了 龟则是这样的 如果你们再赢了我 我下一部电影的女主角 也定你了 可是 李千墨正要说话 梁顺谷一挥手 道 另外 今天你们所有的费用 我全都包了 并且 你们输了的话 没有任何惩罚 几人文言 都是默然 见此 梁顺谷笑了笑 继续引诱道 而且 起码很有意思的 也就在郊外蹭的方便 在城区里 哪有的玩啊 您是说 想比齐数吗 料人难一听 顿时来了兴致 对啊 梁顺谷点点头道 其实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梁顺谷不会跟人比马术 因为他曾经全职练过两年 相当于俱乐部职业选手了 而在上午输了比赛后 梁顺谷心里很不适滋味 总想着扳回一城 既然梁顺谷这么想玩 那我们就奉陪到底吧 料人难成音片刻 目光落在李千墨身上 嗯 李千墨点点头 太好了 梁顺谷文言 欣喜的像个孩子 兴奋的道 那咱们就这样决定了 都不许反悔哦 我马上就去预定 咱们准备一下就出发 李千墨与料人难面面相去 都是被逗乐了 刘彩话却不高兴了 埋怨道 还真是个老顽童啊 我都好久没有看到 他笑得这么开心了 因为民宿里没有马场 所以需要另外找场地 不过梁顺谷都安排好了 已经提前定了位置 就是他专门训练的俱乐部 从这里出发 又要半小时 直接开游览车过去就行 梁顺谷积极地说 要当司机 料人难当然也不好答应 毕竟是德高望重的前辈 便主动充当起司机 没一会 便到了天池马术俱乐部 因为是周末 俱乐部来玩的人挺多 其中不乏一些娱乐圈的艺人 稍微打了下招呼 梁顺谷便带着几人 往一处VIP区域走去 原来 为了专心跟料人难比赛 梁岛把这块区域包场了 可见 他是真的很伤心 此外 俱乐部里有一个小新游乐场 刘彩化就把自己的侄女 和廖恩贝一起安排在那晚 这里有专人进行看管 并且还带监控功能等 所以 小孩子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一切准备就绪 几人静止去了马厩 准备挑选马匹 其中 梁顺谷自己就有买一匹马 据悉花了九千万 他的毛发是棕色的 名字叫做重骨战神 另外 梁顺谷还叫了一个朋友过来 他的名字叫做丘磊 是一位职业棋手 取得过这个俱乐部的冠军 平时 梁顺谷没少找他切磋 丘磊也有自己固定的座棋 所以这样算下来 真正需要选马的 就只有廖仁南了 第130章 居然还会玩花火 其中 棋手对马匹的熟悉程度 将会影响到棋手的发挥 从这一点上来说 廖仁南无疑吃亏了 此时 在马就转了一圈后 廖仁南最后挑中 一匹毛发偏黄的马 名字叫做大吐司 看到这一幕 那位职业选手丘磊的脸上 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笑意 因为 廖仁南挑选了 一匹最弱的马 他不仅外观不仰眼 马蹄长得偏离标准 体型也不够健壮 来着俱乐部的顾客 很少会看中这匹马 好帅的马呀 见廖仁南选好马 李千默倒是挺开心 夸赞了一句 还轻轻摸了摸马的脑袋 李千默也是培训过马术的 毕竟上流交际 什么都要会 不过他的水平很一般 等廖仁南选定了马匹 几名副手则走了过来 将马一起带到气跑县处 三人便去换服装了 对于骑手来说 服饰非常考究 像骑士服 马靴 马裤 保护头盔 还有白色衬衣 及白色手套等 一样都不能少 几分钟后 三人穿着帅裤的骑士服出场 尤其是廖仁南 俨然一副翩翩家公子的模样 竟显骑士的英雄气概 哇 好帅啊 李千默不由得赞叹一句 便走上前去 帮廖仁南 把衣服褶皱的地方 整理了一下 嗯 确实很帅的 刘彩叶也附和道 梁顺古文言 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平时自家这女人 都是围着他夸的 怎么今天廖仁南一来 这话风就完全不同了 这时 三人翻身上马 准备试试做骑 廖仁南前和朋友 一起骑过马 对这些礼节 还是很了解的 但那时他的实力 还很有限 毕竟驯服马匹的特别能力 不是短时间就能练出来的 而现在 廖仁南获得了技能 神级马术 宿主拥有此技能 将瞬间掌握马术精髓 跳上马背 扬起马鞭 马似流行人四剑 身轻如夜冲向前 做到真正的人马一星 他有了一种别样的感觉 修臂 廖仁南吹了个口哨 便见他身下这匹 名叫大吐司的马 四条腿前后交叉着 偶尔还同步制空一下 就像在跳踢踏舞一般 太厉害了吧 一旁的李千墨 不由得惊叹出声 哇塞 廖仁南居然还会花火 刘彩夜也惊讶得到 梁顺谷也是吃了一惊 用一种赞赏的目光 看着廖仁南的表演 甚至 就连旁边的几名副手 也都露出欣喜的神色 毕竟 这种虽然不是必备技能 但在马术观赏性表演中 却是非常炫苦和拉风的 而此刻 秋雷则是极度的不行 毕竟他是职业选手 按理说在这场比赛中 理应收获最多的关注 不过也无所谓了 这不过是小把戏 不是必要的技能 于是 驾的一声 秋雷便命令马 迈不到出发点 廖仁南 准备比赛了 梁顺谷也跟上 并提醒他一句 三 二 一 羞 伴随着口哨声响起 三匹马 二飞一黄 同时出发 秋雷驾马穿过交汇处后 便快速抢占了赛道那档 那档总距离是最少的 这跟跑步的道理一样 但他对骑手 控制马匹转弯的力道 要求最高 不过 这对秋雷来说毫无难度 他要的就是 远超第二名 赛道的前一部分 是三百多米的直线 所以 三匹马拉开的距离并不多 其中 秋雷的冠仪顺飞带头领先 梁顺谷的重骨战神 紧随其后 廖仁南 骑着大吐司在最后 至于李千默和刘彩夜 两人则在观众席上欣赏 这里有大口径的望远镜 能够看到几百米开外的细节 这时 刘彩夜看向李千默 有些意外地说道 你男朋友挺会骑马吗 是经常有练的吧 梁顺谷的骑术 刘彩夜见得多了 但廖仁南表现出来的水平 让他很是吃惊的 哼 李千默闻言 善笑了声 道 那个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见他骑马的 哦 这样啊 刘彩夜点点头 专心看比赛了 三百米直线过后 则是两百米的徽标路段 需要骑马走蛇线一次绕步 赛道上 丘磊仍然手当其冲 梁顺谷和廖仁南跟在后面 两人速度虽然是有点慢 但是姿势 动作都是满分 这让丘磊很是诧异 尤其是对廖仁南 看来 自己真的要认真点了 否则的话 身为一名职业选手 如果输了 会很没面子的 李千默与刘彩夜两人 在观众席上不断地欢呼着 不过 因为隔得比较远 所以他们都听不见 很快 就到了障碍路段 这可是比赛关键 一共有五道障碍 最低障碍物高1.25米 往后以0.05米的差距 依次有规律增加 其实 一般来俱乐部玩的普通顾客 基本上都会排除掉这个项目 因为这不是一般人能够玩的 并且还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此刻 面对1.25米高的横杆 丘磊和梁顺谷两人 轻而易举地骑马越过 然后 只听见萧萧一声马思鸣响起 丘磊连忙回头去看 以为发生什么意外 在比赛中 马匹不服从或选手落马 都将被罚分或取消资格 梁顺谷也别过头去 担心廖仁南出事 玩归玩 闹归闹 事情搞大了 可不好收拾 然而 让他们意外的事 根本就没啥一样 只见 廖仁南骑着大吐司一个藤月 顺利地跳过了这个障碍 并以一个很快的速度 往下的关卡冲了过去 梁顺谷看到这一幕 都是有些傻眼了 要知道 马高空跳跃之后 会产生巨大颠簸 骑手需要跟着律动 以此来缓冲对撞力 梁顺谷就是担心 对冲力太大 自己无法掌控 所以 每跳跃过一个障碍后 他都乐马减下速度 但是现在 梁顺谷却惊讶地发现 廖仁南不仅丝毫没减缓 反而是全力向前冲着 简直能用狂飙来形容 这小伙子看着思思文文的 没想到骑上马来 竟然如此凶悍 难道他不怕控制不了速度 最后导致人羊马翻吗 而显然 梁顺谷多虑了 便见 廖仁南三个横杆跳跃 都是一气呵成的完成 从梁顺谷身边一闪而过 瞬间超过了他 第131章 这泥马是普通玩家吗 在这一刻 梁顺谷知道自己 这场比赛输定了 毕竟 他可不敢冒这个险 年轻人就是不一样 如果 让梁顺谷再年轻个二十 不三十岁 他也许会这么冲一冲 与此同时 还在队伍前的丘磊 也注意到了廖仁南 对梁顺谷的实力 丘磊是很清楚的 梁老虽算不上拔尖 但绝对是中等偏上 而且他的棋数特别稳 可现在 廖仁南竟然能够在 障碍路段超越梁顺谷 这实在是太反常了 这时 哐当一声 梁匹马一前一后 跳过1.4米的高杆 丘磊也特别注意了 廖仁南架马的跳法 看到之后 他直接是颠覆了职业观 因为 在马匹落地的时候 丘磊是需要缓冲的 但廖仁南似乎并不需要 他人随着马背的起伏 跟着大幅度的摇摆着 仿佛与战马融为一体 这你马 是普通玩家吗 至少也是王者级别的吧 紧接着 便是最后一杆 1.45米的站岸 只见 丘磊猛地咬牙 恨不得自己能给马匹助力一般 他的冠仪顺飞也非常给力 不愧是常年在赛场上奔跑的马 最后贴着横杆跳过去了 而同时 丘磊用眼角的余光 瞥向了廖仁南方向 这一瞥 却是让他震惊至极 因为之前 两人前后的距离有点远 所以丘磊只能感受到 廖仁南驾驶马匹的速度 而此时 丘磊刚好就在侧面 正好可以看到廖仁南 驾马翻越横杆的那一幕 他看得清清楚楚 廖仁南所骑的大吐司 马蹄高处横杆 足足有两三个拳头的距离 这一下 丘磊的职业观 又一次崩塌 要知道 这可是一根1.45米的高竿障碍 如果再加两三个拳头的距离 那几乎就是1.6米往上了 这个成绩 放在马术国标赛中 那都是耀眼的 而且 廖仁南还是如此轻易 就做到了 那么他的上限 到底能够有多少 想想就令人匪夷所思 一开始 丘磊以为廖仁南是一个王者 可现在 丘磊才知道廖仁南 竟然是钻石级别大佬 要不是 丘磊早就知道 廖仁南是明星 他甚至都怀疑廖仁南 可能是下山的神秘高手 在这里扮猪吃虎 想要来整一整他 知晓这些后 丘磊此刻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能够赢得过廖仁南 所以他的神经 也是高度紧张起来 打算拼尽全力 再往前 便是最后一段弯道 有约300米的长度 而这个时候 丘磊在前面积攒的优势 此刻也逐渐被廖仁南追上 几乎就相差没多少了 因此 丘磊很清楚 想要获胜 就必须抓住这最后的机会 而有力的是 丘磊最擅长的马术项目 恰好就是这个弯道赛马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也是卯足了劲 把速度控制在最佳状态 这样可以防止马匹速度太快 然后因快速过弯摔倒 同时 速度也不会太慢 整套动作下来 丘磊觉得自己表现得不错 可以说 超出平常发挥水平 然而 正在丘磊为自己完美表现 而沾沾自喜的时候 突然一道身影从旁边闪了过去 直接撂人南骑着马匹 以极快速度超了过去 如果让丘磊驾马以如此快的速度过弯 他绝对会控制不住 直接就人仰马翻了 这还是不是最最关键的 期间 撂人南还直接从跑道外档 转到了内档的赛道上 而且驾得四平八稳 在这一下 丘磊的认知观都被颠覆了 一向平凡的大吐司 什么时候只要牛逼了 而且 马匹也会飘移走位的吗 于是 丘磊简直都是怀疑人生 一下子就泄了气 而接下来的几个弯道 廖仁南就像在跟自己比赛一般 一次比一次表现得要完美 丘磊更是被越甩越远 毫无追赶之力了 很快 便到了终点 廖仁南以压倒性的优势 位居第一 丘磊和梁顺谷分别为第二和第三 见此 李千默很是高兴 拉着廖仁南的手 激动地道 仁南 你真是太棒了 确实啊 刘采化也对廖仁南竖起大拇指 倒真是太精彩了 我们都看得呆住了 看到这结局 梁顺谷也是有些不知所措 毕竟 他原本只是想要带廖仁南来比拼一下 玩一玩 谁曾想 廖仁南竟然把职业棋手都给赢了 这简直是匪夷所思 廖仁南 你这么高的水平 去当职业棋手算了 说不定能够打破记录啥的 梁顺谷此时也很激动 目光灼灼地顶着廖仁南 廖仁南闻言 笑了笑道 还是不了 娱乐圈还需要我 呵呵也对 能者多劳 梁顺谷微笑着点了点头 想到什么 他便看向李千墨道 千墨 那我下一部作品 到时候也得麻烦你了 梁顺谷当时并不认为廖仁南有能赢的概率 所以才信誓旦旦地提出了那个赌注 而现在他显然是赖不掉了 不过也是欣然接受的 毕竟 不论外形 人气 或者是演技 李千墨都是可圈可点的 多谢梁道 呵呵李千墨也不客气了 不谢 那愿赌服说 梁顺谷笑呵呵地说了一句 目光一转 落在了秋雷的身上 他看出秋雷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悦 便笑着道 老秋 你的马没跑到最佳状态 应该跟昨天受粮有关吧 听到这话 秋雷干笑了两声 他知道这是梁顺谷在给自己台阶下 笑着道 是有点关系 不过廖兄弟的奇术 真的是非常出色的 过江 廖仁南文言微笑着回答 这个时候 也到了晚餐时间 梁顺谷早早就订好了一桌丰盛的美食 并邀请李千墨 廖仁南妇女一起参加 两人推辞不过 就答应了下来 在整个宴会过程中 梁顺谷也非常和顺 还跟廖仁南家的灰性好友 并约好以后再来往 完全不像江湖中传闻的那么严肃 看样子 只要梁领的开心 那一切都好说 吃完饭后 时间也到了八点多钟 几人简单的聊了一会后 便准备告别各自回城了 第132章 再随意骂我家人 都将是这个待遇 途中 廖仁南驾驶着库里南 在高速路上匀速行驶着 看着后视镜里的李千墨和贝贝 他心中有种被塞满了的感觉 希望能够一直这样开下去 永无尽头 而不知不觉之中 廖恩贝已经睡着了 折腾了一天 小家伙也累坏了 不过看得出来 他今天也玩得非常尽兴 就算是睡着了 嘴角还带着一丝笑意 因为廖仁南要开车看路 一个人很难兼顾到贝贝 所以李千墨提议先送贝贝回家 到时候他自己怎么回去都行 于是廖仁南开着车前往锦绣小区 与此同时 什么情况啊 这是 这个天杀的廖仁南 今天到底去哪里了 我都在这等一天了 居然还没有回来 也真是活见鬼了 锦绣小区内的凉亭里 苏雪一边看着手机时间 一边嘴里不停念叨着 咕噜 一声鸡肠鹿鹿的声音响起 苏雪左右张望一下 生怕被人给听见 嘴巴也是忍不住付匪道 真是的 肚子都快饿扁了 老娘什么时候受过这个罪 廖仁南也太不是东西了 事实上 苏雪一大早就过来了 她的目的也是很明显 就是找廖仁南谈复婚 因为曾雇过私家侦探 对廖仁南进行过跟踪 苏雪自然知道她租房的地址 而在到达这里之后 苏雪并没看到廖仁南身影 她也没有廖仁南的联系方式 便只能从早上一直等到现在 原本早上她有精心打扮过 此刻却是有些狼狈 并且就连中午饭 她也只是简单点了个外卖 随便应付一下 所以接连两餐没有吃好 她早已经是饥饿难耐的 这一刻 苏雪就面临发飙的边缘了 就在这时 伴随着轮胎与地面摩擦的声音 一辆当量的库里南缓缓驶来 见此 苏雪也是大喜过望 瞬间眉开眼笑的 她赶紧背过了身去 并迅速整理下衣服 从包里掏出化妆盒 然后开始涂粉补妆 大约一分钟 库里南在车位停了下来 苏雪也补好了妆 欣喜地跑过去 可是下一刻 她脸上灿烂的笑容 却猛地僵住了 因为她看见了 坐在车后排的李千墨 此刻 李千墨用两只手扶着廖恩贝 廖仁南则是正在帮贝贝 解开儿童座椅两边的卡扣 两人的头凑得有一点劲 还有说有笑地聊着什么 好你个廖仁南 苏雪瞬间嚷嚷了起来 我是奇怪你一整天都去哪里了呢 原来在搞这档子 偷鸡摸狗的事 真是够做得出来 而且还当着贝贝的面 就这么明目张胆的 把这女人往家里带 你太恶心 太不要脸了 廖仁南闻眼转头 这才看见了苏雪 并注意到他穿着的 是两人第一次见面时 那条红色连衣裙 廖仁南的眉头立刻皱了起来 眼神中带着几分不悦 只怪当时的那场酒局 让自己跟他产生了交集 真是造化弄人啊 不过 廖仁南庆幸的是 两人已经正式离婚 这一场闹剧也算终止了 苏雪 廖仁南语气冰冷的道 我跟你已经没任何瓜葛 你没资格对我提任何要求 另外 请你说话注意分寸 如果在口吐芬芳 随意评价我和我的家人 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和苏雪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 他的态度没有丝毫的收敛 反倒是更加盛气凌人了 并怒气冲冲的道 明明就是你犯了错 反倒还说我的不是了 还说我口吐芬芳 这个女人如此明目张胆 勾搭我的老公 还要抢我的孩子 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情 我骂几句都骂不得了 真是一个狐媚的小妖精 小小年纪就不做点正常的事 居然这么掉档的当起了第三者 还什么国民女神呢 你配得上这个标签吗 还真是有够轻贱的 贱人一个 苏雪嘴巴噼里啪啦的 对着李千墨骂了一通 毕竟 她还是想着跟廖仁南复婚 所以不敢去多指责她什么 便把所有的怨气都发在李千墨身上 旁边 李千墨听了是气不打一出来 她本就是光明正大追求爱情 怎么就变成第三者了 被说得这么不堪 我告诉你 李千墨插起小蛮腰 准备来理论 而她才说出几个字 突然啪的一声响起 紧接着又是啪的一声响 廖仁南直接正反 给了苏雪两戒耳光 当然 她只使出了两分的力道 如果她再下点狠手 手臂里蕴藏的能量 能够把苏雪一口牙给删掉 一时间 苏雪完全是猛圈了 瞪大眼珠子愣在原地 李千墨也是一愣 显然没有想到廖仁南 居然会有这样的举动 但是 她也非常理解 廖仁南肯定被气得不行 好啊 苏雪回过神来 带着哭腔骂道 廖仁南你这个负心汉 居然敢动手打我了 自己婚内出轨完别的女人 我都没有去指责你 你还先对我动手了 你还是个人吗 有没有点良心 廖仁南丝毫不为所动 语气冰冷的道 我这两巴掌是让你清醒一点 我跟你已经毫无关系 你无权评价我任何事 另外 我就把事情给你说明白吧 我确确实实是跟李千墨在一起了 但我们是在 我跟你离婚之后 正大光明在一起的 李千墨就是我的理想性爱人 未来我要明媚正娶他为妻的 我们会成为真正的一家人 所以 你以后再随意辱骂我的家人 得到的都将是这个待遇 廖仁南朗声说了一通 没有丝毫的含糊 旁边 听到廖仁南猛不丁的 说出这么长一段话 其中还有很多重磅词汇 理想性爱人 明媚正娶 真正的佳人 李千墨一颗心脏 像是小鹿乱撞般疯狂跳动 他的一张翘脸 更是红的像是火烧云一般 心里更是无比的甜 他当然知道 廖仁南山苏雪的那巴掌 以及后面说的那一场段话 其实都是为了维护自己 瞬间 他有种被宠爱到的感觉 也在这一刻 变得更加爱廖仁南了 第133章 又是两巴掌 一样的操作配方 听到这话 苏雪善笑一声道 什么叫我们离婚了 就毫无瓜葛了 我最好的青春都给了你 你吃干抹镜 就想拍屁股走人 而且 我还十月怀胎 给你生了孩子 你就把我当做抹布 用完了就想扔掉吗 再说了 是你在婚内出轨的 有什么资格打我 你跟别的女人勾三搭四 居然还带着贝贝一起 真是太恶心了 你根本就不配当男人 苏雪对着廖仁南 就是一通责骂 他丝毫没有觉得 自己有一丁点的错 因为 苏雪是一个极度 自私自我 自利的女人 在她的人生字典里 就没有我错了三个字 不管是碰到什么事情 错的都是其他人 她是绝对不会错的 对自己的下属 以及女儿和廖仁南等人 她都是这种相处模式 对自己的女儿 对廖仁南也是如此 也就是地位比她高 比她更有钱的人 苏雪才会客气一点 够了 廖仁南抬手制止道 我不想跟你说任何的话 请你现在 立刻马上离开这里 不要再来干扰我的生活 永远别让我再见到你 面对苏雪的蛮横无礼 廖仁南真的极其无奈 她简直无法想象 自己当初是有怎么的耐心 才能和这样的女人生活六年 光是想到这里 廖仁南都感觉心里凉得慌 真是人生的黑历史啊 呜 见廖仁南这么决绝 苏雪态度一下子就软了 梨花带雨道 仁南 你别骂 不要说这么重的话 我听了会难受的 就算看在贝贝的份上 你也不要对我这么绝情嘛 我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 而且 其实当时跟你离婚 我也是因为压力太大了 心里是并不愿意的 事实上 我心里还是一直爱着你的 不然我今天也不会 卑躬屈膝的来找你 求求你别离开我 咱们重新复婚在一起吧 我保证以后都听你的 好好地伺候你 至于你出轨的事情 我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当这是过去了 咱们一起好好生活 过得比谁都幸福 苏雪说着 眼泪都流了出来 她是打定了主意 一定要和廖仁南复婚 现在廖仁南可是娱乐圈 炙手可热的红人 刚刚才拿下五个多亿的广告代言 那身价是不可限量的 关键还长得这么帅 简直她的每一个毫毛 都与众不同 这么优质的绝评好男人 她是不可能让给别人的 幸福是靠自己争取来的 只要廖仁南能够回到自己身边 哪怕是卑躬屈膝 苏雪表示完全无所谓 廖仁南听到这话 无语地直摇头 苏雪这个女人 心思真的太深了 完全到了一种 让人厌恶的地步 你怎么救 廖仁南无语地道 而她才说出几个字 就听见啪的一声响 李千墨抬手一巴掌 对着苏雪扇了过去 紧接着又听见啪的一声 李千墨反手又是一巴掌 跟刚才廖仁南的操作配方一样 同时李千墨立声道 苏雪我告诉你 做女人贵在自重 请你不要拿你的自荐 去恶心别人 而且 胆情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不是死缠难打就能争取到的 请你认真的明白这一点 我跟廖仁南是真心相爱 她是我的正牌男朋友 如果你再来打搅我们 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 李千墨霸气凛然地说了一通 这是她等了六年 期间还伤心绝望过 才等来的爱情 李千墨是不可能让给别人的 就算苏雪跟廖仁南 有过婚姻关系又如何 他们都已经法律离婚了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现在廖仁南就属于自己了 李千墨表示 永远都不会放手 并且要跟她幸福度过以后的人生 别说是苏雪 就算是其他任何女人来了 李千墨都会是这个态度 你算个什么东西 有什么权利打我 蒙古丁被李千墨又扇了两巴掌 苏雪是彻彻底底的炸毛了 她选择原谅廖仁南 完全是为了求复婚 而在苏雪的眼中 李千墨就是破坏她婚姻的第三者 就是低贱的婊子 她怎么可能允许自己被小三欺负 臭婊子 苏雪大叫一声 就想冲过来撕扯李千墨 就在这时 廖仁南却是迅速地挡在李千墨身前 她一双眼睛冷冷盯着苏雪 眸子里的寒意让人不禁站立 苏雪的气势一下就软了 好吧 算你们狠 廖仁南 李千墨你们两个都给我等着瞧 我跟你们没完了 看见两人这么团结 苏雪也是没了办法 如果这么硬碰硬下去 搞不好还会挨起巴掌 她决定先回去再说 于是 苏雪骂骂咧咧回到自己的车上 启动开走了 走吧 别理她了 咱们上楼吧 见苏雪驱车离开了 廖仁南脸色才好点 她现在看待苏雪 完全就是陌生人 不会有任何情感 嗯 李千墨点点头 温柔地道 贝贝还在车里呢 廖仁南轻笑道 她怕是暂时不会醒了 我背着她上去吧 那只有这样了 说着 李千墨便来到车后排 把廖恩贝扶着坐起来 如此一来 廖仁南就能轻松将她 背在背上 同时 李千墨也在旁边扶着 避免廖恩贝�到啥的 那个仁南 我刚才打了你前七两巴掌 你会不会觉得我 太粗暴了呀 由于片刻后 李千墨还是将自己的疑惑 问了出来 毕竟 他在廖仁南面前 一向都是温婉可人 而刚才那两巴掌 实在是他太气愤了 没有控制住情绪 就连他自己 都被自己给惊讶到了 所以 李千墨也担心自己的举动 会吓到廖仁南 这要是让他对自己 有什么不好的印象 自己可就真的要哭了 完全没有 我觉得 你刚才特别果敢 廖仁南爽快地回答道 想到了什么 他又反问道 那个 要说粗暴的话 刚才还是我先打了他两巴掌 其实 这是我第一次打女人 就是被他给气到了 希望 你不要介意啊 当然不会啊 我又不糊涂 李千墨奄然一笑 道 我知道你完全是为了维护我 更何况 我也觉得你做得很对啊 就是他太不可理喻了 你这么斯文的好男人 如果不是被逼得忍无可忍了 肯定不会动手的 这些我都是知道的 李千墨认真地说道 脸上满是喜悦之色 廖仁南是真真正正的好男人 当他爱一个人时候 是肩负责任 无怨无悔 而当他不再爱那个人时 也是断得干干净净 毫不滥情 这就是绝世好男人 不枉费是自己喜欢了六年的男人 第134章 延迟满足会增加幸福感 没一会 在李千墨的协助下 廖仁南便把贝贝 安置在床上睡轴 李千墨还打来了温水 用湿毛巾给贝贝拔 后背和手脚处都擦了一下 让贝贝能睡得更舒服些 见一切都弄妥当了 李千墨便准备回家 其实 凭廖仁南现在跟李千墨的亲密程度 只要他开口挽留的话 李千墨一定会答应的 不过 李千墨正处在特殊时期 并且他也没有带生活用品 留下来反倒会有诸多不便 而且 对于有些事情来说 适当的延迟满足 反倒会增加幸福感 好事多磨吗 而由于 贝贝还在家里 要有人看着下 廖仁南也不能亲自去送李千墨回家 只能打电话 叫来公司的助理 送他回去 对此 廖仁南敢倒挺抱歉的 但李千墨根本就不在乎这些 两人也愉快地约定 明天再见面 与此同时 香山精品公寓 何如梅躺在沙发上 一边敷着面膜 一边看偶像剧 她的身旁还放着一盘榴莲 时不时地吃上一口 过得好不惬意 正在这时 电子门叮咚一声打开 苏雪沉着脸推门进来 何如梅看到这一幕 还没来得及开口询问 呜呜 苏雪就已经哭到她腿上 眼面哭了起来 怎么了 咋还哭上了 你跟小楠和好没 何如梅猝着眉头问道 呜呜 苏雪听到这话 哭得更大声了 见此 何如梅无奈地摇摇头道 我看你今天去了一天都没回来 还以为你跟小楠重归于好了呢 都不敢给你打电话 怕打扰了你们的二人时光 你倒好 回来就哭了 也不说是什么事情 是要急死你老妈妈 苏雪文言抽气几声 她把脸抬起来 让何如梅看得更清楚些 并道 老妈你看 这是 廖仁南那个负心汉 干的好事 何如梅仔细打量着苏雪的脸蛋 肉肉红红的 平时没什么两样的 顿时皱了皱眉 立声道 有什么事就直说 别磨磨叽叽的 你要是再不说 我可没耐心了 毕竟 廖仁南和李千莫的那两巴掌 都只是用两三成的力道 也就打得苏雪脸颊泛红了 经过这么会 也慢慢消退了 如果两人真下点狠手 都能给苏雪牙齿删掉 我老妈 苏雪一边抽气 一边提高音量 哭诉道 廖仁南他 居然敢删我巴掌 还有那个李千莫 也跟着打我 我挨了两巴掌 啊 什么 何如梅一听 直接扯掉面膜 惊呼道 你说小南真的那个小三搞到一起了 太不要脸了 还有小南居然敢打你 这可是从没有过的事啊 看样子 小南彻底被那狐狸精给迷住了 是铁了心的 不想跟你复婚了 也怪你啊 拖了这么久 现在竹篮打水一场空 何如梅絮絮叨叨说了一通 听得苏雪一阵头大 苏雪一脸凶向 道 我要把被这照片发布出去 让广大网友来给我主持公道 一定不能就这么算了 对 何如梅点头表示赞同 道 确实不能这么轻易的 放过这对狗男女 不过你这脸上的印子都快消了 如果发到网上 别人不相信怎么办 何如梅这话 倒是提醒了苏雪 她连忙拿出一面镜子 仔细看了看自己的脸 却什么都没看出来 便哭丧着个脸 道 特么的 白挨打了 冤死我了 那该怎么办 何如梅老脸一沉 便道 我有一个主意 明天我们两个 苏雪边听边点头 锦绣高档小区 廖仁南已经洗漱完毕 正舒服地窝在沙发上 跟李千墨通视频电话 视频是李千墨发过来的 他此刻也是跟廖仁南聊得非常开心 原本 两人今天一整天都在一起 并且没少在一起 清热腻碗 但是等到忙完 把东西都弄好 李千墨只要一闲下来 就会忍不住想廖仁南 他甚至都期盼着 廖仁南能早点提出同居就好了 到时候 他肯定一口就答应 不 还是委婉一下再答应 毕竟适当的矜持 能够更增加兴趣 就在这时 亲密了一会后 廖仁南正色道 千墨 明天下午我就要去京城了 因为比亚地和华夏移动的 两部广告曲都要拍摄了 啊 李千墨愣了下 道 怎么这么突然啊 确实有点突然 廖仁南点点头 解释道 不过不怪主办方 是我这边收消息延误了 事实上 两方都在今天一早 跟南明娱乐做了交涉 只是廖仁南特意叮嘱了 他今天会去休假一天 有任何事跟他发邮件 而他这一天实在是太忙了 连看一眼邮箱的时间都没有 因此 廖仁南也只是在半小时前 才开始着手 处理这件事 他跟两方约定好了 并提前订了机票 哦 李千墨文言 问道 那我们岂不是要 很长一段时间 才能见面了 还好吧 估计最多十天 廖仁南笑了下 道 因为主办方也要赶进度 所以会日夜连轴拍摄 更何况这两首广告曲 下个星期就都要发布 十天 李千墨撇了撇嘴 道 胆觉好长啊 那个我想你了怎么办 廖仁南文言 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道 想我了 可以发视频聊天啊 再说了 万一你特别特别的想我 我飞回来一趟不就可以了 也只要几个小时而已 嗯 那好吧 李千墨轻笑了声 道 你安心心去工作吧 等你到时候回来了 再好好补偿我就行 此时的李千墨 还真想 黏着廖仁南不放 不过 他也不想因此而束缚住廖仁南 更希望廖仁南 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毕竟 爱一个人 就要为他着想 更何况 李千墨觉得自己六年都等了 还怕这十天吗 对了 仁南 贝贝你准备怎么安排呢 李千墨心中一动 问道 我已经安排好了 廖仁南文言 连忙解释道 贝贝的爷爷奶奶 明天上午会过来 这段时间 就交给他们 来照顾了 哦 这样挺好的 李千墨点点头 想到什么 他便道 那我明天上午 也过来跟叔叔阿姨 打个招呼吧 反正等你去京城了 我也会抽空去看贝贝 到时候你不在家 解释起来就更难了 第135章 丑媳妇总要见公婆 这话一出 那当然好啊 廖仁南心喜地道 我还怕你会觉得突兀 暂时不想见我父母呢 所以我就没跟你提这事 怎么会呢 仁南 李千墨 嫣然一笑 我当然愿意见你父母了 就算我会觉得突兀 也是因为自己没准备好 怕你父母对我不满意 不过择日不如撞日吧 丑媳妇总要见公婆 哈哈 廖仁南一听 顿时大笑起来 道 你才不是丑媳妇呢 我的宝贝是 超级大美女 在这一刻 她对李千墨的喜欢 更添了几分 真是个贴心懂事的好女孩 要知道 从跟苏雪认识到 后来在一起 廖仁南从没看她 对自己父母有多尊敬 而在两人结婚之后 苏雪更没少对两位长辈甩脸 当时 为了刚出生的贝贝 廖仁南一直忍让着 现在想想 还真是委屈自己父母了 如果再来一次的话 这种女人 她绝不考虑 嘻嘻 李千墨开心地笑了 想到什么 她便问道 那仁南 你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 廖仁南不假思索地道 我妈妈是小学语文老师 爸爸是电力工程师 李千墨点点头 又问道 那他们平常有什么 比较特别的生活习惯吗 比如对食物的口味偏好 或者衣服质地要求什么的 廖仁南沉吟一下 回答道 还好吧 他们没啥特别要求的 李千墨点头 继续问道 那么二老有来过魔都吗 从这个时候开始 李千墨开启连环问模式 廖仁南带着性子 一一回答 好了 那你赶紧睡觉吧 我要先去忙一下了 半个小时候 李千墨总算是问完 笑着说道 廖仁南一听 诧异地问道 都这么晚了 你还不准备睡吗 有什么重要事情忙 特别重要的是 李千墨神秘兮兮地道 廖仁南皱了皱眉 傻瓜 李千墨甜甜一笑 我明天就要见你爸妈了 自然要好好准备一下了 哦 廖仁南恍然大悟 笑着道 难怪你刚才一直问我爸妈的喜好 不过千墨 你也不用太紧张 准备太多什么的 我父母都非常随和的 等见了面你就知道了 知道的 李千墨微微一笑 汉手道 那你好好休息吧 咱们明天见 明天见 宝贝 对了 你别弄太晚啊 知道的 你怎么变啰嗦了 李千墨嘟着粉唇道 廖仁南眉毛一扬 道 欠打是吧 那你过来啊 李千墨说到这里 翘脸一红 道 我爱你 仁南 我也爱你 宝贝 廖仁南隔着屏幕 来了一个飞吻 转眼间 便到了第二天 早上七点钟 廖仁南快速洗漱完毕 便准备叫廖恩贝起床 从昨天晚上睡到现在 几乎都过了十四个小时 小家伙还是困意绵绵的模样 而当听说马上要去接爷爷奶奶 并且李千墨阿姨也会参加时 廖恩贝便立马从床上爬了起来 匆匆忙的到卫生间里去洗漱了 两人收拾好后 就直奔城南别墅而去 李千墨也早早地在后厅里等着了 只见 他穿着一件白色高领 蓬蓬袖上衣 搭配一件浅绿色碎花半身裙 腰间系着一条素身飘带 整体看起来知性温婉 气质不俗 娃千墨阿姨 你真漂亮 看到李千墨 廖恩贝高兴地手舞足蹈 连忙跑了过去 贝贝 你今天也很美哦 就像个公主一样 李千墨也夸赞一句 将廖恩贝抱了起来 廖仁南也走到李千墨身边 牵了牵他的手 就在这时 他才注意到凉亭中 摆着好几个包装袋 见此 廖仁南便道 千墨 你看你 不是跟你说什么都不用买的吗 我都安排妥当了 李千墨笑了笑 道 你准备的是你的心意 这些代表的是我的心意 可是 廖仁南正准备在说什么 却被李千墨拦住了 哦 好了 咱们赶紧出发吧 别迟到 让二老等 好吧 廖仁南也不废话了 匆匆装好东西 开车直奔机场 魔都机场东站出口 廖仁南三人站在栅栏前 耐心地等着 为了不被周围的人认出来 他们都戴了口罩遮挡一下 等了大概一刻钟 两道熟悉的身影 从出仓口处走来 爷爷 奶奶 廖恩贝远远地就认出来了 跳起来大声地叫道 正在四处张望的廖仁群和蒋芳 也是听到了廖恩贝的声音 高兴地挥了挥手 并朝这边走过来 只见 廖仁群穿着格子衬衣和牛仔裤 身材属于微胖的类型 一看就是个正派人 而蒋芳则是一头微卷的短发 身穿一袭藏青色碎花裙 身形略显苗条 有一种知性的美感 李千墨看见两人 也是紧张起来 暗暗地深吸了一口气 这个时候 廖仁群和蒋芳两人 也相向走过来 廖恩贝第一个冲了上去 一把抱住自己的爷爷奶奶 廖仁男也开心地上前打招呼 并从父母手里接过行李箱 趁着空隙 李千墨也主动迎上去 客气地叫了一声 叔叔阿姨 你们好 爸妈 这是我的女朋友 廖仁男正要将李千墨 介绍给自己的父母 就在这时 一道稚嫩的声音响起 道 我的天 你是千墨大明星 廖叔叔的女朋友 居然是女神李千墨 太不可思议了吧 廖仁男和李千墨这才发现 他父母的身后还跟着 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 廖鸾 你也来了呀 廖仁男终于认出这个女孩 笑着叫道 第136章 儿子真的有出息了 听到这话 廖鸾微笑着 露出一口白牙 道 对呀 人男叔叔 我跟着来凑凑热闹 另外 我也想背背了 哦 欢迎你啊 鸾鸾 廖仁男摸摸他的头 想到什么 便又问道 你了 你都不用上学的吗 又没到放暑假 当然需要上学的 廖鸾撅起小嘴巴 跳跳没到 不过 我请了十天假 我跟老师说 我要去见我的叔叔 大明星廖仁男 老师想都没想都同意了 还让我多拍点照片给他看 听到这话 旁边的廖正群和蒋方 都是一阵无语 连连摇头 两人显然都觉得 这是有点不着调 但却也无可奈何 紧接着 廖鸾又转头 看向李千墨道 阿姨 我可是忠实的墨鱼粉鸦 说话间 廖鸾还晚了晚衣袖 将自己的宽屏手表 给李千墨看 只见 他的手表相册里面 有不少李千墨的照片 就连屏幕上的壁纸 也是李千墨的最新宣传照 李千墨见状 也伸出手来 淡淡一笑道 你叫廖鸾是吧 欢迎你 也谢谢你对我的喜爱 不用谢 廖鸾激动地握了上去 并怯语道 爷 今天意外活着女神了 扑痴 在场几人都是被逗笑了 事实上 这个廖鸾 正是廖仁南唐叔家的孙女 他从小性格就是古灵精怪的 跟廖恩贝不相上下 而几人的谈话 也引起了周围路人的关注 不少人都将目光投了过来 咱们别干站着了 到贵宾是去坐一会吧 廖仁南不想引起非必要的麻烦 决定先把父母带离这人多的地方 不然万一有人认出他们并传开的话 那免不了要把机场给赌的水泄不通 于是 几人朝着机场VIP休息室走去 一路上 廖鸾不停地跟廖爷爷和蒋奶奶 安立着面前的这位女神是谁 包括 她如何同心出道 取得过哪些国际奖项 以及网上对她家世的报道 简直能够用神采意义 如属家珍来形容 李谦默是她心目中的女神 可不是如属家珍吗 不多时 一行人走进了贵宾室 廖仁南的神色这才放松一些 廖正群和蒋方也把行李放下来 歇息一会 李谦默则去买了几瓶水 以及两个果盘 招呼大家享用 这时 廖仁南带着李谦默来到父母的面前 再次郑重地介绍 道 爸妈 这是我的女朋友李谦默 她也是圈内的艺人 我们认识有六年了 叔叔阿姨 你们好 李谦默也是一脸笑容地喊道 唉 廖正群和蒋方喜笑颜开 其实 对于找女朋友的事情 廖仁南向来是保密的 不到事情完全确认 他不会跟父母提及 所以 廖仁南也就在昨天 才告诉父母这事 当时二老是又喜又惊 毕竟 廖仁南经历这么一场失败的婚姻 心里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二老都希望他能找到新的伴侣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但是 真当廖仁南找到了 二老却又担心起来 女方性格怎么样 跟廖仁南合不合适 而此刻 见廖仁南找到了 这么优秀的女朋友 二老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心里的石头总算放了下来 千默 你好 廖仁群朗声叫道 我在电视上面 看过你拍的广告 真的很优秀 您过奖了 李千默微笑着道 蒋方则轻轻拉起李千默的手 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 道 千默 很高兴看到你跟廖仁南在一起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你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孩 一定会成为我们家庭的 一股新力量 希望你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能感到自由 开心和舒适 所以 你和仁南有任何需要或帮助 尽管告诉我们 我们定当全力以赴 李千默听到这话 顿时眼睛一红 道 谢谢阿姨 我会真心真意对待仁南的 嗯阿姨喜欢你 蒋方显然太重于李千默了 居然还和他抱在一起 好了好了 见两人抱了一会 料仁南便道 咱们赶紧些话 就准备回去了 梅姨还做好了饭菜 等着我们呢 嗯 好 蒋方乐呵呵拉着李千默坐下 拿起一盘水果递给他吃 大约过了十分钟都休息的差不多了 大家便动身前往机场的停车场 没几步就到了 料仁南走到车前 按下了车门开关 库里南感应到后 前灯和尾灯闪了一下 后视镜也缓缓展开 哇塞 料仁见此 惊叫道 仁南叔叔 你居然买了库里南 也太有钱了吧 我现在抱大腿 还来得及吗 呵呵 李千默被逗笑了 这料仁的画风 怎么跟贝贝有些相似 旁边的料正群 也是眼眸一亮 暗暗看了自己儿子一眼 不过并没有多说什么 轮轮 仁南叔叔的这辆车 比你爸的奔驰 还要贵吗 蒋方对汽车品牌一窍不通 文言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蒋奶奶 何止是更贵 简直就是碾压了 料仁说话间 在手表上搜索起来 调出库里南的价目 递到了蒋方的面前 蒋方看着那一长串的铃 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正在这时 这算个啥 料仁被哪生哪气得到 我爸爸还拿了 五个亿的代言呢 真的吗 人哪 蒋方好奇地看向料仁南 嗯 料仁南微微汗手 料正群一听 顿时双眼放光 看向自家儿子的眼神 更添了几分炙热 蒋方的眼睛 也瞪得更大了 不过很快 他就欣慰地笑了起来 看来真如大家说的那样 自己的儿子出息了 料仁南就是如此 非常的低调谦逊 没主动跟二老提过这些 他从不把钱挂在嘴边 更不会去炫富什么的 这段时间 二老平常也有看电视 知道儿子参加了节目 不过 他们并不清楚其中的细节 只是察觉到 许多事情发生着改变 比如 蒋方的学生 同事和领导等 对他比以往都要尊敬 甚至还有很多人 想要与他合影 至于廖正群则更离谱了 他已经好几年没进生了 最近突然就连升了两级 就算是曾经趾高气扬的总经理 现在也恭敬地称呼 他为哥了 对于这些事情 他们之前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此刻二老才知道 原来是沾了儿子的光 儿子离婚之后 反倒火成这种地步 二老想想都要高兴地哭了 第137章 一不小心就合上皇家特供了 当然 二老并不是在乎金钱 在乎名利 他们只是单纯觉得 儿子变得更加好了 所以心里宽慰不少 同时 当他们得知李千墨家事时 两人心里也有些担心 他们不是想攀龙付凤的人 儿子却偏偏找了个豪门千金 所以 两人还真怕儿子与李千墨之间 因为家庭悬殊而产生隔阂 但现在 知道自家儿子如此优秀 二老的担心也就烟消云散了 不多时 一行人上了车 廖仁南当司机 廖正群则是坐在副驾驶上 不时地和廖仁南说上两句话 李千墨和蒋芳坐在后排 两人聊着一些家长里短 至于 贝贝和阮阮一小一大 似乎也有说不完的话 一时间 车内很是热闹 大概开了半个多小时 便到了廖仁南租的锦绣高档小区 梅姨早早就做好了丰盛的饭菜 蒋芳和梅姨是远房表姐妹 两人也有段时间没见了 所以一见面 都很是热情的打招呼 梅姨 蒋芳笑着道 谢谢你把我家仁南和贝贝 照顾得这么好啊 蒋梅摆摆手 笑着道 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 再说 我还拿了工资 应该我谢谢你们 妹妹我跟你说啊 仁南现在这个女朋友 找得真的特别好 真的是哪一哪都好 无可挑剔啊 哼 我也觉得 蒋芳也不客气的道 这是我家仁南的福气道了 恭喜啊 蒋梅笑着道 一旁的李千莫文言 心里也是美滋滋的 过了一会 几个人围着桌子坐下 一边吃饭 一边聊天 就在这时 李千莫提过来两个方盒 道 叔叔 听仁南说 您喜欢品酒和喝茶 这是我给您带过来的 都是私人定制的 希望您会喜欢 谢谢 廖正群起身接过 道 千莫 多谢你的好意 他看了一眼 酒和茶叶的包装 都是十分的精致 至于上面的品牌 他倒是不认识的 想到这是自己 未来媳妇的一番心意 他也就不客气的收下了 廖仁南看见了 侧身到李千莫的耳边 小声说了句什么 李千莫只是淡淡一笑 没有理会 紧接着 李千莫又提过来 另一个布置包装礼盒 递到蒋方面前 道 阿姨 这是我给您买的一款包 很贴合您的气质 希望您会喜欢 哎哟 你看你这孩子 真的太有心了 蒋方也是微笑着结果 看着那精致的包装 顿时顺手拿了出来 只见 这个包是浅蓝色系 提手处有花纹滚边 包身还是落空设计 看上去简约而不简单 很符合蒋方的气质 蒋方也是挽在肩上 稍稍摆了两个造型 笑着道 谢谢你啊 千莫 阿姨真的太喜欢了 不用谢 李千莫笑着道 而这时 正准备夹菜的廖仁 看清楚这个包包后 却是筷子一顿 惊呼道 天哪 这是LV的最新限量款啊 怎么 蒋方诧意道 这个很贵的吗 当然啊 廖仁放下筷子 在手表上搜起来 很快就搜出这款包的信息 蒋方一看 果然跟他手中的包包 一模一样 上面除了备注 包包的用料 和特别设计之外 还标出这款包的 全球发行总数 一百个 以及官方的指导价 六十四万 蒋方顿时一正 看向李千莫 道 千莫 你咋给阿姨买这么贵的包啊 李千莫笑了笑 道 就是觉得很适合您啊 您千万别跟我客气 唉 那阿姨真是跟着张光了 太谢谢了 蒋方笑着道 如果是平时 他是绝对不会接受 这么贵重的礼物 但是 这可是自己准席 投意自己买东西 无论如何 他也不能辜负准席的好意 只能想着 以后再好好弥补 而此刻 廖正群也反应过来 看着旁边的酒喝茶 笑着问道 那这两个应该 也不便宜吧 廖兰正准备扫一扫 查看一下信息 兰兰不用查了 廖仁南笑着 打断道 这个是官府特供 市面上买不到的 廖正群一听 也是受宠若惊 好家伙 一不小心 就喝上皇家特供了 这以前简直不敢想啊 千莫 谢谢了 真是太费心了 廖正群也是笑着道 李千莫甜甜一笑 道 应该的 见词 蒋方想到什么 拿过自己的包 取出一只紫檀木盒 递给李千莫 道 千莫 这个是廖家三代 传下来的玉琢 算不上什么珍贵的宝贝 但是却代表着一种寄托 这个都是由廖家的 女主人管的 今天我就交给你了 其实 这只玉琢 按理应该传给苏雪的 但当时都没来得及提起这个 双方就闹得非常的僵 并且 后续矛盾也越来越大 这件事情也被搁置下来 谁料 倒是做对了 文言 李千莫接过木盒 小心翼翼地打开 只见里面 躺着一只玉琢 色泽纯净 晶莹剔透 没有一丝柳裂 一看就价值不菲 这个太贵重了吧 我不能收的 李千莫见此 连忙推辞 蒋方笑了笑 道 阿姨看人绝对不会错 这个就该交给你 我就认定你这点媳妇了 希望你帮我们廖家传下去 谢谢阿姨 李千莫眼光闪着泪光 道 我就收下了 昨天晚上 他还很担心 和廖仁南的父母相处不好 现在看来廖仁南的父母 真是太不实了 他简直不要太喜欢了 与此同时 他在这一刻 也是彻底放松下来 就像在跟自己亲人相处一般 非常的自在 嗯 这才对嘛 说着 蒋方取出玉琢 道 哎 我给你试试 李千莫点点头 伸出左手 蒋方将玉琢往李千莫手臂上套 恰到好处的带进去 便惊喜的道 哎呦 你们看 还真合适啊 对啊 一点都不差 梅姨也附和道 大家也都笑了 好了 咱们赶紧吃菜吧 别都冷了 廖仁南叮嘱了一句 嗯 吃吧 廖正群和蒋方也说道 也开动了 廖恩贝和廖阮两人 也是起哄 几人纷纷举杯庆祝起来 来 吃这个 多补补 蒋方也不停给李千莫加菜 气氛很是融洽 半个小时后 大家都吃饱喝足 便喝点茶消消食 顺便聊一回天 就在这时 叮咚一声 门铃响起 廖仁南走到门口 看了下监控视频 瞬间脸色一沉 第138章 人不能昧着良心说话 就在这时 叮咚叮咚 门铃声不停地响着 几人也才发现了不对劲 仁南 怎么了 李千莫一边走过来 一边问道 待看到监控后 他瞬间明白了 蒋方和廖正群两人 也在后面跟了过来 见状 蒋方面色凝重地问道 他们母女是有经常 过来无理取闹吗 就最近来过一次吧 廖仁南回答道 蒋方点了点头 道 那把门打开吧 总闭着也不是解决的办法 咱们两方把话说明白 廖仁南略意沉吟 便点了点头 将门打开了 只见 苏雪和何如梅两人 正插腰站在门前 都是板着一张脸 好像有人欠了他们什么 门一开 何如梅看见廖仁南 便冷笑一声 道 小南你变了呀 怎么看你的样子 都不愿给我开门 而接着 何如梅便看见廖仁南的父母 以及站在中间的李千墨 嘴角露出一丝讥讽 老 哎呦 怪不得这么久 都不敢开门啊 你们今天倒是挺热闹的呀 我们怕不是坏了你们的好事 蒋方听了 语气温和的道 如梅啊 当初咱们两家能成为一家人 也算是有缘 但是两个孩子性格不合 走不到一块 这也是不能勉强的事 现在 两个孩子的问题 也都解决了 那咱们就好聚好散 任后见了 也还是朋友 听到这话 何如梅不爽了 提高音量道 呵呵 你倒是说的轻巧 自己找到了下家了 就想一脚 把我们给踹开 做人要不要这么无耻 蒋方努力平复情绪 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道 我们以前对苏雪怎么样 这是大家都看在眼里的 而且 当初也是苏雪不想过下去了 只要跟廖仁南离婚的 人可不能昧着良心说话呀 你别胡扯 你以为我为什么离婚啊 还不是你儿子心术不正 你还以为你儿子是圣人 就是特么个渣男 苏雪口吐芬芳 看那熟练的模样 显然在和蒋方说话时 没少用这种语气 说话间 苏雪还一个箭步上前 逼得蒋方一个裂箭 往后退去 李千墨便赶紧上前插了一把 蒋方这才站稳些 而这个时候 苏雪注意到了 李千墨手腕上的 那个手镯 顿时怒气更胜 破口大骂道 好啊 老不死的 你还真是够两面三刀的 表面上还说 对我怎么的好 背地里就把这镯子 藏着给见货 你们是不是早就看我不顺眼了 和谋着把我扫地出门啊 没错 苏雪知道这个玉琢的存在 是在婚后走亲戚过程中得知的 但他对这个并没有多大兴趣 他有的是钱 还差这么个破东西吗 听到这话 蒋方强行压下心中的怒火 斥责道 请你注意你的用词 千墨踏实 话音未落 只听他的一声脆响 李千墨重重一巴掌 打在苏雪的左脸上 在场人都是一惊 你 你又打我 苏雪也被打傻了 哭丧着个脸道 我就要打你 谁让你侮辱我 李千墨原本温婉可人的模样 顿时也变得愤怒起来 好你个贱人 敢打我女儿 我跟你拼命 何如梅怒吼一声 做事要冲上来 苏雪也是一脸凶狠地冲上去 想要将李千墨撕成碎片 你们敢动千墨试一下 我们也跟你拼命 旁边的蒋方 廖正群健壮 连忙挡在李千墨面前 而何如梅和苏雪 才刚往前进几步 就被廖仁南一手一个 牵住了胳膊 动弹不得 两人越是挣扎 廖仁南使得劲越大 渐渐的 两人觉得自己骨头都快碎了 别哀嚎起来 廖仁南这才放手 何如梅一边嚎 一边骂道 嚎你个廖仁南 你还真是够狠啊 我们今天一定要讨个说法 苏雪也气得从口袋里 掏出一把剪刀 但他们看到廖仁南 回屋的身形和星红的双眸 却是一步都不敢上前 这时 何如梅搬起旁边一个花瓶 狠狠地摔在地上 苏雪见状也跟着一顿猛砸 这一家人 真不是个东西啊 两人边砸边骂 廖仁南没有理会 是一礼千墨几人退后一些 任由他们俩砸 苏雪和何如梅砸了两分钟 见自己被当成了小丑一般 顿时意识到 这只是徒劳 便停了下来 突然 苏雪想到了廖恩贝 便喊道 贝贝 过来 跟妈妈走 不要 廖恩贝早就被苏雪 那凶狠的样子 吓到 他本能地后退了两步 一双眼睛 血满了惊恐 苏雪见状 直接冲过去 想要抓住廖恩贝 手里还握着剪刀 在关键时刻 廖仁南挡在苏雪面前 啪啪两巴掌甩过去 这一次 他没有手下留情 苏雪脸上顿时多了两个巴掌印 鲜血从他的嘴角流了出来 哎呀 要死人了 苏雪摸到血 大喊起来 廖仁南可并不理睬 抬起脚就要踩过去 苏雪哆嗦地 退到一米开外 站起身来 何如梅也手脚打起白子 两人对视眼 像是屁股着火一般 飞快地跑了出去 很快就消失了 不多时 梅一把房间重新收拾干净 李千默给蒋方检查了一下 他只是一时怒火攻心 导致气有点不顺 并没有什么大碍 廖恩贝则是受到了点惊吓 李千默正在给他做心理疏头 本来 事先有安排两个小孩到房间待着的 怎么又出来了 不过 还好廖恩贝跟苏雪没什么感情 不然看到这一幕 难免会心里留下阴影 廖仁南沉吟一下 开口道 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必须要给他一个教训 还有廖恩贝的探视权 也要给他彻底剥夺 之前 廖仁南就想取消苏雪的探视权 只可惜理由不足 被法院驳回了 这一次 肯定不会有问题的 嗯 仁南 你觉得正确就去做吧 蒋方沉声道 不能让千默受了委屈 你妈说的对 廖正群也赞同得道 知道的 廖仁南点点头 第139章 看起来柔柔弱弱 浴室还挺雷厉风行 这边 离开了廖仁南的住处 苏雪和和如梅两人 便立刻打电话给了曾一可和花泽吕 我的天啊 学姐 这是廖仁南打的吗 下手也太狠了吧 两人赶过来后 看到苏雪和阿姨狼狈的模样 都是大吃一惊 来 学姐 花泽吕拿出一张纸巾 递给苏雪道 赶紧擦一擦吧 你是个杀笔吗 苏雪吼一声 啊 这是成堂正贡 你让我给擦掉 花泽吕文言心头一领 有些不知所措 苏雪翻了翻白眼 没好记地道 你们还真是木头脑袋 没看到人都快死了吗 还不赶紧叫120来 送我们去医院救治 另外 把110也叫过去 给我入口供 取证备案 老娘这一次 定要让廖仁南身败名列 花泽吕和曾一可两人 在听到命令之后 立马就行动了起来 很快 一辆120急救车 从魔渡中心医院 开了过来 一位医生检查后 也是神色轻松 因为苏雪和何如梅 就是很一般的外伤 准备让两人走上车 回医院简单处理下 但苏雪和何如梅 强硬要求用担架抬上车 医生执拗不过 也值得同意了 花泽吕则在旁边 咔咔地拍照留证 到了医院后 苏雪和何如梅两人 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从脑科 骨科 口腔 耳鼻喉 到内外科等 全部一一检查到 花泽吕同样将这些过程 用手机给拍了下来 做完这一切 苏雪和何如梅两人 这才回到了病房 这时 警督也过来备案 两名督查听了苏雪的控诉后 又跟医院询问了 两人的伤势情况 并跟廖仁南方通了电话合适 顿时就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决定做无作为处理 你们眼睛瞎了是吧 我都伤成这样了 你们倒没事发伤 是不是廖仁南 给了你们好处 苏雪指着两名警督骂起来 一名警督见状 沉嘴脸道 苏女士 我们是按照正规程序执行公务的 一切都有理有据 如果你在对此胡搅蛮缠 我们有权力处罚你 听到这话 苏雪便闭嘴了 等那两名警督离开后 苏雪碎碎念道 好你的廖仁南 以为我就治不了你了 我现在就把这些发到网上 让广大的网友 来为我主持公道 嗯 这个办法不错 花泽吕在一旁附和 这些消息发出去 廖仁南肯定凉凉啊 廖仁南现在可还正在参加天籁之音 如果他爆出这样的丑闻 那必将人设崩塌 而且歌神之战完全靠的是人气 到时候他别说是拿冠军了 可能连现有的广告都要受影响 雪姐赶紧发吧 苏雪白了他一眼 道 老娘要你马后炮 姜还是老的辣吗 花泽吕虽然被骂了 但脸上却仍然有笑容 老尼姆 苏雪怒了 就会嘴炮 没一点必用 花泽吕熄火了 不敢再多说什么 锦绣高档小区 不知不觉中 时间很快就到了下午两点钟 在一个小时前 廖仁南已经跟自己的私人律师联系 并将所有的证据都递交了上去 要求剥夺苏雪对廖恩贝的探视权 律师仔细地评估了一番 回馈这次有九成的成功率 并表示会立刻上诉 廖仁南一口同意 与此同时 他也为难起来 因为廖仁南已经定了三点钟 飞往京省的航班 但当才 警督打电话过来核实情况 他明显知道 苏雪肯定还会搞事情 所以 他哪里走得开吗 廖仁南沉音片刻 皱眉道 还是不去了 我直接跟广告方商定一下 把这个项目推迟一两天 别这样 李千莫微微一笑 握着廖仁南的手 道 你这两个广告 下周就要发 不用想 肯定很急 你如果再提出推迟的话 难免会引起其他的变动 我知道你不放心爸妈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我会在我公寓附近找个酒店 让二老以及贝贝 轮轮暂时住下来 然后我们再做打算 另外 若真有其他状况发生 我也会找曹静明大哥协助处理 所以有我们在 你不用太担心的 只管做你该做的事情 一切都会解决 嗯 听到李千莫的话 廖正群和蒋方都点点头 便道 就按照千莫说的办吧 不能因为这耽误了你的正事 看到李千莫坚定的眼神 听着他详细的计划 廖仁南顿时放下心来 笑着道 没想到你看起来柔柔弱弱 遇到事情还挺雷厉风行的 廖正群和蒋方文言 也是一脸欣慰的看着 自己这个未来的儿媳妇 真是要比苏学好无穷呗 简直不要太优秀了 那可不 李千莫也奄然一笑 道 我可是出生在军人家庭 那也是不怕事的 廖仁南点点头 脸上露出一丝欣慰之色 道 那好吧 就拜托你了 咱们到时每天通视频 真有事 我立马打回来 嗯放心吧 李千莫道 于是 在给助理打了电话之后 廖仁南便开始收拾东西 事实上 行李都是昨晚就准备好了 只是要检查 有没有漏掉什么 之后 廖仁南便跟二老 以及贝贝和阮阮道别 说起来还挺伤胆的 这大家才刚刚见面 就又要分别了 不过 大家也是商定好了 等廖仁南回来之后 一起好好的玩几天 把这些都给补回来 一切都弄好后 在两点半钟 廖仁南出发了 在三点十五分 这个时间点 廖仁南才刚刚 登上飞机一回 几条热搜快速地攀升着 警号苏雪自爆被廖仁南施暴 警号 警号苏雪控诉廖仁南 殴打前岳母 警号 警号苏雪公布商事照 触目惊心 警号 警号苏雪指控廖仁南出轨 警号 第140章 施暴舆持续发酵 打开链接 内容简要如下 据报道 廖仁南对苏雪 及其前岳母施暴 状况严重 目前 苏雪及其母亲 已经被送往某医院急诊 竹浪娱乐记者第一时间 赶往医院 见到苏雪及其母亲 苏雪右边脸部 及眼睛周围 有明显伤痕 嘴唇 以及手掌 也有淤血痕迹 其母额角红肿 也比较明显 根据苏雪描述 廖仁南 及其家人于金武 一起对其拳打脚踢 其头部 后脖 颈椎都有受伤 手部 嘴巴 都遭到掰扯 现在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苏雪方恳请广大的群众 为她主持公道 也希望官方单位 能够给她应有的法律援助 除了文字说明外 还有一大堆的化验检查报告 以及苏雪及其母亲的伤口照片 作为证据 根据照片可以看到 苏雪和何如梅 是被单价抬上救护车的 两人躺在病床上 打着点滴治疗 状态很是糟糕 特别是苏雪 她的手臂 嘴角等处 都有清晰的血迹 并且 这些照片都是大特写 看起来确实有些吓人 而在这个时候 新闻经过短暂的发酵 也有不少转发和评论 大瓜每年有 今天特别多呀 卧槽 苏雪都上担架了 这廖仁南 是打得有多狠啊 可不是吗 化验单都这么一大堆 看着 就是很严重的 心疼苏女神 居然连赵母娘都不放过 廖仁南这也是够狠的 苏雪真是倒了血眉 真想不到啊 廖仁南外表 长得丝丝纹纹的 里面居然是这种人渣败来 尼玛 只能说人不可貌相 丝丝纹纹的人 最容易变态 几美们骂死廖仁南 替苏雪主治公道 楼上带圈的主 你评论就评论 瞎几把攻击四文人干嘛 我长得帅点 惹着你了 哎呀 廖仁南刚刚红点就爆出这挂 感觉他 这一下难以收场了 与此同时 也有一些留言 是反对意见的 感觉事情没这么简单 苏雪也不是好惹的茶 廖仁南一向谦虚谨慎 为人也是非常不错的 不太想能干出这事的 廖仁赶紧出来说清楚 我们相信你 支持廖仁南的粉丝也不少 但是 这件事的影响实在太大了 并且 苏雪的那些伤势照 也非常吸睛 就像铁证如山一般摆在那里 所以 这个时候还能够站出来 为廖仁南说话的 那绝对是铁杆南粉了 更多的人是保持沉默 静后下文 魔都中心大医院 某VIP病房 苏雪 何如梅 以及曾一可己人 看着网友们对廖仁南的谩骂 心中都有些窃喜 这个廖仁南 活该被骂死 谁让你惹老娘的 现在落得这个下场了吧 苏雪得意洋洋地说着 顺手拿起盘中的一块苹果肉 塞进自己嘴巴里 她向来都是如此的傲气 尤其是面对廖仁南的时候 更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她觉得廖仁南凡事 就该让着她 对着她点头哈腰才对 以前是 现在离婚了也是 至于花泽吕 则是拱着各腰 坐在角落的一张椅子上 刷着网页上有关天籁的数据 第一 廖仁南 2174万票次 第二 叶旭坤 1687万票次 第三 花泽吕 1496万票次 第四 王兴玲 1321万票次 第五 人嫌棋 1125万票次 第六 林志玄 1098万票次 第七 关闭局 998万票次 第八 这个是天籁的歌手人气总榜 投票从千万代言结束后就开始了 会一直持续到歌神之战开启 由于廖仁南 王兴玲 叶旭坤三人 是千万代言前三名而直接晋级的 所以 后面会挑选两位人气高的歌手 补足五位晋级人数 从榜单目前的排名来看 廖仁南依然是位列第一名 不过花泽吕却是有些开心 因为 从投票开启到现在 廖仁南一直都排在第一位 并且甩第二名叶旭坤 整整一千多万票次 但现在 廖仁南的相对支持率 明显下降了 这也说明 这几条热搜 对廖仁南人气的影响 还是很大的 看到这一幕 花泽吕心里爽得很 同时 除了晋级的三名歌手之外 花泽吕也是排在补充位的第一名 所以 只要保持这个势头稳住下去 那他晋级歌神之战 应该不成问题 更何况 这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随着家暴风波的发酵 他相信廖仁南的票数 会持续下降 因为 在投票结束之前 网友是可以跑票的 所以 一切皆有可能 与此同时 拇指娱乐集团 坐在办公室里的 叶旭坤和他的经纪人 也是拍腿 哈哈大笑 现在廖仁南失利 那最大的受益者 就属叶旭坤了 原本 在千万代言的重重打击下 叶旭坤已经对冲击歌神席位 失去了最初的信心 但现在闹出这么一幕 却是 又让他燃起了希望 于是 叶旭坤连忙拿出红酒和高脚杯 准备跟经纪人边喝边看好戏了 而就在这时 廖仁南所属的南民娱乐 发出来一条律师函声明 具体内容如下 严正声明 今日 我私发现个别主体 包括但不限于网络用户直言不讳 UID 584 5225等 通过在抖音平台散播图片 以及直接发布微博等方式 对我私一人廖仁南先生进行造谣 上述主体的行为 旨在抹黑廖仁南先生 严重损害了廖仁南先生的个人声誉 影响极其恶劣 向我私延正声明如下 第141章 第一波反击 向我私延正声明如下 一 网传针对廖仁南先生的 施暴苏雪 及殴打前院母等言论 军系恶意诽谤 相关主体发布 传播诽谤言论的行为 以涉嫌侵权 我私正告相关主体 即刻删册相关诽谤言论 避免损害后果的进一步扩大 网络平台 一应根据法律规定 及时对涉嫌侵权内容 进行屏蔽 删册 二 针对此次蓄意造谣事件 我私以及廖仁南先生 已经委托律师全权处理 并对原发主体 传播主体发布 转载的全部内容 进行取证 将进一步采取法律措施 进行维权 我私坚决抵制 造谣声势之行为 必将维护廖仁南先生 合法权益到底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 谣言止于智者 承望广大网络用户 理智地面对网络消息 不造谣 不传谣 否则 将因涉嫌违法行为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蓝铭娱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切莫 你让我跟崔的声明 已经发布了 曹金明上传这则声明后 就拨通了李切莫的电话 好的 谢谢曹总 李切莫笑着道 曹金明也笑笑道 切莫 你千万别动我见外 这件事跟廖仁南有关 本就是我分内的事 你还有什么需要 请尽管吩咐 嗯 李切莫应了声 道 那你就带着公关团队 尽量控制住风平吧 别让舆论继续恶化下去 嗯 知道了 曹金明道 好的 李切莫又应了声 便挂断电话 其实 他知道这条声明发出去 对于扭转舆论趋势 所起的作用不会太大 不过 这则声明至少能减缓 这些恶意言论的散播 毕竟 现在是自媒体盛行的时代 很多人都是听到一点消息后 就开始捕风捉影 而这群人 更多是个体 他们是害怕被起诉的 所以 这条声明出来 这类人至少不敢进一步的夸大言论 或者添油加醋什么的 不然 那免不了会被追究责任 另外 真正在带节奏的 其实是一些网络大V 他们是有组织的机构 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是不会轻易被下退的 李切莫很笃定 这些大V 一定从苏雪那里得到了好处 才会这么做的 所以 想要真正扭转舆论 还是得拿出有力的证据 来进行反击 陈令片刻 李切莫拨通一个电话 问道 证据规程的怎么样 已经全部弄好了 李总 那头一个女声道 哦 李切莫应了声 道 传给那些权重高的大V号 让他们发布出去吧 给国内的主流媒体 也都投一份 好的 李总 那头应道 大约一刻钟过去 几条新的热搜 正在网上增进 锦号苏雪伤势 照势摆拍 锦号 锦号苏雪携带剪刀 去撂人男家 锦号 锦号苏雪口吐芬芳 吓到撂人男母亲及女儿 锦号 锦号锦号 点进去能发现 支撑这几条热搜的素材 有一份病例分析图 两条剪辑视频 以及一条录音 其中 这份病例分析图 出自魔督中心医院院长之手 大致内容如下 针对苏雪女士的全身检查 经我院商讨 特做以下总结 据骨科放射检查 报告单显示 苏雪女士 逐脊柱及四肢多发伤 幼足第二肢骨远端变形 均考虑为先天发育所致 另外 苏雪女士双侧公骨 双侧肘关节 双手 双侧骨骨 双侧膝关节等处 均未见明确骨折及脱位表现 所以 苏雪女士的身体检查 显示多为软组织轻微损伤 只需数日就能自行恢复 在分析图末尾处 还有院长本人的张艺 接下来是两条剪辑视频 第一条视频里 第一个镜头在是某个大街上 画面中 苏雪跟白衣医生交流着 双方交谈几句之后 苏雪情绪非常激动 甚至站起来跟医生交涉 最后 白衣医生摇了摇头 然后叫两名护士抬过来担架 将苏雪及其母亲 抬上救护车 期间 可以看到花泽吕 曾一颗两人 在旁边配合着苏雪拍照留记录 视频的后半部分 苏雪出现了在医院里 她躺在病房的地板上 露出胳膊和脸上的伤 摆出最险目的角度 好让花泽吕拍照记录 而在隔着苏雪一米远的地方 还有两名警督 一脸无赖地看着她 此外 在另外一张病床上 可以清楚看到苏雪的母亲 何如梅正在津津有味地吃水果 床边的曾一颗 神态也非常悠闲 这个视频 完全是路人视角拍出来的 所以非常直观地证明了 苏雪受伤的照片 完全是刻意摆拍出来的 第二条视频中 画面显示在某处居民楼道里 只见苏雪穿着白色羽绒服 和她的母亲何如梅并行而来 苏雪手里拿着剪刀 试图砸肩空气 但个子太矮 没有打到 之后剪刀掉地 苏雪捡起 和妈妈说了两句话 并开始按门铃 之后房间门打开 苏雪进入了房间中 而画面中的房间 正是廖仁南租的地方 所以这也明确地证明了 苏雪试持剪刀 进入廖仁南家 最后则是一段录音 其中能够清楚地听到 苏雪对廖仁南母亲 恶意辱骂的话语 也有苏雪的母亲何如梅 与廖仁南母亲 无理争吵的片段 以及苏雪母女 在廖仁南房间 边砸毁物品 边辱骂的录音 最后 还有苏雪下的廖恩 被惊叫的录音片段 这几条证据 逻辑很清楚 任谁看到这些信息 都会立马明白事情原委 于是 这几条热搜迅速攀升 很快把先前几条挤下来 网友们看到后 也是热议纷纷 卧槽 差点就被骗了 这个女人戏太多了 尼玛 真的是大跌眼镜 平时光鲜亮丽的苏雪 被地里居然是这个泼妇 我也感觉她疯了 说疯了 确实是感觉在骂她 那么我们可以说 她是不是出现了一些精神问题 昏都离了 再去人家家里闹事 也是没意思吧 真找打 话重点 吓坏了廖仁南的妈妈和女儿 我觉得打她都算轻的了 廖仁南上辈子 是得罪什么人了吧 这辈子居然认识这么一个女人 第142章 道德绑架 事实上 这些证据资料 都是李千默交代下去 让属下做的 其中 那份病例分析报告 正是魔都中心医院的院长 亲自评估后写的证明 上面所说的 全都是既定事实 而李千默 有的是人脉资源 找医院院长写份报告 那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至于视频 当时苏雪大闹离开后 李千默也是留了个心眼 立马派属下去跟踪两人 怕他们再有什么鬼主意 所以 苏雪几人后面的一举一动 也都被李千默安排的人 全给派了下来 现在 还真是派上用场了 至于录音 则是从料人难租的房子 监控里面截取的片段 其实 另外还有视频录像 但那样的话会暴露隐私 引起很多不必要的关注 目前主要是应对苏雪的污蔑 所以 只需要截取语音的重点 让大家清楚 是苏雪主动闹事 并且态度十分蛮横就行 从网络上现在的风评来看 李千默的这一波反击 可谓是简明恶药 时间扭转了局面 与此同时 魔都中心医院VIP病房 苏雪正一脸怒容地看着 微博上有关她的恶评 拳头都捏出了血色 花泽吕原本还带着几分笑意的脸庞 此时也是如木灰般黯然 因为 天籁之音人气排行榜单中 料人难的投票数再次暴涨起来 这才半个小时吧 两人哪知道打脸来得这么快 怎么办 咱们该如何应对啊 苏雪焦急地看向花泽吕 她现在已经乱了阵脚 花泽吕挠了挠头 表情有些迷茫 爱苏雪叹了口气 摇摇头道 杨你有什么用啊 这个时候 曾一克有了好想法 她凑到苏雪身边 雪姐 我倒是觉得这些证据 对咱们没什么影响 咱们的身份是女人 在一场婚姻当中 不论最后结果怎么样 我们始终是弱势的一方 本来就可以耍耍性子的 所以 就算是媒体报道雪姐你 拿剪刀去撂人男家闹事 或者把家里东西给砸了 跟婆婆动嘴争吵什么的 这些都不过是一个 对婚姻绝望的女人的宣泄 苏雪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在其身旁的花泽吕 也认真地听了起来 顿了顿 曾一克接着说道 所以 咱们这个时候 绝对不能示弱 相反应该继续跟撂人男对质下去 可以录个视频告诉大家 雪姐 你在婚姻当中 付出了最好的青春年华 这可是无价之宝啊 而且 雪姐 你还需要承担养家的重责 你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到时候 舆论肯定会向着你的 对啊 苏雪也猛猛地一亮 骂道 撂人男太不是东西了 花泽吕也是身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雪姐 想到什么 曾一克提醒道 如果确定了 咱们就赶紧行动吧 不然半天没反应 外界会认为 我们是心虚了 嗯 开始吧 苏雪点点头 开始筹划 很快 一刻钟不到 两条视频爬上热搜榜 锦号苏雪含泪控诉 锦号 锦号花泽吕爆料人男对苏雪冷暴力已久 锦号 第一条视频中 苏雪本人亲自出镜 可以看到她的嘴角 还有斑斑的血迹 她梨花带雨 哭诉道 广大的网友们 我是演员苏雪 我承认带了剪刀去料人男家 也承认跟料人男母亲产生了争执 但是 我戴剪刀是为了自保 而跟料人男母亲起争执 是因为我已经失控了 没错 我在这几年的婚姻中 被折磨得遍体鳞伤 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了 视频中的苏雪抽泣几声 继续说道 我只是一个弱女子 我的要求非常简单 只想要一个有温度的丈夫 只想孩子有一个称职的爸爸 你可以不顾我的感受 但你至少应该管好孩子 你应该在孩子未来十年的 人格健全养成问题上 做出正确的思考 但结果是什么呢 女儿经常对我冷眼相对 这就是你对孩子的教育吗 更别说在这几年的婚姻里 你没有给过我一丝的温暖 说到这里 视频中苏雪的嘴唇 都在微微颤抖着 很明显 她对自己的这番话 很是动容 抹了把眼泪 苏雪继续哭诉道 我今天 只是想跟你谈谈 只是想女儿了 可你是怎么对我的 你对我和我的母亲施暴 简直想要杀了我们 而类似这样的暴力 在几年的婚姻生活中 我遭受过了许多次 我原以为跟你离婚后 至少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 可是剧情再一次重演 我真的错看了你 我真的没想到 你是这么无耻的人 明明是自己犯错出轨在先 却装得像没事人一样 你一直躲在律师 和公关团队的后面 让所有人任意地 侮辱我和我母亲 你真的不会做一个男人 能不能证明回应一下 视频到此为止 接下来便是第二条视频 是通过花泽吕的 个人微博发布的 视频中 花泽吕出现在镜头前 脸上露出一抹哀伤之色 道 广大的网友们 我是歌手花泽吕 我录这条视频 是想告诉大家一些事实 其实雪姐真的是一个 传统的贤妻良母 她不仅要照顾家庭 还要奔波于工作 每天忙于各种的应酬 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真的是非常辛苦的 而雪姐能够做到这个份上 我觉得廖仁南应该感到知足了 可廖仁南非但没有因此疼爱雪姐 反而做出了一些 桑尽天良的事情来 早在一年多前 就曾经听到雪姐说过 她怀疑廖仁南有出轨的迹象 只是考虑到孩子的感受 所以她便一直忍让着 雪姐是十分爱孩子的 为了孩子 她愿意做任何的事情 接下来的婚姻生活 雪姐得不到任何的关心 她原以为能够撑下去的 可是事与愿违 便绝望地提出了离婚 而事实是 才刚刚离婚一个月 廖仁南就爆出了绯闻 这可以说是自露马脚 并且 廖仁南还在节目中大肆地秀恩爱 这完全就是对雪姐的一种嘲讽 作为一个正常的为家庭 做出过牺牲的女人 都会因此而生气 所以最后由爱生恨 才会出现这么一场误会 雪姐也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因为她已经无力保护自己了 因此请求大家的支持 给这个孤独无一的女人一点帮助 第143章 第二波 直播对质 其中 这两条视频一发布 立刻就登上了热搜 现在 但凡有关廖仁南和苏雪的消息 都被刷爆了 警号廖仁南事报警号的话题关注度 也高达十亿之多 同时 这两条视频也勾起了女权的愤怒 纷纷在下面评论吐槽 都说婚姻是女人的坟墓 就算放在大明星身上 也是这个李亚 可悲可叹 话说结婚之后 让女方来养家 这个廖仁南也太不是个东西了吧 现在说来还真是 离婚后苏雪没有任何的越举行为 反倒是廖仁南 很快就跟李千莫传出绯闻 他们两个人会不会早就在一起了 不管怎么说 打女人就是不行 家暴男快被封杀吧 廖仁南居然还要杀人 感觉可以请警督来查一查 肯定能够查出些什么 给个说法呀 家暴男怎么都不出面来 好拽呀 请关爱广大妇女 抵制一切家暴 在视频发布出去之后 苏雪在第一时间就花钱 买了一批水军开始控屏 现在风向再次发生转变 一些人将矛头指向了廖仁南 看到这一幕 苏雪 花泽吕 以及曾一可三人 脸上又露出了笑容 我就撒泼了怎么样 有证据又怎么样 再怎么都是你廖仁南的错 不多时 前后不过一刻钟 一条新的热搜攀升上来 警号廖爸妈十分钟后直播 警号 并迅速地占据了榜首的位置 微博的高层们得知 立马召开了紧急会议 最后决定花五十万来提前扩容 以防止人流量太大 网站瘫痪 而这条新的热搜下面 评论也早已经刷爆了 现在真的有点看不清楚了 求知道内情的人给个准话 到底是谁的错 廖爸妈 难道是廖仁南的爸妈要直播吗 感觉有好戏看了 终于要反击了 廖神 我们相信你 冲啊 支持廖爸妈 总感觉这个姓苏的女人不是善差 求报大锤 大家别傻傻地在这里留言了 直播间已经开启了 直播已经开启了 ID号廖爸妈 拿走不限 我是雷锋 随着几条留言的出现 大家都转到微博直播 原本 这个廖爸妈的ID号 是刚刚才注册的新号 但此刻 他的粉丝数量以 每中一千人的速度 暴涨着 可以媲美顶级明星 入住的那种正式了 另一边 凯撒国际大酒店 一间贵宾房里 李千默正吩咐下属 给蒋芳和廖正群二老 做着最后的梳妆 在廖仁南走了之后 李千默担心苏雪等人再来闹事 便立马安排廖仁南爸妈 以及鸾鸾和贝贝 转到五星级酒店来休息 这家国际大酒店 李李千默的别墅 也是比较近的 当然 他其实也想过邀请几人 到自己的别墅里居住 但仔细想想 觉得不妥 便放弃了这个念头 其中 在蒋芳和廖正群几人的对面 有着一套高清的直播设备 ID号廖爸妈 就是以二老身份注册的 他们马上就要开直播 讲出一些有利事实了 事实上 这个开直播的要求 也是蒋芳和廖正群二老 主动提出来的 二老看见自己的儿子受委屈了 也是想要为他出一份绵薄之力 李千默看到 二老如此的执着 便果断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此刻 第一次面对录像机 而且是新颖的直播 蒋芳和廖正群二老 也是有一点紧张 叔叔阿姨 你们准备好了 李千默微笑着问 嗯 蒋芳和廖正群相识点点头 到 准备好了 可以随时开始 好的 李千默再次给二老整整衣领 然后 他看看微博的账号信息 这个时候 可以说 才刚刚注册十分钟不到 关注人数 已经高达五十万 为了提高在线人数基础 所以提前开启了直播间 所以这个时候 直播间屏幕 是黑的 而且也听不到声音 但却已经有二十万人在等着 且以每秒几千的人数增长着 李千默再次看看手表 跟约定的时间差不多 便做了个手势 开始倒计时 三 二 一 直播间画面一闪 蒋芳和廖正群二老 出现在了镜头之前 二老并没有换衣服 只是稍微整理了夏怡荣 脸上挂着祥和的微笑 大家好 我叫廖正群 是廖任男的父亲 廖爸先对着镜头 打了声招呼 紧接着 廖妈也开口道 大家好 我是廖任男的母亲 蒋芳 网友看到这幕 立马热议纷纷 哎呦廖妈气质好好啊 以前一定是位大美女 感觉廖爸坐姿好端正 表情也挺严肃的 应该是有一点紧张吧 像极了我爸妈呀 父亲比较严格 母亲非常的慈爱 二老看着真的好慈爱 这样家庭出来的孩子 品性绝对没问题的 说实话 当苏雪爆出失报事件 我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 因为廖神爵不是这种人 廖爸妈千万别紧张 我们支持你们 这时 镜头前 蒋芳顿了下 继续道 廖任男正在忙于工作 而且他是一个 不善言辞的人 不喜欢在这类事情中纠缠 便没有出面 来给大家回应 而我作为廖任男的母亲 看见她受到这么大的委屈 有很多话 想要跟大家说一说 说到这里 蒋芳看了眼李千默 怕出什么岔子 李千默做了个OK的手势 意思是一切顺利 歉词 蒋芳便继续道 首先 在廖任男跟苏雪结合之时 他已经算是事业 小有成就 而当时苏雪 才刚出到没多久 但廖任男对此 没有一丝的建议 他是全力支持 苏雪的事业 为了帮苏雪 打响在圈内的名气 还多次找亲戚 好友筹借资金 在这点上 只要我们花时间去收集 都是可以找出证据的 当时为捧红苏雪 所花费的资金 现在也都是能够查到的 而且总金额 绝对不小 所以 我有理由替廖任男说一句 苏雪能有今天的成就 少不了廖任男当初的支持 第144章 难怪廖神唱歌那么伤感 说到这里 蒋方沉默了片刻 与此同时 直播间里的观众们 也在讨论着这件事 好家伙 如果廖妈不说出来 我还真以为廖任男 曾经是软饭男呢 我是80后 早就是廖神的忠实粉丝 廖神出名的时候 苏雪还是个刚出道的厨呢 怎么听出了 农夫与蛇的故事 这个苏雪做法 确实有点忘恩负义了 刚刚摆读了一下 确实是这样的哦 网页上都还有记录 廖妈加油 勇敢妈妈不怕事 向前冲 这个时候 蒋方微微挣了正身子 接着到 另外 在廖任男与苏雪的婚姻期间 家庭里的大部分生活开销 包括水电 燃油等 都是廖任男自己在支付 并不存在是苏雪养家 依靠女方等的说法 这个也是有银行流水 可以查到相应的缴费记录 而且 在两人生育贝贝之后 也一直都是廖任男 独自抚养女儿长大的 屏幕下有一份照顾清单 我也是最近整理旧物才看到 是当时廖任男记录的 大家看看就会明白了 就在这时 直播间画面的正下方处 出现几张手写笔记的截图 封面页写着贝贝作息时间表几个字 里面则是记录的一些贝贝生活习惯 其中有一页内容如下 一点贝贝醒了哭闹 胃乃三十毫升 哄睡半小时 一点三十分贝贝睡着 鼻子有点堵 两点贝贝再次醒 哭闹 换止尿片 三点宝贝睡得不安稳 抱着睡 四点终于睡踏实 放在床上 鼻子触痒 记得买药 五点小家伙脸有点烫 体温三十六点九 还好没发伤 六点三十分贝贝醒了 胃奶粉九十毫升 拍隔 重点 七点十五分 给贝贝用爱业洗澡 全身按摩擦清毒药 第一次三分之一 八点带贝贝去公园六晚 九点回家 吃奶粉三十毫升 哄睡 十点 类似这样的记录 厚厚一个笔记本 全部都给写满了 网友们见此 也热义纷纷 哇塞 这个记录清单 真的是绝了 廖神好细心 感觉好有爱的样子 你们看到的是热闹 而我作为一个宝妈 看到的是廖仁南当时的心酸 确实啊 没看到廖仁南 这是一晚都在忙吗 肯定很辛苦吧 我只想问一句 苏雪不是说她抚养孩子吗 那她当时在干嘛 对了 又不差钱 干嘛不请保姆呀 其中 聊天区的评论 蒋方都能看得到 她扫到最后一条弹幕 便认真地回复道 那个时候 我们有考虑过请保姆 来分担照顾宝宝的压力 但贝贝在几个月大小的时候 身上的湿气 一直特别地重 浑身皮肤都是有点过敏的 不仅 每天要仔细地涂药膏 还需要细心地照料 廖仁南实在是不放心 便一直自己亲自照顾的 其实 我跟廖爸也是很想 带自己孙女的 这本来也是我们的责任 但当时 苏雪跟我俩的关系 正是水深火热的时候 所以 我俩也是有心无力 这个真的是委屈廖仁南了 说到这里 蒋方的眼睛里 隐隐有泪水在打转 而相反 她顿了顿 继续道 苏雪从来没有把心思 放在过家庭上面 贝贝一共过了五次生日 苏雪只有一次到场 并且也是匆匆忙就走了 这些大家可以翻看以前的新闻 都知道 我是没有撒谎的 正是长期经历了这样 昏天暗地 日复一日地 充满着落差 焦虑 迷茫的生活 所以 廖仁南她 她 蒋方说着说着 就有些哽咽了 网友们见此 也瞬间炸锅 卧槽 廖妈怎么突然要哭了 廖爸眼眶也红了 猛虎落泪必有事 廖妈 勇敢地说出来 镜头前 蒋方演变到 所以廖仁南她 患上了中度抑郁症 曾经自我痛苦过 很长的一段时间 这个时候 一份病例记录的截图 出现在直播间下方 患者 廖仁南 主宿 患者目前情绪低落 兴趣明显减少 抑制活动减退 食欲减退 入睡困难 头脑反应慢 有自卑自责 对生活比较悲观 偶尔会有自杀意念 但无自杀企图及行为 躯体化 躯体症状明显 如头痛 腰痛等加剧 情绪烦躁不安 浑身无力 强迫症状 忘记性大 不能集中注意力 头脑中有不必要的想法 不能摆脱 做事难以做出决定 人际关系 很少与异性交往 感情非常容易受到伤害 常有自卑感 总感到比不上他人 抑郁 经常责怪自己 感到任何事情都很难做 容易伤感哭泣 对异性的兴趣减退 感到非常孤独 焦虑 常常无缘无故地感到恐惧 浑身发抖 感到坐立不安 不能安静 熟悉的东西变得很陌生 总有一种催促感 说到这里 蒋方再也忍不住 泪水夺矿而出 正陪着二老直播的李千默 眼泪也是刷刷地流了下来 心里更是对廖仁南 一万个心疼 哇呜 廖恩贝和廖卵两个小朋友 也是跟着大声哭了起来 李千默怕两人哭声 打扰到直播 便立马把他们安排到房间里去 与此同时 直播间的网友们 也全都绷不住了 以泪目 兄弟们 都把泪目打在公屏上 我的天啊 难怪廖仁南唱歌那么伤感 难怪他的眼神那么淡然 这都是生活历练出来的 真的心疼廖神 这么一个优质的大明星 居然遭遇了这样的黑暗时光 廖神不会为一个好爸爸 值得所有男人学习 哭死我了 我要粉廖仁南一辈子 苏雪呢 不是喊话廖仁南给回应了 他得了抑郁症 你知道吗 人在办公室 同事都在吃瓜 我跟着看看 居然整个办公室都哭了 我也跟着哭了 廖神挺住 永远支持你 第145章 还廖神一个公道 在这一刻 不分职业 不分性别 不分年龄 但凡正在看这个直播的观众 所有人的眼眶 全都是红红的 而此时 直播间的一些忠实男粉们 也对廖仁南 有了更多认识 他们才发现 廖仁南能够在节目中强装幽默 那是鼓足了多么大的勇气 他们才理解 廖仁南为何那么淡然 脸上始终挂着浅浅的微笑 他们终于明白 为何廖仁南做的歌曲 都是那么的忧伤催泪 他们才体会 廖仁南面对当时李千默的全网示爱 为何会选择沉默 这些曾有的疑问 所有人在这一刻 全都明白了 一时间 男粉们对廖仁南的喜欢 更是再一次的升华了 在他们心中 廖仁南不仅是偶像 更是一位有内涵的优质榜样 直播画面中 蒋方一边哭泣 一边继续道 这份检查报告 也是我后来无意间 帮廖仁南整理房间才看到的 廖仁南没有跟任何人 包括我们二楼 主动提起过这事 他是准备独自承担这份痛苦的 相信直到现在我不提起的话 苏雪应该也还不知道这件事的 也幸好发现了 后来我和廖爸及时干预 关心 孙女贝贝也是越来越可爱 而廖仁南自己也非常坚强 他靠着自己的毅力 最终也是挺了过来 这时 蒋方抹了抹眼角的泪水 震了震色 继续道 所以说婚姻期间 廖仁南对另一半 是绝对忠诚的 根本就不存苏雪和他同事所说的 廖仁南有歪心思 出轨什么的 试问 如果一个男人真的没有责任心 他又怎么可能把自己 逼到患医癒症呢 说到这里 蒋方身体微微有些颤抖 情绪又变得激动了一些 与此同时 直播间的弹幕 也再次猛增起来 轻衣色都是廖仁南加油 真男人 我们相信你 感动 泪目等留言 近乎复评 近投钱 蒋方平静了下 又继续道 最后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廖仁南跟苏雪离婚 他是近身出户的 只要了女儿贝贝的抚养权 这里有相关的一系列证明 都是有迹可循的 我是不可能说谎的 与此同时 直播间画面下方出现 一张离婚协议的截图 其中一条 用红线圈了起来 明确写明 男方放弃所有财产 但是女儿抚养权规男方 另外几张截图 则是廖仁南车 房 以及股份的过户手续 要知道 当初 廖仁南和苏雪离婚 是非常平静的 双方还官宣发了微博 都是和平分开 祝福对方的话 大家均以为 两人是好聚好散 可谁能想到 廖仁南是近身出户 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网友们再也坐不住了 我的天啊 廖仁南居然做到这份上了 真的是受委屈了 我是一个律师 打过无数离婚的官司 像廖仁南这样大度的男人 真是万里挑一 尼玛 苏雪还要不要点脸 当初还是靠廖仁南红起来的 太特么忘恩负义了 作为一个女人 看到这样的消息都忍不了了 苏雪真不是个好东西 房子 车子 股份 全都要走了 只留了一个负担给男方 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狠心 不知道苏雪怎么好意思的 居然现在还喊话廖仁南 说自己是被一脚踢开的 这时 镜头前的蒋方倒是异常平静 继续道 从这里 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廖仁南他是一个没有心机的人 如果是换作一般的人 肯定会决定去打官司 争得你死我活的 而且 廖仁南原本婚前就有财产 在婚姻之中 也没有做任何出格的事情 还为了照顾家庭 停掉了自己的事业 所以他如果选择打官司 那绝对是有胜算的 但廖仁南没有这么做 他不是傻不是不懂 他只是考虑到对方是女人 他宁愿委屈自己 也不愿意去争扎财产 并且不想把事情做得那么难看 这才是真正的好男人 说到这里 蒋方又变得有些激动起来 语气也不自觉提高了几分 而直播间的弹幕 也再次爆炸 都是廖神针男人 好样的 没给男人丢脸 加油等字眼 顿了顿 而显然 面容慈祥的蒋方 眼中闪过一抹灵力之色 继续道 廖仁南的赤子之心 没有得到对方同样善意的对待 还反倒被对方无休止的纠缠 以及肆无忌惮的污蔑和恶意攻击 不过从现在开始 就算廖仁南自己 不站出来反驳 我们作为他的家人和朋友 也将拿起武器来保护他 不允许任何人再来伤害他 所以 希望大家明辨是非 让谣言止于智者 很抱歉 占用大家的时间和公共资源了 谢谢大家 直播到这里 也就关闭了 而这个直播间早已经 升到了微博的最热门 累计观看人数达到了一亿之多 新注册的ID号廖爸妈 粉丝数也突破了一千万 这每一项数据 都是匪夷所思 而在最后一刻 网友们的留言 也如火山般喷发 尼玛 从这些可以看得出 廖仁南绝对不是一个绝情的人 这样的好男人 怎么会对女人施暴呢 肯定是啊 如果不是被逼得万不得已 廖仁南绝对不会出手的 明白了 所有的事情都很清楚明了 就是苏雪 这个女人的错误 这个苏雪脑壳子是不是坏了 这样的好男人都离婚了 真的是傻到绝点了 草 苏雪真是当了婊子 还要立牌方 占尽了便宜 还要卖乖 从今天开始 我抵制圣雪娱乐的所有作品 抵制苏雪 苏雪滚出来 你不是要廖神对质吗 出来给个说法 大家冲啊 骂死苏雪这个泼妇 还廖神一个公报 第146章 又有这么多辉煌值 直播结束 李千默连忙走上前几步 给蒋方一个大大的拥抱 两人抱在一起 哭得梨花带雨 在这一刻 李千默也是心疼廖仁南到了极点 自己六年等待是值得的 他无疑是个绝世好男人 以后真的要好好爱他 加倍地补偿他 千默 我们没有说错什么吧 蒋方神色凝重地问道 完全没有 非常的好 李千默笑了下 哦 你们开的这个直播 帮了廖仁南大忙了 那就好 蒋方这才放下心来 廖正群也露出欣慰的笑容 正在这时 叮铃铃 李千默的手机响起 他走到房间角落 接通电话 喂 李总 您交代要调查的资料 全部都收集好了 那头一个女生道 哦 李千默应了声 冷冷地道 按商讨的去办吧 是时候该给他们一个教训了 好的 李总 那头应道 另一边 魔都中心医院 某贵宾病房 此刻 这间病房的门紧紧关闭着 连窗帘也都拉了起来 还有一个健壮的女人 守在门口处 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苏雪焦急地问道 曾一可 花泽吕 以及苏母和如梅等人 也都是满脸的担忧 原本 他们以为两条视频发出去 能够博取一些外界的同情 但谁料 却把廖父母给惹出来了 在苏雪印象中 他觉得廖父母是非常慈爱 人畜无害的那类人 谁曾想到 他们竟有如此犀利的一面 每一条反驳 都是执重要害 一时间 舆论已经完全倒向了 廖仁南那边 而且 苏雪 花泽吕和曾一可几人也注意到了 周围有不少患者们 在窃窃私语议论他们 就连一些医生和护士 都对他们没有好脸色 于是 他们便立即将房门关了起来 这还不止 魔都中心医院的大门口 此时有不少媒体 以及双方的粉丝和吃瓜路人 再蹲点候着 还有人拉着横幅 喊话苏雪出面给个说法 苏雪等人见状 顿时都慌了 学姐 曾一可见几人沉默不语的样子 突然道 要不咱们还是 赶紧离开这吧 我们先把路线都找好 看哪里的记者和粉丝少一些 然后再联系车等着 就从医院的后门离开 这 苏雪支支吾吾 一脸都不情愿 曾一可补充道 看现在这阵仗 围观的人和记者 是越来越多了 到时 真的被团团堵住 想离开都来不及了 那可就更麻烦了 这时 花泽吕扒在窗边 往楼下大门处 看了几眼 附和道 学姐 一可说的有道理 我看外面的人越来越多了 好吧 苏雪脸一沉 与此同时 京省国际机场 廖仁南乘坐的飞机 才刚刚落地一会儿 其中 华夏移动的营销部 提前安排了人来接机 廖仁南跟着出了机场 便坐上早就准备好的商务车 往即将拍摄广告的片场奔去 而车子才开动一会 廖仁南的脑海之中 便响起系统提示音 叮 恭喜宿主辉煌点 累计达到四百万 自动兑换四次奖品 廖仁南 不是前天才兑换辉煌值 并且这两天也没有发布 任何的新作品 什么的 怎么一下子就有这么多辉煌值 而没给廖仁南更多的反应时间 他脑海中 系统的提示音 继续响着 叮 奖品自动兑换成功 恭喜获得演技超群 演技超群 宿主拥有此技能 将瞬间掌握演戏精髓 能快速摸透角色的内蕴 对演戏动作 细节 气场等方面 都精准拿捏 一凭一笑恰到好处 令人惊叹 定 奖品自动兑换成功 恭喜获得表演理论精通 表演理论精通 宿主拥有此技能 将瞬间掌握表演所有理论知识 更好地理解角色思想 情感和行为 由渊博的学术来指导行动 成为真正的演技派 定 奖品自动兑换成功 恭喜获得台词精通 台词精通 宿主拥有此技能 将瞬间掌握台词精髓 无论是口齿熟练度 清晰度 还是字里行间的情感表达 都能做到极致 让你说出的台词 字字珠奇 深入人心 定 奖品自动兑换成功 恭喜获得生形合一 生形合一 宿主拥有此技能 将瞬间掌握表演形体精髓 让你在各类表演中 应有的面部神态 和身体反应 都变成本能展现 喜怒幽丝悲恐惊 各类形体完美演绎 游刃有余 紧接着 廖仁南只感觉脑袋 微微一麻 俨然掌握了海量的表演知识 同时 他的表演能力 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别说眼睛 就算是身上的毫毛 都能出现 感受到这番变化 廖仁南也是欣喜不已 毕竟 他马上就要去参演广告微剧 那也是需要稍微演演的 而这几个神级技能 无疑算是雪中送炭了 而同时 廖仁南心中也大概猜到了 这些辉煌值到底是怎么来的 他便打开手机 开始搜索起来 多项证据反击 各位朋友的声援 廖爸妈的直播 这一刻 廖仁南心中一暖 眼眶也有些红了 以往 无论面对任何事情 廖仁南都会选择一个人默默地承受 能够处理的也就算了 若是一些自己不能左右的 难免会让人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甚至有一种深深的恐惧与绝望 但此时 廖仁南明白了 他有家人 亲人 朋友 有着强大的靠山 他不再是孤立无援了 当然 廖仁南也很清楚 这一次的反击 是由李千默来主导的 而李千默的出色 让他刮目相看 他不仅有着精致的外表 而且在处理复杂事物上 也是头脑清晰 雷厉风行 是廖仁南在分身乏术时 能够绝对依靠的女人 这样完美的伴侣 真是可遇而不可求 而此刻 在浏览网页的下方 一条红字新闻的链接 吸引了廖仁南的注意 锦号施报事件后续 苏雪仓皇逃离医院被群追 一路头顶战袍画风超滑稽 锦号 犹豫了一下 他还是点开了这个帖子 第147章 跟窜街老鼠的神态一模一样 这是一篇图文报道 里面插入了一段剪辑的小视频 视频中 只见一位红衣女子 用一件白色的西装外套 将头骨得严严实实 然后 被一名身形偏瘦的男子 背着急匆匆的离开医院 在两人的身后 有好几位记者紧跟着 对着他们拍照 录像 也许是跑得太快了 那位男子的脚下一滑 两个人同时摔倒 在地上 发出几声痛苦的惨叫 两人的面也露出来了 赫然就是苏雪和花泽吕 苏雪狠狠地瞪了花泽吕一眼 也顾不得胳膊摔得疼了 男警起身 再用衣服挡住头 往医院的后门处方向跑去 这时 花泽吕也爬了起来 紧紧地跟上 其中 医院的后门处 停有一辆商务车 两人一钻进去 车子便关门 发动 快速开走了 文章下方评论区 留言也非常的多 尼玛 苏雪不是说 自己要抢救吗 伤能好到如此快的程度 也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了 这两个斗逼摔的那一跤 真是太戒恨了 不吃 苏雪和花泽吕两个人 是猴子请来的斗逼吗 这两人视频中的模样 不就跟过街老鼠的 神态一模一样吗 有点意思 长见识了 娱乐圈就是这么乱七八糟 各种们一次次挑战 人们的认知底线 欠辞 廖任南笑了笑 便关闭了网页 紧接着打开灰信聊天软件 点开了李千默的视频通话 那头秒接通 李千默精致的翘脸 出现在了镜头前面 任南 你下飞机了是吧 对啊 刚到一会 廖任南笑了下 问道 你们在干嘛吗 吃晚餐啊 李千默回答道 便把镜头拿远一点 让镜头的视野更广些 可以看到几人 围坐在餐桌前 上面放满了 各色美味佳肴 而这时 蒋方和廖正群也纷纷 冲着廖任南挥了挥手 爸 妈 廖任南笑着喊了声 接下来 镜头挪到鸾鸾和贝贝 两个小家伙的身上 他们一人 拿着一只澳洲大虾 举起来 给廖任南看了下 然后就埋头吃起来 连说话都顾不上了 廖任南见状 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千默 想到什么 廖任南问道 你们这是在哪里啊 这是在凯撒酒店 李千默笑着回答道 就是离我别墅 很近的那家 任南 你在外面 就安安心心的 不用担心我们的事情啊 嗯 廖任南点了点头 道 真的谢谢你啊 千默 那几条娱乐新闻 你为我做的 我都看到了 没啥 李千默爽快的道 这些都是 我应该做的 我们大家都爱你 这时 李千默又将手机 拿得远一些 让每个人都可以入境 叔叔我爱你 爸爸我爱你 廖恩贝和廖鸾带头 各喊了一声 儿子 我们爱你 一向腼腆的蒋方 和廖正群 也是跟着喊了一声 廖任南眼眶一红 我也爱你们 呵呵李千默的眼圈 也有点红 但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 故意笑了几声 想到什么 他又问道 对了任南 你待会晚餐 怎么安排的 片方已经准备好晚餐 我待会过去 就可以吃了 估计马上就要到了 廖任南笑着道 哦 李千默应了一声 道 那你待会好好用餐 等有空再发视频给我吧 嗯 廖任南道 拜拜 宝贝 呵呵拜拜 李千默道 不多时 车子驶入一座 五星级餐厅 停在了大厅的入口处 透过车窗 廖任南便看到了胡志勇 车门一开打 胡志勇就迎了上来 廖老师你好 欢迎欢迎啊 胡总监你好 廖任南也笑着打招呼 两人简单寒暄几句 便向着餐厅里走去 在胡志勇的带领之下 廖任南来到一处VIP包厢 包厢的贵宾席位上 坐着一位头发半白的中年人 这个人廖任南是认识的 他是华夏威电影的名导之一 名字叫做夏国义 夏岛 你好 廖任南主动打招呼 你好 廖任南 夏国义也赶紧站了起来 和廖任南握了握 另外还有一个熟悉的面孔 刘焕 廖任南 你终于到了啊 刘焕笑着道 也对着廖任南伸出了右手 看到熟人 廖任南也是放松了些 跟他握了握手 刘老师 想不到在这里 也能见到你 可不是吗 刘焕笑了笑 解释道 我是在你们团队的隔壁剧组 要协助创作一首电视剧主题曲 正好听说你会来 也就过来凑凑热闹 哦难怪 廖任南点点头 想到什么 刘焕笑了笑 道 今天有关你的新闻 可是闹得沸沸扬扬的 不过 你的公关团队做得很好 人难你应该给他们加加鸡腿 是的 我也关注了 一旁的胡志勇 也开口道 真的是挺厉害的 可以说是直击敌人要害 其实我最初也挺担心的 怕会影响到广告拍摄什么的 还好这件事情顺利过去了 而且 这也不是廖老师的问题 所以真的不必太在意的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好好拍广告了 廖任南听到这话 微笑着点了点头 很快 菜都上齐后 几人拿起筷子 吃了起来 边吃边聊 一会儿后 刘幻画风一转 问道 对了 任南 上次你答应 说给我写一首歌 这次我正好就在你们的隔壁棚 要协助剧组 写一部电视剧主题曲 我看那制作团队 都连着弄五天了 但都没有写出 我们想要的那种效果 感觉都走进死胡同了 所以 文言 夏国一微微一笑 摇摇头道 刘兄啊 我是奇怪你 怎么会来呢 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吧 看以前每次约你出来 你都是避而不谈的 今天可性子 完全变了 居然主动送上门了 原来是带着任务 冲着廖任南来的 可可也没有 刘幻山笑了声 道 主要是离得近 不也是碰巧吗 夏国一摆摆手 显然是不信 确实 对了刘老师 廖任南去问道 你说的主题曲 是对应哪部剧啊 就是经典影视剧 水浒传 啊 刘幻朗声回答道 第148章 大河向东流啊 这话一出 廖任南眼中 闪过一抹金光 事实上 在这个平行世界里 水浒传 这部电视剧 已经拍了两版 不过这两版的主题曲 都不是那首 快职人口的 好汉歌 它的第一个版本 是一首偏古风的武侠歌曲 第二个版本 则是一首爱情类歌曲 当时 这两首主题曲一出来 就受到了许多的诟病 特别是第二个版本 甚至被骂上了热搜 都评论这首主题曲 小家子气 牛头不对马嘴 拉低了经典文学作品的档次 其实 廖任南在没觉醒记忆之前 他作为一名音乐制作人 就感觉那首主题曲 跟电视剧画风不大 被喷也属实正常 而现在 这部作品拍摄第三版 并重新择选广告曲 也是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制作团队也不敢怠慢了 对选曲要求变得严格起来 或许 这就是他们忙了五天 都没有结果的主要原因了 这时 刘幻继续道 我自己 也尝试编了一首 但总是觉得不尽如人意 不过 任南你也不用着急 先把下岛的事情忙完 到时候 有空过来转一转 这首主题曲 也是三方合作 其中我只是负责演唱的部分 所以 你就按照我适合的曲风险 至于酬劳方面 预算有这么多 说着 刘幻左手 比出两个零 右手五根手指 全部伸直 旁边 夏国义和胡志勇 两人健壮 眼睛也是一亮 这个报酬在业界 应该不算差了吧 刘幻也接着道 从这也可以看得出来 《水浒传》剧组是真的下血本了 所以 任南你一定要把握住 明白了 刘幻老师 廖仁南点了点头 微笑道 太好了 见廖仁南同意 刘幻欣欣慰地笑了声 道 那赶紧吃菜吧 不然凉了 嗯 大家都吃 于是 几人都举起杯 边喝边吃起来 由于晚上还要拍摄 所以大家都没有喝酒 而是用饮料来代替 但这并不妨碍几人的热情 气氛很是融洽 廖仁南本来就不饿 吃一点便感觉饱了 而相比起另外几人 他的话算是最少的 坐着听了一会 感觉无聊 便起身到包厢的沙发上 休息下 单坐了两分钟 他更加感觉有些无趣 于是 他心中一动 从包里拿出纸笔 在茶几上写了起来 至于夏国义和刘幻两人 则是聊得格外的起劲 毕竟是很久没见的好朋友 胡志勇也在旁边陪着 时不时的插上几句话 不知过了多久 哎呦 夏国义瞅了眼手表 都六点半了 再过一个小时就要开工了 你看跟你一聊 都忘记时间了 不着急的 刘幻开玩笑道 你是导演吗 往后言一言 不就一句话的事情吗 那不行 夏国义摇摇头 这个广告太急了 日程都排满了 可不能往后言了 好吧 那今天就这样了 改日再聊 刘幻点头表示理解 嗯 夏国义点点头 好的 那 咦 仁南呢 两人这才注意到 已经好一会儿没有 看见料仁南了 便起身走到隔间 才发现料仁南服在茶几上 正看着什么文件 刘幻便走近点 笑着提醒道 仁南啊 我马上就要走了 就是先前跟你说的主题曲 一定 切记 千万要放在心上哈 我们的拍摄棚就在隔壁 到时候过去玩一玩 好好把握住机会 刘老师 不用了到时候了 料仁南淡淡地道 说着便把手中的卡纸 递了过去 一旁 夏国义和胡志勇 两人健壮 有些猛圈 刘幻更是一正 随即回过神来 连忙接过纸张看起来 他发现 这是一首乐谱 歌词功功整整 曲谱都非常完整 刘幻看了眼歌名 上面写着 好汉歌 想到什么 他心中一颤 问道 这个难道是 水浒传的主题曲 嗯 料仁南点点头 咕噜 刘幻猛咽了一口唾沫 便试着吟唱起来 大河向东流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 哇 料仁南闻声 眉头皱了皱 调子起低了 刘幻善笑一声 便重新开始唱起来 有实力的歌手就是这样 只要给他们一张全新的曲谱 他们就能慢慢地找到 最适合自己的唱法 如此反复三四遍后 刘幻终于找到节奏 大河向东流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 嘿嘿 参北斗 生死之交一碗酒 说走咱就走 你有我有全都有 嘿嘿 全都有 水里火里不回头 一段唱完 你们觉得怎么样 刘幻问道 有感觉 胡志勇文言 蒙点头道 挺有感觉的 作为一位科班音乐人 胡志勇听过不少的歌曲 一首作品的质量 水准如何 他听几句 就能有个大概结果 确实有那个味 夏国义也赞同道 真的可以吗 作为水虎传的主题曲 刘幻再次问道 他作为演唱者 听不到唱出来的效果 属于当局者迷 夏国义 直略懂音乐 一下就被问住了 刘幻老师 胡志勇便道 要不你再唱一段 我们再仔细听听 刘幻点头 继续唱道 路见不平 一声吼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风风火火闯九周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风风火火闯九周啊 哈儿呀 夜儿呀 黑呀黑夜儿呀 这一段刚唱完 有感觉 虽然歌词有点朴实 但整体旋律大气磅礴 让人听了感觉情真意切 荡气回肠 真的是超级有感觉的 胡志勇赞不绝口 确实是和水虎传 夏国义也附和道 我听到这几句歌词 都感觉宋江 朝盖 卢俊逸 林冲 李奎 鲁志深 武松等 这些水虎英雄全都活灵活现 正上演着一出好戏 第149章 这钱也太好赚了吧 文言 嘿嘿 刘幻点了点头 道 其实我也觉得这首歌 跟电视剧风格挺搭的 想到什么 他又看向廖仁南 问道 这是你 刚刚写的吗 对 廖仁南微微汗手 死 接下来便听到 三声道抽凉气 尤其是胡志勇和夏国义 两人眼里都写满了震惊 他们毕竟没有见过 廖仁南急性创作的本事 在这一刻突然碰到 也是着实被吓了一跳 好家伙 写歌这么容易的吗 这只是一顿饭的功夫 连20分钟都不到 这钱也太好赚了吧 有那么一瞬间 他们甚至生出了转行的念头 而刘幻也是 眼神炙热无比的 看着廖仁南 果不其然 他就知道 廖仁南能写出来 当然 退一万不讲 就算这首歌不能选为 《水浒传》主题曲 那至少也是一首 高质量的音乐作品 随便卖给哪位歌手 都要值大几十万的 连刘幻自己都想要把它买下来 廖仁南这创作能力 牛逼呀 自愧不如 这时 刘幻欣喜地道 那我待会就拿过去 跟剧组内部商定一下 有结果立马通知你 可以 廖仁南点头道 对了 歌曲版权什么的 刘幻又问道 已经注册了 廖仁南笑着道 另外 我会让我助理跟剧组联系 以方便对接后续相关事宜 如果歌曲有任何问题 我都是可以做调整的 在写完这首歌之后 廖仁南就把歌词和曲谱 都拍给了自己的下属 他有专门负责版权注册的合作方 每一环节的工作人员 都签了保密协议 如果泄露的话 将面临巨额违约金 及刑事责任 所以 作品版权问题 他根本不需要操心 那这样最好了 刘幻笑着道 等你后续什么时候有空 咱们再碰头商讨一下 这首歌编曲 润色什么的 可以 廖仁南点点头 老夏 刘幻心中一动 转头看向夏国义 道 等会你们拍摄广告的时候 对我这位小兄弟照顾一点好 明白 夏国义应了一声 刘幻随便道别几句 便离开了 廖仁南 胡志勇 以及夏国义三人 也是快速地收拾了一下 往片场奔去 某精品小区 学姐 多少吃一点吧 不然会饭滴血糖呢 曾姨可将一份便当 递到了苏雪的面前 我没胃口 你先放着吧 苏雪头也没抬 继续刷着手机 可是越刷手机 她的脸色就越难看 现在 网络上全是骂她的 简直是不堪入目 阿姨 您要不吃点吧 曾姨可又转头 劝起何如梅来 唉 何如梅叹了口气 接过便当 道 吃吧 不吃也解决不了问题 对啊 曾姨可赞同地点点头 然后自己也端起一份 小口小口地吃了起来 而花泽吕健壮 也是跟着端起便当 狼吞虎咽起来 今天真的可以 成为圣雪历险记啊 原本这只是苏雪的家事 但随着舆论的扩大 现在整个圣雪娱乐公司 都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除了苏雪之外 花泽吕 曾姨可两人 是被粉丝们重点问候的对象 两个小时之前 他们从医院出来后 本来是准备回公司的 结果去了后惊讶的发现 圣雪工作室大门被堵了 还被扔满了垃圾和臭鸡蛋 之后 几人准备去苏雪家 却发现也有粉丝在蹲点 所以 几人兜兜转转 最后来到了曾姨可家 只能说 这群脑残粉 实在是太脑残了 这一次 他们真的是怕了 几人正吃着尖 我的天 花泽吕 苏雪突然惊呼一声 怒怒看向花泽吕 道 你什么时候 跟关闭局搞到一起了 啊 花泽吕听到这个名字 下意识地露出了一抹惊恐之色 道 没有啊 雪姐 我跟她又没有什么关系 还嘴硬 苏雪美好气地瞪着花泽吕 道 都特么上头条了 好家伙 还怀孕了是吧 花泽吕听到这句话 眼睛瞪得比同龄还大 嘴上条件反射般 否认道 不是 绝对没有的 和苏雪彻底无语了 咬牙道 你自己看吧 说完 她把一条娱乐新闻 转发到几人的工作群里 花泽吕连忙拿起手机看了起来 曾姨可见状 也赶紧将便当放在桌上 然后打开了手机 只见 这是一个微博大V 发的一条图文 锦号花泽吕 关闭局地下亲已久 女方产检显示 怀孕两个月 锦号 主要内容概要是 据悉 花泽吕和关闭局 两人交往已久 恋情已始在18年 一起旅游吧 综艺 期间 花泽吕和关闭局 就亲密举动不断 被调侃式公费恋爱 其中暴露了大量恋爱的踪迹 向花泽吕不舒服 关闭局将花泽吕的头 贴在自己身上按摩 他们两人曾使用过多个同款 包括帽子和戒指等物品等 诸多细节均显示 两人地下亲已久 不过 当时也有不少粉丝 解释称 是品牌赞助商送的 而因为没有实锤的照片 后来这条爆料也不了了之 而今日下午 有知情人士曝光 两人共同进出酒店的照片 直接时 捶了两人在一起的事实 同时 有网友拍到 两人于漂亮国 圣飞特国基医院产检科就诊 显示关闭局 已经怀有两个月的身孕 这篇报道里面 还有好几张图片 第一张照片中 花泽吕戴着鸭舌帽 牵着一位比他矮几公分的女人 正是关闭局 两人一同进入酒店 他们的侧脸都被拍了 十分的清楚 根据周围的商店标牌 显示两人是在樱花国 第二张是个动态图 可以看到花泽吕和关闭局两人 在漂亮国的圣飞特国基医院 他们完全没有做任何的遮挡 一路上食指向扣着 最后进了挂牌为 Maternal Inspection Department的房间 在这张动态图的下面 还特别标明 这串字母的意思是 产检科 第150章 致命的反击 最后一张照片 则是一张B抄图 上面全是英文 但一些关键的地方 却被翻译成了华夏文 还用红字圈了起来 比如单胚 二月零等字样 最后 这张检查报告单的末尾处 还有花泽吕和关闭局 两人的签名 此刻 这篇图文的点赞 转发量都已经超过了十万家 在文章下方评论区 也已经有很多留言 尼玛 花泽吕真是有一把刷子 闷不吭声的 就爆出这么大的瓜 火星弟弟口味真重啊 居然连包牙姐姐都不放过 两人这是准备把宝宝生出来吗 不得不说 还是挺勇敢的 早就感觉这花泽吕样子怪怪的 人阴气沉沉的 不知道在搞什么坏事 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啊 还华夏歌坛永远低神 我看他是华夏歌坛永远低 神经病 不吃 那些穿昏纱的花粉呢 站出来说话啊 不准备洗白白了 见此 哄 花泽吕直感觉脑袋一炸 他身体一软 也从沙发上滑了下来 瘫坐在地上 和苏雪冷笑一声 道 看你这样子 终于承认咯 我 花泽吕嘴唇颤抖着 道 我们都躲到漂亮国去了 怎么还是会被拍到呢 人啊 苏雪美好气得到 只要做了亏心事 就总有会暴露的一天 学姐 对不起 花泽吕回过神来 连忙起身 对着苏雪跪下 道 不过 我已经跟他断了 是他非要留下这个孩子 所以我才跟他去检查的 别 不用 苏雪抬手制止道 你不用 跟我解释这些 你并没有对不起我 花泽吕文言 不由得一正 嘀咕道 学姐 你的意思是 爱苏雪摇摇头 无奈地叹了口气 道 我也真是看走眼了你 不过还好我醒悟得快 早就没对你抱希望了 你知道你合同到期 我为什么一直压着还没签吗 就是发现 你为人不稳重 学姐 不要这样 花泽吕慌了 酷诉道 我以后一定会努力的 再说了 我可是还要参加天籁之音决赛的 笑话 苏雪插笑道 你爆出这样的丑闻 虽然不至于被拉为污点艺人 那至少人气是大打折扣的 你觉得 还有机会晋级天籁决赛吗 花泽吕听到苏雪的话 赶紧拿起手机 看看自己在天籁上的人气投票排名 第一 廖仁南 3574万票次 第二 叶旭坤 2312万票次 第三 花泽吕 1954万票次 第四 王兴林 1765万票次 第五 任贤奇 1695万票次 第六 林志玄 1452万票次 第七 关闭局 1236万票次 第八 见此 花泽吕松了一口气 自己还是不为歌手第一名 人气根本就没有受到影响 而下一秒 他看到人气投票软件提示栏 显示出一条红字消息 变点开了 重要通知 新号月新号日 歌手花泽吕 关闭局两人 引起相关的舆论风波 经天籁节目组仔细商讨决定 取消花泽吕 关闭局两位歌手 参与决赛的资格 后续补卫歌手 仍旧按照人气排名高低 进行晋级 规则不变 请各位参赛歌手 规范自身的行为 牢记艺人文化担当与职责使命 维护行业有序发展 为观众树立良好的榜样 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 天籁之音节目组宣发 紧接着 只见这个投票软件 数据自动刷新一次 排名已经发生了变化 第一 廖仁南 3846万票次 第二 叶旭坤 2521万票次 第三 王兴玲 1932万票次 第四 任贤齐 1725万票次 第五 林志玄 1564万票次 第六 看到这一幕 花泽旅人傻了 双目无神地靠在沙发上 宛如一具尸体一般 见此 苏雪无语地摇摇头 他最讨厌无能的人了 花泽旅此刻的神情 无疑让他鄙视到了极点 正在这时 叮铃铃 一阵手机铃声响起 苏雪一看是个重要号码 便连忙接了起来 吴董您好 您怎么有时间 给我打电话了 苏雪笑盈盈道 苏雪口中的吴董 名字叫吴祖金 吴祖金是娱乐圈的大佬之一 积极擅长明星包装和运作 手里捏着不少明星的命脉 曾经 在明星的眼中 吴祖金是绝对的香波波 只要被他看中 大红大紫是最基本的 现在 吴祖金已经转到了幕后 却仍然牵扯着 圈内庞大的资金链 这时 苏雪呀 吴祖金沉声道 你这次可真是惹大麻烦了 怎么 吴董 苏雪一脸猛逼 道 我什么都没做呀 什么都没做 和吴祖金哑然失笑 道 只以为你为人精明 是懂得圈子里厉害关系的 结果我觉得 你是一窍不通 那个小姑奶奶 是你惹得起的吗 一听这话 苏雪明白了 道 您说她 那我不也是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吗 总不能让他们骑到我脸上 我还忍气吞声吗 喝正当权利 吴祖金轻笑一声 道 你觉得现在丢的脸还不够吗 再说了 就算你是真的有脸 那小姑奶奶也惹不得呀 不是 苏雪无语道 法治社会 她就能只手遮天吗 我就不相信 苏雪 没等她说完 吴祖金直接打断 我打电话给你 不是来跟你扯这些的 只是想告诉你 府院文艺监管总局下午来人了 把我旗下企业 跟你工作室合作的所有影视 综艺合同等 全部都抄走了 其中包括资金流来往 税收缴纳什么的 全都每一笔细项再查 估计马上就要到你那边了 赶紧做个准备吧 不然措手不及 第151章 比那些专业演员都要好 听到这话 啊 苏雪瞬间就慌了 啊 他们怎么还可以这样 不然呢 吴祖金冷言道 以为人家跟你一样 只成口舌之快吗 反正加紧尾巴做人吧 感觉这次真有大事发生 吴董 苏雪彻底没了主意 啊 如果真出事了 您得帮帮我啊 哎 吴祖金深深叹了口气 都跟你说了这么半天 看来你还没搞清状况 现在可是府院出面 谁敢帮 怎么帮啊 难道想把所有人都牵连下去吗 反正乖乖立正挨打吧 如果上头手下留情 续点力 还能东山再起 总有办法的 吴董 苏雪仍不肯罢休 他完全把吴祖金当成 自己在圈里的保护伞 如果保护伞都不灵了 那他自己还能怎么办 我这边还有事情处理 那就这样了 吴祖金说完这一句 便挂断了电话 嘟嘟嘟 听着话筒里的盲音 苏雪也瘫软在沙发上 并瑟瑟发抖了起来 那模样 比起一旁的花泽旅 好不到哪里去 与此同时 京省综合影视基地 一间名为华夏移动的拍摄棚里 夏国义正指挥着工作人员 锦然有序地做着准备工作 棚内的服装间里 一位女化妆师正在给廖仁南补妆 另一位女造型师则给他整理着服装 此外 还有一名导演助理 正给廖仁南讲解着 接下来要拍的戏份 整个气氛非常和谐 实在是廖仁南帅的无与伦比了 他们都很庆幸自己能来服务 得益于表演理论精通技能 廖仁南很容易就明白了 导演助理所传达的信息 他已经想好了 待会要怎么演 没一会 全部弄好之后 廖仁南便来到拍摄场地中间 他虽然解锁了表演技能 但是毕竟没有实操经验 此刻 面对这么多镜头和设备 廖仁南还是有点声色的 夏国一见状便笑着问道 人哪 你以前有拍过广告 或者MV视频什么的吗 没有 廖仁南微笑着 摇了下头 道 我以前是做幕后的 哦 夏国一恍然大悟 点点头道 不过没关系的 你待会尽情地演 放轻松点 大不了 咱们多试几条 看着夏岛温柔的表情 周围的几名工作人员 内心都是十分的诧异 因为这个夏岛 跟其他导演一样 脾气很是暴躁 拍戏时 经常从开始 吼到结束 还最讨厌跟新人合作了 不过 廖仁南现在可是炙手可热 娱乐圈未来的顶流啊 夏岛能够区别对待 也是情有可原了 就在这时 一切就绪之后 三 二 一 开始 第一场 镜头一 听到这声口令 廖仁南也认真起来 其中 这是一个三十秒的短片 可以细分为三个分镜头 摄影机定格 聚焦到了廖仁南身上 演技超群 能快速摸透角色的内蕴 对演戏动作 细节 气场等方面 都精准拿捏 一平一笑 恰到好处 令人惊叹 台词精通 无论是口齿熟练度 清晰度 还是字里行间的情感表达 都能做到极致 让你说出的台词 字字珠奇 生路人心 声形合一 让你在各类表演中 应有的面部神态和身体反应 都变成本能展现 喜怒忧思悲恐惊 各类形体完美演绎 游刃有余 这一刹那 廖仁南身上的气势 瞬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一个镜头 是廖仁南在一家咖啡馆内 敲打瓷器杯子的戏份 场景中 有节奏律动地敲打着 喝完咖啡后空的瓷器杯子 他神色轻松 嘴角洋溢着微笑 完全一副乐在其中的表情 瓷器杯子在他的敲打下 发出一阵清脆悦耳的声音 廖仁南本来就精通旋律 这也是轻而易举的事 就在这时 旁边传来一道铃声 廖仁南微微皱眉 朝那个方向看了过去 整个过程以一气呵成 OK 卡 伴随着夏国义一声令下 片场所有人都松懈下来 仁南 夏国义没开眼笑道 你表演得很不错呀 比那些专业演员都要好 继续保持这个状态啊 嗯 廖仁南笑着点点头 第一场 镜头二 开拍 这一场戏中 加入了两个配角 廖仁南还与他们有少量互动 这时 廖仁南站起身 顺着铃声来到两个配角面前 杨梅道 你们这音乐 从哪里来的 其中一名配角 笑嘻嘻地道 就是从动感地带社区下载的 真的是超酷的 刚到这里 暂停 夏国义大喝一声 道 你们两人怎么演的 有演过戏吗 文言 两名配角色缩一下 都没有说话 夏国义立声道 让你们展现出 刚被问到的惊讶 以及听懂问题后的喜悦 怎么感觉你们只有喜悦 而且就像是智障傻笑的那种戏 一点表演层次都没有 两名配角尴尬的点点头 都是一脸的愧疚 自己练习一下 三分钟后重拍 夏国义美好气得道 好的 夏岛 两名配角连忙点头 看到这一幕 廖仁南内心也是微微起伏 果然导演都是抱脾气 拍微电影的导演尚且如此 那拍成品影视的导演 岂不是更加暴躁 夏岛 廖仁南心中一动 开口问道 我有哪些地方 需要调整的吗 夏国义满脸堆笑 啊 没有 非常的好 接下来 第二 三场镜头 廖仁南全部都是一条就通过了 而且 他的临场状态越来越好 表演的也越来越精细 夏国义不停地夸赞着廖仁南 很好 完美 这个动作很经典 满分 片场里 一片欢声笑语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是国际影帝 正在里面演戏呢 第152章 这哥们分分钟卷死你 不知不觉中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嗯 可以 夏国义看着监视器 头也没抬得到 这条过了 准备下一个镜头 夏岛 都拍完了 旁边的助理提醒道 啊 夏国义愣了下 拿过脚本看了看 发现上面的每个镜头 都标注了一拍字样 黑居然真的拍完了 夏国义轻叹一声 嘴角擒着一抹笑意 下意识地看了眼腕表 这才刚刚凌晨一点钟 真是神速啊 好吧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辛苦大家了 大家回去好好休息 咱们明天继续 夏国义没开眼笑地道 本来都做好熬夜准备的 居然提前收工了 关键是广告拍得特别好 可以说是夏国义迄今为止 拍得最有感觉 最顺利的一次了 到时候 可以跟片方要求夹鸡腿了 爷 听到夏国义说的话 大家都欢呼一声 便开始收拾东西 不行 不能全部休息 夏国义忽然想起什么 拿起脚本 在上面圈了几条 转头看向执行导演 道 这几条配角的单独镜头 都是有瑕疵的 你们继续多拍几个版本 我明天过来择游挑选吧 好的 夏导 执行导演脸上不乐意 但嘴上却答应着 而旁边几个配角听到 也立马高兴不起来了 这时 廖仁南也进了服装室 去卸妆和换衣服 没一会 他弄好之后 走了出来 夏国义看到廖仁南 脸上堆笑 道 辛苦了 仁南 晚上好好休息 咱们明天继续 嗯 廖仁南应了一声 又道 那个导演 有个事情跟你说一下 这是我第一次演戏 我是可以被要求的 比如说 重拍几遍什么的 今天几个场景下来 一共拍摄了二十多个镜头 全部都是一条过 廖仁南都觉得有点心虚了 他可不想因为自己有点人气 或者由于刘患的特别交代 而被夏国义特殊照顾 明白的 仁南 夏国义笑出满脸肘子 我看得出来 你有那份赤子之心 想要把作品演好 但我想告诉你的是 你真的演得很好 完全不输专业演员 甚至比他们都要演得好 而且 我作为导演 该有的职业操守还是有的 不会为了你而去放弃作品质量 所以放宽心哈 你做得特别好 说到最后 夏国义还对着廖仁南 竖起了大拇指 事实上 在得知廖仁南是纯新手时 夏国义其实有一点头疼的 但是出于各种理由 他肯定会关照廖仁南的 大不了情能捕捉 作品质量和人际关系都得抓住 可没想到 廖仁南接下来的表现 给了他意外的惊喜 之后 夏国义更是惊喜连连 他真的觉得廖仁南有演戏天赋 廖仁南就属于那类 为演戏而生的天才 夏国义拍了上千部的微视频 他自诩艺术秀觉 还是很敏锐的 绝对错不了 好的 夏岛 听到这话 廖仁南终于松了一口气 而此时 棚内的几名群演 无意间听到了这段对话 心情很是复杂 好家伙 人比人 气死人啊 现在 娱乐圈的小鲜肉 都是这么强的吗 简直都不给人留活路了 谁他妈说 娱乐圈落寞了的 你过来试试 这哥们分分钟卷死你 没一会 打了声招呼后 廖仁南就坐上专车 准备回自己的酒店了 坐在轿车里 他打开手机 发现李谦默有发来 好几条的灰性消息 22点42分 仁南还在忙吗 拍广告很辛苦吧 自己记得多喝点水 或者功能饮料 补充点体力 22点53分 晚上有空隙的话 就自己秘讳 别傻傻地熬一整晚 我今晚跟叔叔阿姨 还有贝贝轮轮他们 一起在酒店休息 不用担心什么的呀 23点10分 时间有点晚了 他们都睡着了 我也准备睡了 辛苦你了 明天有时间再聊 晚安 廖仁南看到这些消息 心中涌起一股温暖 有一个女人 能将自己的心 再一次地填满 这种感觉 真的太好了 我拍完了 放心 明天聊 廖仁南只回复了一条 毕竟这么晚 把李千莫吵醒了 那就罪过大了 很快 廖仁南便到达酒店 简单地洗漱后 他也抓紧时间睡下了 再次睁开眼睛 已经是第二天 上午的8点钟 今天要拍的 都是白天场景 时间定在10点钟开始 所以这个时间并不算迟 廖仁南第一时间拿过手机 打开一看 果然有李千莫发过来的灰信消息 哦 晚上能睡一下 还是挺好的 我们已经出来了 准备完的 廖仁南一看 这几条消息 才刚刚发一回 便点开了李千莫的视频通话 那头秒接 李千莫漫妙的身影 出现在镜头前 他穿着一件V领 素身短袖 搭配着一件 深蓝色紧身牛仔裤 把好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 人南李千莫奄然一笑 是不是我把你吵醒了呀 没有啊 我睡醒了 廖仁南从旁边拿过一个抱枕 放在脖子处撑起 问道 你们这是在哪里呀 迪士尼呀 李千莫甜甜一笑 然后 他把镜头对准身旁的旋转木马 贝贝 鸾鸾 蒋芳 以及廖正群四人 正好坐着木马 从镜头前面转过去 全都激动的向廖仁南挥了挥手 廖仁南见状也露出了笑容 道 你们起得可真是够早啊 说着 他还打了个哈气 我们昨晚睡得早 李千莫笑着道 看你应该还没睡够吧 还好吧 廖仁南索性起床 准备去卫生间洗漱 让自己清醒一下 他一边走 一边说道 我觉得你们当演员也挺辛苦的 动不动就得昼夜颠倒 确实啊 李千莫点点头 道 不过等你熬出名气 便可以跟导演约定时间 就不用经常熬夜了 另外 你这也是刚开始不习惯 等到时适应这样的节奏就好了 嗯 廖仁南点点头 仁南 李千莫心中一动 问道 你今天要拍什么戏啊 廖仁南沉音片刻 道 三个三十秒的短广告 昨晚都拍摄完了 那今天就是拍摄 这首曲的微电影了 哦 李千莫点点头 忽然鼓起粉色的腮帮子 道 那你今天岂不是 要跟舞蹈学院那个所谓的 青春校花女神合作了 可 廖仁南原本正在喝水 此刻 他被呛了一下 道 你怎么知道的啊 第153章 你现在很随便啊 文言 李千莫抿了鸣粉唇 似乎有些不高兴 道 我看了发布会介绍的呀 那你是不是很期待 到时候的对手戏啊 哪有 廖仁南苦笑一声 道 都是错开拍的 而且 就算有对手片段 我已经有李千莫了 其他女人在我面前 都是空气 呵呵 至这还差不多 李千莫的一张俏脸 又恢复了灿难的笑容 廖仁南见此 暗自松了口气 看来红女人 是每个男人毕生的课程啊 这时 李千莫笑着道 那你赶紧起床冲得早 然后好好吃顿早餐 再去拍戏呗 嗯 我是准备来冲澡呢 廖仁南说完 将手机往洗漱台上一放 刷的一下 脱掉了自己的上衣 露出一身精壮的肌肉 不是 任男 你现在在我面前 很自由 很随意啊 李千莫嘴上抱怨着 眼睛却看得很带劲 还有更随意的 你要看一看吗 廖仁南挑了挑眉 一边说着 一边开始起裤带 不想看 李千莫嘟着嘴唇 直接拒绝 但廖仁南手上动作并没有停 这个着实把李千莫吓到了 他连忙道 那你待会去片场 提前多杯点水和功能饮料 别一忙就身体都不顾了 有空再给我发消息 先挂了哈 拜拜 李千莫一溜烟说完 便快速把视频给挂了 廖仁南笑了笑 关掉手机屏幕 专心冲起早来 吃过早餐 收拾东西 廖仁南便不慌不忙地去了片场 今天大多数是外景 所以没有固定拍摄场地 跟随剧组走就行 同时 与昨晚相比 剧组里的演员多了不少 这其中 自然也包括那位清纯笑话女神 杨菲娜 她是精神舞蹈学院的在校大学生 舞蹈功底非常扎实 长相也是十分的甜美 不过她比起李千莫 还是被甩了一大劫 毕竟 李千莫身上的那种 出生名门的高贵和傲娇 以及一种与生俱来的仙女气质 根本就不是一般的女演员可以比拟的 其中 今天的主要任务 是拍摄广告曲的MV 总画面大概有六分钟左右的时长 里面有植入 华夏移动动感地带的产品 以及宣传元素等 这不是三天后 要在华夏移动新品发布会上 进行播放的 这就显得很紧迫了 此外 这首MV主要取景 是在华夏戏区学院附中 进行拍摄的 场景转换 包括学校练舞厅 食堂 以及体育场等 大概故事线是 廖仁南扮演的男主 帮助她的一位男同学 去追跳芭蕾舞的杨菲娜 不过杨菲娜喜欢的 却是廖仁南扮演的男主 进而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这样的剧情和电影比起来 要简单得多 可是和三十秒时长的广告比起来 还是要复杂不少的 不过 廖仁南有个像神级技能加深 那表演起来也是游刃有余 跟昨晚表现一样 几乎每一个镜头 都是一条就过 这可把夏国义导演给恶坏了 也在其他演员面前 实实在在地秀了一把 但是 说到底 演戏也是一种团体行为 一个人就算是能力再强 也不能独自撑起一整部剧 在多人入镜的片段中 任何一个人有点失误 那都要重新拍摄一遍 所以断断续续的 时间在一分一秒中流逝着 不过 相对于其他演员来说 近于表演的廖仁南 时间还是非常充裕的 很快 把自己的戏份拍完 趁着空隙 廖仁南便返回到影视基地 参与广告曲的正式录制 毕竟在天类节目中 他只提供了一个简单的demo 那效果肯定不会太好 而对于这首广告曲 《华夏移动》也格外重视 不仅租了基地效果最好的录音棚 而且邀请了华夏顶尖的音乐制作人 廖仁南负责主导 监审 这些制作人负责执行 这边 交代完自己要求后 他又拨通助理的电话 询问一下剧组的情况 得知夏岛还在优化 女主角以及几个配角的 一些相关戏份 廖仁南想了想 便决定去一趟水浒传 主题曲的录音棚 上午的时候 刘焕老师就给廖仁南打来电话 通知他 好汉哥过河了 这在廖仁南的意料之中 不过 当时因为时间的关系 他只提供了歌词和曲谱 而在前世 这首好汉哥的编曲和润色 也是一大亮点 比如和声部分 选择领唱和合唱 相结合的方式 这样既突出了水浒传 电视剧要表现的群体形象 又表现了剧中 内容结实的深刻内涵 比如歌曲运用了续唱性的旋律 以歌词的自然语调为基础 以歌词的朗诵节奏为依托 字句结合 基本是一字一音或一字公音 乐句与词句的结构基本同步 这种续唱性旋律 自然 朴实 流畅 容易上口 当廖仁南把这几项建议 提出来的时候 《水浒传》主题曲制作组 纷纷都是眼前一亮 直接全票通过 并且立马执行起来 这边 廖仁南交代完了 他又要给助理打个电话 询问一下片场的情况 于是 一时之间 廖仁南要一心三用 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而同时 他还心记着在魔都的父母 以及廖恩贝和廖鸾 李切默自然也在其中 只要有点空余时间 他就会给几人通个视频 如此一来 他就是一心四用了 在这样的忙碌之中 时间过得非一般的快 终于在第三天 中午十一点钟 杀青 随着夏国义的一声令下 华夏移动广告曲MV 正式宣布拍摄完毕 第154章 你那个印字 它是双关吗 一时间 整个剧组 演员加上工作人员 一共三十多号人 耶 杀青了 大家齐声欢呼着 夏国义还亲手 给廖仁南 及女主饰演者杨菲娜 送上了鲜花 甚至还给每一位 稍微有点细分的群演 都送上了一束鲜花 以表示感谢 这种热闹的场面 仿佛这部作品已经发布 并获得了广泛好评一般 挺令人振奋和喜悦的 一部六分钟的MV杀青 就已经让人激动不已 那如果是一部正规两小时的电影拍完 估计所带来的成就感 肯定是更加爆棚了 一时间 廖仁南也不禁期待起来 看来自己以后有机会 也要朝电影圈发展的 现在 拥有表演方面的神级技能加深 他一个镜头 就能够有多种的表现手法 演戏完全成了一种享受 他都有点上瘾了的感觉 这一部短短的MV 完全不够发挥啊 接下来 廖仁南便把工作重心 放在了华夏移动这首广告曲的 调试和润色上面 毕竟都是实力派制作人操刀 加上廖仁南的坐镇指挥 在调了几版之后 作品也趋于完善 最后 制作团队需要把广告曲和MV视频 进行融合 并交由广告主 华夏移动集文易监管局进行审核 当然 这些都是相关单位 需要去操心和执行的事情 而到上一步 廖仁南的工作任务 算是完成了 这时 才是下午一点钟 稍微休息了一下后 廖仁南便去到 水浒传主题曲制作组 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 好汉歌上 经过两个小时的忙碌 廖仁南终于将这首歌 还原到了前世的99% 同时 廖仁南也做了一些细微的完善 让这首曲子的意境更加恢弘 旋律节奏也变得更加的饱满 甚至可以说 完全超越了前世的那一版 一时间 这也让水浒的音乐制作团队 见识到了廖仁南超强的业务能力 大家对他都是赞不绝口 最后 就是歌曲成品审核 走流程了 水浒相关单位对此非常满意 没一会 歌曲验收单就签了下来 这也就代表着 除去税费之后 四百多万被廖仁南收入囊中了 见合作圆满成功 刘焕也喜眉笑眼 廖仁南是他引荐来的 这让他觉得备有面子 不多时 胡志勇也打电话过来 告诉廖仁南 华夏移动的广告区和MV 通过审核了 在项目启动时 华夏移动方支付了 三千万的投契款 现在也就是说 剩余的六千万代言费 马上就要到廖仁南口带了 同时 胡志勇也代表华夏移动 邀请廖仁南在今天晚上 出席移动的新品发布会 并表示会在会上 播放这首广告曲 廖仁南二话不说 就直接答应了 终于 在下午四点钟左右 廖仁南舒舒服服的 躺在了酒店沙发上 他刚想着给李千默发灰信视频 李千默那头就发了过来 廖仁南秒接通 喂 仁南 你没有在忙吧 李千默曼曙的身姿 浮现在镜头前 他今天穿着一套 米白树身连衣裙透着一股知性美 千默不忙 廖仁南笑着应了一声 旋即反问道 你们呢 今天在忙什么呀 今天啊 李千默奄然一笑 贝贝去上学了 早上我们大家一起送他去的 哦 廖仁南微笑着应了声 听他继续说下去 他现在很喜欢听李千默说话 因为李千默的嗓音 清亮而甜美 让他单是听听 就觉得非常治愈 本来今天也有旅游安排的 但鸾鸾和叔叔阿姨都说 这两天玩得太逢太累了 就想在酒店好好地休息一天 李千默笑着说道 哼 休息一天也好 不然真的太累了 廖仁南笑着回了一句 又问道 那你呢 也很忙吗 我呀 李千默微笑着道 今天上午跟梁顺谷导演 签订了演员聘用合同 估计过一个月就要进剧组 说到这个 还真是太谢谢你了 沾你的光了 这时 廖仁南比出数字六的手势 哦 六次了呀 又忘记了吗 好吧 我的错 李千默敏了鸣粉唇 旋即又扑斥一声笑了 想到什么 他感叹道 时间过得好嘛 怎么感觉你都不想我的呀 李千默说着 粉嫩的小嘴再次绝了绝 现在 他一有空闲的时间 就会想起和廖仁南有关的一切 也会时常地回想起 在新田居发生的那些事 一念及此 某些少而不移的画面 就顺带着出来了 一张俏脸也变得红扑扑的 有一次在这个时间段 刚好李千默的妈妈 打了视频电话过来 李千默妈妈见此 还以为他在发烧呢 以前 李千默六年都等了 他以为十天只是小意思 但显然还是高估了自己 现在他都快成忘夫时了 当然想啊 廖仁南文言 连忙道 我刚才也正准备跟你发视频了 而且 我昨天晚上想你 想得硬是睡不着 李千默 怎么 网络信号不好吗 廖仁南看着他一动不动 还以为画面卡顿了呢 并拿起旁边的水杯 喝了一大口 没有 李千默沉默了几秒 方才缓缓开口 你那个印子 他是双关吗 噗 廖仁南直接喷了 他抽出几张纸巾 擦了擦道 千默 你学坏了 有点腐哦 故意逗我是吧 欠打呀 那你过来啊 李千默文言 小声道 我让你打 说完这句话 他的脸疼一下就红了 一直红到了脖子处 廖仁南看着他这纯纯的模样 觉得既好笑又有点可爱 便眉毛一扬 道 你以为我不敢过来吗 我正好明天有一天假 第155章 把身体状态调整到最佳 文言 啊 李千默愣了一下 玄机连忙问道 你明天不用拍广告了吗 对啊 不用拍 廖仁南笑了笑 解释道 本来安排了四天时间来拍摄的 结果剧组效率比较高 只用了三天就完工 并且作品已经过审 所以明天就多出来了 也太好了 李千默兴奋的几乎要跳起来了 那宝贝 廖仁南柔声道 我明天坐飞机回来 好好陪你一天吧 不用吧 李千默一口否定 道 你这样会很累的 难道那个 廖仁南不明所以 难道李千默的那个亲戚 还没走 他有稍微留心一下的 满打满算 已经过去六天了 不至于那天在新田居 是第一天吧 走了 李千默很聪明 一下就听懂了 略显娇羞的道 你只有一天的时间休息 我是怕你飞来飞去太累 反正我有的是时间 还是我过去找你吧 那也可以 廖仁南心中一喜 说道 就是要辛苦你跑一趟了 不辛苦 我愿意的 李千默甜甜的道 那我定晚上最早的航班 早一点过去你那边 哼 不用这么着急的 廖仁南笑了声 解释道 因为今天晚上八点 我要去参加华夏移动的新品发布会 最早也只能在十一点离开 你在十一点左右 倒就行 不然让你等太久了也不好 哦 李千默点点头 道 那这样也好 我正好有点事情要弄 什么事情啊 廖仁南随口问道 你不用知道的 李千默不做神秘的道 那就先这样了 我先去忙了 嗯 好吧 廖仁南笑着道 他刚准备继续说点什么 低咚一声 那头挂断了通话 什么事情啊 慌手忙脚的 廖仁南嘀咕了一句 便去忙自己的事情了 这边 挂断视频后 李千默第一时间就先给 廖仁南的妈妈打了个电话 将自己要去见廖仁南的情况 告诉了他 蒋方一听 连忙说要给廖仁南 做碗红烧肉和炖鸡汤 带过去 李千默知道这是廖妈的一番心意 当即就代表廖仁南答应了 还说出发前会过去取 紧接着 李千默便给助理打了个电话 让他订一张晚上八点的机票 并交代助理给美容SPAO 美甲美发等管 提前预约 李千默要做一次全面的保养 包括聚角质及补水等 还要清醒口气 只是这次见面真的太突然了 不然他还会借堂空时一段时间 把自己的身体状态调整到最佳 李千默是这些店的最尊贵会员 他只需要提前打一个电话 到了之后就有最好的师傅来为他服务 一系列养护坐下来 需要三四个小时 时间刚刚够 此外 趁着空隙时间 李千默还在经常合作的奢侈服装官网上 线上选购了四套新的衣服 让他们洗好运屏后送过来 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 李千默便安心去护肤了 与此同时 廖仁南在酒店休息了一会 等到五点半钟时 他便前往金省云龙金阁餐厅 跟夏国义等人会合 今晚剧组在那里举办杀青宴 虽然大家认识的时间才两三天 但都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努力过 所以大家已经算是非常熟络了 宴席上 众人其乐融融 作为这首广告曲的主角 廖仁南自然是全场焦点 包括夏国义 胡志勇等 很多人都过来跟他碰杯 由于晚上还要跟李千默约会 廖仁南便果断没有喝酒 都是以饮料来代替酒 大家也都欣然接受 到了晚上七点半左右 夏国义就约上了廖仁南 两人一起去参加 华夏移动的发布会 京省海定剧院 晚上八点整 华夏移动新品发布会正式开始 偌大的一间剧院 几乎是座无虚席 在座位两边及前排空隙处 摆满了各种摄像及收音设备 此刻 舞台中间后方的宽大屏荧幕上 正播放着华夏移动的企业介绍视频 最后画面定格在 华夏移动的新品动感地带卡上 旁边写着五巨家共鸣未来 紧接着 一位身穿西装的主持人 大不留心走到舞台中央 朗声道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 华夏移动动感地带新品 发布会现场 本次大会由华夏移动总公司主办 今晚 我们特别选择了星耀 这么一个全新 现代化的剧院 意图通过这么一个特殊的场景 让他和华夏移动动感地带新品相呼应 能带给各位更好的沉浸式体验 另外 我们今晚的发布会 将通过华夏移动咪咕视频 进行网上直播 新华社 油库 爱奇艺 企鹅 搜狐 网易 进行同步直播 那么 我们也向正在网上 收看我们发布会的网友 表示衷心的感谢 谢谢各位 哗啦啦 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而直播间弹幕 也慢慢多起来 游和人还挺多的吗 大家什么时候都这么有觉悟 还关注国家通信方面的进步了 尼玛 谁管他通信有什么变化 我单纯只是来看廖神的 哈哈 我也是 我俗气我骄傲 对了 怎么都没给廖神镜头啊 好家伙 华夏移动这次真有眼光 居然请廖神来做代言 感觉要猛转一搏 话说最期待的要数 华夏移动的这首广告曲了 听说很诈很然 可不是吗 都等了快一个星期了 再补补我就要崩溃了 廖神加油 广告曲期待应 这时主持人开始走流程 先是一次介绍出席 发布会的重要来宾 镜头一一给了他们大特别 然后则是各华夏移动领导 以及重要的来宾登台致辞 接下来便是邀请所有的领导上台 一起举行干往仪式 几项活动完成后 这时主持人介绍到 让我们共同祝贺 华夏移动动感地带项目 成功启动 接下来请欣赏动感地带广告曲 第156章 一场全新的音乐体验 画音落下 舞台上灯光按下来 主持人也退到一边 后方的大荧幕随之亮起 呈现出广告曲相关信息 歌名 我的地盘 出品 华夏移动与南民娱乐 作词 廖仁南 作曲 廖仁南 编曲 廖仁南 导演 夏国义 紧接着 随着MV画面的播放 音乐前奏也响起来 这个前奏 廖仁南同样是延续了 那个开宝箱的渐变音效 在前世中 周董的这个小操作 曾被批示效仿 英雄无敌3游戏中的特效 不过 在这个平行世界中 连英雄无敌 这款游戏都没有 所以 廖仁南的这个 就是绝对的原创 与此同时 MV画面中 廖仁南饰演的角色Fly 恰巧在校园走廊上经过 他看到那个叫Mac的男同学 正趴在窗口 往里面张望着 Fly顺眼看过去 赫然是一间芭蕾舞训练室 几位美女同学 正在做着热身运动 露背紧身衣 笔直大长腿 那画面十分的赏心悦目 看到这一幕 Mac咧着嘴笑了 Fly见Mac如此 也是微微一笑 正在这时 舞蹈演员杨飞那一个转身 朝着两人这边扫了过来 猴快速地躲开了 跑着离开这里 Mac也反应过来想要跑 却是脚下一滑 直接摔了个狗啃泥 哈哈 看着MV里的画面 全场哄笑声一片 而直播间平台 也是热意纷纷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应该是 廖神的荧幕首秀吧 感觉廖仁南演技不错 一点不像第一次演戏啊 哈哈 这个MV太好玩了 我刚刚都差点笑喷了 这个美女长得好纯啊 O派也是棒棒的 穿着芭蕾服匹叉 鲍鱼都若隐若现 楼上的LSP 你是走错地方了吧 是来听歌的 还是别有用心 我廖神盛世美颜啊 帅得一逼 就在这时 一段副歌 响了起来 在我地盘着 你就得听我的 把音乐收割 用听觉找快乐 开始在雕刻 我个人的特色 未来难预测 坚持当下的选择 在我地盘着 你就得听我的 节奏在招惹 我跟街舞亲热 我灌溉原则 培养一种独特 观念不及格 其他全部是垃圾 一时间 极具韵律的曲调 含糊不清的发音 还有那略带批判意味 以及充满个性的歌词 这段饶舌给人的感觉 就像在用最嚣张的语气 表达着最正的三观 让现场和网络上的所有人 都是瞬间感觉到耳目一新 音乐还能这么晚 大家都感觉 仿佛被打开了 通向新世界的大门一般 正经历着一场 全新的音乐体验 体验着从未有过的新奇感受 同时 MV画面中 则是Fly和一个小和尚 以及他的同学Mac 一起穿着戏服 在台上表演悟空 Fly嘴里念着歌词 还跟着两人 跳着悟空舞 并有节奏的拍打胸膛 画风诙谐幽默 这引来很多学生的围观 其中也包括那位杨菲娜 随着旋律的放缓 主歌也唱了出来 用态度扩张地盘 到底什么意思 怎么一回事 广场的歌子 占领头版的报纸 一种全新的解释 标题关于这座城市 关于一种学习考试 和年轻就该有的本事 动感地带的交通号制 到底离我有几公尺 我说老师 我是不是真的不懂事 听我念饶舌歌词 欣赏我打拳的样子 我站在教室 练拳方式 你的样子 线条一致 相对于副歌接扬的旋律 这段主歌就略显平淡了 不过 廖仁南对于节奏的把控 还是非常的强 让原本平淡的主歌 充满了变化和趣味 并且 每句歌词结尾都押韵 字数长短交叉变化着 使得节奏更加的丰富多彩 让人享受其中 而此刻 尤其是华夏移动的几位高管 更是喜笑颜开 因为其中的两句歌词 包含了动感地带新品名称 可以说写的恰到好处 难怪会让剑歌官爱不释手 最难得的是 这一整段旋律及歌词 透着一种青春张扬的气息 正符合当下年轻人的个性 同时 MV画面中 则是Mac因为偷懒 被老师罚蹲马步 引起不少同学注意 Fly也凑了上来 用手机给Mac拍了个特写 然后分发到朋友圈 引得一众人哈哈大笑 这里面就有杨菲娜 那位舞蹈系的女神 Mac见此羞愧地低下了头 这时 曲调稍微变了下 又一段主唱响起 隔壁的小姑娘 公开表演需要勇气 别人玩线上游戏 我偏耍猴戏 我用行一猴拳再练习 引你注意 如果觉得有趣 不要吝啬是个好意 MV画面中 Fly与Mac以及杨菲娜等同学 一起走在学校的林荫小道上 Mac正在吃冰淇淋 他不停地用嘴舔着 画面有点让人不忍直视 Fly恶作剧地轻轻拍了一下 杨菲娜的肩膀 他回头一看 只见Mac正用舌头舔着冰淇淋 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 而Mac脸都绿了 想要原地消失 这时 曲调又稍微一变 再一段主唱响起 青春是干净的纯白 像一片绿地的窗外 我将记忆的门打开 把所有发生的事记下来 几段曲调变化下来 观众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其中一些年轻的朋友 都跟着节奏摇晃了起来 或是点头打着拍子 实在是这首曲子 旋律太密集 节奏太强了 就算在这比较严肃的新品发布会 也完全是让人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 而直播间弹幕 也再一次复评 这一段调调 我真的沦陷了 爱了爱了 尼玛 这有几段旋律了 至少三大段了吧 这歌也太实惠了 好家伙 听着这个旋律 我人骂了 歌词还能这样押韵的 牛逼YYBS啊 青春是干净的纯白 像一片绿地的窗外 这句真的绝了 让人秒回高中年代 料神牛逼 不愧为神曲 编曲也牛逼 好家伙 广告歌能做到这样 真的厉害了 第157章 这首歌作曲编曲无敌啊 同时 在MV画面中 Fly与Mac并肩力 两人各自在健身器材 太空漫步机上 做着运动 Fly拿着华夏移动手机 准备给Mac拍一张照片 Mac直接把Fly的手腕一推 Fly拿着手机 往旁边一偏 手机咔嚓一声 刚好将机密远处的杨菲娜 那回眸一笑 给拍了下来 Mac装作若无其事 等杨菲娜走过之后 他立马抢来Fly的手机 美滋滋地看起来 而在这个时候 又进入到副歌 在我地盘这 你就得听我的 把音乐收割 用听觉找快乐 开始在雕刻 我个人的特色 未来难预测 坚持当下的选择 在我地盘这 你就得听我的 节奏在招惹 我跟街舞亲热 我灌溉原则 培养一种独特 观念不及格 其他全部是垃圾 副歌是重复的 但MV里的故事 却继续进展着 食堂里 Mac正在排队准备打饭 端着饭盒 神情有点紧张 因为舞台戏女神杨菲娜 正排在她的前面 刚来的Foreye 看到这一幕 开玩笑的 在Mac肩膀上推了一把 只见Mac一个猎切 手中的餐票一滑 正好落在她的前前排 一个恐龙胖妹饭盒中 恐龙胖妹 以为Mac再示好 便羞涩地笑了笑 也引得众人哄笑起来 Mac的脸 长得通红 与此同时 一段副歌唱完 又转入到主歌 那弹钢琴的孩子 正用他们的手指 弹奏未来的历史 我用手机传中文字 那传输的速度 绝对会让你们竖起大拇指 又是节奏紧凑的饶舌 旋律跟前面一样 但歌词是全新的 里面同样是涵盖了 许多滑下移动元素 同时 MV画面中 Foreye正在食堂中 和Mac以及一位女同学吃早餐 就在这时 恐龙胖妹端来满满一饭 和早餐走了过来 并笑着递给Mac一个大馒头 Foreye调侃说 要给两人合影 恐龙胖妹便紧紧靠在Mac身上 惹得Mac尴尬无比 紧接着又一段主歌唱出来 生活不该有公式 我可以随性跳芭蕾舞 赵洁拍 手放开 静下来 像一只天鹅把脚尖点起来 讲究素食的这年代 也可以很天真的说啊 逆极而流畅的旋律 写实而又张扬的歌词 长短剧交叉着进行 并且每个委屈押韵 这一段主歌的饶舌 又给人别样的律动 同时 MV画面中 几人正在打篮球 其中Foreye跟Mac是对手 Fly几个花式篮球动作 把Mac给耍得团团转 手中的球滚落到场边 就在这时 恐龙胖妹从后排冲了过来 连杨菲娜都被她挤到了一边 恐龙胖妹把球递给Mac 还对着她加油鼓劲 这大眼的画面 惹得大家哄笑 高能副歌部分 再次唱了出来 在我地盘这 你就得听我的 把音乐收割 用听觉找快乐 我灌溉原则 培养一种独特 观念不及格 其他全部是垃圾 MV画面中 面对众人的嘲笑 Mac却是并不在意 他重新上阵 像是开挂了一般 打得对手落花流水 Mac激动地跳了起来 和恐龙胖妹机长庆祝 这回换成Fly目瞪口呆了 接下来 这是一段 长达25秒钟的 钢琴独奏 变换不定的韵律 密集如雨的音符 现场的观众们 在这段旋律下 不需任何歌词辅助 都能听得热血沸腾 甚至 有热爱音乐的朋友 已经带入自己 正坐在一架钢琴前 食指飞快地弹奏着 随着节奏的加快 仿佛已经融入到 这首曲子中 这一刻 现场的音乐人都听呆了 纷纷瞪大了眼睛 一些华夏移动高管 以及府院领导们 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 但内心却随着旋律 起起伏伏 如同坐过山车一般 而直播间的弹幕 也如火山般喷发 这段钢琴 solo 太高能了吧 牛逼 这歌真是太炫酷了 单单听旋律都觉得好爽 好家伙 我拿着手机跟着摇 居然把手机都摇掉了 神尖奏 料神YYDS 同时 MV中的故事也在推进着 Fly和Mac继续排练悟空戏 杨菲娜也每天练习跳舞 大家的生活简单而快乐 终于有一天 应Mac的请求 Fly前去向杨菲娜 道明了情况 并转达Mac对她的爱慕 杨菲娜最终也笑着同意了 Mac这才牵起自己女神的手 Fly则是转过身 背对两人挥了挥手 表示祝福 而副歌部分 也再次唱出 在我地盘这 你就得听我的 节奏在招惹 我跟街舞亲热 我灌溉原则 培养一种独特 观念不及格 其他全部是垃圾 随着歌曲放缓 MV也结束了 最终 画面定格在 动感地带logo上 哗啦啦 全场掌声雷动 在场各界精英纷纷起身 而服院的几位领导健壮 也是跟着纷纷起身 滑下一动的高层 也是如此 顿时 全场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热烈鼓着掌 已是支持新推出的 动态地带 更是表达对 我的地盘 这首歌的喜欢 而此时 直播间里的弹幕 也密密麻麻附屏 尼玛 这歌出来 不得分分钟让连通倒闭啊 好家伙 什么是歌曲天花板 这首歌就是 这首歌作曲编曲无敌啊 朗朗上口 浑然天成 又不落俗套 艺术与技术的完美融合 各大rapper 写一点像这样 有内容 有旋律 有风格 不骂街 不dace人的作品出来 不得不说 廖仁南才是玩音乐的 其他歌手是为了赚钱 完成任务出专辑 廖神牛逼 廖神威武 廖神霸气 第158章 保青少通杀 真是无敌了 与此同时 在全球范围内 正远程观看 这次发布会的音乐人 和UP主们 全都是兴奋不已 要知道 对于华夏乐坛来说 廖仁南的这首 《我的地盘》 可是独树一帜的新曲风 以他们对音乐敏锐的嗅觉 和现场及网络上 听众的反应 能够笃定这首歌 肯定是爆火的存在 于是 这些音乐人和UP主们 在听到这首歌的第一时间 就纷纷行动了起来 他们要尽快将 《我的地盘》 乐评写出来 早点发布出去 以争取更多的关注和流量 此外 天籁之音的参赛歌手 比如任贤奇 林志玄 王兴玲等 以及导师团嘉宾 包括刘焕 纳英 王子宋 灵溪等 甚至 还有很多天籁的工作人员 例如韩尚佑 何炯等 虽然大家身处各地 但此刻都用电子设备 观看着这场直播 毕竟那天在天籁的节目现场 所有人的好奇心 都被掉了起来 时隔一个星期的这一刻 在听到这首 《我的地盘》后 所有人都深深地释怀了 这首歌 无论从编曲上 还是从歌词上 都可以说是无懈可击 堪称完美之作 并且 处处都透着酷炫和潮流 俨然是年轻人个性代名词 用它来做华夏移动广告曲 简直不要太合适了 顿时 所有人对廖仁南的膜拜之情 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 此愧不如啊 拇指娱乐 一座宽敞的会议厅内 叶旭坤和他的经纪人 以及聘请的音乐制作团队 也在认真观看这场直播 他们已经用高质量影音设备 把这首《我的地盘》 录了下来 待会要仔细地研究几遍 因为再过一周就是天籁之音歌神之战 而拇指娱乐 叶旭坤想要拿冠军 廖仁南就成了他们最大的阻碍 所以 在《千万代言》环节结束后 拇指娱乐就花重金 请来顶尖音乐制作团队 开始为叶旭坤 准备参加歌神之战的歌曲 同时 他们也对廖仁南的曲风和水准 进行研究 正所谓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但是一番分析下来 他们发现自己研究了个计目 因为 从琴歌 田歌 二语碧 到古风明歌等 廖仁南的曲风实在是太宽泛了 现在 再加上廖氏饶舌 他们真的琢磨不透 只怪廖仁南太变态了 想到什么 叶旭坤扫了一眼 天籁之音的人气投票榜 第一 廖仁南 6763万票次 第二 叶旭坤 3214万票次 第三 王兴林 2254万票次 第四 任贤齐 1870万票次 第五 林志玄 1796万票次 第六 尼玛 直接高了一倍 这还比个屁啊 叶旭坤真想把手机给砸了 要知道 坤粉是出了名的能打 逢榜单必第一 并且是遥遥领先 气死对手的那种 却没想到 这一次反过来了 根据天籁之音节目的规定 歌神之战得最终冠军 是由全球粉丝共同投票来评选的 因此 这一次的人际投票榜 可以说是决赛一次小小的预言 以廖仁南正碾压的姿态 其他歌手真的不用比了 一想到这里 叶旭坤心里就不爽起来 精神海定剧院 华夏移动发布会现场的气氛 随着廖仁南的这首 我的地盘达到了最高潮 很快 发布会就要临近尾声 最后是全体大合照环节 这时 华夏移动的最高董事 朝着胡志勇走了过去 微微一笑道 你提前告诉廖仁南 我想跟他合几张影 我老婆 女儿和孙女 都是他的忠实粉丝 董事长 这个 胡志勇面路一丝为难 道 廖仁南有点事情要处理 所以先走了 要不我给他打点个话 看他方不方便 不用了 董事长摆摆手 道 或许人家真有急事 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说完这句话 董事长便迈不离开 胡志勇能够看到 这位大佬脸上的遗憾 同时 廖仁南也再一次 让胡志勇刮目相看 好家伙 廖神真魅力 老青少通杀 真是无敌了 京省国道上 廖仁南正开着车 往国际机场赶去 现在是晚上十点四十五 发布会要到十一点整才结束 他提前半个小时出来了 因为李千墨的航班 是十一点钟左右到 而从剧院赶到机场 也是要花些时间的 为了不让宝贝李千墨等 廖仁南便果断提前走了 其中 廖仁南开的 适量越野奔驰 是他助手给他租的 廖仁南将车停好后 便在东区出站口等着 李千墨有提前告诉他航班 如果是到了的话 必然会从这个站口出来 等了大约五分钟 一道倩影从出站口走了出来 格外的亮眼 俨然就是李千墨 他穿着一件淡紫色针丝连衣裙 裙摆的蕾丝花边 层层叠叠叠 一头长直发垂到腰际 显得十分的温婉 甜美 向井上带着一串珍珠 散发着柔和的光芒 硬衬着他明艳动人 腰间还系着条丝绒飘带 衬出心肠窈窕的好身材 而为了不被人认出来 李千墨还带着大口照做遮挡 但这仍挡不住他的光芒 惹得周围的人频频侧目 嗨 这边 廖仁南喊了一声 从他招着手 李千墨也立马看到 快速朝这边走过来 一靠近 廖仁南就闻到 李千墨身上有一股淡淡的香水味 清新素雅 沁人心批 而虽然李千墨被口罩 挡住了脸上大部分表情 但是廖仁南从他拿 闪闪溜溜水灵灵的眼波 就能看出他有多开心了 廖仁南一把接过他的包包 一手揽住他纤细的腰肢 笑眯眯地道 我们走吧 等一下吧 李千墨甜甜的道 我还有行李要拿 哦 廖仁南点点头 两人往行李舱走去 没一会就拿到了行李 有一个大的牛皮箱 还有一袋密封餐盒 不是才玩一天 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啊 廖仁南好奇地问道 第159章 如此单纯美好的女孩 闻言 李千墨笑着道 这个大箱子里是衣服 我多带了几套 另外 这个是叔叔阿姨给你 准备的红烧肉和鸡汤 说着 李千墨用手探了下 惊喜地道 呦 居然还是热的 要不咱们直接去休息室 吃完了再出机场吧 这样也好 廖仁南点了点头 道 刚好今天参加庆功宴 都没怎么吃饱的 嗯走吧 李千墨水眸眨了眨 说着 两个人往休息区走去 因为他们有超级VIP卡 便直接分配了一个独立包厢 进入房间后 廖仁南和李千墨两人 都将口罩摘了下来 廖仁南凝眉瞥了一眼 只见李千墨的鹅蛋脸上 不带有一丝的瑕疵 娇嫩的皮肤白里透亮 仿佛能掐出水一般 还有那张粉红色肉肉的小嘴 以及水灵灵带着波光的大眼睛 廖仁南心头一热 搂过李千墨 就吻了上去 他的嘴唇很甘甜 带着一股淡淡的薄荷味 让廖仁南越吻越上瘾 一边吻着 双手也在他的胶躯上 不断地游走 李千墨的身体 很软很滑很嫩 让廖仁南越陷越深 待到关键时刻 仁南 你不用着急的 李千墨捏住他的手 温柔地道 今天晚上 我一整夜都是你的 其实 李千墨也很喜欢这种感觉 可这毕竟 在机场包厢里 他有一种被束缚的感觉 廖仁南文言 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揉了揉他的秀法 道 好吧 那我们先吃东西 嗯 李千墨奄然一笑 便开始拆密封袋 很快 就把菜都摆了出来 廖妈精心做的 红烧肉和鸡汤 香气肆意 还细心地备了米饭 两人刚好也都饿了 便有滋有味地吃起来 不知不觉中 二十分钟过去 两人把两盘菜 吃得一干二净 肚子也是饱饱的 现在 已经快接近凌晨 继续在机场 待着也不合适 两人便快速收拾好东西 往机场的停车区走去 装好行李后 便驱车离开 不多时 廖仁南就开车驶入城区 绕着主路转了一圈后 廖仁南也是有点傻眼了 因为他不知道 该带李千墨去哪里 直接回自己 现在住的酒店 那里肯定有熟人 碰到了难免会尴尬 原本 廖仁南也有想过 可以请助理帮忙订酒店 但他却不知怎么开口 因为只要一提出来 别人就会明白 是什么事 所以 廖仁南想着晚一点 接到李千墨后 再去订房间 那样人应该会少一点 谁料 他的生活经历 还是不太够 因为 越是到了凌晨 来酒店的人 反倒越来越多 实测啊 副驾驶位上 见料仁南频繁朝酒店看 李千墨心里 也知道他在想什么 便在车载导航上 输了的地址 笑着道 咱们去这里吧 这是我在京城的别墅 说完这句话 李千墨的脸就红了 像个熟透的苹果 其实 他早就想说了 但却不知道怎么开口 如果太主动了 他怕会让料仁南误会 或者有不好的感觉 哦 料仁南应了声 问道 那有别的人吗 没有 李千墨摇摇头道 这是我几年前买的 现在偶尔来出差 才会住一住 料仁南点了点头 心想着 这样挺好的 到处都有房住 约会多方便啊 15分钟后 便到了李千墨的别墅 这是在京城运河岸上的院子 可以说是当地最贵的房子之一 每平米的价格 超过了20大半楼 是著名的华夏市庭院别墅区 廖仁南把奔驰开进了车库 刚打开后备箱 准备来拿行李 李千墨就靠了过来 在他唇上轻轻一吻 廖仁南原本压抑着的狂热 如同火山喷发一样 彻底燃烧了起来 他反手握住李千墨纤细的腰肢 把他逼到奔驰车门边 狠狠地吻了上去 深入喉咙地吻 越吻越深 同时 廖仁南手上也没有闲着 肆意在山川沟壑间游走 一瞬间 李千墨都有种呼吸困难的感觉 他好不容易才空出来嘴巴 道 去主卧吧 主卧在哪里啊 廖仁南嘴上问着 手上却没有停 在二楼 李千墨娇羞地道 哦 好吧 廖仁南应了声 便牵着李千墨往主楼走过去 穿过一条长廊后 又是一条长廊 你家怎么这么大 这个时候有点碍事啊 廖仁南忍不住抱怨道 哼哼 李千墨闻言 笑出了声 道 确实有点碍事 说话间 两人加快了脚下的步伐 而李千墨脚步一加快 高跟鞋便一歪一歪的 廖仁南见状 直接弯腰把李千墨扛了起来 鞋子随意丢到走廊上 朝着二楼奔过去 漫长的一分钟后 终于到达了主卧 关上房门 李千墨也彻底放开 任由廖仁南来侵略 廖仁南也毫不客气 恨不得将面前的女人 揉进自己的身体里 还是洗个澡吧 不然会有汗味 到了关键时刻 李千墨又提醒道 嗯 廖仁南点点头 轮流着洗太浪费时间 两人便洗洗鸳鸯欲来 洗漱完的李千墨 更像是出水的芙蓉一般 娇艳动人 廖仁南的兽性 被彻底点燃了 他像老练的猎手一般 抱着诱人的美味佳肴 往房间的大圆床走去 去尽情地享受猎物的每一处 巨大的落地窗外面 繁星点点 璀璨而美丽 一日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透过窗帘缝隙 洒了进来 嗯哼 廖仁南笔直得伸了的懒腰 这脚睡得可真舒服啊 李千墨还没睡醒 急小声地打着呼噜 看来昨晚是真的累了 他那明艳而又浓烈的五官 透着一股别样的风景 暴露在被单外的皮肤 入眼都是一片洋质白 真的太美了 这时 廖仁南才注意到 白色床单上 有好几处烟红 像玫瑰花瓣一般 这也让廖仁南陷入了沉思 想不到 李千墨是一个如此单纯美好的女孩 而昨晚 自己还那么的粗鲁 难怪会让她怕怕的 当时连身体都在发抖 以后一定要好好地疼爱她 正在这时 突然叮咚一声 廖仁南的脑海中 响起一道系统音 定 第160章 从此神清气爽 享受美妙爱情 廖仁南的脑海中 响起一道系统音 定 恭喜宿主辉煌点 累计达到300万 自动兑换三次奖品 嗯 上次兑换奖励 才过去三天 就又累计了300万辉煌值 看来 随着名气的增加 系统奖励越来越好拿了 同时 廖仁南摸过手机 稍微的百度一下 果然 她的那首 我的地盘 跟华夏移动的新产品 双双都登上了热搜 其中 华夏移动动感地带卡 首日销量就突破了100万张 这个数据 在电话卡比较普及的年代 可以说是特别的可观 因此 华夏移动的官方微博 还特意发了条庆祝动态 并at了廖仁南表示感谢 而南名娱乐工作室那边 负责帮廖仁南运营微博的助理 也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回应 此外 廖仁南的这首 我的地盘 也受到主流音乐平台好评 网易云 歌曲先是一段 好莱坞电影式的开场 然后就是节奏欢快的廖士说唱 其中 歌曲中还有一大亮点 这次廖仁南用了 而话音演唱 在我地盘这儿 你就得听我的 歌词不仅朗朗上口 而且体现出了廖仁南的自信 在 我的地盘中 廖仁南更是存心对经典话语进行细放 从而颠覆了传统流行音乐的审美模式 酷我音乐 廖仁南用这首歌告诉所有音乐人 饶舌不仅仅只能用来批判 也可以用来传递正能量 还有狗狗音乐 企鹅音乐 橘子音乐等平台 也都一致给予了这首歌好评 另外 华夏的官媒也参与了讨论 央视音乐频道 受欢迎不是偶然 一切靠实力说话 勇于创新 不落熟套 才是一个音乐制作人该有的最高贵品质 锦号廖仁南 我的地盘 锦号 人民微评 正在改写华夏乐坛的流行方向 天马行空的歌词 潇洒前卫的节奏 廖仁南 强烈的个人风格 重塑了大众的音乐欣赏标准 正在改写华夏乐坛的流行方向 开创华语流行音乐华夏风的先河 锦号廖仁南 我的地盘 锦号 在这些官方微博下 很多网友表示赞赏 这首歌还是饶舌音唱的 体现了廖仁南德一剑的唱功 写的也很带感 广告曲中的神曲 动感地带用户 会因此骄傲一辈子 金色话音 戏腔 这是在间接宣传华夏文化吗 廖仁真是太正了 廖仁太牛逼了YYDS 实力派唱将级制作人 而没给廖仁南更多反应时间 他脑中的电子音又响了起来 定 奖品自动兑换成功 恭喜获得神级编剧大礼包 神级编剧 涵盖故事创作 剧本写作 口笔表达 影视制作等相关子能力 故事创作能力 拥有此技能 宿主将拥有创造性思维和精湛的故事 构思能力 能够构思出极其有吸引力 情节紧凑 有趣的故事情节 并且符合影视叙事规律 剧本写作能力 拥有此技能 宿主将纯属掌握剧本写作技巧 包括人物塑造 就是情节通过语言文字的表达方式 转化为完整的影视剧本 口笔表达能力 拥有此技能 宿主将拥有流利的表达能力 能够清晰明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图 以便与导演 演员和其他制片人员理解和落实 影视制作知识 拥有此技能 宿主将通晓影视制作的各个方面 包括摄影 音乐 灯光 美术 特效等 能游刃有余地在剧本创作中 融入这些元素 拥有神级编剧大礼包 宿主将从此文思泉勇 笔下生花 创作剧本变得易如反掌 定 奖品自动兑换成功 恭喜获得购物反线大礼包 购物反线 宿主购买世间任何物品 能够获得相应倍数反线 大礼包详情 十倍卡信号十 百倍卡信号二 千倍卡信号一 备注 一 十倍卡反线额度上限 五十万软密币 使用期限 三天之内 二 本卡反线额度上限 二十万软密币 使用期限 二天之内 三 本卡反线额度上限 十万软密币 使用期限 一天之内 下一秒 廖仁南只感觉到头脑一阵酥麻 就俨然确定自己掌握了编剧所有知识 而十三张购物反线卡 也存放在了系统包裹 他需要用的时候 直接下达指令就行 同时 廖仁南也很奇怪 为什么会在这个节点 获得两个大礼包 不过 结合以前的经验 他很快就明白了 辉煌值也是分等级的 比如 让一些不追星的人崇拜 或者是黑砖粉 这样获得的辉煌值含金量就更高 看来 我的地盘 这首歌 确实给了很多人不小的惊喜 定 奖品自动兑换成功 恭喜获得神级双肾 神级双肾 肾为先天之本 肾藏经 主生长 开窍鱼耳 拥有此技能 宿主双肾 将得到极致养护 功能保持在巅峰状态 并且永远不会亏损 从此 肾清气爽 享受美妙爱情 接下来 廖仁南只觉得腰间一热 一股热血涌了上来 仿佛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在涌动 这时 李千墨是紧紧贴在他身上的 一下就被这动静给弄醒了 他猛然地睁开眼 与廖仁南四目相对 粉唇一蹶道 你怎么这么厉害 不是说 男人频繁交作业 也是会累的吗 可你怎么像没感觉 折腾一夜都不累的吗 一点都不累 廖仁南洋洋没道 我可不是一般的男人 你以后就更会知道了 不过你很服 还知道交作业 李千墨听了这话 脸上闪过一丝羞涩 道 我也就是前两天 晚上没事的时候查的 你太厉害了 我肚子都饿了 你肚子也饿了吧 我去给你下面吃吧 说着 李千墨就要起床 廖仁南一下拉住李千墨 把他的头往被子里轻轻一摁 道 把我惹着了 就想跑试吧 你要负责到底 第161章 有种被宠爱到的感觉 不知不觉中 两个小时过去了 本来就已经鸡肠碌碌 再加上剧烈的运动 李千墨身体都有点透支了 廖仁南便让他继续睡会 自己则起床去煮早餐了 冰箱里塞得满满的 应有尽有 很快 廖仁南就做了牛肉面 肉松煎饼果子 另外还有牛奶和水煮蛋 全部都弄好后 他便叫醒了李千墨 两人有滋有味地吃起来 李千墨狼吞虎咽地吃完 翘脸又变得白里透红的 吃饱喝足后 两人又腻歪了一阵 廖仁南便提议出去 逛街买点东西啥的 一来 他系统里的十三张购物返现卡 只有两三天的使用期限 特别是 那张一千倍返现卡 居然只有一天 稍不留神就会过期 还不如早点使用 二来 这几天李千墨 如此热情地照顾他家人 廖仁南怎么也得好好表示一下 三来 他作为一个男人 如果没有李千墨陪着 还真没有去买东西的欲望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本来 李千墨不想太折腾 也不想让廖仁南太累 但在廖仁南的坚持下 他执拗不过 也就答应了 于是 两人一起洗了个澡 便出发了 出了李千墨别墅 车子从运河边驶出 就是繁华的街道 再向右行驶两公里 就是星光天地广场 京省的奢侈品聚集地带 两人将车停在地下停车场 便乘坐着电梯上楼 进入奢侈品专卖楼层后 他们也不用再做什么遮掩 因为 这里是高级会员制 能来的都是非富即贵 再说了 两人已经是公开在一起了 就算被拍到点什么 那也没什么影响的 廖仁南便伸出右手 揽住李千墨的肩头 开心地逛了起来 两人郎才女貌的组合 惹得路人们频频侧目 走了几分钟 看见一家路易斯登的专卖店 便停了下来 就这家吧 廖仁南笑着道 咱们进去看看 有什么可以买的 嗯可以 李千墨奄然一笑 眼睛亮晶晶地打亮着店内 原本他是没打算买东西的 但看到店里凌王满目的好物 瞬间就又有一点忍不住了 另外 在他的印象中 男人都不喜欢逛街 廖仁南能够主动邀请他来 李千墨还是挺觉得意外的 有种被宠爱到的感觉 心里甜甜的 就在李千墨愣神的时候 廖仁南已经拉着他 来到了店内的项链区 仁南 李千墨见此 笑着道 我有项链的 不用看这个了吧 呵呵你现在的这条项链 跟身上衣服不太搭配 廖仁南笑了声 温柔地道 所以再买一条呗 而且我也想送你一条 今天 李千墨穿着一件鸵色鱼尾裙 上身搭配一件淡黄色小香蜂外套 外套中和了鱼尾裙 散发的高贵优雅的感觉 增添了一点俏皮 整体来说是很显气质的一套穿搭 不过 他还戴着昨天的珍珠项链 这就有点突兀了 其实 李千墨在出门前打扮时 他自己就有发现这个问题 只因为这次过来太着急 他一共只带了两条项链 另一条项链是金色的 和这套衣服更不搭配 所以只能推而求其次了 哦 好吧 李千墨文言 点了点头 没两分钟 廖仁南已经看中了一款项链 他轻敲了下柜台 对服务员道 给我把这款项链 拿出来看一下吧 好的 您稍等 美女服务员连忙照办 这是一款18K薄金材质项链 明亮是切割钻石蜜香装饰 它的吊坠是绽放的新型花朵形状 凹面处增添了许多耀眼的小颗粒珠宝 而仔细看的话 会发现这些小粒珠宝 组成了一个英文单词 翻译过来是真爱的意思 此外 这款项链可做变形设计 也可以当成胸针使用 李千墨拿起来 放在自己的脖梗处 对着镜子比划了下 他今天的上衣比较简单 如果搭配这么一款薄金项链 确实会增添不少色彩 下意识的 李千墨看了眼吊牌 单价是20万左右 这个 我其实觉得身上这件也还好 而且我家里也还有很多套的 李千墨笑着道 如果是他自己去买的话 肯定会毫不犹豫的就挑了 但如果是廖仁南给他买 他则是会考虑很多 比如性价比 需求度等等 自觉就带入了家庭主妇的模式 廖仁南文言笑了笑道 你那些是你买的 这个是我送给你的 没等李千墨回答 廖仁南就对服务员道 这款我买了 美女服务员喜笑盈盈 连忙准备把项链装上 不用包装了 廖仁南道 随即 他直接拿过项链 转向李千墨 笑着道 要不 我现在帮你换上吧 好吧 听了廖仁南的话 李千墨只是硬了声 也没再说什么 他迅速把自己 脖梗出的珍珠项链取了下来 然后递给服务员 给他包起来 然后转过身去 背对着廖仁南 廖仁南解开卡扣 轻柔地帮他戴上 李千墨的锁骨 本来就特别漂亮 再加上闪耀着 白光的薄金项链点缀 更是让他看起来高贵无比 最重要的是 跟他身上的这套衣服 也是非常的搭配 这样的打扮 如果去参加明星派对 那绝对也是最耀眼的存在 一时间 店里的几个服务员 都用一种羡慕的目光 看着李千墨 李千墨见此 脸上也浮现出一丝笑意 道 谢谢你 任南 不用谢 廖仁南宠溺地拉着他的手 继续去看别的东西 没一会 李千墨又看中了一款丝巾 以及两条深色系的领带 还笑着说 这适合廖爸妈 要带回去送给二老 廖仁南文言淡淡一笑 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只能说 李千墨以后 肯定会是一个贤惠的妻子 居然在这个时候 还能够想得到他的爸妈 看来女人的性格品行 跟他的样貌并不成正比 最漂亮的女人 也不一定都是娇里娇气的那种 李千墨就是这样的代表 既有美丽的皮囊 又有善良的灵魂 又逛了一会后 两人觉得这家店没什么可买的 并果断结账了 在结账的时候 廖仁南使用了购物返现卡 根据总价格大约为30个W 他故意分成两张卡单独结的账 直接把百倍和千倍购物卡给用了 所以一时之间 他的银行卡就收到了 一亿两千万的软媒币 这个赚钱速度 简直不要太吓人了 第162章 想不到是一个腿空 从店里出来 在穿过几家商铺之后 他们的目光落在一家 名为百达菲力的精品店 当李千墨还在迟疑的时候 廖仁南已经牵着他走了进去 很快 李千墨的目光 就被一对情侣手表吸引 这对情侣手表 女款是九筒形状的 棕色漆面表盘 是有花卉图案 表壳里镶嵌着94颗 明亮式切割蒙履流石 呈现自干溢色至干橘色的双重渐变效果 再搭配巧克力色 断纹小牛皮表带 有一种复古的美感 蓝款式圆形薄金款式 黑色发廊 18K精致表盘 配上蓝宝石水晶透盖 皮表是黑色鳄鱼材质 彰显着沉稳和睿质 此外 男女款上都有手工雕刻的花纹图案 两者相得一张 有一种阴阳和谐之美 确实很精致 同样的 李千墨暗暗看了一眼吊牌 好家伙 女士150多个W 男士也是150多个W 加起来就是300个W 李千墨当即就对他们没了兴致 就算他买过最贵的表 也不过100个W而已 当时就决定一年内不再买表 之后也是兑现了承诺 于是 李千墨一念及此 便准备牵着廖仁南去看别的 而这时 廖仁南却对着服务员 朗声道 这对青绿手表 包版女款吧 拿出来看看吧 他指的 正是李千墨看中的这款 美女服务员文言 连忙戴上了手套 从柜台小心翼翼的取出手表 递到廖仁南的面前 这样近距离的观看 更添了几分质感 试一试吧 廖仁南拿起手套 将表取了出来 李千墨见状 连忙伸出左手 廖仁南帮他戴上 动作轻柔又仔细 戴上之后 他抬起李千墨的手臂 端向起来 李千墨的手臂 修长匀称 雪白娇嫩 戴着这只表非常适合 这款手表偏古风 跟李千墨时尚的装扮 形成了一种反差 有种别样的美感 嗯不错 廖仁南握着李千墨的玉手 扭头对导购员道 那就买这款了 手表我们就直接戴上 盒子帮我另外装好吧 先生 漂亮导购员一正 微笑着提醒道 这手表是情侣款 所以不能分开出手 哦 我知道 廖仁南淡淡道 我的意思是 一起都买了 咕噜 漂亮导购员咽了口唾沫 很快回过神来 面带微笑道 好的 我这就给您包好 李千墨文言也上前一步 出声提醒道 任南 你的款都还没事呢 难道不怕会不喜欢吗 廖仁南搂了下他的腰肢 笑着道 我这款看着也不错呀 而且 我也不挑剔的 就是个装饰品 哦 李千墨随口硬道 心中却是暗暗则舌 好家伙 自己这个男朋友 也太好了吧 花钱完全不眨眼的 以前 还有传闻说 廖仁南是小白脸 只能说 那些人真是瞎了狗眼了 有这么豪横 霸道的小白脸吗 同时 一想到廖仁南这么舍得 为自己花钱 李千墨心里 就像似吃了蜜一样的甜 对廖仁南的爱慕 也更深了 他恨不得立刻回去 好好犒劳他一番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 他的脸就红了 一旁的漂亮导购员听了 顿时也是乐得合不拢腿 赶紧去打包了 同时 心里对廖仁南的好感 也是直线往上升 这廖仁南也太豪爽了 长得这么帅 这么会唱歌 这么有才 还舍得为女人花钱 没那个女人 不会喜欢吧 一时间 他也深深的 羡慕起李千墨来 不过 他只是羡慕 但不极度 毕竟李千墨是女人中的极品 只有这样的游物 才配得上廖仁南吧 由于 百达斐力只卖手表 两人稍微逛了一下 便准备结账 其中 总加是三百个W 廖仁南也是故意分开支付 并使用了四张十倍返现券 于是 在付款的同时 他也收到了两千万的返现 嗯 这钱挣得 太爽了 结完账 两人便出了电 继续逛起来 想到什么 李千墨正色道 仁南 你不用给我买什么东西 我其实都有的 另外 我不希望你因为 跟我在一起 而有心理负担 就把我当成普通女孩就行 我当然知道 廖仁南笑了笑 跟你在一起 我非常的轻松 至于给你买东西 你是我女朋友 那不是应该的吗 而且 我能够放心的把家人交给你照顾 那就是 把你当作实实在在的家人 所以 你也不要见外好吗 轻轻松松的享受这一切 嗯 李千墨挪着嘴点点头 心里早就乐开了话 将廖仁南那见识的双臂 搂得更紧了一些 如果现在 是在别墅卧室 他都想让廖仁南再尝一尝 自己到底能够有多润 接下来 李千墨就彻底放开了 从爱马仕 香奈尔 普拉达 到迪奥 古池 阿玛尼等 两人一家店一家店地扫过去 香水 包包 飘带 手链 化妆品等 喜欢什么就买什么 在买单的时候 廖仁南都使用了购物反线卡 不知不觉中 一条街也差不多逛完了 趁着李千墨去洗手间的空隙 廖仁南查看了下系统的包裹 现在只剩下一张 百倍的购物反线券 这个券的额度上限是20W 所以最高能够反线2000W 使用期限是两天 如果今天不用掉的话 明天廖仁南更不会用了 就这么放任他过期 实在是抱天天物了 这时 廖仁南看到拐角处的 一家巴黎式家经品店 顿时有了主意 千墨 咱们进去这家逛一逛吧 等李千墨一出来 他便笑着道 好啊 李千墨眨了眨水眸道 于是 在廖仁南的带领下 他一路走到了丝袜区 李千墨也是瞄懂 他拿起一款 做事比了下 看向廖仁南 嗯很不错 廖仁南点点头道 李千墨微微一笑 又挑了一款试试 廖仁南眼睛一亮 道 这个挺好的 买几条吧 实在是李千墨的腿太美了 随便挑上哪一款 都是诱惑力满满 廖仁南索性也不让他选了 直接把比较年轻的款式 例如 鱼网 蕾丝 印花 透视 露纸 缝合 吊袜等 一样来了五条 毕竟 某些情况用起来 真的消耗挺大的 其中 这些丝袜 总价超过了二十万 廖仁南直接付了款 同时使用了百倍返现券 手机震动了一下 两千万瞬间到账 廖仁南满意的点点头 李千墨见此 心中也是一喜 廖仁南如此优秀 沉稳 完美到无懈可击 想不到是一个腿空 他知道 以后要怎么犒劳廖仁南了 第163章 资本下场助心为虐 整个奢侈品区逛完 时间已经到了下午四点钟 两人把东西放到车上 便直接去到了美食区 饱餐一顿之后 两人便准备回李千墨别墅了 因为 从今天晚上八点钟开始 廖仁南就 又要进剧组忙了 参与比亚地广告录制和拍摄 鉴于此 李千墨也已经订好了 晚上七点半回摩都的航班 接下来的几天 两人又要分开了 所以 也是稀实如今 一回到别墅 两人便钻进了卧室 赶紧试试巴黎世家的丝袜质量如何 廖仁南明确让李千墨穿的掉袜袜 效果真的不错 很能提升兴趣 两个回合过后 时间就到了六点半钟 李千墨便开始整理行装 待会就要出发去机场了 他原本就带了很多行李 现在又新买了不少东西 加起来真的非常多 廖仁南便直接帮他办理了托运 走的也是航空舰 基本上李千墨航班落地 他的行李没多久就会到 而且还是送货上门的 一切准备就绪 廖仁南便开着车 送李千墨去机场 这段时间 李千墨接到一通电话之后 便一直盯着手机在看什么 廖仁南心中疑惑 不过也没有多问 这时 廖仁南停好车后 李千墨凑了过来 把手机递给他 道仁南 你看看这个新闻 哦 廖仁南应了声 笑着结果 仔细看了起来 这是抄话 警号花泽吕他房 警号下的两条推文 资本下场助心为虐 花泽吕流量他房 只在一瞬间 流量明星花泽吕 人设崩塌 粉丝人观不正 辱骂官媒 遭全网封杀 两篇快速地扫完后 他便明白事情大概 原来 被天籁之音 踢出节目后 花泽吕的名气 大打折扣 不过 归根结底 他也不算是失德一人 而花泽吕为了扭转乾坤 直接坦诚了这件事情 还表示 当初跟关闭局势真心相爱 并且表态 会把孩子生下来 共同抚养 毕竟 男未婚女未嫁 被爆出这事 也无伤大雅 很快 就有不少花粉 站出来为花泽吕喊冤 并开始攻击 天籁之音综艺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谁料 正当花泽吕沾沾自喜时 一个微博账号为 纯情也玫瑰的女士 指明道姓 称花泽吕欺骗了她的感情 并爆出两人灰性对话 以及在酒店独处的照片 算是实锤了 而花泽吕方 也立马出面解释 称跟这位纯情 野玫瑰女士交往 是在跟关闭局 感情破裂分手之后 这并不违背人伦道德 这位玫瑰女士 毕竟是圈外人 话语权 没花泽吕那么有分量 很快便被花粉 骂得狗血淋头 说她配不上花神 趁热度啥的 花泽吕再一次虎口脱险 鼻子都快敲到眼睛上了 而这时 又出现一位知心爱人高龄女士 自曝一直跟花泽吕 存在非正常关系 同样也有音视频 和聊天记录做证据 从时间上来看 花泽吕与这位高龄女士 交往时间很久 基本贯穿了 与关闭局及玫瑰女士 在一起的整个时间段 如此一推算 证明花泽吕至少是脚踩两只船 甚至是三条船 终于是百口莫辩了 一时间 府院文化部直接发布官方声明 将花泽吕列为污点艺人 他所有作品都将被下架 进行的工作也全都停满 广告商也纷纷在第一时间与他解约 花泽吕正面临着巨额经济赔偿 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在这条推文下面 已经有很多评论 尼玛 这花泽吕练母情节很重啊 专门找年纪大的姐姐 我以为牵到哥哥的手 就是牵到了哥哥的心 没想到哥哥是牵手观音 哈哈 脚踏三条船 天天不睡觉开运动会 这家伙不怕猝死吗 同学们注意花老师时间管理小课堂开课了 花泽吕真的颠覆了我的三观 向花老师致敬 扑哧 花泽吕天天做法 终于把自己给做死了 整个看完 廖仁南点点头 道 难怪这小子以前经常神出鬼没的 真是有精力不干正事 哼 李千莫轻笑一声 目光忽然变得严肃起来 盯着廖仁南 问道 你不会这样吧 可廖仁南顿时被这个问题 吓得呛了一声 道 当然不会啊 我都有了你这么完美的女友 那还看得上其他的女孩啊 再说了 你如果真的不放心 可以按时检查我的作业啊 保证按时高质量的 嗯 这还差不错 李千莫笑着点点头 说着 他拿过廖仁南的手机 点开另外一个网页 又递给了他 道 你再看看这个吧 廖仁南点点头 仔细一看 注意到这条消息来自华夏官网 公布还不到半个小时 警号苏雪偷逃税 需补缴税款罚金十亿多 警号 经官方调查核实 苏雪在电影 我就是潘金莲 剧组拍摄过程中 实际取得片酬5000W 其中1500W已经申报纳税 其余3500W以拆分合同方式 偷逃个人所得税达998W 少缴营业税 及附加325W 合计1323W 此外 还查出苏雪旗下工作室 少缴税款3.61W 其中偷逃税款1.58W 对于上述违法行为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指定管辖 对苏雪及其工作室 追缴税款3.68W 加收质纳金0.58W 对苏雪采取拆分合同手段 隐瞒真实收入 偷逃税款 处4倍罚款计3.9W 对其利用工作室账户 隐匿个人报酬的真实性质 偷逃税款处3倍罚款计3.25W 要求其将追缴的税款 质纳金 罚款 在收到上述处理处罚决定后 在规定期限内较轻 第164章 判决输下来了 为此 苏雪发了一份长篇大论的道歉书 向国家 社会 粉丝们 表示了深深的歉意 整封信的内容 从宏观和细节上看 一半是诚挚的反思和认错 一半又是恳求机会的再来 但网友并不买账 纷纷流言吐槽 尼玛 阴阳两套账 上流阶级的人 真特么会玩啊 就算人家交百分之九九的岁 也比我有钱 羡慕这些明星啊 错了就是错了 服从国家的处罚 这玩意一查一个准 只是查了谁二爷 我一个月五K不到的人 所以大数据推这个视频给我 是什么意思 偷碎犯苏雪 快特么滚出娱乐圈 永久封杀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廖仁南微微汗手 李谦默见此 一时间也不知道 廖仁南的态度 便小心翼翼地道 听内部可靠消息说 他还因为这件事情 闹得精神有点失常 都进了精神病医院 你会不会觉得 他有点可怜啊 当然不会 廖仁南忽然冷声道 他这都是旧游自取 我念在他是贝贝的妈妈 所以对他一直是 乔归乔 路归路的态度 但并不代表我认同他 从离婚后开始 他对于我来说 就是陌生人了 所以 他发生任何事情 跟我都没办毛钱关系 哦 李谦默松了口气 不 我还担心你会 因为这件事情 而不高兴呢 当然不会廖仁南伸手 在他撬脸上 轻轻掐了一把 难不成你是希望我 因为他而不高兴啊 不是 李谦默将脑袋 摇得跟波浪鼓一般 道 你为他不高兴 我会吃醋的 哼 廖仁南闻言 顿时笑出声来 道 谦默 我也有一个东西给你看 说着 他点开灰信聊天记录 找到一张照片 点击放大 然后递给李谦默 他接过手机 看了一眼 发现这是一份法庭判决单 魔都白路湖区法院认为 苏雪拒布一约履行 作为母亲的职责 多次做一些恶意伤害女儿廖恩贝的事情 对廖恩贝的生活和学习造成了困扰 也给她的生命安全带来了严重隐患 明显不利于廖恩贝身心健康成长 系违反合理使用探视权的行为 因此 根据华夏法典 第1086条 法院裁定自20新号新号年新号月新号日起 终止苏雪对廖恩贝探视权 判定长期有效 请君依法遵守 哇 李谦默欣喜得道 判决书这么快就下来了 对啊 廖恩贝也神色轻松的道 法律是相对公平的 肯定会帮助正义者 那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不会再受到其他任何人的干扰 万一再有其他人来惹事 我一定会对他严惩不饶 廖恩贝说到最后一句 目光中充满了决然 嗯 李谦默也粉拳紧握 郑重的道 我也不会放过他 扑痴 两人都哑然失笑 相互抱在了一起 接下来 一番温柔缠绵之后 李谦默也要登基了 虽然很舍不得 但时间不等人 廖恩男也答应李谦默 等这边广告曲一拍摄 就立马回摩都 跟他相聚 李谦默点了点头 眼眶里满是泪水 最终 两人道别 与此同时 摩都国际医院 一向氛围比较低迷的地方 此刻 却是鲜花紧促 异常热闹 医院的门口 还停着几辆豪车 以及重机车 乔思手持着一束鲜花 在一群打扮花里胡哨人的簇拥下 从大门走了出来 他脸上挂着笑容 心中去苦逼逼的 踏马的 就前一段时间发生的 因为是爱李谦默而导致的 扰乱社会公共秩序事件 他靠关系打通警署 只判了一天的拘禁 可以说 就是走个过场 非常的轻了 但是 乔思被撂人难揍的那几拳 却是害得他 一直卧床不起 一连过去五 六天了 他还是感觉使不上进 真是奇了怪了 此刻 一行人来到豪车前 乔思身边的一名黄毛 拍拍手 吹了个口哨 一辆明黄色蓝薄基尼的车门被打开 副驾驶位正坐着一个 穿着性感的风韵淑女 这个女人的五官非常一般 脸上的粉涂的 比城墙还厚 但她的欧派特别大 属于让人盯着看一眼 都感觉微微窒息那种 乔少 咱们直接去酒吧 好好庆祝一番吧 黄毛猥琐的道 下一秒 啪 乔思直接一巴掌扇了过去 并骂道 特么的 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 让黄毛整个人都愣住了 她觉得不应该啊 乔思一直是无辣不欢 对了 肯定是不够辣 乔少 对不起 黄毛这么想着 急忙开口道 我这就去给您换一个来 不 一双 啪 乔思一听这话 顿时又一个耳光抽了过去 怒道 竟会搞这些事情 特么不做点正事 一时间 乔思原本还算平静的心情 在看到这两个淑女之后 瞬间变得火冒三丈 因为 被廖仁南揍了一顿后 她觉得浑身非常乏力 尤其是那个地方 专有名词是 布局 为此 乔思也专门找了律师团队 想要上诉追究廖仁南的责任 但一连几次的上诉 全部都被法院驳回了 原因是 没有直接的医学证据 能够证明两者是相关的 乔思这次算是被打掉了牙 还得往肚子里吞 想想就够窝囊的 给老子滚下来 说着 乔思把这大欧派女人赶下了车 并自己则坐进了兰博金妮驾驶室 乔哨黄毛捂着脸 问道 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拇指娱乐 乔思皱眉道 第165章 第二部广告曲进行中 事实上 躺在医院的这段时间 乔思一直在琢磨着 该如何报复廖仁南 而最近两天 他想明白了 既然从法律的层面上 拿廖仁南没任何办法 那就可以从娱乐商业层面 对廖仁南进行封锁和制裁 廖仁南不是歌手间作曲人吗 不是有一家娱乐公司吗 不是正在参加天籁之音比赛吗 既然如此 那就可以从这些方面入手 把廖仁南给整死 要知道 乔思可是漂亮国鱼圈的新二代 那资源也是杠杠的 正所谓 上流社会的圈子 都是相通的 他觉得 要是将自家漂亮国的资源 往华夏这边倾斜一点 那肯定也会掀起一股不小的风浪 这就跟当年巴菲克 带钱搅乱华夏股市 是一个道理 毕竟 在乔思眼中 华夏鱼圈的能力和水平 是远不如他们国家的好莱坞 再说了 华夏有不少人 很喜欢跪舔歪果人 所以 他觉得 来华夏鱼圈投资 那是有着天然的优势 凭着这些理由 乔思很快就说服了他老爸 于是 他带着14个歪 而且是美刀 准备来华夏鱼圈搏一搏 也把钱给挣了 等着瞧吧 这边 将李千墨送上飞机后 廖仁南便返回到了酒店 他简单的收拾了一下东西 就往比亚地方的片场赶去 同样也在京省的综合影视基地 廖仁南刚踏进拍摄棚 就看到了萧南和汪晴 廖老师 你来了 欢迎啊 两人见到廖仁南 便立马上前打招呼 他们也是主要负责 这次与廖仁南工作的对接 跟催广告曲和微电影 尽快保质保量的完成 两人现在对廖仁南 可是佩服的不得了 毕竟不久前 廖仁南可是连三方资本的约定 都给撬动了 到现在想想 都还觉得不可思议 此外 这两天 华夏移动的广告曲发布 在鱼圈和商圈 都造成了不小的动荡 跨时代的曲风 也给华夏移动 带来不菲的回报 萧南和汪晴两人 自然也是有关注的 一时之间 两人对廖仁南是 除了佩服 还是佩服 他们也后知后觉意识到 当时换成跟廖仁南合作 完全是最明智的选择 同时 两人对于廖仁南的这场合作 也是充满了信心 萧总监 你好 汪总监 你好 廖仁南也是热情地迎了上去 和两人握了握手 一番寒暄过后 三人也是进入了正式的工作 首先 萧南和汪晴两人 将廖仁南带到了广告曲录音棚 为他引荐了几名音乐制作人 对于这首广告曲 比亚迪也是严谨对待的 因为 廖仁南赋予她的曲风 跟 我的地盘 有点类似 属于饶舌混合阿尔与弊的 所以 比亚迪芳也是特意请来了 华夏相关歌曲领域最强的音乐制作人 由廖仁南来作证指挥 这些人按吩咐去执行 廖仁南总体与几人聊了一下 表达自己这首歌的主旨和诉求 几名制作人也积极回应 并且交换自己的意见 一切都很和谐 随后 萧南和汪晴两人 便带着廖仁南来到 微电影拍摄棚 给他引荐一下相关的工作人员 在整个介绍一圈后 萧南拉着一个助理 问道 黄岛呢 黄岛刚才有事 外出了 这名助理道 什么事情 大概多久能回来啊 萧南便顺着 多问了两句 呃 这名助理 被问得猛住了 赶紧给黄岛打个电话 就说廖仁南老师到了 回来商讨一下微电影 萧南大概也懂了 黄平忠肯定是因为私事走得 便丢下一句话 嗯 好的 助理道 萧南便招待廖仁南 先到会议室喝杯咖啡 等了大约一刻钟 一个大富翩翩的中年男人 大步走进会议室来 笑呵呵的道 抱歉啊 临时有点急事去忙 萧南也跟着站了起来 微笑着向廖仁南介绍道 这位是黄平忠导演 华夏有名的MV拍摄大师 然后 他又对黄平忠 介绍道 这位是廖仁南老师 实力派创作型歌手 也是 咱们这次 广告局主角 即总指导 你好 黄导 廖仁南文言 也起身打招呼 你好 廖 小廖 黄平忠略意沉吟 笑呵呵的道 你是晚辈 那我就叫你小廖了 萧南和汪晴文言一正 嘴角的笑意也僵住了 廖仁南 他的脸上 没有任何表情 气氛陷入短暂的尴尬 旋即 汪晴率先反应过来 笑着道 那咱们 就为电影商讨一下 看有没有什么问题点 可以啊 黄平忠扯着粗嗓 应了一声 他走到会议桌前 静止坐了下来 道 其实也不用这么麻烦的 你们毕竟不懂MV拍摄 我们都排定好了的 到时 按照执行就行 萧南文言 善笑一声道 如果拍摄MV的话 那确实是黄道你懂行 我们也就是提前看下内容 免得到时候 什么都不了解 那领导问下来 也不好办 可以 黄平忠表情不悦地说道 然后 他扭头对助理 吩咐道 去把投影设备弄好 MV的脚本也拿过来 给几位领导看一看 萧南一听 顿时面色一炷 很快 一番操作之后 几人终于坐下 看起MV剧本来 而黄平忠也是操作起 PPT 开始讲述MV的设计剧情 他满嘴都是行业术语 并且都是挑复杂的说 一时间 汪晴和萧南两个人 也是听得云里雾里 而廖仁南 现在可是有 神级编剧技能 脚本和MV故事 设计这些 他一下就能够看明白了 稍微瞟了几眼 他便有了想法 麻烦停一下 廖仁南朗声道 我觉得这个MV的编排 问题挺大的呀 听到这话 萧南和汪晴 都是不禁吞了口口水 其他几名工作人员 也都竖着耳朵在听 表面上一个个风平浪静的 其实内心都跟着揪了起来 因为在这个片场 所有的人 都是挺惧怕黄平忠的 他在圈内 MV行列 也还是有一定口碑 而廖仁南 刚才直接开口就说 他负责的 MV设计问题挺大 这完全就是要搞事情啊 哦 那你说说 我看看哪里有问题 黄平忠嘴上说着 脸上 已经闪过了一丝不悦 第166章 这哥们还会写脚本 文言 廖仁南也不客气了 朗声道 第一点 脚本中写的 拍摄场地选在国道 格局太小了 跟广告曲的旋律不太搭 对比亚地产品也没有加分 第二点 对于在微视频中 我的个人形象设计 脚本中写的是都市精英 这点我觉得非常之普通 跟大多数车企的广告雷同 而且也不符合广告曲的旋律 听到这两点 黄平忠眉头紧锁 面色也十分难看 然而 廖仁南却没有理会他 继续到 第三点 也是问题最大的地方 脚本中写着 还有一家四口铜矿 比较温馨的画面 我觉得这完全就是多余 会破坏广告曲 原有氛围 而且 我们都有备选方案 廖仁南的话还没说完 黄平忠就打断了他 语气不善的道 如果你觉得家庭氛围感不行 那咱们可以换几个漂亮的模特 大家一起保保眼福 黄平忠说到这里 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肖南和汪晴听到这话 都是善善一笑 不知该说什么 哼 廖仁南笑着摇了摇头 道 我觉得 如果换成模特 那则是更加的杀风景 只有觉得空洞的时候 才会需要这些东西辅助 同样的 这些对比亚地新品 没任何的加分和增彩 听到这话 几名工作人员 是一愣一愣的 因为廖仁南基本上 将这个MV的几点设计方案 全给否定了 几人用脚趾头都能想到 黄平忠一定会暴跳如雷 以他的火爆脾气 哪里受得了 所以一时之间 几人觉得一场暴风雨 即将来临 下一刻 黄平忠就如他们所想的那般 出言讽刺道 哼 既然廖老师这么厉害 这么有想法 那你们自己倒呗 请我来干嘛呀 廖仁南也是寸步不让 陈生道 我提出的这些 都是就事论事 没有掺达任何的情绪 毕竟我是项目总指导 只想把作品弄到最好 而且一首好的广告曲 都是靠内容衬托出来的 对每个作品都不含糊 也是我一贯的处事风格 如果话不投机 那就另外谈吧 说完 廖仁南便站了起来 朝会议室外走去 萧南见状 也是跟着站起身来 但却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 汪晴也是有些交集 他面带笑容 轻声对黄平忠道 黄岛 大家都是合作伙伴 都是为了把作品做好 有问题可以好好谈的 不一定要闹得这么僵 真是的 黄平忠充耳不闻 扯着嗓子抱怨道 现在这些小鲜肉明星 都太自以为是了 出一点成绩就开始蹦打 还真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他不是很有想法吗 就都交给他去拍吧 反正我是不管了 黄平忠骂咧着说完 也走出了会议室 留下萧南和汪晴 面面相去 两人在原地干战了几分钟 最后还是决定分头行动 由汪晴继续安抚黄平忠 萧南则是去劝劝廖仁南 转了一圈后 萧南在录音棚 找到了廖仁南 廖老师 萧南满脸堆笑 道 其实不瞒你说 我也觉得黄岛的工作态度 不太严谨 谦和 但是 他毕竟是圈里的前辈 咱们就当是让一让他了 而且他的指导能力还是很强的 不然比亚蒂不会专门邀请他来 所以 咱们还是和气生财吧 毕竟这个项目日程也非常的紧张 进行不下去 那是大家共同的损失 萧总监 料人难淡淡的道 你说的道理我都懂 不过黄岛的做事风格 我真的不敢苟通 另外 我跟你交个底吧 这首广告曲该怎么拍 我心里已经有了总体框架 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实在是不行的话 你们帮我找个普通指导就行 镜头和脚本什么的 我可以自己来弄 听到这话 萧南内心一惊 好家伙听着哥们的口气 他还懂编剧知识 真的假的 当然 他不会傻到 去开口问 好吧 那我们公司内部商讨一下 再给你回复 见料人难一脸坚定 萧南也只好这么回答 这边 汪晴去安抚黄平中 也是没一点效果 黄平中是铁了心的 要和料人难死磕下去 汪晴也是 没任何办法 在联系了萧南后 他也是决定 回去商讨一下 然后再做出选择 转眼到了第二天 经过一番紧急商讨后 比亚地方也有了结果 决定遵从 料人难的提议 毕竟当初为了这首广告曲 可是连三方约定都修改了 这样相比起来 一位业界导演 又算得了什么 两方的项目才刚启动 比亚地方只支付了10%资金 所以损失不算太大 可黄平中一听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最后 为了不跟黄平中方闹的泰江 汪晴也是煞费苦心的安慰着 而比亚地方也表态 会再支付2%的款项 作为额外补偿 黄平中文言 心里总算平衡点 不过 他表面上不提这事 心里却还是记恨着 他倒是要看看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料人难 到底能弄出什么东西来 别到石屁都弄不出来 那就有好戏看了 处理完黄平中的事情后 萧南和汪晴便立即 来到了料人难这边 他们手中还拿着 几份有空档的指导资料 准备给料人难挑选 萧南在心里盘算了一下 如果真爱料人难的模式 即使这样无辜兜了一圈 反倒还会给公司省一笔钱 因为黄平中的报酬要求 比这些没名气的指导酬劳 要高出十倍还不止了 只是 俗话说便宜没好货 萧南怕用这些指导 会起到反作用 把事情搞砸 当然 这只是他内心的疑虑 没跟任何人说 廖老师 这些都是有空档的指导 你看有没有中意的 如果都不行的话 我们再想办得换 跟料人难说明一番后 萧南便将文件递了过去 料人难点点头接过 开始认真翻阅起来 正随意查看着间 他发现一个熟悉的名字 旷盛 料人难心中一动 连忙去看他的详细资料 好家伙 还真是他 这简直就是雪中送他 第167章 比亚地广告曲开拍 要知道 在前世中 邝胜可是多变形MV导演 几乎所有一线歌手 都拍过他长进的作品 同时也有着丰富的广告 与影视拍摄经验 他是周董的御用MV导演之一 也是宝导导演之中 不可多得的鬼才 但是 在这个平行世界 邝胜现在是名不见经传 正处于提着摄影机 到处找活拍的 窘困境地 他的要价 也是这几位指导中 最低的一个 想到什么 廖仁南目光落在了 邝胜的所属经纪公司栏 空缺 廖仁南心头一热 心中有了个绝佳的想法 当下 廖仁南连忙定了定神 道 就选这位吧 汪琴微微汗手 看了眼 道 好的 我马上跟他联系 嗯 廖仁南应了声 便继续去忙广告曲 录制事宜 与此同时 金省某间出租屋里 邝胜正操作着电脑 在网上寻找视频拍摄的 相关招募信息 他曾是名校导演专业的尖子生 在这个圈子里也混了六七年 可一直都是不温不火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干哪一行都需要人脉 本来 邝胜一直已成为一名导演 为人生目标 但经历过社会独打之后 他的目标已经有所动摇了 正在这时 叮铃铃 邝胜的手机响起 他顺手接了起来 听到手机那头说的话后 还好的 汪总监邝胜欣喜地应道 我马上就过来 保证不会让你失望 挂断电话 邝胜迅速地收拾一下自己 带好随身的东西 就冲出了房间 他高兴地都要飞起来了 不多时 邝胜便在萧南和汪琴的带领下 来到了廖仁南所在的办公室 邝老师你好 欢迎啊 廖仁南看到来人 连忙热情打招呼 他发现 面前的这位邝胜 跟前世报道中形象差不多 不过 他现在要年轻很多 因为也才三十岁出头 听到这声称呼 邝胜一副受宠若惊的模样 啊 廖老师你好 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哪里 廖仁南微微一笑 啊 我看过你拍的作品 真的都非常不错 谢谢 邝胜眼中闪过一丝激动 都有些红了 简单聊了一会后 便进入正式工作 廖仁南拿出一份资料 和广告曲的demo 递给邝胜 问道 对于这个车的广告 你有什么想法呀 邝胜认真听了一遍 并把资料看完 道 感觉旋律非常硬朗 很有气势 如果要拍摄的话 可以选择一块山坡上 近远景都可以取一些 服装配饰的话 也要选择硬朗不拘一格的 这样跟歌曲才大 廖仁南闻言 满意的点点头 不愧为邝胜啊 一下就抓到要点 而且都说的在里 这时 廖仁南便把自己写的 威视平分镜头和脚本 拿了出来 递给邝胜 这个脚本你看看吧 萧南瞥了一眼 发现牌板还挺工整的 看起来挺像那么回事 便惊讶地道 哇塞廖老师 你真学过编剧专业知识啊 嗯 研究过一段时间 廖仁南微笑着应了一声 然后转头对邝胜道 你看下有没有需要 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邝胜点了点头 看了一会之后 目光灼灼地 看向廖仁南 道 这没什么可改的 已经是趋于完善 廖老师 你真的太厉害了 一旁的萧南和汪晴文言 看向廖仁南的眼神 也是充满了炙热 很快 萧南就召集相关工作人员 大家就这个版本的 微视频设计的可行度 进行仔细的讨论 最后 整个方案看下来 每一部分进行审查 相关环节的负责人 都是觉得没问题 见此 廖仁南笑了声 哦 既然你们都觉得可以 那就按这版执行了呀 行 大家一口同声的道 方向定了之后 由廖仁南指挥 邝胜临场执行 两人抓紧时间拍摄起来 策划 已经完成 筹备 两人非常顺利 就选好拍摄场地 然后交由相关人员 去布置场景 服装和道具也都选好 是从现有资源里挑选的 所以省去了定做 加工的时间 拍摄 在准备完善后 便立马开始了 由于需要参与的演员很少 且取景地点在偏僻的山区 反倒使得 MV拍摄的效率非常高 只花了半天的时间 素材已经全部拍完 接下来 后期视频剪辑和加工事情 就全全的交给邝胜去办了 廖仁南也有了更充足的时间 去跟催广告曲的录制和加工上 此外 他还要兼顾家庭 每天雷打不动地跟 李千墨 贝贝通视频电话 又是三管齐下 生活过的忙碌且充实 廖仁南的小日子 可谓是美滋滋 而邝胜就没这么舒服了 毕竟 他顶替的 可是黄平忠的位置 黄平忠不敢明着跟廖仁南对抗 那对对邝胜 还是非常容易的 廖仁南在工作过程中 不止一次看到邝胜在接电话 脸色十分的难看 除此之外 黄平忠还在微博上 讽刺邝胜 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装修工人 嘲讽他营造的MV场景 都是格局比较小的 没什么制片方能看得上演 而邝胜非常擅长做表面工作 把破破烂烂的东西 装饰得金碧辉煌 用这种方式来欺骗观众 之后 见邝胜没有回应 黄平忠更加肆无忌惮 称邝胜就是个低层导演 拍出来的都是低级货色 而看到这一幕后 网友也热议纷纷 尼玛 想不到MV导演界 火药味也是这么浓啊 我只是想问问 这个邝胜到底是谁啊 值得黄大导演 这么费劲口舌的批斗吗 卧槽 现在才看明白 居然是由邝胜指导 廖神的广告曲 这资源有点大啊 怎么感觉邝胜都不敢吭声 来自娱乐圈底层人士的悲哀啊 你们吵归吵 闹归闹 可千万别把廖神作品给搞砸了 期待廖神的比亚地广告曲 第168章 你对我那么重要 当然 廖仁南也看到了 有关的娱乐新闻 但见邝胜没做任何反应 廖仁南也不便插手这事 并且 他觉得适当的压力 能让一个人变更强 终于 在一天之后 也就是跟邝胜合作的第二天 比亚地广告微视频制作完成了 而在一天前 广告曲也录好了 于是 廖仁南召集会议 大家整体过一遍 确定没有问题后 便把资料打包 交给比亚地方相关部门审核 趁此空隙 廖仁南便把邝胜叫到 隔壁咖啡厅去喝一杯 拍完这部微视频后 你有没有下一步计划 廖仁南笑着问道 喝没有 邝胜善笑了声道 不过 我会继续找的 其实廖老师 我感觉跟你气场很合 就敞开心扉直说了 本来这段时间 我非常想放弃了 但你给的这个机会 让我振作起来 我还是很热爱这行的 所以会继续坚持下去 就算有人阻拦 也无所谓 廖仁南自然明白 这句话里的意思 这个阻拦的人 指的就是黄平忠 最近这几天里 黄平忠没少攻击邝胜 也正因为如此 邝胜原本就没什么资源 现在更无法在圈里立足 在此之前 他投的应聘信息 还是有工作人员回复的 但现在 却是连一条都没有 可能都被删到垃圾箱了吧 甚至 就算邝胜打电话过去 不少制片方一听到是他 就会直接把电话给挂了 确实应该这样 我相信你的能力 廖仁南笑着说一句 陈宁片刻 他又问道 对了 我看到你的经济公司栏 是空的 你都没签吗 和能力还不够 邝胜善笑着答道 心里有一点羞愧 毕竟在他看来 混了这么多年 还没着落 确实挺耻辱的 廖仁南文言心中一喜 说出早就想说的话 道 那既然如此 加入我的公司吧 邝胜听到这话 顿时就愣住了 廖仁南继续道 我的南民娱乐公司 虽然成立两个月 乐不到 但已经出具规模了 工作人员各部门 都招募齐了 歌手及演员的话 也在不断扩充 而且我的公司还有 为拍摄MV内景准备的场地 设备也都是非常齐全的 现在就缺一个导演了 那确实挺好 邝胜微笑了下 笑容却很快又散去 道 可是 现在舆论风气对我 难道你不介意吗 当然不介意了 廖仁南爽快的道 我相信我的眼光 那我再想问一下 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心愁待遇的话 保底 分城 分红等 全都会有 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当然愿意 邝胜笑着点了点头 眼中隐隐有泪光闪动 六七年的苦苦坚持 终于有了回报 当然了 这都是因为眼前这个人 廖仁南 想到此 邝胜立刻站了起来 道 谢谢你了廖老师 我以后定当全力以赴 扎扎实实地拍好每一部作品 嗯客气了呀 廖仁南笑了笑道 从年龄上来说 我应该喊你一声歌 反正咱们都相处随意一些 毕竟以后就在一起工作了 那行 邝胜笑了 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笑容 廖仁南见此也十分欣慰 啊 我稍后就把你的联系方式 给公司合作伙伴曹精明 谈薪资及签合同的事情 就交由他跟你对接了 嗯 好的 邝胜点头道 之后 两人随便聊了一会 便各自散去 离开咖啡厅没一会 廖仁南就接到肖南的电话 说广告曲和微视频都已经 通过了比亚地公司内部审核 现在公司已经将相关的文件 提交给了府院文艺审核部门 百分之百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 比亚地方提前拟定了 新车发布会的时间 定在明晚八点开始 同时 肖南也表示 他代表比亚地方 郑重邀请廖仁南和邝胜 一起去参加这次的发布会 那个 肖总监廖仁南听了 语气惋惜的道 麻烦你转到公司 我谢谢各位领导的好意 但是 我明天有点急事 要返回去摩都 就不能立临发布会了 当然 我会通过网络直播去观看的 肖南一时间也是 有些反应不过来 毕竟 这种刷流量和名气的机会 放在任何一个明星身上 肯定都是求之不得的 但这位哥们 完全是另辟蹊径 廖仁的格局 烦人不懂 可以 肖南回过神来 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道 那你有事就先忙 希望有机会再合作 好的 有机会再合作 廖仁南道 其实他心里都有数 这种机会有的是 手里握着大把的经典 还差这么一点名气吗 再说了 春宵一刻之千金 摩都还有个小仙女等着自己呢 跟剧组人员道个别 廖仁南便回到自己住的酒店 在路途中 他已经通知助理 给自己订好机票 到了住处 廖仁南 拨通了李千墨的视频通话 魏仁南 李千墨靓丽的身影 出现在了镜头前 他穿着一袭黑药实力裙 脖梗处挂着一大串珠宝项链 整个人熠熠生辉 美道不可方物 你现在是在参加活动吗 廖仁南见此 笑着问道 李千墨天天一笑道 对啊 马上要参加一款珠宝的商业会 就是我身上带着的这款 说着 李千墨还指了指自己的脖子处 嗯 挺漂亮的 廖仁南笑着道 那你都要忙 怎么还借我视频啊 李千墨笑了笑道 你的视频 我当然第一时间接啊 你对我那么重要 第169章 欢迎导演邝胜加入南民娱乐 文言 廖仁南笑了声道 宝贝现在说话 越来越甜了呀 有个好消息 跟你说 我今晚的航班回来 啊 真的吗 李千墨惊喜的道 真的 廖仁南对着镜头 挑了挑眉吗 道 估计十点钟能够到吧 爷 太好了 李千墨欣喜的道 那我们晚上都等你 可以啊 廖仁南点点头 想到什么 他又问道 那你待会出席商业活动 晚上都没有应酬的吗 有啊 李千墨嘟着粉唇 道 不过我无所谓了 我直接推掉算了 嗯 能推掉也好 我不希望你应酬的 廖仁南轻声说了一句 陈宁几秒 又提醒道 对了千墨 如果我爸妈和小孩子困了 就让他们先睡吧 毕竟我的航班十点钟才落地 估计到家就要十点半钟了 有点太晚了 嗯 知道的 李千墨眨了眨眉眸 而这时 廖仁南听到视频里 有人正在叫李千墨 他便道 千墨 你如果有事 就先去忙吧 待会有空用语言聊 嗯 好吧 李千墨舍不得挂断视频 但也只能道 那咱们晚一点再见 嗯 晚上见 与此同时 在收到廖仁南的消息后 曹精明也第一时间 跟邝胜取得了联系 并且就合作的有关问题 进行了视频会面 最后 两方签署了电子合约 至于和邝胜谈好的酬劳 采取的保底加提成模式 跟他拍出作品的质量 以及好评度相挂钩的 毕竟 邝胜还没打响名气 也没有高质量代表作 但是 南民娱乐开出的待遇 绝对是邝胜在圈子里 能拿到的最高报酬了 因此 邝胜也是怀着感恩 答应了下来 于是 在谈妥之后 双方都对外公布了 相互合作的消息 锦号南民娱乐微博锦号 欢迎导演Ed邝胜加入南民娱乐 携手宝邝 解锁全新旅程 再创新计 再创圣计 探索魅力自我 永无止境 热爱不复 光芒万丈 未来 一起前行 锦号邝胜 锦号at南民娱乐 打 心之所向 初心不变 未来 咱们一起努力 而看到这个消息 网友也热议纷纷 这官宣文案 写得很文艺哦 恭喜双方了 尼玛 那边黄屏中点滴邝胜 这边廖神就把他签了 我闻到了八卦的味道 好家伙 看来廖神这次跟邝胜合作 应该是非常愉快了 我看过邝胜的作品 妥妥的文艺男青年 绝对不会比其他导演差 不得不说 廖仁南真的有眼光 牛逼 恭喜南民娱乐 既往心灵后 再填一元猛将 期待廖神比亚地广告曲 大概什么时候出来啊 另一边 某娱乐公司办公室 黄屏中看到这条微博消息 脸色顿时变得难看了起来 这个廖仁南 完全就是在找茬啊 不过无所谓了 走着瞧吧 等这首广告曲微视频出来 黄屏中发誓 要将他们喷得 狗血淋头 深夜十点钟 廖仁南乘坐的航班落地 刚走出站口 他就看见一道熟悉的倩影 正拼命对着他招手 虽然他戴着口罩和棒球帽 但是廖仁南一眼 就认了出来 他正是李千默 李千默上身 穿着一件粉色衬衣 下身穿着一件修身牛仔裤 但他完全就是一个美人胚子 有着白皙皮肤 和娇好身材 即使是这么大众的服装搭配 也被他穿出了非常时尚的感觉 而且 廖仁南有给李千默发灰信 告诉他 不用来接机 在酒店等着就行 但李千默坚持说要来 面对他执拗的热情 廖仁南便笑着答应了 此刻 心中一暖 廖仁南静止走了过去 一把搂住了李千默 两人虽然都没有说话 因为怕被外人给听到 但是却都心照不宣 往停车场方向走去 上次是廖仁南给李千默接机 这次直接颠倒了过来 这种感觉 还是挺奇妙的 仁南 你有没有想我呀 等到人少的地方 李千默终于忍不住问 廖仁南呵呵一笑 道 当然想啊 说着 他搂过李千默的先腰 在他的粉唇上亲了一口 然后笑着说 千默 我想听你 对我换一个称呼 李千默冰雪聪明 当然一下就听懂 可是半想 他才挤出两个字 老 公 说完这两个字 他已经是面红耳赤了 因为这两个字 太易非凡了 老婆 廖仁南满意地点了点头 伸手轻轻刮了下他的鼻尖 李千默紧紧搂了下他的手臂 脸上的红韵更浓了 他连忙转移话题 道 走吧 咱们赶紧回去吧 叔叔和阿姨都还等着你呢 啊 廖仁南一愣 道 不是让他们早点睡吗 我说了的 李千默奄然一笑 道 不过叔叔阿姨执意要等 我也是没有办法了 哦 廖仁南点了点头 道 那咱们赶紧过去吧 嗯 李千默道 半个小时的车程 便到了酒店 刷卡打开房门 便看到蒋方和廖正群 站在玄关处 爸 妈 廖仁南亲切地叫了声 哎 仁南 二老一脸笑意 连忙接过他们手中的行李 道 赶紧进来吧 我准备了夜宵 你们吃一点吧 蒋方笑着道 闻言 两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桌台上摆着面条 牛奶 小笼包 水饺等 哎呀 廖仁南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道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的 我肚子也不是特别饿 都准备好了 多少吃点吧 蒋方道 李千默见此 微微一笑道 那叔叔阿姨也一起吃点吧 对 廖仁南复喝道 喝喝好吧 蒋方笑着硬道 于是 几人便坐着一起吃了起来 一边吃着 一边聊天 一刻钟后 都吃得差不多了 廖仁南给几人 都准备了精美的礼物 一一分给大家 贝贝和阮阮正在熟睡中 便将礼物放在两人枕边 廖仁南轻了贝贝一下 便出了他们的房间 其中 这个套房是大四间 所以都住得比较宽敞 几个房间逛了一遍 沉宁一下 廖仁南道 咱们明天去 买一套新房吧 第170章 别把二媳妇给吓跑了 毕竟 经过苏雪这么大肆闹了一出 廖仁南租房住址 也被曝光了 至于以后 随着廖仁南名气的增加 那肯定会有粉丝过来蹲点 而引起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最后 那里的治安 也不是最好的 考虑到这些因素 必须得买一套新房 嗯 蒋方文言 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道 总租房也不是办法 确实应该买一套 而且要买的话 就买面积大一些 地段好点的 到时候可以作为 说到这里 蒋方欲言又止 看了李千默一眼 大家都是聪明人 蒋方没说出来的话 他们自然明白 李千默的一张俏脸 也是在这一刻 变得通红 毕竟 这件事对他而言 实在是太敏感了 也是他从没考虑过的 一时间 场面陷入短暂的尴尬 可 廖正群瞪了蒋方一眼 清了清嗓子 道 任南 你自己决定 你妈也就是随便说说的 别搞得这么的着急 把媳妇给吓跑了 呃 蒋方也回过神来 笑容可惧地道 其实我也不懂 关键在你自己 这时 气氛稍稍缓和了一些 任南 李千默岔开话题 问道 那你准备买 哪里的房子呢 廖仁南拖着下巴 沉阴几秒 道 就看华州军庭吧 哦 听到这个话 李千默眼眸一亮 千默 蒋方有注意到这个细节 便问道 你知道那个楼盘吗 知道的 阿姨 李千默点头道 哼 蒋方轻笑一声 问道 那么 那里的房价贵吗 有点贵 李千默汉手 道 那个楼盘的房子 每套都是上亿的 咕噜 听到这话 蒋方和廖正群两人 都是一愣 仁南 蒋方忽然正色道 虽然我们两老钱不多 但这几年也存了点的 明天我就给你都取出来 妈 不用的 廖仁南笑呵呵的道 我还是有一点点钱的 蒋方不懂这个梗 便提醒道 那既然一点点 爸妈就更应该帮你了 李千默却是知道的 微微一笑 好吧 咱们明天去看了房子说吧 廖仁南道 那行 蒋方点头 不知不觉 就到了晚上十一点半钟 因为廖爸妈都在酒店 李千默也不方便在这里留宿 便还是决定回自己别墅 他的别墅离这非常近 只有几分钟的车程 廖仁南便主动的将他送回去 到了别墅里 两人终于是自由了 便抓紧时间享受起 销魂的二人世界来 一直到了转钟一点 廖仁南才返回酒店 便沉沉地睡去 一日 就在廖仁南刚睁开眼睛一会 一道机械的声音在他脑中响起 叮 恭喜宿主辉煌点累计达到一百万 自动兑换一次奖品 奖品自动兑换成功 恭喜获得0.1折购房优惠券一张 0.1折购房优惠券 宿主购买任何房型 可以享受0.1折的优惠 注意 一 该优惠券只限购一套房 同时购买多量房无效 二 房款额度上限 实外软媚币 好家伙 真是需要什么 系统就来什么 这尼玛 廖仁南自己都觉得 系统有点太bug了 而且 好像前天才刚因为广告曲 我的地盘发布 获得了一波的辉煌值 这两天也没干啥啊 辉煌值从哪来的 真是太匪夷所思了 廖仁南用意识在系统空间 查看了下辉煌值来源细想 几分钟之后 他终于明白 这是居然跟旷盛有关 因为 南明娱乐今天签下了旷盛 而他正处在于黄平中的舆论中 事实上 还是有不少网友 是替旷盛抱不平 毕竟同情弱者 世人一贯本性 因此 大家对廖仁南签下旷盛的事 表示赞善 崇拜他的人也是 网上涨了那么一波 只能说 廖仁南这是无心插柳柳成英 莫名的蹭了旷盛热度 旷盛真是名副将啊 这就开始做贡献了 至于这系统奖励 两个字太特么香了 很快早餐过后 廖仁南便把贝贝送去了幼儿园 由于 鸾鸾也没地方去玩 所以 廖仁南准备直接 带着他一起去看房算了 他提前有跟李千默约吼 就在他别墅下的凉亭见 另外 他还告诉李千默 自己会给他带早餐 没一会 廖仁南便开车 带着爸妈和鸾鸾 来到了城南别墅区 今天 李千默穿着一件 马卡龙色系的连衣裙 整个人鲜鲜的 既活泼又甜美 娃千默阿姨 你好美啊 廖仁南看到眼睛都直了 围着李千默绕了两圈 谢谢 乱来你以后 也可以这么美哦 李千默笑道 廖仁南同样也觉得 李千默打扮很新颖 他从来没这么穿过 这才符合他年龄吧 千默 廖仁南牵了下李千默的手 把早餐递给他 道 这是给你带的 你吃了 咱们再出发 嗯 好啊 李千默接过 心里暖暖的 早餐有灌汤包 牛奶和鸡蛋 热乎乎的冒着香气 他便放在凉亭桌上吃了起来 仁南叔说 千默阿姨的房子 是哪栋啊 廖仁闲着无聊 便问了一句 廖仁南指着正前方的 一栋三层小洋楼道 就是那一栋 蒋方和廖正群 也顺眼看过去 只见 这栋别墅是新中式风格 里外都被鲜花簇拥着 每一处都透露着精致 不用想都知道的 肯定是价格不菲 尽管二老早有预料 但此时亲眼所见 还是有些吃惊的 廖仁的眼中闪过一抹 掩饰不住的光芒 他碰了碰廖仁南的手臂 廖仁南侧身看着他 仁南叔叔 廖仁压低了声音 道 你真是爽闻逆袭男主角 溜掉毒蛇怨妇 抱得白富美 走上人生巅峰 好羡慕啊 羡慕是吧 廖仁南闻言 眼珠咕噜一转 道 那就好好读书吧 书中自有言如语 书中自有黄金乌 呵呵 廖仁甲言一笑 做了个鬼脸 廖仁南无语的摇了摇头 这廖家的女孩子们 怎么都是小鬼大 对方是堂兄家的女儿 他也不好多说些什么 换做是廖恩贝 他直接上手了 就在这时 仁南 我吃完了 李千默微笑着说 他已经收拾好东西 哦 廖仁南应了声 笑着道 那咱们出发去看房子吧 第171章 号称谭工的王中王 不多时 廖仁南便开着库里南 来到一处别墅寿楼部 一块古朴的牌匾上 刻着谭工两个字 宜仁南 李千默水眸中金光一闪 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宝 你不是说去华州军庭 怎么来了这里 那个 我仔细想了一下 廖仁南微微笑道 我妈说的挺对的 要买就挑最好的 这边 离你家和我的公司 都要近一点 哦 李千默沉吟着 点了点头 因为他很清楚 谭工别墅的价格 都是几亿网上的 完全就是别墅中的精品 虽然李千默在渔圈混了多年 也是挣了不少钱的 但让他来谭工买房 那肯定是拒绝的 不是不想要 而是买不起 而廖仁南这才付出没多久 虽然拿了几个亿的代言 但不至于能买得起 这样的别墅吧 又或者 他不知道 这里别墅的价格 李千默更倾向于后一种可能 哼哼 听到这话 蒋方也是善善一笑 他口中的好房子 跟廖仁南所说的好房子 可不是一个等量概念 停好车后 廖仁南带着几人走进 谭工别墅的销售大厅 与其他的销售中心不同 谭工寿楼部也是奢华至极 从厅内陈设 盆景 沙发 倒给顾客喝的茶水 无异不是极品 此外 谭工别墅的寿楼经理 那长得比空姐还标志 不过 当他们跟李千默站在一起 顿时就黯然失色了 不好意思廖先生 现在谭工只剩下楼王区的 几套独栋别墅了 在了解廖仁南的需求后 寿楼经理笑容款款的道 当他见到 廖仁南带着李千默 及家人一起来时 心中也是非常的震惊 没想到两人的感情 竟然好到这种地步 连家长都已经见过了 那现在买来别墅 难道是准备结婚 做婚房用 不过 惊讶归惊讶 他的职业操守还是有的 其中 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不能泄露顾客隐私 哦 廖仁南文言 淡淡的道 那就看楼王区的别墅吧 听到这话 美女寿楼员眼眸一亮 他飞快地在夜经屏上操作了几下 将弹宫楼王区的平面 和三地图展示出来 并笑容可惧地道 现在弹宫的楼王区 还剩下这标绿色的五套别墅 廖先生可以看看 喜欢哪种风格的 廖仁南抬眼看过去 五栋独立别墅中 有两套是欧式风格 他直接给踢除 另外三栋中 有两套偏黄式风 装修非常的奢华 廖仁南也是有点排斥 倒是最后面的一号别墅 背靠城中央的一片湖泊 绿意盎然 装饰也是心中式风格 让廖仁南非常的满意 那就看看一号别墅吧 廖仁南爽快地道 寿楼美女一听 顿时喜笑颜开 夸赞道 廖先生好眼光啊 这是我们弹宫楼王中的楼王 地段 风格 空间 都是最好的 那我现在就带您过去看看 嗯 廖仁南点点头 不过 李千默听到这介绍 确实觉得太离谱了 因为他刚好听圈内人 提起过这套别墅的 总价接近十个亿了 号称谭工的王中王 十个亿啊 华夏能有几个人买得起 而且 谁会轻而易举地去买它 毕竟 富人买房也是考虑性价比的 本来别墅面积已经够大 再大 也就显得累赘了 当然了 主要还是因为价格 同样的地段 好那么几分 就多出一个亿 有钱人也会觉得不划算 所以 李千默已经确定了 廖仁南肯定是不知道 这里的独栋别墅价格 他决定 等会趁着空隙 定要提醒他一下 不多时 一行人便乘坐上观光车 朝着一号独栋别墅开过去 谭工 左邻西郊国宾馆 又邻紫月山公园 备考城中的湖泊 在魔都乃至华夏 影响力都非常大 里面的一些建筑装饰风格 都是以现在世界各地的 一些经典建筑为蓝本设计 每栋别墅面积 最小为1600平米 大的则超过2000平米 这时 单看到房子的外观 我的天那廖鸾 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这应该就是 每个女孩 梦想中要嫁给王子 两人的结婚城堡吧 蒋方和廖正群心中的震撼 也是丝毫不比廖鸾小多少 即便是李千默 在看到这 王中王别墅时 也是目光灼灼 紧接着 几人进入别墅 参观起房子来 别墅一共有四层 每一层分为 休闲和娱乐 社交 款待贵客和居住 四大主题 其中 在豪华的主卧套房内 分设了男女主人 进入试衣帽间 和豪华浴室 而所有的主人用房 阳光充足 宽阔 典雅的花园 引人入圣 可以说 每扇窗都是一幅 美不胜收的风景画 一参观下来 几人感觉就像 去到某个景点 旅游了一番 没见过这种市面的蒋方 和廖正群 之外就是感到拘促了 而天真无邪的廖轮 可以说是全城挖的不停 就算是见多识广的李千墨 此刻也微微觉得有些夸张 当将一号别墅的每个角落 都仔细看了一遍之后 一行人回到了寿楼厅 廖先生 您觉得怎么样 寿楼经理喜笑盈盈的道 觉得还不错 廖任男淡淡的说道 接着又问了一句 那这别墅的价格是多少 李千墨闻言 顿时一正 他刚才只顾着参观 倒是忘了 告诉廖任男这件事 不过也没关系 他很快就会知道了 这是别墅的总价 美女寿楼经理欣喜的 把家务表递给廖任男 像这种特殊的别墅 家务都是不公开的 一般没有得到买主的同意 寿楼经理 不会给其他人看 但这大概的价格 李千墨早已知晓 这时 廖任男已经接过家务表 认真地看了起来 才十多秒钟 廖任男便合上了家务表 欠词 美女寿楼经理的脸上 依旧挂着灿烂的笑容 因为他早已预料到了 顾客不买是很正常的 毕竟这是弹工的王中王 五年内能卖掉 那也是万幸了 寿楼部早就做好了 打持久战的准备 而保持对客户的良好态度 才是他们最重要的职业操守 李千墨见此 心中也是一栋 看样子 廖任男应该也是觉得这栋别墅 价格高得离谱了点 拒绝吧 无所谓了 人生乃能事事如意 就算是位列高处的强者 那也是有许多 渴望而不可及的奢求 谁料就在这时 那就盯这套了吧 廖任男淡淡地道 第172章 喜提9.8亿大别墅 文言 李千墨绝美的脸蛋上 满是惊讶之色 水汪汪的大眼睛 低溜溜地转动着 不知所措的模样 这价值十个亿的独栋别墅 廖任男准备买了 自己的男朋友 要不要这么好横啊 他都怀疑自己听错了 事实上 李千墨的家世很好 而且 他对廖任男的感情 是发自内心的 并不是因为廖任男的外在条件 即使他经济条件一般 那也是没关系的 可是很明显 李千墨觉得 自己想错了 从前段时间买库里男 到现在要买谭工别墅 廖任男明显比他还有实力 赚钱的本事 那是一等一的 李千墨虽然不败金 但是也不排斥有钱 此时此刻 他有种捡到宝的感觉 当然 李千墨觉得 廖任男应该会 采取先代后还的购房模式 他已经打定主意 以后在有必要的时候 会帮着廖任男来 一起还这笔钱 旁边的廖任男听到这话 小眼珠也是猛的一亮 任男叔叔居然能 买得起这栋别墅 他也太有钱了吧 你嗨啊 廖任男都迫不及待地想回家 将这件事情 告诉廖氏家族的人 让他们也开开眼见 而蒋方和廖政群二老 则是觉得天方夜谈半 自己儿子要买这样的别墅 他们也是觉得面上有光的 但此刻 二老更多的是担心 廖任男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 毕竟 虽然他们并不清楚 这栋别墅的价值 但二老不用想就知道 这绝对远远超过了 他们能够承受的 咕噜 美女寿楼经理 也是咽了口唾沫 廖任男不买 那是意料之中 廖任男要买 反倒是意料之外 好的 廖先生 美女寿楼经理 像被打乱了节奏一般 有些慌张的道 那您稍微等一下 我这就给您划价 并安排后续付款 他真的没想到 会进行到这一步 毕竟这栋别墅 卖了快一年 一些华夏商界大佬们来了 都是参观和欣赏一番 敢说拿下的真没几个 所以这一刻 这寿楼经理 是打心眼里惊喜的 不多时 美女寿楼经理 带着廖任男 去往谭工收银中心的路上 在他的身边 还有李千默 而蒋方 廖正群急软软 三人留在大殿中等着 走着肩 李千默拉了下廖任男的胳膊 压低声音道 我的公司这边 还有一个多亿的流动资金 要不我现在安排转给你吧 免得你带回付款的时候缺钱 说着 李千默晃了晃手机 做了个要打电话的动作 不用 廖任男搂了下他的香肩 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道 一切我都安排妥当了 你安心地陪着我就行 哦好吧 李千默见廖任男目光坚定 便不再多言 很快 三人达到谭工收银中心 这些业务直接是由 华夏银行的员工进行操作的 毕竟是大金额交易 美女寿楼经理 在iPad上操作一番后 将价格单递到了廖任男面前 道 廖先生跟您说一下 这栋一号别墅 原价是九一八 现在谭工针对楼王做活动 有两千万的优惠额度 那就是九一六千万 如果您确认没有问题 就按照这个细项给您滑架了 一旁的李千默文言 也是暗暗点头 果然跟传闻中差不多 可以 廖任男点了点头 淡淡地道 另外 帮我存一千万的物业管理费 再存三千万的水电燃油等费用 他心里想着 反正上限是十个亿 刚好还剩四千万空隙 如果搬进去居住的话 这些钱是立马要交的 哦 好的 美女寿楼经理笑眯眯地道 并在iPad上操作一番 做完这一切后 递给廖任男看 总价正好实意差一点 廖任男点了点头 美女寿楼经理把价目表 交给华夏银行业务员看 对方也是眼眸一亮 然后迅速操作起来 先生 您可以刷卡了 业务员语气温和的道 廖任男点点头 掏出自己的皮夹 拿出一张博金卡 这张卡的余额 已经超过两亿 包括几个广告的前期款 还有写歌的报酬和版权费 并且这张博金卡 有十亿透支额度 当然 使用过这么多次 廖任男相信 系统购房券 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而这些动作 都是为了以防万一 银行业务员双手接拨 在终端机器上刷了一下 然后递给廖任男书密码 廖任男输入六位数字 这一刻 旁边的李千墨和售楼经理 还有负责业务的银行职员 都是不禁微微紧张了起来 毕竟这是高达十亿的交易 也算是一次见证历史吧 下一秒 伴随着滋滋声音响起 打印机也开始打印收据 很快收据打完 业务员双手递给廖任男 道 可以了先生 谢谢您 与此同时 廖任男也收到了银行卡扣款 共计约一千万 果然是零点一折优惠 廖任男心中大喜 哎呀 廖先生 恭喜您成为尊贵的谭工住户 美女寿楼经理也是没开眼笑 他此刻仍然是觉得晕乎乎的 居然把谭工王中王给卖出去了 真是好运来了 挡都挡不住啊 当然了 这份好运都是廖任男带来的 所以一时间 他看向廖任男的眼神充满了炙热 而李千墨也是惊喜交加 廖任男居然真把谭工罗王给买下来了 那以后 如果跟廖任男领证的话 自己不就成了这里的女主人吗 想到此 李千墨一双美目看向廖任男 也变得火热起来 自己真是捡到宝藏男人了呀 之后 谭工的销售总经理文言 也赶紧过来招待廖任男 按理说 预赶这单会成 一开始 总监就会出面的 只能说廖任男太直爽了 不愧为低调的大佬啊 两人对廖任男一家人 进行了热情款待 还给他们准备了不少贵重的礼品 而廖任男也特意叮嘱 今晚就会来入住别墅 希望对方抓紧时间 将别墅给收拾一番 寿楼总经理恭敬地点了点头 第173章 比亚地发布会开始 下午时分 几人去了趟酒店 收拾东西及退房 然后 又去了趟租房的小区 跟房东办理退房手续 顺便把一些 需要的极有纪念意义的物品 打包带走 事情非常简单 很快就弄好了 至于一些生活日用品 廖任男已经跟没打过招呼 让他帮忙采购新的 而家用设备 别墅里都是一应俱全 可以直接入住 这就是有钱的方便 此外 弹工寿楼经理 已经安排保洁 把别墅每处打扫得一尘不染 同时 也把有关别墅的安全设施 其相关的物品 包括监控设施和门禁系统 以及每套房安保设备 和别墅范围等 都仔细地跟廖任男 做了一个交接 突然有了这么大洞的别墅 廖任男也感觉挺难管理的 看来以后还是得请管家和保姆 当然了 这是可以慢慢来 要请就必须请靠得住的人 一切都弄好 不知不觉就到了 下午的四点半钟 一家人也是全部总动员 一起去幼儿园接廖恩贝 廖恩贝看到大家 开心得要蹦起来 从接到他之后 就没看见他的小嘴巴 有合拢过的 廖任男和李千莫见状 也是觉得生活太幸福了 乐呵了一会 廖任男便开着库里男 往别墅池去 一爸爸 咱们这是要去哪里 当车子开进谭工的时候 廖恩贝终于发现了异样 带你去我们的新家 廖任男笑眯眯地道 呵呵 其他几人也都笑了起来 啊 廖恩贝惊喜地看着几人 声音糯糯地问道 爸爸你真的买新房了 我喜欢新房子 你真是太棒了 呵呵 廖任男也笑了 而这时 廖任男已经到了别墅 他把车停进了车控 几人都从车上下来 廖恩贝也从车上跳下来 他跨着小碎步 跑得离别墅远一点 然后站在那里 仰头看着房子 大家的目光都落在贝贝身上 不知道他这是想要干什么 就在这时 看了足足一分钟后 廖恩贝洋洋眉毛 对着鸡民远处的廖鸾 傲娇地道 鸾鸾姐你看是吧 我真没骗你的 我爸超级有钱 廖鸾装作瞬间晕倒的样子 他翻了个白眼 道 我早就承认了 贝贝的爸爸最有钱 贝贝的爸爸最厉害 扑吃 大家都是被逗笑了 待了一会 一行人变进了房间 贝贝和轮轮在别墅里 每个楼层都逛了起来 蒋方和梅姨则是去准备晚餐了 他们提前买了丰盛的菜 今晚准备好好地聚一聚 与此同时 唐公王中王别墅 被人买走的消息 也在商圈传开了 毕竟还是有不少名流 在关注着这套别墅的 大佬们都非常震惊 到底是谁们不吭声的 就把这套别墅买走了 有的人托关系一查 原来是明星廖仁南 27岁的小鲜肉 我尼玛 大佬们纷纷都是震惊不已 现在鱼圈小鲜肉都这么豪豪 娱乐圈挣钱这么容易的吗 甚至有那么一瞬间 他们都想要转行 投资娱乐行业了 而得益于此 廖仁南系统辉煌值 上涨速度加快了些 饱餐一顿后 时间不知不觉中 也到了晚上八点 这时 廖仁南收到旷盛发过来的 一条消息 提醒他 比亚迪的发布会已经开始了 廖仁南回复了一条消息 便把这消息告诉李千默 李千默提议大家一起来观看 这也激起了其他几人的兴趣 于是 在二楼宽敞的休闲区 几人准备了不少的点心和水果 一边吃吃喝喝着 一边看起发布会 比亚迪发布会地点 选在比亚迪公司 总部的会客厅举行 还搭建了一个室外舞台 在宽敞的舞台后方 摆放着比亚帝王朝系列的唐宋元晴 以及海洋和护卫舰系列车型 在舞台的最前排 则是这次发布会新推的车型 明Plus系列 它的外观看着很硬朗 同时又带着一丝复古的味道 但软装充满了科技感 按照广告牌上的描述 这款车型改善了其他几款车的 所有不足之处 在地盘 动力 以及续航上面 都有较大幅度提升 这款车价格也非常清明 以造福华夏百姓为目标 而舞台的中央 有一面宽大的液晶荧幕 正播放着比亚帝的企业 及车型介绍视频 最后画面定格在 比亚帝的新款车型 明Plus混动轿车上 在这个时候 直播间的弹幕 也慢慢多起来 大家都是来看车的 还是来等料神新歌的 我先给大家打个样吧 我很惭愧 买不起比亚帝四轮车 我是来等料神广告审取的 根据华夏移动那波广告的效果 估计比亚帝这次也可能会爆火 兄弟们 根据网上的路透 一句说也超然 期待料神新歌应 紧接着 也是主持人上台 开场并且走流程 首先是赞助商介绍 以及重要来宾介绍 镜头一一给了他们大特写 然后 则是各比亚帝领导 以及重要的来宾登台致辞 接下来 便是邀请所有的领导上台 一起举行辆车仪式 在主持人对明Plus车型功能介绍的同时 由地板运输机 将轿车缓缓地拖到舞台中央 然后由一众领导 共同按下启动键 点亮明Plus新款车的 前脸 尾翼 以及双闪灯 计算是亮车成功 几项活动完成后 这时 主持人介绍到 让我们共同祝贺 比亚帝新车明Plus成功亮相 接下来 请欣赏比亚帝广告曲 话音落下 舞台上灯光按下来 主持人也退到一边 后方的大荧幕随之亮起 呈现出广告曲相关信息 歌名 飘移 出品 比亚帝集团与南民娱乐 作词 料仁南 作曲 料仁南 编曲 料仁南 导演 料仁南 邝胜 第174章 引领音乐潮流的天才 看到这歌曲信息 网友们都是 议论纷纷的 卧槽 料神又是词曲编全包 这次参与了MV导演 这是要逆天的节奏 飘移 这个歌名好酷 期待歌曲的内容 有没有跟我一样 是冲着MV来的 话说有没有福利 我喜欢大欧派车模 尼玛 怎么到哪都能碰到色皮 我想看粉粉的鲍鱼 楼上的卧龙和凤厨 偷偷地问你们一句 有三个W的网址吗 耶 比亚地广告曲终于要来了 燃起来吧 而在这个时候 夜镜荧幕上画面一转 第一个镜头就给了料仁南 是那种从侧面横向拍摄的 料仁南穿着棕黑色拼机的卯钉服 剑术的身形把机车服整个撑了起来 头发也做了造型 是那种中长的碎发 镜头画面里 他靠在一台车的引擎带上 嘴角带着似有似无的笑意 显得十分的帅气有形 俨然就是一位潇洒的赛车手 哇 爸爸好帅啊 廖恩贝情不自禁地惊呼了一声 哼 一旁的李千墨 蒋方和廖正群文言 都是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意 噓 这时 廖兰做了个静声的动作 道 安静点 好好听歌 这可是拳王手发脸 廖恩贝扁着嘴 点了点头 这个时候 视频还在继续 只见料仁南的侧面 一位带着头巾的车手 走进了画面中 一位车手背对着镜头 所以看不清他的脸部 这是一种衬托拍摄的手法 主要是为了凸显出料仁南 这位车手指着料仁南的车 语气不屑地道 爱小伙子 你开的什么车啊 料仁南抬他眼皮 道 你看不见吗 还是不懂汉字 哎呦 车手间笑了声 啊 够嚣张吗 敢不敢飘一下 来啊 谁怕谁 料仁南道 紧接着 几声爽快的鼓声 以及小段打叠声 十分的震撼抓耳 让人瞬间燃起来 再混入几声有特色的笛声 象征飙车大赛即将开始 同时结合动感超强的重复旋律 给人一种 驾车高速行驶的感觉 与此同时 MV视频中 料仁南坐在车上 与三辆车并排停在汽跑线 已经做好了PK的准备 当看到这一幕后 弹幕如火山爆发 尼玛 这旋律太燃了吧 好刺激的感觉 好家伙 果然料神出品 避暑精品 开头就要高潮 这炫酷的画面 配合着动感旋律 真的有种看大片的感觉 料神这迷死人的颜值 如果进军电影圈的话 肯定又是嘎嘎一波乱杀 粉了粉了 料仁南牛逼plus 而这时 随着MV画面的播放 音乐主歌也响起来 找支笔 写下日记 记录勇气 我可以 对着墙壁 让拳头叛逆 呼吸 天窗玻璃 打开我的身体 这里 引擎声就像是一种乐器 所以风呼啸而过刺激 所以 我在转弯飘移 加足了玛丽 标到底 看仔细 零到一百公里 谁敢与我为敌 在这段主歌中 料仁南以一种 势在必得的口气 唱出了这段嚣张的歌词 而略显碎片化的歌词 通过快速说唱的方式 将一个潇洒不羁的 赛车手形象 非常鲜明 细腻地拼凑了出来 在这个时候 网络直播的摄像机也成机 给了发布会观众一些镜头 可以看到现场的所有观众 包括车行记者 主持人 台下比亚地刀馆 及特邀的官府大佬们 全都脸上带着笑意 又惊又喜的表情 这是听到耳目一新的音乐 才会有的自然 独特的反应 谈宫别墅里 一位在廖仁南怀里的李千墨 也成机冲着他 竖起了大拇指 廖仁南笑着 揉了揉他的脑袋 一脸的宠溺 蒋方和廖正群 两人听了 嘴角也琴着一抹笑意 虽然他们不是特别懂这种音乐 但是能够感觉得到 这首歌很受年轻人的欢迎 同时 二老又有些难以置信 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家庭 居然能培养出这么一位 引领音乐潮流的天才 想想就觉得不可思议 当然也引以为傲 没给听众太多反应时间 副歌部分也唱了出来 我用第一人称 在飘移青春 书根营的分寸 计算得很精准 我踏上风火轮 在飘移青春 故事中的我们 在演自己的人生 这段副歌 不再是说唱 而是换成了轻唱的方式 但同样风格非常的特别 还有好几轨和声跟唱着 其中有一轨和声 明显在每句词后跟唱着 哈 哎哎 显得随意 轻松又动感 让人一听就停不下来 接下来是一段 十几秒的尖奏 廖仁南用了急速的和弦分解 搭配上汽车引擎的轰鸣声 以及汽车高速过弯时 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声 听着就让人热血沸腾 与此同时 MV画面中也闪现出 廖仁南的车 进行急速转弯 并且过弯飘移的特写镜头 在这个时候 第二段主歌也唱了出来 胜败的对比 是残酷的刻意 运气 从来就不在我这里 实力 没办法模拟 飘移 人车 一体飘移 笑看后视镜的自己 啊 点火 继续 士官 荣誉 我出了第一 其他没有兴趣 得飘的飘的衣的飘 我安静的喝饮料 轻松的笑 和第一段主歌相比 这段节拍有所改变 表达了 对赛场胜败的感叹 以及全力一搏的信心 唱到飘移两个字的时候 廖仁南还用了上扬的唱法 将炫技的主题 展现得明明白白 第175章 带来一种风驰电车的刺激 如果全神贯注地听这一段 不难发现 每句歌词末尾 都接着一句很特别的和声 比如 廖仁南在有节奏地念着 飘飘移 与此同时 MV视频中 赫然是跟前面衔接的 赛车片段 可以看到廖仁南坐在车内 熟练地控制着离合器和方向盘 操纵车子进行急速飘移 然后 画面在一起 廖仁南站在一处山坡 靠坐在赛车的引擎盖上 时不时地远处眺望 时不时地扫一眼车 看起来很是洒脱 如此 两个场景的画面 不断交替 完美地刻画出了一位 记忆高超的赛车手人物 而听到这里 网友也坐不住了 纷纷发弹幕留言 卧槽 不得不说 廖仁南真的太会写歌了 这歌词和旋律 听得我基地疙瘩都起来了 感觉廖神的歌词里 处处都透露着嚣张啊 真是牛逼 YYDS了 好家伙 这MV剪切得很不错呀 媲美好莱坞大片了 和歌词也贴合 兄弟们 大家有没有觉得 得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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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歌词耳熟啊 确实啊 好像是模仿别的歌 这算是抄袭吗 弹宫别墅内 正看直播的廖仁南 也注意到了弹幕区 这些相关的评论 他不用问 也能够猜得到 李千默肯定也看见了他 沉阴片刻 廖仁南拿出手机 点开了微博软件 李千默也注意到他的动作 安静地靠在一旁看着 只见廖仁南手指操作着 很快就编辑了一条动态 跟大家说明一下 飘仪 他的灵感来自华夏经典戏曲 凤羊花鼓中的一句歌词 得飘飘飘一飘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 自己去查阅下 因为 这句朗朗上口 又过于随性的歌词 能大大提高听者的兴趣 增加记忆点 所以我果断就用了 检查一遍没问题后 廖仁南直接选择发布 而旁边 看到这一切后 李千默心中的疑惑 也瞬间得到了解答 他再次对着廖仁南 竖起了嫩白的拇指 同时 他也觉得挺荣幸的 能够待在这么一位 天才音乐家的身边 甚至 李千默都能够想象 在以后真的和廖仁南 组成甜蜜的家庭之后 廖仁南在别墅里 弹套钢琴写歌创作 他则在旁边 递上精心准备的饮料 或者甜点 见证一首首 伟大音乐作品的诞生 想想都觉得美妙 此刻 面对李千默的夸赞 廖仁南也是微微一笑 握着他柔嫩的小手 继续搂着他看直播 这个时候 歌曲也进入到 第二遍的副歌 我用第一人称 在飘移青春 书根营的分寸 都计算得很准确 我踏上风火轮 在飘移青春 故事中的我们 在演自己的人生 跟第一遍副歌不同的地方 主要还是歌曲的和声部分 每句歌词后 都配有一轨和声 主声 我用第一人称 和声 哦 主声 在飘移青春 和声 FAI道 主声 书根营的分寸 和声 飘 主声 都计算得很准确 和声 疑疑 如果不注意听的话 是分辨不出这段哼唱 其实是在哼飘移这个词 每一句的和声 都是如此进行 十分的抓耳 而MV视频画面中 料人男正俯身 清洗擦拭着车 神情十分专注 这专注的模样 更添了几分魅力 并且 随着歌曲旋律的变化 MV中的视频画面 也不断快速切换着 一会是炫酷的车 一会是崎岖的山路 一会是料人男帅气的大特写 一会是激烈的赛车场面 如此周而复始的快速切换 给人炸裂的既视感 在这画面的契合下 最后一段副歌 也演唱了出来 得飘得飘得一得飘 我绕过山腰雨声悄悄 得飘得飘得一得飘 再开进隧道 风声萧萧 我用第一人称 在飘一青春 书根营的分寸 都计算得很精准 我踏上风火轮 在飘一青春 故事中的我们 在演自己的人生 同样的 这一段副歌部分 每一句都有和声 而且是越来越丰富 比如乌龟乌龟翘 不会不会抄的 表面上看起来很随意 但其实每一处的细节 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因为 这个合起来 就是在表达 你们这些对手 跑得好像乌龟一样慢 根本超越不了我 显得既滑稽又傲娇 到了最后 进了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部分 也算是歌曲的彩蛋 那就是 多人齐声喊出 歌曲最后的和声 得二一的飘 这个是非常容易听出来的 表面上显得随意和粗糙 但却是巧妙地契合了主题 因为 赛车也是一种 集体活动 你车技再好 被公认为强 才是真厉害 这就跟比亚迪的车一样 受到老百姓的喜欢 那才算是真的国民好车 随着歌曲放缓 MV也结束了 最终 画面定格在 比亚迪的新车名Plus上 哗啦啦 全场掌声雷动 在场各界精英纷纷起身 而府院的几位领导健壮 也是跟着纷纷起身 比亚迪的高层也是如此 顿时 发布会现场的所有人 一时间都站了起来 热烈鼓着掌 一时之间 现场的气氛 也达到了最高潮 特别是比亚迪的高管们 个个是喜笑颜开的模样 他们虽然不太懂得音乐 但是歌曲好坏 还是分得出来的 这首可以说写得恰到好处 比市面上现存的其他车企 那种广告曲的平淡 温馨曲风 简直要高出好几个档次了 难怪会让剑歌官们 爱不是手 难怪会打破三方约定 完全是碾压 其他车企广告曲啊 最难得的是 编曲里还有引擎声 飘移时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声 以及车高速行驶时的风噪声等 使得整首歌带给听众 一种风驰电车的刺激 任何一个年轻人 特别是男人 应该都拒绝不了 这种速度与激情的快感吧 第176章 这广告曲够狠够卷 与此同时 在全球范围内 正远程观看着 这次发布会的音乐人和UP主们 全都是激动不已 这首飘移的玩票程度 比起华夏移动广告曲 我的地盘 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们本以为廖仁南的 我的地盘 已经是登峰造极了 谁曾想到 这么快就出了一首 更加厉害的作品 所以一时间 这些音乐人和UP主们 是又惊又喜 他们惊讶于廖仁南 超强的音乐创作能力 喜欢的是 大家又有新的素材了 只要稍微加工一下 就能为自己吸一波量 而有人欢喜 有人忧 一些汽车领域广告创作者 甚至是整个广告区 行业创作者 可就没有这么开心了 因为廖仁南的这一首 飘移 可谓是再一次 拔高了业界 对广告曲的要求了 在之前 华夏的广告曲内容 大多跟产品不相关 只要好听 易于流传就行 而现在 廖仁南接连出品的 每一首广告曲 不仅曲风别具一格 关键还和产品十分贴合 就像这首 飘移 无疑就是为车企 量身定做的一般 这在无形之中 为这个新产品 乃至相关的企业品牌 增加了不少的附加值 这样的广告曲 才使广告商 愿意出高价去购买 可以说 廖仁南写出 《我的地盘》和《飘移》之后 广告曲行业 也将发生一次小的变革 以后对广告曲的要求 就将向廖仁南看齐了 让其他的广告曲创作者 情何以堪 这廖仁南 就更是卷王啊 此外 天籁之音的一些参赛歌手 包括林志玄 任贤奇 王兴玲等 还有导师团嘉宾 例如 拉英 刘焕 灵溪 王子宋等 甚至 还有很多天籁的工作人员 比如总导演韩尚佑 以及主持人何炯等 大家都是密切地关注着 这首广告曲 毕竟 它是千万代言 环节里 最贵的一首 是价值一个亿的存在 所以 也是吊足了 天籁所有观众的胃口 同样的 经过一周多的等待 再听到这首 《飘移》 后 众人只觉得心满意足 这首歌 无论是旋律 歌词 或者说编曲方面 可以说好到无懈可击 又是一部完美之作 并且 处处都透着速度和激情 俨然是爱车一族 个性代名词 用它来做比亚地广告曲 简直不要太合适了 顿时 所有人 对廖任南的膜拜之情 又上了一个 大大的台阶 当之无愧的天花板啊 某娱乐公司 准备给这歌找茬的黄评中 此刻 也是很有一些猛逼了 看着直播间超高人气 以及弹幕区 一片好评 他真的不知道 该从哪里去喷 此外 最让黄评中震惊的 这部MV拍的确实很不错 可以说 用了一些很简单的手法 却烘托出了一种 很高端的感觉 拍出了赛车手 该有的风范 当时 在黄评中的团队里 也有人提出了赛车的主题 但被黄评中给否定了 因为 那无异于拍一部赛车电影 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没想到 还有这种操作 这邝胜果然是 导演界的装潢师傅 当然了 黄评中觉得 这首MV如此成功 也要归功于 廖任男的广告曲 这么炫酷 带感的曲调 不管配合什么样的画面 都会是超然的吧 早知道就不该 跟廖任男撕破脸皮的 可惜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而此刻 广告曲 飘移 已经不完一会了 但弹幕区有关的讨论 却仍然是密密麻麻的 好家伙 什么是广告曲天花板 这首歌就是 尼玛 飘移 这歌跟比亚地车一样 够狠够卷啊 这首歌作曲编曲无敌啊 廖神向大家完美的诠释了 人生也是一种旋律 我刚刚查了 得飘得飘得意的飘 这句歌词 就是抄袭的 得意的笑 廖任男是抄袭犯 楼上的耳朵好尖 这句却是超级的响 廖任男这波操作不行啊 这个时候 一些想诋毁廖廖任男的水军 相似抓住了他的把柄一般 死死的揪着不放 黄评中就是其中之一 他在微博上嘲讽道 音乐不分贵贱 但分经典与糟粕 而抄袭的作品 再经典也是糟粕 警号at飘移 抄话警号 谁让廖任男当初 对他出言不逊 还大肆挺他贬低的对手旷盛 此刻 黄评中已经被嫉妒 冲昏了头脑 他希望把这件事情搞大 这样的话 就有好戏看了 而没意会 有一位男粉 把廖任男对这句歌词 来源说明的截图 发到了弹幕区 网友们恍然大悟 纷纷发弹幕讨论 哇塞廖神 也在跟我们一起 感荣幸啊 兄弟们 我帮大家仔细听过了 廖神说的都是事实 尼玛 那廖神 这是在传播华夏戏曲文化吗 太正能量了 不是随便一位歌手 都能加工经典的 得廖神这样 天赋异禀的创作者才行 好家伙 导演黄评中发布了 对廖神的微博动态 大家快去主持公道 而随着最后一条留言的出现 网友一窝蜂 涌进了黄评中微博 大家仔细查看了一番 发现那条动态不见了 不用想就能够知道 黄评中把动态删了 即便是这样 男粉们也不会轻易把修 都在黄评中微博下留言 最怕这种无脑喷了 肚里没一点文化 张嘴就开始对人 真是导演皆垃圾 黄道 请问你前段时间 这么贬低旷盛 现在他拍出了 飘姨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尼玛 还咬文嚼字的 以为自己文化多高呢 我看你拍的作品 就是糟粕 哈哈 山微博蛋吗 站出来说话 做起缩头乌龟了 所以一比较 还是料人难会掩饰珠 踢掉了黄评中 转身跟没名气的 旷盛合作 料神牛逼 料神威武 料神霸气 在黄评中微博聊天区 网友们骂得不亦乐乎 不过很快 他们就发现 自己的留言 都发不出来了 不用想就知道 黄评中把网友留言的功能 给全部屏蔽了 真是太恶心人了 网友们纷纷在微博平台 发出口号 以后拒绝黄评中 一切相关作品 支持旷盛 支持料人难 这条口号被无数人转发 迅速就被顶上了热门 第177章 你老公哪方面都是最强的 谈宫别墅呢 耶 人难 你这首广告曲 写得真的太棒了 在观看了 飘移的MV后 李千墨对他是赞不绝口 并带头鼓起掌来 爸爸好厉害啊 人难叔叔 真是YYDS啊 贝贝和鸾鸾 也都跟着起哄 一双小手拍得微微发红了 而蒋方和廖正群也跟着鼓起掌来 同时看向廖人难的目光 带着一丝欣慰 事实上 二老虽然只是普通的老百姓 却也知道娱乐圈有多么不易 毕竟 以前苏雪就经常在他们面前抱怨 自己拍戏有多么的辛苦和压力大 尤其是当廖人难患抑郁症时 二老更是非常的担心和心疼 还出主意让他退出渔圈 救过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好在廖人难之后的状态慢慢好转 而现在 看到儿子取得这么高成就 同时也没有迷失自己 二老感到无比的欣慰 并且 再看到儿子有李切莫这么一个 能力出众的女朋友协助 二老就更加宽心了 心里跟吃了蜜的一样甜 面对几人的鼓掌 廖人难微微笑着 他站起身来 彬彬有礼的鞠了一躬 道 谢谢各位的喜欢 扑吃 大家都被逗笑了 几人继续闲聊了一会 因为已经十点多了 就没有再去玩什么 由廖爸妈照看两个孩子洗漱 睡觉 廖人难则开车送李切莫回他的别墅 不多时 便到了李切莫的城南别墅 廖人难原本只准备来个吻别的 谁料李切莫直接朝他扑了上来 很快 在李切莫略显声色的引诱下 廖人难的浴火也被挑起 两人便自意的缠绵起来 现在阶段 李切莫就像干柴一般 每次 只要廖人难轻轻一碰 便能将他给点燃 毕竟李切莫近日才体会到 被爱情滋润的畅快舒服感觉 甚至有的时候 只是单单的看着廖人难 他就会忍不住的流口水 是那张粉粉的小嘴 他想想都觉得挺羞愧的 每次玩事后 李切莫喜欢依偎在廖人难怀里 缠着他问一些问题 老公 你刚才舒服了吗 当然啊 廖人难嘴角擒着一抹笑 那个 你会不会觉得我要的太多了 说出这句话 李切莫有点害羞 声音都小了几度 不会 多多一善 廖人难小声在他耳边道 哼 李切莫被逗得不好意思 转念一想又问道 那个 我想问你一下 你有过几个女朋友啊 除了你的前妻之外 听到这个问题 廖人难眼珠转了转 他可是半个老司机了 明显知道这就是死亡问题 多少直男栽在他上面了 那就只有你一个了 廖人难朗声道 李切莫撇了憋嘴 道 真的吗 当然了 廖人难掐着他滑腻的腰肢 道 我对爱情很纯粹的 就像对待音乐作品一样 其实 廖人难跟大多数男人一样 也是有过青春的躁动时期 难免会伤害几个小姑娘的 但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 如果现在如实告诉李切莫 那完全就是徒增烦恼了 廖人难也不认为 李切莫会小心眼到 去查这个回答的真假 所以就随口一边了 见廖人难一脸真诚 李切莫便点了点头 道 其实我也不该 问你这个问题 只是跟你在一起之后 心眼就突然变得很小了 只想要独自占有你 廖人难文言 笑了声道 这很正常 我也是啊 只想你永远属于我一个人 欧嘻嘻 李切莫嘟着粉唇硬了声 搂着廖人难的胸膛更紧了 想到什么 廖人难笑着道 切莫 我也问你一个问题吧 可以啊 李切莫眨着水眸道 廖人难自然不会像他一样 问他有过几个前任之类的 因为李切莫已经把第一次给了他 他当然知道自己就是他的第一任 顿了一下 廖人难问道 就是以后如果 我是说如果的话 因为各种不可控的原因 我跟其他女人发生了关系 你会怎么办 还会原谅我吗 这个问题 其实是一种心理测试 就是看看 你在他心里的地位 如果他对你出轨 是有无所谓的看法 那么说明 你在他的心里地位就不高 因为人的本性认为 自己最宝贵的事物 只有自己独享 是不能分享的 听到这个问题 足足过了一分钟 李切莫才开口 回答道 如果真的发生了 那我应该会原谅你的 不过 我希望只发生一次 李切莫说到这里 眼眶都红了 廖人难闻言一正 随即反应过来 赶紧搂着他亲了一口 笑着道 老婆 你还真是单纯的可爱啊 你这么完美 对我这么好 我绝对不会这样 这辈子有你就够了 我们再交往一段时间就结婚 到时候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 然后再生两个可爱的萌宝宝 一家人一直这样 幸福地生活下去 事实上 廖人难真的没想到 李切莫会这样回答 这应该是女人爱男人 最高的境界了吧 这一刻 廖人难是又惊又喜 也明白了李切莫 对自己浓浓的爱意 这样好的女人 自己怎么会傻到 让她失望呢 真的吗 李切莫文言 双目一亮 直勾勾地盯着廖人难 当然是真的 廖人难身子一轻 将李切莫压在身下 道 那咱们得提前多练习练习 为以后生宝宝做好准备了 嗯 李切莫害羞地点了下头 却又问道 老公 你都不累的吗 开玩笑 廖人难扬了扬眉吗 道 你老公哪方面都是最强的 说完便忙活起来 这一忙 又到了转中一点 等李切莫睡得沉一些 廖人难这才去车返回 慢慢来吧 等爸妈回去了 就不用这么躲躲藏藏 很快便回到别墅 廖人难匆匆洗了个走 便沉沉地睡去了 一日 早上七点钟 廖人难在弹宫别墅里 自然醒来 他伸了个懒腰 从床上爬起来 感受着房间里处处精美摆设 以及巨大的落地窗前 闹钟取静的城市风景 内心是十分的舒坦和愉悦 而正在这时 廖人难脑海中响起 一道系统的电子音 叮 恭喜宿主辉煌点 累计达到四百万 自动兑换四次奖品 第178章 摄影 导演两项技能点满 听到这系统电子音 廖人难脸上露出一丝喜色 现在基本上 他只要是发布了新作品 就能获得大量的辉煌值 同时 廖人难摸过手机 稍微的百度一下 果然 他创作的广告曲 飘移 跟比亚蒂新车明Plus 一起登上了热搜榜 其中 比亚蒂的明Plus混动轿车 首日订购量突破了十万台 要知道 现在蓝星上的各大车企 最好的车型 一个月也只能销十万台顶天 这一天 就顶别的车企一个月 可以说是逆天的数据了 正因此 比亚蒂的官方微博 也是特意发了条庆祝动态 以示感谢 比亚蒂汽车 警号明Plus 与飘移 警号 at南明娱乐 at廖人难 感谢廖人难先生 为比亚蒂量身定做的 高品质广告曲 飘移 比亚蒂选择廖人难先生 是明智的 广大百姓选择比亚蒂名Plus轿车 也是明智的 而南明娱乐工作室那边 负责帮廖人难运营微博的助理 也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回应 南明娱乐 警号明Plus与飘移 警号 at比亚蒂汽车 感恩比亚蒂方给予的这次机会 每一次合作 不只有欢乐 也有学习和成长 大家共同继续努力 在这两条微博下 有不少网友留言 好家伙 比亚蒂的新车卖得这么好 估计整个公司都是笑呵呵的吧 尼玛 赤料神就是广告界杀手 前几天干死连通 这下又要干死一片彻起了 料神出品 必属精品啊 他写的所有歌 每一首都在我歌单里 好期待天籁之音的歌声之战 还有五天 快点到来吧 料神牛逼Plus 华夏歌坛永远低神 此外 料仁南的这首 飘移 也在各大主流音乐平台 同步进行了发布 包括网易云 酷我音乐 狗狗音乐 企鹅音乐 橘子音乐等 收获的评分都在9.5以上 可见网友们对他的喜爱 而华夏的官媒 比如央视音乐频道 人民微评等 也参与了讨论 都一致给予了这首歌好评 另外 锦号黄评中秒山微评锦号这个话题 也登上了热门话题榜 给料仁南增加了一波辉煌值 神助攻啊 而没给料仁南更多反应时间 他脑中的电子音又响了起来 定 奖品自动兑换成功 恭喜获得神级摄影技能 神级摄影 拥有此技能 宿主将瞬间精通摄影知识 宿主拍出的每一张照片 都将用光巧妙 质感细腻 独树一致 看为摄影界第一人 定 奖品自动兑换成功 恭喜获得神级导演技能 神级导演 拥有此技能 宿主将瞬间精通导演知识 能纯属掌握拍摄技巧 特效制作 剪辑技术 以及对灯光 音效 角色造型等细节 进行精细处理 出手的每部作品 都将是顶尖大片 定 奖品自动兑换成功 恭喜获得满级艺术修养技能 满级艺术修养 拥有此技能 宿主将对各类文化 娱乐作品的 情节 节奏 画面 音乐等方面 进行整体的策划和把控 出手的每一部作品 都将直击人的心灵 紧接着 料仁男只感觉到身体一麻 大量的信息涌入他的脑海 摄影和导演两项技能瞬间点满 足以让他在影视圈 混得风生水起 不得不说 这个系统 简直就是个bug 而在这个时候 系统应又继续 定 奖品自动兑换成功 恭喜获得信息遮掩光环 信息遮掩 所有关于宿主的信息 大到个人过往经历 名下不动产 小到银行流水 网页浏览记录 通话记录等 全部都处于遮掩机密状态 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法查到 听到这个光环技能 料仁男也是心中一动 因为 他渐渐有了名气后 难免会树立一些敌人 被不安好心的人挑毛病 或者被坏蛋恶意攻击之类 毕竟不少明星他房 有很多跟个人信息泄露有关 还有一些商界名流大佬们 也都是非常注重个人信息保密的 而现在 有了这个光环 一些不安好心的人 想要弄料仁男的隐私信息 可以说 比登天还难了 间接地替他 规避了不少危险 简直不要太爽了 这时 仁男 你起来了 洗手一下 下楼吃早餐了 蒋方的声音 从二楼的阳台上传来 原来他刚好在晾衣服 抬头便看见了料仁男 好嘞 我马上下来 料仁男笑着硬了声 他便到房间 把贝贝和轮轮都给叫起床 然后督促他们洗漱 下楼一起吃早餐了 一大家子的人齐聚在一起 即使吃早餐也热热闹闹的 当然了 料仁男还觉得缺少一个人 李千墨 本来 他昨晚就有跟李千墨说 让他今天过来吃早餐 但李千墨回答说 他今早有个重要的会 要早一点去公司 所以就没办法碰面了 不过也没关系 料仁男觉得 这样的机会 以后还有很多 吃过早餐后 料仁男就将贝贝 送去了幼儿园 接下来的几天 他又要忙起来了 在千万代言的环节中 料仁男共拿下六个广告 其中 比亚地和华夏移动两个广告 已经完结了 所以还剩下 华为手机 农夫集团 可可乐乐集团 以及灰腾集团四个代言 等待着去拍摄 不过 这四个代言都比较简单 只要拍摄十至三十秒的 短片广告就可以了 并且还是拍率不抠图的那种 基本上半天就能完结一个 因此 料仁男打算在接下来的三天里 把这四个广告项目 也都给完结了 而为了双方便利 料仁男与广告方商定 将这几个广告拍摄的地点 都定在了魔都 如此一来 又是省去了很多麻烦 第179章 布局之仇 怎么也得报 另外 蒋方和廖正群二楼 也准备回老家去了 本来 料仁男还想留二楼 在魔都读完几天呢 但料仁还是请假状态 且逃学快十天了 班主任也打电话 催促他尽快返学 所以 也该回去了 除此之外 蒋方和廖正群 还需要上班 二老现在处于 半退休的状态 如果料仁男有需要的话 他们肯定立马退下来 帮着照顾孙女 搞好后勤工作 但如果料仁男暂时不需要 二老也是嫌不下来的人 因为人一旦闲着没事 就会莫名其妙的各种病 在送完贝贝之后 料仁男也回到别墅 开始为二老和廖鸾 安排一些娱乐活动 但都被二老给婉拒了 因为他们不想独自去玩 也知道料仁男要忙工作 所以就提议 在别墅待着算了 稍稍思考一下 料仁男便决定带着二老 去自己的娱乐公司看看 毕竟 这对于他们来说 绝对是一处新奇之地 料仁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热闹 紧紧地跟着小爹和蒋奶奶后面 片刻后 料仁男驱车 将三人带到了南民娱乐 曹青明事先得到消息 早早就做了一番布置 包括鲜花 迎宾牌 甚至还铺了红毯 并且 他还亲自充当引导员 带着二老参观公司各处 把二老给安排得妥妥当当的 也给足了料仁男排场 现在 料仁男的公司已经颇具规模 拥有普通员工有近50名 而一员团队 目前就只有邝盛和王心灵 但只要再加一把劲 扩张是迟早的事情 二老看见料仁男的公司规模这么大 还很受同事和伙伴们的敬爱 都是发自内心的感到高兴 而料仁也没有闲着 在公司各地方打卡拍照 还不断找艺人合影 自己玩得不亦乐乎 与此同时 拇指娱乐总公司 正在进行着一场高层会议 其中 拇指娱乐的总经理张叶 坐在主位 乔斯坐在嘉宾席位上 叶旭坤则坐在会议桌的中间 两块宽大的液晶屏幕 悬挂在会议室墙壁上 一块屏幕上 显示着料仁男在天爱节目中 演唱过的所有歌曲 另一块屏幕上 显示着天爱节目的 人气投票排行榜 第一 廖仁男 七千七百五十四万票次 第二 叶旭坤 六千八百五十四万票次 第三 王兴林 两千八百九十七万票次 第四 任贤齐 两千零三十四万票次 第五 林志玄 一千九百五十七万票次 第六 可以清楚地看到 叶旭坤的得票数已经 与廖仁男越来越近了 因此 会议室内的每个人 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尤其是叶旭坤 笑得花枝乱颤 而这数据的变化 跟贵宾夕的乔思 有着很大的关系 因为在这几天里 乔思有了大动作 他首先斥资十歪软妹币 在魔都挂牌了一家公司 名字叫做威望娱乐 随后 乔思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高调表态 要跟拇指娱乐强强联手 拇指娱乐方自然是求之不得 他们早就想拓展海外的事业 如果有乔思来搭桥的话 那可谓是开了条直通车 而市场是极其敏锐的 在这场发布会过后 大家都笃定 拇指市值要升 于是 不少人都投票支持拇指 便有了现在的人气排行局面 拇指娱乐 在庆幸之余 也私下询问了乔思 跟他们合作的原因 乔思犹豫下回答 说是因为叶旭坤 事实上 他之所以会选拇指 完全是因为廖仁南 拇指娱乐旗下的叶旭坤 是廖仁南参赛的唯一对手 那自然也就是他的伙伴了 听到乔思的回答时 叶旭坤是受宠若惊 自己不愧是天之骄子 廖仁南就算实力再强 也是不可能追得上的 但后来又有传言说 乔思是对叶旭坤有意思 这可把叶旭坤给吓坏了 几天都没有睡好觉 他可是不好这一口 可很快 在总经理张业的开导下 叶旭坤释怀了 为了事业 谁还不受点委屈的 不过这两天 叶旭坤一直挺好奇的 为什么乔思没有私聊他 那好吧 乔总 咱们今天就先这样了 后续有事情再开坏 拇指娱乐总经理张业道 OK 乔思帅气的点了点头 两人握了一下手之后 乔思便带着助理离开 刚走出会议室 一道铃声响起来 助理看了一眼手机屏幕后 恭敬地递到乔思面前 道 乔总 是杰克打来的电话 嗯 乔思应了声 拿过手机 接通后 朗生问道 杰克 查得怎么样啊 这位杰克 是漂亮国数一数二的黑客 和乔思有着长期的合作 乔思这次雇佣杰克 是让他查了人难信息 不拒之仇 怎么也得报 这时 乔总电话那头文言 犹豫着道 暂时还没有查到 特么的 一听这话 乔思怒了 哦 没查到信息 你给我打电话干嘛 不是您让我 十二个小时之内 就要回电话吗 那头声音颤威着道 好家伙 乔思有些恼怒的道 都过去十二个小时了 你就一无所获吗 嗯 那头小声音的道 Fuck 乔思吼道 小杰克 你再跟我开玩笑吧 我给你几百万 你就这么回复我 你认为我是一个 好敷衍的人吗 那头 杰克委屈的道 乔总 我当然不敢怠慢您 您也是知道我做事风格的 只是 您这次要查的人 身份实在是太神秘了 他肯定也是 花了很多钱 清理了相关网络上的信息 如果您实在是不满意 我把钱退给您都行 杰克说到这里 都快哭了 作为一名技术高超的 网络黑客 他相信 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 就算是世界上 最安全的超算中心 他也是可以 偷偷潜入进去的 可这一次 乔思却想遇到了瓶颈 他在网络上 搜索料人男私密资料 可对方的信息 却是比白纸还要干净 就算是一些开房记录 银行流水等 全都是一笔别想查到 而随着乔思搜索的次数多了 他的电脑突然就当机了 还因此搞坏了好几台电脑 真是奇了怪了 这么一来 杰克是发自内心的好奇 这廖人男到底是何方神圣 背景竟然如此强大 听着杰克的解释 乔思冷静了下来 沉生道 好吧 那你继续查着 有消息再通知我 好的 那头感激道 谢谢乔总理解 说完 乔思挂了电话 眼神变得凌厉起来 廖人男有背景又怎样 劳子照样要玩死你 乔思就是这么一个 喜欢挑战的人 足爱越大 他越兴奋 就像当初追李签默一样 虽然未果 一想到这 乔思是痛上加痛 廖人男 等着吧 第180章 我不喜欢唱 别人写的歌 另一边 南民娱乐 整个公司里 一片欢声笑语 到了中午 曹青明专门为廖人男父母 提前订了一顿丰盛的酒席 把邝盛和王兴林 以及公司的几位高管 也一起都叫上了 大家热闹地庆祝一番 一来是表示欢迎廖总的父母 二来也是对大家 努力工作地犒劳 大家都其乐融融地享受着美食 由于 廖人男下午还有要事 急需去处理 蒋方和廖正群便提议 想回去谈工别墅等着 廖人男应了一声 叫来了公司的司机 将三人送回了家 稍稍午休一会后 曹青明便拉着廖人男开启了会 商讨有关歌神之战的具体内容 要知道 距离天籁冠军之夜 仅有五天的时间了 根据节目比赛的规则 是要准备两首歌曲的 而廖人男前段时间 一直在忙于拍摄广告 所以到目前为止 是一首都还没准备 虽然廖人男像的没事人一样 但曹青明可一直惦记着这事 曹青明觉得自己这样 很符合皇帝不及 太剑即 这句歇后语 但却也无可奈何 此外 王兴林也是参赛歌手 也是要准备两首歌曲的 在前一段时间 他也忙于 衣牛酸酸乳的广告拍摄 所以耽误了一些时间 近些日子 王兴林才算真正有空 便联系了多位音乐制作人 开始为自己参赛歌曲做准备 目前也写出了两首歌曲 但他却不是特别满意 所以挺纠结的 文言 你们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 廖人男沉声道 那个曹青明笑了笑 你本来就肩负着两个广告 而且也从来没有演过戏 我们都担心你肩负不过来 哪里还敢去给你添乱 嗯 懂了 廖人男汉手 曹青明轻笑了声 不过咱们也不用着急 抓紧时间还是来得及的 而且 我觉得在这个街骨眼上 咱们可以全网高兴招募歌曲 毕竟都到歌神之战 环节 也该投点资本了 在前面的比赛环节 全部都是廖人男单枪匹马 辞曲唱编统统全包 别的歌手动辄花费几千万 而廖人男愣是一毛未花 还反手赚了好几个亿 曹青明都觉得咋舌 当然 身为廖人男的合作伙伴 他心里也是暗暗窃喜的 嗯 有道理的 王心灵文言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毕竟 他自己不懂创作 花钱找制作人买歌 对于他来说是一件 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只要不是摔到了极点 这些钱都能赚回来的 这个办法 在平时可行 但现在时间这么紧 估计也是行不通的 廖人男淡淡地道 另外 和他目光在众人身上一扫 轻笑声道 我也不太喜欢 唱别人写的歌的 听到这话 哈哈 在场的几个人 包括曹青明 王心灵 邝盛等 皆是笑出了声 这只有绝对的天才 才能讲出如此傲气的话啊 猛不丁地被廖人男嗅了一把 几人也是一点脾气都没有 但几人大笑之后 心中却是五味杂陈 毕竟 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天才 如果这样 王心灵眨了眨水眸 嘀咕着道 那咱们该怎么办呢 离决赛只有几天了 他心里还是挺慌的 更何况 王心灵最近才转型 尽管 廖人男给他创作的 酸酸甜甜就是我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对于他的转型 网友却是褒贬不一 所以 他心里真的没底 这个不用担心 我已经都给你准备好了 廖人男一边说着 一边从自己的公文包中 取出了几份文件 摆在了会议桌上 王心灵拿过一份 发现竟然是曲谱 自己工工整整 就像艺术品般 他看了眼歌名 爱你 然后跟着旋律 小声哼了几句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铁 那一定就是 我在想你 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 啊 那是因为我关心 常常想你说的话 是不是别有用心 明明很想相信 却又忍不住怀疑 在你的心里 我是否就是唯一 爱就是 有我常烦着你 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 想我就多看一眼 表现多一点点 让我能 真的看见 Oh baby 少说一点 想陪你不止一天 多一点 让我 心甘情愿 爱你 嗯 好听 旁边的曹金明听到 忍不住夸赞道 确实够甜 其他几人也 纷纷附和道 这绝对爆火呀 王心灵也愣住了 双目元睁 满是不可置信 想到什么 他又拿过另外一本曲谱 看了起来 这一看 眼睛又瞪大了几分 快赶得上牛的眼珠了 旁边的曹金明 和旷盛健壮 也是拿过曲谱认真看起来 虽然两人对乐谱了解不多 但单看到这能让人填到憨的歌词 就已经知道 这歌的水准了 料神出品 必属精品啊 仁南 曹金明 差一道 你这个 是什么时候写的呀 就是我拍广告曲 空袭时间写的呀 料仁南轻描淡写道 另外 我自己的两手 也都准备好了 只是后续还有点东西完善下 你们就不用瞎操心了 哼 曹金明善笑了声 道 好的 我放心了 嗯 料仁南点点头 想到什么 他看向王心灵 道 心灵你这段时间就 重点练习这两首歌 另外 我还会请舞蹈老师 给你配套编舞蹈动作 这首歌是唱跳类的 有舞蹈会更符合天歌 不过你大可放心 舞蹈不会太难的 总之加油吧 毕竟冠军之夜的舞台 可是火力全开 嗯 好的 王心灵应道 我绝对不会辜负你的 他心里的石头 总算落地了 看向廖仁南的眼神 充满了佩服和感激 而一时间 会议室的所有人 看向廖仁南的目光 都是充满了炙热 恨不得把他抱起来 狠狠地倾几口 同时 他们也都了解到了 人与人之间 有着巨大的差异 如果跟廖仁南比的话 可以现在直接字一算了 廖神牛逼plus 第181章 这世间所有女子 都是视听动物 随后 廖仁南就一些具体的任务 给几人做了详细的部署 包括演唱舞台服装要求 舞蹈老师及伴舞类型 拍摄舞台背景视频风格等 总之是事无巨细 当然了 廖仁南都是做总指挥 交给下属们去执行 毕竟 光靠他一个人的话 累垮都完成不了的 终于 在下午三点半左右 一切都交代妥当 众人各司其职 廖仁南则钻进了录音棚 开始制作他的参赛歌曲 近日 廖仁南也注意到了 天籁人气榜的变动 对于乔思带着100Y 入住华夏并且注资母子娱乐的事情 也是有所耳闻的 正因为如此 廖仁南也下定决心 好好对待这场决赛 根据节目组的规则 这次歌神之战的冠军 是完全由网友票选的 将在节目进行的同时 由网络随机抓取一万名观众 进行作评喜爱度投票 而在这一万名观众中 华夏本土和外国华裔的ID 各占一半的比例 其中 这一季度的外国华裔 选定在法国领土范围 该结果也是在节目后 由机器从一百个外国国家中 随机挑选出来的 没有任何的争议 事实上 这个投票规则 对于廖仁南来说 是有点不公平的 毕竟 他之前是做幕后的 现在也才付出一个多月 虽然出了几首火的歌曲 但还不至于红到国外的 不像其他有的歌手 可能在法国参加过商演 甚至开过演唱会的 那国外的粉丝基础 完全就是不能比的 可是 规则就是规则 谁也不能改变 但廖仁南 却不是一般人 他心中迅速有了对策 便钻进了录音棚 自顾自的忙起来 等到六点钟 廖仁南精挑细选的两首歌 出版demo都已经录制好了 他也不准备继续忙了 决定先回谭工别墅去 蒋方和廖正群两人 已经准点接贝贝回家 并做好了丰盛的晚餐 而在这个时候 廖仁南也收到了李千默的灰信 说是工作已经忙完了 于是廖仁南便打电话 邀请他过来一起吃晚饭 李千默也爽快答应了 来 干杯 几人纷纷举起酒杯 分为其乐融融的 这种感觉非常的好 其实 李千默的家庭也很和睦 可到底是威严君署之家 不似廖仁南一家这般随意 所以有那么一刻 李千默都想早一点 跟廖仁南成为真正的一家人 如此的话 他就能有两个家了 想想就觉得幸福 一顿饭吃完 蒋方话锋一转 笑着道 仁南 我和你爸计划 明天下午就坐飞机回老家去了 廖仁老师又打电话 催他去上学了 啊 这么快吗 没等廖仁南说话 李千默去插一地道 我明天要飞去法国一趟 那不就送不了你们了吗 几人听到这话 都看向李千默 能看到他的俏脸上 挂着淡淡的失落 你飞去那边 是有工作吗 廖仁南问道 嗯 李千默点了点头 道 要去参加一个 黄金品牌的商业活动 之前就订好了 想推都不行的 哦 廖仁南应了声 道 那既然这样的话 你就过去忙呗 可是 李千默面露难色 道 我想给叔叔阿姨送行吗 而且这段时间 大家都没有正真 拒着玩一次 还是有点可惜的 哪有 蒋方笑着道 千默 你不是还带我们去游乐场吗 我们都觉得挺开心的 而且以后多的是机会 虽然蒋方这么说 可廖仁南的心里 仍挺不适滋味的 因为这次父母过来后 他大段时间都在忙工作 再加上苏雪那么一闹 几人 别说去游山玩水了 连出门都是个难事 要不是有李千默陪二老玩了几天 那就真是让廖仁南更加内疚了 至于以后 如果真要忙起来的话 还真不知道以后 是什么时候 想到这些 廖仁南心头一热 道 爸妈 要不咱们跟千默 一起去趟法国吧 啊 李千默愣了一下 他完全跟不上廖仁南的节奏 差异的问道 你是说 你也要去法国 叔叔阿姨也去 对啊 廖仁南点头道 我想去那边 取个MV的景 为天籁做准备 顺便大家一起去玩一天 哦 李千默应了一声 便跟廖仁南一起 看向了蒋方和廖正群 其实 我们也想去啊 蒋方眼中闪烁着光 笑眯眯的道 在廖仁南的提议之下 二老很早就办了护照 但他们还从未出过国 也想看看外面世界的 更何况自己的儿子 孙女 未来儿媳 都在这里 谁不想都待在一起 但随机 蒋方又话锋一转 道 只是廖仁怎么办 老师都打电话催了 听到这话 廖仁嘴巴扁了起来 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自己根本就不该来啊 破坏仁南叔叔一家的计划了 这样吧 廖仁南沉阴片刻 道 我给老师打个电话 再给廖仁请两天假 随机 他又看向廖仁 严厉的道 不过阮阮 家庭作业什么的 我请老师发给你 你一定要每天按时完成 好的 遵命 廖仁两眼放光 看了看手表 道 任南叔叔 现在老师应该有空 我给他拨个电话吧 行吧 廖仁南点点头 嘟嘟嘟 几声响过之后 那头接通电话 廖仁乖巧的道 张老师 我是廖仁 哦 廖仁啊 那头是一个女生 普通话很标准 道 你后天应该可以返校吧 呃 廖仁顿了下 插开话题道 张老师 我叔叔有话跟你说 哦 好吧 那头不明所以的 应了一声 而这时 廖仁已经把电话手表 递到了廖仁南手中 张老师 您好 廖仁南声音很温和 道 我是廖仁的叔叔 哦 那头应了一声 随即反应过来 惊呼道 那您是廖仁南吧 我能听出来您的嗓音 嗯 是的 廖仁南笑着道 哎呀 您现在可是我们 全班同学的偶像啊 而且 您的嗓音真的太好了 歌曲也写得非常好 我们全家人 也都是您的粉丝 那头显得有些激动 哼 廖仁南谦虚的道 谢谢您以及同学们 还有您家人的支持 那个 顿了下 他又接着说 我给您打电话 是想再跟您 给廖鸾请两天假 就是廖鸾他 廖仁南还想解释什么 却被那头笑着打断 道 可以呀 没问题 廖鸾他成绩非常不错的 我们几个老师对他也放心 另外 各个作业我会弄好后 单独发给他 全部做完返校后 一起交上来就行 好的 那太谢谢您了 廖仁南笑着道 不客气的 那头笑着道 旁边的廖鸾听到 也是没开眼笑的 不得不说 人丹叔叔 真是魅力无穷大 他自己的老爸 以前给老师打电话 可不会被这么客气对待的 果然 这世间所有女子 都是视听动物啊 第182章 廖神这心理素质 真不是盖的 简单聊了几句 再见 张老师 廖仁南便挂断了电话 爷 轮轮拉着贝贝的手 蹦蹦跳跳的欢呼着 要坐飞机去玩了 看着两个小家伙开心的样子 大人们的脸上 也露出了笑容 房间再次恢复了之前的热闹 做了决定 廖仁南便安排 生活助理买机票 同时 他也通知 邝圣级自己的音乐助理 让两人买好机票 明天一起过去 两人虽然一头雾水 但廖仁南都发话了 他们也只能照做了 而蒋方 廖正群 以及贝贝和轮轮的机票 廖仁南自己动手在手机上买 护照等相关证件都齐全 买票也是轻而易举的事 晚上八点左右 见李千墨似乎有点疲惫 廖仁南便送他回别墅去了 陪着李千墨 好好地泡了个走 廖仁南就抱着他 去大圆床上 今天忙了一整天 刚刚又做了一会运动 李千墨也是挺累的 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等他睡得沉些 廖仁南才离开 转眼间 便到了第二天 廖仁南六点钟就起床了 吃过早餐后 便去了公司 钻进录音棚忙起来 他准备把两首参赛歌曲的 编曲 润色几条式给做完 时间在忙碌中飞速流逝 胡总算搞定了 廖仁南做完最后一阵音符 输了口气 他看了眼万表 才刚过九点钟 效率真是越来越快了 廖仁南快速收拾一下 便往谭工别墅赶过去 这边吃过早餐后 蒋方就开始督促 几人整理衣物和生活用品 所以不到十点钟 一切都准备妥当 于是 廖仁南便开着车 载着一家人往机场奔去 他和李千默已经约好 在机场停车场出会合 而廖仁南到达的时候 发现李千默已经在等着 他带的几名随行助理 廖仁南都是见过面 所以感觉没一点压力 因为廖仁南带着十几个人 而李千默那边 也有四名工作人员 所以 这趟航班的头等舱 几乎都被他们给包下了 不多时 曹金明也开着车 把邝胜和廖仁南的助理 送来机场来 见廖仁南带着一家老小 曹金明也是觉得怪怪的 好家伙 昨晚廖仁南还骗他 说去巴黎是为了工作 这怎么看都不像啊 而且 距离歌神之战 排除掉今天的话 就只剩四天了 这样一去一回 两天又要白下 所以 剩下的时间 真的是寥寥无几 并且 在曹金明的眼里 廖仁南好像啥都没有准备 只能说廖仁这心理素质 真不是带的 不过 曹金明突然就想到了 皇帝不及太剑即 这句话 得了 他还是别操这心了 从华夏到法国巴黎 坐飞机要七个小时 一路上 大家都是有说有笑的 聊着天 在不知不觉之中 便到了法国巴黎 而这个时候 法国正式上午十点钟 大家都挺兴奋的 像赚了七个小时一般 收拾好行装 一行人坐上提前订好的观光车 前往战神广场 贝贝和阮阮两个小家伙 很是激动 扒在窗户 欣赏外面的异国风景 蒋方和廖正群二老眼中 也是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很快 临近目的地时 廖仁南从助理那里 拿过一套崭新的黑色连帽外套 递给音乐助理小方 廖董 小方愣了下 笑着道 我还有衣服的 而且这个品牌 也太贵了点吧 呵呵 你想多了 廖仁南笑了声 你的打歌服 啊 不是 小方顿时一惊 道 廖董 我也要入镜吗 我根本不会表演啊 而且 我这形象 会不会影响你的作品啊 不吃 小方这憨憨的模样 把大家都给逗笑了 没事的 廖仁南也笑了声 安慰道 你不是会弹吉他吗 道士跟在我后面 专心弹吉他就行 哦 小方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接着 廖仁南取过一件机车服 穿在了身上 他身形极好 穿着这皮夹克 看起来很拉风 哇 李千莫身边 两名女助理 都是忍不住尖叫一声 他也是一双美目 直直看着廖仁南 都不肯挪开一秒 嘎吱一声 观光车停下 终于到达战神广场码头 一行人兴高采烈的下车 等了几分钟 廖仁南助理 带着两辆旅游车 及一艘游船 来到大家面前 这样一来的话 水路和陆路两条道 就都可以玩了 片刻后 一群人顺着塞纳河半 热热闹闹的玩了起来 其中 塞纳河像一条玉带 静静的流过巴黎市区 他的两岸坐落着 许多法国的名胜古迹 比如卢浮宫 海军府 大小王宫 巴黎圣母院 爱菲尔铁塔 夏约宫等 也有一番情趣 大家都是随意游玩 有事就在车边集合 到了爱菲尔铁塔附近 周围都是拍照留恋的游客 仁南 蒋方笑着提议道 咱们自己家里人 一起拍张照吧 好啊 廖仁南把相机递给邝胜 然后抱起廖恩贝 挑选个位置站好 廖正群则带着轮轮 站在中间的位置 蒋方眼睛一转 走到李千墨身边 牵起了他的手 让他也进来合影 并且挨着自己站 李千墨笑了下 也爽快答应了 廖仁南见状 也瞬间明白 妈妈的小心思 暗自笑了笑 一二三 茄子 准备好之后 大家一起喊 咔嚓 邝胜按下了快门键 不知不觉中 便到了巴黎当地时间十一点钟 仁南 李千墨扁着嘴道 我要去参加活动了 哦 没关系的 廖仁南摸了摸他的玉璧 笑着道 那你工作一完 就给我打电话 我过去接你哈 这样算下来 咱们还有挺多时间 可以待在一起的 嗯 也是啊 李千墨露出了微笑 再聊了几句 便相互赞别 而这边 廖仁南继续带着家人 顺着塞纳和游玩起来 时不时的 看到一些比较好的风景 他则叫上邝胜和音乐助理小方 到岸上去拍几段短片 一个小时后 廖董 小方终于忍不住 开口问道 咱们这样拍 真的有用吗 就这样边玩边拍 他感觉没有任何收获 当然 廖仁南轻笑一声 道 你不要看这些片段 要看整个总体 并且 拍出来的视频 后续要剪辑的 还要配上音乐 哦 小方猛圈的点点头 呵呵放心吧 方公 邝胜也笑了声 插话道 这首歌的MV成品 绝对是很不错 你就期待吧 第183章 把你伺候好 是我作为老婆的本分 与此同时 拇指娱乐总经理张燕 以及威望董事乔思 两人都一直关注着 廖仁南最近的动作 毕竟 天籁冠军的奖品 可是 一台价值千万的超跑 一套汤城一品的房子 以及高达一个亿的奖金 这总价也有好几个亿了 都能抵得上千万代言 所有广告费的总额了 而且如果拿到天籁总冠军 这个头衔 后续还会有一系列通告 那钱将是大把大把的赚 这么一大块肥肉 拇指娱乐当然不会放过了 而乔思呢 纯粹是为了报仇 他这段时间不但布局 还出现了夜尿频多的症状 这病可不是花钱 就能够治得好的 真是苦不堪言 当然 顺道也把钱给赚了 此刻 什么 张燕瞪大了眼珠子 道 你说廖仁南带着家人 去巴黎旅游去了 张董 助理点点头 道 千真万确的 咕噜 张燕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不应该啊 这距离歌神之战 只有三四天时间了 难道不应该好好备战吗 据可靠消息 想到什么 助理又补充道 李千默也去了巴黎 要参加一档通告 两人应该是结伴出的国 听到这话 乔思眉头抽了抽 猛拍了下桌子 道 反正 不管对方怎么样 你们给我好好准备作品 我的要求是 踢掉撂仁南 拿到总冠军 这一次 我可是把世界顶尖制作团队 都给你们挖过来了 你们可别让我失望啊 明白的 乔董 张燕呵呵一笑道 想到什么 乔思看向叶旭坤 这可把叶旭坤吓了一跳 该来的 终于要来了吗 虽然他提前打了预防针 但还是免布 有些紧张的 毕竟 当今和欧的感觉 应该完全不同吧 叶旭坤 乔思顿了下 陈生问道 你不是在法国开过 个人巡回演唱会吗 是这样的 乔董 叶旭坤连忙回答道 嗯 乔思笑了声道 那你在法国的人气 应该还是不错的 撂仁南他 只在国内红 跟你是没法相比的 所以这次的冠军 咱们势在必得啊 乔董说得好 咱们势在必得 张燕笑眯眯的附和道 对 乔董 叶旭坤也露出了笑容 另一边 撂仁南等一行人 玩的是昏天暗地 只是 梅里千墨陪着 他觉得心中空落落的 终于 在巴黎当地时间 下午六点 李千墨打来电话 说他工作忙完了 廖仁南便亲自 开车去接他了 李千墨的随行助理 已经赶去机场 准备回华夏了 他则留下来陪廖仁南 两人刚刚一见面 便紧紧抱在一起 真是半日不见 如个三秋啊 其中 廖仁南早就让助理 在香榭大道的附近 预定了一家餐厅 准备带领大家 痛快地吃一顿 这家餐厅能品尝到地道的法国美食 比如鹅干酱 法式奶酪 法棍 培根卷 焦糖布丁等 料仁南是华夏的铁钟 但也不排斥国外文化 当然了 对于樱花国的一切 他都是抵触的 他们预定的这个包厢 是餐厅最豪华的一间 能看见整个塞纳河畔的夜景 吃着新奇的食物 看着美丽的夜景 身心都放松了下来 酒足饭饱 不知不觉之中 就到晚上十点 这时大部分人 特别是贝贝和轮轮 有点熬不住了 毕竟今天白天 可是多了七个小时的 于是 大家便直奔酒店 酒店就在香榭大道 同样也是能够看到 巴黎繁华璀璨的夜景 一共开了五个套间 邝圣和两名助理分两间 廖爸妈带着轮轮和贝贝睡一间 剩下两个房间 分别给了李千墨和廖仁南 由于都很困 大家稍微串了一下门 便各自回房间休息了 趁着走廊没人的时候 廖仁南一下子就钻进了 李千墨的套房里 他提前拿了房卡 你都不累的吗 李千墨一边拍着爽肤水 一边甜甜一笑 他刚沐浴过 穿着宽松的粉色睡衣 但连绵的山巒 还是凸显了出来 身上还有淡淡的香味 闻着沁人心脾 累啊 但再累也要 跟你在一起嘛 廖仁南眉头一挑 把李千墨扯过来 压在大圆床上 李千墨被他弄得有点痒 笑了几声 道 你不怕别人知道 不管了 廖仁南眉头一横 道 其实 这样遮遮掩掩 挺不自在的 要不咱们 直接在一起吧 好啊 李千墨揉着他的两只耳垂 道 我当然是愿意的 只是突然这样公布 我怕我家里人知道 会对你印象不太好 嗯 也是 廖仁南点点头 毕竟 李千墨出身于 红三代军属之家 在华夏 是真正的名门望族 就这样闷不吭声的 把人家宝贝女儿 宝贝孙女 给弄到手了 不给人家家里之一声 那确实是挺不礼貌的 那这样吧 廖仁南沉音片刻 等我 歌神之战 环节完了 我郑重去拜访你家人一下 嗯 李千墨眼珠一转 道 你不怕的吗 这怕什么 廖仁南道 他们 李千墨刚想说什么 却发现根本说不清楚 总之他自己觉得 家里人都挺怪的 跟普通人非常不同 很多李千墨的朋友或同学 对他的家人都是敬而远之 那咱们到时候看吧 李千墨甜甜一笑 道 不过 还是谢谢你 刚才这么说 我太感动了 既然感动的话 廖仁南坏坏的道 那你要怎么报答我了 那我就 穿丝袜给你看呗 李千墨说着 从枕头底下摸出了 一双黑色的吊吊袜 伸直大长腿穿上 哎呀 宝贝 廖仁南美滋滋的欣赏着 挑逗逗 你还挺有心的 这个都带来了 那当然啊 李千墨昧眼如丝 把你伺候好 是我作为老婆的本分 真乖 廖仁南等他穿好 便拥了过来 哇塞 你这小嘴 吐气如蓝 好香水好多啊 真润 第184章 最阔气的男神老板 一日 在当地时间七点钟 大家都陆续起床了 聚在一起吃早餐 廖董 音乐助理吃着手里的面包 问道 咱们今天拍摄什么呀 不怕了 廖仁南淡淡的道 大家放假半天吧 都好好地玩一玩 啊真的吗 没等音乐助理说什么 小芳抢先一句问道 当然是真的 廖仁南洋洋眉毛 啊 我什么时候虎过你们 哦耶 太好了 小芳和音乐助理 兴奋地欢呼着 邝胜在一旁 虽然没有插嘴 但也是一脸的笑意 这出差一趟 不仅吃喝全包给买打歌服 还能带新旅游 购物 简直不要太爽了 廖仁南绝对称得上 最阔气的男神老板 三人也暗自决定了 只要廖神不嫌弃 那他们绝对不离不弃 于是 三人吃过早餐 便相约出去扫货了 他们这次出差 也有不少的同事和朋友 托付带好物的 廖仁南则带着家人和李千墨 准备到战神广场去逛一逛 这里汇聚了法国各种大牌 也是美食和购物的聚集地 很快 到达目的地 大家都开开心心地逛了起来 不知不觉中 时间很快就到了十一点半 也是约定好的会合时间 每个人拎着好些东西 看起来都是收获满满 随后一行人在附近的岛屿餐厅 饱餐一顿 然后各自返回酒店房间 小气一会 等到下午一点 大家再次会合 坐车前往巴黎机场 在当地时间下午两点 都踏上了回国的航班 到达摩都机场时 已是次日三点钟 大家各自回家 好好睡一个觉 调整一下时差 转眼间 新一天的上午十点 摩都国际机场 千墨 我们待会就回去了 蒋方红着眼睛 握着李千墨的手 微微笑着道 你跟廖仁南要好好的 如果仁南有什么 做得不太对的话 就直接跟我说 我肯定站在你这边的 旁边 廖仁南文言 两条眉毛动了动 这话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呢 有了儿媳 忘了 知道的 阿姨 李千墨瞥了一眼廖仁南 又回头对蒋方道 仁南他 对我非常好 我们不会有事情的 倒是你们二老 年纪越来越大 要多注意身体 呵呵你也放心 蒋方慈爱地笑了声 道 我跟你叔叔的身体 都还硬朗着脸 如果你有空的话 也让廖仁南带你 回老家去看一看 哎呀 真挺舍不得你们的 李千墨文言 有一点伤感 好了 廖正群健壮 对着蒋方皱了下眉毛 道 你再说下去 把孩子都给惹哭了 是的 阿姨 李千墨也轻笑了声 道 你也可以放宽心 如果想我们了 就再来磨度完 好嘞 蒋方道 只要你们到时候 不嫌就碍事了 当然不会的 李千墨甜甜的笑道 这时 千墨阿姨 仁南叔说 廖鸾若走到两人面前 一脸稚嫩的道 我会永远记住跟你们 在一起的这些开心日子 这十多天里 廖鸾不仅见了许多世面 也完成了自己的追星梦 更是出国旅游了一次 这可都是学校里没有的东西 当真是不虚此行 哎呦 廖仁南轻笑一声 道 还是第一次听你 这么规矩说话 听到这话 廖鸾翻了个小白眼 我虽然确实有点调皮 可也不是什么都不懂的人 反正是谢谢你们了 鸾鸾不用谢 李千墨奄然一笑 道 随时欢迎你再来 不过 你下次来 可不能是逃学来 呵呵好吧 廖鸾文言 顿时就乐了 哈哈 几人都被逗笑了 很快就到了检票时间 廖仁南和李千墨两人 目送二老进了登机口 这才转身离开 坐在车里返回城区 李千墨和廖仁南两人 都感觉心中空落落的 不过随意的说说笑笑 心情很快又好了起来 接下来一段时间 两人都要专心营业了 由梁顺谷指导 李千墨和另一女星主演的 轻功夫电影 锦衣侠女即将开机 这段时间 李千墨要定角色装扮 接着就是服装造型 弄好后就要进剧组 日程也排得挺紧密的 而廖仁南那边 就更加忙碌了 距离天籁歌神之战 只剩下两天时间了 所以这段时间 他除了跟李千墨碰碰面 就都在公司待着 歌曲润色加工 导演拍摄MV背景 设计舞台 挑选舞美 等等 另外 廖仁还要抽出一部分的时间 协助王心凌 完善两个舞台表演 所以几乎是连抽转 不过 忙归忙 但这些任务 对于廖仁南来说 早胸有成竹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与此同时 距离节目开启前36个小时 天籁之音最终的 歌手晋级名单确定了 是人气投票排行榜的前五位 第一 廖仁南 8675万票次 第二 叶旭坤 8594万票次 第三 王心凌 3514万票次 第四 任贤奇 2985万票次 第五 林志玄 2793万票次 所以 廖仁南和叶旭坤两人 也成为这一季度节目 呼声最高的夺冠人选 而其他几名晋级歌手 也都开始各种拉票 比如叶旭坤 他直接动员法国的粉丝 开展各种明星团应援 即举办 坤粉回馈活动 以巩固自己在法国的人气 而任贤奇的经纪公司 也专门邀请了法国的当红艺人 来给他造势 林志玄到没什么大的动作 他只是在微博上发动态 表示自己下一站巡回演唱会 将会定在法国 如此种种 时间飞逝 眨眼间 便到了歌神之战 开播的日子 第185章 歌神之战正式开启 转眼又到了周末 魔都重明导 天籁之音 第二季第六期直播开启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由飓风地产 金大福黄金 华为人工智能 联合赞助的天籁之音 第二季第六期节目 本期的主题是 歌神之战 将角逐出这一季的冠军 作为节目的总冠军 将获得一台千万超跑 汤城一品一套 以及一亿元巨额奖金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熟悉的大型舞台上 和老师激情澎湃 坐着开场 说完 画面一转 镜头对准侧方的 一个副舞台 可以看到舞台的中央 停放着一台斑马色布加迪 它流线型车身 就像风鱼的美女般 让人热血沸腾 旁边 有一个透明的亚克力柜 里面放着一个房产本 下面还有一张立牌 写着房子的信息 房纸 汤城一品 魔都城南 户刑 六十二厅一出六位 面积 五百九十七点零零平方米 单价 十六点七W 总价 EY软媒币 后面 同样是一个透明亚克力柜 柜子的红色托盘中 摆放着一张金灿灿的支票 视之为 EY软媒币 哇 现场观众见状 纷纷惊叫起来 这夺人眼球的噱头 也吸引了不少网友的目光 各大平台热搜榜上 天籁之音 歌神之战的话题 赫然在列 并且 以一个无可匹敌的热度 碾压其他所有的娱乐新闻 直播间网友 也炸开了锅 尼玛 这两个星期太漫长了 但好歹等到 歌神之战 开播了 好家伙 这奖金也太诱人了吧 随便给我一个 直接到达人生巅峰了 不用说了 我大坤坤绝对是冠军 不然我直播吃响 时机 哦 楼上的两弹一枪同学 我记住你 ID了 坐等你直播吃响哈 花泽旅和关闭局 两人好可惜 双双被踢出了节目 与这大奖无缘了 卧槽 没事提这对 尖夫淫妇干嘛 真是杀风景啊 又可以听到一大批好歌了 不知道 这次廖神会出什么精品歌曲 永远支持廖神 廖神出品 避暑精品 绝对的冠军 廖神亮剑吧 期待你大杀四方 直播的热度 也节节攀升 十万 三十万 一百万 三百万 三百万 这才刚开始不到几分钟 直播人数就突破三百万 而且 速度丝毫不减 还在继续提升 看着这超高的热度 何老师也是笑容满面 谢谢大家如火的热情 下面先介绍我们 五位晋级的歌手 他们分别是廖仁南 叶旭坤 王兴玲 任贤奇 以及林志玄 竟投落在歌手席上的几人 大家都是穿得精神抖擞 并且面带微笑地跟直播间 以及现场观众们打招呼 另外 何老师继续主持到 还有我们五位观察团导师 大家鼓掌欢迎他们 这时镜头一转 对准导师席位 只见刘焕 纳英 李谦默 王子宋 以及灵溪几人 都轮流着站起来 对着镜头招手致意 其中 李谦默今天穿着一件 V领的黑色素身裙 一头乌黑的秀发 用发姑竖了起来 颇有几分愚昧风范 哗啦啦 现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稍作停顿 何老师继续开口 介绍到根据节目的规则 本期的歌神之战 将进行两场竞演 通过第一场竞演 将选出本季节目的前三名 参与第二场竞演 在第二场竞演 将从三位晋级名额中 排列出冠亚季军 本期两场竞演的歌手排名 都将由网络直播投票决定 投票权由机器随机抓取 其中的网络ID占比 华夏与法国各占一半 这一系列规定 引起了现场 不少人议论 而何老师停顿了下 继续主持到 前几期的徽章积分规则 在第一场竞演中 各歌手网络投票增幅为 廖仁南9% 王兴林2% 叶旭坤1% 第二场竞演 各晋级歌手的投票基数 将等量统一 歌手席位 听到这几条规则 叶旭坤撇了撇嘴 第一场竞演的投票增幅 对他无疑是一种威胁 但转念一想 倒也没什么关系 毕竟他是有信心晋级的 只要进入到第二场竞演 他就能与廖仁南公平PK 而叶旭坤自诩在法国人气 要比廖仁南瓜不少 这样的话 夺冠也就一如反掌了 与此同时 随着何老师的讲解 直播间的网友 也激烈讨论着 规则好复杂呀 不过没啥关系 我只负责听歌 最后看结果就行 尼玛 这规则都看不清楚吗 就是要比赛三场 最后选出两名 咦 楼上确定是卧龙和凤雏无疑了 期待你们多多发言 今日份的傻乐 就靠你们俩了 这样算下来的话 那廖神夺冠的可能性 就是最大的了 廖人难算的掉毛啊 我坤坤才是真正的王者 他就等着力政挨打吧 哈哈 输赢不是靠嘴炮能决定的 得真刀真枪的亮出来 规则搞得这么复杂 是想水节目时长吗 快点开始比赛吧 这时 整个规则介绍完 何老师也是松了口气 朗声道 好了 下面正式进行第一场经验 大家热烈欢迎林志玄老师 给我们带来第一个节目 随着何老师话音落下 台下响起热烈掌声 林志玄也站起身来 迈步走到舞台中央 他穿着一套白色的休闲牛仔服 显得整个人年轻了好几岁 待林志玄立定 拿上话筒之后 舞台灯光暗了下去 同时巨大的荧幕上 显示出歌曲信息 歌名 I Surrender 作词 Samuel 与 Lewis 作曲 Samuel 与 Lewis 编曲 Samuel 与 Lewis 第186章 这些歌手真够拼啊 与此同时 一束美光灯照在 林志玄的身上 此时的他 宛如一位白马王子 散发着一种尊贵的气息 而随着旋律响起 他也开嗓唱出声 There's so much life I've left to life And this fire's burning still When I watch you look at me I think I could find a way To stand for every dream 这是一首全英文歌 林志玄凭着悠扬的嗓音 就算是演唱英文歌曲 也是十分细腻悦耳 一时间 整个现场的氛围 非常惬意 而一些泪点低的观众 甚至都流出了眼泪来 事实上 对于林老师的嗓音和唱功 廖仁南还是觉得挺欣赏的 不过 他对这首歌 却并不是很感兴趣 因为他是全英文歌 但转念一想 廖仁南又觉得 林老师选择这首歌 也算在情理之中的 毕竟 这次的竞赛结果 法国华裔投票 占一半比例 他们这群人之中 可能对中文一知半解 但对于英文 估计都是很熟悉的 舞台上 随着旋律慢慢放缓 林志玄也演唱完毕 好的 何老师也试试登上舞台 微笑着主持道 谢谢林志玄老师 为我们带来动人的歌曲 至于林志玄老师 能得到多少投票呢 那我们暂时不能揭晓 需要等到五位歌手 第一场竞演全部结束 再统一为大家揭晓 所以 也请大家耐心的等待 继续观看歌手精彩的表演 哼 现场一片哗然 不少观众议论纷纷的 显然在讨论竞赛规则 而这时 和老师稍微停顿一下 便对着话筒 朗声主持道 那下面有请任贤奇 为我们带来他的歌曲 请大家欣赏 歌手席位的人贤奇 听到这个播报后 也是微笑着起身 他穿着一件天蓝色衬衣 留了两颗扭扣没有记 里面搭着一件白色短袖 下身是一件灰色休闲裤 整体打扮得 简单而低调 此刻 从人贤奇脸上 略显牵强的笑容 不难看出他 还是有些紧张的 他快步 走到舞台中央 然后对着镜头招招手 表示自己准备好了 下一秒 舞台灯光一按 中央的巨大屏幕 显示出歌曲信息 歌名 Bill Bill 作词 陶欣盈 作曲 阿地仔 编曲 阿地仔 演唱 人贤奇 天籁节目直播聊天曲 看到这歌曲信息 弹幕猛增了起来 怎么都唱英文歌啊 是要考咱们四六级听力吗 好家伙 这些歌手为拉拢法国粉丝 也是够拼的呀 不过总感觉怪怪的 我只想问 如果下一季 抽中一个非洲国家 那是不是要唱土著歌了 尼玛 要怪就怪节目组 规则都是他们定的 作怪得很啊 哈哈 你们这些lowbie 自己文化低怪别人 我就听得很爽啊 楼上的小学生 你仅有一个英文单词 都给拼写错了 你老是看见 都要大哭一场的 看到这歌曲的信息 料人难也见怪不怪 看来 这些歌手的思路 基本一致 毕竟 每位歌手在国内的人气 可以算是固定了 于是 他们现在都是尽力去争取 国外粉丝的投票 而不多时 舞台灯光亮了起来 可以看到舞台上 多了十几位伴舞 他们年龄有少有轻 穿着各种职业服装 表演出了一种 在大排档喝酒聚餐 非常生活化的一幕 随着音乐旋律响起 连弦齐也唱了起来 Wanna be happy Follow me buddy We are so happy Love everybody 一杯啤酒一些朋友 一直吹牛 Bill Bill 弹指之间称霸群雄 大梦醒来 Bill Bill 这首歌的旋律很轻快 歌词是汉音各一半 其中的几句汉语 词汇也都比较简单 估计 作词者也考虑到 评分群体为法国华裔 他们的中文水平 肯定都很有限 也算用心良苦了 抬起头学飞鸟自由 天地都伴在你左右 闭上眼 23456 烦恼都勾勾勾勾 低下头看看那笨牛 慢慢地嚼出了天空 闭上眼23456 烦恼都勾勾勾勾 这么一首歌 被人嫌弃全市的热情烂漫 又带着几分的俏皮 再加上十多个伴舞 紧随在人嫌弃的左右 满舞台的跟观众互动 使得整个演播现场 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在旋律慢慢淡出后 谢谢 何老师握着话筒走上舞台 主持道 感谢任嫌弃老师 精彩的表演 也辛苦这些伴舞们 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吧 哗啦啦 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 谢谢你们支持 任嫌弃一边喘气 一边微笑着道 还向现场观众 即直播间镜头 鞠躬表示感谢 待现场安静一点 何老师微微一笑 继续主持道 好了 下面欢迎第三位竞演歌手 王心凌小姐登上舞台 为大家带来她的表演 这个时候 王心凌也从座位上站起身来 并扯掉了戴在身上的披肩 只见她穿着一套女生校服 上身是白衬衣 搭配灰色马甲 还系了女士领带 下身是灰色暗格短裙 脚上穿着小圆头皮鞋 露出一双光洁 笔直的大长腿 十分的吸睛 哇 甜心教主姐姐 观众席发出几声尖叫 而很快 王心凌就走上了舞台 站好位置 与此同时 舞台上的美光灯 一起按了下来 中央的荧幕上 显示歌曲信息 歌名 爱妮 作词 廖仁南 作曲 廖仁南 编曲 廖仁南 演唱 王心凌 第187章 廖仁这条叫功夫一流 健壮 直播间弹幕 也瞬间猛增 尼玛 终于有一首 纯中文歌名的歌 顿时来精神了 好家伙 廖仁南 词曲编全包 质量应该不会差 大家有没有发现 王心凌自从转型后 人都变得有气质了 好像很不赖哦 不得不说 还是廖仁眼光独辣 一下就看穿 王心凌是甜宠型美女 楼上的兄弟 你这是在夸料什么 怎么感觉怪怪的 廖仁出品 必属精品 期待应 就在这时 荧幕开始播放MV视频 画面中是一所女子学校 几名花季少女在 训练室里换衣服 然后大家鱼贯跑出训练室 在教室的楼道里 跳起舞来 与此同时 旋律响起 一道聚光灯落下 照在舞台角落处 一位青年男人身上 他的名字叫做盖 是一位说唱型歌手 在圈内颇有知名度 随着轻快旋律响起 但也是兴奋的饶舌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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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ndy What what's wrong with me Cindy give me your love You make me sneeze all the time now now 怎么我一直狂打喷铁 在凌晨3点26分 Let me sing let me sing a song 陪你入睡 What is love say say yes Cindy I really do love you so 当整段唱完 照在盖身上的美光灯 瞬间就按了下去 紧接着 刷一声 整个舞台 灯光大亮 同时 台上多了十几位舞美 俨然就是视频里那些女孩 她们都跟王心灵一样 穿着统一的学生制服 修长的美腿 十分细精 而随着音乐响起 王心灵也唱出声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铁 那一定就是 我在想你 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 啊 那是因为我关心 常常想你说的话 是不是别有用心 明明很想相信 却又忍不住怀疑 在你的心里 我是否就是唯一 爱就是 有我常烦着你 王心灵声线很细 像是在带有情绪说话 十分的俏皮可爱 满满的青春气息 给人甜美的感觉 煞时间 全场的观众 尤其是那些宅男观众 都感觉被蒙翻了一般 眼睛瞪得大大的 就差流出口水了 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 想我就多看一眼 表现多一点点 让我能 真的看见 Oh baby Oh bye 少说一点 想陪你不止一天 多一点 让我 心甘情愿 爱你 舞台上 以王心灵为中心 一行舞美手牵手 排成了一条直线 刚盖住大腿的短裙 随着舞步一摆一摆 使得这些舞美 雪白的腿部都露了出来 画面十分扬眼 一时间 俏皮的舞蹈 甜美的笑容 现场的观众们都酥软了 当然 也有部分人硬了 直播间聊天弹幕 也如火山般喷发 Wow 这妹子太甜了 爱了爱了 卧槽 这是我一个未成年 能够看的吗 尼玛 刚刚盯着甜心姐姐 大长腿看了一会会 就被老婆罚跪键盘了 楼上的兄弟 不是一会会 是一会会吧 兄弟们 就冲着大长腿福利 不投一票 还是男人吗 好家伙 还是料神厉害 这条条的功夫 一流的 扑痴 这评论 别让切莫女神看见了 不然料人难没好日子过了 与此同时 歌曲进入到循环部分 王心灵继续又跳又唱 喜欢在你的壁弯里胡闹 你的世界是一座城堡 在大头贴话满信号 贴在手机上 对你微笑 常常想我说的话 你是否听得进去 明明很想生气 却又止不住笑意 哦哦哦 在我的心里 你真的就是唯一 爱就是 有我常爱着你 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 想我就多看一眼 表现多一点点 让我能 真的看见 Oh bye 少说一点 想陪你不止一天 多一点 让我 心甘情愿 爱你 多一点 才会慢慢发现 因为你 让我心甘情愿 随着旋律 慢慢淡出 最后 舞台上有所的舞美 一起比划出新型的首饰 哗啦啦 何老师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台下就响起了一片掌声 休逼 有些人 有些人还吹起了流氓哨 谢谢王心灵 何老师赶紧拿起话筒 笑着主持道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请到后台换服装 稍作休息 谢谢大家 王心灵对着镜头 甜甜一笑 然后和舞蹈演员 一起往后台退去 那下面欢迎 第四位歌手 叶旭坤 为大家带来他的表演 何老师微笑着道 话音落下 镜头就转到了 歌手席上 叶旭坤风度翩翩的起身 略微低着头 向台上走去 同时 舞台灯光一按 屏幕显示歌曲信息 歌名 It's You 作词 Max Martin 作曲 Alan Walker 编曲 Eric Hollow 演唱 叶旭坤 冷灯光再亮起时 舞台上多了十多位 画着浓妆的男舞美 而叶旭坤 则躺靠在一张 欧美风格的流金宝座上 他还换上了华丽的王子服 伯耿锤都带着的珠宝 但看到这一幕 坤粉们沸腾了 啊 坤坤好帅啊 真是有天生的贵族气息 和叶旭坤一比起来 那些其他的歌手 都是土鳖啊 就这造型和气质 不拿冠军天理不容啊 确实啊 其他歌手都给我跪下来舔吧 特别是撂人难 不过 持反对意见的 也有很多 哦 穿得像那小丑一样 不知道叫好的人都是 什么什么 尼玛 最痛恨这些崇洋媚外的人 这么喜欢外国的月光 那就给老子滚出去吧 感觉叶旭坤这家伙 有点不正常 行为举止和模样 都怪怪的 那位两单一枪同学 你说的话还记得吧 直播吃响啊 时机 第188章 为什么让我看到这样的表演 这个时候 随着旋律响起 叶旭坤唱出声 Love Rush Drunk Hush Obsession Pure I Know It's You 黄室里沉睡的戴紫玫瑰 流浪者曾盛开在哪 街边的紫薔薇野蛮生长 含苞带放 啊 哦 I'm Mike O We Don't Waste Time We Don't Waste Time 让我们相拥 哦 We Don't Waste Time We Don't Waste Time 这是一首中英混杂的歌曲 甚至可以说 英文占有更大的比例 曲调也是充满了暧昧的味道 而歌词更是别有深意 表达出各种痴迷 黄室里沉睡的戴紫玫瑰流浪着 就好像是说 一个他喜欢的女孩 在除了他以外的地方迷茫着 野蛮生长 含苞带放 但是 他就喜欢 他这样可怜的样子 喜欢他在他身上飞舞的样子 啊 可以把它理解为 一个有深度的意思 身影 而这一句 舞台上的叶旭坤 唱得最投入了 We Don't Waste Time 这句英文可谓贯穿整首歌 中文意思是 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 表达了什么意思 是成年人都明白 我想在你耳边 对你唱 When you say my name in the darkness 住进了深海 你被永远珍藏 It's feeling like you It's got me feeling like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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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 time I see your face Every time I catch your eyes Every time I feel your body It rushes right over me I know It's you 随着旋律的推进 台上叶旭坤的舞姿 也变得更加的妖娆 时不时的转身 抛个媚眼 后来两下舞王顶跨动作 而男舞美们的动作 也是竟显出了性感 真硬了那句话 男人骚起来 就没女人什么事了 同时 他的歌词 也越来越有深意 When you say my name in the darkness 这句的中文意思是 当你在黑暗里 叫着我的名字 为什么是黑暗里 叫名字干什么 总的来说 这首歌描述的是一个特殊过程 干什么要叫名字 不知道叫爸爸吗 注尽了深海 在这一句中 可以听到伴奏的旋律 逐渐一点一点的加强 It's feeling like you It's got me feeling like you 这两句的中文意思是 它让我感觉 感受到你 它是什么东西 完全不言而喻 每一次看你的脸 每一次扑着你的眼 每一次感受你的身体 它在我的头顶飞驰而过 这一段 同样是描写的 一个感受 有一种感觉 从下面直冲脑顶 老司机应该懂得 深夜里仰望的孤独月光 凄美着黑色的眼珠 迷路的小女孩卷颈身躯 请别害怕 I'm like oh We don't waste time 让我们解脱 Oh We don't waste time 我想在你耳边 对你唱 When you say my name in the darkness 你不需要承受这所有的一切 在这一段中 叶旭坤 坐回了自己的刘金宝座 甚至 他还脱下了那身华贵的王子服 让自己看起来更有魅力一些 而歌词暧昧程度 也是进一步升华 深夜里仰望的孤独月光 在一个乌漆麻黑的地方 在月亮的衬托下 擦枪走火 卷颈身躯 请别害怕 没错 请放松点 新一轮的较量开始了 其实 整首歌描写的是一个过程 带一点戏虐的感觉 他很享受这种感觉 女生那一方 其实是被心理虐待 她的心灵被虐待 同时身体上也在害怕 这意味 总之一言难尽 到这里 整首歌一遍唱完 旋律便进入循环 而在第二遍的歌曲演唱中 叶旭坤直接标起了法语 现场九成观众都听不懂 但却着实被惊艳了一把 而一众坤粉们 也都是沸腾了 哇塞我家坤坤还会发语 太有才华了吧 叶旭坤好帅 好有情调 不愧为贵族的王子 坤坤 只要你说一声 我就愿意为你生猴子 廖仁南 你能写出这个吗 给我跪下投降吧 哈哈 同时 大部分人虽然听不懂 叶旭坤在唱什么 但是 他们能看到舞美动作 也能感受到旋律氛围 于是 一些不喜欢的网友 也纷纷流言吐槽 哦 苍天大地啊 为什么让劳子看到这样的表演 尼玛 这小子是老司机啊 开车开得这么溜 草劳子发誓 如果喜欢叶旭坤的女生 她就算再漂亮 脱光躺下 我都不看一眼 特么的 如果不是隔着一块屏幕 我真想一板砖把这家伙 给拍的躺在地上 第189章 这首歌让人舔马啊 听到这个 廖仁南摇摇头 是一脸的无语 像男女之间的情爱 可以说是人的本性 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但为了博学头 把她写进歌里面 并加以大肆描写和歌颂 那无疑是在挑战道德底线 毕竟 她传播着一些感情观念 极有可能会间接 毒害一部分年轻人 舞台上 很快 随着旋律慢慢淡出 叶旭坤完成了整个演唱 并摆出结尾动作 因为跳舞 她额头上渗出了 许多的汗珠 叶旭坤十分性感地抹了一把汗 然后嘴角勾起一抹魅像 对着镜头 抛出一个电眼 好酷 叶旭坤 你好迷人啊 台下有不少坤粉 激动地大叫起来 和老师见状 连忙登上舞台 主持道 好的 感谢叶旭坤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唱 也辛苦舞美们 请大家到后台稍稍休息 其实 身为主持人 何老师也在努力 维持自己的公正性 但从何老师的形体上就能看出来 他对叶旭坤的这首歌是极其排斥的 第一 何老师在主持时 几乎没有看过叶旭坤一眼 第二 何老师虽然跟叶旭坤站在一起 但是他的身体 有明显远离的动作 这些小细节 是骗不了人的 停顿几秒 何老师微微一笑 朗生主持道 那下面咱们掌声欢迎 最后一位歌手廖仁南 登台带来他的歌曲 歌手席 廖仁南听到播报 也是站了起来 脉步往舞台上走去 他穿着那件黑色机车服 整个人帅到让人能窒息 哗啦啦 全场掌声雷动 大到几乎要将整个棚给掀翻 待廖仁南立定后 整个舞台按下去 同时巨大荧幕之上 显示出歌曲的信息 歌名 告白气球 作词 廖仁南 作曲 廖仁南 编曲 廖仁南 演唱 廖仁南 老演 廖仁南与邝盛 看到这一幕 直播间聊天区 弹幕猛增起来 来了来了 那个神一般的男人 终于要来了 词曲编导唱全包 不愧是廖仁啊 牛逼plus 就冲这个中文歌名 如果抽到我 我肯定要投一票 卧槽 告白气球 看这应该是情歌哦 廖仁改变曲风了 廖仁现在的感情这么滋润 改变曲风 不是很正常吗 紧接着 演播厅 响起舒缓 而甜蜜的旋律 荧幕闪烁一下 播放出MV画面 这是在高空拍摄的一个大全景 能看到巴黎塞纳河畔所有风景 包括艾弗尔铁塔 及香榭大道 全都唯美浪漫地展现出来 这是巴黎独有的韵味 紧接着 大型舞台右侧灯光亮起 一个小舞台出现在镜头前 上面的陈设 以缩比例还原 香榭大道街边旁的咖啡厅 并且还有两名华夏演员 男的叫王鹤蒂 女的叫于书欣 于书欣饰演的美女 正坐在咖啡厅前的藤桌旁 惬意地喝着咖啡 在他隔壁店铺的台阶上 坐着一位帅气的男孩 也就是王鹤蒂扮演的 男孩一边拨弄几声吉他 一边不时偷描女生一眼 整个气氛甜甜的 塞纳河畔 左岸的咖啡 我手一杯 品尝你的美 留下唇印的嘴 一道悦耳的嗓音 伴随着欢快的旋律 在演播厅内响起 与此同时 一束美光灯亮起 打在舞台另一边 只见 穿着黑色机车服的廖仁男 脸上洋溢着迷人的笑容 而刚才那带着薄荷味的歌声 正是从他嘴里面唱出来的 也在同一时间 荧幕上的MV画面中 也出现廖仁男的身影 MV中他穿着同一件机车服 不过腰间还系着一件红衬衣 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 他边走边肆意地唱着 口型与现场歌声一致 而在廖仁男的身后 还跟着一位普通的音乐人 他穿着黑色卫衣 带着黑色包头帽 两人一前一后 沿着塞纳河边走边唱 画风惬意又唯美 花点玫瑰 名字写错 谁 告白气球 风吹到 对街 微笑 在天上飞 前面说的是爱情的悸动 接下来便是告白的具体行动 小舞台中一下子 又换了一个场景 王鹤蒂还在认真低头写着歌词 于书欣已经撩着头发站了起来 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 于书欣拿出事先多买的一杯咖啡 迅速地放在了王鹤蒂脚前 待到王鹤蒂发现 准备递给他手写的歌谱时 女孩已经快步走远了 很快放下吉他后 王鹤蒂也追了上去 你说 你有点难追 想让 我知难而退 礼物 不需挑最贵 只要 香榭的落叶 哦 营造浪漫 得约会 不害怕 搞砸一切 拥有你就拥有 全世界 明明是不顺的 为什么男孩和女孩 还这样快乐呢 因为之前 女孩已经对他交了底 甚至连礼物 都要求得很清楚 香榭的落叶 至于你说你有点难追 想让我知难而退 无非是向征信的矜持 所以 男孩知道告白 就一定会成功 他不怕倒杂这次约会 并且 男孩早就被拥有 你就拥有全世界的喜悦包围 哪里还会去赌气 那些不顺呢 亲爱的 爱上你 从那天起 甜蜜的很轻易 亲爱的 别人姓 你的眼睛 再说我愿意 伴随着甜蜜的歌声 小舞台上的场景 也在变化着 又是特别的一天 于书欣坐在楼梯边发呆 突然他的头顶处 伸过来一只娃娃 正是那天 他偶然在街边看到的那一只 于书欣也是满心的欢喜 羞涩地靠在王鹤弟肩膀上 这也意味着 告白终于成功 在这一刻 台下的观众们 都是露出了喜悦的表情 一些成对的情侣 都是食指紧紧相扣 爱慕对方的程度 又增加了几分 而一些单身的朋友 内心也早已经融化了 直播间的弹幕 也在这一刻爆炸 哇塞 这歌也太甜了 我一定要学 为以后告白备用 话说廖神谈恋爱了就是不一样 写的歌都能让人甜妈了 好家伙 廖神居然还特意去巴黎去了景 这也太真诚了 必须好评投一票 这个小舞台情景设计 真的太有心意了 而且跟歌也贴合 完美啊 跟我廖神写的甜歌比起来 叶旭坤就是猥琐难啊 廖人难牛逼 廖人难威武 廖人难霸气 第190章 这首歌可谓唱到他的心里 与此同时 舞台上廖人难唱歌 也进入了循环部分 塞那河畔 左岸的咖啡 我手一杯 品尝你的美 留下纯硬的 嘴 花点玫瑰 名字写错谁 告白气球 风吹道 对街 微笑 在天上飞 小舞台变换回最初的街道店铺场景 王鹤帝饰演的英俊少年 一只手拿着一束鲜艳的玫瑰花 另一只手牵着一盆粉刺的气球 准备来一场真正的告白 看见穿着甜美的虞书心 王鹤帝先将玫瑰递过去 对方撩了撩秀发 略带羞涩地收下 紧接着 王鹤帝挠着后脑勺 把表白的气球递过去 气球牵绳的下端还记着 男孩专门为女孩写的歌 然而 两人似乎都太紧张 虞书心还没牵住线 王鹤帝就先松手了 气球往上空升起 被风吹到了对街 王鹤帝跳起来勾 最后也没有勾着 精心准备的告白被打乱 虽然发生这插曲 但两人对视一眼 都露出了笑容 甜蜜的心情 一点都没被影响 亲爱的 爱上你 恋爱日记 飘香水的回忆 一整瓶的梦境 全都有你 搅拌在一起 亲爱的 别人性 你的眼睛 再说我愿意 伴随着旋律弹出 整首歌也结束了 从始至终 歌曲洋溢着一种欢快 温暖 甜美的氛围 就像春天的花朵在绽放 虽然这首歌主题 是关于告白示爱 但却丝毫不见 主角的紧张和忐忑 反而有一种笃定的自信 和已经告白成功后的甜蜜 所以 这是一次内定结果 水到渠成的告白 换句话说 就是秀恩爱 让人觉得甜而不腻 一时间 哗啦啦 何老师还没来得及开口 台下观众已经鼓起掌了 观众席上 不少观众兴奋地 挥动着手中灯牌 心情舒心无比 节目现场的工作人员 在听到了这首歌之后 心里也都是美滋滋的 这些人中 大多数是男性同胞 但每个男人的心底 也是有柔情一面的 在听完整首歌后 全都被勾了出来 导师席位的几位嘉宾 包括刘焕 纳音 王子宋 灵溪等 也都化身为热情的粉丝 跟着观众激动地鼓着掌 看他们那激动的模样 显然非常喜欢这首歌 比起其他的四位导师 李千墨当然更加喜欢 这首甜甜的情歌 可谓唱到了他心里 此外 李千墨也是有些意外 原来 廖仁南前段时间去巴黎拍摄 居然是为了这支MV做准备 当时 李千墨还有些好奇 但却强忍着没问 现在 他总算是明白了 看着这唯美的MV 他想起了跟廖仁南 在法国美丽的旅途 甜蜜和幸福的感觉 顿时有加深了几分 与此同时 何老师也是笑容可掬的 迈着步子走上了舞台 笑着主持道 好的 感谢廖仁南为咱们 带来这么甜蜜的歌曲 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 五位歌手第一轮竞演的曲目 就全部都表演完毕 接下来 请各位歌手再次登台 将进行最关键的一步 投票环节了 听到何老师播报后 先前退回到后场室的 叶旭坤 王兴林 任贤奇 林志玄几人 也一一重新登上舞台 哗啦啦 到了这最精彩的环节 整个现场的气氛 变得极为热烈起来 见此 何老师会心一笑 看了眼手卡 继续道 再次为大家回顾一下 所有歌手的竞演舞台 他们分别是 林志玄的 I Surrender 任贤奇的 Bill Bill 王兴林的 爱你 叶旭坤的 It's You 以及廖仁南的 告白气球 随着何老师的介绍 舞台中央的巨大荧幕上 依次回放每个舞台的精彩片段 毕竟 演唱的顺序是按照 人气高低进行排序的 由于首位效应影响 观众都会对最后演出舞台 印象更为深刻一些 为了公平起见 都会回放一下所有舞台 然后再进行投票 这时 见到自家偶像的杰作 粉丝们都是一片惊呼 待五个回放全部播完 何老师朗生主持道 请大家沉下心回忆一遍 确认你心中最喜欢的舞台 另外 国内外网络端将随意 为您开启投票权限 总计开放共十万票 其中国内外各占一半 每个ID只有一次投票机会 倒计时结束将不再能修改 请大家慎重的选择 好了 现在三分钟投票通道 正式开启 此言一出 全场沸腾 粉丝们纷纷为自己喜欢的舞台 打call 仿佛在较进谁家的嗓门更大一些 而直播的镜头 也是给了台上五位歌手 每人一个大特写 三 二 一 投票结束 请锁票 何老师邀请五位歌手 来到评分显示屏幕前 好了 分数已经统计出来了 那么 《歌神之战》第一场纪念中 那位歌手的舞台 更受观众的喜欢 谁能够继续冲击冠军 谁又将止步于此环节呢 请看大屏幕 在巨大荧幕上 从上到下显示着五位歌手的头像 在头像后面则是投票数据 另外 投票数据还做了戏份 分成华夏得票 法国得票 以及增幅得票三部分 而随着何老师话音落下 屏幕上的积分器数字栏 便疯狂滚动起来 那咱们先来看看 第五名和第四名 是哪两位歌手 何老师主持道 其实 这两个名次 也就意味着 与决赛无缘 屏幕上 所有歌手 投向后的数据 都在滚动着 请揭晓 何老师这话说出 有两位歌手的数据 一下显现了出来 赫然就是林志玄 和任贤齐两人 第四 任贤齐 12867票 华夏区 6513票 法国区 6354票 增幅 0票 第五 林志玄 11248票 华夏区 6498票 法国区 4750票 增幅 0票 看到这一幕 现场一片哗然 虽然所有人都是 预料到了这个结果 可是 当这个结果出现时 大家都还是觉得 挺不适滋味的 因为这个第四名 和第五名 也就意味着 要止步于此 第191章 七夕情人节的告白 顿了顿 好的 何老师有些黯然地道 第五名是林志玄老师 第四名是任贤齐老师 那么 根据节目规则 两位老师将止步于此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 从节目开始到现在 贡献了这么多精彩的舞台 很遗憾不能一起走到最后 那么最后两位老师有什么 想要跟大家说的吗 何老师一边说着 一边拿起一个麦克风 递到林志玄面前 林志玄服了服鼻梁上的眼镜 微笑着道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支持 能够走到这里 总体上来说 我还是挺满足的 同时在这一季中 也非常幸运能够见到 这么多有才华的新生代 未来是属于你们的 说到最后这句话的时候 林志玄瞥了一眼廖仁南 他说的有才华新生代 俨然就是指的廖仁南 哗啦啦 林志玄话音一落下 顿时全场掌声雷动 紧接着话筒递到了 任贤奇手中 任贤奇淡淡一笑 说实话 能够闯进决赛 我自己也挺惊讶的 毕竟 这一路比赛过来 每位歌手都是全力以赴 而大家也都很有实力 所以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已经很心满意足了 另外任贤奇握着话筒 转身看向廖仁南 道 非常谢谢廖仁南 为我写的 伤心太平洋这首歌 真的让我的歌唱事业 登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更何况 当初要不是廖仁南为我作曲 也许在那个环节 我就已经被淘汰了 所以说 廖仁南真的实力超强 总之好好努力 相信你会取得不菲的成绩 说到这里 任贤奇还朝着廖仁南 拱了拱手 廖仁南淡淡一笑 也算是回应了 好了 谢谢任贤奇和林志玄老师 那么大家最后做一个道别吧 于是 任贤奇和林志玄两人 分别和廖仁南 王兴灵以及叶旭坤 礼貌性地拥抱了一下 叶旭坤脸上露出了鄙夷的神色 反观廖仁南 却是诚意十足 当然 同样换来了任贤奇和林志玄两人的 真诚相待 两人告别完后 便朝后台走去 而这时 那么 何老师神色一速 继续道 这也就代表着 王兴灵 叶旭坤 廖仁南三人 顺利晋级到了决赛 大家鼓掌 恭喜三位 哗啦啦 全场掌声雷动 等全场安静下来 何老师继续道 那三位歌手的得票和排名 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请看大屏幕揭晓 何老师话音落下 三人为显示分数的积分栏 数字又开始疯狂滚动起来 现场观众们的心 再次被揪起来 不少粉丝兴奋地尖叫着 为自己的偶像打靠 就在这时 唰的一声 剩下三人得票 全都显示出来 第一 廖仁南38452票 华夏区 15614票 法国区 14201票 增幅 8637票 第二 叶旭坤 30857票 华夏区 13985票 法国区 15976票 增幅 896票 第三 王兴灵 16825票 华夏区 9045票 法国区 5905票 增幅 1875票 看到这投票排行 观众彻底沸腾了 哗啦啦 全场掌声雷动 廖仁南第一 廖神牛逼 Plus 不少男粉兴奋地喊着 在这一刻 直播间弹幕也猛增起来 卧槽 果然是廖仁南第一名 真是不负众望 哈哈 廖仁南甩了叶旭坤八千多票 这真是拿实力碾压啊 叶旭坤是在擦边 而廖神用实力写歌 孰高孰低 自然清楚明亮 那位两单一枪同学 还记得你说的话吗 直播吃翔十斤哦 坐等 廖仁南真强 我已身为男法而骄傲 见此 何老师也有点惊讶 他声音拔高 带着几分激动 主持道 第一场竞演结果全部出来了 恭喜廖仁南在这一场 获得第一名的耀眼成绩 也请叶旭坤和王兴林再接再厉 争取在第二场竞演中有更好的表现 看到屏幕上得票成绩 王兴林言嘴一笑 显然对自己的表现非常的满意 而叶旭坤先是眉头一皱 毕竟他的目标是第一名 但随即就又释然了 因为他注意到在法国人气排名上 他的得票可是比廖仁南要高 在第二场竞演中 大家将都没有投票增幅 如此一类比的话 叶旭坤觉得自己获胜的概率 还是非常大的 便不由有些飘飘然 廖仁南看着这个结果 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 看来自己的思路是正确的 就算是在法国的华裔人 他们骨子里也是华夏人 可能有一部分人重阳媚外 但总体上都是非常爱国的 所以这样一来 对于接下来的决赛 廖仁南更有信心了 那么何老师继续走流程 主持道 请叶旭坤和王兴林 到后台做准备 稍后将会进行第二场竞演 也就是最后的冠军争夺赛 文言 叶旭坤和王兴林点点头 两人便各自向后台退去 接下来第二场竞演 也将按照名次先后顺序 依次登台演唱 同样的 靠后登台的歌手 会相对有优势一些 廖仁南 请往舞台中间走一些 咱们做一个简短的访问 何老师笑容可居的道 这是节目设定环节 廖仁南也是照做 你能够给我们讲一下 告白气球 这首歌的创作初衷吗 何老师开口问道 而还没等廖仁南回答 舞台下方观众们齐声 喊出李千莫三个字 指导也非常灵活 连忙将特写镜头 切到对准李千莫 可以看到李千莫的脸上 已经爬上了一层红玉 好了 何老师笑着打趣 道 大家稍微安静一点 咱们还是 听听廖仁南本人 来讲一讲 陈英片刻 廖仁南淡淡一笑 道 其实 大家都猜对了 我创作这首 告白气球 大部分初衷 是因为这个女孩 其实我的感情生活 相信大家也都有一点了解 我虽然从未提及过 但当时真的挺难熬 很幸运再次遇到这个女孩 她给我的生活带来了阳光 也是因为有了她的陪伴 我才能这么快的痊愈 这个女孩带给了我 充足的能量 和满满的快乐 所以我才有心情和感悟 来写下这首 告白气球 最近不是也临近 七夕情人节吗 所以这首歌也代表着 我对她的告白吧 第192章 既让人耳目一新 又让人神清气爽 听到这一番话 哇 观众席上响起一片喝彩声 一些廖人男或李千墨的粉丝 纷纷都欢呼 惊叫着起哄 每个人都是感到无比的兴奋 好甜啊 赶快原地结婚吧 还有不少两人的CP粉 此时也激动地呐喊着 与此同时 直播间的弹幕区 也在这一刻抚平 我失恋了 女神李千墨 名画有主了 真特么羡慕廖人哪 居然能找到李千墨 这样的人间游巫做女朋友 廖神牛逼 有李千墨伺候着 不得天天爽死 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男人可以离婚 但是绝对不能没有才华 祝福啊 实名羡慕廖人男 当然两人也是男才女貌 廖人男听着观众席上的喊声 既没有出口否认 也没有正面回答 只是始终保持着微笑 然而 坐在导师席位的李千墨 却早已经羞涩的红了脸 从这可以看得出来 两人算是间接默认了 毕竟 当初乔思闹出那么大动静时 两人早已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接吻了 虽然 那条报道很快被压了下去 但也有少部分人看过的 这时 好了 何老师笑着道 谢谢廖人男带给我们 歌曲背后精彩的分享 让我们用掌声 欢送廖人男到后台稍作休息 为第二场敬演做准备 嗯 廖人男应了声 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 他对着观众挥了挥手 示意一下 便往后台退去 紧接着 何老师摁了摁耳脉 似乎是听到了什么 他点点头 朗生宣布道 各位观众朋友们 第二场敬演已准备好 首先有请王心灵小姐 为大家带来她的歌曲 哗啦啦 没等何老师多说什么 台下 响起热烈的掌声 特别是那些宅男们 已经把王心灵当成了 聊以慰藉的甜心姐姐 同时 他们都是又惊又喜 想不到王心灵转换风格 居然可以这么的甜 当然了 这些甜心粉们也都知道 王心灵能够快速成功转型 里面少不了料人男的功劳 毕竟一位歌星的人设 都是靠歌曲来塑造的 而料人男 对于王心灵的路线包装 可以说是极其成功的经典案例 就在这时 随着何教授的话音落下 整个舞台灯光暗淡下来 同时 巨大荧幕亮起 并显示出歌曲信息 歌名 睫毛弯弯 作词 料人男 作曲 料人男 编曲 料人男 演唱 王心灵 导演 邝盛 看到这一消息 直播弹幕霸屏 果然如我所料 又是料人男 辞曲 编拳包 好家伙 料神搞创作 没有卡顿的吗 完全就是一个写歌机器 听这个歌名 估计又是田歌系列的 料神这写起田歌 也是停不下来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点 现在邝盛成了 料神的御用 MV导演 甜心教主赶紧唱吧 期待 没给大家更多时间讨论 整个舞台的灯光 刷一下全部亮起来 可以看到舞台上 多了十几位舞美 都穿着粉色连衣裙 其中 站在中间C位的 俨然就是王心灵 他也穿着粉色连衣裙 不过这条裙带 蓬蓬蕾丝花边 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在这次造型中 他特意留了刘海 看起来简灵不少 而此时 舞台后方的夜晶屏幕画面 也变成一片桃粉的背景色 同时 在背景左右两边 各出现一只蒙虫版 招财猫 紧接着 伴随着一阵喧闹的罗声 极具青春的旋律奏了起来 全部人排成一列 王心灵站在猎手 然后 一个个都摆出了 孔雀开屏的姿势 随着歌曲节奏的推进 庄严的罗声结束 清脆的笛声响起 主旋律也由开头的热闹 刹那变得轻快 甜蜜起来 与此同时 王心灵也翩翩起舞 便唱出声来 我 心砰砰跳跳 灵魂快要出窍 这感觉真好 哦你 对着我微笑 温度越来越高 怎么办才好 眼神躲猫猫 小鹿在乱跳 跳上了心扉 心情荡秋千 脸上红苹果 滋味正甜美 baby 你是谁 为什么我变成胆小鬼 好喜欢你却说好久不见 明明才见第一次面 在演唱这几句时 王心灵将他那甜美的嗓音 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 既让人耳目一新 又让人神清气爽 如此抓心悦耳的歌声 加上他甜美风格的装扮 要不是提前知道王心灵年纪 都会以为他 仅仅只有十八岁呢 那些喜欢王心灵的宅男们 此刻听到这歌也是舒服了 甚至 这歌的水准都有点 捞出了他们的预期 不愧为料人男包办的歌呀 伴随着悠扬的旋律 很快变到了副歌部分 王心灵带领舞美们 摆出各种花式孔雀舞动作 那画面十分的养眼 而同时 他的每一句歌 唱得既甜又稳 睫毛弯弯 眼睛眨呀眨 话说到嘴边 怎么会转弯 你的微笑像月弯弯 气氛好浪漫 需要你陪伴 睫毛弯弯 眼睛眨呀眨 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玩 来玩大风吹是什么 吹一见钟情的人 相比前一段主歌 这一段副歌可谓是 显得更加的甜蜜 而且 王心灵还根据每句歌词 做出相应卡哇伊的动作 瞬间又是加分不少 真甜 太好听了 现场观众席位上 很多男粉丝欢呼着 而一旁 天籁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尤其是总导演韩尚佑 都忍不住的连连点头 他可是对王心灵很了解的 因为王心灵之所以能进这档节目 还是韩尚佑的团队向上头提议的 那个时候 王心灵走的是悲情歌路线 哪曾有过这么高人气 相比之下 他简直就是翻红 而最令韩尚佑惊喜的是 王心灵能够取得现在的成功 居然与廖仁南有着直接关系 廖仁南究竟是何等的音乐天才 居然有如此的严厉技 真是潜力无限啊 所以一说到这里 不得不又要大肆夸赞廖仁南了 第193章 请称呼廖仁南料工具 与此同时 天籁直播间的网友们 在听到王心灵歌曲时 相关讨论的弹幕 也如火山般爆发 卧槽 王心灵真是越来越甜啊 粉了粉了 爱了爱了 对啊 他现在走甜心路线 完全就是脱胎换骨啊 好家伙 我决定马上定个可爱王心灵抱人 用处修修 大家都懂得 不吃 廖仁这歌词 真是少女心泛滥 他心里一定是住着一个小公爵 樓上的兄弟一言道出真相 我建议从今天开始 叫料神料工具 而舞台上 王心灵唱到这里 又进入到了主歌 我 心砰砰跳跳 灵魂快要出窍 这感觉真好 哦你 对着我微笑 温度越来越高 怎么办才好 眼神躲猫猫 小鹿在乱跳 跳上了心扉 心情荡秋千 脸上红苹果 滋味正甜美 baby 你是谁 为什么我变成胆小鬼 好喜欢你却说好久不见 明明才见第一次面 相比第一遍的演唱 这一遍王心灵表演的 也是更加的卡哇伊 就像他身上穿的粉色蕾丝 蓬蓬裙一般 让人看到了一个花季少女 盛开的模样 比较特别的是 其中两句歌词 还有和声部分 而在演唱这两句时 王心灵用两种不同的声调 搭配出了一种混边的效果 不论哪个年龄层观众听到 都会被填得不要不要的 伴随着旋律的推进 又到了副歌的部分 睫毛弯弯 眼睛眨呀眨 话说到嘴边 怎么会转弯 你的微笑像月弯弯 气氛好浪漫 需要你陪伴 睫毛弯弯 眼睛眨呀眨 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玩 来玩大风吹是什么 吹一剑钟情的人 一首歌唱到这里 也进入循环部分 不管是旋律 还是歌词 整首歌融合得非常好 既有传统气息 又有小女生的可爱 歌曲里家有滑下的 笛子和擅子舞元素 把东方女性 可爱又不失性感大方的美 完全表现了出来 如此受观众们追捧 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而同时 坐在后台的廖仁南 也关注着王心灵表演 毕竟 这首《睫毛弯弯》 他可记得清清楚楚 是曾经一度火遍 各大校园的存在 而从现场观众们的反响来看 这首歌应该会收获不菲成绩 想到此 廖仁南觉得挺欣慰的 就在这时 随着音乐旋律的放缓 王心灵完成了整个表演 他最后摆出结尾动作 就是抬起脚尖 假装吹气泡的模样 看起来很是可爱 惹得台下宅男们 又是一阵躁动 好的 和老师面带微笑 走上舞台道 谢谢王心灵给我们 带来这么快乐的演唱 大家给他掌声 鼓励一下吧 哗啦啦 全场掌声雷动 女神 心灵我爱你 有不少宅男把持不住 兴奋的大声喊叫着 俨然都对王心灵喜欢的不行 王心灵也听得清清楚楚 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道 非常感谢大家的喜欢 正是有你们的热情支持 我才能够有机会走到今天 听到这话 和老师点点头 继续问道 那么你对今天的表演 还满意吗 呃 王心灵弄着嘴想了想 露出笑容道 总体上还挺满意的 其中包括唱歌和跳舞部分 我都有练习大概一百多遍 为的就是把舞台 展现得更加完美 各位甜心们 我没出错吧 王心灵微笑着问 没有出错 相当完美 甜心叫主我爱你 老婆 粉丝们一个比一个叫得肉麻 呵呵 台上王心灵听了 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好了 何老师继续主持道 那就请王心灵到后台 稍稍休息一会 跟上一场规则一样 我们将会在三个舞台 全部表演完毕之后 最后再来统一 揭晓得票计排名 好的 谢谢何老师 王心灵笑着说了一声 就往舞台后方退去 这时 何老师面对镜头 朗声不报道 接下来 邀请下一位歌手叶旭坤 为大家带来他的演唱 大家鼓掌欢迎他吧 哗啦啦 现场同样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昆昆 你是最厉害的 叶旭坤 YYDS 有不少昆粉 疯狂地打扣 紧接着 便见舞台一案 巨大的夜镜荧幕上 显示出歌曲信息 歌名 You can be my girlfriend 作词 Larmoke 斜杠 Ear Attack 作曲 Larmoke 斜杠 Ear Attack 编曲 Larmoke 斜杠 Ear Attack 演唱 叶旭坤 接着刷的一声 舞台灯光亮起 便见舞台上 叶旭坤 立定背对着观众席 身姿一动不动的 就像被定住了一般 然后随着一个节奏音响起 他也是猛地华丽转过身 同时 舞台两侧个走上来几个舞美 将叶旭坤围在C位 只见 叶旭坤直接将头发染成了金色 脸上还化着浓浓的烟熏妆 并且把眉骨和脸颊等处 利用隐影衬得十分立体 虽然他没有可以去说明 但观众们不难看出来 除此之外 叶旭坤上身穿着一件黑色的亮片服 下身是一件红色的丝滑贴身裤 搭配他整体的造型 真是欧美风浓浓的 正在这时 随着旋律慢慢奏起来 叶旭坤也跟着舞动起来 他的舞姿带着几分性感 眼神也是格外的闪动 很快前奏播完了 叶旭坤也唱出声 Yeah yeah Tell me what you're gonna do it Eh eh I just wanna do it Eh eh Tell me what you're gonna do it Eh eh I just wanna do it Eh eh 满足所有幻想 第194章 让我用音阶把你喂饱满足 其中 叶旭坤演唱的是一首英文rap 听到这歌的第一感觉 可形容为挠心抓耳的 旋律相对起来容易被记住 可以称得上能够洗脑的程度 而他的歌词也特别有韵味 就是鼓励恋人要勇敢追爱 当然 也可以理解为 是写给粉丝的情歌 你能够做我的女朋友 相信 但凡叶旭坤女粉 听到这个歌名 都会响入 飞飞到睡不着觉吧 当时 拇指娱乐与威望娱乐联合 高薪聘请的音乐制作团队 正式考虑到 这首歌绝对会对粉丝群体 产生强烈的应激 才最终决定 用这首歌 作为第二场纪念的曲目 Begging for begging for love Summer to winter to summer to fall Feels like wow 这样不够 Give you my everything 都还不够 I'll show you Let me prove it 舞台上 叶旭坤在歌在舞着 随着歌曲旋律的不断推进 他的舞蹈动作 也是更加放飞 时而作状非常的陶醉 时而隔空像在有人拥抱 虽然这是一场 没有女主的独角戏 但叶旭坤 却应凭着饱满的情感 演绎出来了那种 纵情的感觉 至于为什么 不增加女主角呢 对此 这首歌的制作团队 也特别商讨过了 为的就是让听着 首歌的女粉丝们 自觉代入进去 从而幻想 自己就是女主角 这些制作团队的智囊团 真可谓是用心良苦了 一时之间 现场不少粉丝 也都磨着了 比如 当叶旭坤在舞台上 对着观众席位 做出隔空拥抱的动作时 舞台下方的不少女生坤粉 不论漂亮和颜值稍低的 也都是张开双臂 做出跟叶旭坤一样的 非常陶醉的动作 最可怕的是 还有不少男坤粉 也是如此 看得其他歌手的粉丝们 都是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而舞台现场尚且如此 直播间的坤粉 更是激动不已 坤坤居然想到 唱这么一首歌 真是好温柔好体贴啊 论最宠粉丝的男艺人 叶旭坤当之无愧是第一了 叶旭坤我永远爱你 我的第一次 永远为你留着 这么精彩的舞台 这么好听的歌曲 如果叶旭坤没夺冠 那就是有黑幕了 舞台上 看到观众们反响还不错 叶旭坤也表演得更投入了 Let me see your face girl You can be my girlfriend I just wanna love you Don't be shy Love you Don't be shy 就让我用音阶 把你为饱满足 流言蜚语 在我眼里 只是玩物 让此刻成为艺术我们 义无反顾 即使万人仰慕 我对你一见如故 对于这首歌 叶旭坤背后的音乐制作团队 同样采取了音发中三种语言 其中 华夏语的占比是最少的 叶旭坤依旧是选择了 和上场经典一样的战略 就是要牢牢地抓住 海外法国区的粉丝 他觉得自己在这点上 比廖仁南更胜一筹 只要做好了 打败廖仁南 完全不是问题 唱到这里 歌曲也进入到了循环部分 后续的歌词部分 全部都是法国语 不管台下的观众怎么想 叶旭坤是唱得非常激动 很快 随着歌曲旋律 慢慢放缓 整首歌也接近尾声 同时 叶旭坤也摆出了 最终的结尾动作 就是所有的舞美一起站立 纷纷做出拥抱空气的动作 真正就假装自己抱住了一个女孩 然后宠溺地摸摸她的秀法 然后偏头拥抱在一起 做出进入梦乡的动作 这个动作持续了十多秒 叶旭坤好棒 冠军 台下有坤粉尖叫着 见状 何老师也试试登上舞台 笑着主持道 好的 谢谢叶旭坤为大家带来的 这首精彩的歌曲 哗啦啦 全场掌声雷动 那么叶旭坤 何老师继续主持道 你能够给我们讲一讲 这首歌的创作历程和含义吗 叶旭坤接过话筒 输了一口气道 其实我的制作团队 为了写这首歌 也是花费了一番心思 本来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 但是都觉得诚意不够 想要把最好的歌曲展现给大家 至于含义的话 这首歌的标题说得很明白 你们能够成为我的女朋友 所以请大家加油爱我 听到这解释 何老师内心是排斥的 但身为主持人 他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是问道 那对于自己的表现 你还满意吗 相当满意 叶旭坤不假思索地道 我们这次的演出 邀请了全球最顶尖的音乐制作团队 还有国际上最优秀的舞蹈艺术老师 而且 我个人也是花费了一番心血 所以总体来说是非常满意的 你们觉得呢 说着 叶旭坤还特意把话筒 对着台下 满意 一百分 绝对的冠军 台下不少粉丝疯狂附和道 好的 何老师微微一笑 继续主持道 感谢叶旭坤的表演 请到后台稍作休息 叶旭坤对着摄像头 酷酷地来了个飞吻 然后拽拽地转身 往舞台后方退去 就在这时 何老师正了正色 朗声主持道 下面欢迎最后一位歌手 廖仁南 为我们带来他的表演 哗啦啦 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廖神 台下有不少观众 异口同声地喊道 而很快 舞台灯光暗了下去 同时巨大荧幕亮起来 并显示出歌曲的信息 歌名 青花词 作词 廖仁南 作曲 廖仁南 编曲 廖仁南 演唱 廖仁南 导演 廖仁南斜杠旷盛 第195章 华夏的鼓风 竟如此有韵味 看到歌曲信息 直播间弹幕 也瞬间猛增 卧槽 他来了 那个男人终于来了 青花词 这个歌名很复古 不知道内容怎么样 廖神出品 必数精品 绝对会超出预期的 尼玛 真的是好激动啊 有跟我一样的朋友吗 紧接着 唰的一声 舞台灯光全部亮了起来 不过比较特别的是 所有聚光灯全是淡蓝色 一时间 便把整个舞台都 度染成绚丽的蓝色 紧接着 一道充满华夏风韵的 舞阶钢琴音 也奏响起来 同时 舞台中央的巨大荧幕上 呈现出一张古朴的书法台 桌上摆满了笔墨纸燕 另外右上角还有一款 白上之蓝的青花词 显得庄重而高雅 下一秒 一名身着青色汉服 砸着发际的英俊男子 从一旁走进画面中 俨然就是歌手廖仁南 带走到书法台正中卫 他轻轻挽起汉服的袖口 然后拿起墨条 在艳态上磨起来 廖仁南的动作不疾不徐 舒缓中透着一股力量 一切都是做得恰到好处 磨好墨后 他随手从笔架上 取下一只大头毛笔 在桌上攀平的白纸写起来 只见 他的动作行云流水 落笔如云烟 一气合成 瞬间 青花词三个大字 悦然指上 而在这时 歌曲前奏播完 廖仁南的声音也唱了出来 素佩勾勒出青花笔风浓转弹 平身描绘的牡丹 一如你出妆 然然谈香透过创新 使我了然 宣指上走笔至此歌一半 伴随着这几句歌 廖仁南乘坐舞台升降机 从下面稳稳地升了上来 只见 廖仁南穿着青灰色休闲西服 里面搭配浅V领黑色短袖 他的肩膀处 还有许多亮片 如果仔细看的话 是汇集成了一条龙的图案 廖仁南的唱腔 柔情而古朴 略带江南戏曲的雏形 瞬间也是让观众们 爱不释手 一时间 直播间的弹幕 如火山般爆发 卧槽 这是华夏丰旋律歌曲吗 真的太TM好听了 牛逼呀 廖神这首歌的作词 写出了天花板级别啊 可不是吗 叶旭坤的英文歌歌词 跟廖神相比较起来 完全就是下三辣 不得不说 廖神创作能力 真的太强了 永远不会让人失望 廖人难牛逼 廖人难威武 廖人难霸气 与此同时 在屏幕的正中间区 俨然就是各种形状的青花词 轮流交替呈现着 而它四周的空白处 则都被各种 四四方方的华夏毛笔子给填满 有观察得仔细的人 很快就能够发现这些汉字 就是歌曲中的每一句歌词 并且也全都出自于廖人难之首 就在这时 随着歌曲旋律的推进 廖人难继续深情唱着 右色渲染是女徒韵味被私藏 而你奄然的一笑 如含苞带发 你的每一缕飘散 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整个舞台上 湛蓝色的美光灯 将廖人难的衣服映衬得 更加具有质感 而他身后的巨大荧幕上 也是不停轮流播放着 各形状 各年代的青花词图片 青花词周围 没有任何多余的修饰 只有自己俊秀的毛笔自围绕着 简单中透露出了满满的质感 舞台上 廖人难眼眸低垂着 脸上表情非常淡然 唱出接下来的副歌部分 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 吹烟鸟鸟鸟升起 隔江千万里 在平底书汉立仿前朝的飘逸 就当我未遇见你伏笔 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捞起 晕开了结局 如传世的青花词 自顾自美丽 你眼带笑意 两段副歌部分唱完 刹那间 全场所有观众 看向舞台上廖人难的目光 都充满了炙热 廖人难的这首全心滑下曲风 着实让所有人都眼前一亮 与此同时 导师席位的几位嘉宾 包括刘焕 拉音 王子宋 灵溪等 也全都被廖人难给折服了 在他们看来 廖人难之前的歌曲作品 已经算是天花板级别了 那他的这一首青花词 无疑又是将天花板的高度 推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几人都对廖人难 佩服得五体投地 在他们眼中 自己只是歌曲从艺者 而廖人难才称得上是 真正的歌曲艺术家 此刻 席位上的李千墨 一双美眸一眨不眨的 盯着舞台上的廖人难 眼神中除了深深的爱慕 更多是对廖人难的崇拜 在他的心目中 廖人难已经是神一般 最有魅力男人的存在 除此之外 天籁节目组的所有工作人员 包括总导演韩尚佑 几个高层 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也是完全的沦陷进去了 特别是韩尚佑 脸上是惊喜不已 他以为在千万代言环节中 廖人难一人拿下六个代言 已经能算是 他的最高光时刻 但现在 韩尚佑显然知道自己预估错了 这一首歌 无疑又是一次新的高光 于是 所有的人 他们在这一刻才体会到 原来华夏的古典风 如此的有韵味 原来华夏的汉字 这么的纯美 原来华夏的古董青花词 这么的传神 原来华夏的文化历史 是如此的 令人心旷神疑 在这一刻 大家都身为华夏人而骄傲 而后台 表演完毕的叶旭坤 他在看到观众们的反应后 脸上表情 确实阴沉不定的 说实话 他心里也不得不承认 这首歌确实有一定的水准 如果拿去打榜的话 肯定是名列前茅的 但是叶旭坤在此刻 确实有点侥幸心理 他觉得 廖人难的这首歌 极有可能在法国区域了 毕竟 这么古风的旋律 如此声色的歌词 现在许多华裔都是ABC 能够听懂的 估计没几个 这样的话 那么自己的冠军位 算是坐稳了 所以想到这里 叶旭坤心里 也是窃息起来 与此同时 舞台上的廖人难 也是继续演唱着 色白花青的锦里 跃然于顽底 临摹颂体落款时 却惦记着你 你隐藏在摇梢里 千年的秘密 极细腻 有如绣花针落地 连外芭蕉 惹皱与门环惹同绿 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 惹了你 在泼墨山水画里 你从墨色深处被隐去 第196章 身为华夏人而骄傲 虽然旋律都是一样的 但是歌词已经完全变了 还是浓浓的华夏风味道 同时 受到巨大荧幕上 那些高雅的青花瓷器影响 观众们全都不自觉被带入镜 华夏文化那浓浓的韵味之中 而在这个时候 撂人南脚底下的舞台升降机 进一步往上升出一米多 就像一个小小的台墩般 下一秒便见舞台上方的设备 围着台墩的四周 喷洒出水珠 形成一道围绕着台墩的水帘 整个是一副烟雨缭绕的感觉 伴随着鼓运的旋律 廖人南再次唱出副歌 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 吹烟鸟鸟鸟升起 隔江千万里 在平底书汉立访前朝的飘逸 就当我未遇见你伏笔 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捞起 晕开了结局 如传世的青花瓷 自顾自美丽 你眼带笑意 一时间 高雅的舞台景观 略带江南戏曲的歌声 无谱味十足的歌词 还有荧幕上的青花瓷 全部都融合在一起 论意境 这首歌描绘出了一幅 烟雨朦胧的水墨山水 水云蒙洞之间 依稀可见 依人白衣素媚 裙带纷飞 论词句 这首词 就是一铁笔端运秀 临窗血旧的肃心间 走笔曲折 只因心似双丝 网中有千千节 论曲调 这首歌仿佛微风中 静静流淌时尚的山泉西剑 清零透亮 而又蜿蜒回环 多有不敬之意 这三者叠加至一处 显得整首歌完美无比 喜敬千华 古朴典雅 清新流畅 一时间 哗啦啦啦 整个演播厅 全场三千多名观众 大家齐刷刷地站了起来 并都热烈地鼓着掌 很显然 他们都很喜欢 廖仁南的这首歌 同时 也很庆幸自己能够 清零现场 听到如此好的歌曲 导师席位的四名老师 包括纳音 刘焕 王子宋 灵溪等 他们同样也是跟着站了起来 目光灼灼地看着台上的廖仁南 这是对廖仁南 在音乐创作能力的 一种高度赞赏 而李千墨的眼睛 也是红了起来 他完全沉浸到了这首歌里 体会到词曲中那隐隐的悲伤 情绪完全忍不住 节目组的一众工作人员 但凡能够放下手里面工作的 也都是停了下来 跟着观众们一起鼓着掌 表达对这首 青花词的喜欢 而天籁之音的直播平台 相关的讨论弹幕 也在这一刻炸锅 我迷马 廖神居然写出这妖牛的歌 真的像是开挂了 就凭这一首 青花词 廖仁南可以直接在华夏乐坛封神了 兄弟们 我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 居然听得落泪了 这歌曲杀伤力太强了 廖神这造型 真的好帅 又帅又这么有才华 还让其他男明星怎么活 廖神牛逼 plus 永远粉你 此外 还有许多的留言 一眼就能看得出 来自法国的华裔 听到廖仁南的这首歌 我以身为华夏人而骄傲 以后再有问我华夏文化的歪国人 我就把这首歌给他听 真的很牛逼 虽然我中文一般水平 但这首歌的意境 我体会到了 华夏YYDS 同胞们 听到这首歌 我居然想家了 今年过年 一定要回华夏看看 我是一名华裔 我的女朋友是法国美女 她跟我一起听这首歌 居然也哭了 自报家门 我是华裔ABC 廖仁南实力太强了 这一票一定要留给廖神 舞台上 由于整首歌表演完毕 升降台便缓缓降了下来 何老师也是一副激动的模样 走上舞台 握着话筒 勤真意气的道 我个人真的非常欣赏廖仁南 能够以华夏的国宝清花词 写出这么一首 具有浓浓诗情画意的 歌颂华夏文化的流行歌曲 这是对我们祖国 古运文化多么的热爱 才能有如此创作灵感啊 真的很了不起 要知道 何老师作为主持人 是非常专业的 他能够在舞台上隔站 发表自己的看法 足以见得 他对这首歌有多喜欢 谢谢何老师 廖仁南听到这话 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道 华夏文明上下五千年 本来就是值得歌颂的 正是啊 何老师笑着点点头 道 也希望多点像你这样优秀的歌手 多写点歌颂华夏文化的歌 谢谢褒奖 廖仁南再次致谢 哗啦啦啦 现场观众听到两人对话 又自发响起热烈的掌声 好了 何老师正了正色 面向镜头 主持道 那第二场纪念三位歌手 全部都表演完毕了 下面有请王心灵和叶旭坤 都返回到舞台中央来 文言 王心灵是笑容款款的 从后台边招手边走上来 而叶旭坤依旧是拽拽的模样 甚至可以说 他的脸上有一丝不悦 在听到廖仁南的歌曲后 这些观众们夸张的反应 以及何老师对廖仁南的一顿猛夸 早就让叶旭坤心里极度的不行了 以往在任何场合和舞台上 叶旭坤都是绝对的C位男主角 也非常享受那种被捧的优越感 而今天 他沦为了配角 心里不爽得很 不过倒也无所谓了 马上就要揭晓成绩 叶旭坤觉得 这首《青花词》 虽然看似很牛逼 但在这综艺上PK肯定还是打不过自己的 麦秦怀也要讲究对象 对方是法国华裔 你唱这种古言歌曲 能行吗 这时 等三位歌手站立 何老师继续道 那么 歌神之战 所有歌曲表演结束 下面就是重要的投票环节了 哗啦啦 到了这最精彩的揭晓环节 观众们也再一次沸腾起来 何老师看了眼手卡 朗声主持道 接下来 再次为大家回顾一下 所有歌手的纪念舞台 王兴玲的 《睫毛弯弯》 叶旭坤的 《You can be my girlfriend》 以及《撂人男》的 《青花词》 在何老师播报的同时 舞台上的荧幕依次回放 相应三个表演的精彩瞬间 以帮助大家回想 刚才的表演画面 大家再次仔细地回想一下 刚才的表演 看看哪一个是你心中 最喜欢的舞台 第197章 相信天籁没有剧本了 顿了顿 何老师继续主持道 另外 跟第一场投票规则一样 国内外网络端获得 投票权限的朋友已开启 总计开放了10万票 其中 国内外各占一半 每个ID 只有一次投票机会 请大家慎重做出选择 好了 现在三分钟投票通道 正式开启 此言一出 全场沸腾 粉丝们都为自己喜欢的舞台打扣 就像是在比谁的声音更大一些 而节目尽头 也是一一给了三位歌手 美人大特写 在尽头靠近时 王心灵摆出 睫毛弯弯里 孔雀花式开屏的舞姿 叶旭坤看着尽头 眉头往上一跳 还做了个缭缭的姿势 净险妖绕 而廖仁南 只是淡淡一笑 巨大荧幕上显示着 投票的数秒倒计时 3 2 1 投票结束 请锁票 何老师邀请三位歌手 来到评分显示屏前 好了 网友们的投票结果 已经统计出来了 那么 歌神之战第二场纪念环节中 每位歌手的排名如何 谁又将获得天爱之音 第二季的总冠军呢 说着 何老师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惹得现场及直播前的观众们 都不由地跟着紧张了起来 而下一秒 何老师却画风一转 微笑着道 需要跟大家说明的 我们这一季度的总冠军将会获得一辆千万的布加迪超跑 一套汤品一尘奢豪住宅 一个亿的巨额支票奖金 谁会摘的这个头衔呢 节目组的指导 也随着何老师的话 把镜头切换到舞台 对准柜台里的奖品 看到这极其诱人的奖品 台下的粉丝们也都疯狂地叫着 纷纷喊出自己喜欢的歌手名 舞台中央 王兴玲也是紧张到了极点 玉手拽的纸节都有些发白 叶旭坤虽然脸上还是酷拽的表情 但是他的内心却也是极其紧张的 以往参加任何的PK或者比赛 他都是过关斩将 毫无压力 坐等着上台领奖的大赢家 而这一次 他还是第一次心里这么没底 唯有料人男士十分的泰然 毕竟他的目标可不止于此 与此同时 天籁直播平台前的 各位网络云端观众 在这一刻 大家也都紧张到了极点 为各自偶像捏了一把汗 这省某高档餐厅 一群人正热闹的吃饭聊着天 蒋方和廖正群也赫然在脸 而包间墙壁上的一台网络电视 正播放着廖仁南参赛的天籁之音 今天 两人的朋友 执意邀请他们来聚餐 当然最重要的是一起 关注廖仁南比的赛情况 这些人看起来 比二楼还焦急 毕竟 廖仁南出生于这里 他们自然希望廖仁南能夺冠 继而给自己的家乡带来荣耀 而蒋方和廖正群二楼 心态倒是十分的平和 不过 他们虽然没有虚荣心 但是胜败心还是有的 也在心底里 希望廖仁南能赢 南明娱乐办公区 曹经明带着一众员工 都在电脑前观看直播 在这一刻 所有人都是心中意警 希望廖仁南能赢 其实 廖仁南能闯进决赛 他们个个都是喜出望外的 毕竟 南明娱乐 比起众多对手公司 年限不长 规模也一般 所以 目前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已经是非常满足了 可是 真的走到这一步 员工们又多期望廖董能夺冠 除了那丰厚的奖金不说 顶着天籁冠军的头衔出道 那廖仁南在娱乐圈的地位 将会水涨船高 花火娱乐董事长办公室 年轻貌美的董事林又威 则一边审批着文件 一边观看天籁之 从廖仁南参加比赛开始 他的每一部作品 林又威都有关注的 不仅仅是因为 他和李千莫非一般的交情 更多的是因为 林又威自己对廖仁南 格外的欣赏和好奇 拇指娱乐会议室 总经理张燕和威望集团 董事乔思 两人也在远程观看这场决赛 可以说 他们为了这场比赛 都是下了血本的 所以 两人都指望叶旭坤夺冠 然后一飞冲天爆火一把 在各综艺节目中大放异彩 在收回成本的同时 狠狠地赚一波快钱 因此 对于张燕来说 这不仅仅只是价值 两个多亿的奖金而已 而是影响着他 一系列的工作和计划 另一位投资人乔思 更是期盼叶旭坤能赢 他一小部分是为了利益 更多是想找廖仁南报仇 乔思都已经想好了 等叶旭坤拿到冠军 他就立马领着叶旭坤 却狠狠地羞辱廖仁南一份 那感觉 别提有多爽了 舞台上 何老师不断渲染着紧张气氛 终于在掉了观众几次胃口后 他朗声主持道 那么三位歌手 各自得票如何 请看大屏幕 何老师话音一落 屏幕上的计分器 便疯狂滚动起来 在巨大荧幕上 从上到下 显示着三位歌手的头像 在头像的后面 则是投票数据 投票数据同样做了细分 分成华夏和法国得票 在这一环节中 已经没有增幅投票了 大家都是同一起跑键 请揭晓 随着何老师话音落下 三人数据同时显示出来 第一 廖仁南四万零三百票 华夏区 两万两千一百三十九票 法国区 一万八千一百六十一票 第二 王兴林三万零七百三十一票 华夏区 一万五千八百七十五票 法国区 一万四千八百五十六票 第三 叶旭坤两万八千九百六十九票 华夏区 一万一千九百八十六票 法国区 一万六千九百八十三票 哇 看到这个结果 全场沸腾起来 廖仁南冠军 在有人喊了一声之后 其他观众也跟着欢呼起来 现场呐喊声很高 几乎要将屋顶掀开 与此同时 直播平台弹幕区也直接爆炸开来 哼 果真是廖神夺冠 打败资本的男人就是不一般啊 廖仁南真的牛逼了 无疑是这一季度的黑马呀 好吧 从今天开始 我相信天赖没有剧本了 廖仁南冠军实至名归啊 真的替廖仁南开心 拥有逆天实力的正能量歌手啊 天赖第二季 能够有廖仁南 真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啊 尼玛 叶旭坤这得票 完全是在国内翻车了 活该啊 可不是吗 叶旭坤无下线讨好欧美粉 国内粉肯定不会给他好脸 从这数据可以看得出来 不论是华夏还是华裔 大家还都是爱国的 廖仁南YYDS 华夏歌坛永远的神 第198章 真想抱着廖仁南亲一口 一时间 正在网络云端观看直播 期盼廖仁南能夺冠的人 此刻也算是心满意足 都发出了一阵阵的欢呼声 这省某高档餐厅 祝贺廖仁南夺冠 干杯 一群中年人也是举杯欢庆起来 蒋方和廖正群两人 此刻都是一脸的惊喜 毕竟 他们打心底里是 希望廖仁南能够夺冠的 但同时 又觉得这个目标遥不可及 二老都知道 娱乐圈的竞争有多激烈 并不是光有本事就能驰骋 那也讲究全权相互 有许多利益合作的 因此 二老也不敢多做奢望 谁料 他们的儿子 竟然真的拿到了冠军 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不过 就在几天前 他们得知廖仁南 真的赢得几个一代言 还一口气买下价值不菲的谭工别墅 二老也知道了 自家儿子的实力 所以 这一次的冠军奖金 包括豪车 汤尘一品 以及一亿的现金 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节奏 群哥 敬你一杯 一位大富翩翩 头发梳得油光滑亮的 中年人男人 举着酒杯 对廖仁群道 你真是教自由方啊 廖仁南真的太优秀了 让人羡慕得不行啊 王总监 你客气了 应该我敬你的 廖仁群端起酒杯 和中年男人碰一下 随后两人一饮而尽 来群哥 我们也敬你一杯 其他人也纷纷举杯 好 廖仁群笑着道 我今天都喝 不醉不归啊 他真的没想到 自己是做电工的 而儿子是演艺圈词曲作者 居然也能够沾到光 现在 他不仅短时间被连升三级 公司的同事和高层领导 个个都对他极其客气 连总监 总经理级别高层 都亲切地称呼 踏为哥了 真的是想不到啊 南明渝乐办公事 哦耶 所有人都疼得从椅子上跳起来 举着双手 相互机场庆祝着 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兴奋的表情 这个结果真的太出乎意料了 毕竟 比赛从头到尾 都是廖仁南一人在战斗 当别的歌手花重金 故音乐制作团队协助时 廖仁南全部都是一人操办 每一个比赛环节都是如此 这些人现在回想起来 都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尤其是曹金明 现在还好廖仁南 不在他跟前 不然他都要立马 抱起廖仁南猛轻几口 自己这小兄弟 一路披荆斩棘 站到最后 实在是太强大了 在千万代言环节 当廖仁南拿回六个代言时 曹金明都已经是诚惶诚恐 战战巍巍的 觉得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想不到在节目的最后 廖仁南居然再次给了他 一个巨大的惊喜 天籁年度总冠军 歌神啊 这代表着辉煌之路要开始了 到时候 南民娱乐也都将会 随着廖仁南而急速增值 当初跟廖仁南一起成立这家公司时 曹金明只期待 能够稳扎稳打就行 想不到才短短两个多月 效益直接呈现几何式增长 这真是让他大开眼见 只能说 跟廖仁南合伙开公司 是他这辈子做的 最明智的选择了 花火娱乐董事办公室 林又威是一双美眸 睁得大大的 盯着屏幕上的排名数据 看了好一会 在百分百确认 廖仁南真的得了第一名 他是惊诧地笑了 要知道 林又威在娱乐圈 也待了好几年 他也是在圈里淋过雨的人 所以 从作品质量层面 他是绝对相信廖仁南的实力 毕竟 他自己也跟廖仁南有过合作 对廖仁南惊人的创作能力 是非常清楚 但是 在人脉资源方面 林又威还是觉得 廖仁南欠缺一点 所以 从这两方面考虑 他觉得廖仁南夺冠的可能 只有百分之五十 甚至可能还会更少 毕竟 资本不仅有人脉 在高投入的作用下 资本推出的作品 质量也是很强的 也正因此 很多观众都会被洗脑 从而被带节奏 被资本牵着走 因此 廖仁南能够夺冠 真的是 让他非常惊讶的 只能说 他这次 歌神之战的作品 确实是足够的好吧 廖仁南真的太强了 林又威心中 暗自下定决心 今后还真得多与廖仁南 和李千墨 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 离自己这么近的人脉 肯定要利用起来啊 拇指娱乐会议室 董事张业 和威望娱乐董事乔思 两个人都是茫然 猛逼的模样 草泥马 张业忍不住 直接抱了粗口 怎么会是料仁南夺冠呢 而叶旭坤怎么会 指的第三名 原本 在千万代言 环节后 他对叶旭坤 是不抱希望的 但谁料这时 乔思带着大批资金入住 这也让张业 燃起了希望 而这段时间 他们几乎是投入了 最大的金钱和精力 并且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但结果呢 居然输了 不 想到此 张业一口老血 都要飙出来 堂堂的华夏娱乐 龙头拇指 居然输给一个 刚成立的小公司 这尼玛 想想都觉得荒唐啊 哄 旁边的乔思 也愤怒到极点 他直接抓起 会议桌上的名牌架 朝着墙壁上的 叶晶屏幕杂趣 框擦 叶晶屏幕的面板 瞬间裂开 几条大缝 这次为了能够 捧叶旭坤夺冠 乔思前前后后 花费的宣传资本 可以说是过意了 单是钱还好 他还动员自己老爸的关系 请来了漂亮国 顶尖的音乐制作人 可结果 却还是输了 他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而最让他不爽的是 这么一来 不仅不举之仇报不了 反倒还被狠狠打了脸 乔思想想就觉得窝火 一念及此 乔思搬起会议桌的 上一台电脑 就准备朝墙上砸过去 哎 乔总 张叶连忙阻拦道 您千万别激动 气大伤身啊 张叶嘴上安慰着 心里却在暗自叫苦 他自己都是不爽得很 不过不安慰也不行啊 看乔总的架势 如果不去阻拦的话 估计他能把整个公司给砸了 乔总 咱们还有机会的 张叶连忙道 机会各屁 乔思咆哮道 现在天籁节目都录完了 廖仁南已经拿到了总冠军 你还能改变什么吗 不是 张叶沉声道 虽然这个节目完了 但大家都还在华夏娱乐圈 咱们只要好好经营谋划 多的是机会打击廖仁南 他这次能够夺冠 不过也是侥幸而已 肯定笑不长久的 咱们好好计划一下 到时候把这些屈辱 全部都还回去 第199章 天籁之音 圆满落幕 天籁眼波听 导师席位的几名评委 包括那英 刘焕 王子宋 灵溪几人 也都是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在他们的心中 廖仁南早就是冠军了 此刻也算是实至名归 同时 几人也很佩服廖仁南 没想到他这么年轻 就有如此的才华 所谓 年轻有为 才华横溢 指的就是廖仁南了 还是那句话 歌坛天花板级别啊 几人甚至都预料到了 在不久的未来 华夏歌坛肯定会 因为廖仁南而有所改变 而李千墨 此刻也是高兴的欢呼雀跃 一颗小心脏 砰砰直跳 甚至比他自己 拿到最佳女主绝奖时 还要来得激动了 同时 他也对廖仁南 爱慕无比 廖仁南真是太有才华了 不仅长得帅 赚钱能力强 还三观正 艺术修为高 真的是完美无瑕 一时间 李千墨俨然已经完全变成了 廖仁南的小迷妹 甚至 他都觉得 能跟廖仁南谈恋爱 是自己绝对的幸运 舞台上 何老师也很激动 主持到 根据得票排名 恭喜廖仁南获得第一名 同时 也恭喜王兴林获得第二名 叶旭坤获得第三名 那么现在郑中宣布 廖仁南是天籁第二季度的总冠军 并且荣获天籁歌神的称号 同时 廖仁南将获得价值千万的 不加迪超跑 汤城一品精品住宅一套 以及价值一亿元的奖金 季军是王兴林 将会获得天籁节目 后续价值一千万的合作资源 亚军的叶旭坤 将会获得价值两百万的 合作资源 听到这话 哦耶 廖神牛逼 廖神厉害 YYDS 台下的男粉们都欢呼起来 每个人使劲摇晃着手中的荧光棒庆祝 至于叶旭坤的粉丝们 一个个是垂头丧气的 先前的骄傲 气焰全无 他们都指望叶旭坤能够夺冠的 谁料 叶旭坤不仅没拿到冠军 居然连季军都没有拿到 要知道 获得季军的王兴林 前期根本是毫不起眼 也是在廖仁南的调教下 才慢慢转型发展起来的 原本毫不引人注意的王兴林 经过廖仁南的一番包装 竟然打败了叶旭坤 拿下天爱第二的好成绩 这想想又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所以 坤粉们都觉得 丢脸丢到家了 根本抬不起头来 如果不是演播厅大门关闭了 他们都想要提前退场算了 这时 何老师继续 朗声主持到 下面邀请 魔度为一种局洪峰先生 以及抖音董事长萧年忠先生 为三位歌手颁奖 哗啦啦 现场掌声雷动 台下贵宾席位 有两位中年男人 一前一后走上舞台 同时 舞台侧方上来几位 身材娇好的礼仪小姐 何老师也退到侧面 继续主持流程 道 首先是 恭喜第三名的叶旭坤 请上前一步领奖 叶旭坤文言 心中一领 迈着沉重的步伐 往前走了几步 他早就心如死灰 觉得自己要完蛋了 怎么会这样呢 他认为 这个节目肯定有黑幕 而这时 摩杜文一总局红风 递给叶旭坤 一个铜色的 圆球形状小奖杯 抖音董事长 萧年忠 则为叶旭坤 颁发了一本 合作协议书 颁发完奖品后 三人一起合影拍照 而叶旭坤笑得 比哭还要难看 何老师继续推流程 道 接着是 恭喜第二名的 王兴林 请上前一步领奖 王兴林文言 奄然一笑 提着粉色的裙摆 走到了舞台中央 他能进入最后的决赛 就已经是很高兴了 谁料 最后还拿到了 第二的好名次 那更是让他无比的兴奋 不过 他心里也清楚 这一切都是依仗料任男 只能说 以后在南明娱乐 好好效劳报恩吧 这时 摩杜文一总局红风 递给王兴林一个银色的 协行立注的奖杯 谢谢 王兴林微笑着 接过奖杯 红风笑着点点头 算是回应了 抖音董事长萧年忠 则为王兴林颁发了 一本合作协议书 价值高达一千万 谢谢 王兴林露出甜美的笑容 恭声表示感谢 萧年忠也微微汗手 就在这时 何老师提高音量 主持道 最后是 恭喜第一名的廖任男 也是天籁第二季的总冠军 请上前一步领奖 廖任男文言微微一笑 十分从容地走上前几步 与此同时 舞台侧方上来四个礼仪小姐 排队端来了 属于冠军的奖品 魔独文艺总局红风双手 递给廖任男一个金色的 话筒一比一大小的奖杯 便笑着夸赞道 小伙子前途无量啊 谢谢您的褒奖 廖任男接过金色奖杯 蹬对方握了握手 抖音董事长萧年忠 则为廖任男搬了 一把不加迪钥匙 一本汤陈一品购房合同书 以及价值一亿元的巨额支票 廖任男一一微笑着接过 这么多奖品拿在手中 都有点装不下了 恭喜萧年忠伸出右手 便道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合作 那是一定的 廖任男伸手握了上去 谦逊地道 也谢谢贵公司的赏识 萧年忠笑着点点头 哗啦啦啦 现场爆发出最为热烈的掌声 何老师笑着道 再次恭喜三位获奖歌手 下面咱们一起拍大合照 于是 在两位高管的邀请下 廖任男站到舞台的绝对C位 两位高管一左一右陪同着 王兴林哀身站在左边一个位置 而叶旭坤则是孤零零的 站在右边不显眼的位置 由于一起合影的人非常多 他被挤得只露出了一个头 如果是平常大合影 不占C位的话 他绝对会发脾气 但今天 叶旭坤完全是傻逼了 他觉得自己不配发声 碰 伴随着摄影机按下快门键 舞台两边的李花响了起来 而且演播厅的顶棚 也落下来许多粉色的彩带和气球 还有一些别的小礼物 观众们一边鼓掌 一边抢这些礼物 何老师也主持道 好了 谢谢大家对本季天籁之音的支持 这季天籁之音到这里 也就圆满落幕了 咱们下一季再见吧 哗啦啦 大家再次欢呼起来 整个演播厅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 第二百章 都长得这么美了 还这么会伺候人 不知不觉中 天籁之音的节目终于落下了帷幕 直播间的聊天区 顿时被弹幕刷屏 迷满 居然这么快就结束了 完全没有看够啊 不得不说 这一期真是挺精彩的 廖仁南就是最大的惊喜啊 可不是嘛 廖仁南就是最大的黑马啊 另外 王兴林也挺出人意料的 怎么感觉舞台上叶旭坤的模样 像是傻逼了一样啊 在线呼叫两单一枪的哥们 你说的叶旭坤输了 就直播吃香 接下来该你直播表演了哦 好舍不得啊 什么时候来第三期 而天籁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们 都是纷纷放下手中的工作 登上舞台 各自找一些想要合影的歌手们 拍照留念 毕竟 大家都相处两个多月 已经建立了不菲的感情 相互都十分舍不得的 其中 廖仁南是人气最高的 从天籁的工作人员 到导师席的几位嘉宾 不少人前去找他合影 这样一来 即使节目都结束了 但大家真正忙完所有事情 也是在半个小时之后 此外 天籁节目组演 考虑得很周到 直接叫来了汤晨一品 职业顾问 现场为廖仁南 办理房屋上户手续 还叫来了银行的操作专员 为他办理了支票转账业务 廖仁南只花了几分钟时间 便将一个亿转到了自己账户 还专门派了安保团队和专车 来护送廖仁南离开节目组 而一千万的不加底跑车 则由专车运输机构 帮忙安排工作人员 帮廖仁南送去了南民娱乐公司 廖仁南之所以没有 让他们送到谈工 是暂时还不想暴露自己的住址信息 这些都忙完后 不知不觉 就到了晚上十一点 廖仁南便决定回去谈工了 其实 在节目结束之后 有不少人约廖仁南庆祝一番 包括以前邻居黎兰木组的工作伙伴 以及现在南民娱乐的曹金明和同事们 另外 花火娱乐的董事林又威 也第一时间给他发送了祝贺信息 对于这些 廖仁南都一一做了回谢 便表示时间太晚 改日再庆祝 大家也都理解 到达谭工别墅已经十一点半 廖仁南觉得时间真的挺晚的 不过 好在李千默提前回谭工了 说是可以帮他照顾廖恩贝 这时 进到别墅内 廖仁南发现 房间灯亮着 但是却非常的安静 他估摸着 贝贝应该睡着了 便去到儿童房间里面看一看 果然廖恩贝已经进入梦乡 而李千默还在旁边陪着 看见廖仁南后 李千默立马露出笑容 道 你的事情都处理完了 对啊 廖仁南点点头 微笑着道 千默 辛苦你帮我照顾贝贝啊 其实 廖仁南完全可以让梅姨 帮忙协调照顾廖恩贝的 但真这样的话 只能称得上照看 而不能称为陪伴 毕竟 梅姨跟贝贝同品少一些 更不能给她家人的感觉 这对小孩子来说 多少会有影响的 因为 小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 过去一天 那就是少一天了 所以 李千默能够这么尽心陪贝贝 廖仁南真的觉得挺感激的 不用谢 李千默奄然一笑 道 跟我还这么客气 赶紧坐下来休息一会吧 说着 他还给廖仁南 拉过来一张椅子 廖仁南笑着坐下 握住李千默的手说 老婆 有你真是太好了 李千默听见这称呼 翘脸顿时一红 不知为何 每次廖仁南这么叫 他都会觉得羞羞的 但同时 他却又非常享受 老公 李千默小声叫道 我也觉得跟你 在一起很幸福啊 两人相拥在了一起 另外一会 李千默看了眼腕表 道 时间不早了 我要回去了 都凌晨了 廖仁南微微醋没到 要不你就留在这里过夜呗 反正我爸妈都回去了 也不会有什么不方便的 李千默迟一片刻 看了眼廖恩贝 道 万一贝贝看见怎么办 我感觉小孩子什么都懂的 嗯 廖仁南点点头 道 我抽空跟贝贝 好好谈一下心 而且我想 我们尽快生活在一起吧 你的意思是 李千默文言 犹豫了一下 道 咱们结婚领证 办婚宴吗 对啊 廖仁南郑重的道 你愿意跟我一起生活吗 当然愿意啊 李千默不假思索地道 只是 他却欲言又止 虽然 李千默没有明说 但廖仁南却立刻明白了过来 道 你指的应该是 你的家人吧 我其实早就想正式的 去拜访下你的父母长辈 正好我们接下来 都有一段空闲的时间 就把这事提上日程了 这样一来 我们就是名正言顺的 哼 李千默听到这话 顿时又惊又喜 道 你真的愿意见我家人啊 不过 他们跟普通家庭长辈不同 都有点奇怪的 想到这里 李千默都有点担忧起来 因为是当代军人家庭 他的长辈都是很有性格的人 他们都有一种 威严军人的气势 让人望而生畏 而且 李千默的爸爸 虽然有兄弟姐妹 但到了李千默这一代 他却是独女 所以 一家人更是 把他看得格外重 都希望李千默能 嫁得最好的男人 当然 这并不代表李千默 觉得料人男不够优秀 他只是觉得自己家人都性格各异 而所谓众口难调 他真的怕料人男会吃亏 没关系啊 料人男微微一笑 再奇怪 那也是 我老婆的家人 我当然会竭尽全力的融入你们家庭 和他们都打成一片的 更何况了 我是跟你一起生活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相信他们也会理解的 嗯 你能这么说 我真的太感动 李千默红着眼眶点点头 却又扁扁嘴 道 不过 这件事情往后推推吧 我想跟你先过一段简单的时光 好啊 料人男眉眼一条 便搂过李千默的腰肢 咱们去主卧吧 李千默翘脸一红 提醒道 两人便退出贝贝的房间 相拥着往主卧走去 快速地洗澡完后 两人便到大圆床上 深入地交流起来 神级双肾 胜为先天之本 肾藏经 主生长 开翘于耳 拥有此技能 宿主双肾将得到极致养护 功能保持在巅峰状态 并且永远不会亏损 从此 肾清气爽 享受美妙爱情 两个小时候 廖仁南常常说了口气 掐着他的小蛮腰 道 千默 你刚才的那些 从哪学来的呀 往上啊 李千默羞愧地笑着道 怎么 我的表现满意吗 当然满意 廖仁南笑了声道 都长得这么美了 还这么会伺候人 还好自己有神级双肾 不然真的挺被动了 简单腻歪一会后 两人便相拥入睡了 第二天 在六点钟的时候 廖仁南被闹钟给震醒了 这是他特意定的 待会要去送贝贝上学 而刚睁开眼没几分钟 廖仁南脑海中 便响起系统的声音 定